方无明,偶然穿越到一个修仙世界已经三年 终于脱离苦逼99607伏报 怀着对修仙的无限憧憬 没想到,检测出无灵根 毁灭吧,赶紧的 爷累了,就在方无明开摆之时 终于觉醒无限资源系统 宿主名下的所有资源都将用之不尽 方无明,低调低调 这长生仙丹,我平时也就拿来喂喂狗而已了 丹宗老祖,汪汪汪 方无明,出来露营,拿上古仙气削个苹果 不过分吧,气宗老祖,不过分,不过分 削我都行 方无明,你是说,这张能打死仙人的俘虏吗 不多,给我端茶的侍女身上,也才几十万张 仙人,各路天骄,原本还以为自家宗门已经是最富裕的 小丑竟是我自己 各路气韵之子,我们最大的气韵,就是碰上方哥 各路女帝,是时候认个干爹了 第一仗,时来运转,无限资源 穿越修真世界,已有三载 兴致勃勃 花费三年光阴,直奔最近的修仙宗门 结果,检测出无修仙灵根 心如死灰,心如刀割 爱不是系统 这就是你说的,带我装逼带我飞 宿主只要加入修仙宗门,得到宗门的认可 立即奖励先帝修为 无敌于下剑 无敌个屁啊 没有灵根,哪个宗门会收留我 话说,得到宗门认可 就算是个打杂的,应该也能得到宗门认可吧 方无名眼珠一转 自己好像找到了系统bug 得到宗门认可,成为宗主 哇擦 系统 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方无名,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狗系统,绝必是故意整自己的 自己这三年来,乞讨度日 能坚持下来,完全就是对于修仙的向往 结果 麻辣隔壁的 老子不玩了 开白 你这狗系统 等着被投诉吧 方无名骂骂咧咧,手中破碗一甩 不干了 顿时,引来周围人的目光 唉,又疯了一个 可不是吗 这年头儿,饥荒四孽 逼得很多普通人都要不远万里来碰运气 说不定被宗门收留 起码能吃上一顿饱的 唉,修仙哪有那么容易啊 天赋只是个开始 听说后面还需要数不清的资源呢 不然也就比普通人多活几十上百年而已 方无名一路穿过人群 欲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周围人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倒不是幸灾乐祸 更多的还是无奈 这个残酷的世界,普通人不仅得弯着腰做人 还得看天吃饭 简直是水深火热 都散了 闲杂人等不得聚集于此 半山腰聚大山门内突然传出浑厚声音 山脚方圆几里都能清晰听到 但见山脚下人群依然没有动身的意思 依旧熙熙攘攘 今年名额已经满了 很多资质不错的苗子都没能尽踪 你们这些凡人还不速速离去 做人要接受自己的平凡 老老实实做一个无名之辈 严禁于此 给你们三个时辰 还逗留于此 格杀勿论 随着最后一句话落下 一股强劲地冲下山脚 就像是清扫垃圾一般 不少还在半山腰逗留的人 皆是被震倒在地 吐血不止 方无名这下更是破大方 什么叫老老实实 做一个无名之辈 老子上辈子 勤勤恳恳99万607 为老板的幸福生活 添砖加瓦 还不够老实吗 穿越到修仙世界 本以为再差 也不会比上辈子差 结果 麻蛋饭都吃不饱 难道 自己注定如此凄惨 穿越都无法拯救自己 这悲惨的人生 这三年来 虽然乞讨度日 但也是苦中作乐 想着到了这里 就能开启无敌的一生 现在回想起一幕幕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再加上辈子 苦逼憋屈的日子 方无名心中欲气难说 这一次 自己 一定要挣扎到底 逆天行 法克游 老子要自创宗门 检测到宿主心态 发生改变 系统即将升级 升级中 恭喜宿主 成功解锁 无限资源系统 方无名一愣 怎么事 这系统还会升级的 无限资源系统 宿主名下的所有资源 都将用之不尽 强行按那心中激动 方无名赶紧从怀里 逃出最后一张烧饼 紧接着 方无名念头一动 哗啦啦 方无名右手 直接化作一个烧饼喷泉 无数烧饼凭空出现 一眨眼的功夫 地上已经堆起一个小山包 方无名赶紧收回念头 才不可外露 虽说只是烧饼 但在这年头 一个烧饼 可能就是一条命 果然 周围众人早已瞪大眼睛 盯着烧饼堆成的小山包 可却无人敢上前 这一看 就是拥有杵无法器的 呃 看这行头 也不太像是刀人啊 都在这儿了 我就拿两个 剩下的 你们随意哈 方无名顺手抓起 两个烧饼 赶紧跑路 众人疑惑不解 直到完全看不到方无名身影 这才一哄而上 能吃饱一顿是一顿 方无名一路狂奔 直到确认 后面没人跟随 这才停在一处小溪柳树下 气喘吁吁 狠狠咬下一口烧饼 终于实现烧饼自由了 不对 是终于休闲有望了 不就是得到宗门认可吗 老子自创宗门 总可以了吧 有了系统 提供的无限资源 还怕个啥 行动不如行动 先去最近的城镇看看 召集人手 开始着手买地皮 决定了 休闲从卖烧饼开始 即使只卖到一两银子 对于自己来说 那就是无限的财富 弄到地皮 建筑盖好之后 开门收徒 然后只要重金求够零食 立刻就会有取之不尽的零食 横扫各大拍卖场 什么仙丹林药法宝 统统无限 到时候 宗门大门前的看门狗 都是一身顶级法宝 光是脑海中 简单过一下自己的宏图尾 就让方无名炉内嗨翻 方无名沉浸在自己的歪歪之中 全然没注意到 不远处两个少年疑惑的目光 哥哥 会不会真的搞错了 哪有高人会笑得这么 这 不管如何 我们已经没得选择了 但是 没什么但是 刚才高人的储物法器 我们可是亲眼看到的 弟弟 不要老是看表面 要透过表面看本质 稍大一点的青年说着说着 面色认真 走 我们去拜见高人 到时候能学到个一招办事 也够我们温饱了 两人步伐轻盈 几个呼吸就闪身到方无名所在柳树后面 拜见前辈 扑 身后突如其来的声音 方无名差点呛死 随后 就是紧照顿生 刚才不是已经仔细确认过 后面没人跟来了吗 要不是对方的拜见前辈 方无名说什么 也要拔腿就跑 不过转念一想 能无声无息靠近自己的 应该不是普通人 难不成是修仙者 顶着好奇心 方无名起身回头 只见两个青年 恭敬朝自己拱手 看着年龄 应该也就刚成年的样子 衣着还算干净 上面还能看到几个补丁 感受到方无名的目光 我叫林若霜 这是我妹妹林若涵 我们目前都是练气一层 苦于没有老是指导 今日偶遇前辈 特来拜访 想拜入前辈门下 妹妹 方无名眼睛微眯 果然是有些女子的特征 竟然是女扮男装 果然电视里都是骗人的 真正的女扮男装 第一眼很难看出来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两个家伙 竟然已经是练气七修饰 而且 貌似是把自己当前辈 呃 自己这身形状 像前辈吗 第二仗 卖烧饼 也对 刚才自己那一手烧饼喷泉 谁看得不迷糊 快速理清思绪 方无名副手力 练气七的修饰吗 林若霜两姐妹闻言 顿时心底打鼓 难道是嫌弃境界太低了吗 林若霜赶紧道 前辈 我们姐妹不敢奢求成为前辈弟子 只求能侍奉前辈左右 方无名微微皱眉 倒不是觉得 练气七太弱 只是这三年来 别说是碰到修饰了 就连关于修饰的信息 也是基本没有 对于修饰的境界 方无名最多也就知道 练气 筑基 金丹 原因而已 还以为修饰都是高高在上 腾云驾雾 现在看来 跟丐帮也差不了多少吗 也罢 自己要创建宗门 总不能一个修饰都没有吧 到时候 这狗系统 指不定还要怎么为难自己 罢了罢了 相遇极是缘分 以后 你们就跟着我混吧 两姐妹闻言大喜 多谢前辈 咕噜 不只是姐姐 还是妹妹的肚子 不合时宜地想了起来 方无名无奈摇头 乞丐版修饰啊 拿去 先填饱肚子吧 方无名随手一挥 几个烧饼落入两姐妹手中 方无名经过摸索 已经能大概控制系统产出的资源 不会再出现烧饼喷泉的情况 走 随我入城 又是几天过去 方无名三人来到最近一座城镇城门前 墨陵城 这座城市之前方无名就来过 当然 是来上街乞讨的 站住 城主心下的命令 乞丐不得入城 一名身穿甲州的守卫 上前拦住去路 方无名顿时老脸一红 之前自己一个人倒还好 可现在身后还跟着两个小弟呢 方无名偷偷往后瞥了一眼 怎么回事 这两个家伙 怎么也是面红耳赤低头 难道之前这两个家伙 也竟成乞讨过 两个修士 浑得这么惨 也是没谁了 不过这两个家伙说过 只是有修炼境界而已 由于没有人教导 也没有合适的功法 其实也就是体质 比普通人强上一些而已 嗨嗨 小双小韩 看到没有 人生就是如此 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前辈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方无名瞥了一眼不远处 看样子是因为 城外不需要支付 摊位费的原因 还是有不少商贩在交卖 走 今天就教你们 怎么应对这样的困难 卖烧饼了 新鲜出炉的五大郎烧饼 只需一两银子 全拿走了 凌若霜两姐妹 吆喝起来 倒是有点清车熟路的样子 也不管吆喝的是啥意思 反正按照方无名原话 来吆喝就对了 方无名坐在后面一块石头上 微微点头 不错 出门在外 要的就是一股子 不要脸的干净 真的只要一两银子 很快就有一个中年上前询问 不是烧饼卖相多好 关键是量够足啊 周围其他人也是纷纷看来 不过 不是关心是否一两银子 能拿走全部 而是觉得 这么便宜的烧饼 他真能吃吗 这年头 骗子是越来越多了 这不 前阵子还有 拿石灰当面粉卖的呢 看出中年男子 脸上的戏血 凌若霜立马王婆上身 这位客官 本摊位同搜无欺 主打的就是一个便宜实在 您可以对比对比 周围哪个摊位的烧饼 能比我这儿便宜 没有吧 手快哟 手慢无啊 方无名也是一愣 这家伙 挺会啊 方无名眼珠一转 连忙上前 哎 小双 你搞错了 怎么可以卖这么便宜呢 一两银子 连成本都不止这么多 我跟你说的是五十两银子 这回到凌若霜 两姐妹蒙圈了 难道真是自己听错了 毕竟这么多烧饼 一两银子 确实亏死 可是当时 反复确认过了 前辈说的 就是一两银子 全拿走的呀 看着方无名 跟两个卖烧饼伙计的状况 那名上前询问的中年 反倒是急了 哎哎哎 不是说童所无欺吗 说好了一两 就一两 周围大伙 可都听到了 说着 中年男子 不知从哪掏出一个麻袋 就要开始装烧饼 林若霜 两姐妹见状 上前两步拦住 哎 你干嘛 五十两银子呢 中年丝毫不停下 手中动作 明明说好了一两银子 林若霜姐妹求助班 看向方无名 方无名无奈摇头 哎 算了 做人要有诚信 既然是我们口误在先 就当买个教训吧 中年文言大喜 哎呀 还是这位先生明示里啊 给 五两银子 看着中年急急忙忙 装烧饼 周围众围观党 只能暗暗可惜 早知道自己先动手了 都怪最近骗子太猖獗 搞得大家都怕了 看着中年 心满意足背着 比他自己还高得麻袋离去 路上还时不时跟路边摊主笑嘻嘻 嘿嘿 侥幸侥幸 此时方无名心中 也是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会在这儿号 上个几天 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交了 真多亏了自己的机制 走 咱们去换一身行头 放无名带着林若霜 两姐妹静止 朝着不远处 一个卖服装的摊位 林若霜 若含两姐妹 还没从刚才 亏本买卖中缓过来 此时文言 皆是一愣 随即想通 前辈这是要自己 换一身行头吧 毕竟自己两姐妹 刚刚让前辈 亏了一笔 怎么还敢奢望前辈 给自己买衣服呢 哎呦 这位客官 随意挑选 方无名点点头 嗯 老板 你这能定做衣服吗 你这摊位上的 都太俗气了 摊主一愣 又不动声色 打量了一番方无名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 有钱的主啊 不过多年的素养 摊主还是继续微笑道 哎呦 这位客官看来 是知道我们先一格的名头吧 我们先一格 本来是不会出现在 这种地方的 但是最近难民人数众多 我们阁主 见不得有人无一可穿 这才命我来城外摆摊啊 方无名心中冷横 妈的不论是哪个事件 都有资本家 还见不得有人 无一可穿 分明就是想扩大规模 把主意 打到底层民众身上了 碰 定制 方无名 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手掌拿开 一大把银子出现 以服侍摊主多年经验 起码五百两 起步 想不到在城外 还能遇上这样的大生意 这次提成怎么说 也得够自己去醉香楼 潇洒个一两次了 哎呦 客观里边请 先让我们裁缝师傅 给您亮一亮 第三章 打探消息 凌若双姐妹 看着方无名 进入临时搭建的小屋子 心中皆是莫名失落 两姐妹从小相依为命 不过体质似乎有些特殊 竟然双双都不知不觉 达到炼气一层 要不是碰到一个说书先生 两姐妹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到了炼气一层 也从说书先生那里 第一次得知了 修士的境界等级划分 炼气 筑基 金丹 元英 化神 炼虚 合体 大成 就拿炼气七说 分为九个小境界 前三层为初七 中三层为中七 后三层为后七 炼气九层为筑基 为炼气大圆满 两姐妹不远万里 本想来这边宗门碰碰运检 莫诚想今年 人满为患 再加上两姐妹 一身行头破破烂烂 直接就被淘汰下来 连进入外门的资格都没有 林若双摸了摸林若寒脑袋 别想太多了 跟着前辈 至少我们还能吃饱 说不定 以后前辈 还会知道我们修行了 到时候 想要什么样的衣服没有 看着妹妹乖巧点点头 林若双心中 也是苦涩无比 别人家的孩子 每年都有新衣服 为什么自己 就什么都没有呢 自己的父母 到底是怎样的狠心人 狠心到让自己两个女儿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你俩还愣着干啥 快进去量一下吧 方无名走出小屋 就见着两姐妹 一脸苦涩 不知道在想啥 林若寒眼底 闪过一抹光 不过随即暗淡下来 林若双同样如此 不过林若双 还是赶紧开口 不了 前辈不用管我们的 方无名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 跟着我混 我还能亏待了 你们不成 快去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又不是盖帮帮主 我总不能整天 带着两个小乞丐吧 林若双 两姐妹小脸通红 心底 也是一股暖流生气 虽然前辈语气不好 终归是让两姐妹 在这世道 第一次感受到 有人在乎自己 嗯 客观 这两位 也要按照最高规格 来定制吗 就在林若双 两姐妹准备 进入测量的小屋子时 贪主有些尴尬 开口询问 明眼人都听得出来 这摊主是在提醒方无明 刚才的银子 可不够三个人定制服饰的 林若双 两姐妹脚步一顿 心中顿时羞愧 刚才是被什么东西 冲昏了头脑不成 竟然真的要前辈 花这么多钱 来给自己定制衣服 现在这套衣服 不也穿得挺合身的吗 虽然上面补丁有点多 见状 方无明心中恼怒 三年了 好不容易在两个小弟面前 装一把 这摊主 可真不是个东西 少废话 你是觉得我没钱 摊主壮若为难 不不 不是 哪敢啊 只是 碰 方无明又是一巴掌 狠狠排在木桌上 摊主眼前一亮 又是五百两以上 这些够不够 碰 够不够 碰 摊主连忙上前 哎呦 够了够了 我这就安排人 加急制作 见摊主一把 刮走所有银子 方无明坐下淡淡道 你们两个 快进去晾 事情还多着呢 拿起眼前茶杯 方无明依旧有些一难平 要不是秉承着才不外露的原则 刚才就直接甩出一座银山 终究还是实力 限制了自己 两个时辰过后 一名身着素雅白色长衫的英俊男子 身后跟着两名同样俊俏的青年 两个青年一身静装 这三人正是方无明凌若双灵 若寒三人 方无明也是诧异 为啥要穿成这样 两姐妹的回答是 从小就喜欢这样的装扮 觉得很洒爽 三人这次直接入城 倒是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城中依然热闹非凡 跟城外的潇洒破败 形成鲜明对比 只是方无明感觉 跟上次进城有些差别 总感觉城中 少了一些东西 凌若双两姐妹换了一身行头 此时也没有跟上次进城 一般东张西望 方无明刚在城外等衣服的时候 就听摊主极力推荐醉香楼 说的是天花乱坠 方无明强忍路边小吃的诱惑 一路来到醉香楼门前 准备大干一场 客观里边请 店小二倒是眼尖 一看到三人立马笑脸相应 方无明微微掉头 跟随店小二直接上到二楼雅间 接过菜单 翻看一翻 没有图片 只有菜名跟标价 方无明摇摇头 把菜单地给凌若双 你们看看 想吃点什么 方无明转头 将在一旁等候的店小二 招呼过来 店小二立马眼睛一亮 屁颠屁颠小跑过来 客观 有什么吩咐 听说你们这儿 消息灵通 我想打听点事 店小二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来醉香楼的客人 一部分是来吃饭喝酒的 还有一部分 是来打听消息的 店里伙计 其实最喜欢这种 打听消息的客人 因为一般打听消息 都会打赏 而这打赏 直接就进了伙计的口袋 果然 下一瞬店小二 就见方无明 将一堆碎银放到桌上 店小二两眼发光 但也没直接伸手 拿走银子 客观 您请问 这木陵城内 少有我不知道的事 放无明微微点头 嗯 城内有修士吗 有 我们城主 就是一位大修士 据说 已经炼气大圆满 距离筑机 也只是一步之游 炼气大圆满 不得不说 这还是方无明 这三年来听到的 最强修士 之前碰到一个说书先生 说是这片 区域灵气匮乏 属于极其偏远的地方 普通人 基本难以见到修士出没 这直接导致 方无明一段时间内 有些不太确定 这真的是修仙事件吗 到处都是世俗 隐隐狗狗 没有一点仙气缥缈的意境 城里有什么规矩吗 不许寻衅滋事 杀人尝病 城里都有哪些 需要注意的势力 这就有的说到了 首先是城西的李家 殿小二 显然对于城里的势力分布 很失了解 不知道 已经跟多少客人解说过 端得流利无比 跟客们说相声一样 等殿小二说完 方无明一盏茶 也刚好喝完 这陵墓城 其实也跟其他城镇差不多 受世俗规则约束 在方无明看来 也挺好 至少遵纪守法 性命无余 在城中 也不用太过惧怕 有人建才起义 毕竟有城主坐镇呢 殿小二失去给方无明茶杯满上 嗯 你们点好了吗 方无明见林若霜 翻看菜单老半天 也没吱声 林若霜面露难色 有些刚大道 前辈 要不 我们换个地方吃饭吧 方无明一正 这家伙 再这么下去 以后装逼我可不带你们来啊 嗨嗨 把你们这的招牌菜 都端上来 好脸 殿小二马力收走 桌上碎银快速离去 似乎察觉到方 无明责怪之意 林若霜灵 若含小脑袋 埋得更低 唉 总之 尽快适应吧 晚上我们去城主府举办的 拍卖会看看 第四章 换两麻袋银票 爽 方无明阳 躺打了个宝哥 这还是三年来 第一顿像样的 林若霜两姐妹 刚开始还有些矜持 可美食的诱惑 谁能顶得住 终于也是放开了吃 不知是不是修饰饭量都挺大 一大桌子菜 硬是被这两姐妹光盘了 方无明满意四顾 这才是穿越者该有的样子嘛 啪 一大堆碎银出现在桌面上 有一两颗还掉地上了 则 很不方便啊 稍加思索 方无明起身道 我们走吧 林若霜两姐妹也休息够了 听到前辈的话也没多问 直接跟了上去 店小二热情将几人送下楼 九族饭饱看待世界的心态都不一样 街道上的小饰品顿时引起林若霜 两姐妹侧目 这两个家伙之前是不会留意这些东西的 可经过方无明不断灌输新生活的思想 现在倒也慢慢适应了 方无明顺着两姐妹目光看去 怎么 看上了 随意挑选 说着 方无明也上前 拿起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一眼看不出什么材质打造的 反正看起来略有逼格 自己也该弄一枚戒指了 每次都是凭空造物 次数多了 难免会引起有心人怀疑 方无明直接戴上戒指 满一点点头 林若霜 两姐妹健壮 也是各自精心挑选 一件饰品 这可是前辈赠送的第一件饰品呢 三人走走逛逛 终于停了下来 王家钱庄 方无明踏入钱庄 来到一个柜台前 只能存 不能取啊 要取银子 等下个月 柜台伙计 埋头快速拨动算盘 嗯 这态度 有点意思 方无明也能理解 拿钱办事打工仔 也就这态度了 不管哪个世界都一样 咔大 一块碎银落到柜台里面 你们这儿 能换银票的吧 伙计一听 有搞头啊 近段时间 库存的银子被大量取走 已经大半年 没有人存银子了 伙计不动声色 收走碎银 脸上立马挂上 谄媚笑容 客观哪儿的话呀 自然是可以换的 客观想换多少啊 这态度才对嘛 方无明满意点头 壮若思索 回头看了看身后 凌若双两姐妹 嗯 换两麻袋吧 两麻袋 柜台伙计 还是第一次 听到有人以麻袋为单位 上万两 好脸 客观请随我来 柜台伙计 热情带领方无明几人 上了二楼 进入一间隔间里面 客观稍等片刻 我去喊我们管事过来 柜台伙计说完 麻溜出门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方无明就听到门外 传来脚步声 哎呀 幸会幸会 在下 是这钱庄管事 王不二 这位客观怎么称呼 无明 文言王不二一愣 无明 看来还是个 不愿透露姓名的主啊 王不二也没在意 自顾自坐上主位 开始欺查 客观请坐 听伙计说 客观是要换银票 王不二早就听伙计说了 这位客观 要换两麻袋 可是自从进门到现在 别说两麻袋银子了 就连一根银子的毛 都没见着啊 不过 多年的从业经验 王不二还是决定 先礼后兵 毕竟最近银子库存紧俏 能入库一点 是一点 方无明微微点头 嗯 不错 刚才忘记问了 你们这最大面额的银票是多少 一万两 王不二说话间 从茶几底下 掏出一张样板万两银票 不错 跟之前世界的百元大钞 差不多大小 不错不错 那就开始吧 方无明一招手 林若霜从包裹里 掏出两个大麻袋 放到王不二面前 王管事 先把这两麻袋装满吧 只要万两银票 好的 只要万 王不二瞬间反应过来 啥 这是啥意思 当这钱庄管事二十余载 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客人 客官 您这是 王不二看了一眼 空空如也的麻袋 忍不住问道 方无明一正 有这么难理解吗 我要换两麻袋的银票 赶紧的 今晚就要用 银子少不了你们的 这次王不二总算理清楚了 这哪里是万两左右的单子 这分明就是史无前例的大单子 不过 这么多银子 难道是要分批运送过来吗 王不二脑海无数念头闪过 见王不二这副失了痣的模样 方无明 只是随手一挥 哗啦啦 哗啦啦 屋子中央顿时涌出无数碎银 宛如白花花的喷泉 王不二虽说一生 见过的银子也不少 可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只是一个眨眼 一座银山 就这么突兀出现 林若双姐妹之前 见过类似的喷泉 但此时内心 还是震撼无比 前辈就是前辈啊 咔吱 咔吱 二楼地板 有些难以支撑 突如其来的重量 王不二强忍 喉咙干燥火辣 赶紧到 仙尸手下留情了 我这屋子承受不住了 没错 现在方无明 在王不二眼中 仙尸无疑 也就只有仙尸 才能有这样的本身 而且 这么大的储物法器 连王家家主 也是没有的 别说家主了 城主都不一定有 那岂不是说 眼前的白衣仙尸 很可能比城主更强 想到这里 王不二赶紧起身 恭敬作一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仙尸墨 要怪罪 方无明 再次满意点头 不错 超能力就是好用 行了 赶紧干活吧 就两麻袋而已 今晚之前 应该能搞得定吧 呃 这 怎么 仙尸是要去参加 今晚城主府的拍卖大会吗 是啊 怎么了 那就好办了 仙尸可以先去参加 看到何欣义的 直接拍下即可 我们王家前庄到时 自会帮仙尸完成交易 王不二说着 从袖中掏出一张令牌 令牌中间一个霸气的王字 王字周围雕龙画缝 令牌背面两个字 木铃 这是王家前庄 最尊贵的客户 才能拥有的令牌 拿着这张令牌 在木铃城可以随意消费 仙尸到时候 只需出示这张令牌即可 也可免了入场邀请函 方无明眼睛一亮 呦 好东西啊 有了这令牌 也不用背着两麻带银票了 虽说自己也没打算亲自呗 小双 拿着 方无明随手将令牌 丢给身后林若霜 那就麻烦王管事了 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先去城主府看看了 恭送仙尸 第五章 道德绑架 方无明对于今晚的拍卖会 很是重视 早早就来到城主府拍卖会现场 这里果然是需要邀请函的 不过在林若霜亮出王不二给的令牌之后 看门的小声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 恭恭敬敬带领方无明三人 进入会场最高层 也就是三层的一间雅间 可以 不愧是高级VIP包厢 方无明一屁股坐下 抓起一把瓜子消遣起来 等待着拍卖会开场 这还是方无明前世今生 第一次参加拍卖会 说不激动 那是假的 方无明来来回回 看了几遍拍卖会流程表 这流程表 关于拍卖会流程倒是详细 但关于拍卖品 就很简略了 基本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信息 越是这样 方无明越是期待 林若霜两姐妹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所 此时还在研究怎么报价 终于 在方无明 磕了半个石层瓜子之后 拍卖会终于开幕 主持人一上台 众人哗然 非常感谢各位赏脸 今晚就由我来主持 一位相貌出众的女子上台 落落大方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感谢李公子 打赏五百两 台上女子突然朝着方无明这边微微鞠躬 不过方无明很快就知道 台上女子不是对着自己鞠躬 而是旁边包箱 看着台下众人惊呼不已 一开场 出手就如此阔绰 方无明则是略微疑惑 怎么还有打赏这个说法呢 不过台上的女子 方无明倒是通过拍卖会流程表 得知对方身份 萧卿雅 城主萧雄的独女 从拍卖会流程表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 萧卿雅并不是每次拍卖会都会亲自主持 从刚才隔壁包箱主人的举动来看 很大可能 就是为了这萧卿雅而来 方无明心中冷哼 妈的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不过无碍 只要不妨碍自己买东西就行 方无明自动掠过萧卿雅的开场演讲 直到第一件拍品被缓缓推上台 各位 这第一件拍品为 青阳暖玉 内涵一丝灵气 虽对于修饰没什么作用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能起到驱邪避凶 延年易寿的功效 正是赠礼的不二之选 不仅如此 传说这件玉佩 还是出自某位金丹七大能之手 获取此玉 或许能沾染上金丹大能的器玉 萧卿雅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活跃起来 在场众人皆心之肚明 其实就是一块作用不大的护身符而已 什么金丹大能 纯熟扯淡 可是 作为今晚开门红的一件拍品 又是由城主独女主持 拍卖会主办方 根本不怕没人出嫁 果然 又是方无明旁边包厢首先举牌 七号包厢出嫁一千两 一次 紧接着 八号包厢出嫁一千一百两 十号包厢出嫁一千五百两 转眼间 三楼的包厢 竟然除了六号包厢 都出嫁了 显然 是得足了萧卿雅面子 剩下的没有出嫁的六号包厢 一下子成为台下众人的焦点 三楼的所有人都出了嫁 算是捧场了 这个六号包厢 想必也是慕陵城的一方势力 难不成是想当场落了城主独女的面子 没错 六号包厢 正是方无明所在包厢 此时的方无明 正磕着瓜子 看着戏 没想到 一下子成了全场焦点 还有人出嫁吗 萧卿雅目光也落到六号包厢 露出礼貌性微笑 Tui 方无明吐出瓜子壳 真是服了 这都能道德绑架 老子就特么不出嫁 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位兄台 可不要自悟啊 突然隔壁包厢传来声音 不太友善 要是这位兄台 不肯给萧姑娘捧场 那今晚兄台就休想 买到自己重力的拍品 正在方无明无语之际 隔壁竟然再次传来声音 威胁之意显露无遗 方无明平复一下心情 看到凌若双俩姐妹 此时依然淡定握着报价牌 不错 越来越上道了 方无明再次抓起一把瓜子 悠闲嗑嗑嗑嗑子 做看这群舔狗表演 还休想买到重义的拍屏 老子倒要看看 是哪个瓜娃子 能阻止自己 台上的萧青雅 此时脸上笑意微微收敛 现场安静的诡异 但所有人又仿佛能听到 六号包厢里面传出的 嗑瓜子的声音 碰 三层不知 是哪间包厢里面 传出茶杯落地的声音 显然是气得不轻 哼 我看这六号包厢 就是不识台卷 萧姑娘不用管它 我在家五百两 方无明这次确认了 刚才摔杯子的 正是十号包厢 十号包厢此话一出 台上的萧青雅 脸色终于是彻底冷了下来 岂有此脸 原本好好的拍卖会 怎么搞得 好像自己需要别人的施舍一样 萧青雅微不可查 冷哼一声 继续道 恭喜十号包厢 拍下青阳暖玉 夺得今晚头愁 城主府多谢这位朋友捧场 第一件拍卖品 就这么草草收场 现场一片安静 台下众人看戏虽爽 但也知道 此时可不能乱出声 接下来 是今晚第二件拍品 揽月壶 出自某位喜好喝茶的先师之手 用此壶泡茶 有如揽月入壶 灵气环绕 乃是好茶之人不二之选 起拍价 八百两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五十两 不知是受刚才事情的影响 这次萧青雅声音清冷许多 主要是这茶壶 也没什么好吹的 爱茶之人 自然能看得出来 其收藏价值 台下众人面面相去 三层包厢 此时也没有了声音 主要是 这茶壶 要了也没啥用 就是喝茶的时候 顺口一点意 八百两 有些得不偿失了 并且 现在也过了给城主府捧场的时机 还得留点资金 争夺之后的重头戏呢 再说了 到最后 真没有人出嫁 城主府也会安排人自己拍下来 绝不会有留拍的情况 这茶壶 好几次拍卖会了 还出现在拍卖清单上 可见一巴啊 就在所有人都默认 这个实际作用不大的茶壶 即将进入下次拍卖会清单之时 六号包厢 出嫁一次 随着萧青雅诧异的宣布声 回荡全场 众人哗然 这 这六号包厢的家伙 确定不是爱搞事的 与此同时 不少人目光齐刷刷落到七号包厢 大家伙儿可都还记着呢 刚才有人说 绝不会让六号包厢买到合一的拍品 第六章 初见零食 混蛋 七号包厢内的青年 差点一把捏碎茶杯 这六号包厢 真是不识好歹 不过现在 见在闲上 绝不能就这么认怂了 不然以后在众人面前 都抬不起头了 果然 七号包厢报价牌举起 七号包厢出价900两 六号包厢出价1000两 七号包厢出价1100两 六号包厢出价1500两 台下众人喝茶看戏 不亦乐乎 六号包厢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每次报价直接跟上 然而此时七号包厢内的青年 差点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混蛋 真的想为了一个破茶壶 死磕下去吗 这个茶壶 还是次要 这万一 接下来所有拍品这混蛋 都插一脚 那自己岂不是得包场了 就不应该出这个头 就在七号包厢青年头疼 懊恼不已之时 六号包厢报价牌 再次举起 台上萧清雅一正 六号包厢 出价5000两 台下众人再次哗然 这是往死里拼啊 三层所有包厢纷纷侧目 并不是五千两树木如何庞大 只是这六号包厢之人 看这样子 是真的要死磕到底了 竟然还给自己家价 七号包厢青年猛地起身 二少爷 冷静啊 今晚的目标还没到手 不要一时冲动 坏了大事啊 青年身边一名老者 急忙开口 阻拦青年再次报价 老者劝阻之下 青年这才暗那心中憋屈 哼 只不过是不知道 哪里来的香巴老爸了 本少不屑与这种人争夺 青年似乎故意让全场人 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青年话音刚落 台下众人还没来反应过来 台上的肖青雅又是一正 六号包厢 出价五万两 四 台下鸦雀无声 前面说了 没本事 就不要乱叫 凌若双声音不算大 全场所有人却听得清晰 七号包厢青年 目自欲练 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啊 自己什么时候 受过这样的气 哼 今天本少就要好好教你做人 哎呀 少爷使不得呀 七号包厢 出价 七万两 显然 老者没能拦下青年 随着肖青雅宣布报价 所有人目光再次落在六号包厢 现场落真可闻 跟台下众人看戏的心情不同 此时七号包厢内的青年 冲动进过了之后 此时心中有些后悔了 竟然隐隐期待六号包厢的家伙 能再次报价 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六号包厢却是没有丝毫动静 七号包厢青年 心中暗骂 我操 该不会跟自己所想的那样吧 难道六号包厢的家伙 就是故意整自己 台上肖青雅 这次故意停顿许久 七号包厢出价七万两 一次 还有人要出价吗 又过了许久 啪 恭喜七号包厢的贵客 以七万两的价格 拍得此胡 拍卖场内 此时没有想象中的喧闹 反而个个都是面色古怪 这场角逐 看似是七号包厢赢了 但是 为啥总感觉七号包厢的家伙 才是那个冤大头呢 七号包厢内的青年 此时面色青红交加 本想继续开口嘲讽两句 却不知为何 有些不敢开口 生怕之后 还会被六号包厢的家伙捣乱 这出头鸟 谁爱当谁当 就在这样诡异的气氛下 第三件拍品 缓缓上台 是一个精致的小木盒 各位 这块石头 就是零石 萧青雅轻轻打开小木盒 里面顿时传出一丝丝清凉之意 想必大家 也都感觉到了零石的功效 这块零石的主人 在机缘巧合之下 在一处山洞中剪得 想必那处山洞 曾经是某位仙尸的洞府 我就不过多解释了 起拍价 一万两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千两 各位 请进行出价吧 萧青雅化落 厂内终于是稍稍恢复了一些热闹气氛 三层包厢内 也是传出嘻嘻书书讨论声 这块零石 虽说难得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个价格还是太贵了 对于修士来说 一块零石 只能说 聊胜于无 不同于其他人 此时方无明 对于这块零石的兴趣 可谓是极大 本来还以为 零石这种东西 自己还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得到 没想到 这里的拍卖会 竟然也有零石拍卖 稍稍安娜心中激动 环顾一圈 没看到有人出价 正当方无明 准备示意林若霜出价时 七号包厢的贵客出价 一万两 一次 方无明诧异 旁边的这个家伙 被自己坑了一次 竟然还不懂得收敛 其实方无明不知道的是 七号包厢内的青年 也是一直盯着隔壁的六号包厢 见六号包厢没动静 这才决定拍下这块零石 六号包厢 出价 五万两 这次连肖青亚都是岔野 又来 又是五万两 台下观众 已经妈了 这六号跟七号包厢 是真要死磕到底啊 不知道这次谁会吃扁 七号包厢内青年 此时是有苦难言啊 自己明明没打算 跟这疯子碰上的 可偏偏 刚才自己愣头青的形象 还历历在目 算了 这块零石 老子不要了 三层其他包厢 眼看七号包厢都没了动静 自然不会为了一块零石 而跟六号包厢的家伙 对上 最终这块零石 自然是落到六号包厢之人手中 第三件拍品 就这么快速搞定 方无明心中期待无比 接下来拍卖的东西 都没太上心 主要都是一些世俗之物 好一点的 也就是跟修士沾上那么一丢丢关系 期间 林若霜 林若涵 两姐妹 看上了两把兵器 这两把兵器 不是什么法宝 但在世俗之中 也算得上是 不可多得的利器 方无明 自然是无情动用超能力 两把兵器统统到手 拍卖会有条不紊进行战 大家的出嫁热情 也就那么三三两两 没有六号包厢的加入 现场都平淡了许多 即使如此 三层的众人也没有离场的打算 主要还是在等 今晚最后的压轴物品 具体是什么 只有少数几人清楚 不过据说是 直接跟修士挂钩的 非常实用之物 关键时刻 可扭转局势 在众人苦苦的等待之下 终于 感谢各位今日捧场 接下来 就是今晚的压轴拍片 咔嚓 肖清雅熟练打开小木盒 全场所有目光集聚盒内 第七章 不择手段 竟是一张橙色符露 各位 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金丹七强者 亲自制作的符露 赠予有缘人 名为烈焰符 本来 这种修士 使用的符露 普通人是无法使用的 但是这张符露不一样 动用此符露无需凌链 最重要的是 这张符露的威力 堪比助击一层修士 全力一击 要不是这张符露的主人家道中落 今晚大家就没有机会得见此符露了 全场再次哗然 没想到竟然还能见识到这样的奇物 一张符露的威力 竟然能达到 助击修士的程度 虽然台下众人 基本都不知道 助击是个什么概念 但据说 墨陵城主现在 也还没助击呢 不仅台下观众 三层所有包厢内 皆是有人起身 势在必得 方无名也不例外 势在必得 绝不能错失 这样的符露 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只是扭转一次战局 用了就没了 可在方无名这里 异味的东西 可就太多了 创建宗门 总不能全靠超能力吧 还是得有一定的硬实力 台上萧卿雅环顾一圈 感受到三楼众人 此时的心情 萧卿雅心中满意 起拍价 十万两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万两 各位贵客 请出价 听到这个报价 台下众人 自知无望 纷纷抬头 看向三层众包厢 就连萧卿雅此时 也是抬头 下意识扫了一眼 六号包厢 毕竟不管六号包厢 是否捧场 人家出价 那是真酷呀 很快 就有第一个报价者 八号包厢的贵客 出价 二十万两 三号包厢 三十万两 四号包厢 五十万两 八号包厢再次出价 五十五万两 一瞬间 三层众人纷纷出价 各位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李家 尽气遭逢大难 此俘虏我李家 势在必得 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希望各位能割爱 一个浑厚的声音 从八号包厢内传出 即使场内嘈杂 这个声音 依然清晰有力 穿透力极强 哼 大家可凭本事 李家主 就不必废话了 四号包厢内 也是传出声音 紧接着 四号包厢报架牌举起 四号包厢 出价 八十万 此时报价的肖 清雅声音 也是略微激动 果然如此 这张福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拿出来拍卖 收益是最大的 仅仅几个呼吸 价格就一路飙升 接近百万两 这相当于牧林城内 普通大家族的所有积蓄了 八十万两亿出 三层不少包厢内 皆是传出叹息声 仅是为家族 获得一张一次性的底牌 这个价格 确实有些得不偿失了 方无名 也是诧异 这些人似乎还要火拼啊 先看戏吧 现在就不浪费口舌了 哼 八号包厢 一股气浪迸发 报价牌再次举起 八号包厢 一百万两 四号包厢也是 毫不示弱 四号包厢 两百万两 历史新高 台下众人 纷纷惊呼 今晚没白来啊 这就是超能力大战吗 哼哼 李家主 请吧 四号包厢语气 自信无比 言语中透露着不屑 哼 李某说了 这张福禄里家势在必得 紧接着台上 萧卿雅瞪大眼睛 八号包厢 竟然出价五百万两 台下倒吸冷气声连连 就连台上的萧卿雅 也是没想到 一张福禄能拍卖到这样的高价 五百万两 木陵城内 能拿得出来的家族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方无名 则是依旧刻瓜子看信 切 还以为多有钱呢 不过也是 放在上辈子 这里也就相当于 一个十八线城市 能拿得出五百万 确实不容易了 方无名心中放松下来 倒是自己高估这些人了 竟然还特意去钱庄换银票 话说 那个王伯二该不会拿了银子跑路吧 就在方无名眯起眼睛 思索之际 咚咚 敲门声从包厢门口传来 林若霜眉头一皱 瞬间警惕 起身走到房门前 何人 哼哼 在下是王家家主王前 特意来拜见前辈 外门传来 憨厚声音 方无名闻言 微微点头 应该是王伯二通知了 自家家主 这王家家主 才上门拜访 不得不说 王家还是挺会做生意的 一家之主竟然亲自上门 小双 开门吧 王前拜见前辈 王前一进门 就赶紧来到方无名跟前 恭敬行礼 王家钱庄的家主 亲自上门 这下方无名 总算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这一张福路跑不了的 王家主 不必客气 请坐吧 方无名 很是欣赏 这种会做生意的人 王前闻言一愣 请坐 王伯二可是说得很清楚 眼前这位前辈 实力深不可测 有可能是某位高人 游历世俗 本来王前根本不相信 这种穷乡僻壤 哪会有什么高人啊 可是 亲眼见到那山一样 碎银堆 终于还是信了 正因为如此 王前才亲自来拜访 完成交易是小 要是能得到高人赏赐 那可就光宗耀祖了 晚辈不敢 晚辈站着挺好的 嗯 有凳子都不坐 算了 不抢球 方无名微微一笑 随意就好 方无名 没了后顾之忧 注意力重新放到拍卖场内 此时烈焰福的价格 已经飙升到八百万 现场安静的可怕 只听到四号包厢内 粗重的喘息声 显然是下了血本 八百万 正是四号包厢的报价 对面的八号包厢内 也是动了真火 哼 无论如何 李家今晚必须得到这张福禄 争夺这张福禄 就是我李家的灭族仇敌 不死不休 此话一出 三层所有包厢皆是安静 听这话的意思 这八号包厢的李家 是打算不择手段了 看这个气势 事后杀人越货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萧卿雅 微微皱眉 这还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有人这么明目张胆的威胁 其他顾客 虽说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在明面上 直接说出来 萧卿雅 还是不能无动于衷 这位贵客 请注意你的态度 这里是城主府 各位有什么恩怨 可自行出城 私下解决 城主府绝不会插手 但是 城主府也绝不允许有人 在城内胡作非为 第八章 父慈子笑 场中顿时 火药味十足 方无名 微微皱眉 这事儿 好像还没这么简单 本地帮派 很没礼貌啊 自己人生地不熟的 还真不太好搞 王家主 墨林城内 可有座暗卫生意的 王前根本没心情 管台下拍卖的情况 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方无名这边 文言 立刻回复 回前辈 自然是有的 不过 城里的 都是普通人 怕入不了前辈法眼 晚辈前些年倒是有幸 了解过一个名为血月的组织 听说这个组织内部 强者如云 只要价格到位 什么样的强者 都能请得动 方无名文言 眼睛一亮 这不就是自己的梦中情标吗 自己虽有无限资源系统 但终归 也还是一个没有灵根的普通人 在世俗世界区域 装一装 还可以 放在修饰眼里 自己还是一只戴仔羔羊 你现在能联系得上 这个血月组织吗 信誉如何 这 当年也只是偶然听到这个组织的名头 而且 这个组织 收费貌似很苛刻 灵石还是最基础的 一些强大的存在 不收灵石 只收同等价值的宝物 信誉的话 听说血月组织内部 极其严苛 王前说着 察觉到方 无名脸上 失望之色 毫不掩饰 是真的失望啊 本来以为 就此踏上装逼路 结果 只是虚晃一枪 现在别说装逼了 眼下的烈焰符 能不能安全到手 还不一定啊 果然 自己手段 还是太少了 之前没觉得如何 等真正碰到 要动刀子的时候 自己只能束手束脚 眼看方无名眉头紧皱 王前急忙补充道 前辈要是对这个组织感兴趣 可以往南方去 此地偏僻 极难碰到血月组织的人 南方 想必王前 也不可能知道 具体要去南方哪里 才能碰上血月组织的人 方无名无奈摇头 罢了 此事先放一放 先拿下这张符路再说 王前心中 暗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前辈 没有怪罪下来 下次不清楚的事情 还是少说为妙 王前此时 也忠于注意 道场内的情况 各家争夺极其激烈 突然王前眉头微皱 想起来了 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 不是说也要来争夺这张符路吗 王前不动声色 环顾三层一圈 并没能看出什么端倪 小双 前辈 方无名低声吩咐了几句 林若霜郑重点头 来到报价的小窗口前 直接举起报价牌 台下不少人 其实都暗暗关注 六号包厢这边 主要是六号包厢最后一轮 拍卖都没交价 跟之前的咄咄逼人形象 很是不符 快看 六号包厢终于出价了 不知是谁惊呼出声 全场目光齐刷刷望去 六号包厢 出价 五千万两 全场惊呼 五千万一出 感觉刚才各家的争夺 就跟过家家一样 最惊讶的莫过于 八号包厢之人 刚才那么激烈的角逐 价格也才看看上到两千万两 这下子 简直是望尘莫及 把家族里里外外都给卖了 也凑不出五千万两啊 哼 这小子就是来闹事的 又是熟悉的声音传来 正是七号包厢内的青年 听这语气 似乎是拍案而起 极度忍让之后的爆发 此话一出 方无名跟前的王前 只觉得 这个声音 似乎很是熟悉 我王家前装 一下子拿出五千万两 也是极难 你要是说个 不那么离谱的报价 本少还不会 当场揭穿你 你这是自寻死路 我敢肯定 六号包厢内的小子 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他就是在嘲弄城主府 七号包厢的窗口 被一下子拉开 一个青年一脸愤怒 盯着六号包厢 台下众人文言 面面相觑 一时间摸不清楚情况 不对啊 都上三层包厢了 难道城主府 不是先验名财产吗 对啊 能上三层的 一般都是经过 城主府验证的 可是 难道说 七号包厢的人 是在质疑 城主府的办事能力 谁知道呢 噓 别乱说话 台下议论纷纷 台上的萧青雅 自然也听到这些议论 心中暗骂 这傻货 今晚自取其辱 还不够多吗 萧青雅 率先开口 王公子 请你慎言 三层所有包厢贵客的身份 城主府都是 一一验证过的 七号包厢青年文言 顿时觉得 自己又冲动了 然而 还默等青年脑子转过来 只听砰的一声 七号包厢门 直接被一脚踹开 青年大怒 正准备回头呵斥 大胆 爹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这个逆子 哎呦 爹你轻点 整个拍卖场 回荡着王前 对于自己儿子 深沉的父爱 要不是 碍于城主府的面子 王前恨不得 再来上两套组合拳 各位 我家前辈说了 对这张符路 很是感兴趣 诸位也不必再争了 你们争不过的 前辈只是需要稍微 研究一下这张符路 之后 还是会将 符路赠予有缘人 林若霜清冷的声音传开 台下众人 倒是没什么波动 因为这张符路 本就不是他们所能觊觎的 反倒是三层众人 刚还在苦恼五千万的报价 现在听六号包厢之人的意思 赠予有缘人 这样岂不是说 大家都有可能 得到这张符路 并且 很有可能 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三层众人皆是沉默 不再举牌 心中各有算盘 台上销 清雅此时 也终于反应过来 六号包厢出价五千万 还有贵客出价吗 成交 恭喜六号包厢的贵客 获得烈焰福一掌 终于是到手了 方无明心中微定 目前为止 一切还算顺利 前辈 犬子不懂事 还请前辈责罚 王前拎着自己儿子 进入包厢 方无明 只是瞥了一眼地上的青年 王家主 不必如此 闻言 王前背后 冷汗直冒 前辈这事 还不满意 过了一会儿 方无明 才继续到 这慕陵城 哪里有住宿的好去处 前辈如不嫌弃 还请到寒舍一住 定能让寒舍 彭壁升辉 嗯 可以 对了 跟三层的大家说一下 明日正午 可来一叙 要是有人不按规矩来 那这张福禄 也就没有所谓的 有缘人了 第九章 你就是有缘之人啊 方无明面前摆放今晚拍得的物品 看了一眼门口 凌若双两姐妹正在门外守着 此处是王前一处房产 平时没什么人入住 应该还算安全 方无明小心翼翼打开装着福禄的盒子 一股奇特的药香味扑边来 不知道是盒子本身的气味还是福禄的气味 拿起福禄打量一番 听拍卖行的人说 这张福禄只要丢出去就好了 意念所指就是福禄攻击的目标 这么神奇吗 方无明打量福禄好一会儿 这怎么看都只是一张黄纸而已啊 算了 自己脑子里那点科学知识 指定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先看看能不能复制出来 方无明念头一动 手上的福禄立刻变成两张 嗯 不错 以后咱也是有攻击手段的人了 方无明满一点头 放下福禄 打开旁边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一颗淡蓝色的水晶 正是零食 入手冰凉 却没有给人被冻到的难受感觉 反倒是觉得异常舒适圆润 不出意外 从此以后实现零食自由 看着桌子上零零碎碎的物件 方无明无奈摇头 要是有处无法器就好了 可是这片区域穷乡僻壤的 估计是悬了 你们进来吧 前辈 林若霜两姐妹进屋 一看看到桌上的拍屏 果然都变成了双份的 前辈果然手段通天 你们是炼气一层是吧 这些零食 你们应该用得到吧 方无明随手一甩 桌子上顿时出现一小堆零食 林若霜两姐妹 眼睛瞪大 竟然这么多 之前仅是偶然间得到一块 已经暗淡的零食 两姐妹整天把玩 不知不觉就到了炼气一层 眼前这些零食 要是能拿来修炼 那会到达何种境界 眼看这两姐妹死死盯着零食 却不开口 方无明笑着说道 哼哼 这些你们先拿去用吧 我暂时也用不着 你们实力能提升一点 是一点 不够再来找我拿 两姐妹文言 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渴望 这是源于本能的渴望 就好似九汉逢甘霖 身体本能的渴求灵气 两姐妹也是了解方无明的性格 也没在矫情 多谢前辈恩赐 哼哼 跟着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行了 不必在外边守着了 去修炼吧 哎对了 这些你们拿着 有紧急情况 不要吝啬 直接使用 方无明指向桌面 顿时出现两达厚厚的符路 正是拍卖会所得的烈焰符 眼看两个小姑娘再次愣住 方无明再次招手 赶紧去吧 方无明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 反倒是让两女眼眶湿润 这不是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什么 曾几何时得到过这样的待遇 两女心中暗暗下了某种决心 重重点头 出了房去 方无明 怎没有那么多想法 这两个小家伙 一看就是饥荒流明 还女扮男装 明明啥都不懂 但为了适应这世道 不得不摆出一副 身安适适的模样 也是可怜之人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两个家伙修炼天赋倒是不错 没有人指导 也没有对应功法 这都能不知不觉 修炼到炼气一层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自己作为穿越者 竟然连修炼都无法做到 想到这里 方无明莫名烦躁 还是得赶快建立自己的宗门 到时直接先帝修为 修炼都不用了 方无明看向桌底的一个箱子 那是特意叫 王前收集的 关于修仙者的资料书籍 打开箱子 书籍并不是太多 根本就没有这儿八经的 关于修炼的书籍 反倒是一些奇谈议论 倒是不少 都是世俗之人 偶见仙人 显灵之后 所杜撰出来的故事 这跟方无明上个世界的 走进科学 差不多一个尿性 奈何 方无明 就好这口 愣是方看到 深夜才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 就有人来敲门 方无明顶着个黑眼圈 谁啊 前辈 我跟妹妹做了早餐 给前辈送过来了 听到林若霜熟悉的声音 方无明起床气 消散了一些 进来吧 方无明还穿着睡衣 坐到桌前 打着哈欠 林若霜两人一进门 皆是一正 前辈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 失恋功出了岔子 不能够吧 竟如此憔悴 方无明也是诧异 这两个家伙 这才一个晚上不见 似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给人的感觉像是 干练了不少 莫非 是因为用临时修炼的原因 对啊 自己即使不能修炼 也是可以使用临时 来滋养自身啊 至少不会这么憔悴吧 唉 都是上辈子 继承下来的熬夜技能 看到方无明 似乎在思索什么 林若霜两姐妹 自动退下 方无明此时 也没啥胃口 赶紧回到床边 右手一挥 满床都是灵时 方无明打着哈欠 继续上床 来得美美地回龙觉 到了正午 房门再次响起 前辈 各家家主 已经到门外后着了 这次是王前的声音 方无明猛然睁眼 精神抖擞 瞬间就想起 今天还有事要干 换好衣服后 方无明才回应 王掌柜 进来说吧 王前轻轻开门 进入房间的一刹那 一股清凉之意扑面而来 深吸一口气 感觉脑子都清晰了不少 不愧是高人啊 仅仅是住上一晚 这间屋子 就沾染了高人的气息 王掌柜 坐 不敢不敢 前辈可有吩咐 王前这恭敬的态度 方无明也是习惯了 方无明笑着说道 王掌柜 你应该也知道 各家来此的目的吧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王掌柜对这烈焰服 难道就不感兴趣 王前闻言 顿时惶恐 怎么可能一点想法都没有 只是自己心里那点心思 被高人一语道破 王前心里就有些发虚 都怪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 搞得现在自己连说出 真实想法的资格都没有 回去的再好好修理这倒霉孩子 前辈 似乎看出王前此时的纠结 方无明突然面色凝重 王掌柜 其实 与我有缘之人 正是你啊 我本来是想 直接将烈焰服赠于你 但是 服录只有一掌 给你了 其他各家必定会有想法 况且 怀必其罪啊 这样吧 这张符录我还是赠于你 但是 你不能对外透露 其他各家就交给我来处理 我会说服他们 不再打你烈焰服的注意 方无明说着 直接从袖中 举出一张符录塞给王前 王前到此时都还没反应过来 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见状 方无明 伸手轻轻拍了拍王前肩膀 切记啊 不可透露 第十章 李家藏宝图 感受到方无明手掌的力度 王前终于是回过神来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晚辈定当死守秘密 嗯 去吧 你去让各家家主 一一进来见我 王前一扫 脸上憨厚之色 神情也是变得严肃 重重点头 想不到 前辈对自己如此之好 自己一定不能辜负前辈的一番好意跟栽培 王前离开方 无明房间 静止来到大院门外 各位家主 前辈有令 让你们每家单独上楼 众位家主 文言 皆是面色古怪 这老王咋回事 怎么态度 突然转变 变得这么严肃了 莫非是个人索要服录 被拒绝了 众位家主先入为主 止不住这样的想法 听了王前的一番话 更是迫不及待上楼 可是 单独上楼 那到底哪家先生呢 先生 就意味着抢占先进 现场气氛 一下子变得沉重 王前见状 心中暗道不好 这帮家伙 该不会要在这里 闹出什么幺蛾子吧 绝不能让这帮 无缘之人 扰了高人雅兴 王前清了清嗓子 嗨嗨 各位稍安勿躁 前辈只会 将服录赠予有缘之人 其实 前辈早有人选 你们也不必争夺 先后顺序 前辈自有安排 嗨 主委猜测得不错 王某确实讨要了服录 可惜 王前欲言又止的样子 倒是让在场 各家家主 稍稍安心 老王那痛心疾首的样子 绝不是装出来的 这下 各位家主 反倒是不想 第一个上楼 心里总有一种 我就是有缘之人的感觉 但同时也怕落榜 见众人 都不愿第一个上楼 一个满脸 落腮糊的大汉 冷哼一声 哼 那就我先上 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下 大汉跟随王前进入大院 前辈 人带到了 进来 王前使了个眼色 示意大汉进入房间 大汉刚才不紧张 可到了门口 感觉可就不一样了 紧张得哑撇 眼看王前已经离开 大汉一咬牙 推门 进屋 只见一白衣男子 笑嘻嘻盯着自己 大汉一正 这是啥情况 壮士果然非凡 你就是 我要找的有缘之人 大汉更猛了 咋回事 方无名突然一脸严肃 实不相瞒 我本想 直接将福禄赠予你 可是 怀必其罪啊 方无名将对王前所说 再次生情并茂对着 大汉说了一遍 大汉双眼通红 感动得不行 前辈 想不到前辈 为了栽培我 竟然如此煞费苦心 前辈 啥也不说了 以后我全家老少 任凭前辈差遣 外面那帮家伙 要是敢对前辈不敬 我就跟他们拼命 方无名嘴唇紧敏 满眼的赞赏 不愧是与我有缘之人 行了 去吧 下一个 落塞湖大汉 仅是过了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就下了楼 守在外面的众人 只见大汉 双眼通红 表情严肃 不用说 又是被拒绝了 众位家主 虽都觉得 以大汉这脉象 怎么也不可能是有缘人 但直到看到 大汉下楼的模样 心中的石头 才稍稍放下一些 大汉路过众位家主身边 并未言语 只是冷哼一声 便静止离开 众家主心中冷笑 也不撒抛尿 看看自己长啥样 而此时 落塞湖大汉 心里想的则是 要赶紧回家摇人 以免这帮小白脸乱来 落塞湖大汉走后 又是陆陆续续 几位家主上楼 然而 无一例外 都是一脸严肃下楼 此时 在拍卖场扬言不择手段 也要得到 俘虏的李家家主 一脸凝重 早在来这里之前 李家家主 就已经安排好人手 如果这次来 没能得到俘虏 那就只能 私底下用点手段了 不管俘虏 最终落到谁手里 李家 都是在必得 其实不仅李家家 主私下有安排 其他各家皆是 多少有些安排 然而 现在并不像想象中那样 被拒绝的各位家主 直接大动干戈 反而是都板着一张脸 匆匆离去 安娜心中疑惑 终于是轮到李家家主上楼 心中忐忑 但是家族 遭逢大难 容不得 自己优柔寡断 李家家主推门进入 只见一白山男子 背对着自己 副手而立 李家家主 自然也是打听过一些消息的 知道眼前之人 乃是一位高人 凭借多年为人处事的经验 李家家主一眼撇到 桌底下的一箱书籍 竟然是一些智怪杂论 难道眼前高人 来到此地 就是为了这些 毕竟 也只有这些虚无缥缈的传闻 才能吸引到高人了吧 李家家主脑海中 念头一闪而逝 瞬间便有了决断 见过前辈 我看前辈 对于一些智怪传闻 也是略感兴趣 方无名闻言 到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这家伙 似乎不太一样 不按套路出牌 方无名并未开口 只是微微点头 李家家主见状 心中大喜 自己猜测得不错 这样一来 自己得到俘虏的几率 就大大提升了 前辈 李家先辈 对于这些奇闻也是 颇感兴趣 现在李家 还保留有一张藏宝图 记录的是一出秘境 传闻此秘境 是某位大能 曾经的洞服 里面丹药法宝功法 应有尽有 只可惜 此秘境也是有缘之人 才能寻得具体位置 若前辈感兴趣 李某自当 献上藏宝图 李家家主恭敬说完 再次作一 不得不说 这李家家主所说 方无名 确实来了兴趣 方无名不动声色 转过身来 不错 果然是与我有缘之人 我们只是 各取所需罢了 文言 李家家主强 形压住内心激动 不敢 能与前辈 有缘是我的造化 我这就派人回去 取藏宝图 不错 上到 方无名心中 也是满意 想不到 这李家家主 还给自己 带来意外之喜 虽说 不一定能找到秘境 但寻宝这种事 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说不定还能意外获得 某种医保 自己一下子 就可以踏上修行路了呢 虽说这样的概率 微乎其微 但总算是 有个念想 自己的未来 可不能全堵在那 不靠谱的系统身上 话说 拍卖会结束 自己也该着手建立 宗门了 等忽悠完这帮人 再没有人 惦记自己之后 就得开始物色 山门所在了 不过不知道 这狗系统 所认为的宗门 到底是啥样的 眼看方无名 陷入思索 迟迟不提俘虏之事 李家家主 也只能先行告辞 亲自回家 取藏宝图 第十一章 未不保得木疙瘩 李家家主匆忙下楼 这些人想干什么 这才一会儿的功夫 刚才离开的众位家主 纷纷回归 最主要的 还带了不少人 这是因为 没能得到俘虏 准备来闹事来了 李家家主 警惕看向众位家主 众位家主也是相互警惕 一脸的不怀好意 李家家主冷哼一声 静止走出大院 其余家主 虽然目光不善 但并未上前阻拦 李家家主走后 剩余的各位家主 依然是不怀好意盯着个方 仿佛一有人敢闹事 立即就会有一场混战 然而 这些家主 等待的那个闹事之人 根本不存在 纯属与空气斗智斗勇 一个时辰之后 李家家主 也是带着一拨人回到院外 其余家主 依旧是不善的目光 李家家主心中暗骂 一群家伙 脸皮是真的够厚的 不理会仲家主 李家家主赶紧上楼 前辈 藏宝图带来了 方无明眉毛一挑 进来吧 李家家主一进屋 立马看到桌子上的一张橙色符露 心中顿时激动 前辈 这就是家主先辈所留的藏宝图 李家家主恭敬奉上 方无明接过藏宝图 竟然不是想象中的纸质 或者羊皮啥的 而是一个纹路复杂的圆形小木盒 似乎是一个罗盘 方无明打量一番 小木盒上的一些纹路 似乎是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看起来已经有些磨损 李家家主见方无明眉头紧皱 赶紧解释 前辈 我听先祖说 这个藏宝图 其实是修饰使用的一个巡路法器 只需修饰注入灵力即可 李家家主刚说完 顿时觉得自己唐突了 前辈高人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自己真是多嘴了 方无明轻轻瞥了李家家主一眼 见对方说完之后 诚惶惶恐 方无明不动声色 放下小木盒 嗯 不错 那这张符路就赠予你了 对了 叫楼下的都散了吧 跟他们说 我自有安排 李家家主强装镇定接过符路 再次恭敬一拜 正准备离去 突然想起一事 前辈此番来木陵城 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吗 李家上下 皆愿为前辈所用 方无明文言 微微思索 之前就听到这李家家主说什么家族遭逢大难 一看就是麻烦不小 自己懒得趟着浑水 不必了 李家主请回吧 文言 李家家主微不可查一抹失落略过 那晚辈就告辞了 李家家主走后 方无明立刻拿起小木盒 朝卧室走去 现在床上满是零食 先试试用零食 是否能激活这个所谓的藏宝图 一进入卧室 嗡 小木盒立刻有反应 表面的纹路 似乎变得有了些许色彩 紧接着 卧室内灵气躁动起来 方无明肉眼凡胎 也能清楚看到 淡蓝色灵气 竟然自动聚集形成漩涡 朝着自己手中的小木盒涌来 方无明心中惊喜 看来是要成啊 不到十个呼吸的时间 床铺上的零食 纷纷变得透明 甚至有一些还出现了裂纹 再没有之前那种 清凉圆润的感觉 然而 方无明手中的小木盒 只是周围的纹路 变得更清晰了一点也 难道是这些零食里面的零气 还不够 铺的满满的一床零食 目测 也得几千块了吧 迅速吸收这么多零食 这小木盒 依旧没多大反应 方无明这下 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李家主肯 将这藏宝图献给自己 何着是李家 根本没办法 启动这个小木盒 或者是付出一定的零食之后 依旧无果 这才不怎么重视 这个小木盒 我看你能吸收多少 今天必须得给老子点反应 方无明还是第一次碰到 能自动吸收零食的物件 好奇心拉满 方无明念头一动 卧室地面 立刻出现一大堆零食 零食出现的瞬间 果不其然 大量的零气 被小木盒快速吸收 地上零食 转眼间被吸成粉末 方无明见状 一下子被激起奇怪的胜负欲 又是一大堆零食出现 目测上万块零食 然而 依旧是眨眼间 化作鸡粉消散 零食越多 这小木盒吸收的速度 似乎还更快了 又是一大堆零食出现 消失 出现 消失 一个时辰过去了 卧室内的方无明 依旧在麻木重复着 放出零食 卧室内 已经有一层厚厚的灰尘 这也太能吃了吧 这谁能喂得饱这小木疙瘩 别说一个小小的李家了 就是一些修仙宗们 估计都有些悬了 不行 这里空间还是太小了 今天老子一定要撑死你 放无明 脸色不太好看 推开房门 只有凌若双两姐妹 在外守着 那些家主 果然是乖乖离开了 就连王前 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里的一切似乎 重新回归平静 还是之前那样平淡无奇的世俗院落 望着天边的夕阳 听着院内荣树上的蝉鸣 小双 你们修炼的如何了 零食没了 要跟我说 凌若双两姐妹 没想到前辈出来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问这个 难道前辈早就察觉到了 前辈 我们并不知道 什么修炼法门 但是 前辈赐予的那些零食 当天晚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变得透明 最后一碰就化作粉末了 怎么回事 看不出来 还是两个大卫王啊 不过 既然如此 这两个家伙的境界 应该是有所提升吧 方无明下意识想问问 这两家伙现在的境界 但作为高人 怎么可以直接 问出这样问题呢 不仅如此 方无明估计 这两家伙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了什么境界 罢了 先办正式要紧 城里没有什么合适的场所 看来得出诚一趟了 虽然城外流民不少 但也只是一些普通人而已 不知是不是几天前 自己也是流民的一份子 方无明对于这些流民 并没有多大看法 并且城外清静空旷 又隐蔽之地不少 空气清新 环境优美 方无明之前 当流民的时候 就曾经想过 以后踏入修行之路后 肯定要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到处游山玩水 钓钓鱼 烤烤肉 岂不美哉 收回思绪 方无明开口道 嗯 吸收速度还不错 你们去准备一下 今晚出城 找个清静的地方赏愿 对了 多准备一些肉食跟木炭 还有香料 第十二章 天机 不可泄露 凌若双两姐妹 倒是麻烈 很快弄了一辆大马车 装好物资 迎着夕阳出城 方无明弄了一份 木陵城周围的地图 早早选好地点 等到了目的地 明月已高悬 此处是一处幽静山谷 不远处是一道瀑布 站在河流边瀑布之上 木陵城夜景一览无余 正好肚子也饿了 开始弄烧烤 凌若双两姐妹 似乎对于野外烧烤 很是轻车熟路 没多久 烤架上滋滋冒油 香气四溢 撒上烤肉香料 搭配周围植物特有的清香气息 绝了 酒足饭饱之后 凌若双两姐妹在附近玩耍巡逻 方无明则是在山谷里面 找到一个天然形成的山洞 山洞空间足够 内有一处深潭 足够巨大 足以装下木陵城里 往前安排的整个宅地 正是合适的临时容器 方无明找了个较高的石头 跳了上去 紧接着念头一动 哗啦啦 深潭似乎突然涌入大量物质 潭水快速上涨 只是眨眼的功夫 深潭内立刻泛出淡蓝色光芒 方无明从怀中取出小木盒 灵气形成漩涡 直冲小木盒 果然如方无明所猜测 灵时数量越多 小木盒反而吸收得越快 不到一个呼吸 深潭内光芒快速收敛 重新变得漆黑 这一切 其实早在方无明预料之内 只见方无明凝视深潭 下一刻 深潭内淡蓝色光芒逐渐亮起 与此同时 小木盒也是疯狂吸收 最终 竟是达到了一种平衡 小木盒吸收的速度 竟然跟方无明放出灵时的速度 不相上下 方无明心中诧异 之前就尝试过 使用系统的无限资源 来复制这个小木盒 可惜没能成功 系统复制资源的功能失效 之前方无明 只在尝试复制那些 不属于自己名下的资源的时候 才会失效 但这小木盒 李家家主显然是已经送给自己了 必定是属于自己名下的资源 难不成 这小木疙瘩 来历非凡 连系统也无法复制出来吗 方无明脑海思绪乱飞 而此时小木盒上的纹路 越发清晰 显现出晦涩的符文 符文泛起淡淡金光 不知过了多久 小木盒终于有了较大的反应 方无明心中一喜 终于来反应了 都不知道 已经吸收了多少零食 只见小木盒上 显现两个金色文字 天机 紧接着 一股精神意念 传入方无明脑海 天机不可泄露 方无明一头雾水 什么叫天机不可泄露 难道这木疙瘩的名字就是 天机不可泄露 不能够吧 这名字 诧异过后 方无明逐渐失望 这就是个大坑啊 自己花费的零食 都是按百吨计算的 结果呢 就这 占了不知道几个时辰 老妖都快报废了 方无明心中越发不爽 停止零食供应 真是越想越气 恨不得直接拆了当柴烧 你是真坑啊 难道这个世界的东西 都你这么坑吗 要是没有系统 不得赔个倾家荡产 仗着山洞没人 方无明骂骂咧咧 是真气啊 自己这是被耍了 灵气 小木盒突然又传出声音 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弱 嗯 难道 这木头是活的吗 打小就喜欢看 走进科学的方无明 立马重新来了兴趣 不过 总不能你要我就给吧 小木头 你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能跟我交流 方无明对着手里 小木盒问道 小木盒似乎在攒戒 过了好一会儿 才传出声音 我是天机盒的气灵 从上界来 身受重伤 这片区域内 灵气本就稀薄 想不到今日能重新恢复意识 今日遇到你 也是缘分 再给我一些零食 我保你周全 一番话下来 小木盒似乎虚弱的不行 方无明再次诧异 听起来 来头还不小啊 上界 又是哪里 是仙界吗 身受重伤 这是 被仇家给削到这个世界来了 你自己都被打成这样 保我周全 你还是想想 自己还有什么作用 能让我继续 为你花费大量零食吧 小木盒沉默许久 不知道是真的虚弱 还是正在发愣 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碰到上界的宝物 不应该是渴求 渴望吗 哦 是了 这家伙只是个凡人 难怪不知道自己的珍贵 可以理解 凡人 你不知道我的来历 所以才会有此态度 你虽然不知道 从哪弄来大量零食 但你这零食的品级 在下界 应该也是最次等的 不过即使是最次等的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啊 你把这些零食留在身上 总会有人觊觎的 还不如再提供零食给我 有我的法阵保护 下界基本没人能伤得到你 方无明越听越觉得这说辞熟悉 方无明赶紧摆手 打住 别废话了 你直接说最后一句不就好了 下界没人能伤得到自己 那确实值得投资一波 可是 这木疙瘩 有自己的意识啊 指不定哪天就跑路了 或者是施主 方无明继续道 我要怎么相信一个木头说的话 万一喂饱了你 你跑路了怎么办 说着 方无明又突然想到 李家家主所说 这个小木盒里面 只像某个大能曾经的洞府 看到小木盒没有立即回答 方无明继续道 你是不是知道一个强大修士的洞府所在地 生怕方无明继续发问 小木盒赶紧回答 我堂堂仙气灵 难不成还会诃骗你一个凡人 至于你说的修士的洞府 嗨嗨 我刚来到下界时 确实碰到过一个修士 不过 这修士平平无奇 即使经过我细心培养 这辈子也无望前往先见 小木盒故意说是培养 其实是那位修士的灵石 都被小木盒消耗光了 修士没有资源 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 前往先见自然毫无希望 不过这种事 自然是不能现在就说出来的 小木盒问心无愧 确实也是稍微指点了那名修士 小木盒观察道方无明 微微点头若有所思 就知道自己这番回答 确实起到了作用 小木盒画风一转 继续道 我看你虽是凡人 但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也不是没有一些 天地一宝能让凡人 踏上修行之路的 小木盒不管这种一宝 对于一个凡人是有多么遥不可及 先把话放出去再说 果然 方无明眼睛一亮 当真 那你能找到这种一宝 方无明 才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呢 只要知道 这种一宝所在 自己就有一万种方法搞到手 那是自然 我名为天机 世间所有一宝 都无法逃脱 我的锁定 知道地方 得能搞到手 那可是两个概念 小木盒也不管眼前这个 凡人为何会如此自信 先唬住对方再说 山洞中 一人一和 各有心思 第十三章 体质特殊 自下功法 一人一和相顾无言 方无明暗暗下定决心 在自己变强之前 绝不能喂饱这小盒子 免得他哪天吃饱跑路 天机盒 则是神石一圈又一圈 打量方无明 这个凡人身上 也没看到 有大型的储物法器啊 难不成是手上那枚戒指 不能够吧 这分明就是一枚普通的戒指 可是 小木盒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自己沉睡太久 脑子还没完全清醒 方无明 率先开口 天机 事先说明 我现在无法相信你 你要是想吃饱 就得先帮我变强 天机盒注意力 全在方无明手上戒指 依然看不出什么端倪 方无明继续道 你只要安心为我办事 零食管够 我之前 在你身上花费了多少零食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吧 天机盒文言 心中暗暗点头 确实 能让自己恢复意识 花费的零食 只多不少 不管眼前凡人 是从哪弄来这么多零食 至少是真的能弄到 况且 自己意识能够恢复 也是多亏了这个凡人 为他指引一番 也是应该 至于能不能把一宝拿到手 纳令说 我天机盒有恩必报 你只管放心 我会指引你找到 下届各种 有助于修行的一宝 方无明微微点头 甚是满意 喜提免费打工人一枚 天机盒健壮 本以为方无明 会掏出一些零食 以表诚意 结果 场面一度陷入安静 并没有什么零食 只有方无明 那意味不明的微笑 前辈 那边有情况 洞外突然传来 凌若霜急切的声音 方无明顺手 将天机盒收入怀中 走出山洞 外面月光皎洁 露水凝结 方无明跟着 凌若霜来到瀑布边 视线沿着凌若霜所指看去 只见十几里外 火光冲天 似是在大战 能造成这么大的爆炸 跟方无明之前 所在世界的炮弹 有的一品 是谁呢 大晚上的不睡觉 打打杀杀的 而且这里距离木陵城 也不算太远 会不会是木陵城的人呢 不过 也跟自己没啥关系 那边有修士在交战 不过不必担心 都是一些菜机 实力比你这两个仆人 也强不了多少 方无明秀中的天机盒 突然传音 方无明反应过来 天机盒所说自己的两个仆人 应该就是凌若双凉姐妹了 这么说 那边正在战斗的修士 也是炼气一两层 炼气修士 就能造成这样的破坏 有点意思 方无明下意识 扫过凌若双凉姐妹 这两个家伙 也是炼气期 但是咋感觉 也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呢 诶 对了 天机 你那有没有适合 他们修行的功法 方无明稍稍拉开 与凌若双凉姐妹的距离 低声问道 他们两个的资质 放在下界的话 其实很不错 不知道你从哪找到的 我看他们 应该还没真正修行过 罢了 也算是不错的苗子 我这里 正好有合适他们功法 天机盒说完 方无明秀中 两道金光射出 分别没入凌若双 两姐妹额头 他们体质特殊 只要有足够的灵气 突破境界如喝水 再配上这功法 很快就能在下界 有一席之地 听到天机盒所说 方无明满一点头 转身看向凌若双两姐妹 此时两姐妹 皆是眼睛瞪大 仿佛一下子领悟了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李若双最先反应过来 多谢前辈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林若涵也是赶紧扣拜 之前 只是跟随前辈 已经得了不少好处 但是前辈 并未指导修炼 自不必多说 肯定是还没认可 自己两姐妹 这才不愿教导 现如今 直接赐下功法 意思很明显 前辈终于肯收 自己两姐妹入门下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方无明眼看着两姐妹 不停叩拜 也不知道这跪拜是啥意思 可能是很感谢的意思吧 行了 别拜了 在我老家 跪拜是留给死人的 方无明赶紧扶起两姐妹 只见两姐妹双眼湿润 唉 真是两得可怜的娃 自己要不是有系统 估计也是十分凄惨 不过是逃难流民中一员而已 天下苦命之人千千万 自己即使有系统 也不可能全部拯救 暂时没那实力 也没那么伟大 方无明右手一挥 递上瞬间多了两堆灵石 好生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境界 两姐妹重重点头 随即掏出麻袋装灵石 吃场面 刚才营造的气氛 一下子被破坏 没有储无法器 真是太不方便了 可是 最近的慕陵城 估计是没办法弄到储无法器了 就连修饰 平日都很难见到 想到这里 方无明下意 拾望向远处的火光 不知道那边的修饰 有没有多余的储无法器 愿意卖给自己呢 机会难得 自己平日里 可没机会碰到修饰 这个想法 一旦产生 就有些难以抑制 早在上个世界 方无明每次搬家 都极度想要一个小说里 才有的空间戒指 只需搜的一下 搬家轻轻松松 考虑再三 方无明再次低声询问 天机 你确定那边 只有炼气漆的修饰吗 天机和文言明显一正 怎么 想杀人越货啊 几个炼气漆 能有什么好东西啊 口袋里 能掏出十块零食算我输 别费那功夫了 方无明也是诧异 怎么感觉天机和 好像有些不高兴了 难道是刚才看到 给两姐妹零食 却没给她 不过 这天机和 倒是给了自己 另外一个思路 之前还怕那边的修饰 不肯卖储无法器 现在不怕了 要么卖 要么白拿 嘿嘿 你看他们两个 减零食的样子 多可怜啊 我这不是想去那边 弄两个储无法器吗 就几个炼气漆 你作为上界下来的仙气 总不能怕了吧 天机和 再也没有传出声音 懒得搭脸 方无明也不生气 那边 应该就只有炼气漆的修饰 方无明 看向两姐妹 稍稍犹豫之后 开口道 准备一下 我们过去那边看看 方无明本打算 自己过去看看就行了 毕竟那边是战场 可转念一想 自己是普通人啊 还是带上 这两个家伙吧 真有事 还能有个照应 第十四章 修航路 沙伐道 方无明几人 驾着马车 快速靠近 交战地点 靠近交战地点 一里开外 就能闻到 浓重血腥味 由于天机和说 可以掩盖方 无明几人的气息 方无明道 也没在远处停下 而是一路来到 交战地点附近 近处 血腥味更浓 目测参战人数上千人 不过 应该大部分 都是普通人 已经有几百人 惨死当场 全尸都保不住 方无明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血腥的场面 不过还行 还能接受 毕竟这三年来 也碰到过 一些死人的场面 李震 这就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吗 那你李家 今晚注定要被除名了 一个身穿静装 头戴发官的 中年副手而立 语气极其不屑 而这位中年对面之人 方无明一眼认出 正是李家家主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就是李家家主 一直在在说的遭逢大难 李震此时 嘴角一血 但身形 依然挺拔 哼 陆不凡 你个道貌黯然的 无耻之徒 今日我李家 就算负面 也要让你掉块肉 李震此时 表情决绝 刚才出其不意 寄出烈焰福 都没能击杀 眼前的陆不凡 李家休矣 李震转头 看向身旁一老者 先师 事已至此 你还是就此离去吧 莫必要白白送命 这老者 是李震重金 请来的帮手 练气三层 但对上练气五层的陆不凡 依然胜算不大 本以为加上烈焰福 至少能打个平手 莫承想 这陆不凡 竟然随身带着一张防御符 正好挡住烈焰福的攻击 眼看老者 开始有些犹豫 陆不凡冷哼一声 既然来了 还想走 本来乖乖交出全部家产 你们还能苟活几年 但现在 你们什么 都剩不下了 话音一落 陆不凡 狠狠挥手 身后十几个 持刀撞汉 立即冲杀过去 战斗再次打响 虽李家人数占优 但陆不凡手下十几号人 似乎也是练气器的修饰 砍瓜切菜板 方无明眉头一皱 现在上去 明显没人会搭理自己 说不定 还得挨刀子 天机 那几个修士身上 有储无法器吗 方无明低声问道 全载了搜身便是 天机盒有些不耐烦 几个练气器小垃圾 自己都懒得仔细查探 这么生心的吗 方无明这三年来 虽说早已淡忘 上个世界的法治社会 但从小接受的教育 还是让他难以随意杀人 可是 这些人 看起来可不像 是个好好说话的样子 看出方无明的情绪波动 天机盒继续道 凡人 你所向往的修仙之路 其实是一条杀伐之路 这个世界 修士众多 资源有限 谁都想登顶大道之巅 哪来那么多资源 今后你想获得一宝 必定免不了血腥厮杀 眼前这几个练气器的小垃圾 明显就是仗着那点力量 欺压普通人 现在你都犹豫 以后你碰到的修士 甚至不是什么大凶大恶之人 但是他们 挡在你的前路 你也必须痛下杀手 难道到时候 也要犹豫吗 修行本是逆天行 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狮子薄兔上尽全力 犹豫只会让你变成一堆白骨 凡人 你先自己好好考虑清楚 还要不要踏上这条路吧 天机盒难得一口气 说这么多 放无明眉头紧皱 天机盒所说 不无道理 自己向往修仙 其实只为长生 只为逍遥自在 但也明白 无论在哪个世界 没有绝对的力量 就不可能真正逍遥自在 总会有困难找上门 想到这里 方无明双目 陡然变得灵力坚定 看到方无明若有所思 天机盒继续开口 凡人 我知道 你们目前没有能力击杀 那几个小垃圾 这样吧 你给我提供灵石 等我恢复一点力量 轻轻松松就能捏死他们 我操 说这么多 何着是打算坑老子灵石啊 方无明一下子察觉到忽悠的味道 喂饱了你 局势就更加复杂了 到时候 自己也得当孙子 可不想平白无故多个大眼 方无明好似 没有听到天机盒的话 直接起身 小双小寒 之前给你们的烈焰福袋 在身上吧 嗯 前辈给的东西 我们一直都随身携带 方无明满一点头 嗯 我最后问你们一遍 你们真的决定 要踏上休闲之路吗 凌若双两姐妹一正 前辈怎么突发此问 不过两姐妹 还是崇众点头 凌若寒罕见开口 我们想变得强大 然后 去寻找爹娘 当面问问他们 为什么要抛弃我们 凌若寒 神色略显黯然 气愤 伤心 疑惑不减 凌若双轻轻拉了一下 自己妹妹 不可在前辈面前失礼 见状 方无明心中叹息 释怀 谁都有要变强的理由 世人眼中 这些变强的理由 或正义 或邪恶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物尽天泽罢了 方无明神色 变得严肃 修行路 其实就是杀法路 你们想变强 就得经历实战 去吧 去杀掉 那几个练乞期的修饰 从此真正踏上这条杀法之路 切记 狮子薄兔 上尽全力 烈焰夫 我还有很多 不用省着 两姐妹文言 对视一眼 并不觉得前辈所说 有何不妥 方无明目送 两姐妹 朝战场略去 心中不眠 有些心虚 怎么总感觉 有种哄骗小孩 去打架的感觉 算了 到时候真得到处法器 也是给他们用 也不算坑了他们 相比于自己上去逞英雄 还是小命更重要一点 他们两个 怎么说也是练乞期的修饰 应该不会有事吧 方无明 越想越觉得不太妙 要不偷偷跟上去看看 碰 一声巨响传来 方无明心中一震 算了 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方无明快速穿行于大树阴影之下 没过多久 就看到巨响来源 你们 是什么人 劝你们不要掺和此事 就此离开 既往不救 路不凡此时 头发散乱 嘴角一血 身前还躺着两个手下 剩余的手下 也是略显狼狈 路不凡怎么也没想到 附近竟然还有人蹲守 而且一上来 直接甩出福禄 之前李震那道福禄 自己就已经消耗掉 师尊赐予的防御符 没了防御符 只能硬抗烈艳符 刚才要不是反应快 现在估计也被炸死了 烟尘散去 李震看清来人 心中大喜 是前辈来了 果然 前辈是不会不管自己 这个有缘人的 第十五章 福禄巨龙 回应陆不凡的 只有两姐妹 充满杀意的眼神 前辈说了 要杀掉这几个 炼气器的修饰 那就必须杀 无需理由 眼看两姐妹 又掏出福禄 陆不凡瞳孔一缩 那可是堪比 注击一层权力一击的福禄 自己万万不可能抵挡 且慢 我是清云宗大长老的 清传弟子 动了我 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 清云宗 两姐妹对视一眼 这个宗门有些耳熟 对了 清云宗 不正是之前 拒收自己的那个宗门吗 躲藏在暗处的方无名 也是瞬间记起 这所谓的清云宗 想着想着 方无名顿时休闹 当初自己检测出 无灵根的时候 还被检测灵根的清云 宗弟子各种嘲讽 自己当时 有系统加深 那肯定不信自己 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 再三坚持 再三要求 再次检测 结果 还是一样的结果 这下好了 不仅检测灵根的弟子 疯狂嘲讽自己 就连路过的其他弟子 也是纷纷停下脚步嘲讽 这特么哪里是清云宗 分明是嘲讽宗 一个个的 嘲讽技能拉满 直接让当时的自己 当场破防 方无名 是越想越气 而此时的陆不凡 完全没有 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看到两姐妹 停下手中动作 陆不凡还以为是 自己的背景阵 助了对方 嗯 不错 你们的选择 是对的 我师尊 距离结单 也只是一步之游 在这片区域 也是顶尖的强者 我看你们资质 还算不错 要是现在 乖乖交出 你们手中的福禄 我不仅不计较 你们刚才的武林 还会引荐你们 进入青云宗 你们可要考虑清楚了 近几年 青云宗的入门考核 可是越来越严格 陆不凡说着说着 自信心又重新拉满 毕竟自己身份摆在这 青云宗 也呸 回应陆不凡的 是十几张烈艳符 陆不凡双眼瞪大 这两个人怎么 陆不凡迅速反应 祭出一面 黑色盾牌的同时 闪身离开原地 陆不凡的其余手下 可就没这么快的反应速度了 碰 碰 碰 顿时火光冲天 热浪滚滚 陆不凡十几个手下 当场殉命 杀都不胜 陆不凡也好不到哪 只见两张烈焰符像 是开了导航定位 紧紧跟在陆不凡身后 碰 碰 陆不凡手中盾牌碎裂 口吐鲜血 重重落地 嗨嗨 你们不能杀我 我十尊不会放过你们的 陆不凡强压翻涌的气血 赶紧开口 哼 十尊 叶飞风高杀人叶 林若霜再次掏出两张浮露 嗖嗖 两张橙色 浮露击射而出 碰 又是一声巨响 陆不凡 瞬间被爆炸淹没 可下一瞬 哼 陆不凡所在 一股强劲能量 轰然散开 周围烈焰瞬间消散 哼 两个练习二层的小家伙 也敢对我爱徒动手 随着话音而来的 是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李震等人 皆是面色煞白 一些原本受了伤的普通人 直接瘫软在地 林若霜 两姐妹脸色凝重 天机 这人是什么修为 方无明赶紧询问 不过 是一个筑基九层大圆满罢了 给我提供零食 随意拿念 筑基大圆满 方无明心跳 微微加速 根据刚才那声音所说 来人 应该就是陆不凡口中的师尊了 果然 远处的陆不凡 神色激动 强撑身体 跪拜跟前白发老者 师尊 白发老者 只是瞥了一眼地上的陆不凡 并未回应 说吧 你们从哪得到这么多的恋佛 白发老者语气 淡然冷漠 感受到白发老者身上杀意 林若霜 两姐妹对视一眼 直到今晚 恐怕难以完成 前辈交代之事 说不定还会隐命于此 林若霜 若涵两人 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怀中 所有烈焰服 呼 上百张烈焰 扶其其射出 白发老者见状 冷哼一声 深周 顿时浮现一层护照 轰隆隆 上百张烈焰服 炸得附近地面震动 然而 等烟尘散去 白发老者 依然助力原地 窥然不动 身后的陆不凡 也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哼 简直是浪费 既然你们明完不灵 那就去死吧 白发老者身形 突然浮空而起 手中掐绝 白发老者身后 顿时浮现 无数长剑 去 白发老者一声令下 身后长剑 纷纷击射 这就是助激强者吗 林若霜 两姐妹呆立原地 实在想不出这样的攻击 能怎么抵挡 不远处 李震等人 更是面色惨白 无能为力 只能静等死亡降临 突然 白发老者眉头一皱 竟然还有人藏匿 哗啦啦 不远处林中 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 正在袭来 等白发老者看清楚 心中一惊 竟然是 一条巨龙 不对 是一条 由成千上万烈焰符 所组成的巨龙 白发老者心中 震惊疑惑 到底是谁 会随身携带 如此巨量的烈焰符 这就好比 一个正常人出门 竟然随身携带一车的炮杖 不过现在 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简在弦上不得不发 白发老者操控无数常见 迎击袭来的巨龙 轰隆隆 宛如雷霆巨响 回荡在这片区域 巨龙上的符路 并不断消耗 毕竟这种烈焰符 也就只有 筑击一层的威力 怎么可能 跟筑击大圆满硬汉 然而 很快白发老者 就察觉到一丝不妙 这巨龙似乎并没有因为 消耗大量的烈焰符 而变小 似乎 还越来越大 咔嚓 第一把长剑碎裂消散 紧接着第二把 第三把 符路巨龙持续逼近 而长剑不断崩毁消散 白发老者心中开始慌乱 以多咬死相 哼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多少符路 老者抱吼一声 深周 再次浮现大量长剑 看这气势 显然是动了真火 准备要拼命了 藏在树林阴影之下的方无名 此时也是额头冒汗 同时快速使用如此巨量的符路进行攻击 此时方无名 只觉得脑壳有点发胀 但问题不大 那你可要看好了 哗啦啦 哗啦啦 白发老者瞳孔紧缩 什么 又是两条符路 巨龙腾空而起 这人怕是对烈焰符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吧 不给白发老者愣神的机会 三条巨龙全力推进 无数常见快速崩碎 巨龙很快来到白发老者跟前 轰隆隆 无数符路不断轰击老者深周护照 第十六章 储物件 咔嚓 白发老者深周护照 开始出现细小裂纹 裂纹快速扩散 已经瘫软在地上的陆不凡 此时亡魂接冒 连世尊都没办法抵挡 今晚恐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世尊 我不想死啊 滚 你个废物 要不是你非要贪图那点迎头小力 怎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白发老者大怒 一脚踹开陆不凡 陆不凡又是一口鲜血 心中憋屈无比 这还不是师尊你的意思 说是李家宝库内 可能有好东西 咔嚓 护盾彻底碎裂 哄 无数烈焰符 直接招呼在这两仕途身上 轰隆隆 三条巨龙持续轰炸 吐尸飞剑 地动山摇 不知过了多久 白发老者所在 已经深陷下去 形成一个深坑 方无明 这才停止攻击 一屁股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 这老头 真难杀 自己手段 还是太少 太弱了 前辈 听到林若霜 两姐妹的声音传来 方无明快速起身 恢复淡然模样 林若霜两姐妹 看着一脸淡然微笑的方无明 心中再次生情暖意 果然 前辈是不会眼看自己两姐妹遇险的 方无明稍微打量一番两人 活蹦乱跳 应该没受伤 嗯 此地动静太大 得赶紧离开 方无明话音刚落 又是急切的声音传来 前辈 李震几个跳跃 直接来到方无明跟前 单膝下跪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李家上下 无以为报 愿世代 为前辈立场升牌 香火供奉 看着李家家主的身手 在世俗界 应该也算是个高手 方无明摆摆手 不必这么麻烦 香火供奉 与我无用 你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吧 见李震还想开口 方无明继续道 你我缘分已尽 无需多言 闻言 李震心中更不是滋味 之前献给前辈的所谓藏宝图 实际上 还不知道需要多少灵气 才能激活藏宝图 李家先祖 也曾尝试过激活藏宝图 可惜 差点导致李家破产 都无法激活 前辈现在这个态度 是发掘了藏宝图 其实就是无用之物 这才心生不悦 李震想着想着 顿时觉得 李家亏欠前辈太多 不仅帮李家解决了 今晚来袭的陆不凡 更是直接连带干掉陆不凡的师尊 最大的后患 也给解决了 虽然清云宗 可能会有所反应 但李震知道 清云宗不太可能 为了几个死人太过伤心 前辈 李家宝库内 还有一些新奇物件 此件事了 李某定当 登门拜谢前辈 今日恩德 李震也知道 此地动静太大 虽然这片区域修饰 极少出没 但还是先离开此地为妙 李震再次深深一拜 快速起身离去 至于陆 不凡几人上身物件 自然是归属于前辈 李家之人 也是训练有素 眨眼间 迅速没入树林深处 消失无踪 林若霜两姐妹 也是不需要方无明吩咐 自觉去收缴战利品 林若霜提着一个麻袋 前辈 他们身上 还能要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方无明满意点头 不错 动作还挺快的 这两个家伙 干起这种事 怎么感觉轻车熟路的 快走 有人来了 天机和突然传音 同时 天机和立即散发 一股能量波动 彻底掩盖方 无明几人所有气息 走 方无明带头 钻入森林深处 直奔马车所在 连天机和这眼高手低的家伙 语气都如此极切 来人必定不是 现在的自己能招惹的 果然 方无明几人 没跑多远 so 上空一道长红滑过 又是一个能飞的 不过 貌似没察觉到自己 方无明头也不回 直接跳上马车 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 一位戴着狐狸面具 看不出年纪的黑发神秘人 正悬浮在路 不凡几人上空 嗯 奇怪 就几个练气器修士 一个助击修士 怎么这么大动静 难不成 是有高手 经过这里 也不可能啊 什么样的高手 杀几个练气器 也不可能造成 这么大动静吧 算了 不管是谁所为 这手段也太粗糙了 可别影响到 我执行任务 神秘人心中 快速闪过念头 紧接着手中 随意掐绝 一道火光落下 无声无息 地上所有尸体 瞬间化作积粉 消失无踪 快速做完这一切 神秘人 再次化作长虹远盾 正是前往木陵城的方向 方无名几人 再次回到瀑布边 远跳过去 刚才战斗的地方 已然没什么动静 方无名兴致勃勃 打开凌若霜 收集的物资麻袋 衣服 鞋子 还有几本书 方无名 越翻越觉得自己 像个捡垃圾的 哎 草率了 看来还是得跟这两个家伙 说到说到了 别再保留丐帮的习惯了 哎 方无名眼睛一亮 一枚看起来很普通的戒指 应该就是储物戒指了 陆不凡那几个家伙 总不能跟自己一样 随便路边捡一枚戒指 当做储物戒吧 储物戒无疑了 方无名仔细打量好一会儿 这才想起来 这种储物法器 是需要灵力驱动的 看来是无法偷偷描一下戒指 里面都有啥了 根据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 这个世界 貌似稍微好一点的东西 都是需要灵力驱动 真是憋屈 凡人气斗朗 天机 你能不能把储物戒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看看 天机盒等这句话好久了 只见储物戒上 立马浮现一层淡淡光幕 咔嚓 光幕碎裂消散 哼 果然 穷鬼 哗啦啦 一大堆物品凭空出现 有武器 有瓶瓶罐罐 有衣物 甚至还有几棵草 零食 也就十多块 只有一枚储物剑 想必戒指的原主人 就是那位青云宗的大长老了 堂堂一宗大长老 穷得想叮当 看来这青云宗 也不咋地啊 完全颠覆方 无名心中修仙宗门的形象 方无名 只是扫了一眼 地上一堆物品 一下子没了兴趣 卖相都不咋地 算了 本来目的 也不是这些废品 而是储物戒指 方无名握住储物剑 面头一动 再次张开手掌 掌心已经出现 两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天机和此时 还在骂骂咧咧 此时看到 放无名手中的两枚戒指 小小的盒子 大大的问号 算了 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家伙 临时都是按蹲计算的 随随便便掏出 足以轰死金单气的 巨量浮露 现在突然掏出 两枚最低级的储物剑 很合理的好吧 早就说了 有这闲工夫 还不如早点出发 去寻找一宝 放着本天机和 巨大的优势不用 竟然去打劫几个穷修士 真是想不通 你们凡人的脑回路 方无名看着手中两枚戒指 甚是满意 莫要急 一宝肯定是要找的 不过 也要事先做一些准备 放心 我方无名 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等我踏上修行路 灵石 自然少不了你的 到时候 你全部恢复 重返先见 不是梦啊 第十七章 金单痴汉 天机和冷亨一生 不再出声 见状 方无名也没了 继续忽悠的心情 刚才掠过头顶的 那道长虹 看来最近 不太平安 没到慕陵城之前 方无名连修士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到了慕陵城之后 修士接连出现 现在倒是让方无名 觉得有些棘手了 自己肉体繁胎的 这些修士 轻轻一挥手 自己可能就要隔屁 目前 摆在眼前 有两条路 一是赶紧建立宗门 成为宗主 获得先帝修为 无敌于下界 可是 这狗系统 一言难尽 况且 建立宗门 难免会遭到 附近宗门的示威排挤 到时候硬实力不够 很有可能 生日跟祭日是同一天 还有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让天机和邦 自己寻找到一宝 自己踏上修行之路 再也不用畏首畏尾 生怕被路过的修士 一口气吹死 又或许 可以两条路 一起选择 仰望角月 方无名心中 快速思索 很快就有了初步计划 叫来凌若双两姐妹 在两人受宠若惊中 方无名给两人 各一枚储物件 又给两人一些零食 跟俘虏 之后 赶回木陵城 第二天一大早 李震就亲自登门拜访 又是一阵跪拜感谢之后 留下几样物件 便匆匆离去 一本泛黄的无字书 一枚白色玉碱 还有几个 奇形怪状的植物残枝 甚至还有两块雌食 方无名 分别拿起这些东西 尝试使用系统功能复制 只可惜 都能轻易复制 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物品 天机 你看这些些物件 有什么特别的吗 都是垃圾 好吧 方无名 随手丢到角落 不再理会 天机 是时候出发寻找一宝了 该往哪个方向呢 这片区域 方圆几千里 灵气稀薄无比 根本没有产生 天地一宝的可能 未曾感受到一宝的气息 不过 往南方去 肯定有各种一宝 我能感受到 南方灵气浓度 要比此地高出许多 闻言 方无名微微点头 方圆几千里 都是平级之地 难怪自己这三年 兜兜转转 都没碰到什么羞逝 看来 是得离开此地了 好 准备一下 就出发 前往南方 方无名叫来 凌若双两姐妹 一起上街购置物资 以及一些必要的地图 有了储物件 确实要方便不少 虽然只是最低级的储物件 但扛不住粮多啊 方无名 又分别给两姐妹 个几十个储物件 仅是一个上午 物资就买的 差不多了 足够远行所用 方无名几人 再次来到最香楼 准备最后好好吃一顿 就离开慕林城 可一踏入最香楼 嗯 是昨晚的那个人 竟然在这里 天机和突然传音 方无名肚子一致 谁 哪个 方无名赶紧扫尸一圈 果然 角落一个静装青年 头戴斗笠 似乎还戴着面具 坐姿笔直 跟周围随意的时刻 格格不入 莫非天机所说的人 就是这个斗笠青年 方无名不动声色 上了二楼 包厢内 方无名 趁着低声询问 天机 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昨晚之人 你是说 那道长虹 不错 此人金丹后期实力 却使用密法隐藏气息 要不是靠得近 现在的我也无法感知到 他的存在 金丹后期 昨晚一个助击巅峰 自己都差点奈何不了 这怎么还来了个金丹后期 而且好死不死的 正好也在最香楼 希望对方的目标 不是自己吧 天机 要是动起手来 你有几分把握 能打死楼下那人 天机和明显一正 转变这么快的吗 开口就是打死对方 昨晚不还挺犹豫的吗 我现在只恢复 很小一部分神识 要是能有大量 临时供应的话 打住 都啥时候了 让我们坦诚一点 我没踏上修行路之前 你还是少打住以为好 天机和无奈 继续道 哎 你放心吧 金丹七的实力 想击穿我的法阵防御 绝无可能 即使在先见 我的防御能力 也是顶尖 防御顶尖 那攻击呢 天机和 不再搭话 方无明 略显失望 看来是没啥攻击力了 不过 防御力强 也足够了 而且 天机和既然愿意说出这些 那就说明 接下来碰到突发情况时 可以依靠天机和的防御能力 抵挡一阵 不错 这天机和 越来越有打工仔的觉悟了 方无明时不时 撇向一楼角落 斗笠青年似乎只顾吃饭 并未有什么奇怪举动 方无明也逐渐放下心 然而 放无明不知道的是 自从放无明一行人 进入最香楼那一刻 斗笠青年的注意力 就一直集中在方 无明几人身上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没想到 会在这里 感应到任务目标 虽然感应稍纵即逝 但绝对活真价实 任务目标 绝对在刚才那名白衣青年身上 身后的两个侍卫 都是炼器二层 接近炼器三层 由此判断 那名白衣青年 必定也是使用某种秘法 掩盖了气息 还好自己没有草率 直接神识探查过去 不然很有可能 就被发现了 斗笠青年 一下子理清思路 不动声色举杯饮茶 一个时辰过后 方无明几人 早已酒足饭饱 可是方无明等了这么久 一楼那个斗笠男 依旧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这是屁股长凳子上了 最后方无明一番心理斗争 还是决定离开最香楼 方无明一出最香楼 斗笠青年 也是立马起身 麻蛋 吃个饭竟然吃这么久 终于走了 先跟上官查一番 再决定要不要动手 然而 斗笠男很快发现 这些家伙 不仅吃饭吃得久 逛街更是不知疲倦 这里摸一下 那里看一下 方无明一路兜兜转转 一直到了晚上 天机 那家伙还跟着吗 方无明低声询问 有些急切 这特冒 怎么就被吃汗尾随了呀 而且 这还是荆丹后期的吃汗 偷偷尾随一天了 又不上来搭话 也不动手 到底是想干啥 还在 方无明一颗心 跌入谷底 这牧林城 最强的那位城主 也还没到处激进 现在这牧林城内 恐怕没人 能奈何得了后面的吃汗 时间也不早了 街上的醉汗 也逐渐稀少 方无明心一横 是你逼我的 看来 只能用那招了 第十八章 散财童子 嘎嘎 几块零石 突然从方无明袖中掉落 然而方无明 似乎没有丝毫察觉 依旧悠闲淡定前行 嘎嘎 嘎嘎 又是一大把碎银 从袖中滑落 周围的行人 先是疑惑 然后是惊讶 最后是狂喜 仅几个呼吸 整条街道 只听得到急促的脚步声 硬是没人吭声 都忙着捡钱呢 方无明察觉到后方的情况 走笑了 不装了 哗啦啦哗啦啦 方无明直接用力挥手 临时 碎银 漫天撒 街边一些住户 被临时碎银打到门窗 骂骂咧咧开窗查看 结果下一秒 也加入街上捡钱队伍之中 真是千百年 难得一遇的散财童子啊 很快 方无明身后 几条街满满都是人 甚至比白天最热闹的时候 还要夸张 健壮 方无明赶紧加快脚步 天机 你不是能掩藏我们的气息吗 快啊 凌若双两姐妹 疑惑的眼神中 只看到方无明 快速掠进漆黑小巷中 也只能跟了上去 天机 现在怎么样 还跟着吗 这是方无明 目前能想到的最靠谱的办法了 因为在最香楼的时候 那个痴汉斗立男 作为一个金丹七强者 竟然连二楼包厢都不舍得上 在结合上之前 清云宗大厂老那穷酸样 于是乎 方无明就产生了这个靠谱的方案 现在 让天机和掩盖气息 隔了几条街 那个斗立男 应该找不到自己了吧 天机和 没有立即回复方无明 似乎是正在小心翼翼 探查那边的情况 过了好一会儿 咦 那个人 似乎 在捡零食 方无明诧异 捡零食 一个金丹七大能 竟然跟整条街的普通人一起 在街上捡钱 方无明 稍稍挠补了 一下斗立男捡钱的场景 你小心点 撞斗斗立了 好吧 斗立男把修饰的形象 硬生生从云端拉到地底 天机 那个人 还在捡吗 方无明突然反应过来 可能是自己 过度脑补了 也许人家 只是捡起一块零食稍微打量一番而已 唉 有这零食 你直接给我啊 便宜那孙子了 他何止还在捡啊 都开始动手 从其他人身上拿零食了 这家伙 该不会是个专业扒手吧 每次看到方无明 将零食给其他人 天机和免不了一顿 骂骂咧咧咧 方无明文言一正 好吗 又是一个乞丐版修士 这世界 真有这么穷吗 算了 还是先趁机跑路吧 方无明几人趁此机会 直奔城门 先溜为静 一个时辰之后 方无明坐在一块青石上 稍作休息 回头望向木陵城方向 有天机和 掩藏气息的能力 那个斗立男 应该找不到自己了吧 真是无语 大晚上的还要跑路 还好白天的时候 物资已经都准备好了 美中不足的就是 走得太匆忙 连个带步的工具都没有 腿都快跑断了 前辈 喝水 林若霜两姐妹 看着气喘吁吁的方无明 自觉递过来一杯水 林若霜两姐妹 是越来越猜不透前辈了 明明手段通天 却从未腾云驾舞 不是马车 就是徒步 现在貌似还挺累的 两姐妹练气二层而已 这点路程基本也没啥感觉 前辈怎么可能会累呢 不过这些 也比当初遇见前辈时 那身叫花子的装扮 显得正常了不少 方无明喝了一口水 缓和了一些 继续赶路吧 我们去南方 看看外面的事件 与此同时 木林城内 斗笠难捡的不亦乐乎 嘿嘿 八千块零食到手 虽说是勉强算得 上下品零食 但数量够多啊 换算成中品零食 也差不多是八百块 斗笠难称 无人注意自己 动用零力 将下水倒里 几块零食收入囊中 美滋滋 这么一算 还比这次的任务 报酬多上三百块零食 血赚啊 哎 不对 自己还有任务在身呢 起身四顾 又从怀里 掏出一颗鸡蛋大小的石子 此时石子已经毫无反应 完蛋 跟丢了 好不容易筛选到这个 看起来没有任何危险的任务 虽说这个巡物任务 与大海捞针无意 但他相对安全啊 报酬也丰厚 本来也只是打算来碰碰运气 毕竟自己运气向来不差 哎 算了 至少没白跑一趟 至于任务 随缘吧 思来想去 斗笠难还是满一点头 随即往城门方向走去 斗笠难一出城门 大晚上四下无人 直接化作长红飞离此地 飞到一半 或许是意外之才的 喜悦散去一些 斗笠难心中有些不甘 自己大老远赶来这不毛之地 总不能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吧 想着想着 低头正好看到 下面一道瀑布 看起来不错 嗖的一声 斗笠难直接落到瀑布之上的岸边 站在此处 让人总忍不住想远眺木陵城 斗笠难也不例外 这里的夜景 是真的引人入圣 斗笠难顿时有了 在此地休息一晚的打算 四下探查 发现瀑布后面山谷中 貌似有一个洞穴 今晚就住这儿了 斗笠难身形缓缓飘起 朝山谷内部飞去 刚到洞口 斗笠难只觉得 怀里有血躁动 赶紧从怀里 掏出那个鸡蛋大小的石头 竟然又有反应了 之前在酒楼有反应 自己就有些意外 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不是说很难寻吗 可是 怎么到这里 也有反应 我去 该不会是这小石头出错了吧 真是便宜没好货呀 斗笠难看着手中的石头 想直接丢掉 却有些舍不得 几十块零食呢 要不 带回去 再捣卖一波 回个血 就在斗笠难 在洞口疑惑犹豫之时 山洞里的方无名 一脸警惕 就在刚才 天机合突然告知 说那个斗笠难 就在山洞外面 什么情况 这是非要 杀人灭口不可吗 而且 天机合这不靠谱的家伙 不是说 能掩盖气息吗 这是掩盖了的寂寞啊 人都他们堵在外边了 怎么办 竟然特意追上来 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难道真要给天机合 喂零食吗 方无名此事已经掏出天机合 一脸纠结 这小盒子 一直都想忽悠自己 给他提供零食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 等他恢复实力之后 直接跑路 也不是没有可能 方无名纠结中 已经能隐约听到外面 传来的脚步声 第十九章 金丹七大兽 方无名眼中利色一闪 这斗笠难 竟然如此穷追不舍 迟早要面对 倒要看看这痴汉 到底想要干什么 天机合说过 防御顶尖 就算谈不妥 也不至于被对方一巴掌拍死 方无名一下起身 副手而立 凌若双两姐妹 此时听到脚步声 也是立刻警惕 手握住剑柄 地上篝火闪动 洞内安静无比 斗笠难一踏入洞中 顿时愣住 这这这 几人是这几人 前些时候 那两个侍卫 还是练乞七 怎么此时气息全无 斗笠难脑海中 快速回忆此前碰到几人时的场景 对了 那个白衣青年 竟然能随手甩出那么多灵石 不可轻举妄动 先不说实力如何 万一这几人是某大宗派外出历练的弟子 自己一届散修 可得罪不起 方无名缓缓转身 目光落到斗笠难身上 方无名看不到斗笠难此时表情 难以判断斗笠难此时心中所想 一个金丹七修士 为何跟着我们 求财 还是方无名中气十足 没办法呀 现在可不能怂 斗笠难侯杰微不可查 如动一下 自己掩藏气息的秘书 连原因大能都无法探测到自己的修为 眼前的白衣青年 竟然一语到处自己的修为 果然 行走江湖 不可草率 斗笠难微微拱手 阁下误会了 我只是偶然路过此地 方无名心中大骂 妈的 有这要巧 不过这斗笠难并未见面就动手 想必是求财 结合之前这斗笠难当街见临时的举动 方无名觉得 求财的可能性极大 可是 这斗笠难刚开始 为什么会盯上自己呢 难不成 是青云宗的人 不太妙啊 见方无名面无表情 也不搭话 斗笠难再次开口 敢问阁下出自河门河派 来此荒凉之地 所谓河室啊 河门河派 搁着查户口呢 无门无派 不过转念一想 这斗笠难该不会以为自己 出自哪个大宗门吧 这才不敢随意动手 方无名依旧不动声色 无名宗 此话一出 斗笠难翻越了自己脑子里每个角落 愣是不知道这无名宗来历 哦 原来是无名宗的道友 久仰久仰 斗笠难虽没听过 但不影响他客套两句啊 作为一个无权无视无背景的三无人员 能活到现在 靠的就是一个谨小甚微 方无名本来也是胡周 此时听到眼前的金丹七强者所言 貌似还真的有一个无名宗 方无名见对方语气 似乎变得客气了许多 心中也是 稍稍松了一口气 道友又是来自荷门河派啊 闻言 斗笠难也没过多犹豫 无门无派 一见散修罢了 散修 不是清云宗的人 那就好 至少没有什么仇怨 凌若双两姐妹 自然感受不到斗笠难的修为气息 此时见前辈与斗笠难寒暄起来 两姐妹也是不再握住剑柄 方无名画风一转 这位道友 刚才在城中 我见道友 貌似 很缺灵石啊 斗笠难一正 修事哪有不缺灵石的 何止缺啊 缺的生活不能自理啊 简直 不过转念一想 可能这些大宗派的弟子 不需要为灵石发愁吧 自己这个散修 比不了比不了 斗笠难丝毫不觉得自己 当街捡灵石 有何不妥 挣钱 不寒陈 实不相瞒 这次来到此地 其实是接下一个寻物的任务 说来惭愧 任务报仇 还不如道友 随意丢弃的那些灵石 斗笠难有很多特质 但 打肿脸充胖子 绝不是其中之一 况且眼前的白衣男子 似乎是个大款啊 打好关系 说不定还能捞上一遍 哦 寻找何物 兴许我见过 天机盒 方无名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是冲着天机盒来的 怪不得老盯着自己 方无名怀中天机盒微微震动 不过并未传音 不用天机盒提醒 现在还没找到一宝 天机盒可不能丢 而且 听起来 对方任务的报酬 也就一般 道友的这个任务 非要完成不可吗 方无名继续问道 斗笠难眼睛一亮 那倒不是 完成任务 其实也是为了那点零石罢了 斗笠难猜测 天机盒肯定在对方身上 这才故意说出 任务目标是天机盒 看白衣男子这个态度 说不定还会补偿自己一番 果然 文言方无名满意微微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好办了 道友需要多少零石 才肯放弃这个任务 斗笠难心中快速思索 既不能太少 否则自己心里过不了这个坎 也不能太多 对方可能会翻脸 能白拿的零石 尽量不动手 斗笠难伸出一个手掌 500块中品零石 也就是5000块下品零石 此任务立即放弃 方无名几乎没有犹豫 哗啦啦 这是5万块零石 就当交个朋友了 斗笠难狠狠咽了口口水 今天真是自己的幸运日啊 不愧是大宗派之人 出手就是阔绰 什么狗屁任务 当场放弃 斗笠难难掩激动 伸手一招 地上零石全部消失 道兄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斗笠难摘下斗篷 上前两步继续道 想必道兄也听说过血月的名头 由于组织的规定 我不可以真面目示人 还望道兄见谅 方无名文言诧异 血月组织 不正是自己想联系的组织吗 真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无妨 方无名摆摆手 我听闻血月组织内部 提供打手服务 嘿嘿 道兄要这么说 也不错 血月的业务范围 还是挺广的 小道世俗界所示 大道参与宗派战争 只要雇主资源足够 任何委托 血月内基本都会有人接下 哦 那我要雇佣一个打手 需要花多少零石 这个得看到兄需要什么境界的打手了 嗯 金丹七的修为 需要多少 斗立男一正 金丹七 这位道兄 要一个金丹七的打手干什么 不过这价格也不是什么秘密 随意一个血月组织的接待点 都可以打听到 斗立男刚想回答 突然想到了什么 金丹七 自己不就是金丹七吗 看这样子 是要飞来横财啊 斗立男斟酌了一下用词 道兄如果需要人手 何必舍尽求远呢 我只需五百中品零石 一个月内 道兄只拿我打哪 第二十章 递结盟约 斗立男面具之下 双眼一直在观察方无明的神色 只要方无明 对于这个价格有丝毫不满 自己立马改口 少赚点 还是没得赚 自己还是拎得轻呢 方无明面带微笑 微微点头 也不说话 斗立男健庄立刻补充 但是 如果是道兄的委托的话 那自然不需要那么多 放无明诧异 自己只是在考虑 要怎么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好有个忠实的金丹七大手 没成想 这斗立男竟然还自己砍价 嗯 不错 倒是有点服务行业的味道了 呵呵 道友无需多言 我从不讲价 只是 总不可能就这么口头委托吧 斗立男文言大喜 不愧是大宗派 不像那些小门小派 扣扣搜搜的 那是自然 这是血液组织的契约令 滴血地劫盟约 斗立男掌心 出现一枚令牌 这个盟约 主要是制约血液组织成员的 如果有成员 胆敢破坏盟约 立即暴体而亡 雇主的话 违反盟约 倒不会暴体 只是 血液成立至今 也无人胆敢无视血液的威严 方无明文言点头 看来这血液组织能做大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队内 严格要求成员 队外 威慑四方 方无明一挥手 又是一堆零石落地 不多不少 正好五千块零石 斗立男眼中闪过喜色 道兄果真是爽快人 咻 斗立男直接划破指尖 一滴鲜血滴入令牌之内 转眼被吸收 方无明见状 也是刺破指尖 挤出一滴鲜血 鲜血滴入令牌的瞬间 方无明只觉得自己 跟眼前的斗立男 似乎建立了 某种微妙的链接 方无明此时觉得 眼前的斗立男是 完全可以信任的 这是很奇怪的感觉 明明前一秒 双方还各怀鬼胎 不过方无明还是清楚 这种信任的感觉 只是暂时的 等蒙约结束 两人还是该干啥干啥 不可禁锡 蒙约结成 斗立男也是毫无心理负担 一挥手 地上的零石堆 眨眼消失 方无明怀中的天机盒 明显抖动了一下 每次看到别人 拿走方无明的零石 似乎都会如此 既然如此 各位早些歇息吧 明天一早就出发 前往南方繁华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 方无明就被洞外的马匹 嘶吼吵醒 出洞一看 竟是凌若霜不知道 从哪弄来的大马车 估计是早早就返回 沐陵城弄来的 另外 一边的凌若涵 也是手中忙碌 正在准备早餐 方无明欣慰点头 但想了想 这两姐妹怎么说 也是具有不错的资质的 这些天 这两姐妹几乎没什么空闲 静下心来修炼 虽然 每天还是会问自己 要几百零石去修炼 但这么下去 静静估计会有所影响的吧 现在身边 能稍微信得过的 也就这两姐妹了 得想办法快速提升 她们实力才行 唉 要是自己 也能修炼就好了 至少也能稍微 时不时查探 一下这两姐妹的修为情况 现在天机和貌似 还在生闷气 也不好 时常询问她这种小事 更不可能询问 斗力吃汗 毕竟现在 自己在斗力吃汗的认知里 还是某个大宗派的重要人物呢 可要是没人洗衣做饭的话 难不成 还得找两个 专门洗衣做饭的仆从 在方无明心中 嘀咕之间 早餐吃完 几人继续往南方赶路 一路上 都是一波波闹饥荒的流明 要是在之前 方无明绝不会将食物 分一些给这些流明 怕这些流明恶疯了 直接上手哄抢 但是现在有个 金丹后期的打手 就不必顾及那么多 能施舍一些是一些 路上还顺手处理了几匹流寇 心中也算得到些许宽慰 随着时间推移 路上碰到的流明逐渐减少 方无明还以为这是因为 越来越靠近南方 南方是繁华之地 流明少一些也是正常 可莫过多久 方无明就被迫回忆其往事 心中怒气顿声 前辈 前辈就是青云踪浪 林若霜声音从马车外面传来 本来方无明是想着两姐妹 进马车内修炼 让斗力男自己在外面驾车 可这两姐妹说什么尊卑有序 不能跟前辈同坐马车 方无明拗不过这两家伙 也就没强求 方无明拨开马车门帘 远远就看到 那个熟悉的山峰 不用林若霜提醒 方无明也知道前方是何处 正是青云踪 当时自己被嘲讽的一幕幕 浮现于脑海 方无明远远望 向前方山峰 气不打一处来 这几天老被天机和嘲讽 说自己零食虽多 但也只是最低品级的零食 正好看看这青云踪 是否有什么好宝贝 心仇就和一起算 狐卫 你去前面宗门探查一番 看看这青云踪最强者 是什么境界 狐卫 是斗力之汉的代号 方无明也没过多 询问对方的真实姓名 是 狐卫身周灵力浮现 化作长虹离去 不错 但起活来 不含糊 没过多久 狐卫就探查完毕返回 青云踪踪主义四 金丹中期实力 宗内八位长老 皆是住激进 门内三千余弟子 皆是练气静修为 方无明满意点头 青云踪是有护踪大阵的 本以为狐卫得 花费一番功夫 没想到这么快 就打探得这么清楚 这个血月组织 不可小觑啊 狐卫 你可有把握覆灭这青云踪 狐卫早有预料 立即达到 这青云踪实力很一般 我特意查探几遍 并没有发现 什么隐藏的强者 方无明满意 微微点头 心中已有决断 前方何人 此路不通 快快绕行 前方林荫小到深处 突然传来呵斥声 林若霜眉头一皱 前辈 前面好像是青云踪弟子 正在拦路 驱赶路过行人 第21章 能杀的 便杀了 不必过问 驱赶行人 方无明瞬间清楚 为何这一路上 流明越来越少 没想到竟然是被青云踪 这些人驱赶的 无妨 继续前进 得到命令 林若霜驱赶 马车静直 进入前方临终道路 什么人 没长眼睛吗 此路不通 几个箩筐大的字 都看不见 呦 原来是两个 炼器三层的修士 怪不得这么嚣张 不过 炼器三层 在我们青云踪面前 也只是蝼蚁 还不速速滚蛋 免得我们动手 师殿 跟他们费什么话 像这种 刚踏入修行路之人 总觉得 自己很厉害 直接打服了就行 两个青云踪弟子 一看到方无名挤人马车 小嘴抹了蜜一样 狂吠不止 这熟悉的语气 这嘲讽的属性 马车内方 无名深吸一口气 微微平复一下心情 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林若霜没收到前辈的命令 依旧驾着马车缓缓向前 两个青云踪弟子健壮 眼睛瞪大 哦哟 在这地界 竟然还有人敢藐视青云踪的威严 两个青云踪弟子 顿时恼怒 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一下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炼气修士 区区炼气三层 也敢在炼气四层面前放肆 一层修为的差距 可不是随便就能无视的 两个青云踪弟子 纷纷掐绝 好似在炫耀自己的功法武技一般 下一瞬 两个青云踪弟子 配见好似被无形之手操控 脱离剑鞘 去 两把飞剑 直直刺向林若霜两姐妹 林若霜凌 若寒眼神瞬间变得凌厉 手握剑柄 咻 只见林若霜凌若寒几乎同时出剑 看起来朴实无华的一剑 竟然批出一道几丈长的剑盲 哄 青云踪两名弟子的飞剑 瞬间被剑盲批得粉碎 剑盲去世不减 碰 两名青云踪弟子双双被批飞 吐血不止 一直守在马车旁的狐卫剑壮 心中惊讶 这是什么功法剑剑 竟有如此威力 如果刚才施展这剑剑的 不是两个炼气三层的修士 而是两个金丹三层的修士 估计原因大呢 也得认真对待 马车内透过缝隙 看到外面情况的方无名 也是惊讶又羡慕 这就是修士的力量吗 不过看起来 应该是天机盒这家伙给的功法 比较强大的原因 毕竟作为一个从上界来的家伙 一些垃圾功法 也拿不出手吧 嗯不错 不枉我一番栽培 天机盒突然传音 天机 你给他俩的功法 是什么品级的 这还用问 自然是上界的功法 真正的仙人功法 岂不是仙法 面对方无名的大惊小怪 天机盒不再回应 方无名也没在意 这木疙瘩 应该是更年期了 等自己踏上修行路 也得忽悠 两部牛逼轰轰的功法 来用用 嗨嗨 你们怎么可能 明明只是炼气三层 为什么 两名青云宗弟子 捂住胸口 面色煞白 凌若双两姐妹 并没有开口回答的意思 反倒是马车内 传出声音 不想死的话 就带路 本座正要 去青云宗算算旧账 两名青云宗弟子闻言 心中更是惶恐 算旧账 光是两个马夫 就如此强大 轻轻松松越尖 那马车里面的那位 究竟又是怎样的实力 两名青云宗弟子 一瞬间就有了决定 死到又不死平到 嗨嗨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前辈 这边请 两名青云宗弟子态度 一百八十度转变 活命再说 天塌了有高个儿顶着 两个时辰后 方无名马车慢慢悠悠 停在青云宗山门前 带路的两名青云宗弟子 终于看到自家山门 心中忐忑瞬间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 休脑至极 这两名青云宗弟子 悄悄对视一眼 看到对方眼中的怨毒 等踏进护宗大阵之内 必定要让宗内强者 杀了这几个 藐视青云宗之人 休休 两颗人头咕噜噜落地 这两名青云宗弟子 就这么死在自家山门之前 正是胡卫感 受到这两名青云宗弟子身上的杀意 这才先下手击杀两人 毕竟方无名说过 只要对自己产生杀意的 能杀的 直接杀了便是 无需过问 大胆 竟然在青云宗门前 击杀青云宗弟子 十几个青云宗弟子 冲出山门 江方无名几人团团围住 哼 两个炼器三层 竟如此猖狂 其中一名 看似是带头的青云宗弟子 怒气冲冲 大意凛然 显然这名弟子 并没察觉到 胡卫这个金丹后期的存在 小双小孩 你们炼炼的机会来了 不必手下留情 马车内 传出严肃的声音 两姐妹对视一眼 微微点头 下一瞬 就在那十几名青云宗弟子 还在花式嘲讽之时 只见两道剑芒袭来 这两道剑芒 竟是比之前大了一倍不止 而且速度极快 哼 两名青云宗弟子 当场殉命 剩下的青云宗弟子 皆是震惊 这是什么见解 要知道 青云宗 其实应该叫做 青云剑宗 可是宗内 除了一些长老之外 没见过哪个弟子 能展出这样一剑 带头的青云宗弟子 先是震惊 随后眼中露出 贪婪 想不到两个小小的 炼器三层修饰 竟然有如此剑技在身 简直是自己莫大的机缘啊 丧死 竟然还敢动手 众位师殿 动手 刚才那两道剑芒带来的震撼 可不足以掩盖 这些青云宗弟子内心的贪婪 随着带头 师兄一声令下 在场所有青云宗弟子 齐齐祭出飞剑 众多飞剑 以某种规律 在两姐妹头顶上空盘旋 竟是某种剑阵 林若霜 两姐妹神色凝重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不过 也正好向前辈 展示一下近期修炼成果 以免辜负了前辈的栽培 只见两姐妹被靠背 手中快速掐绝 佩剑瞬间被灵力覆盖 佩剑悬浮而起 竟然也是隐隐形成 某种奇妙剑阵 带头的青云宗弟子 眼睛瞪大 竟然还能形成剑阵 要赶快速战速决 以免引来宗内其他人 去 带头弟子一声令下 剑阵立即发动攻击 林若霜 两姐妹眼神灵力 操控剑阵正面迎击 轰隆隆 青云宗众人剑阵 竟然一碰撞 便节节败退 咔嚓 飞剑军裂的声音 从空中传来 林若霜 两姐妹心中暗道不好 自己的武器 在世俗之中算是顶尖 可还是难以承载太多灵力 竟然是在这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第22章 树道 胡孙散 十几个青云宗弟子见状 心照不宣 无需带头弟子发令 纷纷加大灵力输出 欲斩杀两人于当场 夺得功法剑技 林若霜两姐妹表情并未惊慌 手掌一挥 哗啦啦 上百张烈符突然出现 轰隆隆 巨大的爆炸 直接震散青云宗弟子的剑阵 将十几名青云宗弟子 炸得重伤倒退 就连青云宗护山大阵 也是微微震动 不到两个呼吸 青云宗内就有两道长虹飞出 两道长虹落地现出身形 竟是两位身穿道袍的中年 面容冷峻 二长老三长老 这几人胆大妄为 竟然在此击杀我青云宗弟子 两位长老扫了一眼地上 躺着的几具尸体 眼中寒意顿生 两位长老在看向林若霜两姐妹 哼 竟然只是两个练习七的修士 闹这么大动静 还以为是有强敌来袭呢 不过这片地界 也没有什么强敌 你们适合 少废话 叫你们最能打得出来 马车内方无名直接打断 两位长老的质问 强行打断这两个老家伙的 嘲讽施法 两位长老一致 莫非 马车内的才是这一伙人的头头 可是马车内分 明感应不到什么强者的气息啊 别说强者了 神识感应之下 马车里不是没人吗 两位长老皱眉 对视野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疑惑犹豫 根据多年的经验 马车内的人 绝不简单 一番思量之后 三掌老上前 微微拱手 敢问道友来此 所为何事啊 不管如何 也不应该 不应该什么 毕刚把两个老东西 出门没戴耳朵吗 叫你们这里最强的出来挨打 你 你什么你 屁大本事没有 还敢开宗立派 你看看 你们教的什么东西 被人随随便便 越鸡击杀 你们竟然还有脸活着 你 欠 可笑 手上功夫不行 嘴巴也不灵光 我要是你们 早就一头撞死算了 两位长老只觉得 脑瓜嗡嗡的 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话对回去 主要谁修仙 会修骂街的本事啊 青云宗山门前 早已汇聚 众多青云宗弟子 此时皆是面色古怪 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长老 竟然被呵斥得哑口无言 凌若双几人 倒是了解方无明的性格 时不时抽个疯吧 其余时候 还是挺正常的 此时车上的方无明 心中舒爽 当初自己来青云宗 想要败入青云宗 结果被嘲讽到破大方 由于当时 自己还处于震惊猛逼状态 又或许是实力不足 底气不够 愣是没想起来 要回怼两句 退一步 越想越亏 忍一忍 越想越气 这嘲讽之仇 今日总算得爆 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 有仇 一般都是百倍奉还 两名长老 察觉周围弟子 古怪的表情 再也压抑不住心中怒火 哼 不管你是谁 既然敢公然侮辱我青云宗 今天 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三长老双手 快速掐绝指天 一柄 由灵气凝聚而成的巨剑浮现 让人看起来震天悍地 二长老也是同时动手 身后顿时浮现 无数剑影 灵力气势 直接逼退围观弟子 再次感受到杀意 一直站在马车旁 漠不作声的狐卫 无虚方无名指示 哼 狐卫身上一股强劲气浪迸发 彻底释放金丹后七 修为气息 强大的金丹七威压 直接笼罩住两名长老 不好 竟然是金丹七的强者 三长老忍不住惊呼 二长老也是快速收去攻势 转而进行防御 抵抗这股袭来的威压 扑通 两名住机器的长老 竟然直接被压得跪地 起身都做不到 下一瞬 更是一口鲜血喷出 金丹强者 恐怖如斯 倒有 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 一个略显空灵沧桑的声音 从青云宗内部传来 周围围观众弟子 皆是面露喜色 是宗主 众弟子终于想起来什么 纷纷快速退回宗门之内 这里眼看就要发生大战 还是赶紧离开为妙 狐卫也没阻拦这些逃离的弟子 也没回应青云宗主 马车内的方无明倒是想回应 狠狠嘲讽一番 这所谓的青云宗宗主 可奈何自己 连青云宗主的人都没看到 自己这小嗓门 估计说了人家 也听不见吧 方无明等了许久 本以为这青云宗宗主放完画 立马就会化作长虹 飞至此地 没想到半天过去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难不成是知道打不过 打算当缩头乌龟 想当缩头乌龟 也得看老子答不答应 天机 这护宗大阵 能破不 你名为天机 这种阵法啥的 应该不是问题吧 天机和并未回应 方无明无奈继续道 到时候 里面的零食都归你 如果有中品以上零食 也都归你 我只要一块即可 当真 方无明心累啊 无力不弃早的家伙 千真万确 方无明猜测 这青云宗大肠老兜 如此穷酸 想必这青云宗 那没多少零食 得到方无明的 肯定回答 天机和心中大喜 这青云宗 虽然看起来不咋地 但是 作为一个修仙宗们 至少一条灵脉 总该有吧 也就是方无明 这个凡人不知道这些 不然估计的后悔死 不就是个破护宗大阵吗 即使自己现在只剩一口气 也能根据记忆中的 阵法知识破解此阵 就算是稍微损耗 一点点本源 里面那条灵脉 也足够自己恢复一些力量了 天机和越想越觉得自己转了 只见一道金光 从方无明马车内 击射而出 一下击中青云宗护宗大阵 嗡 青云宗护宗大阵 瞬间震动 没过两个呼吸 在青云宗 众多弟子震惊的目光下 护宗大阵 轰然破碎 方无明见状 跳下马车 走 进去会会着青云宗 终于 时隔几日 自己还是光明正大 底气十足地 踏上青云宗山门了 上次 是乞丐进门 这次 是鬼子进村 反正 自己已经击杀青云宗大长老 已经是劫下血仇 正好趁此机会 赴灭青云宗 青云宗弟子听好了 今日灭青云宗的 乃是无明宗 不想死的 除无法器留下 可自行离去 凡有阻拦者 格杀勿论 这些话 当然方无明只是狐卫说的 主要是这个十三 方无明装不了 哎 还是有修为好啊 装十三的时候 嗓门够用 果不其然 狐卫声音 传遍整个青云宗 刹那间 树到狐孙散 护宗大阵都被破了 宗主又迟迟不现身 此事不跑 更待何时 至于处无法器 开玩笑 根本就没有 就是这么穷 只有一些核心弟子 跟长老才会有那玩意儿 第二十三章 青云宗主残魂 巨蛋 狐卫暂时收回威压 地上的两位青云宗长老 对视一眼 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摘下储物件 选择跑路 方无明略为诧异 这青云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宗门 竟然连长老都是说 跑路就跑路 可正当这两位长老 准备飞身顿走时 修修 两把被红色灵力包裹的匕首 从狐卫秀中 激势而出 这两位青云宗长老 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额头就已被双双洞穿 死不瞑目 我说了 只有青云宗弟子 才可以走 狐卫缓缓开口 周围青云宗弟子 看到两位助击长老 就这么被人如屠狗般干掉 又拘又怒 拘自身小命堪忧 牧宗们无法庇护 两位长老的死 并没能阻止青云宗 众多弟子离开的脚步 第一个弟子飞离青云宗 果然 并未被出手击杀 下一瞬 更多青云宗弟子 纷纷逃遁 眨眼间整个青云宗 就变得冷清潇涩 半个时辰后 方无名一行人 也终于走到青云宗主殿门口 一路走来 按照方无名这个凡人的眼光来看 青云宗确实是风景优美 颇有修仙那骨子缥缈的意境 可在狐卫的眼中 这青云宗着实不怎么样 甚至可以说是灵气 匮乏至极 一个修仙宗门 环境弄得再好看 灵气匮乏 也是白大 特别是此时 静静躺在方无名怀中的天机河 自从踏入青云宗的那一刻 天机河就已经大失所望 就这 就这也敢自称修仙宗门 这灵气浓度 跟宗门外面 它也差不了多少 亏自己还耗费一丝本源 破开护宗大阵 简直血亏 按照目前这个灵气浓度 估计灵脉什么的 要么没有 要么早已枯竭 除非 青云宗的人 在灵脉处 另外布置有风镜大阵 天机河神石 来回扫描整个青云宗 只发现一处 还算是有些阵法护持 这大殿里 毛都没有 直接去那边那座山峰 天机河传音给方无名 显得略微烦躁 方无名停在大殿门口 能瞥见大殿内 还有一些 不知所措的青云宗弟子 既然天机河都这么说了 这大殿 也没有进去的必要 方无名 给了胡卫一个眼神 胡卫会一了然 等方无名转身离开大殿门口 大殿内顿时传来战斗的声音 确切地说 是屠戮的惨叫 这些弟子 明知道强敌来犯 明明不知所措 却依然不肯离开此地 方无名 不可能留下这些人 给自己徒增后患 才几个呼吸过去 胡卫就已经回到方无名身后 直到现在 方无名 依然没碰到青云宗宗主 就连青云宗的其他长老 也是无人出现 该不会是带上家产跑路了吧 可要是真的如此 天机和这家伙 肯定第一个提醒自己 带着心中疑惑 方无名几人来到天机和所说的山峰 此地的封禁阵法 似乎由于没有灵力支持 都不用动手 就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摇摇欲坠 里面似乎有好东西 天机和突然传音 什么好东西 方无名内心 瞬间激动起来 能让天机和这家伙说是好东西的 莫非 是能让自己踏上修行之路的一宝 不确定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方无名秀中又是一道金光略出 眼前的封禁大阵如同纸壶 瞬间崩溃消散 爱 一声重重悲叹声从山峰上传来 方无名步伐一致 这个声音 不正是青云宗宗主的声音吗 道友既然执意要覆灭青云宗 那便请进来吧 青云宗宗主声音再次传来 方无名微微皱眉 竟然主动邀请自己进去 莫非是有什么陷阱 天机 你能看出来里面有没有埋伏吗 天机和此时神石正在疯狂扫描前方 可惜 还是没有什么灵脉 天机和有些不耐烦 能有什么危险 一群穷鬼 闻言 方无名心中危定 方无名还是踏上前方山峰 道友果然是胆识非凡 既如此 我也没必要反抗了 道友 这边请 青云宗话音一落 轰隆隆 山峰一处突然出现一扇巨大石门 正缓缓打开 狐卫在最前面 方无名身后跟着凌若双两姐妹 并未犹豫 直接进入石门 通过石门 竟然是来到这座山峰里面 一处洞府 一进入洞府 方无名首先注意到前方广场中央 看起来应该是某种祭坛 祭坛中央 竟是一颗人头大小的蛋 正在方无名打量祭坛阵法内的弹石 祭坛阵法内一股能量汇聚 最终竟然是幻化成为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 这就是青云宗宗主 可这家伙出场的方式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魂吗 哼 想不到我躲到这片不毛之地 还会遇到像道友这样的强者 看来老夫命数已尽啊 青云宗宗主 似乎并没有因为宗门覆灭 而感到惋惜或者仇恨 似乎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 青云宗宗主并没有等方无名几人回复的意思 自顾自继续说着 也罢 这一切都是老夫旧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今日道友的到来 也正好是让老夫断了念想 青云宗宗主转头看向一旁的蛋 无奈摇头 当初就不应该为了这颗蛋 而被迫亡命天涯 当年 以老夫的资质 要是 哎 连方无名几人都能感受到青云宗宗主 此时心中的抑郁 那是一种悔不该当初的极度抑郁 青云宗宗主的身体 甚至更加虚幻了几分 青云宗也只是老夫无心之举建立起来的 道友看上什么 自取便是 只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老夫想看看 这颗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然 老夫这一缕执念残魂 就无法消散 方无名总算是听出来了 眼前的青云宗宗主 就是一道残魂 真正的青云宗宗主 或许早就不在人世 自取 取什么 取土吗 一个修仙宗门 竟然能穷到这个地步 天机和抱怨连连 还不如好好赶路去南方 方无名眉毛一条 天机和这家伙 不是说这里有好东西吗 莫非 就是前面那个蛋 很有可能 连青云宗宗主 都因为这个蛋而执念 难以消散 听青云宗宗主话里的意思 似乎 还是被这颗蛋 给影响了自己一辈子 方无名心中思索 表面依然不动声色 虽然这颗蛋看起来 也不像是能让自己踏上修仙之路的样子 但遇到就是缘分不是 笑纳了 第24章 绝品 青云剑 不过 还是得先了解清楚 这颗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动辄毁人一生 方无名目光重新落在巨蛋之上 此时再次看去 这颗巨蛋 确实有些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 巨蛋之上 金色符纹缭绕 不知道是青云宗宗主刻画上去的 还是这颗巨蛋天生的 天机 你认识这颗蛋吗 方无名低声询问 哼哼 又是个吞金大货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颗上古神兽蛋 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怎么弄到的 现在我总算是知道 为何这个宗门会这么穷 看来都是被这个蛋给吃穷的 天机和说到这里 突然想起了什么 赶紧闭嘴 不再传音 方无名了然 这么说 这青云宗宗主 虽然拥有这颗蛋 却没有资源孵化 方无名都能想象得到 青云宗宗主 当初拼命夺得这颗蛋时 激动无比的神情 万万没想到 竟是这样的结局 这颗蛋孵化成功 老夫残魂自会消散 老夫残魂不消散 道友 恐怕是拿不走这颗蛋了 方无名终于开口 怎么 你想毁了这颗蛋 青云宗主默认 这么多年来 不是没想过 直接毁掉巨蛋 此时 也有十足把握 能瞬间毁掉巨蛋 见状 方无名面露微笑 这颗蛋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我 却无足轻重 你该不会是老糊涂了吧 竟然拿这种事来要挟我 青云宗主文言一致 怎么 来人不知道 这颗蛋是什么吗 解释不通啊 自己躲在这片灵气 极度匮乏之地 就是怕当初的仇家上门夺蛋 如果这些人 不是为了此蛋而来 为什么要来这不毛之地 还貌似专门来覆灭青云宗 青云宗主 脑海无数念头闪过 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执念 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吗 青云宗主一时语色 那边那把剑不错 可以拿给那两个丫头用用 天机和突然传音 方无名闻言 壮若不经意 扫尸四周 果然看到不远处 一块巨石之上 一把宝剑插入巨石之中 光看剑柄 方无名就感觉 这把剑 绝不是之前碰到的 那些青云宗弟子的剑 所能比较的 方无名目光 不自觉稍微在石中剑上停留一会儿 这一幕被青云宗宗主察觉 忘了自我介绍 在下青云道人 那边那把剑 名为青云剑 乃是一把绝品法器 闻言方无名 眼睛一亮 绝品法器 方无名这段时间 跟胡卫交谈之中 也是套到一些常识性的信息 在这个世界 法器的划分等级为 下品 中品 上品 真品 绝品 法器之上 还有灵器 仙器 皆是有下中上真觉区分 每件法器都有自己的品阶 之前弄到的储物法器 就是最下品的法器 所以空间不大 要是绝品的储物仙器 据说能装下整片大陆 不过绝品的储物仙器 目前为止 都还只是传说 脑海中闪过法器的品阶划分 方无名微微皱眉 这青云宗主 竟然会有一把绝品法器 而还是常见 这搞得 让人有种绝品法器 很便宜的错觉啊 好似看出方无名脸上的疑惑 青云宗主继续开口 这把剑 是老夫花费大半生心血 走访各大炼器名家 付出无数代价 才得以炼成 乃是老夫的本命法器 要是道友能在此 助我孵化此弹 这把绝品法器 就归道友 青云宗主话音一落 手中掐绝 时钟青云剑阵战翁明 嗖的一声 便飞到青云宗主面前 方无名看到 青云宗主此时的眼神 不用说 又是那一套 又准备用宝物要挟自己 方无名心中不爽 可是 凌若双两姐妹 到现在都没有衬手的兵器 确实是有些寒酸 这老头虽然生前实力 应该是在原因期 但现在 一道残魂而已 给我零食 我分分钟拿捏他 天机可感受到 方无名的纠结 赶紧趁火打结 方无名无语 这破目疙瘩 就没有不惦记自己临时的时候 方无名微微点头 略作沉吟 既然宗主不愿配合 虎卫 动手吧 毁掉那颗巨蛋 青云宗主闻言大惊 还有这样的操作 青云宗主明知道方无名 这是在以其人之道 还施比身 但 这颗巨蛋 可是青云宗主的唯一执念 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巨蛋 就这么被毁 青云宗主慌忙到 道有且慢 有话好说啊 见虎卫停下动作 青云宗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剧本不对啊 青云宗主略作思索 道有也可以不必在此孵化磁弹 不过老夫恳请道有 随身带上老夫这道残魂 等到道有孵化磁弹的那天 老夫也就明目了 未表诚意 青云宗主甚至直接操控青云剑飞向方无名 被虎卫一把抓住 长剑入手的一瞬 虎卫明显感觉到心底深处的火热 这可是绝拼法器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将是自己这辈子 唯一一次碰到绝拼法器 不过下一瞬 虎卫心中的躁动 就被另一股力量强压下去 虎卫一言不发 将长剑递到方无名手中 嗯 不错 迈向还行 方无名颠了颠长剑 心中满意 方无名身后的林若霜两姐妹 自不必多说 此时目光也是无法从长剑上移开 可是 长剑只有一把 林若霜偷偷瞥了一眼自己妹妹 心中略微失落 不过很快就平复过来 已经暗暗下定决心 如果前辈真的刺剑 就让给妹妹好了 果然 方无名转身 手中长剑一丢 林若霜下意识接过长剑 心中激动 可是 林若霜轻轻抚摸手中长剑 心中叹息 妹妹 这把剑 是前辈赐予你的 以后要好深爱护 林若霜说着 将长剑递给林若霜 殊不知 林若霜也早已下定决心 将长剑让给自己姐姐 平时都是姐姐 站在自己前面挡风挡雨 这次说什么 也要将长剑让给姐姐 姐姐 前辈明明是将长剑扔给你的 你就拿着吧 前辈以后肯定也会送我一把合适的剑的 平时略显怒的林若霜 罕见露出笑容 第25章 意图明显 剑状 方无名只是轻轻一笑 手中竟然又出现 一把一模一样的青云剑 在场众人 最为震惊地 莫过于青云宗主 自己这是没睡醒 还是老眼昏花了 自己花费大半辈子 打造的青云剑 年轻时候 靠着青云剑 也是闯出一些名头的 深知打造一把绝品法器 需要花费的代价 是如何巨大 青云宗主嘴巴张了张 一下子愣是想不出来 该说点啥 方无名当众取出 第二把青云剑 并不怕有什么麻烦 狐卫有蒙约限制 绝不敢轻易 将今日所见透露出去 林若霜两姐妹 方无名更是放心 果然 一旁的狐卫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 此时红白相见的 狐狸面具之下 适合表情 林若霜两姐妹 根本不在意 前辈是如何拿出 第二把青云剑的 心中只觉得激动欣喜 老大不小了 还这么牛牛捏捏的 给 方无名一把丢过青云剑 林若霜这次不再推辞 接过青云剑 视若珍宝 姐姐 你看 我又有自己的常见了 林若霜没来由双眼湿润 不知道是因为妹妹的懂事 还是因为方无名的关心 两姐妹悄悄聊了两句 做事就要跪地 败谢方无名 行了 打住 我只是给自己的两个小跟班 随便赏赐一点东西 没必要这么煽情 方无名不再理会两姐妹 转身看向青云宗主 老头 看到了吗 你的这些破烂 我随手就能拿出一模一样的 嗯 我 青云宗主此时还没缓过来 见状 方无名心中已经摸清楚 青云宗主这道残魂 绝不是什么果断之辈 胡卫 灭了这残魂 方无名笃定 青云宗主残魂 不可能会真的动手毁掉巨蛋 果然 胡卫深周灵力瞬间爆发 对面的青云宗主 如灵大敌 却没有立刻毁掉巨蛋 而是手中快速掐绝 好应对胡卫的攻击 胡卫冷哼一声 一道残魂而已 也胆反抗 要是这道残魂之前 手里还有青云剑 自己可能还得花一番功夫 可是现在 哼哼 只见胡卫手中快速掐绝 袖中瞬间飞出两把红色匕首 两把匕首 眨眼间幻化成二十多把 去 二十多把匕首 击射而出 青云宗主面色凝重 掐绝指向脚下祭坛地面 嗡 祭坛周围瞬间升起护照 碰 碰 碰 狐卫灵力幻化出来的匕首 轰击在祭坛护照之上 祭坛护照 竟然是毫发无损 哼 真以为老夫没有手段吗 这是老夫精心布置的法阵 专门用于锁住巨弹灵气 能进入法阵的 只有无主的灵气 就算是原音七修士 也修想攻破这法阵 你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向祭坛灌注灵气 等巨弹孵化 阵法自然消散 青云宗主 一扫之前的客气态度 既然已经动手 就没必要再装了 碰 碰 碰 又是几把匕首 轰在祭坛护照之上 狐卫停下攻击 微微皱眉 看向方无明 之前方无明 随手破掉护宗大阵 狐卫可还没忘记呢 这个法阵本身不怎么样 只是阵法的核心 似乎是那颗弹 以我现在的实力 比较棘手 不用方无明询问 天机合着主动传音 方无明不动声色 看来 你是铁了星药孵化这巨弹 说吧 有什么企图 该不会 你想依靠这颗巨弹内的生物重生吧 你这一图 也太明显了 首先 宗门被毁 你也无动于衷 还笑脸相迎 不停向 忽悠我帮你孵化巨弹 其次 青云见你都不要了 只为降低我们的警惕 就算是个傻子 也能看得出来 你有阴谋 方无明妈撒下巴 自顾自说着 青云宗主闻言 身形微不可 茶颤动了一下 倒有 老夫只是想完成一桩心愿而已 方无明 置若网闻 正在与天机河 私下沟通 天机河背方 无明的话一点醒 立刻就回想起一些久远的记忆 上古时期 神兽还不像现在如此稀缺 有一些 修为碰到瓶颈的修士 为了更进一步 与天争命 产生了夺射 强大躯体的想法 而神兽天生体魄强大 修行资质 也是极为逆天 最重要的还是 被夺射的是神兽 人足大能 就算发现夺射之事 也不会出手阻止 这样一来 神兽直接成了这些修士的首选目标 但是 这老头的残魂太过虚弱 只要弹中神兽在破壳时 依然有充足的能量供应 这老头的残魂 绝技会被这头神兽吞噬 反而成为这头神兽的养料 天机河一番分析后 给出了最终结论 方无明了然 这青云宗主 折服于这片不毛之地 竟然是有这样的企图 方无明眼睛突然一亮 夺射神兽 自己是不是也能 别想了 凡人不可能夺射神兽的 天机河毫不留情打击 方无明无奈耸奸 自己也就想想而已 真要变成一头神兽 目前的自己 在心理上还是难以接受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满足你的心愿 方无明微笑开口 青云宗主闻言诧异 随即心中激动 恐怕道友身上的灵石不太够啊 这颗巨蛋已经吸收了一条灵脉 依然不够 道友可以叫人回去 取灵石灵脉 老夫在此恭候 方无明摆摆手 不必了 我想我身上的灵石 应该足够了 青云宗主一致 难不成这位随身鞋 带几条灵脉不成 竟如此自信 道友 只需将灵脉 或者灵石 放入此处即可 青云宗主残魂 只向祭坛一处坑洞 看似深邃无比 突如其来的惊喜 似乎让他警惕心大将 方无明瞥了一眼 青云宗主心中都更激动一份 苦等几百载 没想到真有人愿意 为自己孵化神兽蛋 简直跟做梦一样 方无明来到 祭坛下的坑洞 没有过多犹豫 右手一挥 祭坛瞬间躁动起来 青云宗主心中大喜 没想到 此人身上灵石这么多 有希望 轰隆隆 祭坛之下的山体 震战得越来越厉害 祭坛下这个坑洞 竟然意外的大 方无明也是全力输出 每个刹那都消耗掉 五吨以上的下品灵石 真是浪费至极啊 这破阵法 根本没能完全将投入的灵气 汇聚到巨蛋之上 起码浪费一半以上 要是这些灵石给我 天机盒哀嚎不止 也没办法 现在只是复苏一小部分意识 根本连操控自身盒子的能力都没有 方无明一个劲 输出灵石 并未理会天机盒 开玩笑 喂饱了你 跑了怎么办 岂不是血本无归 起码要等到 踏上修行路再说 第26章 应龙 化神七雷劫 咔嚓 差不多一个时辰过去 祭坛之上 终于传来破壳的声音 众人目光齐齐望去 巨蛋的蛋壳均裂了 青云宗主喜行余色 直接无视众人 从储物界中掏出一把镇气 青云宗主将手中镇气一抛 这些镇气似乎活了过来 自动朝祭坛四周飞去 插入祭坛四周 只见青云宗主手中快速掐绝 其形式混战 青云宗主一声爆喝 周围震气顿时爆发出一道黑色灵力 最终所有震气黑色灵力汇聚于巨蛋之上 突然间 整个祭坛震战 似乎巨蛋吸收灵气的速度更加狂暴 正在挣扎 咔嚓 青云宗主眉头紧皱 道友 灵气已经足够了 方无名嘴角露出冷笑 这才刚开始呢 青云宗主顿感不妙 千算万算都没想到过 有一天会有人带着十几条灵脉的灵石来此 专门为自己孵化巨蛋 青云宗主根本就没想过这种可能 怎么会有人出门带那么多灵石呢 道友 赶快停止输送灵石 不然 孵化就要失败了 哦 为何会失败 灵气过多 但那幼体神兽 无法承受这么大的灵气啊 又祸 说得有理有据 要不是天机和早有说明 自己还真有可能被这老头忽悠了 方无名无视青云宗主 继续加大灵石输送 你 青云宗主怒气 不过眼下 还是赶紧进行夺射一事为妙 虽然持续大量的灵气 汇聚于神兽蛋内 这只神兽抵抗夺射的能力就会变强 目前也就只能放手一搏了 青云宗主残魂 直接化作一道绿光 眨眼间没入巨蛋之中 提前进入 幼体神兽石海之中 见状 方无名略微皱眉 这是打算拼死一搏了 放心吧 刚才巨蛋军略的一瞬间 我感知到巨蛋内的神兽为何物 别说一个老头了 就算是十个老头 也无法进行夺射 不想白白浪费掉这些灵石 就看准机会 破壳的一瞬间 将你的血液 洒到蛋壳之上 这是上古一位专门研究 神兽的大能所研究出的方法 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这个方法 都是直接强行驯服 这样强行驯服的神兽 是主的可能性极大 听到天机盒的话 方无名心中也是莫名激动 继续加大零食输入 咔嚓 方无名心跳急速 咔嚓 距离最近的方无名 已经能看到蛋内的生物 竟然是 一条龙 狐卫此时也是看清蛋内的神兽 这这这 龙身 背生双翼 该不会是传说中的 印龙 传说中 龙族之中 有极小概率 会产生这种 背生双翼的龙族 称为印龙 出生不仅自带呼风唤雨的神通 天资更是盖压无数龙族天骄 虽然这些剑文 是狐卫在野史书记中所看到的 但此时也是足够震撼 竟然亲眼见到这只传说中的神兽 方无名瞅准时机 直接划破手掌 用力一甩 在祭坛阵法消散的下一瞬 方无名的鲜血就已经滴到蛋壳之上 众人不自觉平住呼吸 只见蛋壳之内 一个白色的小龙头探出 这小龙头四处嗅了嗅 最终停留在方无名鲜血滴落之处 还挺可爱 方无名心中激动 正欲踏上祭坛 咔嚓 小白龙一笼爪 踏破蛋壳 蛋壳完全碎裂散开 紧接着 在方无名震惊的目光下 小白龙的体型迎风变长 眨眼间 四爪站立 已有一人高 小白龙体型还未停止变大 两人高 三人高 轰隆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祭坛 因为承受不住白龙的体重而坍塌 好 白龙第一声吼 神兽之威净显无疑 转眼间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方无名也终于反应过来 这也太震撼了 这句是修仙的事件吗 这不必走进科学刺激 而且 这条白龙后背 那毛茸茸的白毛 方无名远远看去 就像撸上一撸 好似感应到方无名的目光 白龙也是低下头 看向方无名 白龙眼中 刚开始带有一丝疑惑 紧接着则是柔和 甚至于有些 撒娇的意思 轰隆隆 每等方无名好好解读白龙的眼神 天空之上的乌云 竟是缓缓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 而漩涡的中心正在白龙头顶正上方 不好 得赶快离开这里 这是劫鱼 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劫鱼 狐卫快速来到方无名身后 语气急切 劫鱼 这 刚出生 就要渡劫 这个世界对于白龙 也太过苛刻了吧 话说 这是在渡哪个境界的劫呢 方无名脑海中 各种念头快速闪过 但不耽误跑路 看着方无名 直接徒步跑下山 狐卫整个人都愣住了 都啥时候了 还搁着装烦人呢 轰隆隆 巨大的雷声 大地都微微震战 方无名差点一个踉跛倒地 后头一看 一拍脑门 哎 怎么就忘了呢 狐卫这家伙 会飞啊 之前不好意思 让狐卫直接带着自己三人 飞往南方 但现在事态紧急 再慢点 可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好不容易穿越 还没达到人生巅峰呢 可不能栽在这里 最终 方无名几人 还是靠着狐卫的飞行能力 快速逃离青云踪 方无名几人 落在十几里外一处山峰之上 遥望青云踪的方向 轰隆隆 第一道天雷依然落下 白龙所在 整个山峰瞬间消失 只剩滚滚烟尘 方无名终于知道 为何修仙路上 会有那么多人 葬身雷劫之下 这雷劈谁身上都得死吧 呼 一股强劲气浪袭来 狐卫赶紧挡在 方无名几人身前 不好 雷劫威力远超我的预估 这里根本不安全 还要去更远的地方 说着 狐卫带着方无名几人 不知道飞了多远 再次落到一座山峰之上 在这里 以方无名一个凡人的势力 已经完全无法看到 青云踪所在 如今是什么情况 震撼过后 此地安静的环境 方无名终于回过神来 这 忙活大半天 毛都没捞到啊 哎 算了 至少青云踪这个潜在的仇敌 算是负面了 林若霜这两个家伙 也得到衬手兵器 不算太亏 方无名看向远方 轻轻叹了一口气 你就别叹气了 刚才根据我的观察 那条硬龙 应该是把你当做亲人了 要是不出意外 你以后就有条神兽跟班了 而且 看着雷杰的规模 应该是化神器雷杰 听到天机和突然的传音 方无名一下子来了精神 化神器 好吧 果然有得到 就要有付出 刚出生就已经达到化神器的神兽 挨几下雷劈 也不是太过分 天机 这雷杰好应付吗 哼哼 知道为什么神兽越来越少吗 第27章 偶遇秘境 天机 有什么办法 能帮小白渡劫不 小白 是方无名给白龙取的名字 全名都已经取好了 就叫做方白 没办法 天道可不是傻的 有人干扰雷杰 雷杰只会更强大 天道从古至今 一直压制一些强大的存在 以免这些强大存在 扰乱天道秩序 现在那条龙只是化神器 渡过这次雷杰 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雷杰 如果是练虚器 那就更加难受了 天道会不定期给你来一次雷杰 到那时 要么突破 要么死 天机和缓缓解释着 方无名心中有些担忧 现在回想起小白最后 看自己的那个眼神 方无名就越是担心小白安危 但天机和都这么说了 现在也只能静静等待了 方无名几人就地扎营 在方无名忧心忡忡之下 竟已经过去三天 依旧没能等到小白 天机和说过 小白如果杜结成功 以他化神器的神石 可以很轻易地感知到 方无名的位置 毕竟 这里距离青云宗遗址 并不算太远 如果小白杜结成功 就有可能直接来到方无名身边 当然 也有可能被天雷劈死了 更糟的情况是 方无名的滴血之法 并未奏效 三天时间 方无名胡思乱想 胡卫一直在打坐修炼 凌若双两姐妹 刚开始还想陪前辈说说话 可方无名觉得 他们作为修士 还是要以修炼为重 凌若双两姐妹 也没辜负方无名期望 这三天时间 竟然是连续突破两个小境界 现在已经是练气中期五层的修士 而且 修炼速度 貌似还在提升 方无名自然不会吝啬零食 又是为凌若双两姐妹 提供好几个储物戒指的零食 天机和健壮 自然少不了一顿忽悠 天机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你就别忽悠我了 我一介凡人 到时候你恢复了实力 直接跑路倒还好 要是还想加害于我 我也是没啥办法的 方无名此时心中有些烦躁 也就挑明了说 反正一人一合 早就心知肚明 天机和文言沉默 以天机为名 冥冥之中窥探天机 天机和盈盈感觉到 自己被唤醒 应该不是偶然 不然 以方无名一介凡人 怎么可能有能力唤醒自己 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天机和此时心中 也是莫名伤感 世间万物 又有谁能够真正的 逍遥三界之外呢 我能理解你的担忧 不过 你大可放心 说不定 我们最终的目标 会是一致的 听到天机和打雅 弥般的回复 方无名不以为然 这家伙就是个大忽悠 方无名不耐放到 既然说清楚了 想得到我的灵石 就得让我掌握主动权 说说看吧 有什么方案不 没有的话 以后就别老忽悠我了 天机和沉默 显然是没什么靠谱的方案 方无名早有预料 毕竟自己一介凡人 很多事无法做到 方无名再次远挑青云踪方向 这都已经过去几天了 小白如果还活着 也该来找自己了 可是现在 唉 可能命中无缘吧 还是赶紧继续赶路的好 早些踏上修行路 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次的事情 方无名也没再客气 直接让胡卫 带着几人飞行赶路 几日之后 方无名看着脚下 快速往后飞略的地面 有些诧异 这 竟然如此广阔 连续赶路几天 竟然还没碰到 大一点的城池 都是一些很小的村庄 这些村庄 彼此之间距离也是不近 当初这胡卫 竟然为了几百块零食 就跑来这么偏远的地方 泽泽 前面有人 天机和突然传音 几个呼吸过后 胡卫也是带着几人 降落一处山头 前面 似乎聚集不少修士 强者不在少数 胡卫对着方无名说道 方无名顺着胡卫 所指方向看去 并未看到什么 一丝人烟气息 都没看到 可能距离 还太远了吧 方无名心中 再次叹息 没有修为 真不方便 能查探清楚 都是些什么人吗 胡卫略微迟疑 达到 恐怕有些难 那些强者 不会让我随意查探的 恐怕我们现在已经被发现了 只是对方 并未理会我们而已 方无名心中 微微惊讶 天机 快掩藏 我们所有人的气息啊 这片天地灵气匮乏 我的力量 用一丝就少一丝 现在掩盖你一个人的气息 就已经是极限了 这回真不骗你 方无名无语 合着你这家伙之前 的话都是骗人的 要是天机和 无法掩藏 所有人气息 那岂不是的绕行 正在放无名思索时 天机和突然传音 前面那些人 最强不过原因期 汇聚于此 无非就是在等某处秘境开启 准备争夺秘境里面的资源 秘境 方无名 一下子来了兴趣 天机 你能感知到 秘境里有什么吗 天机和略显无奈 要是我再回复一点实力 自然不在话下 我可是寻宝的好手 天机和 之所以无奈 是因为 方无名 这家伙肯定又会觉得 自己实在忽悠他 最近这几天 天机和都懒得跟方 无名说临时的事了 方无名妈撒着 下巴思索着 自己前方南方 就是为一宝来 当初也想过 一宝肯定会很多强者打主意 没想到现实情况 比想象中更加糟糕 一个普通的秘境 就有不少原因期高手 前来蹲守 那有一宝的秘境 岂不是大能满天飞 本想先去个比较大的城池 看看能不能从血月阻止里 弄到一批打手 莫承想 城池还没遇到 就先遇到这帮人 算了 还是绕行比较好 何方道友 既然来了 为何不前来相见 远处突然传来浑厚的声音 震慑人心 方无产能心里 咯噔一下 糟了 自己只有一个 惊丹后期的胡卫 还算拿得出手 要是被被前面那帮人盯上了 那岂不是任人拿捏 可是 现在跑 还来得及吗 方无名 转头看向胡卫 胡卫微微摇头 表示无能为力 方无名一颗心沉了下去 妈的 在这个世界 没有硬实力傍身 真的是寸步难行啊 自己得赶紧动一批 强力打手才行 不然 即使一宝尽在咫尺 也没自己的份 本来以为 依靠天机盒 能偷偷摸摸 拿走一宝 现在看来 想多了 第28章 要亡谷试炼 白龙苏醒 道友莫非 还要让我们八台大叫 请道友过来不成 魂后声音再次传来 显然已经有些怒意 方无名看向胡卫 微微点头 胡卫会议 直接带着方无名几人 飞离此地 没过多久 方无名也能看到 不远处一处山谷内 众多帐篷搭在河边 方无名几人一落地 便有十几道神石扫描过来 两个呼吸过后 几道身影出现 道友难道也是来参加 这次的 要亡谷秘境试炼呢 一位身穿道袍 手拿扶沉的老者 率先开口 表情还算客气 不过 这老者说话时 竟然是直接看向 方无名这边 显然这位老者一眼 就看出方无名 才是这一部人的领头者 要亡谷试炼 方无名自然不可能 知道什么要亡谷试炼 但都到这份上了 方无名也只能微微点头 看到方无名点头承认 老者继续道 敢问道友来自哪个宗门 无名宗 闻言 不仅是老者一脸疑惑纠结 就连老者旁边几位 也是面面相去 显然都没听过 这个所谓的无名宗 不过 世界如此广阔 也是存在不少 影视低调的宗门的 而且 这白衣男子的气息 竟然是隐藏得极好 丝毫感知不到 老者略微思索 原来是无名宗的道友 那老道 就不多打扰了 老者说完 竟是直接离开 看着来世汹汹的几个老头 竟然就这么走了 方无名越发觉 得势有蹊跷 最终 方无名花了点零食 终于从一名助基妻 触及修士口中 得知一些消息 此地名为药王谷 据说是某位大成妻 大能飞生前 所经营的一处药园 药园之内 各种珍稀草药 种类繁多 年份也是极好 据说 还有上十万年份的灵财 这药王谷 每十年开启一次 每次开启时间为一个月 每次开启 都会引来不少 宗门跟商会 宗门之人自然是 进入药王谷寻找草药 商会之人 则是蹲守收购 珍惜草药灵财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药王谷 有修为限制 经单期以下 才能进入 大概是不想药园 被暴力破坏吧 而且 想进入药王谷内 还得以宗门的身份进入 并且需要缴那些零食 给这药王谷的 看守组织 其实也就是 这药王谷的 治安人员 这个看守组织 虽然只有几人 也仅仅是 刚踏入原因期 但所有来此的宗门 都会遵守这个规矩 想必是这个 看守组织背后 还有其他 大宗派的势力撑腰 得知这些情况 方无名 立刻产生 离开此地的心思 不过转念一想 以后自己找炼丹师 炼制丹药 也是需要自备草药的 这药王谷草药 种类繁多 而且年份都不少 现在多收集一些 也未尝不可 可是 自己一个凡人 身边也就凌若双两个修士 能进入这药王谷 如何是好 方无名略感头疼 一眼望向山谷外树林中 那边算是 这药王谷地界 唯一一个方室 房室内都是修士 当然 主要做药草生意 来此地蹲守的商会 基本在房室内 都有一个小摊 突然方 无名一拍脑门 自己不经秘境 也可以收集到各种草药 就去那边的方室 收集草药不就行了吗 最主要的是 每种草药 自己都只需要一株即可 这才是自己选择 留下的最主要的原因 打定主意 方无名禁止 朝山谷外树林走去 不算太远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方无名几人 就来到方室入口 这里方室 与世俗世界方式相差无几 也是邀和声此起彼伏 大多数摊位 也都是很简易 要么是一张小木桌 要么直接是一张兽皮 只有为数不多的摊位 是搭建帐篷的 想必就是一些 实力比较雄厚的商会了 这位道友 想看点啥 我这儿有十年份的火灵果 今早刚才谷内摘到的 道友 这边这边 二十年份的裂风草 只需十块中品零食 绝对不亏啊 我看这位道友气质非凡 想必身边美女如云 我今早正好从谷内 获得龙阳餐 道友有兴趣吗 方无名几人 还没进入方室 好几个摊主就已经上前推销自己的灵财 方无名继续往里走 摊位更加密集 各种方无名从未见过的灵财 多不胜数 不过听着吆喝声 这片摊位的灵财 年份都普遍较低 方无名继续往里走 呦 道友 与在下真是有缘啊 一个身穿墨色静装的年轻男子 面带笑容来到方无名几人前面 正是之前方无名打探消息的 那名助机修士 名为骆青山 骆道友 你也来逛方式啊 正好 可否为我们引骆 文言 骆青山眼睛一亮 等的就是这句话 谁叫这位道友出手如此阔绰呢 能为道友引路 是我的荣幸啊 道友来方式 是想购买灵财吧 方无名微笑点头 见状 骆青山微微靠近方无名 低声道 那道友 可得注意点了 这一片的小摊 基本都是专门坑人的 价格虚高 有时候 还可能买到假灵财呢 哦 不瞒道友 以着这些人的实力 进入药王谷内 顶多也就能摘个十年份左右的灵财 再想深入谷内 他们没那个本事啊 那 我岂不是白来方式了 非也 我看到有 也不是抠搜之人 那些商会摊位 虽然价格普遍较高 但信誉 还是有的 要不 再下代道友 去几个商会摊位看看 方无名微微点头 朝灵若霜示意了一下 灵若霜上前 将一个储物戒指 递到洛青山面前 那就 有劳洛道友了 洛青山麻烈 接过储物戒指 道友不必客气 这边请 与此同时 青云踪一直以西 一处山谷内 幽静深潭 深潭原本清澈见底的潭水 此时已经全部变为红色 一条体型巨大的白龙 正匍匐在深潭边 白龙身上多处 争獰伤口 正是白龙伤口内流出的鲜血 染红了潭水 突然 白龙双眼束瞳 猛然睁开 吼 震耳欲龙的吼声 吓退周围 循着血腥味而来的野兽 白龙苏醒 踢表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但 踢表伤口 虽然恢复 却似乎还有内伤未愈 白龙略显艰难起身 常常双翼一阵 快速升空 白龙似乎在空中 闻着什么 下一瞬 再次挥动双翼 朝着一个方向 快速顿去 第29章 九鼎商会 道友 这里就是八大商会之一的九鼎商会了 主要收集灵果类的灵彩 骆青山带着方 无名几人来到一处大战外 大战外一张红木方形桌 桌后 坐着一位世俗掌柜模样的中年 中年瞥了一眼骆青山 又扫了方 无名几人一眼 开口道 骆青山 不要什么阿猫阿狗 都带来我这边 忙着呢 诶 图灵道友今天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骆青山并未 在意图灵的态度 反而是嬉皮笑脸反问 显然两人是老相识了 图灵终于放下手中书籍 有些不耐烦道 还不是你 上次带了个穷鬼来消遣我 几乎把我这儿的灵财 看了个遍 我也是财迷心窍了 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会真有什么财主 嘿嘿 这次绝对不一样 这位道友 绝对阔解 图灵露出狐疑的表情 真的 骆青山胸口拍得啪啪直响 千真万确 以我骆青山信誉担保 图灵文言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你骆青山还有啥信誉可言 滑溜得跟条泥丘一样 图灵道友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灵财啊 年份一百年以上的 我都需要 方无名此言一出 图灵一愣 果然又是个来消遣自己的 骆青山也是震惊 这无名宗当真如此阔潜 不仅骆青山两人诧异 旁边摊位跟路过修士文言 也是纷纷驻足 想看看热闹 图灵剑周围众人都看向这边 强压心中不快 毕竟开门做生意 哪有巨人门外的道理 我看这位道友面生 是刚来药王谷的吧 怕是不知道 这药王谷内的商会 都是来收集灵财的 想从我们这些商会手里 买的灵财 那可是要花费更多的代价的 文言 方无名微微点头 方无名心中早有猜测 这里算是灵财的一处产地 这些商会特地来此蹲守 自然是想带回这些灵财 加工之后 再以更高的价格出手 方无名自动忽略 图灵语气中的不善 开口道 那是自然 道友还是先把灵财拿出来看看吧 说不定 我还看不上呢 方无名此言一出 周围众人皆是哄堂大笑 竟然还有人说 自己看不上九鼎商会的灵财 这人绝对是来消遣九鼎商会的吧 图灵猛得起身 面色难看 这短短几天就被人连续上门消遣 哎图灵道友稍安勿躁啊 洛青山赶紧打圆场 哼 要是这次还是来消遣老夫 下次我九鼎商会 就不再欢迎你洛青山 图灵一甩手 大步迈入身后的大仗之内 嘿嘿 道友莫要见怪 这图灵就这臭皮贱 无妨 我看洛道友 对于这片地界很是熟悉啊 连这些商会之人 也跟洛道友相识 只是混口饭吃罢了 不足挂吃 洛青山面上依旧嬉笑 方无明心中也是满意 这洛青山拿了好处 倒也是尽心尽力 几个呼吸过后 图灵从大仗中走出 这就是我九鼎商会 这次收集到的 所有灵财的清单 方无明接过一本 深蓝色封面册子 翻开第一页 青龙虚约110年份 预估出售价格300中品零食 紫灵果 约120年份 预估出售价格350中品零食 方无明一眼扫过 不知道是不是这图灵 有意为之 这册子上面最低 都是百年份以上的灵财 最便宜的也需要300中品零食 也就是3000下品零食 最贵的 竟然需要80万中品零食 见方无明面露难色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图灵顿时心生不悦 冷哼一声 这么大口气 现在看完清单 最好知难而退 别再让自己拿出食物了 周围一些眼尖的 也是看到册子上的清单 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这也太贵了吧 普通修士 哪能买得起这样的灵财啊 就算是一些宗门添交 也难以买下太多灵财吧 散了散了 这位白衣青年 估计马上就要灰溜溜离开了 就在周围众人 窃窃私语之际 图灵道友 这么多灵食 总不可能当街交易吧 图灵文言面色胀红 演戏演全套是吧 图灵强忍怒火 狠狠等了落青山一眼 这位道友 要是有意收购灵财 自然是进大帐之中交易 大帐内有隔绝法阵 道友大可不必 为这种小事担忧 但是 道友若是进了大帐 却不买任何东西 哼哼 羞怪我们酒顶商会 翻脸不认人 方无名眉头微皱 心中不快 这图灵一直这样的态度对待 自己几人 自己看起来 就真的很像穷鬼吗 可眼下 也不能太过招摇 请吧 图灵一把撩开大帐门帘 道友看看 此人敢不敢入帐 周围驻足 为观众人见状 皆是赶紧移开目光 这些大商会 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主 方无名一眼瞥近大帐内 方无名之前还疑惑 这九顶商会 就一个图令 怎么敢在此大张旗鼓 收购灵财 就不怕一些强者心生邪念 这下方无名总算明白了 大帐之内 竟然有七八位修士 方无名一眼就认出这些修士 正是来自血缘 因为这些修士 皆是头戴斗篷 斗篷之下还有面具 都是一些猛兽面具 方无名只是稍微犹豫片刻 便大步踏入大帐 图令并没有跟着进入大帐 只是冷哼一声 重新演上大帐门帘 大帐内意外地宽阔 大帐内唯一一个坐着的 竟是一位身穿青色静装的年轻女子 看着年纪与方无名相当 女子两边分别站着几个血月护卫 方无名一进来 案板后的年轻女子放下手中书籍 想不到你还真敢进来啊 厉害 你家长便没交代过 出门在外不能太高调吗 年轻女子话虽不太好听 但语气却没有丝毫嘲讽的意思 似乎是真的好奇 方无名扫了一眼案板上的书籍 竟是一些世俗的小画本 我是真想采购一些灵财 自然要进来交易了 年轻女子越发觉得 眼前白衣男子有趣 那你可选好了 要购买哪些灵财 百年以上的灵财 全部 年轻女子文言 起身来到方无名跟前 饶了方无名几圈好奇 打量着 好吧 那你是不是也要每种灵财都亲自查看一下呢 年轻女子格格直笑 显得古灵精怪 第三十章 问道果 不必 我相信九鼎商会 这点信誉还是有的 方无名淡淡笑道 好吧 灵食你可准备好了 全部买下的话 可不少呢 文言 方无名想了想 开口道 你们九鼎商会 对于灵食应该不挑吧 我这只有下品灵食 只要是还蕴含足够灵气的灵食 都可以的 听到年轻女子的话 方无名给林若霜示意 林若霜直接走到案板前 一挥手 哗啦啦 一大堆储物 借图物出现 目测竟是 至少上千储物戒指 年轻女子 显然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下品储物法器 堆成一堆 赶紧上前 显得很是新奇 年轻女子神识 稍微一扫 立刻看清这些储物戒指内 竟都是满满当当的 下品灵食 这么多灵食 怎么会连一个 大一点的储物戒指 都没有呢 真是有意思 不过年轻女子 还是认真计算着 案板上的灵食 在方无名看来 就像是一个 认真算术的学生 没过多久 年轻女子转身 嗯 这些零食 够了 还多了一点呢 年轻女子一抬手 掌心出现一枚 精致的储物戒指 这里面 就是这次酒顶商会 收购到的 所有百年份 以上的零财了 里面有不少 很好吃的果子呢 你就算偷偷吃几个 你家长辈 也不会发现的 年轻女子 递过储物戒指 竟是几枚弄眼 一看就是一个 不让父母省心的 方无名面带微笑 接过戒指 方无名脑海中 就多了不少物品信息 林草 林木 林果 应有尽有 方无名念头一动 手中早已出现一颗 红彤彤的林果 看起来鲜嫩多汁 年轻女子健壮 连忙开口道 怎么样 没骗你吧 看着就好吃 咔嚓 方无名一口咬下 甘甜无比 入口即化 年轻女子惊讶 瞪大眼睛 看着方无名手中的林果 你真敢直接吃啊 这果子可不便宜 你回去怎么交代啊 我都没敢偷吃 年轻女子竟是下意识 咽了一口口水 方无名见状 只是微微一笑 意念一动 案板上顿时多出四个 一模一样的果子 小双小韩 你们也尝尝吧 味道还不错 胡卫也拿一个吧 这些天辛苦你了 林若双灵 若寒良姐妹 在外人面前 可不会落了前辈的面子 文言淡定上前 拿起林果 胡卫则是心中火热 这林果 怎么也得上几万 中品零食吧 年轻女子身后 几个血月护卫 眼中皆是闪过羡慕之色 这是什么神仙雇主啊 多谢道友 胡卫重重拱手 上前一挥手 取走一颗果子 显然胡卫是 不舍得就这么吃了 年轻女子 做贼般瞥了一眼 案板上 还剩下的一颗果子 心中不期待 那是假的 自己基于这颗果子 已经大半个月了 年轻女子的举动 方无名尽收眼底 道友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看道友 在这酒顶商会 应该是有些地位的吧 方无名面带微笑 看着年轻女子说道 年轻女子反应过来 目光重新落到 方无名身上 哦 不好意思 我叫颜月 酒顶商会大掌柜 是我爹 这次酒顶商会要王谷 说过林财的任务 都是由我做主的 颜月似乎为自己 能得到这个任务 而颇为自得 方无名了然 初次见面 这领果 就赠予月姑娘了 方无名话音一落 颜月一把抓过领果 真的送给我吗 莫等方无名回答 咔吱一声 颜月已经一口咬下 美滋滋 方无名无奈摇头 果然是个小姑娘星星 颜月几口 就吃完领果 有些意犹未尽 白衣大哥 我跟你说 其实还有更好吃的领果呢 就是那颗七彩色的 看着就超好吃 方无名一致 这家伙 自己不敢偷吃 到处把注意 打到自己身上了 不过 眼前这颜月 修为应该不弱 这红色领果 自己仅是一小口下毒 就感觉浑身 有种保障感 应该是这领果 蕴含大量精纯的灵气 但颜月几口 炫完毫无压力 甚至还打起 其他领果的注意 呵呵 月姑娘 喜欢吃 拿去便是 只是希望以后 酒顶商会有好东西 能优先通知我 嗯嗯 有好吃的领果 我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 颜月脸上的激动 毫不掩饰 那肯定的通知啊 说不定自己 还能吃上两口吗 大小剑 要王谷那边有好东西 我们得赶紧过去看看 就在方无名准备 拿出七彩领果时 大帐外的图令 突然入账 看起来很是焦急 颜月整张脸 直接垮了下来 来的还真是时候 哎呀 大小剑 我们赶快过去吧 去晚了 可就被其他商会抢先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这还是颜月来要王谷 第一次感到不耐烦 白衣大哥 要一起去看看吗 方无名略微沉吟 跟着九顶商会的人 过去看看热闹而已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好啊 天机 你能感应得出 是什么东西吗 走在九顶商会队伍中的 方无名低声问道 就在刚才 天机和突然传音 说是有一宝出现 就在药王谷那边 果不其然 莫过多久图令 就带来消息 我现在的神识强度 虽然不足以窥探 药王谷内的情况 但一宝周围的禁止 应该是被破坏了 我才能隐约感知到 至于是什么 天机和语气听起来有些迟疑 不知道 是在思索着什么 方无名闻言 没再多问 此时药王谷入口处 已经是人满为患 要不是 跟着九顶商会 方无名 估计连靠近药王谷入口 都得费一番功夫 药王谷入口 是一处直径约十余杖的 传送祭坛 突然 传送祭坛上白光一闪 四五位修士 突兀出现于祭坛之上 只见其中一名修士手捧 贴满符禄的玉盒 但显然上面的符禄 并未能彻底 隔绝玉盒里面的东西 连方无名 都能感受到玉盒内 传出的温润气息 身体也是不自觉地产生 无比可求 什么 竟然是 温道果 怎么可能 传闻中 温道果十万年开花 十万年结果 十万年成熟 至少三十万年 此地要原存世 不过万余年 这气息 定是温道果无疑 据说大成气之下 服用此果 皆能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 不错 传闻问道 果无法放入储物件 不然就会断了道机 周围顿时 议论声不绝于耳 贪欲更是几乎成为实质 蔓延向祭坛之内 方无名昼眉 这么多人 而且此时 看起来可不像是 要好好讲道理的时候 个个都是双眼火热 欲夺之而后快 这温道果 该如何弄到手呢 莫等众人反应过来 啪 要往古区域 顿时乌云密布 雷霆乍 第31章 一触即发 高阶修士之战 哈哈 果然没白来 这温道果 老道就笑纳了 高空云层之中 传出震耳欲龙之声 紧接着云层中 探出一只金色巨兽 静止朝下方要往古抓去 哼 老不死的 这温道果还轮不到你来染指 远处一道雷霆划过 直接击溃金色巨兽 嘿嘿 有这种好东西 怎么能没有平到的份儿呢 哈哈 今日老夫也要抢上一枪 只是眨眼间 要往古高空 多到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气息 凭空出现 要往古地面 众人皆是面露贪婪 即使被高空传来的威压 压得动弹不得 也丝毫没有要退去的意思 天机和立即撑起防护罩 方无名几人 这才没有直接匍匐在地 严林儿跟图令两人看着周围 陆续有人扛不住威压倒地 心中惶恐 这是要直接开启大战了啊 转瞬间 现场形势急转直下 罢了 先离开此地 小米要紧 就在周围众人惊疑的目光下 方无名让狐 为带着众人快速逃顿 高空之上的几位大能 只是瞥了一眼 并未阻拦 没拿走问道 果就行 方无名几人非离不到两个呼吸 轰隆隆 药王谷那边大战已经开启 方无名回头望去 只见天地色变 天崩地裂 高阶修士之力 恐怖如斯 那些没能逃离 药王谷的修士 绝无幸免的可能啊 想到这里 方无名后背莫名 冒出些许冷汗 要是自己刚才 对那问道 果也是不肯放弃 估计此时 也已经灰飞烟灭了 这个世界 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还是太过危险了 显然那些 在云层之中的大能 并不会因为战斗 波及一些低级修士 而有什么心理负担 那些药王谷 维护治安的原因修士 此时 估计也只有跑路的份 所谓的规则 只有在强者 需要他存在时 他才能存在 护白衣大哥 多亏有你 不然 今天我们 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严月尔长呼一口气 显然也是吓得不轻 作为九鼎商会千金 何时面临过 这样的生死危机 主要还是这药王谷 多年来大家都安分守己 从未有过 什么较大的争端 早知道这么危险 严月尔打死也不来 天底下那么多好吃的 都还没吃上吗 怎么能死吗 唉 都是与天争命 谁都没想到 这药王谷 竟然能有问到 我这样的一宝 徒令有些失魂落魄 脸上 直到此时 还没恢复血色 紧接着徒令 似乎才反应过来 赶紧恭敬拱手道 多谢这位 道友救命之恩 等回到商会 徒某定当报答 今日之恩 嗯嗯 白衣大哥 我也是 等回去之后 我帝要是知道 你救了我 肯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严月尔 也是反应过来 赶紧说道 方无名神色凝重 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 才白白手道 举手之劳而已 狐卫一路狂飞 不知多久 直到方无名发话 才落到一处西边 这个距离 天机河也完全感知 不到药王谷那边的情况 应该是暂时安全的 唉 实力还是太弱了 那颗问道果 说不定也能让你踏上修行路 天机河有些惋惜 方无名遥望远方 从问道果的名字 方无名就已经隐隐猜到 这颗问道果能帮助 自己扣问修行路 当时 也是内心火热 还好最后时刻 还是选择离开 莫大机缘 失之交臂的感觉 让方无名 久久不能释怀 月尔姑娘 距离这里 最近的是哪座城池 嗯 距离这里最近的 好像是血月城吧 文言 徒令赶紧上前 小姐 血月城毕竟不是我们势力范围 还是直接赶回九鼎城吧 徒令随即转身看 向方无名 恭敬拱手 道友 九鼎城虽然多上几天的路程 但九鼎城 乃是我九鼎商会总部所在 能最大程度保证安全啊 方无名陷入思索 这九鼎城 一听就是九鼎商会的地盘 自己跟着岩月儿 也只是一国之缘 既然如此 徒令道友 你先带岩月儿姑娘 返回九鼎城 我还要去血月城半点事 徒令文言 面露难色 药王谷 虽然不是什么太受关注之地 但这次的事情 闹得太大了 各大商会之人 不少宗派年轻已被添骄 惨死药王谷 各大宗派商会 绝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没猜错的话 现在这片区域 予已经是风起云涌 说一句兵荒马乱 都不为过 这片区域的强大散修 魔修 甚至是大妖 都有可能再次露头 毕竟现在这个时候 可是杀人越获的绝佳时机 道友 实不相瞒 这里到九鼎城路途不近 途中有不少 强大散修大妖 以我的实力 恐怕 方无名瞬间会议 那自己就更得赶紧去血月城了 想不到刚进入南方区域边缘 就已经危机四伏 哎呀 徒书 你也知道现在外面局势混乱 白衣大哥实力深不可测 我们就跟着白衣大哥去血月城吧 严怜说着 目光落在方无名右手戒指之上 小姐 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 现在的局势 小姐你作为九鼎商会的千金 怎么能随意前往其他势力的组成啊 家主要是知道了 徒令苦口婆心 正准备像往常那样 徒劳地劝说自家小姐时 方无名突然抬手制止 一脸警惕 胡卫见状 也是赶紧使用血月秘书 神识快速扩散 不好 似乎有人盯上我们了 胡卫说完 再次带着几人顿头 与此同时 九鼎城内九鼎阁 一中年黑须男子端坐主位 中年男子正前方是一名年轻男子 混账 这帮亡命之徒 着实胆大包天 不知死活 义父息怒 悦儿的命牌还在 应该无大 哼 这丫头 都怪我平日里太宠溺他了 非要去什么妙王国 义父 天赐这就带领强者 前去寻找灵儿 中年男子抬手 不必 你专心去寻找 问道果即可 其他各方势力 也都是冲着问道果去 切记 到时候 追回问道果之后 联合其他商会 尽量将问道果推上拍卖台 驾高者得知 可是悦儿 此事 你无需担心 我自有安排 年轻男子略微迟疑 还是恭敬拱手 是 孩儿这就去 定不负义父所托 年轻男子 离开大殿 中年男子 这才皱起眉头 悦儿身上 有老祖赐予的一道分身 性命危急时刻分身 就会出现 并且给九鼎商会总部 发出位置信息 只要有位置信息 老祖片刻 便就可赶至悦儿身边 将其带回 至于问道果 事关重大 各方势力 都想奋一杯羹 问道果被追回的概率极大 到时候 问道果不出意外 就会以拍卖的方式 来确定归属 毕竟之前也不是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中年把玩扳指 眼中深邃 得赶紧调集资源 微问道果拍卖准备了 如果顺利 自己也可以亏和体勁的玄妙 不仅如此 也将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去 冲击大成境界 第32章 小白 把他们统统留下 狐卫竭力顿逃 可惜来人实力更强 速度更快 即使狐卫动用所有底牌 依旧没能撑过半个时辰 就被几人堵住去路 哟 这不是九鼎商会的图灵道友吗 图灵道友 这是急着去哪 一见到 我们就跑 都别废话了 赶紧拿下他们 他身上必然有九鼎商会 这次收集的所有灵财 不错 干完这一单 就算是逃离难遇 也是值得的 竟是四名原因休士 团团为助方 无名几人 意图已经足够明显 杀人越获 狐卫凌若双两姐妹 赶紧将方无名护在中间 图灵也是赶紧挡在 自家小姐身前 此时一颗星 已经跌落谷底 眼下的情况 只能将全部希望 寄托在方无名身上 方无名此时 也是顿敢棘手 这情况 怎么看都是死局啊 别说四名原因休士 就算是一名 估计也是绰绰有余了 四名原因休士 没再废话 直接同时出手 显然是铁了心 要杀人灭口 四道强力攻击袭来 面对原因大能的强力一击 狐卫几人根本无法抵挡 轰隆隆 阉沉散去 四名原因休士 皆是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 竟然毫发无损 这几人最高不过 金丹七而已啊 很快 就有一名原因休士开口 继续攻击 不过是某些防御法宝罢了 以他们的修为 支撑不了几轮攻击 四位原因休士 显然不是优柔寡断之辈 话音刚落 又是全力发起攻击 欲速战速决 带上战利品 立即离开此地 轰隆隆 炸时间 炸响声不间断 回荡在这片区域 天机 没事吧 还能支撑多久 方无明面色凝重 此时也顾不得 天机和恢复实力之后 会不会跑路了 方无明意念一动 成敦灵石突兀出现 这些灵石眨眼间失去色彩 快速化为积粉 不妙啊 这四个杂种意志攻击 我恢复的速度极慢 这里动静这么大 只怕再拖下去 会引来更多修士 天机和野势凝重 方无明闻言 心中又急又怒 妈的 这几个原因修士 一看就是常年 做些杀人越货的够大 只要实力强 看上 就可以直接动手抢 无需任何理由 在这个修仙世界 看来自己还是太过仁慈了 Soul Soul 又是两道长虹飞至 不过只是远远观望 并未上前 四名原因修士 只是冷哼一声 并未理会聚集而来的 其他修士 显然这些聚集而来的修士 并未值得这四名原因 修士在意 咔嚓 方无明怀中 传出轻微碎裂之声 天机 天机和表面 竟然是出现一丝裂纹 我去 不是说上界下来的吗 怎么会被四名原因修士打爆呢 唉 要是早点给我灵石 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了 不过现在也不算太晚 对 就是这样 再多拿出点灵石 照这个量提供灵石 再过个几天 我就能恢复一小半的失恋 方无明文言一致 几天 都啥时候了 还在忽悠灵石 等我到血月城 安顿下来 会给你灵石的 到时你失去失留 随你便 现在 有什么手段赶紧使出来 眼看着周围聚集越来越多修士 方无明心中无语 这天机和 就没有正经的时候 嘿嘿 现在真没什么攻击手段啊 不过防御 你倒是可以放心 站这儿让他们打上三天三夜都无妨 方无明文言 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 可要是这几个原因修士 一直赖着不走 那自己一伙人 也难以离开这里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狐卫图另几人 也是震惊于方无明的防御手段 竟能抵挡住 四名原因修士 全力攻击 而且 方无明看起来 似乎很是淡定 就在几人心中 暗暗猜测 方无明接下来要如何做事 只见方无明表情终于发生变化 是惊喜 小白 方无明猛地转头 望向一个方向 方无明只觉得 心中有一股微妙的感应 这感应告诉他 是小白来了 下一瞬 远方乌云万里 电闪雷鸣 乌云几个呼吸间覆盖过来 几个原因修士 皆是眉头一皱 不好 有强者降临 不知道是不是也看上了九鼎商会的这几人 不对 好像是妖兽 好 一声怒吼穿破乌云 乌云下方的众多修士 纷纷色变 立刻生出逃命之心 不敢再观望 那四名原因修士 也是眼含不甘 正欲顿走 小白 把他们统统留下 好 随着一声震天吼声 属于化神七大能的威压 瞬间降临 之前远远观望济鱼的修士 不乏金丹筑机修士 此时皆是纷纷从空中掉落 再难以维持飞行 四名原因修士 虽然还能行动 但也是迟缓许多 一只畜生而已 而且似乎受伤了 我们联手 未必不能一战 其中一名原因修士高升到 眼中尽是决绝 其他原因修士文言 皆是面色凝重 似乎在考虑这个题 不错 我们联手 大可放手一搏 又一名原因修士附和 刚才第一个主战的原因修士 直接回头 不再逃顿 紧接着 竟是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宝 做事就要一战 其他原因修士健壮 也只能停下回头 纷纷祭出各自本命法宝 小白可没打算就此停手 杀气腾腾 直冲向几名原因修士 哄 不知是谁先出的手 一道刀芒斩向小白 紧接着 所有原因修士齐齐出手 眼看就是一场搏命之战 刚才第一个主张迎战的原因修士 竟然是趁着其他原因修士 拦着小白的片刻 直接掏出一张福禄 瞬间消失原地 混蛋 剩余原因修士 心中大骂 此事已经战役全无 保命要紧 可惜 就这么刹那地走神 面对化神器的小白 已经足以致命 转眼间 三名原因修士面前 只看到一张血盆大口 咔嚓 肉身跟原因 皆是被小白一口给炫了 小白似乎意犹未尽 刚才掉落地上的其余伞修 也被小白一个不辣 打了牙记 狐卫早就带着放无名 降落一处山头 与狐卫不同 图令可不认识小白 此时心中只剩绝望 竟然是一头化神器的神兽 传说中的硬龙 第三十三章 老兽医了 好 白色巨龙双翼震动 飞沙走尸 图令双眼瞪大 心跳加速 白色巨龙竟然朝这边直直飞来 白色巨龙速度极快 还没等图令做出反应 白色巨龙早已落在方无名几人前方 小白 真的是你 方无名不知为何 只感觉眼前的白色巨龙尤为亲切 这是穿越三年来 第一次重新体验到亲人的感觉 屠龙闻言更是当场呆立 眼看方无名走进白色巨龙 不仅图令 在场所有人都是复杂无比 有期待 有担忧 可当方无名走到白色巨龙跟前 原本威严的白色巨龙 竟是直接把脑袋低下 匍匐在地 似乎是在等待方无名的抚摸 方无名也是没客气 小白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找我了呢 方无名感受手掌传来的柔滑 不由自主说道 吼 小白一声嘀吼似乎是在诉苦又似在撒娇 与他雄伟威严的体型完全不符 不远处图令已经是嘴巴大张 蹦不出一个字来 果然是隐士强者啊 一条灵宠便疑似化神器 亏自己之前还打算独自带着小姐返回九顶城 现在 这条大腿 涂抹包定了 严月此时眼中满是羡慕 好可爱的灵宠啊 神兽一般都桀骜不驯 极难驯服 白衣大哥真是厉害 自己跟着白衣大哥 父亲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的 主要是因为白衣大哥厉害 绝不是因为有果子吃的原因 对的 就是这样 小双小孩 你们过来 把储物界里面的肉食拿出来给小白 可不能让小白吃惯了人肉 凌若双两姐妹还在一脸羡慕 也想上去撸龙的时候 方无名突然开口 好的前辈 两姐妹小跑过去 取出几个储物件 一碾一动 顿时一堆堆处理好的肉食 凭空出现 这些肉食还没落到地面 只见小白张口一吸 几千斤的肉食 一口炫完 美滋滋 似乎还一犹未尽 哥 一个宝格 狂风四起 跟着宝格一起出来的 竟然还有不少储物戒着 其中一个戒着 方无名一眼认出 正是青云宗主残魂 当时佩戴的储物戒 还有三枚较为精致的储物戒 显然就是那三名 原音七修士的了 凌若双两姐妹很是自觉 拿起这些储物戒 使用灵力处理干净后 恭敬递给方无名 方无名接过一把储物戒指 脑海中顿时出现 各种物品的基本信息 方无名知道 凡是自己脑海中 出现基本信息的物品 都将用之不尽 这些修士的家当品类繁杂 一些看起来就不咋地的兵器 瓶瓶罐罐 草药灵果 符录书籍等 一番查阅 竟然有上品零食 安娜心中激动 继续翻阅 发现一张名为 顿空符的符录 方无名念头一动 手中顿时出现两张顿空符 看了看 显然自己一个凡人 是无法驱动这顿空符了 小双 你来试试这顿空符 顿空符 林若双接过两张顿空符 满脸疑惑 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符录呢 也正常 自己知道的符录本就不多 什么 顿空符 可否让在下一关 图令赶紧上前 哦 图令道友 知道这顿空符 方无名诧异 不就两张符录吗 这么大惊小怪 前辈说笑了 我作为九鼎商会之人 对于这些珍惜符录 自然是了解的 图令面露千功继续道 这顿空符 号称随身传送阵 可以直接朝一个方向顿去 至于距离 就得看符录的品阶了 顶级顿空符 瞬息之间 顿出百万里 轻松无比 闻言 方无名一下子来了兴趣 这简直是杀人夺宝居家旅行 必备神器啊 图令道友 看这符录 属于什么品阶啊 方无名话落 林若双将手中符录递给图令 图令查看一番 眉头一皱 略微失望之色 这符录 最多也就顿出二十里地 不过 这顿空符颇为难得 图令本想开口 问问方无名卖不卖的 想想还是算了 哪有跟救命恩人做生意的道理 二十里地 对于自己这个凡人来说 也不尽了啊 不过对于修士而言 确实是不够远啊 算了 聊胜于无 找个机会 给这两姐妹背上一些吧 唉 一身好东西 自己却基本不能使用 造孽啊 眼看方无名 脸色突然阴郁 图令赶紧插开话题 前辈这灵宠 倒是强大 不过似乎还有内伤未愈啊 哦 图令道友 死话怎讲 嘿嘿 我们九鼎商会 也有做灵宠买卖 在下对于灵宠的培养 也是略懂一二 方无名微微点头 确实 小白之前硬康 那么恐怖的天雷 能活下来就算万幸 有些内伤也是正常 图令道友可知道如何治愈啊 灵宠受伤 一般都是为疗伤担药 也可以喂食一些 蕴含灵气的灵才 前辈之前从九鼎商会 购买的灵才里面 就有不少灵 才是对灵宠伤势有益的 方无名恍然大悟 小白虽不是人类 但也是踏上修行路的 那些修饰受伤都是嗑药 小白自然也不例外 方无名在脑海中快速翻找 抬手一挥 地上突兀出现各种瓶瓶罐罐 这是目前为止 方无名收集到的 所有看似丹药的东西 图令道友 这些就是 我身上所有丹药了 能否帮忙看看 哪些丹药对小白有效 地上出现丹药之时 图令早已将目光扫了过去 虽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绝世丹药 但也都是品级不低的丹药居多 图令倒是认真 饶了小白一圈 之后仔细在地上挑选丹药 这架势 一看就是老兽医了 最后 图令挑选好七八瓶丹药 又跟方无名说了 哪些灵才对现在小白的恢复最有效果 方无名得到回复 将丹药跟灵才都喂给小白 要不是在这里不方便 方无名真想用灵才丹药 把小白喂到饱 不过小白现在的精神状态 也好了不少 接下来就要出发前往血月城了 虽有小白这个化神七战里 但在野外 也是只降低了别人盯上的概率而已 还是有风险的 还是赶紧进入大城池 先苟住别浪 等时机成熟再出来 装逼不迟 休息了几个时辰之后 终于出发 方无名自然是来到小白背上 凌若双两姐妹 练气七无法飞行 也上了小白背上 狐卫图令两人倒是拾去 没赶上前辈灵宠背上 颜月儿可就不一样了 说什么都要上去撸一撸白龙 谁叫白龙后背的毛毛 看起来那么好撸呢 甚至不惜付出保命的绝天丹 只要还有一口气未绝 就可以向老天捞人 起死回生 最终小白背上方无名 凌若双凌若寒 颜月儿 小白身后狐卫图令 三道长虹 直奔最近的大城 血月城 第34章 血月城望仙楼 小白不愧是上古神兽应龙 所过之处 皆是风云卷洞 方无名看着下方黑压压的乌云 内部还有闪电窜动 此情此景 还真有一股子得到高人 俯视世间万物的感觉 已经三天过去 这几天 凌若双两姐妹在方无名督促之下 倒是很快就静下心来修炼 方无名为两姐妹提供的零食 也从下品换成上品 这两姐妹也是争气 仅是三天过去 这三天来 竟是提升了两个小境界 来到练气七层 虽然花费的零食也更多 但这样的进度 还是深深震撼了 一直在墨鱼卢龙的颜月 想不到白衣大哥身边 仅仅是两个侍卫 修炼资质都就如此强大 比起那些大宗派添骄的修炼速度 也是不遑多让 颜月发自内心说道 我记得白衣大哥 是来自 无名宗 我虽然没听过 这无名宗 但现在看来 应该也是强大的宗门吧 方无名笑而不语 心中则是盘算着 等到了血月成 自己有了一定自保的力量后 就会遵守诺言 帮助天机和 恢复实力 毕竟这家伙 整天想着忽悠自己 还不如直接帮他恢复 要么继续帮助自己 要么离开 自己也省得 整天防着 到时候 万一天机和 就此离开 自己的想办法 继续让人打探一宝的消息才行 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也不知道 到底多久能打探到一宝 更不知道多久才能 将一宝弄到手 时间可不等啊 自己一见凡人 万一先老死了 岂不写亏 满身的资源 还没好好享受 就要中道奔粗 找谁说理去 同时 创建宗门 也得赶快提上日程 双管齐下 又是几天过去 凌若双两姐妹 竟已经是练气大圆满 虽说两姐妹体质特殊 适合吸收灵气修炼 瓶颈也比平常修饰 少太多 但练气到住机 是一个大门槛 真正脱离凡人的范畴 属于逆天改命的开始 按照天机河的说法 最好是先弄到注机丹 再进行突破 会更安全一些 终于 方无明肉眼繁胎 也能看到远处 地面上的血月城 竟是一眼望不到边 说这是一个小国 方无明都信了 从上空看去 血月城极为繁华 城中看不到有人遇空飞行 但在城市边缘一处 却有不少庞大船只 竟是直接漂浮在空中 甚是奇特 由于城池太过巨大 方无明此时 也只看到一处大城门 并不知道 其他方向 是否也有类似的城门 白衣大哥 这就是血月城了 岩月儿一口咬下 手中灵果嘟囔道 方无明满一点头 小白 我们从城门进去 闻言 方无明脚下 白色巨龙飞向城门 方无明以为 这样巨大的白龙 到此处 应该会有不少人注意 结果 一落地 旁边异兽不少 有一些异兽 体型甚至还要比小白大上一拳 小白落地 并没有吸引多少目光 只有极少数石货的修士 好奇打量着小白 甚至于直接有人上前 询问卖不卖灵宠 方无明当然是一一拒绝 城门也是巨大无比 厚重且悠久 小白 你先戴上这个 方无明手中一个 看似项圈的法器 亲自给小白戴上 岩月儿早就跟方无明 大概讲过血月城的一些规矩 还特意说了 修士灵宠 想要进城 要么化形 要么佩戴专门的法器 小白目前才化神初期 天机和说过 这类神兽 至少要到化神后期才能化形 并且化形还不彻底 需要达到更高的境界才行 小白一戴上项圈 身形快速缩小 转眼间 就变得跟世俗家猫 差不多大小 不过 小白身上化神器的实力 却是还完整保留 这个法器 只是缩小了灵宠的体型 只为了更方便入城 所以 大部分修士都不会反感血月城这样的操作 就这样 变得更加可爱的小白 扑腾着小翅膀 跟方无名几人 一同进城 白一大哥 我知道这血月城里哪里有好吃的 我带你去吧 严灵儿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之前 要亡谷的事情 此时进城 尤为兴奋 方无名 对血月城不熟悉 文言点头 正好去吃炖好的 好好休整一下 自己估计得在这血月城 待上一段时间了 主要是城内 可比外面安全多了 城内主干道 异常宽阔 街边虽也有不少商贩行人 丝毫不显拥挤 严院兴高采烈 带着几人 足足走了半个时辰 终于来到一家酒楼前 望仙楼 光看门面 就能看出极其奢华 白一大哥 到了 我们进去吧 这望仙楼 东西绝对一绝 号称好吃到 让人忘记 先到追求呢 方无名微笑点头 这酒楼 不似牧林城的醉香楼 门外竟是 没有招揽顾客的伙计 倒是能闻到里面 传出令人食指大开的香味 道友 这雪月城内 不会有什么武力争斗 我就先回血月楼一趟了 狐卫突然拱手道 嗯 那你去吧 忙完再回来即可 狐卫闻言 再次一败 便匆匆离去 似乎此地有什么 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东西 几人一进望仙楼 立马有伙计吆喝 一楼贵宾五位 灵宠一只 一个穿着得体的伙计 赶紧来到几人面前 这位小姐想吃点什么 包厢还是大厅 颜月站位是跟方无名齐平的 但这伙计 竟然是主要招呼颜月 下一刻 方无名似乎有些明白了 颜月毕竟是个富二代 即使穿着看起来 不如何华丽出众 但仔细一看 满身都是稀罕玩意儿 果然是人靠衣装服 靠金装 饭后 自己也得去弄一身行头才行 雪月城这么大一座城 应该有不错的服饰店吧 说不定还能专门定制凡人 可以穿戴的法器衣物 85号秘境 颜月轻车熟路 直接上楼 好连伙计赶紧小跑到颜月 跟前带路 秘境 吃个饭还能跟秘境扯上关系 到了四楼 方无名终于明白了 四楼竟然没什么时刻 只有一扇闪看起来 雕刻精致的木门 窗外的阳光照射 在这些门上 一股厚重气息油然而生 伙计赶紧来到一扇标记为 85号的木门前 咔之 木门开启 竟是一道传送门 颜月儿似乎很熟悉此地 竟直踏入传送门 身形一下消失 方无名也是紧跟其后 一阵眩晕过后 还没睁眼 一股花香冲入鼻腔 方无名睁眼 竟是一处世外桃源 阳光明媚 鸟语花香 三面皆是一望无际花的海洋 还有一面 是一座高耸路云的山脉 山腰 云雾飘渺 山巅 一抹白色 周围花海之中 方无名能看到 已经三三凉凉 有人聚集吃饭 谈笑风声 第35章 极致奢华 寻找住处 伙计跟在颜月儿身后 来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旁 就在那棵桃树下吧 颜月儿手指向西边 一棵正盛开的桃树 好脸 伙计话音刚落 周围花海中 立刻飞出好几只 萝莉 只见这些萝莉小手一招 大桃树下立刻出现精致注意 剑方无名饶有兴趣 看着这些小萝莉 颜月儿解释道 白衣大哥 这些是望仙楼 豢养的花妖 白衣大哥 要是有兴趣的话 饭后可以让望仙楼 赠送一两只的 嗨嗨 不必了不必了 颜月儿嘻嘻一笑 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 拿起菜单 刷刷刷一阵狂点 凌若双两姐妹 则是带着小白 一起去小溪里 摸鱼去了 方无名入座 月儿姑娘 我看此地灵气充足 是有灵脉吗 咦 白衣大哥 你第一次出来历练 不知道 也正常 颜月儿 一如既往的画牢 开始为方无名解释 这望仙楼 除了菜好吃 最大的特色 就是这些秘境了 每个秘境环境各不相同 但内部都藏有灵脉 我们这里 应该是上品灵脉 也有几品灵脉 不过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 其实 像雪月城这样的大城 基本一些排在上号的商铺 多多少少 都有类似的东西 比如城里那些 做买卖住宅生意的 好一点的住宅 基本都有灵脉 还有独立的防御法阵 所以 在雪月城内闭关的修饰 不在少数的 我爹说过 那些在野外自己开辟洞服的 要么是喜好问题 要么就是穷鬼 大多数都是因为后者 方无名眉毛一条 有些惊讶 本以为修饰 就是喜欢偷偷摸摸 在野外开辟洞服 没想到现实 却是这样的 不过 想想也是正常 城里治安更好 修饰修炼所需 绝大部分也都能满足 主要问题是 得有钱 方无名心中叹息 下意识 扫了一眼眼月 果然 投胎是门技术活 有人出生就在罗马 有人出生 就是牛马 像狐卫 这样的三无散修 在雪月城内 怕是连一处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这些修饰 岂不是永远都不用出城 那也不一定 碰到瓶颈 或者是有秘境开启 这些人 还是会出手的 毕竟坐吃山空嘛 方无名略微诧异 岩月儿这家伙 竟然也知道坐吃山空 看不出来啊 价值几万零食的灵果 当零食吃 方无名 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询问 自己关心的问题 这雪月城 是雪月组织 一手建立起来的 城内 几乎大半修士 都是以接任务为生 有些任务 其实也是极其凶险的 所以 这些大城 对于底子 雄厚产业稳定的世家 是世外桃源 对于中下层 这雪月城 其实也跟野外差不了多少 最多就是在城内 能暂时躲避 仇家上门 两人又聊了好一会儿 终于 一排小花妖 各自端着一盘菜 缓缓飞来 听岩月儿说 这些食材 都是现杀的 清一色高阶妖兽 色香味俱全 据说有几道菜 足足斩杀几十只 高阶妖兽 才堪堪 做出一小碗菜来 这奢华程度 方无名 仅是一口汤下毒 顿时保障感 充满全身 剩下的菜 硬是一口都吃不下 方无名 也是喜好美食之人 然而此时此刻 也只能是表面笑嘻嘻了 林若霜 两姐妹的情况 也差不多 吃不了几口 立即得跑去西边 打坐吸收 岩月儿倒是能吃 境界也就 金丹中气的样子 却是能大快躲移 小白也是撒欢了吃 一口一个高阶妖兽 还有专人喂养 真是浪费 这些食材中蕴含的灵气 都抵得上鸡蹲零食了 天机河突然传音道 要不是方无名 警告过天机河别乱来 以免招来恨货的话 天机河一进入秘境 这秘境里的灵脉 估计早已保不住 别乱来啊你 说了会给你零食的 等我先找好落脚的地方 就在众人看着严月儿 一个人大快躲移之下 方无名 只觉得这顿饭起码 吃了一整天 最终 严月儿心满意足 终于是结了账 方无名并不知道 这顿饭花了多少 但想来应该是不便宜 然而严月儿似乎毫无感觉 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 这些商会的富裕成多 一踏出秘境 方无名有些恍惚 似乎秘境外面的场景 跟一天前 进入秘境时的场景差不多 阳光照射的角度 没改变多少 白衣大哥 忘了跟你说了 忘仙楼秘境内时间流速 跟外面不一样的 我们在里面吃了一天 外面估计不到一个时辰呢 竟然还有这样的玄机 看来这修仙世界的精彩 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方无名有些急不可耐了 赶紧弄个自己的小窝 到时候 啥新奇玩意儿都来一套 岂不美哉 既然如此 月儿姑娘 带我们去看看 你说的那个地方吧 我想先把住处定下来 在秘境内吃饭时 严月儿知道 方无名 想在血月城 找一处落脚的地方 历见一处地方 当时说的是 天花乱坠 严月儿似乎有用不完的经历 文言激动点头 不过 随即面露难色 不过白衣大哥 我这次出门 没带多少零食 刚才付了三百万零食 现在只剩几十万零食了 方无名一致 卧槽 离谱 胡卫那家伙忙里忙外 一次也才挣个几百零食 最坑的是 自己还只喝了一口汤 方无名强压飙升的血压 无碍 我自己住宅 当然我自己来付钱了 一旁没什么存在感的 图令文言 眉毛一条 小姐所推荐的那处地方 面积广阔 位置也是极好 预估价格上亿啊 而且 这还只是预估价 到时候到现场 要是有人也看上了那里 还指不定的掏多少呢 眼前这位前辈 到底是真有钱 还是不知道 血跃成宅底的市场家呢 别到时候闹了尴尬 前辈 前辈救命之恩 本里因为前辈安排好住处 只是 图令深吸一口气 恭敬拱手继续道 我这就返回九鼎城 将这几天所发生之事 禀告家主 到时候临时 方无名抬手打断道 图令道友 无须多言 现在时候不早了 我们还是 尽快前往月儿姑娘 所说的那个地方吧 呀 这图令 似乎不看好自己的超能力啊 血跃成这样的大城 光是一个吃饭的望仙楼 就如此大的手柄 那好的住宅 自然是不可能便宜的 方无名 在上个世界 也是深刻体会到 什么叫努力 一辈子厕所 都买不起的痛苦 但现在 必须盘它 第36章 先及洞府 问到果的消息 方无名几人 此时正坐在一个法器之上 这个法器四四方方 像是马车的车厢 车厢内有座位 方无名好奇打量这法器 竟是跟上个世界的汽车差不多 只不过这法器可有没有轮子 凌力驱动 悬浮离地 大概一丈左右 这法器速度极快 也足足花了三个时辰 才抵达岩院所说的地方 下了法器 方无名举目四顾 这片区域 似乎是特意用作住宅的 没有望仙楼那边热闹 白衣大哥 我们到了 就是那边那个了 我之前就看上了 但是跌不给我满 方无名沿着岩院 锁止方向看去 只见那个方向 一片房屋整齐坐落 这片房屋中间 似乎空出一大片区域 那片空出的区域 竟是若隐若现 仿佛海市渗楼 来的路上 听岩院说过 那片区域 若隐若现的原因 是因为那里 有一个巨大的防护法阵 不仅可以阻挡 不速之客进入 也可以阻挡 路过行人窥探 你所说的 就是那里 方无名 直指那个 海市渗楼般的区域 岩院重重点头 好似很期待 能进到那里面去 方无名皱眉 距离还很远啊 城中又不能 遇空飞行 呵呵 前辈有所不知 血月城内 所有洞府 都统一 由洞府司管理 图令笑呵呵呵说道 方无名恍然大悟 这是先来寿楼布室吧 方无名抬头看去 旁边的房屋上牌匾 洞府司 方无名几人 直接踏入洞府司办事处 洞府司办事大厅内 略显嘈杂 人还不少 有买洞府的 有卖洞府的 还有处理洞府纠纷的 这位贵客 是来购置洞府的吧 有看上的洞府了吗 一名出街修士 来到方无名几人 跟前打招呼 穿着得体 应该是此地的伙计 岩月儿大大咧咧 嗯 你们雪月城 唯一的先级洞府 还在吧 伙计文言双眼微瞪 有些诧异 几位贵客 也是单宗的吗 嗯 什么单宗 不是 我们是 无名宗的 岩月儿摸了摸鼻子答道 呵呵 是我多嘴了 毕竟先级洞府 一年到头 也就那么几人来询问 上午单宗的贵客 就已经来询问过一次了 看着伙计 满脸歉意 方无名开口 那单宗的人定下来了吗 那倒没有 说是要回宗禀报一下 方无名微微点头 没定下来 就都好说 伙计见状 赶紧引导 几位贵客 这边请 我带几位贵客去看看 我们雪月 成仙级洞府的大概布局 伙计说完 直接带头 走到大厅一个角落 开门进入 不是要看布局吗 怎么不出门 反而进那个屋子 莫非 那屋子里有传送门 带着疑惑 方无名跟上了去 好吧 是自己想多了 只见屋子中央 一张超大的木桌 其上雕刻精美 复杂符文 木桌之上 竟是投射出一个 宛如仙境的虚影 几位贵客请看 这就是几位贵客 看上的仙级洞府了 总面积三万亩 内置一座主峰 三座富峰 三万亩 有点浮夸呀 跟上个世界一个线 差不多的面积了 一个洞府 竟然占地如此广阔 修仙者的事件 果然神奇 而且 从投射的虚影来看 火机说的那几座山峰 云雾缭绕 仙气飘飘 最让方无名震撼的是 那几座山峰 似乎是 飘浮起来的 方无名 仔细打量投影的同时 火机也是滔滔不绝 讲解洞府的各种优点 现在仙级洞府内 还未安置灵脉 也没有布置各种法阵 就连洞府 最外围的防御法阵 也只是一般般 毕竟 能买下这洞府的贵客 自然看不上 我们洞府司赠送的灵脉 跟法阵的 这样一来 洞府的价格 也能稍微低一些 预估价 目前是一亿一千万上品零食 图令突然开口打断 几个月前 预估价不是才一亿吗 上品零食啊 一颗上品零食 就是一百颗中品零食 也就是一千颗下品零食 预估价平白无故多了 一千万上品零食 这在图令看来 有些血亏啊 活机面带歉意解释 贵客有所不知啊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上午单中的贵客 就来看过了 很有意向 血月城内 先及洞府 也就仅此一处 为了不伤了大家和谐 自然是所有贵客 都可以公平竞争的 价高者得 方无名了然 这洞府司 不就是房地产公司吗 说什么 为了不伤和谐 都是屁话 就是想多赚点罢了 眼看图令还要开口 方无名抬手制止 图令道友不必多言 既然如此 那就价高者得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就不必浪费口舌 那个什么丹宗 放马怪便是 好 好一个价高者得 那在下 倒要看看道友 到底哪来的底气 屋门突然被推开 一名秃顶地中海 老道背着手 走进屋内 哎呦 原来是丹宗的旅长老来了 伙计赶紧上前 一脸谄媚 吕长老并未理会伙计 镜子走到一张椅子前 一屁股坐了下去 这位道友 看起来年纪轻轻 口气倒是不小 要跟我丹宗拼价格吗 你可知道 我们丹宗的丹药 几乎遍布整个南狱 闻言 方无名 也是来到一张椅子前坐下 这位旅长老 不知道 你们丹宗 为什么非要买下 这洞府呢 方无名 确实疑惑 这丹宗 既然生意 都做这么大了 肯定不是什么小宗派 不是小宗派 那就必定有自己的山门 为何还要来这血月城 买下这么大的洞府呢 真就有前任性 哼 道友这是 在消遣老头子我 旅长老不知道 为何突然脸色一变 一旁的伙计 赶忙解释道 这位贵客有所不知啊 我们血月城 其实有不少大宗派入住的 要么是开门收徒 要么是经营各种产业 所以 城内不少大型洞府 其实都是一些宗派的分道场 并且 我们血月城 相比于其他大城 聚集了更多的高阶战力 这些高阶战力 通常执行完 血月任务之后 就会在血月城住下 所以 血月城可以说是 难遇最安全的大城了 火机剑方 无名深以为然 四下张望一圈后 笛声说道 我听说 前段时间出现的问道果 各方势力 都派出高阶战力 但血月城 派出的高阶战力 就占了一半呢 我看 这问道果 最终还得落入血月城囊中 听到这 方无名 一下子双眼发亮 听这意思 问道果还能找回来 本以为当初 要往谷那几个高阶修饰 得到问道果之后 会一口给闷了 但是现在仔细想想 可能性不大 首先 炼花问道 果应该需要一些时间 其次 没到安全的地方 谁敢贸然服下 问道果呢 别到时候 被人直接给 活生生炼成人蛋 那可就真的 死死无生了 想到这 方无名下意识 瞥了一眼吕长老 这老头 就是个炼丹出身的家伙吧 看他发型 应该也是个老师傅了 第37章 免费打工人 哼 别废话了 老头子 我还忙着呢 方无名回过神来 正好 我最近也挺忙 那就 请出家吧 吕长老一致 怎么 还真敢跟丹宗比财力啊 难不成 眼前这平平无奇的年轻人 也是来自哪个大宗门 吕长老 稍微调整一下语气 敢问道友 来自河门派啊 吕明宗 方无名自报家门 都已经习惯了 使用吕明宗的名号 吕长老略微思索 接着眉头紧皱疑惑到 吕明宗 老头子我昨日 才查看了宗门排行榜 并未看到吕明宗啊 莫非是影视宗门 为何要付出呢 未问道果来 吕长老似乎自言自语 一股脑说出自己的疑惑 别再纠结了 道友还是赶紧出嫁吧 方无名再次催促 吕长老闻言反应过来 随即面路不限 我们丹宗 向来不愿以财亚人 那就先来个两亿上品零食吧 一旁的伙计闻言 心中狂喜 两亿上品零食 自己得拿多少分成啊 岂不一步登天了 严院闻言顿时不爽 不就两亿上品零食吗 我们出四亿 上品零食 哎呦 小祖宗 你可别乱说话了 图令赶紧拉回严院 满脸的无奈 吕长老怒急返笑 别打肿脸充胖子 八亿 吕长老丝毫不理会 周围伙计的倒吸冷气 自顾自拿起茶杯 抿了一口 好不容易争取到 一个置办 宗门分布的任务 这不得狠狠捞一笔 价格抬得越高 自己赚的也就越多 反正宗门里零食多 不过 自己最多 也就能动用八亿左右的零食而已 还得多亏眼前的年轻人 来抬价呢 不然自己都不好意思 自己抬到八亿 眼看旅长老气定神闲 方无名直接起身 伙计见状 心中莫名失落 还以为能再创新高呢 旅长老 也是一声冷笑 哼 自取其辱罢了 这老头出多少 我都比他多一亿 伙计 可以准备购买手续了 旅长老闻言 手中茶杯 差点跌落 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徒 年轻人 我看你是这洞斧司 请来的托儿吧 真以为老夫 是傻子不成 单宗最多 出八亿上品零食 爱卖不卖 啪 旅长老重重 放下茶杯 直接起身 叫出 果不其然 伙计见状 赶紧上前阻拦 哎呦旅长老息怒啊 有话好说吗 旅长老趾高气昂 冷哼一声 心中舒爽 这才是单宗 该有的待遇嘛 不过可不能让这洞斧司 觉得单宗好忽悠 哼 老夫话已带道 你们洞斧司 只有一天时间考虑 你们应该知道 我住在哪里 说完 旅长老扬长而去 那叫一个潇洒 那叫一个胸有成竹 伙计 只得捶胸顿足 懊悔不已 早知道刚才 直接就答应旅长老了 哎 不过听旅长老的意思 还是有机会的 想到这里 伙计眼底 闪过侥幸的光芒 直接就要去找人 去旅长老住处陪礼 哎 你这小丝 我们还在这儿呢 你怎么就要跑了 严院面露不满 伙计闻言 很是不耐烦 那个谁 过来 你来接待这几位贵客 啊 我 哦 来了来了 一个显得有些激动的声音 传入屋内 一个高挑女子 与伙计挫奸而过 女子进屋 伙计跑路 严院见状 竟然让一个凡人 来接待自己 严院正要发作 方无名 稍稍抬手制止 无妨 我们只是 来购置洞府的 没必要 跟这些小角色一般见识 几位先师贵客 我叫顾雪来 接下来 就由我来给几位先师贵客 介绍吧 请问几位先师贵客 看中了哪处洞府呢 先师 方无名仔细打量一番 眼前女子 也算是个美女 亭亭玉丽 在他眼底深处 方无名似乎看到了 曾经的自己 那个为了买个破防 而勤勤恳恳 努力一辈子的自己 眼中长寒希望 却始终抓不到 眼前女子 莫非也是个凡人 方无名稍微了解过 这血月城内 修士占七成 凡人占三成 这个比例 已经是极高的 在其他大城 修士跟凡人 竟是五五开 深究之下 方无名才知道 一些修士道理 也有不小可能 产出无灵根的后代 而且修士 普遍不注重传宗接代 反倒是 凡人很注重生育 不过 生下来 养不养 那就另说了 呵呵 不必如此拘谨 也不用介绍什么了 你直接去 准备办理手续吧 啊 不知仙师看中的是 仙吉洞府 仙吉洞府这四个字 就像四下重拳 狠狠轰击在 顾雪莱的脑瓜上 一下子就迷糊了 要是这单成了 自己也就解脱了 提前退休 不是梦啊 见顾雪莱 久久没回过神来 方无名继续道 快去吧 我赶时间 顾雪莱强压心中激动 仙师 要是确定下来的话 只需支付定金 就可以先入住洞府了 后续的流程 我会帮仙师弄好的 定金需要支付多少 只需支付预估价的一半即可 方无名示意 林若霜直接上前 掏出一枚储物戒指 正是之前 从严院手中得到的储物戒 这里面 是一亿上品零食 顾雪来双眼发亮 激动接过戒指 仙师请稍等 我这就去取 仙吉洞府的镇旗 顾雪来急匆匆小跑出去 方无名则开始规划 接下来的行程 听刚才的伙计介绍 这仙吉洞府 貌似还是个毛坯房啊 还得自己买材料装修 一想到这 方无名莫名觉得麻烦 就不能领包入住吗 方无名下意识瞥了严院一眼 这家伙花钱 虽然大手大脚 但眼光想来也是极高 仙吉洞府的防御护照 林脉 内部法阵等 零零碎碎的材料 交给严院去处理 倒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 月儿姑娘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返回九鼎城吗 嗯 白衣大哥 我没说我要回九鼎城啊 徒令文言无奈摇头 不过还是来到方无名跟前拱手道 近段时间 大城之外都不太安全 我们打算稍微等一段时间 至于等多久 那就要看问道 果何时被巡回了 方无名微微点头 那看来 近期是不会离开血月城了 这两家伙 有这么合适的免费打工人 不用白不用 我旧居深山 对于大城不是太了解 洞府修缮事宜 不知道月儿姑娘 你们熟不熟悉啊 这种出售的洞府修缮 不就是买各种材料吗 买东西我在行啊 那就有劳了 方无名不等 徒令开口推辞 直接将这重刃 推给严院 一旁的林若霜也是 直接掏出一枚储物戒指 这枚储物戒指里面 还是储物戒指 里面的每一枚储物戒指 都装有上一上品零食 不管这严院 有多大手大脚 这些都应该足够他 拿去买东西了吧 第38章 炼丹天才 丹臣 大概一炷香过后 顾雪来 取来先及洞府的正旗 方无名接过正旗 打量一番 想来 这就是洞府的钥匙了 没多逗留 方无名几人出了洞府司 再次交代严院 要把洞府打造成 无名宗分布之后 目送严院 图令两人离开 眼看天色尚早 方无名打算去丹阁看看 帮林若霜两姐妹 弄点筑基单用用 晚上回洞府 应该就能双双突破到筑基7了吧 林若霜栏下一辆飞车法器 报了目的地 三人上车入座 单格 路程还挺远 方无名一路观赏 这座城市的众生百态 有人富得流油 有人穷得发指 几位客官 到了 操控飞车法器的修饰 突然开口 方无名转头 看向街道旁建筑 单格 富了一些零食 三人下车 方无名一眼看出 这单格应该正是单宗的产业 因为大门排扁上右下角 有单宗二字 方无名下意识向单格里面描去 该不会在这里碰到之前 那个地中海旅长老吧 踏入单格 浓浓的单药特有的香气 弥漫整个一楼大厅 方无名四下扫了一眼 一楼大厅 有卖单药的 卖灵财的 卖单炉的 反正是炼单相关的 几乎应有尽有 每个区域都有几个单格的伙计 招待客人 呦 大家快来看 这就是当初被誉为几个时代以来 最具天赋的炼单事 大天才 你怎么也沦落到 买克灵药都要讲价的地步了 卖灵财的区域突然有人高声喧哗 方无名目光也是落到了那边 下一瞬 方无名就听到身旁有人低声议论 哎呦 又是这个单臣 三天两头就来一次单格 每次来都免不了被单格的伙计讽一番 为啥呀 为啥 相传 这单臣原本是单宗最妖孽的天才 可不知道为何 突然魔障了 听说是七师灭祖 给逐出单宗了 你说的不对 我听说 这单臣 是不知道从哪得到一张单方 之后整天研究这单方 都魔障了 这才被单宗除名啊 研究个单方 能研究魔障了 啥单方啊 嘘 听说是什么长生蛋 方无名竖起耳朵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果然是三人成虎 说啥的都有 不过 那边那个年轻人 应该是叫单臣无疑了 而且出身单宗 就是不知道 为何被逐出单宗 周围人各种版本的说法 都有 方无名自然是最愿意相信 所谓的长生单版本 这单要 光听名字 就让人感兴趣 长生 不就是自己想修宪的目的之一吗 方无名来到卖灵财的区域 挤入人群 终于看到那名为单臣的年轻人 看表官年龄应该比自己小哥一两岁 大天才 怎么不说话了 管事说了 只要你跪下磕头 就给你打九折 怎么样 够人词了吧 哈哈 你 你们 单臣面对几个伙计的嘲讽 竟是哑口无言 一看就是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 要不是我改良了助鸡丹丹方 你们怎么可能垄断助鸡丹 单臣总算是想到了反驳的话 哼 闭嘴 单宗当初收留你 培养你 你为单宗做点贡献 不是应该的吗 就是 要不是你一意孤行 单宗也不会驱逐你 你这是自作自受 快滚 别在这儿哀眼 几个单宗的伙计 似乎被踩了狗尾巴 态度一下子凶狠起来 方无名都愣了 这些单宗的伙计 这态度 这乃是做生意的 简直是做爹啊 但周围围观之人 却都习以为常的模样 并不惊讶 单臣胸口起伏 却不知道要说点什么 只是不甘盯着柜台里 一株药草 再不滚 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且慢 他要买什么灵财 都寄我账上 众人惊讶 所有目光都落到方无名身上 几个单格伙计 更是诧异 阁下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这是我们单宗内部事务 闻言 方无名一下子来了火气 这特么的 还是近血月城以来 第一次被人呵斥 而且自己只是想帮忙 付个钱而已啊 单宗的内部事务 你们不是早已将他 逐出单宗了吗 真是可笑 方无名此言一出 几个伙计 一下子不知该如何回怼 方无名直接来到柜台前 仔细打量一眼 单臣想买的草药 眉头微皱 单臣是吧 不过是一株二十年份的草药 我现在身上就有好几株 方无名手掌摊开 几株药草顿时出现 单臣眼睛一亮 这 至少一百年份以上 单臣虽心中火热 却也没直接上手拿药草 这一百年份以上的药草 显然不便宜 看到单臣想要 又不敢动手的样子 方无名心中叹息 这小伙子到底经历什么 一带天骄 沦落至此 这些草药我还有很多 你要是不好意思白拿 那你就给我 炼几颗最好的助肌丹吧 放心 炼丹材料我自己出 单臣忠于激动不由自主 真的 但是特品助肌丹 我也不一定能一次就能炼制出来的 说不定会浪费几炉药草 特品助肌丹 周围吃瓜群众闻言 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丹药品皆分为 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特品 特品丹药 据说服下能百分百发挥药效 并且对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属于可遇不可求的最顶级丹药 多为收藏品 方无名也是稍微了解过丹药品接的 所以 此时心中也是惊讶 这丹臣年纪不大 竟然对炼制特品丹药 有着不小的信心 方无名一甩手 挤住药草丢向丹臣 试了服一去 丹臣接住药草 心中激动 小跑赶紧跟上方无名 直到此时 几个丹阁的伙计才回过神来 面面相去 哼 敢跟丹阁作对 你们别想在丹阁买到一颗丹药 听着几个丹阁伙计在后面放狠话 方无名不以为然 开玩笑 这丹阁一看就是大众货色的丹药 要不是给临若霜两姐妹弄住鸡丹 自己还真不屑来这种地方买丹药 主要自己一介凡人 对于丹药 也不是太感冒 大部分丹药 都是用于增进修饰修为的 凡人最多也只能吃些强身健体保健疗伤的丹药 所以很多丹药凡人是无福销售的 说不定还会当场与命 自己要买丹药 自然是去丹药拍卖会 去买那些真正的顶级丹药 第39章 珍宝楼 在于丹宗 前辈 我叫丹臣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一出丹阁 丹臣便弯腰行礼 呵呵 我可不是白白帮你 听说你原本是丹宗添骄 为何会被逐出丹宗呢 方无名对于这个问题很是疑惑 更疑惑的是 有着炼丹的技能 咋还混这么惨 文言 丹臣脸色变得严肃 我曾经是丹宗引以为要的天才 宗内所有资源都向我倾斜 炼丹师等级 从一品到八品 对应修饰八个大境界 九品炼丹师 则对应仙人 可炼制仙丹 我二十岁不到 就已经准备冲击九品炼丹师 奇缘巧合之下 我得到一个丹道传承 本以为从此一飞冲天 没想到 那就是一日未炼成九品仙丹 就一日不可再炼其他丹药 不然丹道修为尽散 说到这 丹臣情绪略显激动 丹宗为了培养我 花费巨大 但我却不能再为丹宗炼制丹药 这才 他们需要我的天赋 我需要他们的资源 本来也是个取所需 我不怪他们 方无名几人心中皆是惊讶 未满二十 就开始冲击九品炼丹师 放在修士修炼体系中 岂不是二十岁不到 就开始触摸到成仙的门槛了 方无名之前不相信什么天才的说法 现在信了 人跟人的差别 真的比人跟狗的差别都大 但不管如何天才 这都过去世了 想必这几年 这小伙子经历不少人情冷暖 这 你既已经不能再炼制丹药 那我的猪鸡丹 方无名面露难色 这 就有点尴尬了 不知道现在回去 还能不能买到猪鸡丹 闻言丹臣眼中金光一闪 我能感觉到 我马上就要突破九品炼丹师了 今天就是来买最后一次草药 准备最后的突破 方无名心中叹气 几年了都没突破 突然这么自信 好吧 这可能是天才的自信 当然也可能是迷之自信 不知道你准备炼制什么丹药 来突破九品炼丹师 长生仙丹 这是那个丹道传承中 唯一的九品丹方 我别无选择 长生仙丹 不错 这长生仙丹 有位天道 本不应该出现 效用也是惊人 不管是修士 还是凡人 服下之后 就可抵挡岁月的轻石 永生不死 果然如自己所想那样 丹如其名 方无名心中躁动 表面不动声色 罢了 我也不要你 帮我炼制助击丹了 等你炼制出这长生仙丹 给我一颗即可 就当是做个投资了 反正自己身上的资源 自己也用不到 要是丹臣这小子 真能炼制出所谓的长生丹 那自己岂不是可以永生永世 在这血月城内享受了 文言丹臣脸皮顿时有些发烫 一下子不知道说些什么 方无名 四下扫了一眼 继续道 这血月城内 除了丹阁 还有别的地方 可以买到助击丹吗 丹臣强忍惭愧道 前辈 助击丹 虽然二品炼丹师 就能炼制 但是想炼制出 特品注击丹 也不是容易的事 前辈可以去珍宝楼看看 到时我帮前辈 鉴定丹药成色 珍宝楼 一听这名字 就让人感觉好东西 肯定不少 方无名几人 立即动身 前往珍宝楼 路上 从丹臣口中得知 这珍宝楼 面积极大 相当一座独立小镇 珍宝楼平日里 也直接出售 一些稀罕玩意儿 什么丹药镇法 俘禄灵脉法器灵器 都有各自专卖区域 不过 还是举办拍卖会 能出现在珍宝楼 拍卖清单上的物品 无意不是价值连城 千金难寻 不过可惜的是 这珍宝楼的拍卖会 一般至少间隔 三个月以上 才会举办一次 此时此刻 距离上次拍卖会结束 仅过去一个多月 方无名心中略微失望 但也能理解 哪有那么多的珍宝拍卖啊 又搭成 差不多一个时辰的飞车法器 方无名几人 终于来到珍宝楼大门前 面积果然大 光是大门 就跟之前的木林城 城门差不多大 不过要比木 林城大气多了 气势恢弘 此时珍宝楼大门处 似乎有不少人聚集 不知道 是在围观什么 顶着好奇 方无名几人 踏入珍宝楼地盘 这位道友 这里是 发生了什么事吗 班辰拉住一名 出街休市询问 你们还不知道啊 听说有人来珍宝楼闹事呢 撒开 去晚了 可就没热闹看了 方无名几人面面相去 这珍宝楼 也算是血月城内 数一数二的大势力了吧 怎么还有人敢在此闹事呢 方无名沉吟片刻 开口道 我们就别去凑热闹了 还是赶紧买得住鸡丹吧 丹臣 你对这里比较熟悉 带路吧 丹臣显然也认同这个决定 赶忙带领方 无名前往 售卖各种珍品丹药的区域 莫承想 丹臣还是带着几人 来到热闹的中心 方无名眉头微皱 自己打算 在血月城扎根 这第一天还没过 就已经跟丹阁杠上了 先是跟丹阁抢夺先级洞府 之后又因为 长生仙丹 而缠火丹臣之事 与丹阁的梁子 估计是难以化解了 所幸丹阁阁 对于自己来说 也不是必须的 但是这珍宝楼 自己却是不想得罪 毕竟以后 还得来珍宝楼进货呢 而且 珍宝楼的拍卖会 想想就期待 就在方无名几人 打算绕路时 熟悉的声音 传入耳中 知道什么叫 你这老头 蛮不讲理 方无名身形一致 这特么怎么那么像 丹阁那个大嫂门啊 又是一个 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一派胡言 这丹阁分明 是老头子 我先看上的 我曹 是那个丹阁的吕老头 果然 丹臣面露惊讶 吕长老 方无名心中叹息 自己是跟丹阁犯冲啊 想必丹阁阁 是来此地为新洞府 购置丹麦的 这一下想假装 看不见都不行了 凌若双两姐妹 在前面开路 方无名 终于来到众人围观的中心 咦 白衣大哥 你怎么也来了 月儿姑娘 发生了什么事啊 丹月儿小脸 一下子气鼓鼓 显然争执了 不是一时半会儿了 白衣大哥 你看 又是这臭老头 抢我临脉 吕长老 看到方无名几人 也是诧异 今天怎么到哪 都能碰上这帮人 而且都是跟自己抢东西 难不成 这卸月城内 有人针对耽搁 故意找茬 哎 丹臣这小子 怎么也在这儿 吕长老光华的脑袋里 瞬间充满无数问号 此时 方无名也注意到一旁 一脸便秘模样的修饰 想必就是珍宝楼 这片区域的管事了 几位贵客 先不要争执了 再这样下去 就要影响到 珍宝楼内部治安了 珍宝楼管事一脸为难 今天怎么回事 平日里无人问津的珍宝 能卖出去 本来是好事 可 这位管事 我们无意扰乱珍宝楼 你看这样如何 价高者得 第四十章 天价极品灵脉 丹阁吕长老文言 心中火气更盛 又是怎样 这帮家伙 两次三番 想跟丹阁拼彩礼 珍宝楼管事一听 哎 这主意不错啊 开门做生意的 谁能跟灵石过去去啊 纠结是谁先看上这条灵脉 毫无意义啊 是自己 一下子陷入误区了 眼看珍宝楼管事脸色 逐渐变好 吕长老冷哼一声 哼 那就价高者得 我丹宗还没怕过谁 珍宝楼管事文言 心中又是一尘 原来这地中海老头 是丹宗之人 自己区区一个管事 可担不起得罪丹宗的责任 周围吃瓜群众 也是惊讶 竟然是丹宗的人 那还比个啥 天底下 谁不知道丹宗肥的漏油 几乎所有修饰 都有丹药需求 而且 是一年到头不间断的需求 就连一些凡人 也时常需要丹药救命 或者严寿 严月儿此时 却是有些心虚 身上的灵石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本想再购置这条 极品灵脉 就回去的 现在要拼价格 白衣大哥 我 方无名眼皮一跳 这家伙 该不会是 把灵石都花光了吧 那可是上百亿灵石啊 上品灵石 这家伙 到底都买了些啥 方无名轻吐一口气 没事 有我在 方无名转身 看向真宝楼管事 这位管事 将这条极品灵脉打包吧 真宝楼管事一愣 不是说要拼价格吗 不管这老头出价多少 我都比他多一一商品灵石 四 周围吃瓜群众 纷纷到稀凉气 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 而且 对方还是单宗啊 这是得有多大底气 才敢这么说啊 这白衣男子 到底是什么来头 周围人纷纷低声议论 一些来得较早的修士 倒是从那名女子口中 得知一个 从未听说过的宗门 无名宗 转瞬间 无名宗的名头 在周围吃瓜群众中 快速扩散 吕长老此时 吹胡子瞪眼 一天之内 被同一伙人打压两次 吕长老怒急返校 好啊 那我单宗出 一百亿上品灵石 周围嘈杂声 顿时安静下来 珍宝楼管事 更是一脸生无可恋 平时要是有人故意叫出 远超物品价值的高价 珍宝楼肯定会第一时间 验证出价人的身价 可是现在 出价之人是单宗 虽然明眼人都知道 这吕长老是故意的 可珍宝楼管事此时 却是无能为力 吕长老紧盯着方无名 无比期待 能在这狂妄之徒脸上 看到识别的表情 此时 不远处一处阁楼之中 一名身穿红色长裙 妖娆华贵的女子 也正仔细打量方无名 眼下的情况 这单宗之人 显然是故意坑人来了 如果白衣男子 出价一百零一亿上品零食 保不齐单宗 还会喊出什么样的天价 反正是白衣男子 先放了话 多一亿的 这怎么看 白衣男子 都是死局了呀 就在所有人都想看一看 这白衣男子 将如何应对时 哼 一百亿 就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极限了吗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还是我来直接出价吧 五百亿 上品零食 此言一出 众人哗然 管是瞪大双眼 不敢置信 虽说这条极品零脉 要是放在拍卖会上 也有可能拍到五百亿 但现在 这条极品零脉明码标价 才五十亿上品零食啊 五百亿 场内压力 一下子来到吕长老身上 眼尖之人 已经能看到 吕长老额头微微冒汗 现在是白衣男子 主动叫价 要是现在 自己在叫价 万一对方突然说不满了 那自己岂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光头 回到宗内 有十个脑袋 都不够掉的 要是白衣男子 叫个一百零几亿 自己还能嘲讽两句 可是现在 五百亿啊 单宗宝库里 能不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上品零食 自己心里都没底 吕长老好几次 欲言又止 哼 这就是单宗吗 还以为有多才大气粗呢 方吴明发自内心嘲讽 可在周围众人耳朵里 又听出不同意思 这摆明了是想坑单宗啊 竟然还开口嘲讽了 你 竟敢胡乱报价 你吴明宗要是拿不出五百亿零食 旅长老气急败坏 说完转头看向珍宝楼管事 该当如何 珍宝楼管事骂娘的心都有了 你们装逼就不能不获及他人吗 眼看珍宝楼管事更加为难 方吴明继续道 要是我能拿出五百亿上品零食 你单宗 又该当如何 哼 你要是当场拿出五百亿上品零食 我老头子下半辈子 任你驱使 可要是你拿不出来 你们吴明宗 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吴长老几乎是不假思索 直接放出狠话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拿出这么零食 绝不可能 周围众人也是纷纷觉得 这吴明宗 今日怕是要覆灭了 只因这白衣男子太过狂妄 直到此时 吴长老依然没能从方吴明脸上 看到想要的惊慌失措 只见方吴明淡淡瞥了一眼身旁护卫 凌若霜上前 直接甩出一枚储物剑 哼 下凭储物法器 吴长老 一把接过储物法器 一脸不屑 神势不耐烦 探入其中 下一瞬 吴长老神色一变 先是诧异 再是疑惑 最后惊恐 这储物法器里面 竟然满满都是储物剑 而且这些储物剑里面 竟然堆满了上品零食 目测这储物剑数量 还真有可能有500亿上品零食 吴长老脑瓜翁的一下 只觉得有些眩晕 周围众人见状 心中也是震惊 难不成 真有500亿上品零食 真是不敢想象 出门随身携带这么多零食 不对 不是随身 而是那个炼气器的护卫 随身携带的 给人一种 这500亿零食 就是一个炼气器 护卫的零花钱的错觉 毕竟还没见过 谁会把这么多零食 交给一个护卫 来保管 就一个戒指而已 又不是什么 难以携带之物 这无名宗 看来应该是某个 传承悠久无比的庞然大物 周围众人 刚开始还理直气壮说 自己没听过无名宗 但此时再也没人 好意思这么说了 这么大的宗门 说自己没听说过 显得自己孤陋寡闻 方无名视线扫了一圈 心中满意 这500亿零食的效果 还不错 打铁趁热 各位 我无名宗即将在血月城内 设立分道场 到时只要天资过人 不论出身 通过考核的 皆可加入我无名宗 只要你足够优秀 资源绝对管够 我无名宗在血月城的道场所在 就是血月城内 唯一的一座仙级洞府 周围众人再次哗然 先是500亿零食 再是仙级洞府 难不成 买这条极品灵脉 正是要放置到仙级洞府之内 恐怖如斯 一个分道场 都有极品灵脉 要知道很多宗门 就算是本部 也是没有极品灵脉的 呵呵今日 真是我珍宝楼的大喜之日啊 竟有如此贵客光临 突然一个轻柔柔软的女生传来 随之而来的 是两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合体气的强者 不知是谁惊呼一声 周围吃瓜迅速散去 随着一起扩散的 还有三个字 无名踪 方无名顺着声音 来源看去 一名身穿滑贵红裙美少妇 缓缓走来 身后还跟着两名 精神绝朔的白发老者 第41章 初步达成合作 特等助击单见面礼 红裙女子 来到方无名几人进前 瞥了一眼一旁的管事 还不快将贵客看中的灵脉装起来 管事后背 顿时被冷汗打湿 连忙弯腰 是 是 小的这就给贵客装起来 红裙女子又瞥了一眼 还在呆滞状态的吕长老 没开口 最后才上前两步 来到方无名跟前 小女子血无双 见过这位道友 闻言 方无名心跳微微加速 这血月城内 血性之人 只有一家 那就是血月城的主宰者 看来这珍宝楼 应是血月城官方资产了 道友客气了 称我无名即可 道友 可否赏脸上楼一叙 方无名顿时面露难色 自己还急着回去打理洞府呢 况且 血无双身后这两个合体漆 压迫感实在是有些大了 看来 自己也得赶快弄几个合体漆 护卫撑撑场面了 白衣大哥 我也要跟你上楼 洞府那边 图书已经安排好了 严院更加靠近方无名 哦 这位是 我是九鼎城的严院 血无双稍微思索 随后眉毛一挑 我说 怎么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九鼎城的千金 两位 这里人多眼杂 我们上楼谈可好 方无名稍作思索 小双 你们带着丹臣 先去洞府那边吧 助击丹 我会带回去的 安排好凌若双两姐妹后 方无名看向一脸 生无可恋的吕长老 吕长老 我对驱使你没什么兴趣 你只需为我做一件事即可 至于什么事 以后会跟你说的 血无双突然开口 空口无凭 不如 立下天道誓言 吕长老心中暗骂 果然跟传闻中一样 蛇蝎心肠 不过现在自己理亏 既然注定如此 吕长老冷哼一声 一副大意凛然姿态 立下天道誓言后 匆匆离去 方无名言怨 跟着血无双上了阁楼 街上也重重心恢复如常 等侍女给方无名茶杯倒好茶水 血无双这才开口 这位无名道友 看来是想在血月城长期发展了 方无名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正是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自己想在血月城内建立根据地 必然很快就引起各方注意 血无双依旧面带微笑 我看到有背景雄厚 想必是对半月后的问道果拍卖 十拿九稳了 方无名心中顿势火热 问道果真的被追回了吗 要是真的有机会得到问道果 何止十拿九稳了 就算是不惜扰乱整个临时市场 都在所不惜 似乎是察觉到方无名眼底深处的向往 血无双轻叹一口气 家父困于合体期已有三千年 如果近期再无法突破 恐怕也只能消散于世间了 可惜啊 这问道果 不仅像无名道友这样的影视宗门想得到 几乎是整个南狱的大势力 都垂涎着问道果 不仅如此 南狱之外的一些势力 也是蠢蠢欲动 不瞒道友 前方刚传回消息 这次追击问道果 光是大成七就不下五十位 其余高阶修士更是数不胜数 最终还是在二十几位大成七重伤之下 各方才堪堪达成一致 也就是举行拍卖会 架高者 诶 血无双眼与尖似乎是在惋惜 可化到了方无名耳朵里 却是另外一个味道了 想不到这问道果竟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自己想得到问道果 看来还是困难重重啊 这些大势力 只不定会直接武力抢夺 就连大成七都给打残了 这也太惨烈了吧 到时候 要是自己发动超能力 名义上夺得问道果 城外的大势力 自己倒还没那么担心 毕竟这里是血月城 可要是血月城的主宰 想从自己手上夺了问道果 自己一下子还真没辙 方无名快速理清思绪 食指轻敲茶几 无双道友 有什么话 直说便是 哼哼 无名道友 真是爽快人 那小女子 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们血月城 希望能跟无名道友合作 一起夺得问道果 哦 怎么合作 呵呵 以无名道友出手阔绰的程度来看 身家应该不少于5000亿商品零食吧 我血月城经营多年 也才看看能跟无名道友相提并论 真是惭愧啊 方无名了然 这是要找自己凑钱啊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他各大势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各怀鬼胎 难以达成合作 也就是说 哪家势力 要是能将财力突然翻个一倍 那在财力上 问道果就差不多是稳了 想必无双道友 已经找过不少合作伙伴了吧 为什么还要找我呢 无名道友说笑了 此时谢月城内 也就无名道友 有跟我们合作的资格了 出身清白 又财力无双 方无名心中咯噔一下 出身清白 莫非自己的来历 已经被血月城查探过了 方无名不动声色问道 合作可以 但是 问道果 我需要拿来研究几天 之后就会赠予血月城 血无双眼底闪过疑惑 研究几天 有什么好研究的 但转念一想 只要不离开血月城 就是研究几个月 也是无妨 呵呵 道友不必如此 血月城 也会尽量补偿道友的 两人三言两语之下 算是初步达成合作 现场的气氛 也逐渐轻松下来 一旁的严月 似乎在思考什么 一直没插话 不知道自己老爹 想不想要这问道果呢 白衣大哥 你说这问道果 能不能切成两半呢 血无双文言 差点一口茶水喷出来 呵呵 月儿妹妹真会说笑 问道果乃天地至宝 怎可分食 要是九鼎城 对问道果也有想法 也可跟我血月城合作一番 呵呵 哼 我也就随口问问 才不稀罕呢 颜月儿是越看血 无双越不顺眼了 又没跟你说话 方无名笑了笑 并不想掺和血月城 跟九鼎城之间的矛盾 无双道友 听闻血月城 汇聚无数高阶修士 这些高阶修士 是隶属于血月城吗 方无名问出自己 比较关心的问题 血月城自然有自己的护卫队 但 聚集在血月城的高阶修士 很大一部分 都是为了做任务 赚取零食而来 还有一些大能 是为了寻找一宝来 就比如一些合体器大修士 甚至是大成器 只要你能提供他们所求之物 就能让他们帮你办事 这些大修士 并不隶属于血月城 跟血月城的关系 只能算是合作关系 各取所需 血无双说着 一抬手 掌心出现一份红色册子 这就是血月城内 高阶修士的所求记录 无名道友要是感兴趣 可以拿去一关 多谢 方无名接过册子 并未急着打开查看 因为血无双 似乎还有东西要给自己 果然 血无双掌心 再次出现一个小木盒 刚才听闻道友 想求购特等住鸡丹 小女子这里 正好有一枚 就当是见面里了 还请道友务必收下 第四十二章 返回洞府 试驾豪车 真是想啥来啥 方无名也不客气 接下特等住鸡丹 就当是珍宝罗 卖出天价极品灵脉的 一个彩头了 几人再闲聊一番 方无名眼看 无法从对方身上 获得更多信息 没再逗留 告辞离开珍宝罗 坐在前往 先级洞府的 飞车法器上 方无名闲来无事 翻看血无双 给的红色册子 开始物色自己的打手 翻开第一眼 原因修士 共挂名38463人 光是第一行 就让方无名大感震惊 这岂不是说 在极端情况下 血月能一下子 召集三万多名原鹰老怪 恐怖如斯 这股战力 摸死几个大成七 应该希望不小吧 继续往下看 这些原因修士的具体境界 跟索求物品 这个册子上的名字排列顺序 应该就是实力的排序了 强者在前 弱者在后 方无名快速往后翻阅 还好 这些原因修士 绝大部分都是求灵石 个别是求一些天才地宝 方无名满一点头 求灵石好啊 灵石咱不缺啊 就怕是求一些 罕见的天才地宝 那还真不一定搞得定 华神修士 共挂名5310人 炼虚修士 共挂名2000人 合体修士 共挂名830人 越往后翻 记录的人数 断崖式下跌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还是不太合理 三万人中 有5000人能成功突破 5000化神修士 就有2000人能突破 2000炼虚修士 就有800人能突破 这个比例明显不符合方无名之前 了解到的情况 显然 这些来雪月城挂名的修士 只占总修士人数的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修士 也许克死他乡 无人知晓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实际情况 可能一万名金丹修士 仅不到十人能突破到原因 突破千年寿命大关 网上的境界 就更不用说了 突破的比例更小 有谷子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意味了 心中略微感慨 继续翻到最后两页 大成天尊 挂名98人 竟然这么多人 之前听雪无双所说 去追击问道 果的大成七修士 也不过半百而已 就似乎已经把整个南狱 闹得沸腾起来 甚至引起南狱之外的修士注意 方无名赶紧往下查看 第一位大成修士 见天尊 大成竞圆满 曾执行任务灵个 索求 长生 大成竞圆满 不去渡成仙之节 竟然来这写月城求长生 脑子指定不太好使 世人皆想求长生 太过缥缈了 还不如直接拼一把 杜杰来得实在 杜杰也许是九死一生 但世上不知道多少人 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 就已经老死在修行路上 心中嘀咕 方无名继续往下翻阅 竟有好几个大成竞圆满 索求皆是长生 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不成 方无名 特意来回 翻看大成七名单两遍 基本都是求长生 不过 也有一些奇葩 有求一败的 有求一罪的 甚至还有寻人的 方无名无奈摇头 怪不得执行任务次数 基本都是零次 这些顶级修士 尚且求长生 自己一介凡人 就算狂科药 估计也就堪堪过百岁 连一个最底层的练七七修士 都能轻松活过两百岁 运气好点的 还能多苟延残喘个十把年 想到这 方无名下意识 想到丹臣那小子 想必现在丹臣 已经搬到先级洞府了 说不定已经开始练丹了呢 方无名压抑的心情 一下子好了许多 月儿姑娘 你们今天都买了什么 明日 是否还需要采购 方无名 突然对这一旁 正肯石灵 裹得严月问道 在方无名看来 也就灵脉根法阵重要些 特别是 像望仙楼那样 能操控时间流速的法阵 至于一些修炼辅助设施 管他呢 自己又没办法修炼 随缘即可 嗯 诺 都在这儿了 严月儿又是一口咬下 递过一个精致的储物键 搞心态啊 自己又没办法使用储物键 哎 还是林若霜那两个家伙 在身边好一点 方无名笑了笑 接过储物戒指 随意打亮一眼 又递回给严月儿 壮若随意 观赏路上的万家灯火 石则在脑海中 翻看资源 不到半个时辰 飞车停下 此时的先级洞府 已经不像白天看到的那样 若隐若现 而是一座看起来 无比真实的巨大山脉绵延 高耸入云 骑上步伐骑松怪石 山腰云雾缭绕 还有三个巨大的 文字雕刻骑上 无名踪 白一大哥 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这防御法阵 是我特意让人 弄成这样的呢 方无名面一点头 嗯 不错 两人来到巨山脚下一处 空旷祭坛之上 显然这里就是进入洞府的入口了 方无名 四下扫了一眼 果然 那个吕长老 并没敢因为没买到这座洞府 而来闹市 应该是顾忌血无霜的面子 突然 祭坛中央空间一阵扭曲 出现一个人影 正是图令 小姐 前辈 你们回来了 洞府已经修缮的 差不多了 图令面前 早有约定 天机得偿所愿 操控飞行法器 竟是跟之前在慕陵城操控烈焰符一样 方无名只需念头一动 这飞行法器 便能随心而动 当真神奇 跟随图令指示 方无名操控飞行法器 来到悬浮高空的主峰之下 前辈 将灵脉打入上方的孔洞即可 图令恭敬道 不等方无名回答 颜月一挥手 一道蕴含 强大生命气息的绿光 射入图令所说的孔洞 嗡 整个洞府似乎在这一瞬 活了过来 生机盎然 方无名只觉得 全身每个毛孔都舒张开来 十分舒适 图令道友 只能放置一条灵脉吗 自然不是 主峰可最多可放置五条灵脉 其余山峰 分别最多可放置三条灵脉 不过 整个血月城 也只买到一条极品灵脉啊 方无名微微点头 放置灵脉也不急于一时 莫必要当着图令的面 掏出极品灵脉 碰 突然一声沉闷巨响传来 方无名几人迅速转头看去 只见远处地面浓烟滚滚 似乎发生了火灾 方无名定睛一看 火灾处有几个人影 还有一条白色巨龙 我操 该不会是丹臣那小子 炼丹炸炉了吧 还有 小白怎么恢复本体了 好 白色巨龙似乎骂骂咧咧 直接腾空而起 朝方无名这边飞来 方无名也是操控飞行法器 迎了上去 靠近一看 小白倒是看不出有什么 只是小白背上的凌若霜两姐妹 此时是灰头土脸 前辈 怎么回事 两姐妹对视眼 低头回答道 丹臣让我们带着小白 去见证他炼制长生丹 还说什么小白神兽体质 能借来好运 方无名心中无奈 不用说 坑定是丹臣那小子 炼丹炸炉了 还差点波及到这两姐妹 小白这才迫不得已出手 图令道友 你们先去忙吧 这里我亲自来出脸 图令再次恭敬 拱手离去 严月见到方 无名脸上严肃表情 也是拾去 自顾自跑 去参观洞府其余地方 等图令严月离开之后 方无名一抬手 两颗丹药浮现掌心 小白 你先带他们去疗伤 好 这两颗是绝天丹 你们自行服下 还有 以后有空多修炼 一个炸炉就差点要了你们的小命 如此 还如何随我问鼎大道之巅 凌若双铃 若寒脑袋 都快埋进胸里了 一言不发 好了 还不快去 飞车法器 缓缓靠近躺在地面的丹臣 方无名终于看清丹臣 此时的情况 蓬头垢面 衣衫蓝履 不过这些皮外伤 还只是其次 仅仅过去几个时辰 再次见到丹臣之时 方无名 已经再也看不到 那个眼中 长寒希望的炼丹天才 丹臣此时 躺在土坑内 一动不动 呆呆地望向天空 以丹臣金丹七的实力 从土坑中起身 完全没有压力 稳稳将丹臣压在土坑内的 是破灭的希望 唉 他在做一件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 别说长生仙丹 就是一般的仙丹 也无法在这个世界炼成 方无名怀中的天机和 突然传音 有些莫名伤感 纵使精彩绝艳 又能如何 还不是地匍匐于天道脚下 天机 他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吗 方无名 也是心中失望 果然 长生啊 如此飘渺 天机和沉默许久 跟方无名 一起悬浮半空 看着土坑里的丹臣 唉 罢了 也许一切早有丁数吧 给我提供零食吧 天机和说完 不再解释嘶吼 天机创造出来的那一刻 便是为了抗争 抗争天道 蒙蔽天机 可是 天道何其强大 当初在仙界 与天道一战 主人陨落 自己也跌落仙界 眼前的丹臣 跟当年的自己 何其相似 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 方无名恩能感受到 天机和此时的情绪 这次没再拒绝天机和 本来自己安顿下来 也打算帮助天机和 恢复实力 现在天机和 明显是要帮助丹臣 渡过难关 那自己就更没有理由 拒绝了 只见方无名右手一挥 眼前虚空中 突然出现 十几道翡翠绿光团 这些极品灵脉 没有灵力束缚 当即就要顿走 天机和 自然不会放任其逃走 哇 天机和动用 目前全部力量 十几条极品灵脉 被无形力量禁锢住 紧接着 代表着生命的绿光 被天机和 快速席卷 不到几个呼吸 十几团绿光逐渐暗淡 最终消散 天机和 也脱离方无名怀中 静静漂浮在空中 其上符文明亮耀眼 方无名 再次甩出十几条灵脉 既然答应 你恢复全部实力 那便恢复全部实力 天机和 微不可察颤动一下 并未回应 呼 这次天机和 吸收灵脉的速度 更加迅速 眨眼间 所有灵脉消失 咔嚓 天机和身上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黑色 碎蟹军裂 先别发呆了 再来个几十条灵脉 就差不多了 方无名回过神来 后背直冒冷汗 自己一介凡人 平时很难感受到 灵物的压迫 可是 那片黑色碎蟹 竟是让自己身心俱颤 犹如被整片 天地注视一般 没有犹豫 方无名 再次甩出 上百条极品灵脉 天机和心中大定 全力吸收 咔嚓 黑色碎蟹终于完全脱离天机和 哇 刹那间 天机和身上所有符纹 闪耀金色光滑 咔咔咔 天机和内部 发出齿轮转动的声音 下一瞬 天机和突然打开 将刚才脱落的黑色碎蟹 收入盒内 那是什么 方无名忍不住发问 天机和沉默片刻 开口道 不要问 对你没好处 只会让你沾染上 莫大因果 还是先下去 解决那小子的问题吧 天机和飞入方无名秀中 并未就此离开 方无名嘴角微微勾起 没说什么 操控飞行法器 缓缓落下 土坑里的丹臣 两眼无神 似乎没察觉到方 无名的到来 方无名跳下飞行法器 周围一股药材烧焦的味道 夹杂着土腥味 方无名若无其事 环顾一周 所以 你这是打算放弃了吗 放弃也好 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第44章 直指本心 极品时间法阵 也许吧 曾经我意气风发 以为自己天赋卓绝 可当我竭尽全力 终于堪堪触碰到 那希望的时候 我才知道 那根本不是什么希望 而是彻底击溃 我信念的绝望 我的丹道之路 近了 丹臣依旧躺在土坑中 心如死灰 一动不动 方无名眉头终于皱起 这小子倒心破碎了 不就是炸个炉吗 有这么脆弱吗 这小子 刚才估计是直面这方世界天道的压制 为了得到别人认可 也许 只是为了能够变得富有 不再受人约束 自身众多 渴求回荡心中 丹臣眼神越发无神 竟是忘了自己当初 为何选择这条路 恍惚中 丹臣只记得 周围所有人都说自己是炼丹之道万年 难得一遇的天才 方无名轻叹一声 看来这丹臣 还是太过年轻 心中信念 还未成形 对于自己道的认识 竟然也是模糊不清 空有一身 绝顶天赋 却不注重道心培养 要么短暂达到巅峰 迅速跌落 要么泯然众人 可见丹宗那帮家伙 完全只是把丹臣当作工具而已 竟无人教导他 坚定自己信念 那我换个问法吧 你 喜欢炼丹吗 自然是喜欢 丹臣毫不犹豫回答 下一瞬 丹臣脸上 泛起疑惑 自己竟然回答得如此干脆 丹臣眼中闪过金光 自己需要的从来不是别人的认可 也不是出人头地 变得富有 而是单纯的 喜欢炼丹之道 喜欢不断尝试新的灵财搭配方案 喜欢创造出新的丹药 喜欢创造的感觉 即使自己注定无法 在这个世界 炼制出长生仙丹 又有何妨呢 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 自己就已经能得到满足 丹臣身体缓缓悬浮而起 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澈纯粹 见状 方无名满意 微微点头 不愧是天才 脑瓜还挺好使的 只是稍微点拨几句 就能醒悟 也还好自己 在上个世界所受到的教育 才能直击丹臣本心 九年义务教育 恐怖如斯 我看得出 你距离承丹井一步之遥 要不是这方世界 天道干扰 刚才 你已经炼成掌声仙丹 方无名一语道破 丹臣赶紧上前 弯腰行礼 还请前辈赐教 方无名转过身去 腹手而立 遥望远方 逼个拉满 罢了罢了 你与本座有缘 本座就帮你一把吧 丹臣闻言心跳加速 再次深深一拜 显得更加恭敬 方无名继续道 本座可为你 暂时蒙蔽天机 前辈 丹臣惊呼出声 震惊得无以复加 蒙蔽天机 这是人力所能办到的吗 就算是大成天尊 恐怕也不敢说出 这样的话吧 这位前辈 倒多是什么来头 莫非 是仙人 扑通 丹臣直接跪地 多谢前辈栽培 丹臣定不负所托 为前辈炼成掌声丹 丹臣这态度 方无名也是能理解 刚才听到天机盒说 可以暂时蒙蔽天机时 自己的反应 也是跟现在的丹臣 差不多 要知道 能蒙蔽天机 这这方世界 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天劫无效 不管是丹劫 还是修士突破境界的雷劫 亦或是命中注定的死劫 情节 都可以统统躲过 属实是超脱天道之外 从天机盒口中 方无名还得知 这个修仙世界 也是有一些秘书 能通过消耗修士寿源的方法 一窥天机 但代价极大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反尸与命 天机盒现在 虽然只能短暂蒙蔽天机 但也是 极为强大的手段了 不必多礼 你先去修整一下 修整完毕 来煮风找我即可 说完 方无名跳上飞行法器 扬长而去 煮风之上 方无名端坐大殿主位 果然是个好位子 不仅能将大殿每个角落 尽收眼底 还能透过殿门 看到远处 隐藏在云雾之中的地面山河 让人有种掌控天下的感觉 方无名心中臭美了一会儿 随即眉头微皱 白衣大哥 都已经安排好了 严月儿兴高采烈 跑进大殿 直接来到方无名跟前 嗯 那我们现在 就去看看吧 出了大殿 离开主风 严月儿带着方无名 来到一座附风之上 方无名此时 还能看到图令 正在指挥一些修士 忙里忙外的 正在收尾 凌若双两姐妹 则是在远处一块 青石上盘做修炼 前辈 这里 已经可以使用了 不过 还没为这座山峰取名 图令来到方无名跟前 恭敬拱手说道 取名 方无名四下观赏 这座山峰也是巨大 貌似整块具 大青石构成 齐松一时 彩霞缭绕 不知道是最近看这些秀丽风景 看多了 还是怎么回事 此时方无名并不觉得 有多惊艳 那此地就叫做 双寒风吧 此话一出 远处的凌若双 两姐妹 皆是睁眼 心中暖意流淌 严月顿时 不乐意了 那 那边那座山峰 叫做月尔风了 图令无奈 哎呦 小姐你就别闹了 方无名笑了笑 并未接过话查 月尔姑娘 想必你也知道了 这座双寒风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严月一愣 知道啊 不就是安置了一个 极品时间法阵吗 对了 还有几条极品灵脉 对修炼 确实帮助很大 严月轻描淡写 说着 反正 自己也对修炼不感兴趣 说话间 远处的凌若双凌若寒 已经来到方无名跟前 恭敬行礼 前辈 方无名微微点头 你们也听到了 这里有一座 极品时间法阵 法阵之内 时间流速 最快可达万倍 外面一年 阵法内万年 方无名顿了顿 继续道 你们实力 还是不够自保 现在我给你们提供 快速变强的机会 剩下的 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定不负前辈所望 两姐妹重重点头 眼神决绝 方无名不是 没有想过 这两姐妹 可能会在法阵内死磕 直到化为枯骨 但 不封魔不成活 各安天命吧 总不可能 一直活在羽翼之下 方无名 在双寒风流下 足够两姐妹 修炼上千年的资源后 不再逗留 来到另外一座复风 方无名毫不犹豫 取名丹风 也是装有 极品时间法阵 对于丹臣这小子 方无名没那么多顾忌 直接入法阵吧 练不出长生仙丹 早死早超胜 想必以他精丹气的修为 在法阵内待上一段时间 问题不大 又是甩出 无数灵财之后离去 洞府内 还剩一座山峰 方无名 索性将其名为 英龙峰 以后就是小白的地盘了 第四十五章 三米高的老乞丐 无名宗洞府 主峰大殿 方无名百无聊赖 坐在主位上 面前有三个投影 这些都投影 正是双寒风 单风 跟应龙峰 当然 方无名没办法 动用这些投影阵法 是天机河所为 方无名其实也疑惑 为何天机河 已经恢复了大半实力 却还跟着自己这个凡人 天机河的回答是 下街再也找不出你这么肥 嗨嗨 这么仗义的人啊 事已至此 方无名也不再过于看重此事 天机河能留下来帮自己 也是好事 方无名目光 落到万倍时间流速的单风之上 只见时间阵法之内 单尘身形虚幻 移动速度也是极快 不停炼丹 炼丹之余 竟然还抽空倒腾一些杂交灵草种下 看来这单尘 是真的名无本心了 并没有一直执着于炼丹 这样的心态挺不错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炼出长生丹 天机河也打过包票 现在不说整个无名宗洞府 至少是单风内所发生的一切 天道无法察觉 要是真能承担 可保无余 代价就是 天机河无法轻易离开无名宗洞府 方无名目光偏移到双寒风上 此地也是万倍时间流速 林若霜林若涵两姐妹 倒是勤奋刻苦 几乎每次方无名看去 这两姐妹不是打坐 就是练剑 至于应龙风上的小白 这家伙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整天窝在应龙风上睡大觉 真是虚度光阴 应龙风上的时间阵法 也是时刻开启的 这家伙 别看了 人家神兽血脉 只要灵气浓度足够 睡觉都能变强 天机和传音无奈道 这都两天了 一直盯着这投影 不累吗 方无名闻言 自知还是心急了 外面一天 时间法阵内 差不多三十年 这速度已经足够快了 方无名深吸一口气 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嘎吱作响 天机 洞府外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吗 没有 方无名皱眉 看来前两天在珍宝楼 闹得动静不够大 还以为会有一批修士慕名而来 结果 不过也不应该一个人都没有吧 莫非是有人暗中捣乱 会是谁呢 丹宗 方无名下意识妈撒下巴 自己可还没忘记系统的任务 对于所谓的先帝修为 依旧贼心不死 虽然始终疑惑 这个世界修士的巅峰 明明是大成天尊 这先帝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还无敌于下界呢 该不会系统说的下界 并不是这个世界 算了 虽然这系统一如既往不靠谱 但无限资源的功能一直好用 还是先组建一个宗门看看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如果被系统坑了 就当是组建自己的势力了 故如 小富突然传来声音 到午饭时间了 岩月儿那家伙 因为没有自己的山峰 这两天生闷气 自己逛街去了 现在偌大个洞府 竟没人陪自己出门干饭 我出去一趟 天街 你自己盯着点 没人陪同 方无明也没兴趣 自己一个人下馆子 带着个斗笠遮阳 走走停停 逛了几条街 终于在一家茶馆坐下 茶馆人还不少 基本都是一些凡人 来次打发午饭 方无明独自一人在一个角落 点了一些卖相不错的吃食 哎 听说了吗 血月城最贵的洞府 前两天卖出去了 知道啊 听说好像是叫什么无明宗吧 是啊 相传 这个宗门 是个隐士几万载的大宗门 出手极为阔绰 可不是吗 那天 我跟一位仙师去珍宝楼 正好看了一场好戏啊 哎 不知道这无明宗 说不说烦人啊 杂意也行啊 哎呦 你就别瞎想了 这无明宗眼界高着呢 表面上说是欢迎各路天才入宗 可直到现在 无明宗都没人出来招收门徒呢 方无明在角落一直竖起耳朵听着 听到这 顿时不乐意了 啥叫眼光高 明明就是一个人都没来好吧 不过 听这些吃瓜群众八卦的意思 是在等主动无明宗出去招收门徒 去哪招收 最终 方无明花费几两岁英 从殿小二处打听得知 血跃承西广场 是专门招收人手的地方 不管是招收门徒招贤纳士 还是揭取任务 发布任务 大家都默认在西广场进行 方无明了然 这不就是一个人才吃场吗 方无明快速解决午饭 雍兰走出茶馆 打算待会儿去西广场逛逛 此时烈日当头 吃饱了 心情也舒畅多了 方无明下意识伸个懒腰 余光撇到街对面 竟有一老者 方无明顿时觉得稀奇 这一带 很少有当街刑起的 其实血跃城内刑起之人 本来就很少 可是街对面的老头 随意盘坐在街边 跟前摆个破碗 破碗旁边地面上 似乎还有字 也许是之前 自己也曾是丐帮一员 方无明眼下无视 直接是朝老者走去 倒想看看 老者前面地上 到底写了啥 等方无明走近一看 地上赫然写着 见到长生 愿者上钩 我擦 这老头口气不小啊 还见到长生呢 还是第一次见 要饭要得这么别致的 愿者上钩 可以 有骨子大呼吆的气质了 方无明笑着摇摇头 正要离开 你 看得见地上的字 老乞丐突然开口 方无明一致 这老头中气十足啊 完全不像是一个 年迈乞乞丐该有的 这 有什么奇怪的吗 这么大的字 说完 方无明随手丢了些碎银 落入破碗之中 懒得跟着老乞丐纠缠 自己也就是一时好奇而已 且慢 老乞丐突然开口 方无明步伐再次一致 心中略微不满 这是嫌银子不够 方无明回头看向老乞丐 果然 这乞丐已经将碎银 握于掌心 老乞丐带着斗笠 方无明无法看到 老乞丐此时的表情 不过想来 不会有什么好表情 就在方无明准备开口时 老乞丐率先开口 十二两整 十二两 竟真的让老夫等到了 老乞丐激动得浑身颤抖 老先生 你 方无明话没说完 老乞丐一下子起身 草 这身高 得有三米吧 怪不得刚刚看起来 那么大一坨 此时方无明 也终于看清老乞丐面容 显然年轻时 也是个大帅笔 剑眉心目 修剪得很精致的胡须 再配上这身高 这臂膀 丝毫没有因为身高 而让人觉得不匀称 一股压迫感 油然而生 第四十六章 自称剑天尊 折仙道袍 敢问小友怎么称话 方无明眼睛微眯 这老头 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 四肢剑拳 身材如此恐无有力 竟然来此当街乞讨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脑子不太好使 唉 这么大年纪了 想必是膝下也无子嗣 怪可怜的 出于礼貌 方无明尽量用平常的语气答道 无明 老头略微一正 不过没再纠结这个名字 老夫见天心 愿追随无明小友 老头竟是躬身行礼 这一下给方无明整不会了 现在的乞丐 都这么生性的吗 直接就讹上了 方无明面露难色 老先生何出此言 我何得何能啊 说着 方无明就要再掏出点碎银 赶紧打发料室 闻言 老者重新挺起身行 不瞒无明小友 世人皆称 老夫一生见天尊 已再次苦等几十年 今日终于等到无明小友 老夫定要追随无明小友 见天尊 有点耳熟啊 方无明手中 顿时出现一本红色小册子 连忙翻到最后面 见天尊 不正是大成七 排名第一的家伙吗 方无明一脸怀疑 莫非阁下还想说 阁下目前 只是区区大成七 老者一愣 你咋知道 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 呵呵 正是 区区大成七 果然是入不了小 前辈法眼啊 方无明无了个大雨 老子特么还先递进呢 老神精病一个 鉴定完毕 方无明再没有心情 搭理这老头 转身就走 你银子 没了 可没过一会儿 方无明回头 这老头 咋还跟上来了 唉 现在的老头老太太 玩得真话 可这角色扮演起来了 当完乞丐 现在又要当见天尊 方无明 不再理会老头 一路闲逛 朝着西广场方向走去 老头 也是不愿放弃 一直跟在方无明身后机密 最后 索性就直接站到方无明身后 胡托托一个贴身护卫 方无明无奈 由他去吧 一大把年纪了 老年痴呆怪可怜的 玩累了估计就会走了 逛着逛着 来到珍宝楼大门前 方无明想了想 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看看能不能换一身形头 如果碰上的话 顺便问问血无双 问到果现在是什么情况 对了 还得问问 血月城内 哪里可以收留 痴呆老年人 方无明一踏进珍宝楼地盘 立刻有一名管事 迎了上来 呦 真是稀客啊 无明前辈 今天想看点啥 还不错 血无双 应该是特地吩咐过 这些管事了 方无明面带微笑 管事 无双道友 现在可有空闲 这 真是不巧啊 我家掌柜一大早就出门了 说是去商议大事 哦 什么大事 管事文言 四下张望一下 微微靠近方无明 低声说道 似乎是关于问到果的事 我们掌柜还说了 如果是无明前辈询问 如实告知即可 哦 莫非是问到 果拍卖提前了 非也 听说各大事例 对于在血月城内 举办拍卖会有些意见 现在正在沟通呢 还有这事 方无明眉头皱起 最好 要在血月城内举办 自己也就不用出城 去冒险了 而且已经跟血月城 达成合作关系 到时候一切顺利的话 自己就能无限复制 问到果了 现在看来 麻烦了 希望谢月城 能争取到这个机会吧 目前的自己 也左右不了局面 不行 得加快脚步了 得准备起来了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下一个问到果出现 还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呢 眼看方无明神色变化 管事试探开口 听闻无明前辈 喜好收藏真品 今早楼内 正好新来一批真品 不知前辈 可有兴趣啊 方无明回过神来 来都来了 看看吧 那就去看看吧 管事闻言大喜 财神降临了 前辈这边请 莫过多久 管事就带着方无明两人来到一间大房间 房间内摆满各种物品 木箱 玉盒等 似乎是还没开始奋俭 此时这些物品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 管事导也是头脑灵光 带着方无明轮流查看这些珍宝 每件珍宝 管事都是介绍得极为仔细 显然是早已了然于凶 听着管事逐渐介绍这些物品 方无明只是微微点头示意 这些都是一些稀罕玩意儿 只不过也没到让方无明眼前一亮的地步 主要还是方无明一介烦人 苦等数十载 终于迎来一丝生机 管事一下子愣住了 这老头身形如此高大 一直跟在无明前辈身后 想必是无明前辈的贴身护卫了 可 这无明前辈都没发话呢 这个护卫怎么反倒是先口出狂言了 管事蒙圈之余 扫了一眼方无明表情 结果 方无明也是一脸疑惑尴尬 呵呵 这位道友 话可不能乱说 这把长剑 怎么说也是一把绝品灵器 你可知道 这世间 先气不出 绝品灵器 就是顶级存在 我们珍宝楼知道 无明前辈来地非凡 绝不会 拿出一些残次品 来卖给前辈 管事越说越觉得 珍宝楼的威严 被这个护卫给轻视了 绝品灵器啊 不知道花费多少代价 才弄来镇楼的 管事不必在意 这位老先生 是我刚认识的 想必这位老先生 是跟家人走丢了 我正愁要怎么处理这事呢 管事再次一愣 原来只是个路人啊 跟家人走丢 嘿嘿 无妨无妨 管事正要继续 给方无明介绍 剩下珍宝 小前辈 你若是想得到 衬手的长剑 我倒是知道 一个地方 那里随便一把 都比眼前这把废品 要好上百倍 剑天心铿锵有力说道 似乎关于剑的一切 在他眼里 都容不得半点沙子 管事闻言 顿时不愿 这老头 怎么给脸不要脸呢 你是想说允剑冤吗 妾 别以为知道允剑冤 就能大放厥词 眼看管事就要跳脚 剑天心却似乎毫不退缩 我剑天心 一生坦坦荡荡 何须诓骗于你 方无明赶紧打圆场 行了行了 老先生 你别说了 这长剑我不要还不行吗 这老头块头这么大 恐无有力 要真再发起风来 太丢人了 快速思索一番 有了决断 方无明打算不再逗留 反正此地的珍宝也已经看完了 管事 把我刚才看上的珍宝都打包吧 我就不多留了 管事稍微平复心情 转身看向方无明面带笑容 好嘞 前辈稍等 眼看管事拿着一枚精致储物戒指 不停收取房间内的珍宝 方无明这才想起来 自己身上没带零食啊 平时都是林若霜专门付款 现在 管事一会儿功夫 就妥善收取好珍宝 恭敬将储物戒递给方无明 方无明结果储物戒 略微犹豫 还是一挥手 问 房间内顿时充满灵气 管事瞪大眼睛 竟然是极品灵脉 这条极品灵脉 不就是前几天无明前辈买的那条吗 果然 前辈的想法 自己是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的 方无明身后的见天心见状 身体也是稳稳一阵 明明是个凡人无疑 却随手甩出一条极品灵脉 见天心脑海中下意识回想起几十年前那天 当时 自己已经大成圆满几千年 可惜 迟迟未能捅破最后一层壁垒 迎来天结 最终感知到自身寿命将尽 为求活络 自己不惜付出大半身家 找到当时占卜之术最强之人占卜 欲寻求最后一次生机 但 窥探一个大成七修士的命运 代价太过巨大 最终 不仅全部身家尽失 还要帮人屠成灭宗 当时的自己锋芒毕露 为求活命已经接近风魔 毕竟 努力修炼万年 最终一场空 换做谁也难以接受 占卜之人迫于自己的威势 最终还是帮自己算了一挂 当场被天道反噬 撒手人寰 不过 也是占卜出生机的线索 卦象上只显示一些零碎信息 花费大半年仔细解析卦象之后 最终才来到血月城内 那家茶馆对面 干起了乞讨的行当 没想到 一座就是几十年 期间也逐渐任命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道轮回吧 无人长生 可是 今天挂象信息中所描述之人 还真给自己蹲到了 原本 内心还是有些怀疑的 毕竟一个凡人 如何能抗衡天道 与人长生呢 可就在刚刚 眼前白衣凡人 竟是直接甩出一条极品灵脉 不管是极品灵脉的珍贵程度 还是这凡人身上 根本看不到储无法器 都足以证明 此人 就是自己苦苦等待之人 问 极品灵脉无人束缚 就要飞走 管事急忙一把抓住灵脉 多谢前辈 方无明摆了白手 就此下楼离开 实在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还是赶紧把身后 这老头安排一下才行 不然到时候 可能会坏事啊 出了珍宝楼地盘 方无明转过身 面露难色 见天尊老先生 我看你四肢健全 为何不 自己去谋求生路呢 闻言 见天心虎躯一阵 自己去谋求生路 这是因为刚才的事儿要赶走自己吗 就他们不应该多嘴 自己这臭习惯得改改了 花费这么大代价 今日终于等到长生机缘 没成想 就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 即将与机缘失之交臂 见天心心中 久违地出现 患得患失的情感 对了 刚才前辈不就是因为 一把绝品灵气常见 才如此的吧 前辈 我见天心虽没什么本事 但实践 养剑助剑的本事 还是有些自信的 还望前辈再给我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 扑通 见天心竟然是直接单膝跪地 在见天心短暂思索之中 已经将眼前白衣年轻人 当成仙人 只有仙人 才能有刚才那种手段 也才能与人长生 给仙人下跪 没什么丢人的 方无名见状 顿感头疼 这老头 莫非还是个铁家 老年痴呆的铁家 说他老年痴呆吧 他说话时 眼神又是清明的 哎 老先生 你想要什么 直说就好了 只要不是太过分 我就当是行善积德了 见天心闻言 大脑快速运转 看前辈的神情 绝不是要赐予自己长生 不然 这也太简单了 莫非 是在考验自己 前辈以凡人自居 想必是想告诉自己 要如凡人一样 知足常乐 以平凡之心应对一切 见天心赶紧起身 弯腰行礼 见天心别无所求 只求能长半前辈左右 文言 方无名只觉得 一个头两个大 这老头 怎么油盐不尽呢 罢了 没心情跟这老头继续纠缠了 还是先去西广场看看吧 赶紧弄一批打手 以备不时之虚 第四十八章 招人 十倍俸禄 血月城 西广场 战地面积极大 以方无名的角力 横穿广场 估计得差不多一两个时辰 不过 即使这么大的面积 依旧是显得有些拥挤 方无名 一路闲逛过去 果然见到一些宗门 直接就当街摆摊收门徒 想不到这招生 还挺现代化的 再往里走 常常一排公式栏 公式栏前面 不少修士 仔细查看公式栏上面的信息 方无名走近一看 公式栏上面 基本都是一些任务 有悬赏记纳 有求狗灵财 有招募打授 方无名眼前一亮 招募打授 不正是自己想要的吗 不过方无名 还是打算 先在网里逛一逛 先了解清楚情况 唉 要是胡卫那家伙还在就好了 直接可以问问他 这里的情况 可惜 前两天胡卫一回来 就是一副惨兮兮穷鬼样 方无名 也只能先解除盟约 好让胡卫去接取别的任务 反正 目前在血月城内 也不会有动手的机会了 继续往里走 方无名略为疑惑 怎么这里还有 不少宗门在摆摊 按照血月城的尿性 不应该是统一在一个区域内 招收门徒的吗 走近一看 方无名了然 原来是在招人啊 不过不是招收门徒 而是招收宗门内各种职位人员 只是 内外门长老 还有专门招教席长老的 这给了方无名启发 如果把宗门当作一个学校 或者武馆 那不是得先有老师 才有学生吗 或许自己也可以先招一些老师 这些老师 自己平时要是有事 还可以名正言顺 让这些的老师出手摆平 岂不美哉 心中有了想法 方无名走进那些摊位 想看看招人的市场行情 某某宗门招收外门长老一名 要求 至少助击后期十例 年俸禄一百中品零食 某某宗门 招收教席长老一名 要求 至少经单初期十例 年俸禄三百中品零食 方无名简单扫了一眼 我去 这么便宜 怪不得虎卫那家伙 宁愿去做任务呢 不过也说不定 虎卫那家伙 可能已经在某个宗门任职了 以那家伙的尿性 很有可能 继续边走边看 某某宗门招收内门长老两名 要求 至少经单后期十例 年俸禄五百中品零食 某某宗门 招收护宗长老若干 要求 至少原因初期十例 年俸禄一万中品零食 原因不愧是一个分水岭境界 薪资直接就是另外一个台阶 方无名一路逛下去 除了不招宗主 几乎所有职位 都有宗门在招 各种职位的市场价 方无名心中也大概有了底 行动不如行动 时间不等人 方无名最初的想法 是直接招一批打手 但是现在 直接招募这些人入宗 即当打手 又当下手任劳任怨 自己建立宗门的任务 也能尽快完成 简直是一件好特么多调啊 方无名费了一番功夫 总算是找到一小块空地 随手一挥 空地上顿时出现精致红木桌椅 现在的方无名 虽然一介凡人 没有灵力 无法使用储物装备 但是为了防止目前这种情 方无名早就偷偷收集 不少日常凡人 会用到的大部分物资 什么过碗瓢盆 笔墨指焰 应有尽有 随手一挥的是 一旁的剑天星 早已习惯了前辈这种 凭空造物的能力 默默守护在方无名身后 宛如一座三米高的铁塔 方无名提笔 一顿挥洒 半住香之后 招聘摊位 成了 方无名一摆出招聘信息 路过修士 立刻围了上来 快看 是无名宗啊 不知是谁一声惊呼 顿时不少修士围了上来 这些修士目光 直接落到方无名 刚刚写完的招人告示 这 最低修为要求 都是原因初期啊 招收外门长老若干 要求 至少原因 初期实例 年俸禄 十万中品零食 随着一名修士 磕磕绊绊读完第一条招人信息 全场哗然 十万中品零食 直接比市场价高出十倍啊 果然 传闻非叙 这无名宗 果然才大气粗 越来越多修士文声聚拢过来 就连旁边不远处摊位 也有些坐不住了 招收内门长老若干 要求至少 化神出七十例 年俸禄 百万中品零食 招收执法长老若干 要求至少 炼虚出七十例 年俸禄 千万中品零食 招收护宗长老若干 要求至少 合体出七十例 年俸禄 一亿中品零食 还有 招收太上长老若干 要求 大成七十例 年俸禄 百亿中品零食 一名修士 一口气读完所有招人信息 差点激动的当场断气 方无名心中满意 可以 全场最佳吃瓜选手 就是你了 本来不想写最后一条的 毕竟那些大成七的大佬 都是求长生 看不上零食 但 装十三 那就装到底 不得不说 方无名开出的价格 确实极有诱惑力 平日里 西广常人虽多 倒还算分布均匀 但今日 几乎大半修士 都聚集到无名宗摊位这边 人流 直接把旁边不远处一些摊位 给淹没了 那几个摊主 原本一脸气势汹汹 就要来 找方无名麻烦 可是当看到方无名面前的招人信息时 心态发生了一些 微妙变化 妈的在哪打工 不是打工 为何不去丰路高的地方呢 别特么跟老子谈理想 临时才是真感情 这些个摊主 竟是开始物色 哪个职位 适合自己 眼看形势大好 一直默不作声的方无名 终于起身 缓缓开口 各位 请安静一些 今日我无名宗分道场 开始招收各方阴节 至于待遇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方无名抬手 手中出现一个白色封面册子 符合要求的道友 有一项 加入我无名宗的 请排好队 一个一个登记 说完 方无名瞥了一眼旁边见天心 刚才就私下问过 这老头会不会写字 还好 不是文盲 自己这个未来的一宗之主 总不能亲自登记吧 果然 见天心很是恭敬接过册子 见天心转身 看向前面熙熙攘攘 嘈杂的重修士 脸色刹那间 变得严肃冷俱 还不快好好排队 这头老嗓门怎么这么大 估计大半个广场的人 都能听到吧 方无名实名羡慕 正对着见天心的 一些低阶修士 当场就要晕厥过去 我操 这瓜有毒 赶紧撤 众多出阶修士 如潮水般退去 只剩一些中阶高阶修士 第49章 见天尊救时 几个老头老太太 随着众多出阶吃瓜群众撤离 此地一下子清静许多 方无名也是一致 出阶修士 占比这么高的吗 一下子跑了这么多 不过还好 方无名早有心理准备 这些出阶修士 跑了也好 与自己无用 方无名摊位前 很快就排了一个长队 刚开始 方无名心中满意 可过了一会儿 方无名心里 泛起了嘀咕 或许是因为 这些来登记的家伙 不是原因 就是化身 这反倒让方无名 感觉有点不真实了 唉 要是自己能看到 别人修为就好了 不过问题也不是太大 到时候让天机和那家伙 帮忙看看就知道了 现在有几个浑水摸鱼的 也没关系 眼看烈日炎炎 方无名一挥手 一张巨大的遮阳伞出现 这遮阳伞 是从珍宝楼买到的 是一件上品灵器 防御力极强 不过方无名 可不在意他防御力咋样 主要还是 躲在这伞底下 清凉舒适 方无名又掏出一张凳子 躲在剑天星后面 拿出一本修仙往事 二郎腿一翘 就开始看了起来 剑天星则是无比认真的记录 这些来排队的修士 可不像方无名 跟那些低阶修士 还是有一些高阶修士 能感知到剑天星的不凡 虽然无法判断 剑天星的具体境界 但从剑天星身上 散发出的剑意 却是自然而然 仿佛正在兢兢业业 记录的不是一个老者 而是一把绝世神剑 有剑天星坐镇 一些想浑水摸鱼片缝路的 也是赶紧早早离去 转眼间 一个时辰过去 此时 剑天星手中册子 已经写了大半 粗略估计 竟然已经差不多上千人 正在剑天星想 请示一下目前进度之时 哈哈 老友 许久未见 没想到真是你啊 一个看起来 仙气飘飘的老者 笑着走来 剑天星眉头微微皱起 这老家伙 来这干嘛 莫非还真想来应聘不成 见剑天星未回应自己 老者也不生气 依旧面带笑容 打亮着剑天星桌子上的 招人信息 呵呵 一年俸禄百亿灵石 确实可观啊 老道似乎在感叹 又似乎在跟剑天星说话 这老者一来 完全无视一旁正在排队的众人 正在排队的修饰 见到老道 只觉得 对方修为深不可测 纷纷拱手必让 原本好好的队伍 一下子乱了起来 米华道友 要是想来应聘 就请排队 不要扰乱之血 剑天星此时音量不算太大 因为知道方无明 在后面看书看得入迷 可这不大的声音 却是让靠得近的一些修饰 心神颤动 明明没有感受到任何灵力压迫 却让人下意识感受到极度危险 就像是一把利剑 直指心脏 老道一正 这老剑向来不尽人情 独来独往 但也没今天这么冲啊 老友何必这么浮躁呢 生死有命 不必太过执着呀 老道依旧一脸笑容 在老道看来 这件天星显然是时日无多 却迟迟未能迎来天节 现在恐怕道星已经动摇 此时的方无明 正好一抬眼 就看到前面队形已经散乱 以为是已经搞定 不过定睛一看 似乎似一个老头来插队来了 方无明眉头皱起 一下起身 这位道友 无规矩不成方圆 还是请到后面排队吧 老道文言一愣 自己一个大乘妻修士 排队 真当自己来应聘来了 没等老道回话 见天星倒是先起身 面对方无明弯腰拱手道 前辈 他是我的一位救使 见我在此 才上来打招呼 还请前辈 莫要跟他一般见识 这下 老道到嘴边的话 愣是给咽了回去 咋回事 这见天星 竟然称呼这个年轻的凡人为前辈 老道心中甚是疑惑 哦 这样 方无明了然 跟见天星是旧时 不过看着老者着装 还算整洁 至少不应该也是个 无家可归的老年痴呆吧 方无明看向老者略微沉思 继续道 这位老先生 现在见天尊正在忙着呢 要不你先过来这里躲躲太阳 等他忙完了 你们再叙旧 说着 方无明一甩手 又是一张椅子出现 老者见状 心头一抽 果然跟自己猜测的一样 眼前的年轻凡人 绝对不一般 对了 见天星 不是一心想与天争命吗 不去修找机缘 却来此老老实实给人办事 莫非 见老者愣在当场 见天星道 没听到前辈的话吗 前辈 让你来这伞底下休息 是你的造化 就是一场 到时候错过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石锤 老者反应过来 赶紧来到方无明身前拱手 多谢 方无明无奈 自己这是摊上事儿了 又来一个老头 该不会也赖着不走吧 然而 这还只是个开始 下一瞬 人群中不知道啥时候 冒出七八个老头老太太 这些老头老太太 纷纷神色古怪 慢慢走近 这该不会都是你的旧石吧 方无明无奈 见天星见到这些老头老太太 也是眉头紧皱 不知该如何解释 这帮家伙 刚才就一直在附近蹲守 现在被米花带了头 一个个都反应过来了 想来蹭机缘来了 不过也能理解 到了这个境界 这世间已经少有什么机缘造化 能入这些家伙的法眼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自然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就在见天星一时与色时 方无明继续道 哎 罢了 要是你的旧石真没去处 也可以暂时住在无明宗内 方无明想起洞府内那么大面积 让这些无家可归的老头老太太 住下也无妨 也算是积了点应得 前辈 这 见天星也是纠结 这帮家伙 也算是自己为数不多的熟人 但是 方无明摆了摆手 不必多言 多养几人 对我来说 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了 你这些旧石都会写字吧 可以让他们分担一些工作 让他们也动手做一些事情 他们住在无明宗也更心安一点 闻言 见天星也是 没再多言 前辈既然这么说了 定然是自有安排 得到见天星肯定答复后 方无明再次掏出几张桌子 没过多久 无明宗的招聘队伍 就由一人变成了十人 效率也是高了许多 方无明惊喜发现 让这些老头老太太加入之后 前来报名的修士 竟然又开始多了起来 而且一个个的都是毕恭毕敬 丝毫没有高阶修士的架子 看来 平时多几点应得 还是有效果的 第五十章 问道果再起纠纷 血月城 城主府主殿内 城主血连城 端座主位 脸色不太好看 血无双 作为血连城独女 站在自己父亲宝座旁 此时也是一脸怒意 盯着大殿内众多高阶修士 这些高阶修士 都是各大势力派来的代表 足有两百多人 特地来血月城 商议问道果拍卖事宜 说是商议 其实就是 不满问道果 拍卖会即将在 血月城珍宝楼内举行 血城主 考虑得如何了 哼 我看根本就无需考虑 问道果 要是在我家拍卖 你们能乐意吗 本就应该选一个公共区域 来进行拍卖会 力道有所言即逝 这也是我们各大宗派的意思 还请血城主三思啊 可别做出什么 万劫不复的决定 大殿内几个领头的高阶修士 纷纷发言 意思很明显 摆明了就是不相信 血月城到时候 会眼看着问道果 从自己地盘被人拿走 到时候 这血月城诸多高阶修士联手 再加上血月城内 各处绝世杀阵 完全有可能翻脸不认人啊 血无双 脸色更加难看 完全没有往日妩媚姿态 此时看去 反倒是充斥一股 灵力杀伐之气 哼 几个老东西 别以为血月城 不知道 你们打的什么算盘 公共区域 不就是想着 到时候动起手来 无所顾忌吗 竟然还在这里大放厥词 真当我血月城没有手段 血连城特意等待 自己女儿把话说完 这才微微抬手制止 之后 血连城扫了一眼电中众人 缓缓开口 各位道友 小女就这个性子 还望诸位莫要见怪 不过 小女所说 不无道理啊 在公共区域举行拍卖会 先不说这个区域好不好选择 到时候 要真实动起手来 那将是损失惨重啊 我男女恐怕要元气大伤啊 可要是在我血月城内举行拍卖会 至少我血月城 还算是有些手段 足以震慑一些心怀不轨之人 诸位道友 要是能拍下问道果 也可安心收下问道果呀 血连城一席话说完 大殿内再次陷入安静 现在就是谁说谁有脸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面对问道果这种莫大的机缘 谁都不敢轻易相信对方 这问道果 可是不少人继续活命的唯一希望 既然横竖都是死 为何不在死前疯狂一把 说不定还能拼出一个美好明天 显然最终 问道果被某个势力夺得 最终那个势力内部 也免不了一番 心风血雨明争暗斗 因为问道果 世间仅此一美 不可分时 更不可种植 用了可就没了 就算不在公共区域 也不能在你们血月城 难遇谁不知道 你们血月城汇聚大半高阶修士 能动用的武力堪称难遇之罪 正是 血城主 要不是我们各家联合起来 根本就不敢轻易来跟血月城叫板 指不定哪天就被无声无息灭门了 血月城这么大的能量 实在不可不防啊 不错 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开了 那这样吧 拍卖会就在我天元宗举行 如何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诧异 看向天元宗之人 投去关爱智障的目光 这是嫌自己宗门灭得不够快啊 哼 天元宗 那我们子玄门 也可以举办这次拍卖会啊 为何不来我子玄门 嗨 这两个大聪明 小门小派的 就没点觉悟吗 怪不得是小门小派 众人没人接过话查 血连城倒是双眼金光一闪 突然开口道 诸位道友也看见了 如果此时还在纠结拍卖会地点 那这问道果拍卖会 还指不定给拖延到什么时候 我看不少道友 似乎已经没那么多时间 继续等待下去了 血连城此话一出 大殿内众人目光下意识 聚集到最年迈的七八人身上 偏偏 这七八人还是大殿内修为最高的 要是这几个修为深不可测的老妖怪 导向血月城 那这次 各家可就相当于白跑一趟了 就在大殿内众人沉默 私下传音商谈之时 So 一道红色流光飞入大殿 静止朝血连城方向飞去 是血月城专用的传信符 血无双一招手 传信符便落入掌心 下一瞬 血无双眉头紧皱 似乎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大殿内众人皆是一颗星提起来 到底是什么事 非要在这个时候传信进来 而且看血无双那小娘皮的神情 莫非是问到果出了什么事 殿内各家人员皆是好奇 但出于最后一丝礼仪 并未有人开口询问 这万一要是别人家的私事 那可就显得太没修养了 血连城也是微微皱眉 看向自己女儿 血无双表情严肃 似乎正在给血连城传音 下一瞬 血连城也是猛地起身 血承着 到底发生何事了 殿内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发问 殿内所有人竖起耳朵来 等待血连城的回答 只见血连城神色变换不定 欲言又止 殿内众人见状 顿时抓耳挠腮 心仰不已 你肯不倒是快说啊 又犹豫思索一番 血连城还是开口 诸位道友 可听说过 无名踪 殿内众人面面相去 都看到彼此眼中的茫然 无名踪 完全没听说过呀 况且 这年头 谁起名不是起那种 牛逼轰轰掉炸天的名字 这无名 是什么套路 血承主 这所谓的无名踪 老朽上万载岁月 从未听说过 莫非是南狱之外的宗门 血连城微微摇头 我也不知 不瞒各位 我也是刚刚听说 这个宗门不久 殿内众人 欲加摸不着头脑 那为何大惊小怪 那血承主为何 血连城眼看 殿内众人脸上的疑惑 不似是装出来的 那无名踪 应该跟殿内 这些人无关 血连城顿时 心生一计 或许 可以借这个所谓的无名踪 来暂时吸引 这帮人恶注意力 到时候 那些个大半截身子 已经入土的老家伙们 自然会更急切地 想举办拍卖 到时候 时间紧迫 再次选定拍卖地点 不知道还要产生多少 纠葛浪费多少时间 那血跃城珍宝楼 自然而然又成了拍卖会的首选之地 想清楚这些 血连城 再次缓缓开口 诸位道友 这无名踪 实力非凡啊 现在正在我血跃城西广场 大肆招兵买马呢 根据刚才传来的消息 这无名踪 光是登记名册的人员 就有十个 全场猛逼 就算是特么一百个登记人员 也不至于让你一个 堂堂城主如此神态吧 而且 都是顶尖的大城七修士 不可置信 第五十一章 收工 上万高阶修士 血跃城西广场 方无名扫尸一圈 满一点头 人多就是力量大啊 不到一个时辰 此地排队的修士 已经寥寥无几 并不是说 没人来应聘 而是来应聘的人都登记完 先行离开了 又过了一会儿 整个西广场内 已经再没人来无名踪应聘 只有一些低阶修士 远远观望 心中皆是羡慕 前辈 所有来应聘的人 名单都在这里了 剑天心 恭敬城上十本名册 方无名瞥了一眼 稍远一些的那些老头老太太 似乎都在悄咪咪观察 剑天心这边的举动 看来剑天心这老头 已经隐隐成为这些老人的 老大了 还行 算是美白白浪费 剑天心这铁塔般的体型 结果名册 方无名只是粗略翻阅 心中激动 竟然这么多人 本以为最多也就几千人 没想到 足足一万多人来应聘 元英七修士一万零几百人 化神七修士四百多人 炼须跟合体修士 竟然也是个接近一百人 可惜 目前为止 还没大成七的顶级大能来应聘 不过方无名也知道 那样的大能 怎么可能会来这里小打小闹呢 这一万多人 也已经足够了 方无名可是做过功课的 整个南域 排的上号的大势力 大概两百多个左右 而南域记录在侧的大成七修士 约莫一百二多人左右 也就是说 其实南域可能大半的势力 是没有大成七修士作证的 如果再算上一些 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大成修士 那情况就更加恶劣了 普遍都是 只有一两个合体老妖怪 作为一宗的最后底牌 一些排名靠后的势力 直接就连合体七修士都没有 炼须七修士 就是一宗之天 原因七 就是高高在上的长老或者宗主 现在自己招募的这些人马 不说在南域横着走 至少也算是 有几分薄面了吧 就是不知道 这些人当中 有多少是浑水摸鱼的 应该不会太多吧 心中思量一番 方无名这就打算打道回府 剑老先生 这些人登记的时候 都有跟他们说明 什么时候来宗门报道吧 剑天心赶紧拱手道 按照前辈吩咐 都已经一一告知了 最迟三日内报道 方无名满意点头 随即又开口 对了 你的这些旧石 也跟着一起回宗门吧 到时 给你们安排一处地方 住下 方无名早就注意到 不远处那些老头老太太的神情 在方无名看来 分明就是期盼与惶恐的表情 这是怕自己 只收留剑天心 而不收留他们 唉 老无所依 也是可怜 剑剑天心 似乎有些激动 方无名赶紧摆了摆手 剑老先生 我知道你 不好意思开口 没事 无名宗够大 还不至于十个人的住处 都疼不出来 况且 你们平时也可以为宗门 跑跑腿什么的 也不算是无用之人 方无名一席话 直接把剑天心想说的话 给死死地堵了回去 剑天心内心长叹 这几个老家伙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可别真把自己的长生机缘给抢了 造孽啊 现在前辈竟然还主动收留下他们 唉 算了 事已至此 也只能顺势而为了 剑天心恭敬弯腰 再行一礼 多谢前辈 我替他们向前辈保证 日后定当好好为前辈办事 方无名心道 果然如此 自己真是机智 关爱空巢老人 从我做起 然而不远处 几个老头老太太 则都是面色古怪起来 剑天心这老家伙 此言一出 在场的大成妻修士 直接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剑天心 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情 米华直接被几个老头老太太围在中间 窃窃私语 米华道友 你倒是快说说看啊 这位前辈身上到底有什么机缘啊 米华得意一笑 天机不可泄露也 得了吧你 要是没猜错的话 能让人图剑天心变成这番模样的 也就只有那种机缘了 此言一出 众位老者皆是呼吸变得粗重 话到说到这份上了 在场能修炼到大成妻的 都不是傻子 本来也就是由此猜测 这才乖乖配合剑天心 来记录名册的 米华再次得意笑道 嘿嘿 机缘 也得论一个先来后道 诸位道友 就别起什么歪心思 免得大家都错过机缘 说着 米华直接就朝剑天心这边走来 正欲好好展示自己这个先来者的身份时 方无明眉毛一挑 又有人来了 看起来人还不少 方无明只觉得 来人有些怪怪的 下一瞬 方无明突然反应过来 这群人 竟然是欲空而来 目测足有两百多人 来者不傻啊 见天心等十位老头老太太 见状 皆是自觉聚拢到 方无明身后不远处 开玩笑 得时刻把握住表现的机会 等来人再靠近些 方无明心中石头 终于是稍稍放下一些 这群人中 有个熟人 雪无霜 只见雪无霜 紧跟在一名魁梧中年身后 落地之后 快速朝自己这边走来 方无明刚想上前 主动打个招呼 毕竟雪无霜都来了 这些人的来头肯定不小 得谨慎行事 可别给赶出血月城了 然而没等方无明开口 雪无霜身前中年男子 率先浮现笑容 很是客气拱手道 想必阁下 就是无明前辈了吧 前辈大明 简直是如雷贯耳啊 今日一见 果然非凡啊 这给方无明准不会了 我的话都给你抢去说了 我说啥 马屁全给你小子拍完了 见方无明一脸淡然 貌似并未打算回应自己父亲 雪无霜赶紧上前笑道 前辈 这位 是家父雪莲城 是这血月城之主 家父也是敬仰前辈 这才突然来访 还望前辈莫要见怪 眼前之人 竟是血月城主 方无明强压心中翻腾的气血 哦原来是雪城主啊 久仰久仰 不知雪城主 来此所为何事啊 方无明打算先问清楚 说不定对方只是路过呢 自己也不必挠不太多 闻言 雪莲城一致 自己还真没想好借口 就急匆匆赶来了 嗨嗨 这个 前辈这是在此招揽修士吗 雪莲城 只得尴尬转移话题 以求蒙混过关 此时跟着雪莲城一起来的 南狱众多势力代表 也是跟了上来 这些势力代表 皆是疑惑 这雪莲城 不是说这里有大场面吗 怎么看起来没什么人啊 桌子倒是有十张 但也没见到所谓的大成七大能啊 就只见几个老头老太太 似乎在桌子后面 弯腰收拾垃圾 还有 雪莲城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灭 称一个如假包换的凡人为前辈 雪城桌 你这是打算把我们所有人当成三岁小孩来哄骗吗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赶紧做出决定吧 不然 第五十二章 竟然想干我 碧云踪已灭 你们快看 桌子上的招人信息 不知是谁第一个惊呼出生 南狱势力重代表 才将注意力放到十张桌子上的招人信息 众人皆是心中震惊 这年俸禄 根本就像做梦一样啊 人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原因期外门长老 都比在场各位练须期的内门长老 赚得多上几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哼哼 想不到雪月城竟然放任这种 当街招摇撞骗之人 身为城主 居然还亲自带领我们来此 莫非 是想让我们 也去这无名宗登记 可笑 众人哄笑 看来这雪月城 也不过如此 面对众多势力的施压 已经被搞得头脑不清醒了 方无明自然也听到这群人 对自己的质疑 心中恼怒 这是来砸场子啊 雪城主 这些人是 方无明语气冷了下来 雪莲城面露尴尬之色 哼哼 这些都是男于各大势力代表 这次来我雪月城 主要是来商议问道谷拍卖 会举办地点事业 说到这 雪莲城脸色顿时变得惋惜 唉 照目前的情形来看 问道谷 恐怕是不能在雪月城内拍卖了 方无明文言 立刻会议 原来这些人 是来施压的呀 而雪莲城 明显是想拉自己入伙 一起应对问道谷之事 这才特意带这些人来此 妈的 没个安好心的 自己招兵买马的计划才刚刚实施 麻烦 就先找上门来了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哼 雪莲城 我们大家可没那个闲工夫 跟你在这演戏 不错 赶快赶快做出选择 不要再固执己见 一再阻挠拍卖会进行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不断给雪莲城施压 雪莲城 则是看向方无明 方无明心中快速权衡 啊 有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雪城竟然能以一己之力 影响温道果拍卖 莫非 温道果已经在雪莲城手中了 众人见雪莲城 并未给出反应 反而是看向白衣凡人 一名时日无多的老者健壮 实在忍不下去 嗡 一股合体气威压 直接扑向方无明 老夫倒要看看这个凡人 为什么能给雪撑住 这么大的底气 老者毫不掩饰言语中怒意 雪莲城没想到 一位合体七老妖怪 直接动手 这不是摆明了 要打自己 这一成之主的脸吗 放肆 雪莲城直接站到方无明身前 抵挡这股致命的威压 方无明身后 见天心见血 莲城出手 这才悄悄收敛 即将离体的灵力 前辈此时看起来风轻云淡 想必是料到 这雪莲城会出手了 自己还是先别自作主张了 然而此时的方无明 只是还没反应过来而已 方无明第一次感受到 来此高阶修士的杀意 后辈也是 隐隐冒出一股恶寒 此时看着雪莲城魁梧的后辈 方无明顿时心中怒火抑制不住 这特么 一言不合就要杀老子 操 自己好像也没得罪过这老头吧 感受到怀中十本名策的重量 方无明也是没惯着这老头 老头 你为何要对我动手 今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子面你满门 方无明此言一出 全场接近 一个凡人 是被吓风了吗 蝼蚁而已 竟敢口出狂言 哼 雪莲城 这也是你雪莲城的意思吗 灭我碧云踪 有胆便来 老头只是扫了一眼方无明 最终目光落到雪莲城身上 显然动手的老头 认为方无明一个凡人敢这么说话 必然是得到雪莲城指示 此时夹在老头跟方无明中间的雪莲城心中郁闷 又想让方无明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又不想把这口黑锅扣到雪莲城头上 碧云踪是吗 很好 我记下了 方无明冷冰冰说道 感受到方无明此时的怒意 雪莲城也是没敢多嘴 别人觉得方无明疯了 可雪莲城可是清楚得很 无明宗真的完全有实力覆灭碧云踪 毕竟 血月城内基本所有高阶修士都入了无明踪 而且 还不知道无明踪本来的底蕴有多少 想来肯定也是恐怖无比 碧云踪老头看到方无明这态度 顿时血气上涌 已经多少年 没被一个凡人如此藐视了 眼看碧云踪老头就要发作 雪莲城抢先一步释放威压 碧云踪的道友 莫非是想要在我雪月城内动手不成 局势剑拔弩张 然而此时 剑天心身后九位老头老太太 不知不觉间消失无踪 全场除了剑天心 竟是无人察觉 剑天心心中暗道不妙 立功的大好机会啊 可惜直觉告诉自己 还是不要轻易离开前辈身边为妙 碧云踪的底蕴不算手 真是便宜 那帮老家伙了 方无明见血连城再次出手 心中无感 各取所需罢了 血月城需要无明宗来搅浑着水 无明宗目前也需要血月城的庇护 血城主 宗内事物繁忙 先行到辞 方无明说完 转身就走 是一点不想再待着这儿 既不安全 又不爽 还是赶紧回自己 老窝为妙 血连城看着方无明背影 欲言又止 还是没阻止方无明离开 只是心中叹息 希望不要影响到血月城 跟无明宗接下来的合作吧 猖狂 想就这么一走了之 还不速速当场自财谢罪 不知是谁突然出声 这下 血连城也是怒了 在血月城内 三番四次不顾规矩 哄 暴怒之下的血月城主 气势陡然全开 广场地面瞬间军裂 前方众多势力代表 一些实力较弱的 差点跌倒在地 哼 诸位 可要掂量清楚了 此地乃血月城 再敢罔顾血月城规矩 当场击杀 方无明虽听到血连城的抱贺 并未回头 见天星 则是稍稍往后瞥了一眼 记住了刚才说话的修士 看来又有一个 潜在的灭宗的任务产生了 趁那帮老家伙不在 自己可得把握住机会 好好表现 早日获得长生机缘 与此同时 碧云宗山门前 九道毁天灭地的气息 毫不掩饰 压迫向碧云宗 碧云宗上下所有生灵 皆是惶恐 只能绝望抬头 看向摇摇欲坠的护宗大阵 米华冷哼一声 我等与碧云宗并无仇怨 怪只怪你们 惹了不该惹的人物 话落 九位大成七元满 同时出手 煞世间 天地变色 空间崩溃 只不到半炷香 碧云宗地界 已被夷为平地 世上再无碧云宗 一个大宗门 就此覆灭 消息迅速传开 第五十三章 敲打敲打 血月成无名宗内 方无名一进洞府 就给剑天心 找了一处风水宝地 靠近洞府入口 也方便几个老人进出洞府 剑老先生 以后你们可以在这里生活 平时掉掉鱼重重才即可 方无名问过剑天心 他那些旧事怎么突然 全都跑了 剑天心只说 他们稍后就到 方无名也就没多过问 安顿好剑天心 方无名踏上飞行法器 直奔主峰 还没到主峰 方无名只见一道金光 向自己飞来 是天机和 哟 看来 你这次出去 收获还不错呀 天机和调侃到 神石还扫向洞府入口那边 方无名得意从怀里 逃出十本名册 那必须呀 这洞府 马上就热闹了 天机和神石一扫十本名册 人还不少 不过 你一下子 弄来这么多人 能管得过来吗 方无名不答 这些人本来就是 自己动用超能力 聚集起来的 自然也是使用超能力 来约束他们了 这还用想 到了主峰 天机和狠是石去 激活三座投影法阵 方无名一眼看去 阴龙风上 小白依然在睡觉 不过 小白的体型 似乎又大了一圈 双寒风上 林若双灵若寒梁姐妹 正在互相切磋 看着阵仗 还挺像那么回事 方无名 只觉得心中酸溜溜 方无名最后才 查看丹风上的情况 这些天过去 丹风上丹辰 已经经历百余年 相貌虽未曾改变 但显然是成熟了不少 天机 丹辰这么久 都没承担吗 之前不是已经接近承担了吗 你以为在这个世界 炼制仙丹这么容易啊 不过 丹辰那小子 最近几个时辰 倒是越来越频繁 引起这方世界天道的注意了 要不是本天机帮他掩盖 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天机盒邀公司的缓缓到来 方无名自然清楚 这盒子的尿性 不错 继续发扬 这是赏你的 方无名一甩手 两条极品灵脉出现 瞬间被天机盒 吸了个干净 这已经不知道 是方无名打赏的 第几条极品灵脉了 极品灵脉当零食吃 天机盒无比满意 果然这个世界 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接下来几天 方无名依旧时不时 盯着投影法阵 其他人倒是看不出 有什么异常 就是丹辰这小子 似乎一直在练丹 平时喜欢捣鼓的灵草 也没再去护理 看来是到了承担的 最后关键时刻了吧 方无名患上 从珍宝楼得到的折仙道庞 出门吃个饭 大家都显得客气了许多 转眼三天过去 方无名也做好了准备 要来了 等他们都到齐了 在一起放进来吧 方无名在主峰大殿主位端坐 看着眼前的投影说道 此时无名宗门外 已经聚集越来越多修士 绝大部分 都是三天前报名登记过的 远处 还有众多路人 远远观望 毕竟一下子聚集 这么多高阶修士 这瓜 它绝对好吃 与此同时 无名宗洞府内 离入口最近的十位老人 剑老哥 外面来了这么多人 你说 米华处着锄头 看向身前 正在挖地的剑天心 剑天心文言 也是停下手中动作 目录思索 有话快说 其余老头老太太 也都是聚容过来 想听听米华 到底想啥点啥 外面上万新人 想入无名宗 嘿嘿 你们看 我们右边几百丈 就是洞府入口 洞府明明如此广阔 为何前辈 偏偏把我们安排 在这里体验 烦人的生活呢 米华一脸得意 扫了众人一圈 神秘兮兮兮继续道 这明显就是想让我们 敲打敲打心来的呀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 我是看你们一个个的 似乎根本不明白 前辈的意思 这才不得已 跟你们说这些 文言 其余老老太太 皆是眉头紧皱 似乎 有点道理 剑天心 也是皱眉看向米华 那你说 我们现在 该怎么办 众人皆是看向米华 虽说都是这个世界 顶尖的修饰 但不得不说 在场的 还得是米华脑子最抽象 平时主意 也是最多 只见米华抚须 思索片刻 那我们就稍微 设置一些障碍吧 不能太难 也不能太简单 无明宗门外 已经聚集上万人 方无明眼看 报名的人 都已经差不多来了 天机 开门吧 嗡 无明宗洞府外 巨大祭坛之上 传送阵法 突然启动 洞府入口外的众人 只觉得一股浓郁灵气扑灭而来 这还只是传送阵法内 泄露出来的一小部分灵气而已 就如此浓郁 众人心跳加速 纷纷踏入传送阵 不好 有埋伏 第一个踏入无明宗的原因 修饰惊呼 这名员因修饰只觉得 头顶似乎有一座大山压下 顿时额头冒汗 扑通一声 竟是直接跪下 下一瞬 大量修饰踏入 如麦子般倒下 就连和体气的修饰也是 被迫单膝跪地 众多下跪修饰心中 皆是惊骇 早有预料 会有下马威 可这也 就在众多修饰 修脑之际 嗨嗨 不错 还算懂些规矩 都起来吧 可别耽误了时间 米华则在田间 悠哉开口 众跪地修饰 四处张望 竟是一时间没看到说话之人 只见远处几个气息 全无的庄稼人 米道友 我们这样 会不会有些过了 这些小家伙 要是因此心生嫌弃 啊 这 我当年入宗之时 也是如此 无妨 米华自信道 见几个大成妻 投来一样眼光 米华正准备再说两句 突然 在场十位大成妻修饰 只觉得一股心惊 这是一种面对生死时 才有的大恐怖之感 十位大成妻 瞬间明了 发生了什么事 连忙朝无名宗主 风方向跪拜 前辈 我等也是想为前辈 掠尽绵薄之力 愉悦之处 还请前辈责罚 米华倒是很快反应过来 赶紧认错 可几个呼吸过去 米华几人 未得到任何回应 主风之上 伴随咔咔声响 天机盒 关闭自身 再次隔绝黑色碎屑气息 方无名见状疑惑 天机 那块原本 附着在你盒子上的黑色碎屑 不必再问 等你真的踏上修行 路外我自然会告诉你 要是你连修行 都无法修行 自古还没见过 谁以凡人之躯 从下界飞升 方无名了然 不再多问 看来 天机一直想返回仙界 就是不知道 为何迟迟不去 应该是在等待时机吧 第54章 终于承担 无名宗洞服 主风之上 方无名身上 折仙白袍 无风自动 这白袍 果然是能自动改变尺寸 穿起来 十分贴合清爽 方无名 一下子给白袍核心法阵 灌输十条极品灵脉 当船家宝都够用了 现在一般的高阶修士 光靠微压 可奈何不了方无名 天机 你说 入口那边 有人自作主张 你自己带回来的人 哦 忘了 你无法感知别人的境界 罢了 小事而已 我已经稍微敲打过了 方无名略作沉吟 心中 隐隐有了一些猜测 这几天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难遇一个大宗派 眨眼间被灭 而这个被灭的宗门 好巧不巧的 正是之前 在西光场 想对自己动手的碧云宗 昨天 血连城还亲自来拜访 语言中好似 是在试探 灭碧云宗之人 到底是不是无名宗 当时自己一脸无辜啊 可是现在想想 当时那几个老头老太太 突然消失莫非是 如果真是自己所想那样 那这几个老头老太太 对自己一个凡人 这么毕恭毕敬 到底为何 就在方无名思索之际 远处天边上万名修士 奇奇非至 直接是落到 主峰大广场之上 方无名一眼扫去 人头传动 却没有丝毫嘈杂之声 都忙着吸收 浓郁的灵气呢 广场上众修士 只见一白亿男子 奥立高台之上 其身边还有两人 一男一女 各位 欢迎加入我无名宗 我乃无名宗宗主 方无名 台下众人微微哗然 要是之前 肯定无法相信 宗主竟然是一个凡人 但此时 广场上修士 几乎没有多少事宜 见过宗主 方无名满一点头 正想好好进行 一番洗脑演讲 突然 整个洞府世界 似乎微微颤动 所有人 立即察觉到颤动来源 正是丹臣所在丹峰 眼看洞府阵战 似乎越来越强 就连洞府之外万米高空 也是瞬间乌云密布 整个血月城 瞬间陷入黑夜 成丹了 天机盒撂下一句话 化作金光直冲丹峰 方无名只见 天机盒转眼间 就冲入丹峰之内 紧接着丹峰 整个散发出耀眼金光 让人无法直视 阴龙峰内 小白也是察觉到 无名宗洞府内一动 只可惜小白这家伙 似乎还没睡醒 只是神识一扫 又继续呼呼大睡 双寒峰上 两道长红掠出 朝主峰而来 无名宗洞府之外 数十道强大气息袭来 玄庭在不远处高空 欲查探 是何人引发如此异响 可还默等着数十道 强大气息仔细查探 天空乌云迅速消散 不到三个呼吸 一切又完全恢复正常 就像是老天突然抽风了一样 不过这数十道强大气息 并未就此离去 其中也包括 一脸惊疑的血连城 无名宗洞府内 丹宗金光消散 一个人影冲出丹峰防护罩 前辈 性不如命 长生仙丹 成了 丹臣也是激动无比 在时间法阵内的两百多年来 一直在等着这一刻 像前辈证明自己的这一刻 方无名目光火热 盯着丹臣双手 拖着的精致玉合 这 就是传说中的长生仙丹吗 台下上万修士 一字不落听到丹臣所说 那不是丹宗曾经的天骄吗 他刚才说了什么 长生仙丹 想不到啊 他竟然 真的练成了 倒有为何如此确信 玉合之内 真是所谓的长生仙丹 绝对不会错的 早年 我有心误入一处仙府 自然熟悉仙的气息 那玉合内 散发的气息 真是仙气 死 上万修士 倒吸凉气 紧接着内心火热 不管相信与否 或真价实的长生仙丹 就在眼前 在场众多修士当中 不乏一些此生 突破无望的修士 此时看到长生仙丹 真的存在 说不动心那是假的 无名宗洞府门口的 剑天心等人 神是一直观察 主风这边的情况 此时 也是第一时间 认出方无名手中 玉合之内为何物 剑道有 果真有莫大机缘啊 你华内心火热 诸位 别做傻事 刚才你们也敢知道了 前辈绝不是我等 能够冒犯的 剑天心强忍心中渴望 沉生道 这 剑天尊放心 我等能修炼到这个境界 都是惜命之人 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的 况且 前辈既然收留我们入宗 那便早有安排 只是 长生仙丹 仅有一眉毛 一位大成妻劳者出力 在田耿间徐徐道来 说出了在场所有 大成天尊心中所忧虑之事 哼 自然是有缘者得知 诸位还是识句一点 剑谋可是 花费无数代价 才能遇到前辈的 众人眼看见天心身上 剑气若隐若现 没再搭话 此时 主风之上的方无名 怀着忐忑心情 在脑海中搜寻 长生仙丹的信息 生怕这仙丹 无法使用系统功能复制 所有人都看到方无名脸上 严肃神情 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 下一瞬 只见方无名嘴角 微微翘起 可以复制 方无名深吸一口气 似乎是突然卸下肩上千斤重担 将玉和收起 方无名 也没了发表洗脑演讲的心情 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 长生仙丹的存在 胜过千言万语 看着台下那一双双赤热的目光 方无名缓缓开口 诸位从今以后 都是我无名宗之人 只要兢兢业业 为我无名宗做出贡献 人人都有机会 得到一颗长生仙丹 好了 接下来就开始 划分植物吧 轻描淡写 甩出幼儿后不再言语 言语儿见状 立刻掏出一本厚厚的书籍 这是方无名连夜赶制的 宗门职能划分 这个所谓的职能划分 竟是有些像是世俗界的军队 上万人被分成十个分队 每个分队都有几位合体精大修士带领 下面又是几位练须七修士 最下面的则是上千元英修士 言语儿觉得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可是 这十个小队的名字 什么海绵宝宝突击队 阿尔法突击队 海豚突击队 言语儿晃了晃脑袋 不再瞎想 接下来 念叨名字的上前 领取宗门令牌 言语儿娇喝一声 随即开始点名 台下众多高阶修士 此时心中 还在回荡方无名刚才所说 真的每个人 都有机会得到长生仙丹吗 虽说在场上万人 竞争有些激烈 可对于多年 未曾松动的修炼瓶颈来说 这无异于一次重生的机会 而且 那个丹臣还在无名宗内 说不定以后 还会练制出更多的长生仙丹啊 人生从此又有了努力的方向 第55章 次丹 足足几个时辰过后 主封广场上 所有高阶修士点名分配已经结束 那些高阶修士眼中的火热 方无名自己尽收眼底 不过也有一些修为较弱的修士 眼神依旧闪烁不定 显然是觉得 竞争依旧激烈 眼看时机差不多 方无名向凌若霜凌若涵两姐妹 招了招手 前辈 两姐妹赶紧上前恭敬行礼 方无名已经从天机和口中得知 这两个家伙现在的境界 竟然是已经来到原因后期 在时间法阵内修炼百年 就能达到这个境界 属实 是给方无名平白无故 增添不少对于修行的信心 我上我也行 嗯 很不错 方无名满意点头 下一瞬方 无名一甩手 两颗金色长生仙丹 脱手而出 你们继续好生修炼 以你们修炼的速度 应该很快就能问顶这个世界的巅峰 凌若霜两姐妹 结果长生仙丹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竟然就这么 台下上万高阶修士 更是呼吸粗重 看这样子 丹臣之前 已经炼制了不少长生仙丹了 随手就甩出两枚 然而还没得跟众多修士反应过来 方无名又是甩出三颗仙丹 丹臣 严院图令 竟然都有份 方无名本想给身边亲近之人 都来上一课 这样既可以让台下修士安心 又可以显示 自己手里的长生仙丹管够 可惜 小白那家伙既然不出来 那就以后再给他也不迟 诸位 你们近段时间尽心尽力 这是你们应得的 方无名依旧淡然 仿佛随手赏赐的 并不是什么长生仙丹 而是一颗普普通通的丹药 药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让台下这些家伙看到希望 以后他们怎么肯真正为自己办事呢 做完自己该做的 剩下的 就让这些家伙代劳吧 方无名抬手制止这些家伙的商业 推辞客气 给你们的 就麻溜收下 方无名随手甩出桌椅茶具 悠然落座 再配合早已换上的折仙白袍 无风自动 气质绝尘 林若霜 两姐妹很是自觉 赶紧上前欺查 严院当场一口吞了长生仙丹 切仙丹就这个味道啊 一点不好吃 唉 小姐你怎么救 屠龙无奈 这么贵重的仙丹 说吃就给吃了 是一点没想着家中 快要老死的老父亲啊 图令对于炼丹 也是稍有涉猎 深知仙丹的贵重程度 这方天地 别说长生仙丹了 就是普通的疗伤仙丹 都是有价无事 无数炼丹师 甚至折在炼制仙丹的路上 丹臣这次 也没再直接离开 而是配合盐院 图令两人处理宗门事宜 得到这样的赏赐 这几个家伙干起活来 也是格外卖力 台下的众多高阶修士 虽然修为远高于炎院这些人 但此时也是显得格外恭敬配合 甚至不少修士 为了拉近跟炎院几人的关系 更是送出厚礼 说是什么敬仰已久 这点薄礼 请务必收下 一轮安排下来 炎院储物界里 已经堆满各种形形色色的灵果 图令也是收获满满 单臣就更不用说了 差点当场就要 喜提亲儿子 白衣大哥 已经安排好了 炎院兴高采烈 一脸满足来汇报情况 方无名撇了下面广场一眼 甚是满意 广场之下 此时已经整整齐齐列成十个方阵 每个方阵上千人 站在最前面的 显然是每个方阵境界最高的修士 不过 每个方阵之前 那几个修士 似乎明里暗里 在争夺方队的主导权 方无名也是能理解 毕竟 大家境界相当 实力不愤伯众 凭啥要站你后面 要知道 现在能稍微多露脸 说不定一颗长生仙丹就到手了 看宗主那英姿非凡 赏伐分明的样子 还是很有可能的 而此时 无名宗洞府门口填梗处 哎呀 见到兄 那帮后生都有分配了 我们 是啊 我们可不能落后啊 万一长生仙丹 被那帮小崽子给吃光了 我们岂不是 神识查探之下 这些老头老太太 也是坐不住了 前辈 竟然这么随意 就赏自己没仙丹 看来还是得多多在前辈面前晃悠才行啊 见天心此时也是心情沉重 自己花费这么大代价 终于触摸到长生机缘 可不能鲁莽行事 白白断送机缘 你们这几个老东西 越老越糊涂 你们看那些新来的 有谁得到仙丹了吗 长生 乃是这方世界天道尽致的 想获得长生 只能直面天道 要么被活活劈死 要么逃离这方世界 你们真以为 前辈拿出长生仙丹 会一点代价都不用付出吗 愚昧 长生本就飘渺 真有那么简单 老夫也不用白白承受几十年乞讨之苦 见天心至地有生 一下子给几个老头老太太干牙伙了 可话刚说完 见天心心中也是急切 下意识瞟了一眼主风方向 可别真给那帮别独子抢先了 米华见状 若若说了句 大家就别硬撑着了 要不我们还是过去看看吧 在这窝地能有啥前途 见天心冷冷望向自己 米华只能缩了缩脖子 不再言语 谁叫自己打不过这老箭呢 见天心眉头紧锁 这次并没出言呵斥米华 只是再次望向主风方向 罢了 我这就去面见前辈 你们好生再次等候 别给老夫添堵 众老头老太太还没反应过来 见天心已经化作流光远顿而去 操 这老箭 左道友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你现在去了 说不定跟老箭一起被赶出去呢 米华赶紧制止这些老头老太太 以免这些家伙把局面搞得更复杂 主风之上 下方广场之上十个方队 突然之间 只觉得头顶似乎刚刚掠过一颗巨大无比的天外雨时 这压迫感 大成天尊 方无名微微皱眉 折仙白袍核心法阵快速消耗灵气运转 倒是没感受到任何压迫之感 也可能是微压的来源 特意收敛这个方向的微压 下一瞬 只见身形宛如铁塔般的剑天心突然出现 拜见前辈 剑天心深深弯腰行礼 心中也是忐忑无比 此举就是在赌啊 要是自己的莽撞乱了前辈的计划 那自己苦寻多年的长生机缘 恐怕就要从指缝中溜走了 对于长生的执念让自己急于想展现自身价值 此时剑天心只绝度渺如年 第五十六章 人员分配初步完成 第一个任务 问道果 这 这是剑天尊 因为合体修士 磕磕绊绊 第一个出生 其余修士 面色更加京剧 刚才就有所猜测 可此时有人出言 心中仍是震撼不已 既然真的是他 你们可能没听过剑天尊的威名 两千年前 老夫还只是一个出街修士 那个时候 剑天尊就已经闯出赫赫威名 世人皆传 剑天尊乃当世人徒 曾覆灭宗门无数 甚至将凡人城池屠露一空 可却少有人知道 剑天尊这一切都是为了还人情 一位合体修士 眼神犀利 激动说道 旁边修士皆是竖起耳朵 想听听这位大成天尊的过往 还人情 剑这位合体修士不再开口 周围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 这位合体修士文言 得意点头 不错 剑天尊是那个时代 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剑道登峰造极 可惜啊 造化弄人 剑天尊似乎无法迎来生仙雷结 自知生仙无望 剑天尊花费大代价 请一位高人算了一挂 欲寻得一丝生机 那位高人最终遭受天道反噬 当场殉命 但这位高人与剑天尊早有约定 要是占卜后不幸陨落 则剑天尊需要守护这位高人家族千年 从此 剑天尊就逐渐背上人徒的名号 哎 一代天尊 信守承诺 不惜身败名裂 实在是 造化弄人啊 这位合体修士 生情并茂 一顿煽情 广场上修士 此时看向高台之上 那铁塔般的身影 眼神中皆是流露出敬佩之色 要知道 剑天尊完全可以无视诺言 毕竟也没人能奈何得了他 这样信守承诺的强者 这个时代 已然不多 而此时高台上的剑天尊 额头已经不知什么时候 隐隐有细小汗币 心中更是胶着万分 方无名则是悠哉抿了一口茶水 心中念头快速转动 果真如自己所猜测的那样 这老乞丐 还真没撒谎 他竟然真的是在血月城 挂名天尊排行榜第一的家伙 那 跟他一起的那几个老头老太太 莫非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自己甩出几颗仙丹之后 来此 方无名快速理清思路 现在这么多人看着呢 可不能闹出什么笑话来 见老先生 有什么事吗 方无名依旧淡然道 见天心一颗心 再次提高几分 这是在质问自己吗 多年的经历 还是让见天心 快速平复心情 前辈 目前这无名宗上下 所有人都有了分配 老夫与那些旧时 也想为无名宗 做出一些贡献啊 见天心本想说 这是自己一个人的想法 可转念一想 还是把那几个老家伙 也给带上吧 要是被赶走了 大家也有个办不是 方无名文言 眉毛一条 竟然是这样合情合理的要求 自己怎么可能拒绝一个 有觉悟的打工人呢 还以为多大事呢 方无名自然知道 这些个大佬所求为何 不过方无名 还是面露难色 这 前辈无需担忧 老夫跟老夫那些旧时 只想跟随在前辈身边 俸禄植物什么的 大可不必啊 见天心赶紧补充道 剑方无名 依旧眉头紧皱 见天心心中焦急 无意间 撇到一旁的凌若双两姐妹 心中顿生一计 前辈 我看这两位都是剑道的好苗子 老夫对剑道略知一二 或许可以教导 他们一番 见天心此事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把自己的价值拉起来再说 至于那几个老家伙 再说吧 机缘面前无父子 方无名双眉 终于是舒展开来 如此甚好啊 方无名起身说道 要是见天心正能教导 这两姐妹一番 再配合时间法阵 自己很快就能拥有 两个大成妻的贴身护卫 岂不美哉 不就是分配吗 我无名宗最不缺的就是职位 方无名顿了顿 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 在打量了见天心一眼 那以后 你们十人 就是我无名宗天尊组成员了 天尊组 见天心一愣 从没听说过 有哪个宗门设立有这样的机构 其实方无名 差点给这几个老头老太太 取个更接地气的名称 千岁帮 但想想还是算了 给他们留点面子 这里目前共有十个方阵 你们十人自己选择一个方阵吧 以后 你们就要对自己方阵内成员的生死 负起责任了 此话一出 又是九道流光略过 九位大成天尊 齐齐献身见天心身旁 恭敬向宗主行礼 而台下十个方阵内的修士 此时心中莫名有了一丝归属感 竟然让一名大成天尊 对自己的生死负责 年俸禄 还高出市场价十倍 最重要的 还是能有机会得到长生仙丹 这待遇 上哪找去 方无名向前几步 来到高台边缘 望向台下重修士 各位同门 好好记下自己身边的队友 以后计算贡献值 将会以现在的方队为单位来计算 贡献值可以去宗门藏宝阁 兑换长生仙丹 至于你们队伍内部 到底要将长生仙丹给谁服用 那是你们小队内部的事情 台下众人哗然 这样一来 各个队伍之间 必定是疯狂争夺 获得宗门贡献的机会 要是队伍内有人懈怠 还会被队伍内其他人排挤 甚至是修理一番 但是 队伍内上千人 珍赞够了兑换长生仙丹的贡献值 已只有一人能服下仙丹 这就很奇妙了 队伍内众人 平时不仅得互相督促 还得互相搞好关系 不然到时候 长生仙丹归属权投票的时候 可不好拉票 宗主这一番话 让这些已经习惯 修仙世界残酷的修士 一时间有些难以消化 平时都是杀人夺宝 现在倒好 突然就相亲相爱起来了 台上十位大成七修士 也是面色古怪 可很快就恢复自然 大成天尊 作为每个队伍最强者 平时还要照顾手底下人的生死 如果真的获得长生仙丹 那队伍领投者 不得先尝尝仙 想着想着 见天心等几位大成七修士 面色皆是逐渐严肃起来 让人看起来 竟是一副严厉老父亲的模样 方无名眼看效果不错 甚是满意 方无名一抬手 全场再次安静下来 各位同班 相信你们现在已经迫切 想去获取贡献了 这里正好有一个任务 温道国 第57章 出城气后 无名宗必将崛起 一听到温道国三个字 所有人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个什么任务 果然 方无名继续开口 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温道国拍卖会 本来是 要在血月城内举行 但是 迫于各方压力 最终选择在公共区域举行 自不必说 到时候 不管哪方拍的温道国 都很有可能爆发一场血战 但是 看看你们周围 我们有绝对碾压整个南狱的武力 方无名这话一出 台下修士 皆是身以为然 这么多人 还怕个啥 再说 还有一个大成天尊罩着呢 想死都难啊 方无名继续道 我们无名宗有一秘书 可以种植温道国 所以 只要这次得到温道国 那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全宗 每个人都有可能尝上一场 这话 算是彻底点燃台下众人的情绪 这是什么宝藏宗门 又是长生仙丹 又是可以直接让人提升一个大境界的温道国 关键是 不像其他宗门那样 核心资源 只像一些天骄倾斜 其余人想都不用想 可在无名宗 就不一样了 只要努力赚取贡献值 大家都有机会 而且还是以队伍为单位 自己就算是菜一点 只要不是丝毫没有贡献 最终 还是能依靠团队的力量沾沾光 要是换做其他宗门 强者可不会鸟弱者 说不定还得落井下石 誓死捍卫宗门威严 宗门是我家 贡献靠大家 宗主英明 宗主真帅 方无名微笑点头 这些高阶修士 不乏一些看起来年轻貌美的 倒是让这些队伍多了不少色彩 在众人热烈的呼声里 方无名悄悄退场 接下来就让严院这几个家伙 好好安排一下 这上万名修士的住处了 还好 这先级洞府足够广阔 问题不大 一万人 甚至还显得渺无人烟 方无名脚踏飞行法器 来到主峰最高处一院落 站在院落大门前 可以看到 山腰主峰大殿广场上那些修士 正在服从安排 零零散散飞离主峰 去往自己的洞府所在 看着下面那些家伙 忙忙碌碌 飞来飞去 方无名心中略显失落 刚才就询问过系统 得到宗门认可的任务 是否已经完成 快把老子的先帝修为给抬上来 不得飞他个几天几夜 可这不靠谱的系统却说 检测不到宿主的宗门事例 这一下 给方无名浇了一盆冷水 这么大的洞府 检测不到 难不成是宗门没有弟子 只有这些高阶修士 所以系统判定不出来 不能够吧 方无名越发觉得 这狗系统所说的下界 并不是这个事件 妈的 发个外挂 都能搞错事件 也是没谁了 哎 重重叹了一口气 方无名不再纠结 现在还是问道果的事情 比较重要一点 至于开门收图 任后再说吧 主要是这狗系统 还真不一定靠谱 别到时候 任务没完成 问道果 也进了别人肚子 哭都找不到地方 想到这 方无名心头生起怒意 本来应该在血月城举办的拍卖会 竟然就这么 被那帮混蛋 给硬生生搅黄了 非要去什么公共区域 行啊 到时候 拍卖流程都不用走了 大家直接干起来吧 现在的无名宗 可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方无名越想越觉得愤怒 算了 先尝尝这仙丹的滋味如何 方无名走入院门 来到大院内 一棵桃树下的石凳上坐下 这处院落 是方无名自己的私人住所 当然 各种隔绝 法阵少不了 宗门大门口 有人来了 就在方无名 准备掏出长生丹 天机和突然传音 特么谁啊 方无名将装有仙丹的玉盒 不耐烦放下 此时心情甚是烦躁 天机和不想搭话 直接激活投影法阵 嗯 怎么聚集这么多人 血连城也来了 方无名 看到投影内几十名修士 正在大门口张望 似乎想进来 这帮人看着还挺急切的 算了 还是先去看看啥情况吧 没过多久 方无名就踏着飞行法器 来到宗门大门口 天机 放他们进来吧 方无名并不打算出去 这么多陌生面孔 要真有什么急事 那就进来说 洞府内各种极品杀阵 随处可见 要真敢叽叽歪歪 就吊起来锤 下一瞬 方无名只见传送祭坛中央 空间扭曲之间 突然出现二十多个人影 无名前辈 几日不见 甚是想念啊 听说今日贵宗分部 来了大量英杰加入 在下怎么也得来庆贺一番 血连城倒是轻车熟路 开始瞎吹 因为这血连城之前 就来过一两次 而跟血连城一起进来的 众多修士 可就没这么淡定了 这这这 莫非是来到仙境不成 这浓郁的灵气 感觉吸一口气 就能狠狠转上一颗上品灵石 血连城注意到方无名此时 脸色不太好看 正看向传送祭坛上众人 血连城心中顿时休闹 这帮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进来之前就千叮万主 别给老子丢人 结果现在 一个个在那发呆 似乎再还大口大口呼吸 是什么鬼 不过不得不说 这里的灵气浓度 真的夸张 没有个几十条极品灵脉 绝没有这个效果 看来 自己还是低估了 无名宗的能量啊 嗨嗨 这些是在下的一些旧食 今日也是 特地来恭贺的 血连城重重咳了两声 身后重修士终于反应过来 脸色顿时涨红 赶紧上前拜见方无名 大概十几个呼吸时间 这些修士匆匆自己介绍一番 都是一些小角色 应该是血连城的家臣之类的存在 转眼就忘得类型 血城主 闲话我们改日再聊 有什么事 直说便是 嘿嘿 前辈真是会眼灼灼啊 在下今日来拜访 确实还有一事 方无名只是看着血连城 并未搭话 等待血连城赶紧说正事 这家伙 哪次来不是目的明确 怎么可能真的这么闲 血连城略作思索到 方才血连城之外 突生异象 而这异象的中心似乎正是贵宗所在 前辈莫要见怪 在下身为血连城主 自然要了解清楚 实在是 职责所在啊 方无名闻言心中暗道晦气 还以为是问道果有什么新消息呢 原来就这 这血连城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 实则每次来此都是各种试探 着实不是什么敞亮人 血城主无需担心 只是一些小事 对了血城主 问道果拍卖地点定下来了吗 还有时间 方无名话锋一转 并不想多聊丹节的事 相信无名宗有长生仙丹的消息 很快就会席卷整个南域 甚至是南域之外 血连城现在知道 长生仙丹的存在 也只是徒增心魔 反正自己也不会给他 第58章 服用长生仙丹 即将出征 嘿嘿 前辈真是洞察天机啊 在下这次来 确实还带来一些消息 问道果拍卖会地点已经确定了 就在南域东部边陲 一处秘境之中 名为允建约 至于时间的话 还有整整半个月 血连城说话时 不忘观察方无名脸色 生怕说了什么 让前辈不悦的话来 毕竟眼下的情况 血连城跟无名宗的微弱合作关系 是无名宗占据绝对主动的 也没办法 论财力 无名宗底蕴积累 不可估量 论武力 无名宗逛一个分布 现在就有上万高阶修士 就是现在方无名 想要让血连城一主 血连城也觉得 不是没有可能 方无名微微点头沉吟 血连城主 从这里到拍卖会地点 要多久时间 那就要看前辈是怎么过去了 如果是大城天尊急速赶往 最多五日便可到达 要是战船的话 这两天就得出发了 方无名了然 血连城所说的战船 必定已经是血连城内能买到的最快的战船了 眼看血连城似乎还有话说 方无名抬手制止 血连主不必多言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放心吧 无名宗还在血连城内 之前谈好的合作 依旧成立 到时 如果无名宗得到问道骨 血连城也会得到一颗 现在 还要麻烦血连主 赶紧帮我弄一艘强大战船 至少要能容纳上万修士 血连城喜行余色 终究是没错付啊 还有这战船 不用说 肯定是要血连城内最好的 无名宗有的是灵石 不过转念一想 血连城还是正色道 多谢前辈 血连感激不济 战船之事 就交给血连吧 就当是血连城跟贵宗合作的一个采头了 方无名满意 还算实去 看这样子 应该是无意间白嫖了一艘战船 不得不说 有点小期待 之前出到血连城 在高空就只远远看到过一次战船 漂浮在远处高空 而且看不到任何动力装置 就这么静静悬浮 甚至奇妙 血连城又一次 只进入宗门大门口 就再次折返 对于无名宗内部甚是好奇 奈何方无名并不是好客制 目送血连城众人离开之后 方无名第一时间返回主峰上自己的小院落 一气之下 直接让天机盒打开层层隔绝法阵 这次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得给老子先等着 方无名打开玉盒 小心翼翼取出长生仙丹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这仙丹果真不凡 光是看卖相 就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其上复杂的符文若隐若现 这写符文应该是成丹时就自动浮现的 此时符文之上还有光滑流转 似乎在呼吸 说这个仙丹是活的 方无名都信了 没再犹豫 送入口中 入口即化 瞬间暖意遍布全身 转眼间方无名就浑身冒汗 似乎每个毛孔 都有令人不舒服的东西冒出来 还好折仙白袍上 有自动清理污秽的法阵 可是这种冒汗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剧烈 天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正常 凡人体内太多杂质污秽 都排出来就好了 天机和似乎在仔细观察 方无名身上的变化 好一会儿 继续开口 我还真没见过 有凡人吃过 这长生丹呢 不过看这样子 这长生丹 到了你这 就不能叫长生丹了 得叫严寿丹 方无名疑惑 啊 啥意思啊 严寿丹 天机和稍微组织语言解释道 不错 不过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这颗丹药 能让你活个上万年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要知道 即使是修士 吃了这长生丹 也就堪堪活个百万年左右 我操 什么叫 也就活个百万年 不对 这不是自己应该关注的重点 重点是 这特么也不应该叫长生仙丹吧 而且丹臣之前说过 每个人一生只能服用一枚 也就是说 自己最多 也就活个万年 心态崩了 本以为能就此躺平 好好养老享福 如果有机会的话 顺便修个仙玩玩 哼 你就知足吧 一万年光阴 一头猪都能修成大妖了 还一副血亏的模样 世间哪有真正的长生 不说这个世界 就是仙界 也难以使用一副躯体 实现长生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降临 说的好听点 就是命数劫难 说的不好听 就是天道见不得 有生灵振脱掌控 天机和难得解释一番 似乎心中有些什么东西 不土不快 方无明也是接受了现实 一万年 也还行吧 至少自己接下来的日子 也能从容许多 不过还是羡慕那些修饰啊 百万年啊 要是百万年都无法修成正果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一炷香过后 方无明只觉得神清气爽 周围的灵气 似乎能穿透自己皮肤 直接滋润身体内部 通透无比 接下来两天 方无明还是没忍住 让颜月儿去望仙楼 弄几只小花妖 在颜月儿别有异味的眼神下 方无明懒得解释什么 只是吩咐几只小花妖 进入厨房忙活去了 方无明实在受够了 每天吃个饭 还特么得飞个几十里地 到了街上 作为拥有一逛街旧类体质的人来说 没有目的地的情况下 是真的逛不动啊 连续几天下来 就有些腻了 等逛到了看起来不错的馆子 进去坐下 还得就这个半天 该吃点啥 于是方无明索性 弄来几个顶级厨师 让他们自由发挥 做啥吃啥 只可惜 没吃上几顿 就得出发前往允建渊了 本来方无明不打算亲自去的 可放心不下问道果 加之天机和怂恿之下 还是打算出去见见世面 好好近距离 看看这个神奇的事件 此时 无明宗主封大殿前的广场之上 十个上千人的方阵 整整齐齐排练 每个方阵最前方 都有一名大乘七 圆满修士压阵 其后更是几名合体七修士 笔直战力 方无明扫尸一圈 只看到广场上 那一双双 渴望贡献值的目光 微微点头 甚是满意 诸位同盟 今日是我们首次出征 齐心协力 必定得胜归来 广场上上万名修士 一口同声 得胜归来 声浪绵延 方无明与看月满意 看来这几天 炎院那家伙的洗脑工作 做得还不错 方无明本来想着 要不要留下一两个方阵看家 可是没有方阵愿意留下 因为留下意味着 极少的贡献值 最终值得全军出击 这洞府内 就只剩丹臣跟小白了 不过洞府内阵法无数 除了血月城被灭 否则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况且 要真出了什么问题 大不了另立山头 听说那个什么允建渊 似乎还是一处 极为广阔的秘境 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而且还不隶属于 任何势力范围 第59章 武装到牙齿的军团 血月城洗码头 此时 码头附近 已经围满了人 平时 这里没这么多人 只是今天 码头突然出现一艘 跟一座小山脉 差不多大的战船 战船整体没色 船头一个小山般的龙头 竟然是一整块 巨大的上品 临时雕筑而成 类似的大手笔 在这艘战船上 比比皆是 实在是令人大开眼见 哇 这是谁家的战船 竟有如此气势 上面那么大三个字 都不认识 铁定是无名宗的战船 果然非凡 老夫对战船略知一二 这战船一看 就是装备各种极品法阵 不管是攻击力 还是防御力 都是堪称顶尖啊 码头之上 所有修士议论不决 皆是震撼羡慑目 再加上之前流出的一些小道消息称 无名宗待遇极高 宗门洞府内 灵气几乎凝成水雾状 别提多浓郁了 最最令人无比向往的是 无名宗内 疑似有长生仙丹的存在 只要加入无名宗 对宗门有足够的贡献 人人皆有机会长生 可惜的是 无名宗似乎要去参加问道果拍卖会 近段时间 已经明确不会再招揽新人了 众多闻讯赶来血月城的高阶修士 此时也只能看着空中的巨大战船 咋就错过了呢 唉 等问道果拍卖会结束 说什么也得加入无名宗 来了来了 无名宗的人来了 一名挤不进去码头 只能蹲在最外围围观的低阶修士惊呼 瞬间所有目光落到无名宗队伍之上 上万高阶修士 竟然整齐滑衣 每走一步 简直地动山摇 这这这 竟然每人身上都穿着上品灵气铠甲 武器也是统一的上品灵气 这还只是表面上的 说不得每人身上还有其他珍宝呢 果然是财大气粗 这支高阶修士军团 踏平南域 恐怕都是绰绰有余了吧 周围人山人海的修士 义论声不绝于耳 正如这些修士所猜测 这支上万人的高阶修士军团 方无名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套 极品灵气装备 铠甲 武器都是基础配置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上品灵气 功效都是极为实用 不仅如此 每人都领到上百极品服录 有强力攻击 防御 逃盾 追击所用服录 当然 各种特等疗伤丹也是应有尽有 简直是武装到了牙齿 这上万人 刚进入宗门不到半月 就已经获得如此多的好东西 要是换作平时 就连做梦都没敢想过 会有这么一天 战力达到了此生巅峰 这些家伙 此时出了无名宗 也是极为卖力 展示无名宗的武力 气势滔天 震慑人心 方无名站在队伍最前面的 飞行法器之上 身上白袍迎风飘舞 心中甚是满意 果然还是军事化管理 更有感觉 压迫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不 周围不管是低阶修士 还是高阶修士 一下子都给看愣了 队伍中的上万高阶修士 刚开始还觉得 这样的队形 跟行进姿势怪羞耻的 堂堂高阶修士 怎么跟世俗军团一般了 此时看到路人那 震惊羡慕的目光 心中羞耻一扫而空 反倒是微微升起一股自豪感 这是一种被所有人都羡慕的自豪感 归属感正在每个高阶修士心中 慢慢扎根发芽 血跃城城主 见过前辈 血连城在大庭广众之下 也是十分客气 方无明自然也得表现出 亲民的人设 跳下飞行法器 拱手道 血城主客气了 见方无明这态度 血连城心中也是欢喜 前辈 战船已经准备好了 请随我来吧 血连城带领无明宗众人上了战船 方无明本以为血跃城怎么也得弄一艘战船 带上点人手去参加拍卖会的 结果 血跃城就出动了十几个高阶修士 最强者也才合体期 这十几个高阶修士由血无双带领 血连城本人 自然是留守血跃城 最让方无明无语的是 血跃城这几个家伙 竟然不打算再弄战船 而是直接跟无明宗众人一起 这是铁了心打酱油了 也罢 血跃城怎么做 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这次的问道果拍卖会 无明宗势在必得 不惜一战 不仅是方无明一人 需要问道果 无明宗上下 都需要问道果 特别是那些 修为已经达到瓶颈多年的修士 这次是为宗门争 同时也是为他们自身争 自然是要同心协力 全力以赴 方无明第一次乘坐战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战船太过巨大 方无明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坐在一间精致房间内 望向窗外 只觉得远处风景 缓缓后退 但其实 此时战船的速度 已经是极快 不亚于一名援英修士 全力飞行 无明前辈 就让小女子为前辈说说 这次拍卖会的一些情况吧 血无双端坐在茶几对面 卫方无明 凌若霜凌若寒 言悦而几人欺查 图令则是返回了九顶城 愿闻其详 方无明饶有兴致 是得好好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特别是各大势力的情况 血无双文言 一抬手 手中出现一本书籍 方无明一眼扫过 竟是一本名为 《允建渊秘文录》的书籍 类似的《密文录》书籍 方无明这段时间看了不少 可是 这样一本 专门为某个秘境而出的书 着实是第一次见 足以见这允建渊 绝不是一般秘境可比的 前辈 这是我血跃成花费大代价弄到的 据说是一名大修士所著 这名修士一生都在研究允建渊 对于允建渊秘境十分熟悉 不过 秘境内的世界极其广阔 大部分地域 这位大修士也是未曾探索过 血无双说着 恭敬帝国书籍 方无明接过书籍 并未直接翻看 之后 有的是时间慢慢翻阅 因为这样的书籍 其实作用有限 既然血跃成能弄到 方无明确信 现在正赶往允建渊的所有势力手里 估计都有一本 嗯 多谢无双道友 现在还是先说说 其他来参加拍卖会的势力吧 呵呵 小女子也正要说此事呢 南域235个大势力 全部参加了本次拍卖会 绝大部分势力 可能底蕴还不如我血跃成 但其中四家顶级大势力 却是不得不提防一二 据说 这些顶级势力 能够召唤仙人降临 第六十章 允建渊来由 固有先师 从血无双那里提供的信息得知 本次参加问道国拍卖会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 其实也就四家 这四家势力 毅力难遇数万年 底蕴深不可测 不论是财力还是武力 都不是其他势力一个级别的 所以 难遇其他势力 默认先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这四家超级势力 那现在的局面 就稍微清晰一点了 四家超级势力 外加一个众多势力联盟形成的势力 一共五方交锋 方无明 特地询问了这几方势力 这次来了多少人 可这些信息 属于各大势力内部的机密 绝不轻易外显 不然 被别人知道底牌 可就不妙了 就连联盟势力 目前一共有多少高阶战力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大家都藏着掖着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 绝不会暴露底牌 当然 无明宗这次 出动了多少人 血跃城方面 也是进行消息封锁 等外界查探到无明宗的底细 恐怕问到 果拍卖会早已结束 不过这个消息 还是让方无明感觉到 不小压力 毕竟南域如此广阔 高阶战力应该不少 还好自己 把全部高阶战力都带上了 应该还有一波的机会吧 还有 天机和那家伙 可是说过了 问题不大 他会出手 不仅如此 天机和还提供了不少战阵之法 有十人战阵 百人战阵 千人战阵 甚至还有十个方队 一起配合的万人战阵 作为上界流传下来的战阵 由一万个高阶修士组成的战阵 击杀一般的大成器修士 也不是太过困难 天机和还吹嘘一番 说什么仙人 来了都得抱头数窜 这两天 方无明 一直窝在自己房间里 滋滋不倦 啃着那本雪 无双给的书籍 允建渊密文录 这允建渊 确实有些奇妙之处 书中记载 允建渊的由来 传说是有一把绝世仙剑 不知为何 突然划破虚空 直接从仙剑 硬生生突破 世界壁垒 来到下界 巨大的冲击力 让仙剑降落点 由一座巨大山脉 直接化为万丈深渊 而奇特的是 这万丈深渊底部 竟然有一个小世界的入口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世界 是原本就在此地 还是跟仙剑一起到来的 这个小世界 也就是本次问道果拍卖的最终地点 主要是因为 在这个小世界内 似乎有一股强大意志存在 竟能将进入小世界之人的 境界强行压 低到原因境界 这样一来 就有点意思了 境界被压 攻击力减弱 但是肉体防御 却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 因为大成修士 进入允建渊小世界内 虽然不一定能打死别人 但一般的原因修士 也休想打死他 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手段 来增强攻击 这样也算是变相的 稍微平衡一下各方势力 不至于让某方势力 直接依靠武力 抢夺问道果 对于这样的做法 方无明不是很理解 那些没有硬实力的势力 就算倾家荡产 拍下问道果 但是 一出小世界 不也会被那些大势力 给连锅端了吗 难不成 真想一辈子 躲在小世界里面 方无明想了想 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书中记载 那个小世界极为广阔 某些区域的灵气浓度 甚至凝结成灵权 不过 一般这样的区域 都有强大的土著种族占领 要是能下血本 干掉那些土著种族 那这小世界 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宗门选址 还真有势力试过 结果 陪了夫人又折兵 整得灰头土脸 元气大伤 从此沦落为三流势力 想到这里 方无明开始盘算起来 要是自己带的 这一万人去试试 能否在小世界里面 占领一处合适的地界呢 天阶 你也是从仙界下来的 这允建渊据说 也是跟仙界有不少联系 你就不打算说点啥 方无明突然想到 天机和这家伙 似乎在故意 怂恿自己去网允建渊 莫非这家伙有什么秘密 几个呼吸过去 天机和 就跟睡着了一样 一点反应都没 你不是说过 也许我们的最终目标 会是一致的吗 我能猜得到你来此 必定有另外的目的 毕竟你本身 并不需要问到过 作为以后 有可能并肩作战的战友 信息共享 是建立我们彼此信任的开始啊 方无明望着远方淡淡说道 言语中夹杂着些许无奈 过了一会儿 天机和终于回应 哎 罢了 现在跟你说也无妨 方无明文言 顿时来了兴趣 没想到这小木盒 今天这么好呼吊 方无明不动声色 等待天机和继续传音 书中记载一半 是真一半是假 确实有强大存在 从仙界突破 世界壁垒而来 但并不是什么仙剑 而是一位 将剑道修炼到绝顿的强大存在 在仙剑 有着赫赫为名 可惜 最终还是落得个 生死盗消的凄惨下场 造成允剑渊的 应该是那位的曲求 他生前的剑道意志 造就了现在的允剑渊 方无明惊疑 竟然是一位仙人吗 而且貌似 还是站在仙界顶端的仙人 并且 天机和竟然如此笃定 难道是天机和当年青年所见 天机 这位该不会就是 你之前所说的主人吧 还有 你忽悠我去允剑渊 该不会是想复活死人之类的 变态行为吧 我主人 早已允落在仙剑 哎 啥叫忽悠啊 你知道 一句顶级仙师 傀儡有多强吗 我最多只是 来缅怀这位曾经的剑仙 而你 却有可能得到一句 足以毁灭 整个下界的傀儡 真的如此夸张 毁灭整个下界 虽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可根据一些资料记载 这片大陆 广阔无边 就连大城修士 终其一生 都无法绘制出 完整的世界地图 方无名脑海中 尝试想象 还是难以想 想出一人覆灭世界的画面 想着想着 方无名有些毛骨悚然 毕竟是个傀儡 万一玩脱了 岂不是滑天下之大忌 天机 这么强大的存在 你真有把握操控它 而且 这个世界的天道 估计也会出手的吧 方无名 还是觉得 此举有些太过冒险了 此行目的是问道果 还是别节外生之的好 放心吧 我天机和仙界 第一宝的名头 可不是浪得虚名 你就准备好 足够的灵气吧 到时候 配合我的秘法 驱动先师傀儡 到时候 还搞什么拍卖会啊 直接拿走 那些所谓的大势力 屁都不敢放一个 整个世界所有一宝 任你采取 再也没有你去不得的地方 第六十一章 我拒绝 诸位请回吧 该死 是心动的感觉 这个世界的所有 一宝进收囊中 再配合上 自己系统功能 这是要上天啊 虽然明知天机和 肯定还有一些秘密 没跟自己说 可 方无名下意识 妈撒下巴 权衡利弊 天机这家伙 这些天以来 也算是全心全意 帮助自己 这点信任 还是有的 只不过 天机 你说得这么轻松 难不成 那句先师 没有什么危险吗 方无名 自知自身实力 可不像那些 大修士那样抗躁 天机和所说的先师 血无双给的 那本书籍里面 没有丝毫提及 要么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人发现 先师的存在 要么 发现先师的人 无意幸免 呃 这 有哪个机缘 是不伴随风险的 年轻人 要把格局打开 把眼光放长远 你自己想想 只需要冒一次险 接下来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能威胁到你的存在 岂不美哉 况且 方无名赶紧抬手 打断天机和的忽悠大法 行了行了 你就说你有几分把握吧 天机和文言一喜 起码九成 还有一成 得看你了 驱动先师 需要海量灵气 九成 方无名微微点头 原来这就是天机和 非要忽悠自己去允建渊的原因吗 只不过 还是感觉少了点啥 剑方无名又陷入思索 天机和赶紧继续传音 我当然也有所求 这具先师上 有我主人残留的一些东西 我必须得拿回来 我需要你的配合 放心 怎么算你 都不会亏的 原来如此 这就解释得通了 天机和这家伙鬼精鬼精的 怎么可能真的白打工呢 行吧 不过 我还是以得到问道骨为主 至于先师 我只负责提供灵气 其余你就得自己看着办了 又是三天过去 路上已经碰上几部人马 不过都是一些实力不强的宗派 甚至有些宗派连战船都没有 集体遇见飞行 就算有战船的 相比于无名宗战船 也只是一个小不点 方无名这几天 在房间待得有些烦闷 现在正在战船前方甲板上一脚 摆起桌椅 凌若双两姐妹在一旁欺查 战船足足装配 三层笼罩船身的极品防御法阵 此时在甲板之上 船速虽快 倒是只感受到丝丝威风 看着战船外 不远处不断有长红掠过 方无名心知 距离目的地不远了 白衣大哥 原来你在这里啊 颜月儿清脆声音从后方传来 方无名转身看去 颜月儿身后跟着七八位 气质非凡地修饰 基本都是中年模样 还有一个年轻人 方无名虽一个都不认识 但也不意外 因为颜月儿之前就说过 九鼎商会 今日会来拜访 颜月儿来到方无名跟前 依旧古灵精怪般开口 白衣大哥 这位是我爹 颜九鼎 方无名面带 微笑微微点头示意 等待颜月儿 继续往下介绍 莫承想 颜月儿这家伙近视 不再介绍下去 现场气氛一下子 有些不太自然 呵呵 颜九鼎见过前辈 多谢前辈搭救小女 颜九鼎尴尴尬笑了笑说着 完全没了平日 一成之主的威严 颜成主不必客气 我与月儿姑娘 也算是有些缘分 方无名稍微客气一番 也不再介意其余人 到底是何身份 想来也是九鼎商会的人吧 可接下来 在颜九鼎一语带过的介绍中 这些未曾被颜月儿介绍之人 竟都是其他商会的一成之主 除了一人除外 那就是 一直站在颜九鼎身后的年轻人 此人名为颜天赐 修炼资质极佳 颜九鼎在一次外出时 偶然遇见 遂收为养子 方无名 就算不用特意去看 也能看得出 这颜天赐对颜月儿有意思 那一副舔狗模样 方无名并未在意 颜成主 诸位今日来此 想必是有什么要事 众人落座茶桌后 方无名开门见山说道 实在不喜欢这样的热闹 主要都不说 文言 几个中年男子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由颜九鼎开口 呵呵 前辈果然会眼琢琢 我等此番前来 却有一事相伤 颜九鼎顿了顿 似乎有些为难 不过还是继续开口 想必前辈 也已经了解目前的形势 我就不多废话了 现在四大顶级宗门市 我们所有人的劲敌 所以我们众多势力 决定联合起来 形成百宗联盟 与四大顶级宗门对抗 现在 百宗联盟 想正式邀请前辈 加入百宗联盟阵营 一起夺得问道果 颜九鼎一口气说完 心跳加速 方佛说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主要是无名宗 异军突起 不到半个月 就已经传遍整个南域 相传无名宗底蕴身后 有人猜测 甚至能跟四大顶级宗门媲美 并且 无名宗内 疑似有传说中的长生仙丹 当然 起初颜九鼎是不相信的 毕竟这么庞大的势力 就算再低调 九鼎商会 也不会没有丝毫记载 可当看到图令 掏出长生仙丹之后 颜九鼎深知 无名宗这样的大势力 几乎不会加入什么狗屁百宗联盟 大于百宗联盟内 其余势力的施压 颜九鼎也只能硬着头皮 前来传达百宗联盟的意思 颜九鼎一番话 现场陷入寂静 只听到方无名室 只清扣茶几的声音 似乎在权衡利弊 可神态 却是轻松自如 甚至嘴角 还有一丝微笑 颜城主 你觉得无名宗 应该加入百宗联盟阵营吗 方无名突然反问 颜九鼎一下子犯了难 想说实话吧 又怕旁边几位突然先捉 说假话吧 又觉得对不住前辈 毕竟前辈不仅救了月儿性命 还自语长生仙丹 看出颜九鼎脸上纠结 方无名轻笑一声 戴然开口 诸位请回吧 就这么决绝了 其余几位中年眉头 陡然骤起 虽然百宗联盟 只是暂时的联合 极为脆弱 但终归是两百多个宗门之力啊 眼前之人 竟如此不给面子 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 这位年轻宗主 还请三思啊 百宗联盟目前的实力 可不是单单某个宗门 就能抗衡的 不错 百宗联盟内 目前聚集的高阶修士 总共接近五千人之多 就是四大顶级宗门中 单独某个宗门 想对百宗联盟出手 也得掂量掂量 我想 不用我们提醒吧 不管是百宗联盟 还是四大顶级宗门 都不会允许一个艺术存在 所以 还请这位年轻宗主 不要自悟啊 第六十二章 你们要清算我 面对几人的咄咄逼人 方无名只是淡然举起茶杯 这所谓的百宗联盟 方无名还真不放在眼里 两百多个势力组合起来 高阶修士人数 还没自己军团一半多呢 还想让自己加入 他们加入无名宗 还差不多 不过这些人这逼态度 就算想加入无名宗 方无名也早在心里拒绝一万遍了 你们听不到前辈所说吗 还不速速离开 放肆 区区一个倒茶侍卫 竟然如此猖狂 一位中年拍案而起 浑身凌厉爆发 就要出手教训 口出狂言的林若霜 只见林若霜一脸冷峻淡定 丝毫没有直面 练须七修士的惶恐 中年健壮 心中更是火大 一个区区无名宗 竟然如此轻视自己 一不做二不休 今日就借机 覆灭你无名宗 严九鼎也是练须七 可惜比对方第一个小境界 此事竟然是只能心中狂骂 无能为力 严九鼎身后的严天 自反倒是眼中闪过一抹惊喜 嗖嗖嗖 中年还没发出攻击 就有十几道身穿铠甲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甲板上 这十几个身穿铠甲的高阶修士 转眼间将众年团团围住 隐隐形成某种战阵 哼 这就是你无名宗的底气吗 十几个身穿上品灵器 铠甲的原因修士 当真狂妄至极 这些上品灵器铠甲 穿在你们身上 真是暴殿天物 今日老夫就笑纳了 说完 中年浑身气势 竟是再次暴涨 练须后期的气息 狂暴释放 然而此时 周围战阵已经成形 中年心中冷笑 区区元英 就算是再来一倍的人数 自己也不放在眼里 可下一瞬 中年陡然色变 这个由区区十几个 元英修士组成的战阵 竟然隐隐压制住自己 哼 中年当机立断 祭出本命灵器 轰击在战阵形成的护照之上 战阵 只是稍微震动一下 竟然是生生接下练虚妻 修士一击 而且 战阵的极限 似乎还远未达到 只见十几名元英修士 同时掐绝 手中武器 直指战阵中央中年 嗖 一道金色光束 直击中年 碰 严尘散去 中年近世 被轰得衣衫褛 一城之主 威严尽尸 事情转眼间发展到这一步 其余中年也是坐不住 住手 你们真想跟百宗联盟 坐对不成 闻言 战阵中的中年 顿时休脑到了极点 堂堂练虚妻修士 竟然得教 对面元英修士助手 方无名此时 眼中也是一彩连连 想不到天机和的战阵 制腰牛逼 元英七 就能压制练虚妻 虽说 也是那中年轻敌 轻易入阵的原因 但也足以见 这战阵的不凡啊 方无名抬了抬手 示意十几名元英修士 暂时停手 你们的人 随意在我的船上动手 我就算直接击杀你们 我依然站立 我也不想平白无故 与你们为敌 不过 要是你们执意找死 那我乐意奉陪 现在 滚吧 方无名一甩衣袖 背过身去 不再打算听这些人的废话 几名中年文言 面色胀红 静一时间只能面面相去 不知该如何决断 毕竟都到这份上了 谁也不想当出头鸟 见自己父亲面色纠结 严玉儿 走到严九鼎身前 爹 我们还是跟着白衣大哥吧 别跟着那什么狗屁 百宗联盟了 徒友其表罢了 一碰就散 严玉儿倒是心直口快 直接说出了百宗联盟现状 连严玉儿都看得出来 严九鼎跟在场中年成竹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可是不联盟 还能怎么办 除非放弃问道果 可又不甘心啊 玉儿 不可胡言 这无名宗行事鬼鬼祟祟 直到最近才出事 想必不是什么光明磊落之辈 严九鼎身后站出一人 正是严天赐 严天赐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每次都是这样 要不是你 老在爹面前出馊主意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般经典 爹又怎么可能这么难做 玉儿 你 够了 还嫌不够丢人吗 严九鼎出声呵斥 严九鼎快速平复心绪 显然是电光火石之间便有了决断 严九鼎上前两步 来到方无名身后 弯腰恭敬行礼 正准备开口询问 这次拍卖会 是否能跟无名宗一起之时 还被围在战阵中央的中年怒吼 严九鼎 你想干什么 你难道忘了碧云宗吗 碧云宗被灭门 必定是这所谓的无名宗所为 此等行径 等这才拍卖会结束 这无名宗定然会遭到清算 你还敢与无名宗合作吗 此话一出 全场接济 碧云宗被灭一世 已经传遍整个南狱 而最大嫌疑 就是无名宗 所有势力都心照不宣 如果不是有问道 果一是耽搁 估计无名宗已经被各大势力 打着匡扶正义的旗号 满门抄斩瓜分资源 严九鼎脸上纠结之色在线 这是在独九鼎城的未来啊 哼 敖匹夫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要是再敢大放厥词 不用无名前辈出手 我雪月城 也会跟你好好算这笔账 幻浮现在众人眼前 此时一扫网长交柔 反倒是杀伐之气缠绕 雪无双你 战阵内终年欲言又止 显然以他的实力 还难以跟血月城对着干 血无双的突然出现 让严九鼎心中 最后一丝纠结烟消云散 血月城必定是最为了解 无名宗实力的 现在血无双在得知 无名宗可能遭受到清算的情况下 依旧是如此态度 已经说明了一切 正当严九鼎准备开口时 方无名已经率先转过身来 清算 这特么 原来已经有一把正量的大刀 悬浮于自己脑袋上了 按照这帮人的尿性 等温道果拍卖会结束之后 还真有可能对无名宗出手 当时在西网场 那老头二话不说 就要干掉自己 现在无名宗内 有长生仙丹的消息 恐怕也已经传遍整个南域 光凭这一点 无名宗就不可能独善其身 现在更是有了碧云宗这个借口 方无名之前虽有过类似的猜想 但今天竟是亲耳听到 哼 不错 你无名宗的命运早已注定 不管你愿不愿意加入百宗联盟 你的结局都只有一个 万劫不复 与你有关的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战阵内终年冷声孝道 极致的修脑已经让他不顾一切 似乎眼前无名宗之人 已经是死人 第六十三章 今日之事 怕是传不出去了 方无名自然知道碧云宗之事 后来更是直接询问 见天心他们 碧云宗被灭 确实是无名宗所为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乌龙骂 自己当时 只是随便放个狠话 没成想 不过方无名 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灭了就灭了 谁让那老头想杀自己呢 如果那老头没动手 自己也不会放狠话 碧云宗也不会阴差阳错 知下覆灭 也是咎由自取 眼前的形势 方无名也知道 即使没有碧云宗之事 这帮家伙 也会有别的借口 对无名宗洞刀子 弱肉强食 这个世界 可太真实了 义父 三思啊 不要一时冲动 而葬送了九鼎城啊 颜天赐声泪俱下 这就开始下跪 哀求起来 被颜天赐的叫喊声 打断思路 方无名这时 才将目光落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妈的一看 就不是傻好人 贼没熟眼 真不知道颜九鼎 怎么就找了这么个意思 颜天赐 你给我闭嘴 颜月 直接上前 一脚踹开颜天赐 颜天赐 别以为爹不知道 你的狼子野心 你图谋九鼎城基业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要是怕死 现在就滚出九鼎城 没人拦着你 颜月 也是罕见严肃起来 那是一点不顾及 颜天赐脸面 你 颜天赐脸色胀红 偷偷扫拭一圈 只见众人看 小丑一样的眼神 心中顿时 邪念丛生 只见颜九鼎轻叹一声 避开自己目光 颜天赐心中顿时 修脑到极致 难道所有人都知道自己 对九鼎城图谋不轨 这么多年的伪装 没想到小丑 竟是自己 大家只是在配合自己演戏 颜天赐万种 恶毒想法掠过心头 继续待在此地 已经毫无意义 颜月 你一定会为你今天的行为后悔的 哼 颜天赐脸 狠狠瞪了一眼眼九鼎 妇女两人 算是彻底绝恋 自己一带天骄 何须受这鸟气 不出十年 必定夺回 属于自己的一切 还有你 我等着看你无名宗赴灭的那天 原本看戏的方无名 莫名其妙 被这贼眉鼠眼的家伙 狠狠瞪了一眼 还放狠话 那你无了呀 小老店 像这种阴险小人 能当场除掉 绝不会留到宵夜 不然哪天 还真给他赢自己一把 找谁说力去 就在颜天赐心中自信 以自己的资质 早晚会让这些 看不起自己的人 付出惨重代价之时 凌若双化 神奇修为 配合天机和给的剑技 长剑出鞘 颜天赐双眼 猛然瞪大 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 继续发育 就从头顶开始 整个身体一分为二 几个中年成竹也是 微微心惊 却无人开口 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死了便死了 在场众人 只有颜九鼎威 不可查轻叹 不过 很快一挥手 将颜天赐尸身收起 是晚辈教导无方 还请前辈责罚 颜九鼎弯腰行礼 心中暗叹 本来想加入 吴明宗阵营的 没成想 这第一句话 便是请罪 方无明面无表情 不太想理会颜九鼎 颜月儿见状 赶紧来到方无明跟前 缩着脑袋弱弱道 白衣大哥 哎 罢了 颜城主 你不必如此 这本来也不是你的错 至于是否与我无明宗共进退 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颜九鼎一颗心沉了下去 事情都到这份上了 在百宗联盟内 九鼎城 估计也不受待见了 可前辈这意思 显然是不太想让九鼎城 与无明宗一起行事 是 多谢前辈教诲 九鼎会 好好考虑一番的 颜九鼎再次攻身一礼 深知前辈没怪罪下来 全是因为月儿的原因 自己可不能得寸进尺 哼 假惺惺 还考虑什么 不错 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 你九鼎城还想独善其身 笑话 百宗联盟可不敢嫌弃 你们九鼎城这块大肥肉 几个中年早就跟颜九鼎明争暗斗 不对付 此时更是不令嘲讽 方无明眼中寒光一闪 妈的这几个老乌龟 从刚才就一直在那各种嘲讽危险 哦 那方某今日倒想要看看 今日之事怎么传得出去 随着方无明一声令下 嗖嗖嗖 周围顿时出现上百身穿上品灵器铠甲的原因修饰 你 你想干什么 我们可是代表百宗联盟 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们 哼 这话应该我问你们 谁给你们的狗胆与我作对 既然最终都会翻脸 怎么可能放这几个老乌龟就这么离开 怎么说也是几个恋虚妻修饰 一名中年城主一抬手 掌心出现一枚玉符 哼 只要我捏碎此玉符 今日之事便会传到百宗联盟 老夫倒要看看 你还敢不敢动手 回应这位中年城主的 是周围的百人战阵 你 中年城主怒急 咔嚓 一把捏碎手中玉符 然而 玉符似乎就只是一块普通的玉石 没有丝毫灵力波动传出 中年城主不敢置信 盯着掌心玉符碎线 这怎么可能 消息竟然无法传出 不给几个中年城主愣神的机会 轰隆隆 百人战阵瞬间发动攻击 不到几个呼吸 七八个恋虚七修士 竟是全部殒命当场 没产生任何有效抵抗 一旁血无双眼 九顶心跳加速 震惊无比 可以看得出刚才战争那几个炼虚修士 实力似乎受到极大压制 逃无可逃 必无可避 这是什么战争 竟然能跨越两个大境界 击杀这么多炼虚七大修士 正常情况下 这些炼虚七对上上百个元英七 那就是单方面屠杀 没想到现在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上百名元英修士快速清理现场 转眼间又消失无踪 仿佛隐匿进虚空之中 血无双自然之道 这是因为这些修士 都配备了能隐匿气息 跟身形的尚品灵器 无名宗正 是从珍宝楼买去这件尚品灵器 之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竟是复制出这么多件 两位 要是没什么事 先请回吧 方无名淡然开口 重新落座 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血无双跟炎九鼎对视一眼 逐客令已出 不敢再逗留 双双行李退去 甲板上又重新恢复田径氛围 天机 你真拦截了那道玉符 没泄露吧 呦 刚才不挺豪横嘛 我还以为你一点都不在意呢 别避避了 说正经的呢 妾 区区传信玉符而已 就是神魂连接传讯 本天机也能给他掐断了 第六十四章 天女宗 接下来几天时间 并无人上门查探 方无名还以为那几个老乌龟突然消失 迟早会查到自己船上 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 方无名也不再去想这件事 想来百宗联盟之人注意力全部放在温道果之上了 前辈 前方就是允剑渊了 血无双恭敬道 方无名站在甲板最前方 覆手而立 遥望前方 妈的 又是什么都看不见 足足又过去半个时辰 以无名宗战船堪比原音修士的飞行速度 方无名终于能看到远方地平线上一座不大不小的城池 听血无双的介绍 前方城池名为剑阁 专门道腾允剑渊内出来的好剑 这剑阁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势力 不过基本不参与外界之事 方无名从船上看去 剑阁后方 有一道似乎是割裂整片大陆的巨大裂骨 想必那里就是允剑渊了 果真是奇观啊 小小剑阁 宛如栖息在深渊巨兽嘴边的一块碎肉 无名宗战船终于减速 缓缓靠近剑阁 剑阁空域上 已有不少宗门战船悬浮其上 不过当无名宗战船靠近时 那些战船突然间就显得渺小了许多 无名宗战船 静静悬浮于剑阁几里外高空 从剑阁中看去 如小山脉般的体型 压迫感拉满 宛如一只恐怖巨兽盘旋空中 此时方无名才堪堪 看清剑阁城内的情况 竟是有骨子兵荒马乱的味道 大批民众纷纷逃离此地 大包小包 拥挤着往城门赶 城门外一条长长的人流 通向远离允建渊的方向 看来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所谓的问道果拍卖会 终将会演变成一场血战 方无名并不打算此时下船 距离拍卖会还有足足两天时间 现在下去也无济于事 还不如休整两天 正当方无名准备离开甲板 回房间休息之时 前辈 天女宗的人来了 只见血无双方望向远方天空说道 方无名转头看去 一艘跟无名宗战船 差不多大小的战船 缓缓飞来 天女宗战船 似乎有意要停靠在 无名宗战船附近 方无名微微皱眉 南域四大顶级势力 天女宗 道天先公 幽明谷 万妖山 四家各有特色 在方无名眼中 也算是四大奇葩 天女宗 全宗皆为女弟子 不知为何 天女宗不太待见男子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 道天先公 男女比例就正常许多了 可这道天先公 自诩下界修仙正统 其余势力在他们眼里 都是一些不入流的歪门邪道 统统按邪教处理 幽明谷 就更奇葩了 全员修行死灵之术 整日在乱藏岗附近瞎转呀 别人修行靠灵气 他们修行 靠冤魂诡计 妥妥的世人眼中的邪恶势力 万妖山 自不必多说 是众多妖兽联合起来组成的势力 据说万妖山是 由上古龙族建立 四大势力中 中阶战力 当属万妖山最多 因为妖兽前中期修炼速度极快 但是到了后期 却难以突破瓶颈 这些基本信息 方无明还不如何在意 主要是这四大势力 疑似能跟仙界建立联系 召唤仙人降临 方无明现在虽然不清楚 仙人是个什么概念 但想想也知道 绝对是一巴掌 能拍死大成天尊的存在 实在过于恐怖 不可提前与四大顶级势力爆发冲突 方无明思索之间 天女宗的战船 竟然已经停靠在不远处 以方无明的势力 此时也能看天女宗战船甲板上 众多天女宗弟子 他们也正在好奇 打量无明宗战船 不过 他们看到方无明时的神情 却毫不掩饰厌恶 方无明一下子没了心情 在打量对面甲板 真特么会切 希望这天女宗战船 只是恰巧停靠在此地 拍卖会之前 应该都不会跟这群小娘皮 有什么交集 方无明正准备转身离去 无明宗的道友 在下天女宗内门长老肖艳男 不知无明宗道友 可否上传一续 突然一道清冷声音传来 听起来音量不算大 方无明却是能听得清晰 这肖艳男 似乎已经在极力克制自己 但方无明依然能听得出 对方很是不屑 与无明宗产生交集 似乎只是在遵从某人的命令而已 方无明心中顿时不爽 还上传一续 没空 真以为谁都想上你那破船 还是请天女宗的道友 来我们这边一续吧 血无双语气 不带任何感情 也不太能理解 天女宗这奇怪作风 性别乃天定 为何要 文言 肖艳男眉头微微皱起 显然是不满对方的态度 不过肖艳男还是忍住没当场发作 而是转头看向一旁的年轻女子 圣女 现在怎么办 这无明宗 显然是不把我们天女宗放在眼里 天女宗圣女抬手制止 肖师叔稍安勿躁 莫要忘记了 宗主交代的任务 肖艳男心中不悦 欲言又止 肖师叔 我们还是去一趟吧 亮他们也不敢对我们如何 伴住相后 在方无明差一目光下 天女宗巨大战船上 竟然真的腾起几道长虹 直奔无明宗战船而来 竟然真的敢来 这种巨型战船 不仅对外防御力惊人 攻击力炸裂 内部一般也是不止诸多杀阵 以防敌人入侵到内部 只是战船上的武器系统 不会轻易使用 消耗过于巨大 补充能量也需要一些时间 看来这天女宗 当真是自信无比啊 就跟之前那几个老乌龟一个样 不过 对方怎么说 也是家大业大 方无明于茶几前起身 几位道友请坐 这四五名天女宗弟子 面对方无明的话语 皆是显得不太自然 其中一名气质最为出众的 天女宗弟子 面带微笑开口 道友客气了 我乃天女宗这一代圣女梁星 这位是肖艳男长老 梁星并未继续介绍下去 显然其余都是一些普通天女宗弟子 原来是天女宗圣女 久仰久仰 在下方无明 请坐 方无明 莫非眼前之人 就是这无明宗之主 为何一点修为都没有 但生命气息 却是远超一般高阶修士 暗下心中一傻而逝的疑惑 梁星宵艳男入座 两位来此 想必不是为了一口茶水吧 方无明微笑问道 哼 无明道友果然是爽快人 那梁星就直言了 传闻 无明宗目前还未加入任何阵营 方无明点点头 梁星继续道 根据本次拍卖会规则 参加拍卖会的各方 都需要拿出一件不俗的物品来拍卖 我们四大顶级宗门字不必多说 每个宗门都会拿出一件阵宗之宝 至于百宗联盟那边 姑且算作一家 只需拿出一件即可 梁星说完 轻飘飘看向方无明 意思很明显了 无明宗要拿出何种之宝 来得到参加问道果拍卖会资格呢 方无明不动声色 清敏一口茶水 第65章 私下交易 方无明轻轻放下茶杯 问道果拍卖会规则 之前自然也从血无双处得知 美方大势力 都需要拿出一件质宝来拍卖 这也算是变相分散问道果竞争压力 让各大势力的注意力 分散一些到各家拿出的质宝之上 毕竟对于各家拿出的质宝 门槛还是不低的 真正的世间质宝 至少价值不能低于问道果太多 圣女无需担心 无明宗字会拿出合格的拍卖会入场券 显然良心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 思虑再三 良心再次开口 那无明道友 可好奇 我天女宗拿出何物 方无明笑而不语 我天女宗此次拿出的质宝 乃是一块圣女精 虽说 只是从母经上脱落的一小块 但也足以让人法骨洗髓 修行资质将会得到巨大提升 虽不像问道果那样 能让人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 但效果也是足够诱人 要是无明道友感兴趣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先私下交易的 我们这次特意多带了一些圣女精 方无明微微点头 各大势力拿出来参加拍卖的质宝 一般不会轻易透露 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天女宗主动说出来 还算是有些诚意 可是 提前私下交易 莫非 良心圣女 想必不会缺零食 到底想从我无明宗得到什么 就请直言吧 良心环顾一圈 略微犹豫 却不见方无明之开身后侍卫 那我就直言了 我们天女宗 想从无明道友这里 获得一枚长生仙丹 方无明失笑道 圣女可知道 仙丹在这个世界 不可能炼成 天女宗众人文言 皆是眉头一皱 莫等良心开口 方无明继续道 这长生仙丹 可是我无明宗正宗至宝 全宗上下仅此一颗 想得到这颗仙丹 恐怕 贵宗还得多付出一些代价 方无明早就料到 对方这次来的目的 毕竟只包不住火 自己利用长生仙丹 凝聚无明宗 自然就得承受其后果 文言良心顿时双眼金光闪烁 当真 无明道友需要什么样的代价 尽管开口 一枚长生仙丹 意味着至少百万年寿命 意味着天女宗长胜不衰 更意味着良心失尊的性命 也就是天女宗现任宗主 方无明时只轻敲桌面 似乎正在思考 索要何种代价 良心此时 心中激动不已 更让良心震惊的是 这无明宗竟真的拥有 传说中的长生仙丹 之前还以为只是 以讹传讹 真是想不到啊 当然 传闻中 这无明宗内 长生仙丹一掏一大把 显然是夸张的说法 没有人会傻到去相信这种鬼话 相信这些话的 都是一些不知道 长生仙丹 是何物的俗人罢了 良心心中 暗暗下了决定 不管这无明宗提出什么价码 只要不是过分的离谱 这次交易 立马成交 在良心迫切的目光下 方无明缓缓开口 代价 其实也简单 只要圣女宗 不再参与任何 针对无明宗的活动 当然 还有圣女经 当真如此简单 不反悔 千真万确 如果圣女觉得可以 现在即可交易 良心心跳加速 这一切出乎意料的顺利 本来已经制定好备用计划 如果无明宗执迷不悟 天女宗为了老宗主的性命 也只能被迫并急乱投医 参与百宗联盟提出的 所谓的肃清计划 但是现在 无明宗已经主动放弃 长生仙丹 而且还提前私下跟天女宗交易 天女宗自然不会费力不讨好 跟那帮道貌黯然之辈 去肃清无明宗 无明宗提出的这些要求 简直是正中天 女宗下怀 良心二话不说 一抬手 一个精致玉盒 突然出现在良心面前茶几之上 这是我们这次 带出的所有圣女精 共八块 当然 我们会留下一块 今后 我们天女宗 不会参与任何对无明宗不利的行动 我作为天女宗圣女 以道心启示 无明道友大可放心 方无明略微诧异 看来天女宗确实很需要这颗 长生仙丹 咔嚓 良心说完 主动打开玉盒 微微向前推去 顿时一股着烧之感 扑面而来 方无明强忍着烧之感 两个呼吸过后 似乎体内更加通畅 只是稍微靠近 就有如此功效 果然是奇悟 方无明满一点头 也是不含糊 从袖中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玉盒 良心道友 这里面 就是长生仙丹了 良心小心接过玉盒 紧打开一丝缝隙 果然是仙的气息 就连一旁 一直冷着个脸的宵夜男 此时眼中也抑制不住 闪过一丝贪婪 多谢 方无明摆了摆手 各取所需罢了 希望良心道友 不要忘记 今日誓言 天女宗众女 得到长生仙丹 莫了再继续逗留的兴趣 在方无明目送下 匆匆告辞离去 白衣大哥 为什么要给他们 这几块破惊时 哪有长生仙丹贵重 九鼎商会内也有收藏 有一些圣女经的 方无明不再望向天女宗巨大战船 转身看向颜月 笑道 月儿姑娘不必多言 这还只是个开始 相信很快 其余顶级宗门就会陆续上门 眼看方无明一脸淡然 胸有成竹的模样 颜月到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默默掏出一颗灵国啃了起来 方无明早有计划 幸亏先来讨要 长生仙丹的良心态度 还算可以 诚意也足够 这让方无明决定实行第一套方案 也就是 使用长生丹换来这些顶级宗门 暂时不插手无明宗之事 无明宗发展为难遇顶级势力 再方无明看来 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到现在 无明宗也才成立不到一月 如果今日来的不是良心 而是一些趾高气昂之辈 来威胁无明宗 那方无明将实行另一套方案 也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当着所有势力的面 卖出长生丹 以长生丹的诱惑力 跟这些宗门的贪婪 绝对少不了一场血雨腥风 倒是自己 只需坐山观虎斗 掌握稀缺资源 算计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方无明 常常呼出一口气 现在的局面 也还算可以 想必天女 宗爵不会透露 长生仙丹之事 等其他顶级势力上门时 忽悠起来 也是毫无顾虑 白衣大哥 那边 又有几艘超大的战船来了 第66章 三家联合 恐有蹊跷 盗天仙宫 幽明谷 万妖山三方势力 竟是同时到来 看着架势 似乎是结伴来 方无明微微皱眉 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果然 直到放无明吃完宵夜 这三方势力 都无人上门 也没有邀请自己出去 莫非这三家势力 一开始就没打算私下解决 非要在明面上举起大旗 肃清无明踪 肯定是百宗联盟 那帮龟孙出的馊主意 接下来的时间 方无明心头 总有不妙的感觉 三大顶级势力 依旧无人上门 最终方无明 已经在心中 做出最坏的打算 这次允建渊之行 那具先师傀儡 自己必须得弄到 不然接下来 难以应对这些 顶级势力的围攻 间隔区域 一切风平浪静 很快到了拍卖会举行的日子 无明宗战船 广阔甲板上 方无明站在一处高台之上 诸位 到了你们立功的时候了 本宗主也不多说什么 只有一点要求 那就是 尽量保住自己的小命 想必你们已经了解到 战争的威力了 想保命 就要依靠团体的力量 方无明一顿激情演讲过后 准备出发 甲板上 上万修饰 同时发动身上的上品灵气 突兀消失于原地 方无明望着 空空如也的甲板 满意点头 这种隐匿气息 跟身形的上品灵气 连神识一般的 合体气强者 也难以察觉 但基本无法瞒过 大成七修士 不过 有天机盒的存在 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许多 这家伙 可是连天道 都能短暂蒙蔽的存在 方无明转头 看向一旁的血无霜示意 血无霜微微点头 直接祭出一艘华贵非洲 非洲不算大 堪堪能容纳上百人左右 不过此时 血无霜带来的人 也就二十几个 再加上方无明几人 这非洲也还算宽敞 方无明众人跳上非洲 直奔远处陨建渊 等真正靠近 方无明才真切感受到 这深渊的震撼人心 非洲缓缓来到深渊裂谷上方 冲入深渊底部 有那么一瞬间 方无明甚至觉得 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宇宙星空 幽闭且深邃 久不久才能看到 不知是什么东西 发出的一丝微光 这特别太神人了吧 这跟方无明想象中 鼎鼎大名的陨建渊 差距也太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 方无明终于看到 下面传来微弱亮光 又过去一炷香 非洲终于重新接触地面 周围依旧昏暗 不过方无明还是能看到 这里有不少人为开凿的痕迹 前辈 这边请 这就是允建渊小世界入口了 血无霜指着一块青黑色巨石说道 方无明一正 这怎么又跟自己之前 见过的所有传送门不一样了 眼前这分明就是一堵石墙啊 血无霜说完 一马当先 直接朝石墙走去 眼看就要撞到石墙之上 血无霜速度依旧不减 嗖 这堵石墙竟然可以穿透的 方无明偷偷瞥了周围大火一眼 估计也就自己跟凌若霜两姐妹 没见过这种传送门了 方无明不动声色 跟上血无霜步伐 踏入石墙 没有任何眩晕的感觉 方无明下意识抬手遮住自己双眼 因为这小世界里 此时竟是烈日当头 等眼睛稍微适应 方无明终于能打量周围环境 没有郁郁葱葱 只有风沙扑面 天上的太阳也不像是太阳 给方无明的感觉 更像是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方无明揉了揉眼睛 不再多想 继续打量四周 周围还有不少修士 应该也是刚进来不久 美方势力人马分堆聚拢 似乎是在等待剩余人马 又过了一会儿 终于有第一批修士 寄出非洲 往小世界深处飞去 方无明也终于在此看到了 这几天苦等的那三个顶级势力之人 不愧是顶级势力 此时巨龙的修士 目测已经五千人左右 方无明不知道 这五千人 是不是都是原因期以上 不过实力肯定是不可小觑 那三个顶级势力之人 似乎真的不太想理会无明宗之人 见到无明宗来了人 那三个顶级势力之人 就寄出一艘小型战船 一眼看去应该只有仅百米长 跟之前小山脉 一般大小的战船没法比 几千人一跃而上 甲板上顿时显得有些拥挤 方无明也知道 这是因为小世界入口 无法让巨型战船通过 而一般的储物界空间有限 自然也就无妨将太大的战船 带入这个小世界 那三家顶级势力 能拿出那么大的战船 在这里 也已经是极为亮眼的存在了 那些百宗联盟之人 基本都是只能承载二三十人的小非洲 甚至不少修士 直接遇见而去 虽遇见赶路 久了难免会影响战力 但奈何 没有合适非洲 也没办法 无明倒有 我们又见面了 一个熟悉声音传来 方无明转头看去 竟是梁星 此时 梁星身后大批女修士 笔直战力 方无明微微皱眉 这天女宗 竟也来了五千人左右 不对 刚才那边 三家顶级势力加起来 也才五千人左右 为何天女宗一家 就有五千人之多呢 到底是天女宗人多 还是那三家 还有人手隐藏在暗处 在外面埋伏 方无明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 怪不得这三家走得这么近 怕是私底下 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三家顶级势力 竟然破天荒联合起来了 不太妙啊 梁星飞尽 见方无明 只是微微点头示意 似是心中有所忧虑 梁星似乎心情不错 也看得开 无明道友 看来这次问到果归属 我们机会有些渺茫啊 我也好奇 为何那三家竟然走到了一起 一直自诩正统的道天仙宫 竟然跟那帮整天鬼气缠绕的 幽冥古之人同流合乌 万妖山更是奇怪 之前他们可是很反感人类修饰的 梁星一番话 方无明眉头更加紧皱 梁星道友 倒是看得开啊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就此打道回府了 梁星失笑一声 不再大话 也是 寄出一艘小型战船 一跃而上 天女宗众人离去 此地一下子没了人气 只有零零散散一些修士 应该是百宗联盟之人 果然 这就是一个临时的 极其脆弱的联盟 根本没有任何凝聚力 各个宗门单独行事 以这帮人动不动就要喊打喊杀的尿性 怕是直到现在 盟主都还没选出来 毕竟大家实力相当 凭啥得听别人指挥 方无明微微摇头 不再看向那些百宗联盟之人 前辈 我们是否也该出发了 血无双有些尴尬问道 嗯 那就出发吧 前方拍卖会场 得到方无明肯定的回答 血无双就要 祭出刚才的非洲 虽然这艘非洲 跟顶级势力的非洲 比起来有些寒酸 没办法 这已经是血无双 此时能拿出来的最大的非洲了 主要还是没有好的储物件 无双道友 此地空旷 不必再使用这小小非洲了 还是使用巨型战船的好 呃 前辈的意思是 只见方无明嘴角微微翘起 大手一挥 第67章 那就得好好讨个说法了 云间园小世界内 一处平原之上 一座小城上空 静静悬浮着众多非洲 还有几艘小型战船 小师说 你现在的境界 真的已经降到园阴期了吗 良心好奇 扫过四周平原问道 萧燕南微微点头 确实 现在我所能动用的灵力 恐怕还不及一般的原因中期修饰 不过圣女不必担心 这里应该没有人能破开我的防御 况且 这里所有人的境界 也都被压制住了 除非原因之下 才不会受到干扰 良心露出轻松笑容 我也只是好奇而已 无妨 这问道果 我们就是来凑凑热闹 保证众弟子安全即可 也算是一次不错的历练 萧燕南微微点头 表示同意 毕竟现在圣女 已经已到新起事 不再参与对无明宗不利的活动 那到时候 问道果的争夺 自然不可能跟无明宗死磕 萧燕南看着自己从小待大的小圣女 或许是得到长生仙丹 老宗主性命无忧 此时小圣女一扫之前阴郁之色 萧燕南也是心中欣慰 良心刚满18岁 就已经到达 原因大圆满境界 旁人只觉得是宗门偏袒她 可萧燕南 可是每天都亲眼看到 良心勤奋刻苦的模样的 只因老宗主 早已经将天女宗的未来 托付给小圣女 这份重担 就这么落在一个未经人士的小女孩身上 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跟内部的勾心斗角 她一直都是坚强面对 从未放弃 哪怕希望渺茫 圣女 我们下去吧 天女宗众人 飞离小型战船 直接落入城内 这座小城 原本是一些前来寻找机缘的修饰的聚集点 久而久之 就发展成一座小城池 城池之内 一个凡人都没有 街道上也少了一些热闹 只有一些修饰在私下交谈 似乎是在抑论着什么 天女宗众人 静止来到城池中心一处由大理石铺就的广场之上 此时广场上已经是分成好几拨势力 各自占据广场一席之地 良心只是扫了一眼 便知道这些势力来历 三家顶级宗门 老对头了 之前这三家老头队 似乎还想拉拢天女宗入伙 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被自己给拒绝了 还有一方势力 便是所谓的百宗联盟 一群乌合之重罢了 眼看广场 还有一处空地 天女宗众人会议 这应该是特意为天女宗所留的空间了 各方势力等天女宗众人安置好之后 广场内所有目光都落到广场中央一座石台之上 石台上十几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正是主持这次问道过拍卖会的大成天尊们 这些大成天尊来自各方势力 诸位 既然各方皆已到场 那就开始吧 按照之前说好的规则 各方请先拿出参与拍卖的物品吧 高台上以为老者低沉声音传开 显然各方势力早有准备 纷纷拿出至宝 由高台上一位大成天尊 亲自下台确认取走 眼看一位白袍老者身形缓缓飘浮而来 良心微微皱眉 怎么 莫非堂堂天女宗 拿不出参加拍卖的至宝 白袍老者语气不善 各方势力还未到齐吧 良心作为一宗圣女 即使面对大成天尊 依然没多少好脸色 直接问出心中疑惑 良心此话一出 不少目光看过来 有疑惑有不羡 果然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妮子 哼 天女宗要是拿不出参加拍卖的至宝 那便请退出广场 白袍老者念色更加不善 堂堂天女宗会拿不出 我看是不想拿吧 不错 我看这帮小娘皮 就是故意来捣乱的 不想参加就赶紧滚 周围势力之人 本就因为等待而不爽 此时皆是拱火 想就此逼走天女宗 少一个劲敌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太可能 但也不妨碍过过嘴 放肆 萧嫣男身上气势陡然爆发 你才放肆 你个老妖婆 老子人你很久了 幽冥谷队伍中 一名老者怒气冲冲 丝毫不示弱 顿时 天女宗众人皆是目露凶光 气势爆发 幽冥谷之人也不遑多让 其余势力健壮 虽不想现在就开战 但也不可不提防 做好最坏的打算 也是纷纷摆出 要死战到底的模样 转眼间 广场内陷入诡异的安静 多股强烈杀意 弥漫整个广场 远处围观的一些散修 更是二话不说 直接顿走 不到两个呼吸 整个小城内 就只剩几大势力之人 就在众人僵持不下之时 怎么可能 不知是谁第一个 发出惊叹 紧接着所有人都看到了 远方地平线上 正有一个庞然大物 急速飞来 宛如一座小型山脉 竟然是一艘大型战船 怎么带进来的 是吴明宗 吴明宗战船 转眼来到小城池上方 下方的小城池 顿时陷入黑暗 小城内广场上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内心震撼之余 都多了一丝警惕 要是在小世界之外 这样体型的战船 虽然强大 但各方势力多多少少 都有个几艘 但目前 显然只有 这吴明宗拥有 这样的战争堡垒 一家独大啊 方吴明扫了一眼下方 竟然都到齐了 就差自己了吧 然而方吴明 很快发现 下方广场 似乎已经没了位置 而且 似乎气氛 有些不太对劲啊 方吴明并没有打算 就这么下船进城 而是招来见天星等 十位大城修士 方吴明略微安排几句 见天星十人 恭敬领命 身形再次引入 虚空消失不见 做完这一切 方吴明 才示意去 无双寄出非洲 没过多久 在广场上众多修士 不善的目光下 吴明宗众人 将落到广场外围 刚一落地 雪无双 带来的二十几位 高阶修士 早已被周围投来的 敌意目光震慑住 竟是不敢前进 独下意识 看向方吴明 怎么 诸位不欢迎我吴明宗吗 方吴明自然 也察觉到周围人目光 故意发问 要是在之前 此地众多修士 肯定有胆肥的 敢在此时搭话嘲讽 可 头顶那巨大战船的威慑里 而且还不知道 战船之内 还有多少人 一时间 竟是无人敢当 这个出头鸟 吴明道友 你有所不知啊 这些人刚刚打算 偷偷举行拍卖会 还特意不给 吴明宗预留位置呢 良心轻飘飘一句话 顿时让现场气氛 更加诡异 方吴明 虽早有猜测 但此时 还是皱起眉头 一副满脸不解的模样 哦 那我吴明宗 今日 就得好好讨个说法了 第六十八章 摊牌 踢天行道 哼 讨个说法 现在真是什么 阿猫阿狗 都敢端起架子了 百宗联盟阵营中 传出声音 方吴明诧异 三个顶级势力 都没开口 反倒是 百宗联盟的人先开口 众人目光看去 只见说话的老者 自觉站到队伍前方 盯着 无名宗众人的方向 毫不掩饰眼中的仇恨 方吴明一眼认出 这老头就是在 血月承袭广场上 对自己出手的那个老头 真是讽刺 导致祸端的老头 的碧云宗遭了殃 想到这 方吴明眼中 也是怒意涌现 这老头 就是个毒瘤啊 不仅导致碧云宗覆灭 如今更是让各方势力 轻松有了 肃清无名宗的借口 区区丧家之犬 本想留你一条活路 现在看来 也只能送你 去见你的同门了 方吴明此言一出 在场中人皆是心惊 虽之前有传言 瞬息之间覆灭碧云宗的 乃是影视宗门无名宗 但大部分人都认为 这只是御家之罪罢了 不过是眼馋 吴明宗的家底 跟传说中的仙丹 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出手而已 可如今 吴明宗之人 似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承认了此事 在场各方势力 根本不在乎 碧云宗的死活 只是 这吴明宗 竟真的有 瞬息覆灭碧云宗的实力 不少人偷偷抬头 看向上方 笼罩住整个小城的 巨无霸战船 心中皆是更加警惕 万万不可当出头鸟 万一被吴明宗盯上了 碧云宗老者闻言 心头一抽 不过 很快就平复下来 这里这么多势力看着 难不成吴明宗 还真敢对自己动手不成 各位道友 你们也都听见了 这吴明宗 必定是凶手无疑 这样一个一言不合 就覆灭一个 大宗门的吴明宗 简直是与邪修无疑 我等正派人士 都应当联合起来 先灭了这吴明宗 碧云宗老者 振振有词 极力为吴明宗拉仇恨 丝毫没察觉到 不远处幽明谷 众人眼中的敌意 啥叫与邪修无益 然而 碧云宗老者一番话过后 广场上竟无一人搭话 方吴明冷笑 你以为在此胡言乱语 今日就能逃过一劫吗 一如既往的愚蠢 碧云宗老者背方 吴明的话 振得微微亮强后退 环顾一圈 平时还跟自己 称兄道弟一些人 此时竟是熟视无睹 任由吴明宗 继续施压 碧云宗老者 一颗星辰到谷底 看来今日要有一节 一帮伪君子 根本没想过 为碧云宗伸张正义 既然如此 就别怪老夫 把这谁搅魂了 碧云宗老者眼中 顿时充满疯狂 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哼 好一个吴明宗 你们也蹦到不了多久了 碧云宗老者 恶狠狠盯着方吴明 紧接着目光 扫向三家顶级势力 所在方向 继续看向方 吴明开口 你就不奇怪 为什么三家顶级势力 就来了这么点人吗 哈哈 闻言 方吴明好似想到了什么 双眼微微瞪大 碧云宗老者 继续开口 他们早就 so 一道流光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直接洞穿碧云宗老者脑袋 碧云宗老者 到死也想不到 自己合体出气修为 竟然就这么 被暗算致死 毫无抵抗能力 到嘴边的话 再也无法说完 哼 邪修怎么了 这老头唧唧歪歪 老子看着就不爽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幽名古队伍中 一名浑身黑气 缠绕看不清面容之人 手中拿着 看似弓箭的灵器 一脸不屑 似乎宰了一个 合体七强者 跟宰杀一般家畜无意 殷九幽 你干什么 盗天仙宫一身 穿盗袍老者 当即出言呵斥 不过 谁都看得出来 这盗袍老者 并不打算 对殷九幽如何 看起来更像是场面话 殷九幽冷哼一声 收起武器 并未搭理白袍老道 而是望向广场中央高台 拍卖会还办不办了 老子还忙着呢 看着盗天仙宫 对幽名古一唱一和 想就这么借过此事 方无名愈发肯定 这三家顶级势力 另有图谋 嗨嗨 既然如此 拍卖会照旧进行 各方势力 还请速速拿出至宝 高台上一位大成修士 突然开口 显然也没把碧云宗的事情 放在眼里 这位大成修士 看向方无名这边 诸位道友 就请一步天女宗附近吧 那边还有一些位置 这位大成修士说完 便不再看 向方无名这边 准备正式开启拍卖会 且慢 嗯 无名宗的道友 是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纷纷疑惑 看向方无名 方无名目光 扫过在场众人 声音低沉 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在场各位 众人都看到方无名眼中寒意 无人应答 诸位 真的非要对我无名宗动手吗 此话一出 全场气氛 瞬间凝固 没想到 无名宗竟如此直接 哼 老子早就说过了 直接动手就好了 非得弯弯绕绕的 都等了这么久了 这问道国在等上一等也没什么 反正迟早都得动手 整个广场上 回荡着阴久忧不满的声音 三大顶级势力之人 皆是面面相去 显然这也出乎了 他们的预料 原本的计划 可不是这样的 百宗联盟之人 则是面露惊疑 完全处在状况之外 到天仙宫到袍牢者也是 上前两步 九幽道 有果真是急性子 既如此 那我到天仙宫 今日就要替天行道 诸位无名宗众人 老朽已经彻底查探过了 这无名宗根本不是什么 隐世宗门 而是近期突然崛起的 这崛起的速度 显然不是正道之人 所能做到的 想必是做了不少 伤天害理之事 老朽在此 邀请所有心怀正道的道友 一起出手 一起为南狱 除去一大祸害 这老道 就这么三言两语 直接就给无名宗 推上刀口浪尖 方无名 也是震惊于这老道 一本正经瞎说的本事 什么显然 必定 不过这也证实了方无名 此前猜想 这三家顶级势力 能联合在一起 必定会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现在看来 这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无名宗了 只是没想到 这帮家伙 突然就摊牌了 方无名心中冷横 无所谓了 想杀自己的 自己 从来不会手软 方某再给你们 最后一次机会 不想与无名宗为敌的 现在可以离开了 不然 待会儿可就走不了了 第69章 万人战阵 已成 这小子莫不是被吓傻了吧 多办事了 就由自取罢了 小子 老老实实 交出无名宗抵御 我们就此离去 不再掺和此事 我要天上那艘战船即可 各方势力 纷纷出言嘲讽 甚至都已经开始 瓜分起胜利果实 因为在他们看来 即使无名宗不知 怎么将一艘巨型战船 带入小世界 但总人数上 总不可能 比几大势力 加起来还多吧 今日此地 无名宗众人 已是死局 见在场中人 竟无一人有 离开此地的打算 方无名心中 无奈叹息 人为才死啊 今日他们不死 无名宗将永无宁日 良心道友 你们如何选择 良心文言 面露难色 反倒是一旁的 萧燕男上前 微微拱手 道友请勿见怪 此事 我天女宗 无法插手 方无名微微点头 想不到天女宗 似乎还因为 无法帮助无名宗 而略有歉意 天女宗众人 纷纷飞离此地 看样子是打算 直接离开小世界 其余势力健壮 也没出手阻拦 一个传承久远的 顶级宗门 没有人会去找不自在 去得罪他们 道天仙公道袍牢者 目送天女宗众人 离开后 如何 是束手就擒 还是要挣扎一番 你们 可自行选择 这老道 着实可恶 道友真是慷慨啊 不过 我无名宗 可就没这么慷慨了 今日 你们已经没得选择 随着方无名话音一落 嗡 整座小城 突然微微震战起来 紧接着小城 似乎是被隔绝起来 彻底与外界 失去联系 道天仙公道袍牢者 瞬间反应过来 幽名古万妖山之人 快速处理天上战船 道天仙公同门 随我击杀眼前 无名宗之人 道天仙公老者 竟是身先士卒 化作流光 直冲向方无名 然而下一瞬 道天仙公道袍牢者 只觉得后背顿身恶寒 不好 是致命的危机 道袍牢者下意识 记出一口中 笼罩住自身 动 一道惊天剑芒 从方无名身前虚空中 突兀出现 直指斩向道袍牢者 剧中之上 突 道袍牢者一口鲜血喷出 面色煞白 竟是直接被震成重伤 剑芒去世不减 道袍牢者身后的 道天仙公众人 来不及做出反应 已经被剑芒斩成两段 纷纷掉落地面 这 这剑芸 是他 有人惊呼出声 声音颤抖 众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给震住了 纷纷停下手中动作 看向方无名 只见方无名身前 缓缓浮现一名身穿铠甲 宛如铁塔的身影 人途见天心 竟然真的还活着 诸位 这无名宗果然不是什么好鸟 人途竟然也是他们一员 原本就不知所措的百宗联盟众人 此时更是不知道 要不要动手 来此的大多是老一辈修士 对于人途见天心的凶名 还是略知一二的 还莫等各大势力 众人回过神来 小城上空 又出现大批 身穿铠甲的修士 一千 两千 五千 眨眼的功夫 四周空中密密麻麻的人影 万人战阵 已成 无名宗众人 跳上非洲 临走前方无名兵冷道 问道果 各大势力至宝 别弄坏了 此番任务完成 回到宗门后 每个方队 都可获得一枚仙丹 多谢前辈 见天心再难掩 是心中激动 终于 上万无名宗修士 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身上气息 再次拔高 各大势力 见此清醒 心中忐忑 蓝玉何时有了这么一个 逆天的高阶修士军团 装备 还如此精良 见天心 竟真的是你 道天仙公道袍牢者 嘴角一血 目露凶光 哼 无极老道 今日心仇旧恨 一起算 见天心话音一落 身后顿时再次出现 九个身影 无名宗天尊组 所有成员 全部现身 身上属于大成天尊特有的 气势狂暴碾压而去 你们 竟然也都投入无名宗了吗 诸位道友 这无名宗 果然是一个天大的祸患 想必无名宗的底蕴 都在此了 今日正是一举歼灭 无名宗的天赐良机 无极道人大意凛然 环顾四周 目光最终落到 一直不吭声的万妖山 万妖山队伍 最前方一名身形 高大魁梧中年 红发红然 就连瞳孔也是 鲜艳的红色 整个人看去 宛如一头绝世凶兽 正是万妖山 此次领头之人 敖行 敖行感受到无极道人目光 瞳孔稍微颤动 现在 无名宗表现出来的战力 此地某个单独的宗门 都不可能立敌 敖行虽然看不上 无极道人跟英九优这些货色 但此时 一起联手 显然是最佳的选择 不然 今日大家都有可能被 永远留在此地 万妖山的道友 你们意下如何 无极道人再次催促道 如果万妖山之人不傻 此时肯定会点头 同意联手 哼 真当我等是空切 诸位 动手 见天心跟着无极道人 可有不少救援 此时 更是被无极道人的行为 彻底点燃怒火 随着见天心化落 无名宗十位 天尊身形 再次没入虚空 紧接着 整座小城剧烈震动 不好 快集中起来防阅 一些感知敏锐的修饰 率先发出惊呼 只见小城 从城郊外围开始 地面似乎是被硬生生掀起 形成百米高的巨浪 当然 是碎石与土木混合形成的 巨浪夹杂狂暴之力 快速冲向小城中央 轰隆崩 巨大的冲击 小城 早已消失无踪 一些离得近的散修 甚至直接是口吐鲜血 不顾伤势夺路而逃 远处这是非之地 如此威势 巨浪冲击的核心处 怕是一般的高阶修饰 都难逃一死啊 转眼间 原本就不算繁华的小城 此时只剩中间 一小块广场 被众多修饰 联手撑起防护罩给保了下来 但显然广场之上的人数 竟是已经无端端少了三分之一 就在广场上 众修饰 心有余悸之时 空中突然陆续闪烁金色光点 不好 都别藏着掖着了 先合力顶住这波攻击 不然今日我等 都得殉命于此 无疾道人 终于是面露惊恐之色 实在不得不惊恐啊 一个照面 当场损失三分之一占领 而且 此时这座小城 似乎已经被某种精妙战阵 彻底包围 响应闯出去 已经是不太可能 只有先拖延 再伺机发起反攻 好 一道震撼人心的龙银突然响起 众人看去 万妖山队伍中 三条巨龙腾空而起 欲突破战阵围堵 天机道人心中暗骂 一群畜生 竟想独自逃之夭夭 说时时那时快 空中无数金色光点 几乎是一出现 立即击射出强劲光束 直直轰向广场 众多修饰 第七十章 双剑在线世间 无疾老道 还在等什么 幽鸣鼓的英九幽爆喝一声 也是快速祭出防御法宝 已经来不及 等不到无疾老道的回应 轰隆隆 广场上高阶修饰 维持的防御护照 仅维持不到一个眨眼的功夫 轰然破碎 几千高阶修饰 直面万人战阵的恐怖攻击 煞世间 惨叫声此起彼伏 这还是运气好的 没被直接一击轰成渣 运气不好的修饰 直接是无声无息 化作积粪 神魂俱灭 万妖山腾空的三条巨龙 有余飞在空中 此时 只能承受全方面的攻击洗礼 不到两个呼吸 三条巨龙冲天之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放缓 甚至隐隐有要重新跌落地面的趋势 形势急转直下 各大势力之人 直到现在 都还没看清出手之人的身影 就已经基本丧失最后的反抗机会 目前还剩下这点人 别说反抗了 能不能活过下一波攻击 都难说 无疾老道 就由本天尊来 亲自了结你 无疾道人 不满血丝的双眼 猛地抬头 只见不远处空中 浮现一人影 剑 天 心 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 枉费我家老祖 为你而遭受天道反噬 你不得好死 无疾道人 艰难抵挡战阵攻击 咬牙切齿 见天心闻言 心中顿时火起 本天尊与你师尊的交易 早已完成 而且 你师尊也交代过 不会让本天尊 滥杀无辜 可你 不仅设计 让本天尊被富人徒恶名 竟还心思歹毒 想在最后期限之前 坑害本天尊 今日更是理直气壮 称本天尊为人徒 今日你必死 一番话说出 见天心多年心结烟消云散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本以为此事 会将永远生埋心底 看在无疾道人师尊的面子上 至今才未图了 这无疾道人 可如今 自己也只是顺势而为 无疾老道眼中 闪过残忍之色 在见天心面前 不仅自己这点 本是无法活命 就连自己 在道天先公的身份 绝技也是无法震慑见天心 见天心 你一辈子都只能 给我当狗 此时此刻 也不例外 哈哈 哄 无疾道人露出变态狂笑 深周地面 突然被其身上气势 震得军裂 紧接着地面军裂的纹路 似乎凝聚成某种玄妙阵法 远处的英九幽剑状 面露喜色 幽冥谷之人 速来会合 全力防御 不必徒劳攻击 万腰山三条巨龙野士 赶紧化回人形 只是全力防御 直面无疾道人的见天心 此时只觉得一股心惊 难道 见天心 瞬间想起了什么 面色大变 军团听令 集中火力 轰杀这劳道 煞世间 万千道足以当场 轰杀炼须七修式的光束 全部集中于 无极老道所在 见天心也是手中 快速掐绝 下一瞬 见天心双手向虚空一抓 竟是从虚空中 拔出两柄长剑 想不到事情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都不知道多少年 没看到天剑跟星剑了 你华也是显出身形 各位 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吧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见天心感应到 身后九道气息 赶紧传音 见天心不等九人回应 快速对着右手里的星剑念念有词 下一瞬 星剑脱手而出 好似活了过来 化作一道流光直冲地上的无极道人 无极道人面露惊恐之色 但无能为力 只见星剑好似不属于这个时空 无极道人深周护照 宛若无误 星剑直接没入无极老道体内 莫等无极老道 好好感应自己体内的变化 只见一道横贯天地的巨大剑芒 依然朝自己劈来 天剑之威 恐怖如斯 周围修饰 皆是肝胆剧烈 这样的剑芒 下剑 真的还有什么东西 能抵挡得住吗 轰隆隆 在场所有人 都能清晰感知到 周围空间 似乎在极力压制这道惊天剑芒 小世界内方圆千里 都能感受到空间阵战轰鸣 真该死啊 那边那条老罗 还不快过来帮忙抵挡一下 阴久忧心中 郁闷无比 这无极老道特嘛 就是个白痴吧 非要等到最后时刻 才肯动用底牌 现在好了 天剑之威 如何抵挡 如果没人帮忙 抵挡天剑的攻击 这老道的召唤法阵 怕是要前功尽弃 说不得老命 还得搭进去 万妖山的敖行 此时听到阴久忧的话 竟是没有丝毫犹豫 冒着漫天攻击 直冲无极道人所在 然而此时的无极道人 却是眼神空洞 仿佛失神 阴久忧心中暗骂 糟了 听闻星剑斩魂 这老道怕不是 已经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 不过还好 召唤法阵已经启动 现在只需要在仙人降临之前 保护法阵不被破坏即可 阴久忧手中快速掐绝 从怀中飞出遗物 竟是一面漆黑小棋 并不完全漆黑 似乎其上还有些血字 小棋中隐隐传出万千哀嚎 去 随着阴久忧一声令下 小棋迎风变掌 快速迎击剑芒 与此同时万妖山 凹行也是快速祭出一面巨大盾牌 挡在无极道人前方 盾牌上不满争鸣灵片 虽是一面盾牌 可却让人有种无坚不摧的灵力之感 轰隆隆 阴久忧寄出的黑棋 此时已经遮天蔽日般巨大 跟天剑剑芒在空中碰撞 巨大的冲击波 周围众多元英修士 无疑幸免 轻则人仰马翻 重则内斧震碎 无名踪战船之上 方无名 还是第一 近距离观察此等战斗场面 再一次被深深震撼 对于修仙的向往更上一层楼 然而此时的方无名 只觉得自己 是在观看一场三地特效大片 但没有字幕 看起来 战阵之内的修士 每时每刻都在减少 局势大好 可身旁的血无霜等人 却是一脸严肃 眉头紧皱 天机 现在战况如何 保险起见 方无名还是赶紧先问问 可别因够翻船了 天机 天机和似乎没了反应 我操 别吧 这个时候掉链子 说好的不用担心呢 说好的会出手呢 方无名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心中万马崩腾 第七十一章 仙人降临 强盗 辞了 殷九幽寄出的黑旗 抵挡不到一个呼吸 直接被剑芒斩成两半 扑 殷九幽一口 黑色血液吐出 身形一晃 直直跌落地面 然而 今天剑芒去世不减 副谷主 不远处幽明谷之人 皆是震惊 副谷主 虽说刚达到天尊之境 不过百余年 但副谷主祭出的黑旗 可是大有来头 来世幽明谷镇谷至宝之一 竟然就这么被毁了 不愧是老牌天尊 一剑之威 恐怖如斯 不仅幽明谷众人 地面所有修饰 此时一颗心 直接就凉了 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无名宗 就要灵伤亡 将在场其他势力之人全灭了 可 无能为力 一些修饰 直接放弃抵抗 纷纷自爆 以求一个痛快 事已至此 天尊当场陨落 无名宗绝无 留下活口的可能 哄 又是一身汗的巨响 咔嚓 敖行身前盾牌 也是瞬间出现裂痕 好 敖行瞬间显出巨大本体 死死抵住盾牌 可下一瞬 敖行心中 就生起滔天悔意 自己怎么就敢硬汉天剑呢 哪来的胆子 要是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自己绝不会这么愚蠢 不对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自己甚至都不会来这狗屁运建院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收拾那几条母龙 它不香吗 可惜 世间没有后悔药 在场修饰 只看到 敖行身前盾牌一分为二 断面极其归整 紧接着就看到敖行龙眼瞪大 巨大蜿蜒的龙蛆 一动不动 只见敖行身后大地 似乎突兀 出现一个整齐的断层 而敖行身后 阵法内的无疾道人 上半身跌倒在地 下半身依旧站立 真正的惊天一剑 一剑毁掉两剑之宝 同时带走两位天尊 重伤因九优 最让人绝望的是 死地只能动用原音七修为 三大顶级试炼 完败 好 万妖山另外两头巨龙 彻底陷入疯狂 然而 迎接他们的是米华等 九位天尊的无情痛打 战斗走向最后的高潮 谁也没注意到 此时无疾道人狂勇的鲜血 正在缓缓补全地上法阵 法阵重新运行 一张玉符 自动从无疾道人上半身飞出 直接没入法阵中心 消失无踪 无名踪战船上的方无名 此时也是能 大致判断出战局如何 战阵中还活着的修士 此时已经不到一千 可以看得出来 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家伙 真实境界应该不低 才能坚持到现在 虽看起来形势大好 但方无名心中 还是有些不安 怎么回事 真来了 天机盒突然急切传音 方无名惊怒交加 原来你特么没死啊 天机盒一致 并没在意方无名嘲讽 刚才我施展秘书 神识搜寻整个小事件 终于 让我给找到了 真是累死我了 赶紧来几条 极品灵脉压压镜 方无名了然 原来这家伙 是偷偷去寻找 心尸了吗 还行 还以为特么不正业呢 方无名心中满一点头 正要如往常那样 偷偷甩出几条 极品灵脉之时 哄 方无名只觉得 战船突然摇晃 一个亮呛 差点摔倒 等方无名重新站稳身形 旁边一众人皆是倒地 面色惨白 何人召唤本座 还不速速来拜 一道空灵 且震慑人心的声音 回荡在整片区域 紧接着无几道人尸体上空 空间突然被撕裂 一名身穿灰色道袍的中年 从空间裂缝中直接踏出 方无名第一眼看到这中年 心中旧与莫名的奇异之感 仿佛本能地觉得 这名中年并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 仙人 战船上方无名众人愣神之计 地面剩余的道天 仙宫之人则是心中大喜 还真给召唤出来了 上仙 晚辈下界道 天仙宫内门 长老路中原 拜见上仙 衣衫褛的路中 缘故不上 整理衣衫 赶紧上前拜见仙人 这可是现在唯一且坚实的救命稻草啊 没看见上仙一出现 无名宗战阵都停止攻击了吗 这吧 还是晚了 就在路中原心中期待且欢喜之时 只觉得自身突然不受控制 悬浮而起 眨眼间 路中原就不受控制 飞到空中仙人面前 紧接着路中 袁石海被一股强大的神石 直接侵入 过了几个呼吸之后 路中原生机还在 可早已眼神涣散 石海已然崩溃 原来如此 无名宗吗 空中仙人 难难自语 虽然这下界之人 石海崩溃得太快 但也算是快速了解到 此地的一些基本情况 本座下界时间不多 也不屑于动手 二等还是赶紧 乖乖献出身上法宝资源 免得白白丢了性命 仙人 盗天仙公众人 当场猛逼 这就是无极老族 舍命召唤来的仙人 这他妈哪里是什么仙人啊 这分明就是强盗啊 下界第一件事 直接废了到天仙公 一名长老不说 还打算也让到天仙公之人 献上法宝 不止到天仙公之人 摸不着头脑 其余势力修饰 皆是面露惊疑 这特么不对吧 无极老道是不是 在哪个环节捣错了 可是 空中那人身上的气息 仙人无疑啊 此时的英九幽 再也难以压制住腹中翻涌的气血 一口老血吐出 悬浮空中的仙人 只是扫了一眼地面 只见一片狼藉 又看向无名宗战船 下一顺 仙人直接突破重重法阵 出现再方无名重人 身后甲板之上 战船之外 由于防护隔绝法阵 一直开启 外面的人 并看不到战船之上的情况 地面的剑天星等人 此时也不知道 仙人到底跑哪去了 诸位 不必担忧 宗主自有安排 我等只需继续任务即可 此地修士 一个不留 剑天星一声令下 战阵之内战斗 再次打响 只不过这次 战阵之内修士 早已心灰意冷 毫无战意 然而无名宗众人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无差别击杀 这可都是贡献值啊 嗨嗨 哼 你们无名宗 也就现在能蹦大两下了 我在下面等你们 真期待你们 回到血月城时候的表情 哈哈 因九幽说完 竟是直接选择自爆 紧接着幽冥古之人 纷纷炸裂 顿时战阵内 无数鬼魂凄厉哀吼 煞时间 其他势力之人 求饶无果 休脑之下 也是选择自爆 欲拉上几个 无名宗之人垫背 众多高阶修士自爆 小城 方圆几百里外的修士 也是能感觉到 脚下地面震动 可惜 天机和 给的战阵不俗 上万高阶修士 合理不振 剩余这些人 即使全部选择自爆 也是无法撼动战阵分毫 当然也是战阵那种人 能动用的灵力有限 终于 无名宗万人战阵 灵伤亡 全灭其余势力 老剑 刚才那老鬼所说 米华来到剑天心身后 眉头皱起 心中似乎已经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剑天心 也是面露担忧 快速思索 结合之前种种反常之处 莫非 糟了 丹臣 你们快去搜寻战利品 我得赶快 将此事禀告宗主 第七十二章 道友相称 允建元小事件内 无名宗站船上 灵若双灵若寒 虽心中惊惧 但还是第一时间 抵挡在方无名身前 严院就能耐了 直接躲到方无名身后 只露出半个小脑袋 仙人只顾自 走到茶桌前面坐下 其面前的茶具似乎活了过来 自动喂起漆茶 仙人端起冒着热气的茶水 轻轻尝了一口 嗯 还不错 这夏日晚霞茶 就算是再先见 也是颇为难得 方无名摸不清这位仙人 此时到底想干啥 不过不得不说 还是个会喝茶的仙人 这茶叶 确实是自己花了大代价 才弄到一些 这仙人 真有这么厉害吗 方无名心中泛起嘀咕 主要是自己一介凡人 感知本就不灵敏 还身穿折仙白袍 此时 只觉得这仙人 只是一个路过来蹭茶合合的 自来数属性拉满 天机 你表现得烧到了 小角色而已 不必惊慌 小角色 好吧 不吹牛就会死体之无疑了 不过天机和敢吹牛 一般情况下 还是能勉强兜得住的 方无名也是泰然自若 来到仙人茶桌对面落座 方无名本想自己给自己倒上一杯 没成想 一旁的茶杯自动飞起 轻轻落到方无名面前 紧接着茶壶缓缓飞来 优雅倒茶 这仙人竟然帮自己倒茶 方无名微微瞥了一眼茶杯 阁下 何意 仙人又饮下一口茶水 甚是满意 这茶 先给本座准备千斤 方无名更是摸不着头脑 这仙人 莫不是个憨批吧 还有 下面战场上搜集到的资源 不可私藏 对了 这艘战船也不错 我曹 方无名总算是听出来了 这仙人特么 直接就开始轻贬战利品了 正当方无名准备开口 没想到仙人再次抢先开口 不错 本座感应到这方世界 还有不少资源 现你们三日内全部收集 依旧是弹漠无比的语气 就好像吩咐自家下人一样 可在场却无人敢反驳 就连平时作为团战发动机的岩院 也是缩着小脑袋 不敢出声 哼 阁下作为上界仙人 怎么还看得上 我们下界的这些小玩意儿 这仙人憨批无疑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方无名也是想从这位仙人口中 打探到仙界的一些消息 嗯 仙人终于是正眼打亮眼前年轻人 毫无气息 仙人疑惑眨了眨眼 再次释放神识 扫描整片区域 确实没什么特别强大的存在啊 可为何眼前年轻人 似乎一点不怕自己这位仙人呢 这 根据多年经验判断 此时还是先趁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先了解清楚为妙 毕竟这一生碰到的气韵之子貌似都是其貌不扬 可转头人家都可以骑在自己头上拉屎了 变态点的 还要让夸他笑 哼 本座逍遥子 小友想必就是方无名了吧 嗯 果然是一表人才 方无名明显一致 对方知道自己的名字 不奇怪 因为天机和说过 这仙人对一个修士进行强行搜魂 可是 这态度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逍遥子道友啊 久仰久仰 方无名也是没客气 喊上仙是不可能喊上仙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喊上仙 一生道友足矣 方无名话音刚落 返回战船的剑天心 正好听到方无名厚脸皮的寒暄 剑天心先是惊讶 再是震惊 惊讶于 那位被召唤而来的仙人 竟然在这里 喝茶 震惊于方无名 竟然称呼仙人为道友 并且对面仙人 似乎还默认了 果然没猜错 无名宗之主 就是仙人下凡游历人间 对 除了这个 已经没有其他解释了 震惊之余 剑天心没敢上前打扰两人对话 只是默默站到 凌若霜凌若寒两姐妹身边 凌若霜凌若寒 见到师尊前来 也是拱手 没敢出声 逍遥子道友 此番下界所为何事 逍遥子不动声色 实则内心无数念头闪过 呵呵 不瞒无名道友 在下此次 只是揭取一个下凡的小任务而已 哦 嗯 说来惭愧 这种下凡的任务 一般只在黑市才有一些 道友不知也是正常 逍遥子道友 可否详细说一下 呵呵 无妨 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逍遥子再次操控茶壶 给方无名倒满一杯茶水 继续开口 这种黑市任务 原本是下界之人飞升之后 不放心下界的亲友 所以 才会有此重任务诞生 方无名眉毛一挑 哦 这么说 逍遥子道友 是道天仙宫飞升的仙人 逍遥子微微摇头 下界不仅需要破戒符 如果被所在先遇先帝所属发现 还会被无情抹杀 所以 这种任务经过无数年演化 现在已经基本上 都是委托别人下界了 逍遥子面带微笑说完 云淡风轻 显然没少做这种 委托下界的任务 方无名了然微微点头 原来这逍遥子 跟道天仙宫 也没啥关系嘛 可 毕竟是委托任务 这逍遥子竟然就这么明目张胆 一视同仁打算一锅端了 好似看出方 无名疑惑 逍遥子继续道 无名道友不必接怀 我等又怎么可能 真的会成为下界之人的刀枪 任由驱使呢 怕是这道天仙宫先祖亲自下界 估计也是为自身利益考虑罢了 况且 再次遇到无名道友 我也有充足的理由 不继续认我 人未才死鸟为狮王 前提是 才得足够让人去拼命不是 可以 这逍遥子看来 是个标准的利己主义 而且胆子还挺肥 人未才死鸟为狮王 逍遥子道友所言即是 既然逍遥子道友坦诚相见 那逍遥子道友 所需何种资源 我方无名也不是不讲理之人 这种要钱不要命的 主要是 还理性 不管是下界还是仙界之人 方无名都格外喜欢语气打交道 逍遥子文言 笑容更盛 哎 相见乃是缘分 谈资源多伤感情啊 既然无名倒有坚持 那 在下就一丝一丝一下 百条极品灵脉吧 不多 方无名无言以对 一挥手 百条极品灵脉 凭空出现 逍遥子双眼一亮 大秀一挥 全部收走 随便说说而已 没想到真有 虽下界灵气对仙人已无用处 但仙界不乏一些大族 需要这极品灵脉 去种植特殊灵财 或者别有他用 主要还是物以稀为贵 只不过直接卸转 幸亏没有直接动手 不然只不定得抱头数窜 眼前年轻人绝不简单 随手甩出如此多极品灵脉 这玩意儿 不管在哪个世界 可都不是大白菜啊 这声道有叫的 不亏 嘿嘿 多谢无名道友 这是在下的召唤御符 无名道友如有需要 可随时召唤在下 乐意效劳 这下界的天命之子 非生仙界 只是时间问题 得提前打好关系 第七十三章 既如此 不死不休 啊 逍遥子道友 真是太客气了 方无名一把扯过召唤御符 下一瞬 毛海中立马出现召唤御符的信息 清玉 上写 逍遥子 从天机和暗中传音得知 逍遥子这种跨界商贩 貌似还有不少 不仅这方世界有这些商贩 其余世界也是不少见 总有一些要千不要命的 这种商贩 一般是刚飞升不久 境界不高 但实力也足以完全压制大成七修史 不过 这些商贩 一般不敢在下界全力出手 否则大难临头 此类商贩 高不成低不就的 苦于没有修行资源 只能铤而走险 不然在仙界 那就是 有上顿没下顿 还得时刻警惕自己的小命 算是仙界之中 活在温饱边缘的一批人了 眼看御符送出 逍遥子也是心中喜悦 以后直接来找这位无名道友就行了 终于不用再跟特末开盲盒一样了 记得上上次下界 特末就拿回几件破烂 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 最初级的破戒符 都快特末买不起了 那在下就不多打扰了 这次下界实现三天 还有些时间 在下就先去探索一番了 方无名微微点头 道有自便 逍遥子微微拱手 身形逐渐虚幻 最终消散 真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仙人出现 到仙人消失 前后不过半煮香 战船上其余人都有种难科一梦的错觉 梦醒 难以分清 刚才仙人到底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只是自己的幻觉 最主要还是难以相信 仙人危机 就这么简简单单被三言两语给解决了 无名宗之主 果然深不可测 就在众人还在猛圈之时 现在战况如何了 方无名看向剑天心问道 回宗主 战斗已经结束 正在搜集战利品 剑天心恭敬行礼 方无名满意点头 我们伤亡如何 并无伤亡 很好 先原地休整一日 丹药服录消耗统计好伤磅 及时补充 遵命 好了 我还有事需要处理 你们先各自去忙吧 方无名迫不及待支开众人 独自回到自己房间 层层隔绝法阵开启 天机 快跟我说说 仙界的实力等计划分 强压心中疑惑这么久 方无名此时彻底激动得无以复加 刚才在甲板上 逍遥子言语中无意提到的 好像说什么仙玉 仙帝 狗系统跟自己承诺的任务奖励 不就是仙帝境吗 方无名心中早有猜测 系统说的下界 并不是这个世界 而是另外的世界 只不过 方无名怎么都没想到 竟然是仙界 这么激动干啥 那个逍遥子 不过一个小小针仙境出气 你该不会以为他很厉害吧 切 跟仙师比起来 逍遥子就是一颗尘埃 你还是别打那个逍遥子的主意了 明天赶紧出发 去仙师那边 直接原地起飞好吧 眼看天机和又要开始施法 放无名赶紧打断 行了行了 明天就去 你先给我说说 仙界的境界等级划分啊 天机和一致 很少见这家伙如此机器啊 你现在了解这些 也没啥用啊 你连灵灯都没有啊 做人不要太急功近利 徒增心魔 年轻人 还是要脚踏实地 你他妈 咚咚咚 谁啊 宗主 属下还有一件要事 需要立刻禀报 剑天心 方无名快速平复心绪 何事 进来吧 剑天心文言 轻轻推开房门 心中也是忐忑 这么重要的事 刚才竟然给忘记了 耽误了时机 长生机缘怕事 剑天心快步来到方无名跟前 弯腰行李赶紧开口 宗主 前不久 从幽明古之人口中得到消息 三大顶级势力 疑似趁虚而入 派人前去 攻打我们无名宗 剑天心直接说出自己猜测的结论 之前三大顶级势力 所有高阶修士加起来 才堪堪 与一个天女宗持平 再然后是碧云宗老道 不明不白 被英九幽当场灭口 结合前不久 英九幽死前所说 种种迹象表明 三大顶级势力 并未将全部力量 集中在云剑渊 而是另有图谋 而能让三大顶级势力 破天荒联手的 估计也就只有那长生先丹了 事关自己长生机缘 剑天心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方无名也早有猜测 此时听到剑天心所说 种种不合理 突然之间连贯了起来 方无名眉头皱起 倒不是担心丹臣 更多的还是担心小白 因为丹臣怎么说 也是曾在天机和帮助下 炼制出长生先丹的 九品炼丹师 还是有些价值的 被生情的概率不小 倒是小白 就有点难说了 顶级势力内部 神兽还是没那么稀缺的 要是小白愿意降服还好说 至少暂时保命 要是拼死抵抗 那可就悬了 去 叫无双道友前来相伤 方无名话音刚落 血无双就踏入房间 似乎早预料到 方无名会召见自己 前辈 可是血液成有什么消息 血无双此时脸色不太好看 像是受到什么惊吓 方无名见状 眉头紧锁 血无双这副模样 莫非 血液成那边真的出事了 无双道友 现在能联系到血液成那边吗 血无双眉头紧皱 微微摇头 方无名了然 突然转身 看向剑天心 召集天尊祖 急速赶回无名宗 立刻出发 遵命 剑天心领命 顾不得其他 直接化作长虹 直冲天际 下一瞬 九道长虹齐齐跟上 方无名还记得 之前血连城所说 大城修士 全速赶路的话 大概五日左右 就能回到血液成 只希望 一切都是自己猜错了吧 血无双健壮 一颗心 直接跌入谷底 刚才就是突赶心计 这才赶紧来这边 想问问前辈 是否有突发情况 而时 血无双也曾经感受过 这样的心计之感 那次 是母亲永远离开了自己 这次 血无双强行压制 自己这个念头 可越是压制 越是无法抑制 前辈 方无名轻叹一口气 不必担心 也许只是虚惊一场 话虽这么说 但血无双这副模样 显然是感应到了什么 想到这里 方无名心中顿时 怒气生疼 如果真是三大顶级势力 基于无名宗资源 而对血跃城出手 那他们将会为自己的贪婪 而付出沉重代价 这帮王八蛋 从始至终 都没把无名宗放在眼里 只当是一块 唾手可得的肥肉 既如此 不死不休 第七十四章 来自全世界深深的恶意 安慰一番血无双 最终不仁血无双 太过担忧自己父亲生死 方无名还是分了大半军团 赞交血无双 先带领返回血跃城 本只想给一两个方队的 高阶修士足矣 但想了想 估计不太够 三大顶级势力 必定是十拿九稳 才会对血跃城动手 带的人估计不会少 最终 方无名身边 只留下两千高阶修士 无双 你先带领八千高阶修士 返回血跃城 如果真有情况 尽量先聚首城池 等我归来 血无双双眼湿润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感觉此时心乱如麻 去吧 我在这里 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如果不出意外 几天之后 我也会赶回血跃城 前辈 血无双此时 再无往日气质 现在的她 只是一个 无比担忧自己家人的小姑娘 但血无双也深知此时 不是矫情的时候 毅然带领八千高阶修士 离开允建冤小世界 乘坐允建冤小世界外的 无名宗战船 急迟而去 小世界内 方无名站在甲板上 副手而立 神色不太好看 这个世界如此残酷 想独善其身都难以做到 总会有麻烦找上自己 现在 更是要牵连到身边之人 从逍遥子话语中 更是得知 所谓的仙界 其实更加残酷 资源基本掌控 在大势力手中 刚飞升仙界的修士 只能夹缝中生存 要么铤而走险 要么逐渐腐烂在 不为人知的角落 不管自己接不接受 这个世界 就是如此啊 果然如一位名家所说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人 就是江湖 你怎么退出 所有不甘平凡之人 最终都会被一股 无形的漩涡 拉到一起 狭路相逢勇者胜 方无名心中感慨 天机 仙师距离此地多远 天机何与方无名 相处这么久 自然知道 方无名此时 并不适合开玩笑 战船的速度 需要五天左右 天机核顿了顿 继续到 仙师附近 似乎有不少强大生物 应该是这方小世界土著 放心 这点风险 我还是能把握得住的 方无名点了点头 修整完毕 立即出发 这个世界 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 才有活下去的资格 仙师 现在已经是方无名 接下来计划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战船上 方无名房间客厅 凌若双宫镜 乘上一枚储物戒指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好好休整 五日之后 可能还会有一场战斗 前辈 不必太过担心 你们师尊 已经赶回去了 相信很快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凌若双 两姐妹一如往常 心中莫名失落 每次见到前辈烦心 想陪前辈说说话 可最终 还是不知开口说点什么 或许 是自己的实力 太过弱小 根本帮不上前辈 什么忙吧 凌若双 两姐妹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 忧郁与坚决 一定要尽快变强 前辈 我们就在隔壁房间修炼 有什么吩咐 一定要叫我们 方无明略微诧异 自己的情绪 就真的这么容易 被这两个家伙 看出来吗 方无明深吸一口气 快速平复心中情绪 面上重新浮现 往日淡然 浅浅微笑点头 好生修炼 不必想太多 一切有我 对了 先前一直忘记 这是极品时间法阵 装配起来吧 以你们现在的寿命 完全可以 时刻待在法阵里面修炼 林若霜两姐妹 眼眶顿时 有些干涩难耐 前辈 呵呵 去吧 方无明这副态度 反而让林若霜 两姐妹只觉得 前辈背背负了太多 却还强颜欢笑 哭死 等两姐妹眼神 坚定走出屋子 天机 将储物界内的东西 都倒出来看看 天机和现在的眼光 可高了不少 虽然明知 这储物界里面的东西 都是高阶修饰的东西 还有几大势力的制宝 可还是没多大兴趣 哗啦啦 堆成小山一般的储物界 看起来都挺精致的 方无明 只是扫了一眼 也是没多大兴趣 目光移到一面 黑色小旗之上 旁边还有一面 由动物鳞片 组成的猙獰盾牌 只可惜 都被整齐切成了两半 突然 一枚精致储物介字洞 悬浮而起 其上光幕一闪而逝 显然已经被天机和 破出了原主人的印记 下一瞬 凭空出现一只葫芦 方无明没过多 注意这个小葫芦 目光快速扫描 其余战利品 心中急切 终于 方无明看到一个贴满 各种福禄的精美玉盒 问道果 方无明心中激动 小心翼翼拿起玉盒 正准备撕开其上福禄 打开看看时 你要是直接这样 撕开那些福禄 问道果立刻就会远顿 并且快速腐朽消散 道极岂是那么容易 凝聚成果的 消散游离于天地间 才是常态 天机和轻飘飘一句话 直接给方无明整不会了 那要怎么打开 不对啊 那之前 药王谷那些低阶修士 是如何摘下 问道果的呢 摘 你该不会以为 问道果是一种 长树上的果子吧 啊 难道不是吗 刚说完 方无明就了然 要是真的有一棵问道树 那这次拍卖会的主题 应该是问道树才对 当然不是 问道果 传闻乃是巨道先镇 强行凝聚 游离世间的道鸡 从而汇聚成果 我看这问道果的纯度也就一般 看来凝聚他的仙镇 应该是最下等的仙镇 要是在仙界 花费一些代价 还是可以弄到镇图的 只是布镇材料 不太便宜 不过 你这样的大款 自然是不在话下 天机和一顿输出 然而方无明此时 无心听讲 你就说吧 我要怎么吃 天机和一炙 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种关于仙界的密文 这家伙竟然不感兴趣 嗯 其实问道果 最好不要直接服用 以这问道的纯度来看 很有可能 没啥效果 一般会拿去炼丹 问道丹 配合其他灵财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 发挥问道果要效 而且 最主要的是 问道丹不像问道果那样 只有服用第一颗石才有效 问道丹 可以服用多颗 至于多少颗 因人而异吧 先借一些财大气粗的势力 他们诞下的后代 不到半年 就已经成仙 都是课要课出来的 但是 想更上一层楼 就得看资质了 问道丹 不用说 肯定也是先耽搁 现在主要材料 是有了 但 丹方老子特不上拿着去 方无明突然感受到 这个世界 深深的恶意 就好比为了吃一口瓜 还得买刀 买针吧 不够 吃瓜 不得弄个空调 不够 弄个空调 不得先有个房子 不够 怎一句草泥马拉德 第75章 从仙剑弄点土特产 不过分吧 房间内陷入沉默 折腾这么久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嗨嗨 其实这次收获 还是不错的嘛 这个胡萝 养建的绝佳质宝 还有诸多妙用 这面黑旗 呃 虽然已经损坏 但是无妨 本天机花点时间 修复问题不大 甚至还能升级一番 那面盾牌 也是 本天机给你免费升级了 保证一般真仙 无法击破 天机和自顾自说着 想缓解一下此时 压抑的气氛 文言 方无明眼睛一亮 真仙 对啊 自己可是跟仙人 称兄道弟的存在 从仙剑弄点土特产 不过分吧 方无明 一下子想到 前不久 才离去的逍遥子 这家伙 不就是一个专门 做走私生意的吗 贪财且敢于冒险 貌似还挺稀命 谨慎的不行 简直是完美人选 不仅如此 从天机和口中得知 仙剑的修炼等级划分 仙 刚从下界非生的仙人 真仙 完全将体力灵力 转换为仙灵力 彻底进化为仙人 非生之人 成为真仙之后 再仙剑才算是 有了继续活下去的资格 接下来 就是无数仙人一辈子 都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帝仙 天线 惊仙 玄仙 圣仙 盗祖 仙帝 每个境界之间 有着巨大无比的鸿沟 即使是万年难得一遇的天之骄子 再仙剑 也无法越阶战斗 更别说击杀了 说一句降维打击 毫不过分 方无明也终于知道 为何系统 总说检测不到宿主 宗门势力了 原来 系统说的下界 特么是仙剑 仙剑都被称为下界 那系统所认为的上界 又会是哪里呢 得知这些信息之后 方无明 其实就已经盘算着 如何上仙剑 弄个宗门试试 正好此时 也需要从仙剑 搞到问道丹丹方 自然而然想到逍遥子 方无明此时 脑海中又忍不住各种歪歪 天机和剑状 试探问道 咋了 不会是被打击傻了吧 方无明反应过来 要修复制 保救赶紧的 哪那么多废话 打发了天机和 方无明开始盘算 起接下来的事项 莫过多久 方无明就再次来到 战船甲板上 煮好茶水 咔嚓 一把捏碎手中玉符 玉符之中一股青烟生腾而起 竟是凝聚成逍遥子的模样 虽有些虚幻 但方无明确认 是逍遥子无疑 还以为逍遥子真身会降临 自己得等上一些时间 莫承想 这玉符竟然是这样的 不过 想想也是 逍遥子给的玉符 怎么可能 强制将逍遥子带到此地呢 逍遥子 可不是那种 搬起石头干自己脑袋的人 呵呵 原来是这位道友啊 召唤在下 是有什么事情吗 逍遥子虚影 微笑问道 不过这显然是预设好的程序 逍遥子虚影说完 就面带笑容看着方无明 不再开口 仿佛不知尴尬为何物 方无明也不在意 逍遥子道友 我确实有些事情需要跟你合作一番 方无明说完 一挥手 茶几上顿时出现两雾 长生仙丹 问道果 逍遥子虚影扫了一眼茶几上的东西 可以 道友需要在下 做些什么呢 我需要你帮我弄来问道丹的丹方 事成 这两样东西 就当是报谢道友了 方无明本想让逍遥子 以无明宗的名义 随便在仙界 弄个小宗门看看 可是也知道 此时不得 知过急 先有第一次合作 再谈下次合作 只见逍遥子 须隐略微尘银 面露难色 这个 问道丹丹方 各大仙玉都能弄到 不过 就是这价格吗 方无明了然 逍遥子道友不必担心 购买单方所需资源 自然是我自己来出 嗯 那恐怕道友 还需要再提供上千枚丹药 跟问道果了 方无明闻言 没有犹豫 再次挥手 甲板上 顿时出现堆积成小山的玉河 这场面 要是让其他人看见 估计得当场猝死 别说下界之人了 就连此时 逍遥子的虚影 也是微微震动 好 道友果真爽快 只见逍遥子虚影长袖一甩 甲板上的玉河 一下子被收走 逍遥子这次 直接弯腰拱手 在下 这就去通知本体 定当竭尽全力 不负道友所托 说完 羞的一声 又消失无踪 方无明眉头微皱 妈的该不会被坑了吧 眼前的情况 方无明似曾相识 刚付完款 转头就拉黑 想到这里 方无明没来由想起 年轻时候不懂事 买片的光辉事迹 不过 以这逍遥子的性子来看 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一顿宝跟顿顿宝 至少应该分得清吧 自己随随便便 掏出这么多资源 只要逍遥子不傻 绝对会来找自己 寻求更多合作 眼下 也只能静候佳音了 与此同时 小世界内 距离无明宗战船 不知几万里处 一个土著部落内 此时这个土著部落 已经是一片火海 倒塌的房屋 残缺的尸体 到处都是 逍遥子正搜刮地欢喜 突然眉头一皱 转身望向后方 两个呼吸过后 天边一道快道极致的流光袭来 逍遥子见状并不惊慌 而是抬手 从容拦下流光 这流光 正是从无明宗战船 而来的逍遥子虚影 逍遥子疑惑皱眉 仔细接收讯息内容 嗯 这 问道丹的单方吗 逍遥子查看方 无明给的两千物资 陷入思索 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这问道丹 刚踏入修行路时 效果最佳 成仙之后 效果逐渐下降 几乎无效 因为境界越高 所需要的道 就越深奥 不是区区一颗人为炼成的丹药 就能搞得定的 话虽这么说 这问道丹 怎么说 也是位列仙丹行列 在这个世界 真的有可能炼成吗 下一瞬 逍遥子就打消 自己这个疑问 长生仙丹 都不知为何 存在于这个世界 问道丹 也并不是不可能啊 只是 为何能承担呢 想着想着 逍遥子突然双眼瞪大 莫非是有什么可以躲避 这方世界 天道压制的质宝 或者秘书 逍遥子心跳加速 要是真的有这样的质宝 或者秘书 那意味的东西 可太多了 最明显的一点 以后下界 再也不用那么憋屈了 全力开火 都不怕天道压制 所有下界 岂不是任由探索 最重要的是 以后在仙界 要是不小心得罪 某位大佬 也能逃到下界啊 想待多久都可以啊 想不到 下界之人 也有此等手段 还好当时没有直接动手啊 不然 自己小命可就悬了 直到此时 逍遥子 依旧没生出杀人夺宝的心思 主要是这么多年来的血泪史 小命就一条 稳为主 有了决断 逍遥子也没了 继续搜索这个土著部落的兴趣 赶紧回先见 办正事要紧 第76章 偷家行见 又是四天过去 方无明一如往常 在战船甲板上喝茶 欣赏这小世界独特的景色 虽说现在跟自己牵连的事情不少 可此时 也是只能静静等待 也不知道见天心那帮家伙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算了算时间 应该也到了续月城了吧 正在方无明胡思乱想之际 战船船体内部 一道金色流光 快速来到方无明身前 咔哒 一枚储物戒 掉落在方无明前面茶几上 嘿嘿 那棋子跟盾牌都修复好了 连带那个小胡萝 也进行了升解 懂我意思吧 方无明无奈 一甩手 十几条极品灵脉突兀出现 眨眼间又消失无踪 接下来一个下午 整个无明宗战船 再次热闹起来 这这这 这不是幽名古的镇魂旗吗 这是万妖山的金龙盾 还有道天仙宫的紫金胡萝 甲板上两千多修士 皆是激动得难以自已 本来还以为 留在这里的 只有两千多人 怕遇到什么危险 但是现在 人手三剑至宝傍身 镇魂旗 攻伐至宝 金龙盾 防御至宝 紫金胡萝 可攻可守 何足俱灾 多谢宗主赏赐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震兴我无明宗 两千人声浪回荡久久 看得出 是发自内心的呐喊 方无明面带微笑 抬了抬手 甲板上再次安静下来 诸位同门 如今 问道国已经到手 本宗主曾经做出的承诺 从未忘记 好好报效宗门 今后 你们所有人的目标 都应该是得到飞胜 无明宗威名 终将传遍整个仙剑 现场气氛再次被点燃 曾几何时 下界绝大部分的修士 虽然嘴上说着 追求得到飞胜 正到长生 可是 所有人都清楚 那只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 飞胜 哪有那么容易 一生都在疯狂搜集资源 疯狂修炼 最终 在无数侥幸叠加之下 证得天尊 然而 还要接受天杰的考验 对于一个普通修士 可谓是困难重重 死死无生 可是现在宗主 却是让这个原本 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誓死报效宗门 誓死追随宗主 誓死报效宗门 誓死追随宗主 无明宗战船上 声浪一波 盖过一波 这个冷冰冰的修士世界 从未如今日这般温暖人心 与此同时 南遇 血月城 见天心十人全速赶来 威压汉天 心中的焦虑 也是达到顶点 丹臣可不能有事啊 直到现在 见天心十人依旧认为 无明宗的长生仙丹 全都得靠丹臣炼制 毕竟也只有这个解释了 长生仙丹 总不能会自己下蛋吧 混账 见天心神时 已经感知到千里外的血月城 早已成破人亡 至少 无明宗洞府附近百里范围内 已经再无活物 手段之残忍 人途都得敬畏几分 老剑 现在怎么办 米华心中 也是懊悔不已 长生机缘 又渺茫了一些 几人都是 这个世界顶尖站立 此时此刻 自然都已经感知到 血月城内情况 无明宗数个护宗大阵 此时早已崩溃消散 洞府内几座主峰 已经陨落地表 其上各种值钱的法阵 都被掠夺一空 灵脉自然也是 无一幸免 全部被抽走 往日的修炼圣地 此时却沦为废墟 丹臣跟应龙 也不知所踪 见天心此时双眼血红 似乎是这涂成的场景 让他回想起一些 不太美好的过往 米华 这里你速度最快 你先尽快回去通知宗主 其余人 跟我去探查 倒看看何人所为 不管是谁 要是丹臣出了什么事 老夫不介意 让他们深刻认识到 什么是人途 见天心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心中 都是忐忑 一个发疯的见天心 后果难以想象 何人所为 在场所有人 都早有猜测 只希望 事情不要发展 到那个地步吧 不然 这难遇可不太平了 米华也是没废话 直接祭出宗门 分发的顿空服 眨眼间消失不见 这种等级的顿空服 虽说只比大成修士 权力飞行快那么一点 但此时正是非常时刻 再上 怕是要出大乱子 见天心九人 来到血月城上空 近距离看到 吴明宗的惨状 心中更是怒意难消 见到有 现在如何 现场并未留下 什么线索呀 一位天尊咒眉问道 要是连在场诸位 都难以看出什么端倪 那恐怕一时半会儿 还真无法找出行凶之人 更别说找到丹臣了 见天心呼吸微微加重 强大神识 飞速向外扩张 走 见天心话音一落 身形略向血月城其他方向 终于在百里外 看到一些修士小心翼翼 似乎想踏入废墟中查探情况 可又不敢 这些修士还没反应过来 只觉得天都塌了下来 身体每块肌肉 都似乎承受万斤之力 丝毫无法动弹 说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见天心几人还在云端 声音却已经传遍这片区域 地面的众多修士 无不贵服在地 前辈饶命 晚辈们当时也只敢摇摇观望啊 要是敢靠近 估计现在也见不到前辈了 是啊是啊 晚辈这点修为 自然是不可能知道 发生了何事 不过 貌似感受到了一丝仙的气息 前辈 晚辈当时正好携带刘影时 前辈请过目 听着地面众多修士 七嘴八舌求饶 见天心心中更是不安 仙的气息 莫非这里也召唤了仙人吗 这难遇能召唤仙人的势力 也就那四家顶级宗门了 见天心眼底闪过杀鸡 抬手一招 地面上一颗流影石 迅速飞上云层 云层中众位天尊 齐齐靠近 见天心当即注入灵力 流影石上 投影出一幅画面 画面内 只见血月城外 飞来两艘巨大战船 战船并未驶入码头 而是直接开到城门前 紧接着 城内上百道长虹掠出 聚到战船附近 似乎在交涉着什么 可不到十个呼吸时间 战船上巨大炮口缓缓升起 竟是直接泛起毁灭气息 战船前方上百道身影 眼看形势不妙 血月城护城大阵 光芒大盛 轰隆隆 竟是硬生生 接下战船毁灭一击 可护城大阵 也是震动不止 辽阔看不到边际的血月城内 民众只看到 天空上光照突然显现 紧接着地面微微震颤 真的是仙人 一味天尊惊呼 只见画面内两道 极为强大灰色的气息爆发 仅是瞬间 护城大阵轰然崩溃 两道身影直冲血月城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已经不用再往下看了 也看不到了 两道身影入城的瞬间 流影时也是瞬间失效 无法记录 混账 剑天星心中窝火 差点一把捏碎流影时 剑道友 现在 众人皆是急切想找到丹臣 可此时面对的可是仙人 第七十七章 又一强大剑修 观星则乱 饶是剑天星活了这么久 可此时眼看无名宗被毁 丹臣失踪 长生机缘再次渺茫几分 只觉得心中杀意 有些难以抑制 深吸一口气 强行平复心情 剑天星快速做出安排 你们三人 暂时坐镇血月城 现在血月城护城大阵被毁 周围一些萧小之辈 蠢蠢欲动 不可不防 其余人 分成三组 分别去三家顶级宗门地界查探情况 切记 只是查探 除非迫不得已 不可贸然动手 剑天星说完 其余天尊 皆是点头表示赞同 刚才就已经察觉到 血月城附近有不少散修聚集环伺 必定是心怀不轨 想趁火打劫进城搜刮一番 而且已经过去这么久 血月城城主府 竟然还没重启护城大阵 看来 城主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血月城 寻龙无首 况且 血月城内常驻高阶修士 基本都去了允建渊 怕是一时间 难以组织起有效防御 怕是再过一两日 城外散修打探清楚情况之后 就会入城动手 血月城毕竟是无名宗所在 宗主跟血无双关系 又走得近 此时众位天尊 也觉得应该守一守着血月城 别到时候被宗主怪罪下来 剑天星众人快速分配好人手 立即出发 剑天星自然是去到天仙宫 要是有机会 非得给这帮道貌黯然之辈 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与此同时 南域中部一处山脉 万里乌云 电闪雷鸣 两艘巨型战船 被迫悬停半空 其中一艘战船 甲板上 一条白色巨龙 强行震碎脖子上的项圈法器 白龙体型迅速变大 好 伴随一声怒吼 关注白龙的巨大铁龙 被瞬间撑破粉碎 畜上 羞得猖狂 一道威严声音 从船舱内部传出 紧接着一名身穿白色道袍 手握浮沉的老道身形显现 哼 道着老祖 当着我万腰山的面这么说 是何用意 又是一个身形魁梧壮汉出现 金色长袍 头顶金发 气势逼人 你们两个都消停点吧 都他妈吵一路了 又是一道虚幻的黑影出现 堪堪看得出 是个人形黑影 好 白龙硬汉 倒置老祖天尊威亚 龙灵之下 隐隐渗出鲜血 可惜白龙此时 炼虚后期实力 抵抗不到两个呼吸 刚离地的身躯 再次重重砸落甲板之上 白龙身体快速缩小 最终竟是化为一名青年 面容俊俏坚毅 一头雪白长发 在脑后飘扬 白龙恶狠狠盯着出现的三道身影 要不是 自己作为妖兽 后期难以突破 小伙子天资不错 何不投入我万腰山门下 我金龙保证 你将得到最好的资源 天尊之位 执日可待 白龙不为所动 心中满是仇恨 哼 金龙 莫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打了什么算盘 这白龙乃是我们三家共同的战利品 岂能白白让给你万腰山 道致强压心中不快说道 文言 一旁黑影心中也是无奈至极 相传无名宗底蕴身后 宗门内资源数之不尽 更是有传说中的长生仙丹 这才三家 偷偷趁无名宗空虚知识来袭 莫承想 血月成主 拼死非要阻挡 无奈之下 幽冥古跟万腰山 只能祭出底牌 召唤仙人 以求速战速决 可 两位仙人一出场 张口就是要资源 最终三家带在身上的资源 统统上脚 两位仙人 这才出手击溃血月成 护城大阵 可莫过多久 仙人似乎感受到什么危机 双双顿入虚空 消失不见 不过这也不妨碍 三家兴高采烈 冲入血月成内 又是花费巨大代价 终于破开无名 宗层层防护大阵 进入无名宗之后 又在里面 被绝杀大阵围困 舍了不少人 然而 最终只拿到一些 极品灵脉跟法阵 就没了 终于在无名宗主峰上 看到一处 藏宝阁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这所谓的藏宝阁 老鼠来了 都得骂娘 竟是空空如也 不得不说 这波血亏 得到的极品灵脉 跟法阵 早已分配完毕 现在就差这条 宁死不屈的白龙 跟一个酒品 炼丹石单尘了 想必无名宗 为了参加问道果拍卖会 把家当都带上了 你们盗天仙宫 不是带去仙人召唤服了吗 十拿九吻 到时候可别独吞啊 黑影不急不缓说着 亦有所指 金龙自然明白 黑影所言何意 这是让自己先别急着翻脸 等盗天仙宫之人 从允建渊带回战利品再说 哼 魂奇老怪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要不是你出了馊主意 我们怎么会付出 如此代价 当初老老实实去允建渊外面蹲守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金龙愤愤不平 魂奇老怪闻言 顿时不爽 可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反驳 谁他们能想到 去参加个拍卖会 竟然把自家藏宝阁 都给搬空了 魂奇老祖甚至怀疑 这藏宝阁内 真的曾经有宝物吗 一尘不染的 怕不是个百事而已 倒置老祖眼 看两人就要重新吵起来 心中怒火 险些压制不住 倒置老祖刚要出言调解一番 以维持着薄弱的 暂时合作关系时 甲板上 众人皆是惊疑 嗯 何方倒有 倒置老祖话音刚落 身形已然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在战船之外高空 金龙跟魂奇 老怪两人 也是同时出现 三人只看到 远处天边 两道影 而不发的晦涩气息 宛如两头绝世猛兽 正匍匐于远方天际 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见远方两人并未回应 倒置老祖眉头一皱 身上气势暴涨 强大神识 直接覆盖向远方 欲探查来人底细 可下一瞬 倒置老祖竟是闷哼一声 亮枪后退亮波 金龙魂奇诧异 如此强大的剑意 光靠剑意 就能搅碎 倒置老祖的神识探查 看来是一位 强大无比的剑修 会是谁呢 忽然 金龙跟魂奇对视一眼 似乎猜测到了一些 这难遇能有如此 见到成就 并且能撕碎天尊神识的 只有一人 倒置 世人图见天心 魂奇赶紧发问 传闻见天心 未求长生 早已消失匿迹 不少人 都以为他早已陨落 如果真是 见天心这疯子的话 问题就没那么好解决了 毕竟自己三家 刚刚从无名宗回来 说没得到长生先丹 估计没人会信的吧 现在 来个见天尊 说不准等会儿 又来几个某某天尊 就在金龙跟魂奇心中憋屈之时 绝不是他 另有其人 第七十八章 荒域见圣 离秋芒 不是人图见天心 那会是谁 难遇何时出现 这样一位见到天尊 感受到金龙魂奇两人迫切目光 导致老祖稳住十海 如果没猜错的话 来人乃是荒域见圣 离秋芒 见圣离秋芒 金龙魂奇双双震动 剑圣离秋芒之名 南遇其实没有多少人知晓 只有一些顶层大修士 有所耳闻 不是因为离秋芒有多低调 相反 据传 这离秋芒极为争强好胜 身负五痴之名 见谁都想来上一架 碰到剑修 更是不可能放过 先打上一场再说 南遇之人 之所以不知道离秋芒 主要还是因为 离秋芒并非南遇之人 而是来自荒域 这方世界 极为广阔 不知何时 出现第一批修士 形成独特的修仙文明 之后 又不知道何原因 这个文明 突然分裂四方 最初 东西南北四域 各占一个方向 但北域跟西域 常年交战 早在数万年前 就不知道 是哪方赢得战争 两域合并成了如今的荒域 而然战争并未停止 在当今时代 荒域跟东域 更是大打出手 南域之所以能独善其身 主要还是因为 太过弱小 荒域跟东域 都并未将南域 当作值得重视的敌人 甚至潜在敌人都不配 主要还是因为 南域这么多年来 竟是还未形成统一的势力 依然是各自为政 谁也不服谁 就这么僵持万年之久 想要形成统一势力 谈何容易 南域四大顶级宗门高层 其实早有猜测 等荒域跟东域战争结束 不管是谁赢得战争 他的下一个目标 必定是南域无疑 最终统一下剑 黎秋芒来此 到底是想干什么 金龙刚说完 顿时意识到 自己这是多此疑问了 这不摆明了要截到吗 看来长生仙丹的消息 还是传到了荒域啊 不知道东域之人 会不会也来掺和一手 想到此 道致金龙魂七三人心中 皆是憋屈 偷鸡不成十代米 识相的 就老老实实交出仙丹 免得我等动手 初见碧银穴 远方天际突然传来 红中般声音 道致金龙魂七三人 皆是心中大怒 不是说让老老实实交出仙丹吗 这么就直接动手了 果然是个武痴 只见一道 横贯天地的剑芒袭来 两位 一起抵挡 金龙话音未落 只见道致老祖 跟魂起早 以闪身离开原地 混蛋 你们 好 金龙 指得献出本体 以最强大的状态 来抵挡这道金天剑芒 谁叫剑芒的目标 正是万腰山的巨型战船呢 金龙心里 暗暗叫苦 这两个混蛋 恨不得万腰山损失惨重 自己当初 怎么就跟两个玩意合作呢 造孽啊 金龙张开血盆大口 口中瞬间凝聚 刺眼橙色光球 哄 金龙口中光球 积尸而出 硬汗剑芒 金龙瞬间化回人形 面色惨白 似乎正在吞咽着什么 好在 剑芒也终于消散 太弱 只是随手一剑罢了 还是赶紧交出长生仙丹吧 免得白白送了信念 黎秋芒声音再次传来 此时还不能太欺压对方 怎么说也是难遇顶级宗门 可别逼得他们提前联合起来 打乱荒域的计划 此时金龙缓了过来 心中也是怒意盎然 黎秋芒 休得放肆 这里不是荒域 这里也没有什么长生仙丹 还不快滚 我们三家顶级势力聚集在此 莫以为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了你黎秋芒 金龙一番话 道致跟魂七皆是面面相去 这老龙 啥时候脑子这么好使了 竟然懂得拉别人下水 不过 道致跟魂七并未出言反驳 现在怎么说 也是一条船上的 黎秋芒得不到长生仙丹 也绝不会坐视到 天仙宫跟幽冥谷之人 离开此地 道致老祖心中 快速思索 便有了决断 上前 不错 我们南狱人才被戳 只是不屑于参与 你们的战争罢了 想必你也曾听闻过 我南狱人图见天心的名号吧 世人皆称 你黎秋芒乃世间第一件 一件斩苍天 但我们南狱之人 却从未如此认为 人图见天心 心见斩魂 天见斩一切 天心双剑合璧 世间无人能挡 趁事情还没恶化 老道劝你们 还是速速离去的好 金龙跟魂七此时 反而是目光闪烁 这导致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不减当年 导致话语间满是对南狱 见天心的自信跟自豪 实则 导致老祖跟见天心 可不怎么和睦 而此时的黎秋芒文言 双眼闪过杀意 黎秋芒身边的天尊 也是稍稍远离了一些 免得被剑气波及 见天心 将死之人罢了 此行来南狱 正好顺便 正得天下第一件修之名 黎秋芒说完 心中没来由回忆起 年轻时候种种 当时的黎秋芒 剑道出城 然而 见天心早已登顶多年 见天心老到的战斗经验 跟上位者的独特威压 当年的黎秋芒远不能及 作为武痴的黎秋芒 第一次碰到 不敢上前拔剑挑战之人 这件往事 一直横跟在黎秋芒 剑道之路前方 此次来南狱 正是算准了见天心 以时日无多 年老力衰 无法发挥真正实力 正是击败他的绝佳实际 只要击败了他 从此 见到通畅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交出 长生仙丹 哄 滔天剑气如巨浪拍来 显然是动了真火 道之经龙魂起三人心中纠结 要是此时敢说一个不字 大战一触即发 可是 上哪弄长生仙丹去 再说 就算真有长生仙丹 也不可能就这么拱手让出 现在 就是因为没有长生仙丹 几人才不愿意 跟黎秋芒打无意义的架 这一站下来 轻则伤筋动骨 重则可能缺胳膊少腿 武痴可不是浪得虚名 打起架来不要命 哄 两艘战船齐齐晃动 在黎秋芒的剑气巨浪之中摇曳 摇摇欲坠 我们手上 确实没有什么长生仙丹 哼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 那就羞怪 黎某下手不知轻重了 随着黎秋芒话音 一起到来的又是一道充满杀意的剑芒 道致三人心中大骂 这特么叫下手不知轻重 这摆明了是要杀人啊 哼 两位 既然这黎秋芒不知死活 那今日 我们三人便联手 留下此聊 道致冷亨说道 三人心知肚明 要不是自己这方有三位天尊 估计黎秋芒 根本就不会说这么多废话 早提剑上来砍人了 既然这荒域之人如此狂妄 那便站 第79章 逃离 瓮中桌边 巨型战船 甲板上 此时已经聚集不少修士 无一例外 皆是面露惊恐 望着前方高空 一场天尊大战 即将开启 事发突然 此时 竟是无人压制白龙 只有脖子上 一根项圈法器 轰隆崩 远处高空战斗打响 天尊之战 恐怖如斯 仅是战斗余波 战船上不少修士 竟是直接吐血倒地 不行 战船距离战场太近了 这显然是截道之人 故意为之 白龙趁无人注意 也无人操控项圈 强忍刺痛 将脖子上的项圈 一把扯下 脖子上瞬间出现 三个猙獰血动 血流如注 下一瞬 炼须后期实力恢复 伤口迅速恢复 轰隆崩 战船再次剧烈摇晃 白龙刚准备起身 往船舱内部冲去 突然 只见广阔甲板另一端 一道整齐的裂缝正快速蔓延 什么 是一道剑芒 正在将战船一分为二 白龙再也顾不得起他 好 献出本帖 不过体表传来的剧痛 竟是直接以肉身 强行冲入船舱内部 陵木碎屑横飞 骑上还沾染些许龙血 白龙横冲直撞 终于来到一间大房间内 房间中央是一个囚禁法阵 法阵中央 单臣也是 早就被船体震动惊醒 小白 好 一声龙吼 直接震碎囚禁法阵 单臣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龙爪牢牢抓住 冲向船舱之外 轰隆隆 巨大船体 早已一分为二 核心遭到毁灭性破坏 失去动力 战船残骸冒着浓烟 正快速砸向地面 单臣此时才反应过来 向后看去 只见两艘巨大战船 皆是遭到致命打击 双双坠落 更远处 还有几道强大到 令人头皮发麻的气息 正在交战 真正的天尊之战 全力爆发的天尊 焚山主海 混账 赶回我战船 金龙双眼血红 升阵四方 盗智老祖 则是看着坠落的战船 无感 盗天先攻战船 此时应该正在 允建渊外面 静静悬浮着 说不定 此时已经是收获满满 只是 大家先停手 那条白龙 跟炼丹是要跑了 随着盗智老祖一声爆喝 五位天尊 总算是稍稍收敛攻击 此时的白龙 只感受到五道浩瀚神石覆盖而来 不好 被发现了 小白 往北方去 之前听看守我的人闲聊 北方有个秘境刚开启 白龙闻言 也是没任何犹豫 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生机了 爆发全部力量 急速冲向北方 可天尊的速度 何其恐怖 以白龙的速度 根本跑不了多远 小白 用盾空服 单尘取下自己的储物件 塞给小白 幸亏之前没有推辞 现在储物件内 还有一大堆盾空服 幸运的话 应该可以赶到秘境所在 哼 想跑 盗智老祖身形一闪 直接退出战场 黎秋芒健壮 欲冲上去 将盗智老祖重新拉入战局 可惜被一道黑影给拦住去路 哼 找死 你们三人 尚且被我们两人压着打 现在竟然还敢分心 金龙跟魂旗两人心中 虽不满盗智老祖 但也不能放任单尘跟白龙逃掉 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 迎战剑胜利秋芒 盗智老祖 不再理会身后激烈战况 直冲北方 怎么回事 一眨眼的功夫 这一人一龙 怎么跑这么快 盾空服吗 哼 看你们还有多少 导致老祖彻底远离战场 至于金龙跟魂旗 就自求多福吧 死了最好 与此同时 难遇一处刚开启的秘境外 众多修士蹲守在外 有各大宗门势力 有各路散修 但此时皆是看着秘境入口的传送门 无一人敢去探路 主要还是因为 之前有一位合体初期修士 抢先进入秘境 进去是青丝如铺 不到半柱香后出来时 以白发苍苍 腐朽之气缠绕 眼看是活不了几年了 由此 众人猜测 秘境内应该是有某种 吸取人体生命力的法阵 或者更离谱一点的 就是能直接 吸取人的寿命 虽情况如此险峻 但遁守此地的修士 还是越来越多 因为秘境内泄露出的一丝气息 那是仙的气息 此地秘境定是 某位下凡仙人的临时洞服 说不定会有一些仙界的宝物 仙宝 即使是最下等的仙宝 在这个世界 依旧是顶级中的顶级 一剑仙宝 足以称霸一玉 所以 现在虽还没找到 进入秘境的安全方法 但不妨碍大家继续研究 有 又有人来了 可不是吗 这几天人是越来越多了 看来啊 是没我们这些低阶修 是什么事了 非夜 一切都得看机缘 先继续观察吧 要是现在离开了 就真的毫无机缘了 哎 你们快看 那两个新来的 这么快 是想直接冲入秘境内 众人代立原地 无人上前阻拦 眼看着两名青年 一头扎进秘境传送门内 这两名青年 正是画形的白龙跟丹臣 实在走投无路 正好也没人阻拦 先进入秘境再说 希望此秘境内 能有一些限制 大乘天尊的阵法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秘境外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又是一道强大气息降临 大乘修士 噓 不要命了 道致老祖傲力虚空 冷着脸 环顾一周 无人敢与之目光接触 皆是低头弯腰行礼 道致老祖亲眼看到 白龙跟丹臣冲入秘境之内 此时 问中捉憋眼 可是 为何这么多人蹲守于此 却不进去呢 思来想去 道致觉得 不应该急于一时 免得阴沟翻船 反正此时那两人 也跑不到哪去 你 过来 天尊有何吩咐 你们为何蹲守于此 却不进入秘境 回禀天尊 我们实力地位 进去就是实死无生啊 这才汇聚于此 商议对策啊 此人的回答 倒是正符合道致老祖猜测 道致老祖微微点头 继续道 之前可曾有人进入过秘境 适合境界 结果如何 回禀天尊 有人进去过 乃原因休士 结果身受重伤而亡 道致老祖满一点头 看此人回答的 没有丝毫犹豫 想必也不敢诓骗自己 原因休士吗 秘境外的人 还能看到 其身受重伤而亡 说明原因休士 也有能力走出秘境 那自己堂堂大成天尊 想必是没有丝毫危险的 想着想着 道致眉头一皱 那个炼丹师 好像才金丹妾 可别死在里面了 想到这里 道致不再犹豫 化作长虹 冲入秘境 第八十章 三十万倍时间流速 虚果 道致再次睁开眼 已经是来到 一处世外桃源 只是 一时间感觉周围有些怪怪的 似乎 道致宁神观察四周 周围的所有动植物 似乎都很奇怪 花开花落 仅在一瞬间 树苗到参天大树 再到腐朽枯败 直至心生 十几个呼吸而已 整个世界 似乎都诡异地活了起来 道致老祖 忽然间觉得脑袋有些恍惚 恍惚间 看到不远处 两名青年站立远处看着自己 道致心中惊讶 是那两个家伙 这么近 自己竟然现在才发现 不过 为何感觉越来越累 视线越来越模糊 感知力大幅度下降 道致还想上前将那两个小子拿下 只可惜 连飞行都比平时吃力很多 只以为这是秘境中 有压制飞行的法阵 时间流速不对劲 道致突然反应过来 只可惜 仅剩的几年寿源早已消耗一空 贪软倒地 十几个呼吸过后 身体干扁 再过一会儿 化作白骨 呼还好我们寿命悠长 单臣长输一口气 总算是暂时逃出生天 不过目前不确定 还会不会有其他大成修士 也追了上来 导致老祖 本身因为寿源将近 一进入秘境 直接进入老年痴呆模式 这才一不留神着了道 要是换作寿源 更多一些的天尊前来追捕 两人怕 还是在劫难逃 小白 我们继续深入 以我刚才观察到的情况来看 此地的时间流速 最少是外面的三十万倍左右 但奇妙的是 这里不像单峰上的时间法阵 单峰的时间法阵 我在其中 并不觉得跟外面有什么区别 我们处于这个小世界里 竟也能感知到 时间流速不一样 单尘一顿分析 跟白龙一起深入秘境深处 只要足够深入 后面即使有人追来 也难以在这样的时间流速下待太久 大成天尊上万载寿源 也无法支撑太久 时间面前 众生平等 天尊也无法逃脱时间的制裁 单尘大哥 你说我父亲何时会来寻我们呢 两人走着走着 白龙突然开口 单尘一致 反应过来说道 你说的是宗主吗 放心吧 宗主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外面这么多人看着我们进来 消息总会传到宗主那边的 我们服用过长生仙丹 在这里待上的几十年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了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找个合适的地方修炼吧 嗯 我也不能老是拼爹了 还是得让自己更加强大才行 与此同时 允建渊小世界内 方无明没来有一个喷铁 揉了揉鼻子 望向远方地平线上一座巨大山脉 天机前面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了吧 不错 前方就是这小世界内人口汇聚最多之地 不像其他地方还是部落形式 此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国 方无明了然 之前来的路上 天机和旧粗略讲过一些这边的情况 这个小国人口竟然也是接近两亿 主要修炼武道 肉体素质整体偏高 不乏一些强悍存在 在这个小世界内 由于修士修为被压制 高端战力正面交锋 反倒是这些土著占优势 而天机和所说的先师 也正是在这个小国疆域核心处 正如方无明此前猜测 这具先师之所以未被外界修士发现 是因为先师正在前方小国核心地带 加之这些土著敌视外界修士 消息自然难以传出 终于到了 给能量炮充能吧 一炮解决所有问题 天机和显得有些兴奋 方无明一致 前方人口如此密集 一炮下去 怎么也得报销一半人口吧 一亿个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土著 多少年来从未往外扩张 这要是顺着天机和的说法做 这 先沟通一番也无妨 花不了多少时间 这算是方无明给这些土著 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了 自己只拿走先师 如果顺利就此离开 如果这些土著阻拦 那就只能下狠手了 无明宗战船很快越过巨大山脉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 平原之上 一片繁华 虽成为土著 但方无明觉得这里的人 其实跟外面世界的人也差不多 房屋风格服饰什么的 大差不差 修仙者 你已踏入我虚国疆域 还请立刻掉头 远处最高一座建筑之上 一白发苍苍老者阵望向无明踪战船 遮天蔽日 仿佛从深渊中溢出的黑暗 正缓缓碾压而来 传音之法 难不成 安娜心中疑惑 方无明让天机和回应对方 你也是修仙者 为何会在此地 还阻拦我等 对方显然纠结了一番 这才传音回复 正是 老朽年轻时就已来到此地 被此地风土人情所深深吸益 反倒是阁下 如此声势 寓意何为 老者表面从容 实则内心慌得一批 这么多年以来 还从未在这方世界 看到如此巨大的战争机器 简直惊骇 难怪 此地距离小世界入口极远 路上各种凶险层出不穷 也就这样的战船 才能毫发无伤来到此地吧 无明踪 为何从未听说过 不管如何 对方如此声势 此次虚国 怕是难逃一劫了 正在老者疯狂脑补之时 天机和继续传音 我为寻一卧来 取得此物 就此离开 何物 一具故人尸体 什么 老者表面的从容 终于被打破 请是亮呛后退 不需过多赘述 老者自然知道 对方所说的固人尸体 是指什么 虚国之所以形成 如今的武者圣事 可以说 完全是因为 受到那具先尸的 滋养孕育形成 想不到先尸存在的消息 还是被泄露出去了吗 不对 对方刚才说的是 固人 老者脑海 再次惊雷乍响 那具先尸 即使已死去无数岁月 肉体依然强大到 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即使是在先界 那具先尸 也必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眼前的无名宗之人 竟然跟那具先尸 是固有吗 怪不得有如此手笔 目前的虚国 万万不可敌 有了决断 老者深深一礼 上先请稍等片刻 老朽这就去通报 虚国国主 下一瞬老者 竟是直接化作 长虹飞走了 方无名眉头一皱 等 第八十一章 设宴 先帝之血 陨见渊深处 虚国境内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无数子民如往常那样修炼 行商 洗衣 做饭 突然之间 远处天空好似 突然堕入深渊 黑云压境 虚国民众瞬间陷入恐慌 纷纷躲入屋内 也有不少强大武者升空 遥遥对峙 与抵挡来犯之敌 而此时 虚国国都皇城主殿内 国主 三思啊 外面的修仙者 可不会像老朽这样 不喜杀戮 百年前那场动乱 写的教训 历历在目啊 一名老者苦口婆心 差点就生泪俱下了 王座上一名年轻男子 眉头紧皱 那异国师之剑 该如何应对啊 老者眼底 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激动 随即开口 来敌虽实力 不可小觑 但我们 可以先假意款待 之后由老朽 亲自布置困阵 将他们统统留下 年轻国主文言 心中更是纠结忐忑 自从这国师 来到虚国之后 王室从此凋零 父王因病驾崩 母后失踪 虽怀疑 是眼前国师所为 但此人极为擅长 蛊惑人心 朝中大臣 基本都是国师的人 根本找不到理由 对其动手 况且 有了理由 也没那武力 可是 万一国师的困阵 无法困住那些人 岂不是招来大祸 年轻国主 不知国师这么多年来 一直主张 消灭外来之人 到底是何用意 难道只是不想 让那具仙师存在的消息 泄露出去 可这对于国师 有什么意义呢 国主大可放心 老朽所不正法 正言乃是仙师 就算是真的仙人降临 也休想破阵 就在年轻国主 纠结犹豫之时 国主 大师不好了 一名侍卫 急急忙忙直冲大殿内 老者眼中闪过怒意 何事慌慌张张 侍卫这才注意到 国师竟然也在此地 赶紧转身跪拜国师 国师大人 有巨大的飞行怪物 闯进都城了 引发大面积民众恐慌 巨大飞行怪物 老者眉头紧皱 看来这无名宗 不太好说好啊 直接就闯进来了 巨大飞行怪物 快带本国主去看看 侍卫闻言 不动声色瞟了国师一眼 见对方并无出言阻止的意思 这才开口 是 侍卫说完 带领年轻国主走出大殿 刚出大殿 年轻国主就已经能看到 远处天边 一个巨大黑影 正在急速飞来 年轻国主心中莫名激动 这就是外界之人的牌面吗 果真非凡 国主 事已至此 还是赶紧吩咐下去 准备国宴吧 国师声音从身后传来 国师所言极是 理应设宴 年轻国主 发自内心露出笑容 这么多年来 这还是国师这老家伙 第一次提出要宴请外界之人 看来 这次来人身份不一般 无名宗站船之上 方无名站在甲板之下 俯瞰下方 民众四散逃命 也有不少舞者腾空而起 但并未敢靠近 这些舞者 基本都有修行灵根 却貌似未曾休闲 不过 气血旺盛 天机和 曾估计这些舞者战力最强者 可匹敌化神修士 方无名诧异 在方无名的认知里 舞到再怎么厉害 始终还是凡人 以凡人之躯 竟然能匹敌化神修士 实在匪夷所思 天机 是这个方向没错吧 方无名可不打算瞎等 外界还有不少事情 等着自己呢 得赶紧拿到仙师 离开这里 咔咔咔 天机盒身上 传出齿轮转动的声音 放心吧 绝不会错的 方无名注意到 天机盒这段时间 一直打开盒子 显现出里面的黑色碎屑 刚刚方无名 偷瞄了一眼 此时的黑色碎屑 更是变了颜色 看上去 像是一滴金色血液 方无名微微点头 心中有所猜测 天机 从你身上脱落的黑色碎屑 该不会就是 那具仙师上身的一滴血液吧 方无名状 若不经意问道 瞎猜的而已 天机盒不回答 也无所谓 不错 这其实是一滴地血 我说有九成把握 也是仰仗他 方无名一愣 地血 先帝之血吗 这么说 那具仙师 生前竟是一位先帝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先帝都给宰了 难以想象 怎么现在肯跟我说这些了 天机盒沉默少许 开口 少废话 给我一滴你的血液 到时候 你就能操控这具先师了 吃了你这么几品灵脉 到时候 可别说本天机不够意思 方无名失效 呦 够意思 放心吧 你都这么说了 待会儿灵气管够 天机盒无语 合着这家伙 要是无法操控先师 就真的不打算提供灵气 不过也没办法 驱动先师需要的能量 不可估量 就算使用仙界的上品仙灵脉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 更别说能量 远不及仙灵脉的极品灵脉了 下界 除了方无名 天机盒还真找不到第二个人 能一下子掏出这么多 就在下面 哎 怎么有仙阵 莫非是 天机盒 又是话说一半 不再出声 方无名早已习惯 懒得开口询问 看向前方地面 竟是一片失灵 不过两个呼吸 一道长红略来 正是之前那老者 上仙 国主已设好宴席 欢迎诸位大驾光临 老者面带微笑拱手说着 看上去 好似真的很热情 很期待 方无名稍微思索 对方如此客气 也不好直接翻脸 不过现在赶时间啊 虚果好意 我等心灵了 宴席就不必了 我们取回 固有尸体 就离开 闻言 老者顿时面露难色 这既然上仙如此急切 那便请随老朽来吧 说完 老者直接飞往前方石灵 哼 果然是心怀不轨 这老头 想迎我们入仙阵 天机和突然传音 方无名眉毛一条 这老乌龟 装挺像啊 本不想动用武力 现在看来 还是速战速决 赶紧搞定吧 天机 你说仙师 就在前方石灵之中 不入阵 如何取得仙师啊 为何不入阵 这阵法 正好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那老头根本就不知道 这仙阵的奥妙 第82章 入仙师阵 叙事待发 拜见上仙 林若霜操控一夜非洲落地 前方石灵前广场 上进百人 齐齐公身行礼 上仙 这位是虚国国主 国师恭敬介绍道 依旧一脸热情 得知这些人 欲用仙阵困住自己 方无名此时 也是没了心情 跟这些人客套 方无名 只是对年轻的虚国 国主微微点头示意 诸位不必客气 仙师就在前面的石灵之中吧 方无名说完 不等虚国众人回应 直接踏步向前 虚国国主见状 赶紧上前 上仙 何不先到那边 宫殿用膳 之后 再去仙师所在 也不迟啊 方无名眼看 挡住去路的年轻人 心中顿势不悦 可下一瞬 方无名只见 这年轻国主 眼睛不太好使 怎么不断眨巴眼睛 方无名恍然大悟 这年轻人 是在提醒自己 前方石灵有困阵 看来这国主 跟那个国师老头 也并非同流合污嘛 想到这里 方无名 对眼前年轻人恶感 消退一些 轻了轻嗓子 国主好意 我们心领了 不过 确实赶时间 要是国主 有什么话要说的话 只管说便是 说完 方无名身周三米范围内 顿时生成一个隔绝护照 年轻国主见状 也是瞬间知道 上仙的意思 私聊 不理会国师警告的目光 年轻国主 踏入隔绝护照内 护照外众人 再也无法探听到两人交谈 上仙 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呀 救救虚国啊 方无名一愣 这家伙 近来第一句话 就这么直接的吗 卖惨来了 而且 这家伙说话时 恭敬面带微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只是在 简单拜见上仙二爷 果然 见年轻国主这副模样 护照外的国师心里 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小国主 估计只是想跟着 所谓的上仙 求仙法也 毕竟这小国主 一直以来丝毫不避讳 对修仙世界的向往 何事 长话短说 方无名 也是有些好奇 莫不是跟仙师有关 暂且先了解一番 文言 年轻国主心中大喜 赶紧使用最为简练的语言 交代一切 方无名 越听越上头 本来一家人 其乐融融 国师老头来了之后 现在王室 就只剩一根独苗了 有点牲口啊 而且 从这位年轻国主口中 方无名听得出对方 其实很向往外面的修仙世界 因为虚国武者修炼到巅峰 寿缘不过三千多年 但修仙者一不一样啊 那可是有望长生的 可惜 国师一直在虚国散布恐慌 对于外界修士的恐慌 说外界修士都是试杀成性 杀人夺宝 更是常态 一言不合 就灭宗灭门 都是家常便饭 这就直接导致虚国 大部分民众 狠抵制外来修仙者 看着年轻国主 那憧憬的目光 方无名都不忍心戳破事实 其实那老国师说的 虽有一些夸张拉仇恨的嫌疑 但其实也差不多是那个情况 修仙世界 并不像这位年轻国主 所想象的那样美好 尚先 为表诚意 这是我虚国初代仙辈 相传至今 炼体功法 建议脆体诀 说着 年轻国主袖口 半露出一本泛黄书籍 看起来年代 很是久远 这是虚国王式密传功法 主要使用建议脆体 建议越强越纯粹 效果越好 炼之大成 金刚不换 万古不朽 年轻国主 显然是很自豪 方无名眼前一亮 金刚不坏 万古不朽 不用多说 修炼这功法 大概是不需要灵根的 方无名猜测 这个小世界内 所有的功法 估计都没有什么修炼限制 因为这里 就不是修仙世界 而是人人皆可练武的武道世界 而且建议 自己身边不正好有个健天心吗 稳了 这个忙是帮定了 绝不是因为什么 炼体功法 主要是心中的正义 不允许自己袖手旁观 举手之劳罢了 既然此功法如此神奇 为何国主 还受人前置呢 方无名 还是有一点小疑问 闻言 年轻国主脸上 自豪神情 快速收敛 取而代之 愈怒之色 都怪那老东西 仗着更加了解 仙师周围的阵法 根本不给本国主 靠近仙师 说来不怕上仙耻笑 我虚国境内 唯一的建议来源 正是那句仙师 方无名了然 这老国师 真是把虚国拿捏得死死的呀 方无名略作成瘾 既然如此 宴席就不必了 正是要解 上仙 可是那石灵 有先正护持啊 方无名摆了摆手 收敛隔绝护照 大踏步前往石灵 不再理会此地众人 老国师见状 心中又惊又喜 总是是有惊无险 这帮人终于还是打算 进入石灵 虽不知道天上战船内 还有多少人 但只要这几个领头之人 被困阵中 就不幸战船上的人 不下来援救 到时看准时机 一网打尽 这些人这么大手笔 想必携带的资源不会少 运气好的话 今日就可以得到 足够灵气资源驱动先师 离开这个鬼地方 回到修仙世界 成罢修仙世界不是梦 想到这 老国师瞪了年轻国主一眼 赶紧跟上方 吴明几人的步伐 上仙 这石灵乃自然形成 隐隐形成某种阵法 上仙要不还是 多带点人一起进入吧 免得 哦 既然你这么上心 那你先进去吧 老国师文言一正 上仙说笑了 这仙镇 老朽可没那能耐进入 那就别那么多废话 方吴明心中不快 刚才天机合就告知 吴明宗战船附近 虽然民众全部撤离 但还有几千武者 在战船附近折服 现在这老国师让自己 多带点人进入仙镇 这不是明白着 要将吴明宗之人 一锅端吗 用心险恶 既然如此 那就看是谁团灭谁 眼看老国师 低头不再回应 方吴明 凌若双两姐妹 直接踏入石灵仙镇之内 也就在方吴明 踏入仙镇的瞬间 远处高空中 吴明宗战船 四个方向 四门覆炮炮口 阵战轰鸣 汇聚能量 蓄势待发 正是炎院带领几名高阶修士所为 现在战船上 就这几号人手 按照方吴明之前的安排 得时刻准备好发射 老国师抬头望去 心中更是惊怒 紧接着老国师 顿绝后背 寒意生疼 好似被上千双 充满杀意的目光 死死盯着 瞬间感觉到 自身修为好似被什么东西 被死死压制住 修为运转 顿时迟缓下来 第83章 先师复活 先帝之威刹那爆发 踏入石灵 方吴明顿时感觉 脸上皮肤有些刺痛 身上折仙白袍 核心阵法 也是急速运转 天机和赶紧撑起一道防护罩 方吴明脸上火辣之感 这才消散 凌若霜凌若函两姐妹 更是眼神涣散 停滞不前 天机 他们怎么了 该不会这就中招了吧 好事 我给他们的功法 正是这句先师所创 此时进入先师建议范围内 有所顿悟罢了 如果他们脑子不比核桃小 这次见到 应该能更上几层楼 好吧 方吴明又是很很羡慕一把 一路走来 身边的人各个得到机缘 而自己除了资源种类越来越多之外 一切依旧枯燥且乏味 罢了 看着这两个曾经的小乞丐 能一步步达到如今这个程度 也算是小有成就感了 况且 自己很快也能拥有先帝修为 而且还是不用修炼的那种 到时候 不得去仙界装一把 可对不起自己 想到这里 方吴明心态平缓了许多 现在只需要按部就班 按照计划来就行了 将凌若双两姐妹 安置在外围之后 方吴明根据天机和指引 独自深入 这石灵在外面看着不算广阔 可方吴明一届凡人角力 还是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才到石灵核心地带 就在前面了 天机和激动传音 直接从方吴明怀中飞出 悬浮在方吴明身旁 再路过几根巨大石柱 方吴明终于看到这所谓的仙尸 只见前方不远处 一块青石之上 一名看起来也就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面容白皙俊美 身着墨色长袍 头顶灰发随意竖起 给方吴明的感觉 活脱脱一个儒雅书生 并且 这男子身体竟是悬浮在青石之上 看他表情 似乎只是日常入睡 只是 男子身周似乎有无数剑影若隐若现 方圆几百米内所有大青石上 也是时不时出现剑痕 其实再来的路上方 吴明就看到不少剑痕 只是没想到 这核心地带 竟是时刻有新的剑痕出现 这特么真是死人 要不是天机和撑起的护照 估计没什么人能够来到此地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着男子了吧 方吴明心里嘀咕之时 天机和已经飞到仙尸旁边 绕了几圈 一言不发 怎么样 找到你主人的 遗物了吗 天机和依旧一言不发 方吴明健壮 也没再开口 估计是没找到 诶 罢了 今后的路还很长 突然蹦出一句不知意味的话后 天机和体内 传出齿轮转动的声音 每次听到这个声音 方吴明都是有些好奇 这种声音 明显就是无数巨大齿轮 同时转动才会有的声音 可天机和才不过巴掌大 和小鬼大 在方吴明目不转睛注视下 天机和内地泻浮现 下一瞬 地泻好似感受到了什么 竟是开始躁动 方吴明只觉得头皮发麻 一滴不知道多少万年前滴落的血 到了现在 竟然还是活的 别发呆了 快给我一滴你的血 方吴明反应过来 快速划破指尖 甩出一滴血液 指尖甩出的血液 竟是在天机和的操作下 与地血合二为一 就在方吴明以为 天机和即将把这地血 注入仙尸之时 天机和 竟是重新将地血收入河中 每等方吴明出生 天机和 竟是直接化作一道金光 直冲仙尸眉心 哼 仙尸周围环绕的建议形成的护盾 轰然消散 余波直接将周围 无数石柱粉碎 紧接着 仙尸眉心 浮现金色剑印 双眼猛然睁开 灵妾 方吴明 又是头皮一麻 这仙尸竟然开口了 可下一瞬 方吴明重新镇定下来 因为此时 方吴明有种奇妙的感觉 感觉眼前仙尸 跟自己建立起某种联系 感觉自己的意志 可以操控眼前仙尸 方吴明反应过来 这应该就是自己 那一滴血液的功劳了 方吴明一念一动 方圆百米范围内 顿时出现 无数密密麻麻的 绿色光团 正是极品灵脉 与此同时 石灵外面 老国师众人 只觉得脚下地面 阵战的越发厉害 老国师赶紧 储物界中 取出一张罗盘 只见罗盘上 只真疯狂转动 难道 怎么可能 石灵内部的仙阵 竟然如此紊乱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仙尸出问题了 没了仙尸提供建议 仙阵即将崩溃 想不到 自己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赌上大半辈子 这帮人一来 全都乱套了 要是仙阵崩溃 自己还有什么底牌 可以跟这帮人抗衡 是你们逼我的 老国师眼中充满疯狂 一口金血 直接吐在手中罗盘之上 老国师脸色 刷得一下惨白 同一时间 远处石灵上空 顿时出现一层 血红色光幕 就在老国师 正准备化作长红 冲向石灵之际 空中突然出现 几面黑色大旗 遮天蔽日 此地瞬间陷入绝对黑暗 混蛋 幽冥古的镇魂旗 怎么会有这么多 煞时间 这片黑色空间内 传出无数凄厉哀嚎 很快淹没老国师的惊呼之声 与此同时 无名宗战船附近 蹲守的几千武者的情况 也是如此 突然之间陷入黑暗 紧接着从黑暗中 冲出无数黑影 几千武者 转眼间 尸骨无存 老国师通过密法 感知到几千武者瞬间殒命 此时心中惶恐 不知道现在道歉还来的几步 刚才说话 确实是不小心大声了一点 这次是踢到铁板了 本想强行启动备用阵法 直接入主仙尸 现在倒好 阵法是启动了 自己却无法离开 这片黑暗空间 老国师心中忐忑不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竟是一直没受到什么攻击 石灵内 方无名不停释放极品灵脉 仙尸也是不停吸收 可突然间 天空变得血红 更让方无名心里发毛的是 仙尸双眼 竟然也是跟着变得血红 在一瞬间 方无名感觉 这具仙尸 似乎真的活了过来 拥有了自主意识 属于先帝的威压 一下蹦发 方无名身周护照 瞬间崩溃 好在这威压 紧紧维持刹那 就被天机核给重新压制 仙尸双眼 也重新变得清明深邃 糟了 希望不要跟那几个家伙察觉到 天机核借助仙尸之口说道 语气极其懊悔 早知道再谨慎一点了 还是太心急了 方无名赶紧掏出绝命担负下 虽然只是觉得 心口有些梦而已 什么 哪几个家伙 第84章 灵天先帝 无双 明寒 仙尸缓缓漂浮 来到方无名跟前落地 方无名这才想起来什么 天机 仙尸微微点头 是我 这具躯体原本的名字叫做 灵天先帝 不过 我更喜欢称它为 持剑者 持剑者 持什么剑 执法者的意思吗 看出方无名脸上的疑惑 仙尸继续开口 天机剑 世间唯一可以斩断天道的剑 说完这句 仙尸没了继续解释的意思 方无名也不在意 这些东西 离自己还太远 等自己也整个先帝修为完完 到时再说 什么持剑者 我还是继续叫你天机吧 说鸡不带吧 文明你我他 方无名一致 果然还是天机 换了一副身体 秉性可一点没变 只是 现在天机这家伙的身体 一副普通如生模样 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衣冠禽兽吧 我现在暂时跟这副躯体融合了 我原本的身躯 就交给你保管了 说着 天机一抬手 掌心出现一个小盒子 正是天机盒 你自己留着吧 一个破盒 给我也没啥用啊 方无名摆了白手 并未接过小木盒 方无名知道这是天机 为了让自己安心 这才把小木盒交给自己 不过正所谓 一盒不用用盒不移 不必整这些虚的 想什么呢 我是怕你 哪天不小心被人拍死啊 赶紧拿着吧 这怎么说 也是第一防御之宝 方无名老脸一红 合着是自己想多了吗 接过小木盒 方无名眉头一皱 脑海中突然出现 小木盒的信息 无气灵天机盒 防御至宝 可随拥有者心意 变换防御形态 可复制 可以复制了 现在滴血认主吧 我特意为你设置的 不然滴血可认不了 本天机盒的躯体 认主之后 你可以主动用它来防御 当你面对一些 你无法反应过来的攻击时 它也会自动做出防御 以后你的小命 有保障了 天机很是自豪说着 看向自己的金主 满意点头 谁都可以滴血认主吗 怎么 你还想送给别人啊 呵呵 没 没 就是问问而已 方无名不再含糊 赶紧滴血认主 随后意念一动 只见小木盒一阵变幻 最终定格为一枚 木质扳纸 扳纸圆润 其上精美符文缠绕 盯着扳纸看 方无名有种感觉 这扳纸 甚至可以幻化成 覆盖全身的铠甲 行随意动 可以 卖向环不错 走吧 带回家了 方无名带上扳纸 心中也是满意 石林内 见义消散 盘坐轻石之上的 林若霜 两姐妹也是 第一时间清醒 一睁眼就看到 方无名平稳走来 前辈 林若霜两姐妹 赶紧起身行礼 有些羞愧 怎么就莫名其妙 留在此地了呢 羞愧之余 两姐妹也是注意到 方无名身后 墨色长山挺拔的男子 不过两姐妹并未多问 能跟前辈站在一起的 必定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况且对方身上 也是跟前辈一样 毫无气息 方无名满一点头 我们出去吧 出了石林 方无名明显感觉到 这方世界 似乎有所改变 林若霜两姐妹 也是目光闪烁 小双小孩 你们也感觉到了吗 林若霜 两姐妹对视一眼 恭敬道 嗯 这方世界 似乎不再压制我们的修为 文言 方无名恍然 这方世界原本的压制之力 应该是这灵天先帝躯体的原因 现在这幅躯体 被天机所掌控 收敛了气息 这方世界的压制之力 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看来 这陨剑约 今后要不太平了 压制之力消失的消息 传到外界 必定会有无数高阶修士 前来寻求机缘 想到这里 方无名转身 天机 之前听闻 这陨剑约 孕育宝剑无数 天机微微点头 也不说什么 只是微微闭眼 额头金色 剑硬亮起 不到几个呼吸的功夫 只见四面八方 均有长红掠来 金色 红色 绿色 各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给人的感觉 都不一样 有热血沸腾 有透骨寒意 更有飘渺 这些五颜六色 长红汇聚而来 最终落到方无名 跟前空地之上 这十方无名才看清 竟是一把把绝世长剑直插地面 与此同时 方无名脑海中 也不断浮现 这些长剑的信息 不过这些长剑 都还未有名字 这些都是无数年剑意 孕育而出 品阶的话 大概能算半个下品仙气吧 不过持剑之人 以本身剑意滋养 还是有机会成为真正仙气的 如果自身剑意足够精纯 这些长剑的品阶 还会继续往上 天机轻飘说着 方无名一眼扫过去 大概白把 不过方无名心中 并无多少波澜 主要是 这些绝世好剑 自己也用不了啊 刚才随口一提 也就是想着 给林若霜这两个家伙 搞两把合适的武器罢了 主要是之前 就让这两个家伙 自己去买 两把衬手的长剑 可这两个油盐 不尽的家伙 非说什么 再好的长剑 也比不上前辈赠送的 方无名无奈 但当时 手里也没什么好剑 此事 也就暂且搁置 现在好了 这么多吧 随意挑选 果然 此时林若霜 两姐妹目光 已经死死印在 这些长剑之上 你们看中 哪把自行拿去即可 对了 这些都还是无主之剑 你们可以为自己 配剑命名 前辈 方无名 摆了摆手 不再言语 这两个家伙 算上待在 时间法阵内的时间 也是几百岁的人了 怎么还是跟之前 刚碰到的时候那样 仿佛永远 长不大的小孩子 最终 林若霜得 无双剑 林若涵得名 含剑 之后两姐妹将此地所有长剑收起 方无名 一马当仙 朝不远处 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幕走去 这个黑色光幕 正是无名 综上千元英修士 手持幽名古镇 魂旗百出的战阵 这些元英修士 见宗主走来 纷纷收回镇魂旗 战阵护照 再次变得透明 上仙 虚国国主一看到方无名 安然回来 心中大喜 但一旁的国师 可就不淡定了 刚就感受到自身修为 重回巅峰 可还没高兴多久 就看到 方无名面无表情走来 而且 进去三人 出来十四人 饶是国师侥幸心 再怎么大 此时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多年 谋划功亏一篑 入主先师 此生无望 现在只求能活一命 第85章 先帝随手一击 万丈深渊 方无名一言不发 静止走到年轻国主身前 刚才天机早已传音 战船那边数千舞者 已经处理干净 既然已经动手 那就赶紧快刀斩乱麻 完事跑落 年轻国主神色激动 可过了一会儿 突然反过来 赶紧从袖中 掏出一本泛黄书籍 恭敬奉上 小小功法 请上仙笑纳 这下方无名脸色 才稍稍缓和 这小子不错 再晚个两秒 这破事老子 可就不管了 林若霜无须方无名指示 上前拿过年轻国主 双手乘上的书籍 与此同时 方无名脑海中 也是出现 建议练体绝的基本信息 方无名满意 微微点头 之后 转身看向一旁 早已心乱如麻的老国师 老国师健壮 心中更是大姐 这国主当着众人的面行慧 意欲何为 自不必多说 感受到方无名 越发不善的目光 老国师心一横 直接爆发出自己久违的 大成天尊实力 充满全身的力量 让他短暂找回信心 紧接着老国师 袖中飞出三把 一模一样的短剑 羞羞羞 三把短剑 竟是直接朝方 无名面门袭来 速度之快 在场猪人 皆是没反应过来 碰 碰 碰 等方无名反应过来 只听见三声乍响 仿佛在耳边响起 操 天机给我干他 被手上扳指 撑起的护照 包裹的方无名 顿时大怒 妈的又一个一言不合 就想干自己的 自己只是想将其 带出这方世界 还年轻国主 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而已 等方无名话音落下 早已看不到老国师身影 因为老国师 发出攻击的瞬间 早已全力顿走 三把短剑 直接舍弃 大成修士 顿逃的速度着实快 不到一个眨眼的功夫 凌若双两姐妹 早已感知不到 对方踪迹 天机则是依旧 一脸淡漠 看向方无名手中 扳指微微点头 还行 还以为 没了本气灵 自动防御不好使呢 方无名一致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又一时间说不出来 是哪里不对劲 莫等方无名再次开口 只见天机身前 突然凝聚一把金色小短剑 金色小短剑搜的一下 消失无踪 方无名眼睛微瞪 这速度 都快超过光速了吧 两个呼吸过后 轰隆隆 不知多远的地方 突然传来惊天巨响 紧接着众人 只感觉地面微微震颤 众人赶紧转身 望向远方地平线 这这这 远处地平线 原本雄伟 绵延无边的巨大山脉 此时竟然凭空消失 一下子形成 不知多深多宽的深渊 最为震惊的 当鼠方无名 冲天的蘑菇云 莫几个超大当量原子弹 整不出这样的蘑菇云吧 方无名呼吸 稍稍稳乱 之前 难以想象一人可蔑视 现在 有些信了 仅是随手一击 竟有如此威力 要是再稍微用点力 岂不是一击轻松掀翻 整个虚果 再配合牛逼一点的神通术法 难以想象 哄 就在众人嘴巴张大 猛逼之时 一股强劲气浪将众人拉回现实 嗨嗨 事情已经解决 我们也该回去了 看到方无名即将离开 年轻国主 似乎想上前再说两句 可此时双腿 怎么也迈不动 看到年轻国主的神情 方无名停下脚步 你叫什么 年轻国主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上仙 我叫林凡 不知为何 听到这个名字 反方无名总觉得很顺啊 林凡是吧 现在这方世界 已经没有了压制之力 相信很快就会迎来战火 相见即是缘分 要是你真想 去往修仙世界 可以来我无名踪 说完 方无名不再停留 跳上凌若双际出的非洲 迅速离去 恭送上仙 听着身后传来的声浪 方无名也不回头 只是心中不免 有些纠结 这方小世界原本有先师的存在 外界的修士无法深入 现在不一样了 以那些修士贪婪的性子 绝不会放过这个从未探索的小世界 罢了 也算是给了林凡一个后路 就看林凡如何选择吧 倒是虚国子民 真来投靠无名踪 给他们弄一个安全地界 反眼生息即可 这桩因果也算是了 白衣大哥 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位大叔是 严院见到方无名安全归来 总算是一扫脸上担忧之色 毕竟刚才远处 那个惊天大爆炸 实在是太震撼人性 方无名笑了笑 嗯 对了 还没给你们正式介绍 这位是天机 是我旧时之交 今日归来 以后也是无名踪之人 天机闻言 平淡的脸上 也终于是浮现 微微笑意 向在场诸位点头示意 倒是没有超级强者的冷漠淡然 原来是白衣大哥的至交啊 严院上下打量一番 那以后 就叫你黑衣大哥吧 众人失笑 这家伙总是喜欢给别人取外号 无名踪之人 现在基本人手 一个外号了多 而且这家伙 似乎一直这么没心没肺 咋就一点不关心九鼎城的情况呢 要是无名踪真的如猜测的那样 遭受打击 那九鼎城 估计也会受到一些牵连的吧 想到这里 方无名也是赶紧下令返航 突进天机随手制造的巨坑时 方无名再次刷新 对于天机战力的认知 这巨坑的辽阔深邃 庄下整个虚国都绰绰有余 小山脉的战船驶过巨坑 宛如汪洋中一夜偏舟 与此同时 允建渊之上 间隔小城中 冷冷清清 竟是空无一人 城中 老板早已跑路的茶馆内 城中仅剩的五人环坐一桌 四男一女 此时皆是默不作声 米华道友 为何一直一言不发呀 桌对面一位青年 突然开口 随面带微笑 可此时众人 可不觉得气氛有多合约 坐在米华身边的血 无双此时胸口起伏 愤愤道 都说了我们身上 没有什么长生仙丹 你们到底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 这三人 两个大城圆满老者 一个恋虚后期青年 自从血无双带领 八千修士 出了小事件 刚想起行返回血月城 就被眼前三人拦下 迫于对方 两名天尊威慑 只得陪他们再次瞎等 之后不久 米华赶到 可依旧没有把握 对付眼前两位天尊 再次陷入僵局 只得干巴巴在此 等待无名宗宗主 从小事件中出来 第八十六章 别客气 来了 就留下吧 无双道友 何须急躁呢 血月城破 早已是事实 无可挽回 你现在急着回去 也是无济于事吧 青年淡然道 俊俏脸上 仿佛生来便是 如此儒雅随和 血无双眉头紧皱 刚想再说些什么 被米华抬手制止 阁下这么明目张胆的 来我南狱 还妄图插手我南狱之事 就不怕引发战争吗 要是早早离去 我米华 可倒没见过你们 此事就此结果 米华此时 也是语气不善 自己还赶着 去跟宗主汇报最新情况呢 这三个憋孙 一直拦着不让走 打又不打 就这么干耗着 这实气人 不过 也好在对方没有直接动手 不然 等自己赶到 估计这八千多高阶修士 跟雪无双凿 已血洒当场 而且 来人确实也是有些背景 眼前年轻人 乃是来自冬裕 本来自己也不怎么关心 冬裕之事 只是眼前的秦峰 年仅二十三四 就已经达到炼虚后期 和体境也只是时间问题 着实是当时 当之无愧的 绝顶天骄 声名远扬 还有他身边的两位天尊 秦伯光 秦伯阳 皆是当今数一数二的绝殿人物 甚至老剑的名气 还要稍训一些 主要也是南宇目前为止 并无超大规模修士之战 没有机会造神 秦峰失效 米华道友 就不要紧说些胡话了 我们大老远来到此地 必定是需要有所收获的 不然 怎么对得起本天骄之名呢 米华早已猜到 对方会如此回答 冷哼一声不再搭话 现场再次陷入安静 又过了一个时辰 来了 秦峰身边秦伯光 突然出声 在座众人皆是 下意识神识 探入允建渊入口那边 米华再也坐不住 直接化作长虹 冲入深渊底部 见状 血无霜 跟八千名一直隐匿身形的 无明宗高皆修士掩士 冲入深渊底部 迎接宗主 刚踏出小世界的方无明 第一眼便看到 迎面走来的米华 眉头微皱 不是让天尊祖 先行返回血月城了吗 宗主 血月城 已破 无明宗也 米华弯腰行礼 与其悲戚 不敢抬头 方无明先是一愣 下一瞬一股热流 直冲天灵盖 何人所为 米华犹豫两秒 还是将剑天心中天尊的猜测 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方无明早有猜测 此时更是怒火中烧 不是三大顶级宗门 还能有谁有这个狗胆 血无霜 跟八千修士此时 也是赶到 拜见宗主 八千修士 纷纷显出身形 单膝下跪 嗯 不是让你们先回血月城吗 怎么还在此店 方无明心中疑惑 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连米华 都从血月城来回跑了一趟了 这血无霜怎么还逗留此店 闻言 血无霜几乎快流出血泪 无明道兄 你有所不知 感应到家父遇险 我怎么可能还能安心留在此处 只是 血无霜从米华口中得知 血月城早已城破 血连城 估计是 血无霜每每想到自己唯一的亲人 此时可能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心如刀绞 但内心又极其矛盾 幻想着最后一丝侥幸 也许父亲性命并无大碍 可是先前那种心迹之感 只是什么 方无明隐隐猜测到 可能是有人阻挠血 无霜返回血月城 心中怒火更盛 哼 想必阁下 就是无明宗之主了吧 在下秦峰 幸会 又是三道身影落下 正是秦峰跟秦家两名天尊 方无明再次疑惑 可是瞥见血 无霜仇恨的目光 方无明瞬间里清楚一切 就是你们阻拦我的人 方无明冷冷道 哼哼 道友何出此言呢 我只是单纯想与几位 道友饮茶而已 秦峰这幅风轻云淡 仿佛啥事都没做的模样 顿时让方无明起了杀心 人家急着回家救火 结果这小子强行阻拦 现在还一副 事不关己的态度 方无明深吸一口气 稍微平复心情 毕竟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 可不能气急败坏 如街头混混 好啊 那道友可愿随我上船 方无明撂下一句话 直接示意凌若霜寄出非洲 飞往深渊之外 无明宗战船 主要还是想 先出来看看 这秦峰到底带了多少人来 竟能如此装逼 可得先看清楚 一个都不能放跑 秦峰 可就没想这么多了 主要是刚才 也是用密宝 来回查探方无明几人 可还是查看不出 对方修为 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真仙境以上 要么就是毫无修为 显然不可能是真仙境的仙人 那就是个凡人 有意思 一个凡人 竟然能成为无明宗之主 想到这里 秦峰也是没有丝毫犹豫 跟了上去 倒想看看 这无明宗到底有什么名堂 很快 众人就上了无明宗战船 一上战船 方无明就下令起航 因为附近 已经没有什么 只值得注意之人 也就是说 秦峰这小子 竟然只来了三个人 不得不说 胆子挺肥 待会儿有你哭的 刚上战船的秦峰三人 见战船 直接启动 也是微微皱眉 道有 这是急着去哪儿啊 秦峰语气不善 显然是觉得无明宗之人 好像还搞不清楚 目前的状况 方无明 来到甲板一处茶几前 直接落座 凌若双凌若寒 赶紧上前七茶 无人理会秦峰 过了一会儿 眼看秦峰三人 就要发作 方无明摆了摆手 不是要喝茶吗 来啊 坐 别客气 当自己家一样 以后就都留在无明宗吧 众人皆愣 啥意思啊 秦峰回过未来 强忍心中怒意 慢悠悠来到方 无明对面落座 在场众人 怎么可能还听不出来 方无明所说 为何意 这是要强留秦峰几人啊 早就忍无可忍的秦伯光 冷哼一声 身上属于天尊的威压 顿时释放 哼 少主何必跟这些无明之辈 浪费时间 直接逼问即可 可正当秦伯光想 将方无明凌空抓来之时 只感觉身上灵力 顿时消失无踪 秦伯光心中惊疑 不可能啊 自己法术失灵了 众人只见秦伯光 放完狠话之后 立即伸手 抓向方无明的方向 可是 啥也没发生 现场陷入寂静 众人皆是看向秦伯光 神色狐疑 气氛一下子变得奇怪 第87章 带刺皮鞭抽天胶 挺有创意 秦伯光 瞥见众人神情 来不及细想 为何自身灵力 突然组织溃散 只觉老脸一趟 不知如何收场 一旁的秦伯阳皱眉 你干嘛 听到秦伯阳的问话 秦伯光猛地收回手 哼 暂且先听听 他想说些什么 再动手不迟 见秦伯光脸色青红交加 秦伯阳也没再多问 转头看向方无明 他也想知道 为何无明宗之主如此有底气 这无明宗目前高端战力 也就只看到米华一人而已 方无明失笑 秦峰 这是你家长辈 老年痴呆 就不要出来乱跑了 也罢 无明宗不养闲人 这甲板正好缺几个打扫卫生的 本宗主就暂且将就一番 让你们三人来做这份工作吧 秦峰一愣 显然是被眼前烦人的话给惊呆了 秦峰依旧面带微笑 有些不确信自己的耳朵 道友刚才说什么 方无明放下茶杯 一脸诧异 想不到秦公子如此轻牢 竟觉得打扫甲板 已经无法体现自身价值 这样吧 今日本宗主正是册封秦公子 为我无明宗所长 专门负责清理 我无明宗所有毛测 如何 秦峰这下算是听清楚了 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秦伯阳顿时怒喝 放肆 紧接着甲板上 众人就看到熟悉的一幕 只见秦伯阳猛的伸手抓向虚空 只可惜 无事发生 秦伯阳此时 总算是知道 为何秦伯光刚才会那么奇怪了 只觉全身灵力不知怎么回事 竟是停滞 全身经脉 似乎被一股灵力至极的气息给阻塞住 秦伯阳贴向一旁的秦伯光 只见秦伯光目光闪躲 忍俊不惊 就差直接笑出声了 秦峰实在看不下去 两位书柏连连做出奇怪举动 要动手施压 就赶紧的啊 老三的装枪做事几个意思 可下一瞬秦峰就瞥见秦伯阳投来的眼色 顿时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莫非此处还有高人潜伏 作为东玉当代最拔尖的天骄 秦峰不仅实力远超同辈 心性也是沉稳 宗主可知道 我是何人 秦峰强行平复心绪 试探问道 嗯 你不就是 我无名宗所长吗 闻言 秦峰眼底闪过怒涩 不过还是自顾自说道 我乃东玉第一天骄 我们东玉可不像你们南玉这般分崩离析 各大宗门都有自己的天骄 在东玉 天骄之称分量不是南玉能比的 因为所谓天骄 是从整个东玉亿万修士中脱颖而出 才可称为天骄 方无名文言 微微点头 似乎是在认同秦峰所说 又似乎是觉得 今日茶水不错 东玉 方无名这种 喜欢肯齐文艺制书籍的人士 自然是有所耳闻 听闻东玉面积广阔无边 其实四大玉都极为广阔 广阔到亿万修士 也只是集中在一小块区域 剩下的90%的区域 都是真正的蛮荒之地 南玉也是如此 一直往南 就可以到达南玉蛮荒之地 同样的 东玉一直往东 也是蛮荒之地 一些书籍记载 甚至认为 蛮荒之地里面的生物 才是这个世界原本的拥有者 不仅如此 东玉跟荒玉 都已形成统一的修仙势力 总体实力 也是要比南玉强上一大截 不过方无明 并不太担心 东玉会因为秦锋 而大动干戈 毕竟此时的东玉 应该还是跟荒玉死磕呢 前提是秦锋 暂无性命之忧 只要秦锋不死 东玉也没那么多闲功夫 特地跑来南玉一趟 这秦锋虽可恶 但也暂时不好杀 留着 说不定以后还有大用 想清楚这些 方无明 也没了在戏弄 秦锋三人的兴趣 无双道友 接下来 就由你来监督 这三位的工作吧 你 秦锋愤然起身 可郑玉调动灵力之时 脸色一变 将在原地 随即休脑至极 郑玉强行驱动底牌 可下一瞬 秦锋只觉得 身体突然坠入一个黑暗空间 这个空间 理空无一物 除了一把巨大无比的长剑 郑玉自己头顶 好似随时都可能斩下 而自己无能为力 扑通 秦锋双腿 贪乱 直接跪地 眼尖的还能看到 秦锋当部裤子 颜色似乎更深了一些 只是很快就被秦锋身上衣物 自动清理掉污秽 方无明一甩手 甲板上出现三个水桶跟拖把 既然秦公子这么急着表现 那就开始干活吧 好好干 干个百八十年的 说不定就有那么一丝 希望晋升为 无明宗正式弟子了 说完 方无明起身离席 往自己房间走去 始终不屑发言的天机 也是跟了上去 甲板上 众人见宗主 都离开了 也是赶紧回到各自岗位 只剩血无双 跟颜月两人 血无双双眼血红 每每想起这三人 之前指高气昂 阻拦自己返回血月城 血无双 就怒意难消 一甩手 手里 多了一根 带刺的皮鞭 无双姐姐 想不到你好这口啊 接下来 甲板上 就传来啪啪声 你敢 我乃第一天骄 家父 哎呦 姑奶奶别打了 现在 我就是个凡人之躯 经受不住啊 啪啪 哎呦 小姑娘 你怎么能对我这个一万岁的老人下得去手啊 啪啪 别打了别打了 我们这就干活 方无明回到房间 特意听了一会儿甲板上的动静 这才满意开启 隔绝法阵 来到客厅中央员桌旁坐下 一抬手 手中顿时出现一本泛黄的古老书籍 正是虚国的剑意 练体诀 翻看了一会儿 开篇就是描述如何行器 才能不被入体的剑意 损伤自身 后边 还有一些汤药配方 主要用于熬练肉体 书籍最后 还有几个画的贼抽象的小人 似乎是一些 拳脚功夫示意图 方无明满一点头 看着有点内味了 天机 你也来看看 这剑意练体诀 到底靠不靠谱 天机一招手 方无明手中的书籍 缓缓飘浮过去 天机依旧副手而立 书籍就这么静静 悬浮其身前 自动翻页 过了几个呼吸 不错 还挺有创业 相比于修饰练体 不是火烧 就是雷劈 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闻 有人使用剑意练体 修饰数量众多 练体狂魔也不少 估计早有人有此想法 兴许 是剑意难寻吧 毕竟也不是所有人 天生绝世剑体 第八十八章 本就是随遇而安的性子 快别装逼了 你就说我能不能练吧 嗨嗨 自然是能练 而且有我的剑意滋养 练之大成 说不定 你还能后天修成绝世剑体 到时候 就真的万古不朽了 方无明双眼一亮 后天修成绝世剑体 逆天 这种绝世体质 无异不是天生的 竟还能后天练成 那其他的绝世体质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 某种特殊方法 后天练成呢 方无明脑海 一下子闪过无数念头 浮想连篇 不过 过程也是有些危险的 你本身 对境毫无感应 低屡剑一入体 很可能就当场暴毙了 怎么样 还要试试播 天机坏笑道 方无明当场愣住 这么危险 算了 活着挺好的 不过可以给凌若霜 两姐妹试试 如果她们愿意的话 她们现在 也算是剑修了 上次听见天心说 这两姐妹见到天赋极佳 年纪不大 隐隐有误出自身建议的趋势 有了这个想法 方无明立即叫来凌若霜两姐妹 不出意料 两姐妹一脸决绝 表示非恋不可 接下来几天 天机都去帮助凌若霜 两姐妹修炼 方无明则是时不时上 甲板看看戏 不得不说 人是真的会改变的 秦峰三人 此时竟然已经被血无双的皮鞭制的服服贴贴 甚至好几次 方无明看到 秦峰这小子挨鞭子的时候 一脸享受 打得越狠 这小子似乎越享受 一口茶水 差点没把方无明给枪死 这秦峰怕不是解锁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癖吧 一带天骄 不知道以后他老子看到他 这副模样 会不会当场气死 一日三餐 日出日落 这天清晨 方无明站在甲板上 终于能看到远处地平线上一座城池 跟当初第一次看到血月城一样 还是感觉那么宏伟广阔无边 可此时方无明的 心情却是不似当初那样 猎奇兴奋 三道长红 从血月城方向列来 末一会儿就落到方无明身后甲板上 拜见宗主 是驻守血月城的三明天尊组成员 现在情况如何 方无明副手而立 冰冷问道 三明天尊此时 也是不敢多问 想必宗主已经从米华口中得知 目前无明宗洞府的情况 此时发问 应该是问血月城的情况了吧 回禀宗主 前日 血月城外几波散修来犯 已被全部击杀 外患暂时无忧 只是 血月城内部 群龙无首 似乎正在闹分裂 闻言 方无明终于转过身 看向一旁愁容满面的血无霜 紧赶慢赶 终于是回到血月城 此时的血无霜 反倒是更加忐忑 不敢面对这一切 生怕心中最后一丝幻想破灭 现在听到这位天尊所言 群龙无首 四个字已经说明一切 血连城 陨落了 血无霜向后 亮枪两步 眼看就要瘫软倒地 但还是强行重新稳住身形 期盼目光看向方无明 方无明内心叹息 去吧 八千修士与你同行 方无明又转身 看向三明天尊 你们三人 也去协助无霜道友 务必尽快速清血月城内 动乱势力 遵命 三位天尊 早就看不过血月城 那些高层的蜀木寸光 现在正是得到命令 身上煞气 更是毫不掩藏 跟着血无霜 直奔血月城 方无明 则是乘坐战船 直接来到无明宗 遗址上空 独自来到甲板一处 看着地面几座 歪歪斜斜的主风 心中莫名失落 一处洞府而已 不必戒怀 等你真的达到一定高度 你就会发现 就算整个下界 都是无明宗地盘 也不过如此 天际来到方无明身旁 并尖立 也是望向无明宗遗址 不 我只是觉得 有些孤独 天机闻言 不再言语 过了许久 方无明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罢了 我本就是这样 走到哪里 哪里便是家 方无明想起自己之前 99万607 外出打工的生活 当时 也是截然一身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随便租个小公寓 一住就是好几年 没什么特殊情况 一般不会搬家 不管上班多累多憋屈 回到自己小窝 就能卸下所有伪装与烦恼 舒舒服服 跟好街友打会游戏 现在 也不知道 那几个雕毛怎么样了 蓝星过了多少十日 这么多年来 无明宗还是自己真心 想定居下来的地方 结果 就这么 被别人给端掉了 心中失落之后 也是认清自己 随遇而安的本性 释然 自己从不需要什么 温暖的港湾 自己真的想得到的 是修仙长生 变得强大 强大到有一天 真正逍遥于世间 没人再敢说 一个不字 也没人再敢来招惹自己 先帝修为 必须尽快搞到手 但眼下 最重要的 还是得先算一算 这笔偷家的账 一口恶气 先出了再说 方无明 直接将战船开到血月 成城主府上空 遮天蔽日 整个城主府 被阴影笼罩 城主府内 顿时有不少 强大神识 扫向无明宗战船 但瞬间 就被天机一个眼神 纷纷震碎消散 紧接着城主府内 三道身影掠出 来到无明宗战船甲板上 恭敬对着方无明行礼 方无明微微点头 你们快速召回 其余天尊组成员 遵命 答话的天尊 一挥一袖 三道 欲拂破空而去 本宗主 曾做出承诺 允建愿一行 返回之后 你们每个方队 都将得到一枚长生仙丹 等其余天尊归为之后 本宗主自会赐丹 到时你们是去是留 自己考虑清楚即可 三位天尊闻言 即惊喜又惶恐 惊喜于长生机缘 忠于有望 惶恐于宗主后面那句话 是去是留 岂不是说 宗主早就看出 十位天尊 加入无明宗的目的不纯 属下誓死追随宗主 绝无二性 三名天尊奇奇出生 不远处秦峰三人皆是惊诧 这无明宗到底是什么来头 之前从未听说过 但眼下看来 光天尊 就不下四位 这样的势力 不管在哪一域 都不可能默默无闻啊 啪啪 看什么看 还不快点干活 岩月儿暂时代替血 无双兼弓 恶在其中 三名天尊之前 就察觉到甲板上 有几个打扫卫生的 只是对方身上 修为全无 也就没在意 此时 寻着岩月儿的声音 仔细望去 三位天尊额头 顿时冒汗 第八十九章 此丹 毁宗之仇 不共戴天 虽远必诛 这 这不是东宇 秦家那两位吗 还有东宇 号称第一天交的秦峰 听到一名天尊 诧异话语 秦峰三人 老脸一红 假装无事发生 继续埋头干活 方无名摆了摆手 事意不必如此诧异 既然消息已经发出 你们还是尽快下去 帮助无双道友吧 三名天尊领命 再次落到地面 城主府内 其实谢月城的局势 在无名宗战船出现在地平线的那一刻 就已经没了悬念 此时战船直接开到城主府上方 本来欲谋夺城主之位的一些人 也是彻底打消了此念头 血无双也是杀法果断之人 仅仅不到一个晚上 血无双就顺利继承城主之位 事后方无名听闻 当晚血无双亲手宰了不少杨凤英为的高层 快速重组血月城势力 重启血月城护城大镇 顺便还给围在城外的一众散修 一个写的教训 现在的血月城 权力高度集中 手握权柄之人 正是血无双 第二天一大早 方无名刚吃完早餐 来到甲板上正准备欣赏昭阳 一道长虹落到方无名身后 多谢前辈赵福 无双道友不必客气 当初要不是无双道友照顾 无名总想买到先级洞府 估计麻烦不少 方无名转过身 看向血无双 微笑说道 只见此时的血无双 已经是换了一身成主的装扮 威严惊险 看来以后 血无双应该是不会轻易离开血月城了 正好自己也要离开此地 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两人的缘分时至今日 算是走到了尽头 前辈打算离开血月城了吗 哼哼 是啊 也该另寻一处宗门道场了 别人的宗门 无无意不是僵域辽阔 其中 附属宗门几时上百 附属王朝更是不知反解 这样的宗门 才算得上是一个大宗门 无名总窝居于血月城 当时只是权宜之计 现在有了能力 自然得好好出去转转 寻找合适的地方 眼看血无双 欲言又止 方无名笑着说道 无双道友 莫要辜负老城主的期盼 况且我此去 还要去找人算算旧账 被方无名一语道破 血无双脸颊微红 本来还犹豫要不要跟随前辈 现在看来 有些自作多情了 两人都不再开口 一起望向远方地平线 出生新阳 正如两人即将各自开启的新征途 没过多久 远处地平线挤到长虹略来 速度极快 纷纷落入战船甲板之上 正是见天星几人 宗主 嗯 可有什么线索 见天星略微思索后 开口道 我们这几日 已经悄悄去三大宗门打探过了 并未寻到丹臣跟应龙他们的踪迹 但是 待人围攻血月城 回我无名宗的 确实是三大顶级宗门联合所为 方无名面色平静 早有猜测 召集所有人甲板集合 不到十分钟 战船广阔甲板上 十个方队整气排练 所有人都瞥见甲板远处 三个埋头打扫卫生的身影 主要是战船主体 是极品陵木制成 不仅坚硬无比 只要核心不被破坏 还能自我修复 且配备有自动清洁的法阵 一般是 不需要人工手动打扫卫生的 还别说 这三个家伙 不知从哪弄来的 干活还挺麻溜 并无人敢询问什么 想必宗主自有安排 方无名站在一处高台之上 审视一圈 不错 你们都很好 此番 允建渊之行 完成了目标 得到了问道果 不过 最让我欣慰的是 我们此次全渊回归 无一人伤亡 方无名置地有声 眼神充满坚定 誓死捍卫无名宗威严 肝脑徒弟 在所不惜 上万修士 其声高呼 方无名微微抬手 现场迅速安静下来 本宗主从不食言 之前答应过的承诺 都会一一实现 现在 正是此弹 此话一出 台下上万修士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激动 顿时骚动起来 见天尊等十位大成修士 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 宛如相间普通老人 再无天尊威严 方无名 朝凌若霜 凌若涵两人示意 凌若霜 凌若涵两人身形 缓缓飘浮而起 朝十个方队飞去 飞到每个方队前 都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个精美愈合 接丹之人 自然是每个方队 站在最前面的 也就是每个方队的天尊 其余修士 看到天尊双手 接过愈合 心中皆是火热 隐隐有侥幸之心 不过这些修士 也都清楚 每个方队得到的 第一颗长生仙丹 必定是天尊所得 先不说 天尊战略价值最高 寿命也普遍接近大限 就光平时天尊 对方对内 众修士的照幅 就理当优先货的仙丹 不然一般修士 想得到一名天尊的照幅 那就得看缘分了 高台上 方无名眼看次丹完毕 众修士虽目光火热 但面上并无贪婪之色 心中满意点头 看来这上万高阶修士 已经逐渐认同了自己的身份 逐渐接受了宗门的约束 方无名再次微微抬手 继续开口 这次长生仙丹 虽数量不多 但你们也不必介怀 问道果已经到手 想必大家都知道 问道果一人一生 只能服用一枚 所以 本宗主打算炼制问道仙丹 这问道仙丹 一人一生可服用多枚 因人而异 今后 我希望在场各位 都以问鼎仙道为最终目标 五无名宗 人人皆可成仙 方无名这次演讲 历时最久 不知是有感而发 还是觉得洗脑力度还不够 竟是足足讲了半个时辰 天下众人 也是听得热血沸腾 恨不得当场就要 为宗门献出生命 临近结束 诸位可自行 将自己好友旧时 引荐入宗 境界不限 但是为人方面得信得过 刚才也说 无名宗接下来的打算 毁宗之仇 不共戴天 虽远必诛 方无名此话一出 台下众修士皆是了然 想引荐自己好友入宗 最好是在近段时间入宗 不然等到无名宗复仇完毕再入宗 就显得有些贪生怕死了 只想索取 却不想付出之人 在无名宗可混不下去 说到此时 方无名已是口干舌燥 最后再给台下众人 灌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后 离开高台 消失不见 只剩甲板上 上万修士嘈杂之声 不是争抢轰乱之声 而是对各自方对天尊的道合之声 远处秦峰三人 此时早已呆立当场 久久无言 第九十章 难遇崛起之事 不可阻挡 诡异境传来消息 两位书版 你们怎么看 这无名宗 显然还有不少长生仙丹啊 秦峰一改平常受虐狂姿态 再次恢复淡然天骄姿态开口道 秦峰身旁两位老者对视一眼 眉头皱起 这无名宗不管武力还是财力 都是难遇之罪 而且无名宗之主还擅长笼络人心 看来用不了多久 难遇很有可能被无名宗统一 少主 老朽觉得目前形势 对我们很势不利啊 秦柏阳忧心忡忡说道 哦 书版何出此言 我看到无名宗之主 并未打算对我们如何啊 想必是不想跟我们冬遇 彻底撕破脸皮 毕竟此时的难遇还未成气候 万不可与我冬遇匹敌啊 话虽如此 但是 无名宗当着我们三人的面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长生仙丹 怕是已经不打算放我们离去了 闻言 秦峰终于皱眉 书版说得有道理啊 今日之事要是传出去 无名宗必将成为众矢之地 见状 一直沉默抚恤的秦柏光 突然开口 我看未必 秦峰秦柏阳两人 皆是转头看向秦柏阳 秦柏光不知在想什么 微微点头 好似在心中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你们想想看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这里上万修士 消息总会泄露出去的 况且 刚才无名宗之主也说了 这些修士可以招揽亲友入宗 那 招揽亲友的时候 该如何说呢 必定少不了说出长生仙丹之事 所以 无名宗之主 并不怕长生仙丹的消息泄露出去 反倒是 有些故意散布长生仙丹消息的嫌疑 听了秦柏光一番解析 秦峰秦柏阳皆是身以为然 不停点头陷入思索 长生仙丹为何物 一枚即可搅乱一遇 得到仙丹之人 恨不得就此离开这方世界 以免招来恨祸 现在无名宗之主的行为 实属反常 秦峰三人不由自主感受了下自身 还是提不起一丝灵力 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连续封印两位顶级天尊的所有修为 怕是一般的仙人也无法做到吧 三人心中莫名变得沉重起来 看来难遇崛起 已成定局 恐怕荒域跟东玉打这么多年 最终还是给无名宗做了嫁衣啊 但此时又无能为力 秦峰三人再次默默拿起拖把 心中纠结 之前希望东玉再派人来解救自己三人 可是现在 怕是葫芦娃就爷爷 一拨一拨地送啊 方无名演讲结束 当晚最后再入一次望仙楼 同血无双众人最后吃一顿之后 无名宗战船整着夜色 开把 目标 盗天仙宫所在方向 这三家难遇顶级宗门 方无名打算一一剿灭 今后难遇再无任何势力 再敢招惹无名宗 但此行的主要目的 还不是盗天仙宫 而是一处诡异境 血月成城主府 亲自发布天价悬赏任务 任务目标是寻人 寻的自然是丹臣跟小白 只有有两人的消息 等到确认消息可靠之后 立即可获得天价报酬 当然 要是能将两人安全带回 报酬再翻两番 可惜 最终也只是有人带来丹臣小白他们消息而已 并未能将人带回来 根据得到的消息 丹臣跟小白 疑似被一名大成天尊追杀 这才不得已直接冲入新开启的秘境 最终 那位天尊也是冲入秘境 但至今未归 不知死活 最后 有人通过刘颖石里的画面 认出了追杀丹臣小白两人的 正是盗天仙宫的太上长老 盗治老祖 除此之外 方无名还额外打探到其他消息 传闻 荒狱第一剑圣黎秋芒 突然现身难遇 并且还大打出手 毁掉两艘巨型战船 据传 貌似还斩了万腰山 遁幽名古的天尊 最后扬长而去 无人知晓 其目的为何 方无名隐隐猜测 这荒狱第一剑圣 也是被长生仙丹吸引而来 那整件事情 就都讲得通了 三大宗门 联合袭击 无名宗洞府 可惜一无所获 但是远道而来的荒狱剑圣 并不相信三大宗门没有收获 双方大打出手 损失惨重 三大宗门 也算是恶有恶报 不过那离秋芒大老远跑来南狱 估计不会就这么灰溜溜离开 方无名有预感 离秋芒最终会找上自己 想到此处 方无名叫来见天心 现在凌若双两姐妹 有天机亲自教导 见天心倒是腾出不少时间 来做自己的事 拜见宗主 见天心一进门 那头便拜 呵呵 见老不必如此拘束 方无名微笑说道 可总觉得有些别扭 说是见老 可此时眼前的见天心 可一点不老 自从天尊祖十人服用长生仙丹之后 这十个老家伙也不装了 直接献出年轻时巅峰躯体 现在那些个老头老太太 一个比一个俊巧 果然 能修炼之大成的修士 无意不适人中龙凤 每人都曾独领风骚 此时见天心年轻的身体 看起来年纪竟跟方无名相当 但眉宇之间 依旧还能看出一丝老成之意 等过段时间 适应之后 估计也就重回年轻时 热血时代了吧 算了 以后我还是叫你小剑吧 方无名自顾自说着 并未给见天心搭话的机会 继续道 你知道荒语剑圣黎秋芒吗 方无名想着 都是见到巅峰人物 应该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才对吧 果然 只见见天心微微点头 黎秋芒 一千年前 曾有一面之缘 传闻 那黎秋芒乃是舞痴 但我却不敢苟同 当时我也是见那黎秋芒 见到天赋不错 想着压制修为 跟他切磋剑道 只可惜 他不知怎么回事 始终不肯拔剑 最终这场切磋不了了之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何提出切磋的人是他 一言不发 离开的也是他 见天心说着说着 似乎陷入思索 百思不得其解 方无名也是了然 听小剑这么一说 那所谓的荒语第一剑圣 也不过如此吗 还以为多厉害呢 到时候 要是碰到了这荒语剑圣 敢叽叽歪歪 就让小剑上去削他 了解清楚情况之后 方无名便让剑天心离开 方无名一如既往 掏出一本杂谈怪志 就当睡前故事了 事实证明 不管多相信科学 看多了这些诡异故事 晚上睡觉 那可刺激多了 反正这两天 没什么要谨事处理 不得好好刺激一把 要是雪无霜 悬赏任务 得到的消息可靠的话 预计两天后 即可赶到那处诡异境 第九十一章 月下桃仙酿 此时甲板上 独自喝茶的方无名 倒是清静 茶虽是好茶 一人独饮 难免无聊 乏味 这几天 天机这家伙 神出鬼没的 只是时常来找方无名 要一些灵财 数量还不少 年份也是 专挑最高的 几乎万年以上 方无名原本以为 天机是 打算练丹什么的 可询问之后 天机只是神秘一笑 并未正面回答 只说 道是自然变之 有好东西 要不要尝尝 正欣赏圆月的方无名身后 天机一脸坏笑走来 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 方无名躺在陵墓躺一上 并未起身 只是稍稍侧头瞥了一眼 呦 席客呀 啥好东西呀 天机来到方无名身旁查落座 动 方无名转头看去 茶几上多了一个 雕龙画缝的葫芦 天机拔开葫芦盖子 甲板上顿时一满浓浓桃花香 方无名狠狠嗅了两下 差一看向天机 嘿嘿 这是桃仙酿 正儿八斤的仙酒 酒 方无名坐起身 来了兴趣 什么酒 竟然如此清香 引人侧目 方无名之前 正好也收集不少极品灵气酒杯 此时正好拿出来试试 方无名一挥手 茶几上出现两个精美玉杯 玉杯倒映月光 乍一看 似乎能接住月光凝聚成灵液 天机眼前一亮 给两个杯子都满上 方无名不用招呼 举杯抿了一口 饶式方无名并不是爱酒之人 此时心中也是生起一股冲动 举杯引尽的冲动 而且此时不知为何 心情极为舒畅 浑身通透 方无名诧异 抬眼看向天机 只见这家伙 早已准备给自己到第二杯 这仙酒 我怎么感觉 还不如下界一些灵酒呢 方无名突然想起 之前第一次接触灵酒 出于好奇 来了一杯 结果入口辛辣 而且下一瞬灵气保障感 立即出现 撑得难受 可是这仙酒 一口饮下 除了身心舒畅 就没有其他感觉了 更没有辛辣口感 反而是异常可口 嘿嘿 这可是灵天先帝自创的仙酒 反扑归真 不刻意抢求 休士喝着喝着 说不定突然就突破境界了 烦人喝了 身心舒畅 烦恼竞散 更能直视本心 喝着喝着 心魔执念自会消散 方无名闻言 一口饮进杯中酒 微微摇头 说得这么玄乎 见方无名 貌似没意识到 这仙帝独创仙酒的威力 这么说吧 不管是休士 还是凡人 在自己的道路上 走得远了 往往会逐渐忘记 当初 为何选择这条路 逐渐迷失本心 再无寸境 此时 就需要反扑归真的心境了 这种心境 靠自己领悟的话 也许瞬息领悟 也许老死 也无法领悟 但是 这仙酒 却是 能让人快速进入 反扑归真的心境 使自身瓶颈松动 比如那个见天星 修为已经达到 这个世界的巅峰 但心境 还有瑕疵 所以 迟迟未能突破 最后一道屏障 迎来天结 得到飞升 天机一番话 方无名 终于是稍微了解 这仙酒的部分妙用 方无名这段时间 看其文意志 基本所有故事 都有那么几个修饰 一个瓶颈 可以卡一辈子 这个世界的修饰 比例在方 无名看来 是极为畸形的 练气修饰 几乎占了总修饰的大半以上 筑基次之 金丹更是成断崖式下跌 造成这一现象的 修炼资源 虽然很重要 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资源 还可以慢慢熬出来 不至于一辈子 停留在练气期 但是 遇到瓶颈 那就遭老罪咯 有些人一路到大城 顺顺利利 有些人 炼气三四层 这辈子 也就到头了 方无名感慨之余 一葫芦 酒早就被两人喝完 意犹未尽 天机纠结一番 再次拿出一葫芦 方无名也能理解 毕竟这酒炼制起来 应该不容易 材料苛刻 工序复杂 不仅的天时地利 还得蒙蔽 这方世界天道 毕竟是仙酒 这方世界天道 不会允许仙界 存在于这个世界 就在天机 准备拔开葫芦塞子时 方无名表示 想让天机 将这葫芦酒 先赠予自己 之后再一起喝 天机此时 也是心情舒畅 也没在意方无名 这脱裤子放屁的举动 又过了不知多久 桃仙酿的香气 终于将盐月 这吃货给引了出来 方无名也是无奈 这家伙都不想家的吗 不知他家中老父亲 此时做何敢想 可惜 盐月赶到战场的时候 第二个葫芦里面的酒 也正好被方无名 两人喝光 盐月只能眼巴巴 看着倒在茶几上的 两个酒葫芦 拖着下巴 遥望天上脚跃 在甲板上闻着酒香 不知为何心中宁静 莫多久 见天尊等十位天尊 也是壮若不经意 来到甲板之上 今晚月色 真是不错呀 有 宗主也在这儿啊 真巧 方无名此时 心中舒畅 转头看向正走来的 十位年轻天尊 你们也来了 方无名笑着说道 之前天尊组成员 在方无名面前 很是拘谨 但自从得偿所愿之后 心态就转变了些许 此时这十人 更像是方无名老友 而不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私底下 说起话来 也就随意许多 方无名 也乐乐得如此 这样的关系 反而是更加值得信任 方无名一挥手 又出现 一张精美石桌 众人不用招呼 自动入座 正在天机愣神 不知这些人 打算干啥之际 只见方无名大手一挥 众人面前顿时出现精美玉杯 不仅如此 美人前面 还多了一个酒壶楼 天机眼睛更大 下一瞬似乎想起了什么 微微点头恍然大悟 诸位 这是桃仙酿 新酒 尝尝 方无名说着 自顾自给自己酒杯满上 一口饮尽 舒畅之感遍布全身 在场诸人 也是倒酒饮尽 顿时觉得 早已稳固的心境 似乎有松动重组的趋势 见天心俊美脸庞 更是凝固住 难以置信 千年 未曾有丝毫松动的瓶颈 似乎有了冲破的可能 这一切 必定就是这仙酒的功劳了 竟如此神奇 要是这仙酒能普及 那这方世界的高阶修饰的数量 必定爆发式增长 诸多念头 在见天心脑海中闪过 其余天尊的情况 也是差不多 纷纷诧异对视 都看到彼此眼中的不可置信 大恩不言谢 多谢宗主赐酒 诸位天尊齐齐举杯 方无名也是举杯 你们能喜欢 极好 今晚好好休息一番 接下来的日子 可不太平 哈哈 众人皆是笑着 饮尽杯中酒 从今往后 患难于共 第九十二章 须于仙府 神秘老头 方无名每每睡了一觉 直到第二天 晌午才起床 走入房间内 清洁法阵 身上污秽 全部被清除干净 全身干爽 身上如往常那样 散发淡淡清香 穿上衣服 刚准备上甲板看看时 听到方面外面脚步声 这几天一直如此 方无名光从脚步声 都能猜出外门是谁 前辈 膳食已备好 嗯 进来吧 林若霜林若寒进屋 将精心准备的早餐摆好 方无名 其实并不是很看重饮食规律 只是劝说两姐妹无果 也就随着他们了 吃完早餐 方无名来到甲板之上 遥望前方 没过多久 见天心身形显现 宗主 前方不远就是那处秘境了 方无名微微点头 派去查探消息人 带回什么消息了吗 回禀宗主 前方秘境名 为虚于仙服 据说有修士 从一些古籍上 判断出仙服的来历 不过 至于有什么来历 我们的人并未查探到 虚于仙服 这还是方无名第一次 接触到所谓的仙服 之前 从天机那里得知 仙界的仙人 一般下界 无法滞留太久 没想到这虚于仙服的主人 竟然特意花时间 建造自己的洞服 有点意思 想到这里 方无名想到 之前的逍遥子 这家伙拿了好处 这么多天过去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莫非是要自己 再次使用召唤御服 方无名快速清理思绪 现在 还是先尽快 找到丹臣 小白他们才好 嗯 那边目前都有什么人 方无名结合之前 得到的消息 到天仙宫太上长老道治 还在秘境之内 不知生死 到天仙宫之人 此时可能派人把守秘境 按照他们瞧不起 一切外界修士的姿态 现在估计 已经占领 虚于仙府附近的代了吧 见天心闻言 眉头微皱 似乎也是有些疑惑 回禀宗主 现在虚于仙府那边 只有一些散修 并无强大修士存在 哦 仙府 竟然这么没拍面 见天心沉默 不知该如何回答 方无名也不再追问 全员戒备 加速前进 遵命 与此同时 虚于仙府内 两名青年相隔不远 盘坐修炼 突然 一头雪白长发青年 猛然睁开双眼 树桶紧缩 我感应到了 我父亲来找我们了 丹臣也是睁开双眼 似信非信 隔着这诡异秘境空间 也能感应得到 之前丹臣 就回到道治老族陨落之处 将其身上修炼资源 尽数扒光 原本以为一位大成天尊的储物界 估计得花一番功夫 才能破除其上印记 结果 在拿到道治老族储物界之时 其上印记早已腐朽 不堪一击 好在储物界里的东西 并未受到这诡异时间流速的影响 还能使用 修炼资源是拿到了 但丹臣心中也是没底 这秘境如此诡异 先不说宗主能否找到此地 就算是找到了 估计也没办法通知自己两人出秘境了 有点麻烦 可此时白龙既然说他能感应到宗主 当真 小白 你莫不是出现错觉了吧 此地时间流速太过诡异 丹臣也是觉得待在这个地方 始终无法安心 现在也不知道来到这处秘境 到底已经过了多少时 绝不会错的 小白说着 直接起身 就想往秘境入口走去 可当小白仔细环顾四周 顿时一愣 丹臣大哥 入口 是在那个方向对吧 周围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短时间内 还能大概辨别方位 可这次两人入定修炼 不知道过了多久 周围的各种环境 早已沧海桑田 完全了末之前的模样 丹臣闻言 也是一愣 还是草率了 丹臣起身 转身环顾四周一圈 这不转还好 一转 更加搞不清方向了 一人一龙对视 瞬间觉得 后背一两 玩犊子 原地不动 也迷路了 之前 还仗着寿命悠长 不是太慌张 可是现在 多长的寿命 也不够两人一直待在此地消耗的 一人一龙此时 终于是有了生死危机感 丹臣大哥 现在怎么办 丹臣也是犯难 一时也想不出靠谱的办法 小白 你能感应到宗主所在方位吗 小白点点头 丹臣继续道 那我们就 按照你感应的方位走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跟虾菜一个方向 其实也没多大区别 因为 两人并不知道 方无名的方向 是否是秘境入口的方向 很有可能 越走越远离秘境入口 一人一龙 不知走了多久 恍惚间 好似一头撞上一面 坚硬无比的石壁 小白摸了摸自己额头 有些肿胀 想不到此地的环境 竟然还有东西 能把自己敲得这么疼 可小白抬头一看 眼前空无一物 小白猛逼 看向一旁也是服恶的丹臣 似乎是一个结界 无法看到 也无法使用神识感知的 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丹臣似乎自言自语 也察觉到自己所说的话 有些矛盾 可事实如此啊 虽说 此地神识 只能蔓延十几米 但也不至于都撞上了 还没感应到 越发诡异 一人一龙 纷纷伸手摸索 确实有一面 看不到的墙壁 一人一龙 对视一眼 这莫非就是这秘境的边界 小白眼中闪过喜色 下一瞬 只见一条房屋般粗细的白龙 腾空而起 背上双翼 遮天蔽日 好 巨龙身周灵力 狂暴翻腾 做事就要 全力积在眼前 看不见的壁垒之上 丹臣来不及阻止 只得先行退开 丹臣主要是怕这壁垒 会反弹攻击之类的 毕竟之前 都没见过类似的壁垒 然而下一瞬 还莫等巨龙口中 能量积湿而出 周围顿时陷入停滞 丹臣此时 心中暗道不好 双眼虽然还能看得见 但是身体无法动弹嘶吼 小白巨大龙身 也是停滞在空中 最让丹臣惊骇的是 不远处一只小蚊虫 也是定格在空中 再将目光向外蔓延 这片区域完全停滞 一种任人宰割的恐惧感 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 这道看不见的壁垒的对面 一个胡子拉差的老头 一身铁匠打扮 手里还握着雕刻 繁杂符纹的巨锤 一看就不是凡物 老头正皱眉移 或看着外面的一人一龙 奇怪 这两人不是仙人 身上却有一道仙气 维持生命本源 老头习惯性摸了摸下巴嘀咕着 算了 先拉进来问清楚 再跑路不迟 有了决断 老头转身往回小跑 不知道去干什么 第九十三章 远古圣仙旧时 在丹臣惊讶的目光下 只见一道金色锁链 正快速刺向自己这边 可不管丹臣如何挣扎 都无法动弹 甚至眼珠 都无法转动分喉 只得眼睁睁看着金色锁链袭来 就在丹臣心中 刚感谢完方无名之欲之恩 准备慷慨赴死之时 金色锁链 并未直接贯穿丹臣身体 而是死死缠绕住丹臣 缓缓将丹臣拉向那面 看不见的壁垒 嗯 莫非是想 将自己拉出这片 绝对停滞的区域吗 心中疑惑 丹臣于光看到 小白此时的情况 也是跟自己一般 被一道金色锁链 缓缓拉动 不到几个呼吸 丹臣跟小白 就被拉进壁垒之内 你们是谁 怎么来到这里的 想干嘛 莫等丹臣小白两人 完全被从壁垒中拖出 就听到一个 极其洪亮的声音 发出灵魂三问 丹臣眨巴眨巴 已经干涩的眼睛 身体可以活动了 好 小白奋力挣扎 想将身上金色锁链挣脱 可惜无济于事 丹臣此时 也看到不远处 站着一个邋遢老头 想必他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吧 前辈莫要见怪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这才误闯此地 本来想离开此地 可惜中途迷失方向 这才 丹臣赶紧解释 眼前老头身上的气息 竟然是仙的气息 这气息 可比当初长生仙丹上的 仙气浓烈多了 只有一种可能 眼前邋遢老头 竟是一个仙人 小白此时 似乎也察觉到老头的不简单 化为人形 不再挣扎 只见老头脸上露出狐疑之色 一个镜 马撒着下巴 你们身上有一丝仙气 吃过仙丹 吃过 长生仙丹 闻言 老头更加疑惑 这里不是下界吗 怎么会有仙丹呢 莫非现在下界 跟仙界的通道 已经被人复原了吗 不能够吧 当年自己 可是亲眼所见 地绝天通 已再无可能恢复啊 而且 仙界那帮家伙 也绝不可能 同意仙界 与下界有来往才对啊 老头越想越是一头雾水 不过 看这两个后生 不像是什么 大奸大恶之人 应该是真的误打误撞 来到此地 你们 可认识我 老头突然开口 丹臣跟小白一愣 对视一眼 一脸猛逼 看到丹臣两人的反应 老头也不等丹臣 两人回答 再次开口 行了 不认识正好 我这就送你们出去 前辈 丹臣白龙 还没来得及发问 就觉得 眼前一片白光闪过 等两人再次看清 眼前场景 竟然已经来到了 秘境之外 卧槽 这不就是那个 天价悬赏的目标吗 一人一龙 周围蹲守的伞修 顿时炸锅 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 然而 还没等中伞修 上前打招呼 轰隆隆 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 不好 此地快要塌陷了 不知是谁 第一个惊呼出声 紧接着周围山林里 飞出无数长虹 逃离此地 丹臣小白 跟周围伞修不一样 此时反而是面露喜色 因为 远处悬浮高空的 巨型战船上三个大字 吴明宗 丹臣小白二话不说 腾空而起 朝吴明宗战船飞去 方吴明站在甲板上 见丹臣小白安然无恙 心中石头总算落下 战船上负责防御护照的修士 也是眼尖 直接开了一个口子 丹臣白龙沿着开启的口子 直接落到战船甲板上 宗主 父亲 你们没事就好 方吴明是第一次 看到小白化形 面容白皙 俊俏且坚毅 方吴明心中甚是满意欣慰 可此时还不是叙旧的时候 此时地面震动 似乎地底有什么庞然大物 即将破土而出 战船上众人的注意力 全部被地面吸引 纷纷靠近甲板边沿向下看去 天尊组识人 不用方吴明安排 已经是自觉飞出战船 挡在战船前方 要是地底冲出什么 恐怖之物 有天尊组的阻挡 战船也能有足够的时间 退出战场 方吴明转头看向一旁的天机 正想询问一下 地底到底是何物 只见天机此时罕见皱眉 方吴明心中更是好奇 天机下面是什么东西 还不确定 我下去看看 你自己小心一点 班纸别离身 天机撩下一句话 身形原地消失 负责管理战船防御护照的修饰 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天机 已经离开战船 可就在天机身形消失的瞬间 轰隆隆 地面猛然塌陷 方吴明一眼望去 地面此时已经形成一个巨坑 好似的底原本的庞然大雾 瞬间消失 从而导致地面塌陷 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河水倒灌 巨坑正逐渐成为巨湖 方吴明猜测 等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巨湖就彻底形成了 谁也不会想到 此地原本是几座高山 颇有沧海桑田变迁之感 方吴明感慨之际 于光瞥见天机身形 重现显现 看着天机此时 眉头依然紧锁 方吴明知道 这家伙应该是白跑一趟了 怎么样 方吴明还是开口问道 天机微微摇头 还是晚了一步 不过 我没猜测的话 应该是那个疯老头 我能感应到 他身上残留的汗臭味 而且 也只有他 才会每次跑路 都直接带上整个洞服 老疯子 汗臭味 带上整个洞服跑路 方吴明脑海 瞬间各种猜测闪过 看来刚刚带着洞服跑路的家伙 跟天机应该是认识的 你这副身体 怎么说 也是一仙帝 这下界还有你留不住的人 天机轻叹一口气 你有所不知 刚才逃走那人可不是普通人 乃是一位圣仙 圣仙 方吴明瞬间 回想起仙界境界划分 帝仙 天仙 金仙 玄仙 圣仙 盗祖 仙帝 圣仙 那岂不是妥妥的仙界大佬 至于盗祖跟仙帝 那都是传说级别的存在 圣仙 在仙界 已经是地位超然 而且 不是说仙界大佬 不能下界吗 这特么怎么冒出个圣仙 怎么感觉这下界 也越来越危险了 看到方吴明脸上诧异 天机心中暗爽 继续缓缓到来 说起来 我跟那老疯子 也算是老相识了 我跟他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我主人 还未成就先帝之位的那个时代 那时候 我们都叫他 卢老头 天机似乎回想起久远的过去 眼神竟是罕见有些迷离 宛如一个久未归家的浪子的眼神 第九十四章 红月 横跨星河界域 入夜 战船飞驰 前往道天仙宫方向 甲板上 方吴明 早已摆出桌椅 桌子上 已经有几个歪倒的酒壶了 天机 也是一直诉说关于 卢老头的事迹 现在 方吴明终于知道 白天时 是什么东西导致巨狐的出现 那竟然是卢老头的洞府所在地 这么说 也不准确 因为洞府已经被卢老头操控 直接撕裂虚空 不知逃顿到何处 说起这卢老头 那也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仙界巨博 在九远时代 仙界跟诸多下界 还未断绝联系 那时候 每个下界都有通道可以直达仙界 仙人下凡的事迹 在那个时代 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 甚至不少仙人 还在下界传播道统 招收门徒 可谓是欣欣向荣 可不知为何 后来这些通道被毁 天地巨变 不少没来得及返回仙界的仙人 不是被下界天道毁灭 就是被下界气息轻染 逐渐腐朽 最终指得在下界寻一处 风水宝地 与世长辞 这也跟方无名之前 看到的一些奇闻关联上了 传闻上古时期 仙府仙目众多 可如今 该被发现的 都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 仙人的事迹 也是越来越虚无缥缈 然而 这又跟卢老头有什么关系呢 方无名 原本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是不是就是这卢老头 破坏了下界 跟仙界的通道呢 事实正好相反 卢老头 作为仙界 最顶尖的炼器大师 自从通道被破坏之后 卢老头的志向 就是建造一艘 可以横跨星河界域 直达仙界的战船 方无名第一次听到这个壮举时 也是大为震撼 虚无缥缈的仙界 真的可以靠战船直达吗 那战船到底都有多牛逼 看现在这情况 卢老头的战船 应该是没完成吧 不然 也不会被人发现 洞府就立马跑路了 方无名一口 引进杯中酒说道 天机又是叹了一口气 摇摇头 哪有这么简单 他的战船 想撕破虚空前往仙界 那战船的防御能力 最起码 也得接近仙帝的防御 在下界 哪有这种材料 天机显然 也是不太看 好弩老头 之前那个逍遥子 不是说通过什么 破戒符来的下界吗 两杯酒下肚 方无名思维 也是放得开 有杆发 问出自己的一个小疑惑 那可不一样 先不说破戒符 只能作用于仙人 而且 每次使用破戒符 使用之人 都有一定的几率 被虚空碎片碾碎 根本就不是安全的 下界之法 那个逍遥子 刚入仙界不久 怕是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 破戒符的危险 一般贩卖这种 违禁服录的 可不会主动说明 自己服录的缺陷 反正能用就行 你见过有哪个 真仙境以上的仙人 敢贸然使用破戒符 天机一顿输出 方无名也不反驳 反正自己也不知道 仙界啥情况 也就只能听天机 这家伙一顿乱吹了 行吧 不扯这些没用的 你现在还能找到 卢老头吗 或许他需要的材料 我可以弄到 天机一致 是啊 方大金主 那可不是一般的 财大气粗啊 这样一来 就有了跟卢老头 谈条件的筹码了 自然是可以找到 他那洞府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离开这方世界 方无名满意 点头认同 那等处理眼前之事 到时候 再去找卢老头 对了 到时候可得让他 炼制一些仙人傀儡 越强越好 以后有空去仙界耍耍 行 包在我身上 两人又碰一杯 把酒言欢 不亦乐乎 喝了一晚上桃仙酿 第二天醒来 依旧神清气爽 身心舒畅 方无名刚吃完 林若霜 两姐妹准备的早餐 剑天星就前来 汇报目前情况 宗主 再有两个时辰 就进入 盗天仙宫地界了 嗯 按原计划行事 这次必定要给他们一个 永生难忘的教训 如果敢反抗 本宗主不介意 从此抹出盗天仙宫 遵命 剑天星领命退下 心中早已经能想象 得到盗天仙宫的命运 那帮道貌岸然的家伙 怎么可能会低头臣服 也就是说 他们的结局 只有一个 毁灭 方无名来到甲板之上 遥望前方 之前已经了解过 盗天仙宫 和一些基本信息 盗天仙宫 疆域辽阔 有附属小宗门上百 大大小小王朝无数 但真正隶属于 盗天仙宫的修饰 不过十万 按理来说 这么辽阔的疆域 修饰数量 至少接近百万以上 后来 方无名才知道 其实 像盗天仙宫 这样的顶级宗门 疆域内有不少修饰入住 这些修饰 并不直接隶属于盗天仙宫 甚至可以说 跟盗天仙宫没什么关系 但也算不上是散修 算是暂时借助于 盗天仙宫疆域 受盗天仙宫约束 同时也受盗天仙宫之威名 壁虎依二 这些借助的修饰 每年都需要给盗天仙宫上交 一定的零食 并且 原则上这些修饰 也应该护佑周边的城池 作为回报 盗天仙宫 也会象征性旅行 防冬的义务 不仅到天仙宫如此 其他三个顶级宗门的情况 也是差不多 疆域内90%的修饰 都只是暂时借助的修饰 方无名也知道 形成这样局面的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到天仙宫的资源 无法吸纳过多修饰 久而久之 也就形成了天才中 选拔天才的局面 宗门内的总人数 万年来 基本持平 波动极小 如此辽阔的疆域 人手不够 自然而然 会有一些人作乱 甚至夸张点的 直接就自立门户 这同时 也为到天仙宫的任务栏上 增添不少 形形色色的任务 对于弟子的历练培养 也是极有好处 所以 将于那一些 无关紧要的动乱 到天仙宫高层 一般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方无名刚了解到 这些情况的时候 也是大为震撼 所谓的顶级宗门 管理竟然如此松懈散漫 但转念一想 这种管理模式 在这种形式下 也许已经是最为合理的了 这些借助的修士 不仅能为到天仙宫 每年提供一笔巨款 平时因为这些修士 常驻到天仙宫江域内 也算得上是 到天仙宫的牌面 便想拉升到天仙宫 总体实力 小双小韩 人手都安排好了吧 前辈 都在这里了 好 去吧 将无名宗到来的消息 传遍整个到天仙宫江域 是 看着数千身影腾空而起 方无名满一点头 这次 定要让到天仙宫付出惨重代价 第九十五章 丹药服录灵器 入宗急送 南狱 到天仙宫江域外围 一处山谷之中 两道身影盘坐西边柳树下 磐石之上 突然 天空飘来一叶纸张 磐石上一位老者眉头一皱 抬手招来纸张 黎道友 你快看看 这 黎秋芒也是睁开双眼 不解地接过纸张 无名宗即将入境 特此通知 献本宗正式向到天仙 宫将域内修士 发出邀请 加入无名宗 福利如下 黎秋芒看着看着 神色越发精彩 想不到 这无名宗这么明目张胆 来此地招收门徒 难道无名宗不知道 这是在挖到天仙宫墙角吗 又或许 无名宗已经得知 学越成之事 乃是三大顶级宗门所为 不管如何 这次 到天仙宫怕是要元气大伤了 这种待遇 谁看了不心动 就连练气修士都不放过 而且 年俸禄至少是其他宗门十倍以上 各种极品丹药服录灵器 入宗即送 不仅如此 无名宗甚至直接公开 长生先丹之事 还有问道丹 有那么一瞬间 黎秋芒甚至都想 先入了无名宗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枚仙丹 可是 这夜纸张最后一句话 打消了黎秋芒的念头 入了无名宗 不服管教者 杀 背叛宗门者 灭其族 其他宗门戏作 灭其宗 这怎么看 都像是骗人入宗啊 再结合之前的福利条例 高得让人觉得 有些不真实了 黎秋芒再三思索 最终还是将这夜纸张 振成积分 不再理会此事 黎道友 我们现在该如何处事啊 黎秋芒身旁老者 开口问道 显然被无名宗爆出 长生仙丹之事 给整猛了 哼 雕虫小技罢了 仙丹怎么可能那么多 这无名宗应该察觉到 众多势力盯上长生仙丹 这才狗技跳墙 想要借用仙丹之名 快速壮大自身 好应付 接下来的恶战 他们不是要入境吗 我们 就先下守卫墙 黎秋芒说着说着 已经完全被自己说服了 旁边老者 也是连连点头 深以为然 这才是符合场里的嘛 但是 我们刚经历恶战 虽说斩了两名天尊 但我们也受了些轻伤 而且现在到天仙宫 万妖山幽名古三家 都在寻找我们的踪迹 这 黎秋芒文言 心中不悦 要不是带着这个老托油瓶 难遇 哪里自己去不得 黎秋芒快速平复心绪 仇利千道友 不必担忧 我们此行目的就是长生仙丹 等我们夺得长生仙丹 立即顿走 这难遇 莫非还有 谁能拦得住我们不成 仇利千虽眉头紧锁 但此时也只能点头 倒是真的被围攻 黎秋芒估计是能跑的 自己可就悬了 走 我们去会会 这无名宗 盗天仙宫 是一座悬浮与云端的宫殿群 远远望去 云端宫殿若隐若现 流光一彩 彩霞千斑 颇有天庭意景 此时 盗天仙宫主殿内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手里正拿着一页纸张 正是无名宗的招人传单 盗天老祖 这无名宗竟如此狂妄 完全藐视 我盗天仙宫威严 我这就带人去图了 这些狂妄之图 听到身后中年气氛话语 盗天老祖一念一动 手中纸张化作鸡粉 缓缓转身 盗卿 你这急性子的改改了 你作为盗天仙宫的公主 怎可不深思熟虑 就要行事呢 盗卿正想再说些什么 只见盗天老祖 一个眼神瞪来 盗卿瞬间没了脾气 先前 我们与万妖山幽名谷 暂时达成合作 可是 允建渊那边不知什么情况 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回来 盗卿去往血月城 中途被截杀 现在也是生死未知 事情如此蹊跷 万不可冲动行事 或许 这就是我盗天仙宫注定之节 盗天老祖似在感慨 又似教导盗卿 盗卿 你先去看看这无名宗 到底什么情况 盗天老祖刚说完 立马改口 罢了 还是老朽亲自去一趟吧 盗卿你速速去请出珠 为闭关的老祖出山 盗天老祖之前 也没太在意这无名宗 可是 一系列事情下来 就连无极道人 也是下落不明 要知道 他身上可是带有一张 仙人召唤符的 还是别让到清乱 出门冒险了 最近这段时间 天尊频频陨落 实属不祥之秋 无名宗战船 甲板上 方无名坐在一角 独自饮茶 看着林若双灵 若寒两人快速整理名册 方无名心中 甚是满意 果然 超能力 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用的能力 之前发招人传单的时候 就提过一嘴 目前战船上的任何人 如果有旧时 再到天仙宫疆域 就可以优先加入宗门 这个小小的暗箱操作 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无名宗战船上 上万修士 皆是高阶修士 这些高阶修士 都曾外出打拼历练 皆是不少 其他高阶修士 这些其他高阶修士 又有自己的圈子 一传十 十传百 倒是少有人质疑 无名宗给出的入宗福利 毕竟到目前为止 所有人都是亲眼所见 宗主确确实实 赏赐过长生仙丹的 极品丹药服录灵器这些 自不必多说 基本人人都有 完全不像其他宗门那样 资源高度集中在 少数几人身上 诸多因素叠加下 仅是几个时辰过去 此时来报名入宗的 已经接近十万人 而且这十万人 还只是熟人介绍入宗的 并且 基本都是 原因期的修士 也正常 无名宗原本的上万修士 最低也是原因修士 哪有原因修士 愿意去结交低阶修士的 自然都是境界 相差不大之人 才能成为朋友 前辈 这十万人 已经划分完毕 林若霜来到 方无名跟前 递过一达名册 方无名接过名册 大概扫了一眼 满意点头 这新入宗的 十万高阶修士 按照方无名的安排 将这十万高阶修士 均匀分配到 原有的十个方队内 这样一来 也算是由老兵 带着这些新人 让这些新人 快速融入无名宗 嗯 不错 集合人手 准备开始发放入宗大礼包 第九十六章 荒狱之剑 对南狱之剑 宿命对决 无名宗战船 甲板上 十万修士 整齐列队 倒是挺服从管理 此时的秦峰 秦伯扬 秦伯光三人 趁着无人监工 也是暂时停下手中活计 望向远处 甲板上 乌泱泱的人群 心中甚是惊骇 两位书伴 他们这是准备干什么 突然聚集这么多人 秦峰蹲在水桶旁边问道 秦伯光秦伯扬 两人也是一脸疑惑 并未作答 目测十万以上高阶修士 这可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啊 一名原因修士 只要功法 不是太难 一人覆灭一个小王朝 那都是轻轻松松 十万人 估计南狱再无敌手 结合之前 自身修为突然被封 毫无察觉 这无名宗的实力 肯定还远不像眼前 所看到的这些 背后 定然有仙人撑腰 不错 就是仙人 而且还是实力强悍的仙人 这就是秦峰三人 这几日以来的总结 自从得出这个结论之后 秦峰三人心中憋屈 其实已经消散大半 栽在仙人手里 也不是什么太丢人的事嘛 而且 小命这不是还在吗 虽说修为 暂时被封住 沦为凡人 哎 米华怎么也站在方队里面 秦伯扬看了老半天 终于算是在十个方队中 找到一个熟人 秦峰闻言望去 果然是米华 一位大臣天尊 竟然也老老实实 站在方队里面 虽说是站在最前面 但这也 你们看 其他方队前面 好像都一名天尊啊 轻薄光惊呼 这下 三人皆是一抽 单独一个宗门 一下子就能出动十位天尊的 就算再东狱 也是极为罕见 这无名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 就在三人呆里无言之时 只见是个方队前方的天尊 开始行动了 天尊一挥手 地上顿时出现一大堆物品 远远看去 应该是一些单要俘虏铠甲什么的 堆成了一个山包 紧接着方队内 修士一个接一个上前 领取这些物品 一个个 神色激动 夸张点的 差点剃了横流 辛苦打拼大半辈子 也没见过这样的珍宝啊 简直跟他们做梦一样 什么 你们看那些东西 上面隐隐散发宝光 这种程度的宝光 至少是上品灵气 秦伯光说着 都有点怀疑 是不是自己眼睛出毛病了 但定睛看了好一会儿 那堆物品 确实都是难得的珍宝 难怪 当初还以为会被搜刮一番 现在看来 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我们身上这点破烂 秦伯扬也是下意识附和了一句 亏我还把碧水珠藏入体内 哎 秦峰嘀咕了一句 藏入体内 秦伯光秦伯扬皆是诧异 你吞了 吞啥呀 我身体又不是只有一个口子 秦峰脱口而出 可下一瞬就发觉自己 说了不该说的 只见秦伯光秦伯扬不动声色 稍稍远离了两步 嗨嗨 该干活了 秦峰善善拿起拖把 继续干活 假装无事发生 甲板上十万修饰 领取宝物都是无比积极 不到半个时辰 每个人都领到一件上品灵器铠甲 一把上品灵器武器 还有各种丹药服录 保命的 因人的 应有尽有 现在这套配置 已经是吴明宗之人的 基本配置 方吴明端座 高台王座之上 眼看台下十万修饰 无人闹事 也就没了亲自洗脑的想法 就由那些老兵 自行感染这些 新兵弹子吧 这些修饰 虽说算不上吴明宗的真正底牌 但吴明宗今后辽阔的疆域 需要人手 维持统治 到时候 也正是这些修饰 发挥作用的时候 与此同时 郑文迅赶来的黎秋芒 也终于看到远处高空中 吴明宗战船 由于战船护照背方 吴明加装三四个极品防御护照 此时黎秋芒 并感知不到战船内部 只是看到 吴明宗战船附近 几个山头 无数修饰汇聚 瞬间反应过来 这些修饰 应该是想加入吴明宗 哼 一群乌合之重罢了 说吧 黎秋芒直接发起攻击 欲速战速决 一道 足以将吴明宗战船 一分为二的剑芒 斩向吴明宗战船 吴明宗战船内 天机眉头微微皱起 刚想捏死外面 不知死活的蝼蚁 只可惜 见天星道士 先现身战船前方 手握天剑斩出一道剑芒 轰咙咙 爆炸余波快速扩散 地面上众多修饰 坐鸟兽散 战船内众人 也是感受到略微颠簸 方吴明原本的好心 擒顿时烟消云散 快步来到甲板边沿 倒想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在搞事 来者何人 为何无故 袭击我吴明宗战船 今日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怕是走不了了 高空中间 天星声音洪亮 远处的黎秋芒眉头一皱 想不到还有人能轻松抵挡 自己的展天一剑 你是何人 我黎秋芒不展无名之辈 黎秋芒 见天星神色恍然 原来还是熟人啊 你再仔细看看 我到底是谁 见天星划落 一股磅礴 见意迸发 是你 怎么可能 黎秋芒几乎是一瞬间 就想起眼前之人是谁 正是那个横跟在自己 见道路上的一座大山 见天星 可是 为什么见天星此时 看起来如此年轻 本来还想 趁见天星暮年 一雪前耻 正的第一剑修之名 莫承想 黎秋芒竟是下意识 后退两步 心中已经隐隐生出 逃跑的念头 同时 见天星身边 出现九道人影 各个气息强大 显然也是正的天尊之位 多年的人物 黎秋芒身旁老者健壮 心中大骂 莫本事非要硬装 现在好了 大家一起遭殃 四散逃到不远处的众多散修 此时听到见天星 跟黎秋芒对话 瞬间来了兴趣 哇 想不到啊 今日 莫非能得偿所愿了 这场推迟千年的 见到巅峰之战 什么 推迟千年的战斗 老哥 你快给大家说说 怎么回事啊 嗨嗨 话说千年前 轰隆隆 这位修士华 刚说到一半 高空中的战斗 毫无争照直接开启 地面上众多修士 只听见高空中 不知是谁传来一句震天喊声 别让那龟孙跑了 给我打 当地面众多修士 抬头的时候 早已看不到黎秋芒身影 呃 这 不是说 推迟千年的战斗吗 切 还以为能大饱眼福呢 没想到就一耸笔 全世界 就你不耸 你行李上啊 十位天尊 怎么打 第九十七章 又一个新来的 不得不说 大成七修士 顿逃的速度 快到令人发指 底牌也是 似乎用之不尽 转眼间 甲板上的方无名 已经看不到任何一位天尊的身影 不过方无名不担心 那离秋芒逃掉 毕竟十位天尊 抓两位天尊 要是这都搞不定 那也就别混了 甲板上 依旧保持整齐队形的 十万高阶修士 绝大分人 也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天尊七七出手 心中震撼莫名 来无名宗是来队了 也幸好有熟人引荐 不然此时就只能跟地面上那些修士一样了 只能大眼瞪小眼干看着 甲板角落 秦峰三人 此时已是一副 见过大世面的模样 对于十几位天尊一起出手的场面 已经无感 来无名宗才几天 就已经被震撼无数次 累了 就这样吧 方无名 已经重新回到高台之上 各方队副队长上前听令 你们领着各自方队上另外的战船 方无名此话一出 台下众修士愕然 另外的战船 只见方无名随手一挥 远处高空突然出现九艘一模一样的巨型战船 震撼归震撼 这些方队副队长还是很快回过神来 带领上万人上到不远处战船之上 至此 无名宗战船共十艘 高阶修士上十万 真正的遮天蔽日 方无名早有打算 这次肃清道天先公的行动 就让这新加入的十万高阶修士打头阵 用战争来增加这十万人的凝聚力 也能最大限度保留老兵有生力量 就在方无名准备正式下令开始入境之时 方无名身边的天机眉头一皱 似是有些不耐烦 今天这附近怎么这么多苍羊 天机说完 还没等方无名反应过来 只见天机抬手 向虚空一抓 远处天边 刚刚赶到此地的盗天老祖 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向自己压迫而来 紧接着眼前一花 等盗天老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眼前已经多了两人 正是方无名跟天机 盗天老祖心中震撼 自己堂堂天尊 竟然被人如小鸡仔一样玩弄 盗天老祖刚想从地上跳起来 顿时觉得自身修为停滞 这老头谁啊 方无名诧异问道 盗天老祖惊骇环顾一圈 知道自己这是来到了无名宗战船之上 在下盗天 见过两位前辈 盗天老祖很快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方无名闻言 眉毛一条 盗天 你是盗天先公之人 方无名语气冷了下来 盗天老祖一时犯了难 明知这无名宗 来盗天先公是来算账的 此时要是自己承认 与盗天先公的关系 说不定当场就要被捏死 可是 自己作为盗天先公高层 总不能连自曝 门户都不敢吧 见眼前老头支支吾 说不出个所以然 方无名也是失去询问的兴趣 行了 去那边打扫卫生吧 回头再收拾你 打扫卫生 回应到天老祖的 又是眼前一阵眩晕 出发 踏平到天先公 以报毁宗之仇 随着方无名一声令下 十艘巨型战船盖压天地 全速进发 目标 到天先公宗门所在 无名宗战船队伍 压迫感十足 周围蹲守 想趁机加入无名宗的众多修士 此时也是只能遥遥观望 不敢靠近 生怕被这场宗门战争波及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哎呦 到天老祖 重重落到甲板一处角落 全身老骨头 都快散架了 想不到 不仅修为停滞 就连肉体强度 也沦为凡人一般 竟是久违感受到疼痛 到天老祖艰难爬起 只见眼前有三双四十八码的靴子 缓缓抬头看去 你们 冬裕秦家的人 还有秦峰 到天老祖张大嘴巴 难以置信 秦家乃冬裕统治阶级 怎么也会在这里 莫非是来无名宗做客 也不对啊 哪有做客来打扫甲板的 到天老祖 只见秦峰甩过来一个水桶 什么秦家 新来的 好好干 不然有你好受的 死话一出 到天老祖更猛了 再看向秦峰身后两名老者 只见两名老者目光闪烁 埋头干活 似乎不好意思与到天老祖对视 两位 几百年前 我们曾有一面之缘啊 在下乃是到天先公的到天老祖 两位应该是冬裕秦家的秦伯阳秦伯光吧 到天老祖直接起身 来到两位老者身后说道 你这老头 不赶紧干活 等下吃了鞭子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秦峰撂下一句话 也是不再理会这个新来的 任由他去吧 等下有他受的 呃 这 到天老祖一时雨色 难道真是自己认错人了 到天老祖也不再开口了 陷入思索 此地诡异 自己身上 也是常年带有一张仙人召唤符的 可惜 根本来不及动用 就别人随意拿捏到这个地方 也不知对方使用了什么手段 将自己修为悉数封死 就连属于天尊的强悍肉体 也是变得如凡人般脆弱 简直骇人听闻 这方世界 除了天道 还有谁有这样的能耐 不过 这无名宗也是太过自信 等他们到了道天仙宫 就知道 所谓的顶级宗门的底蕴 到底有多恐怖 到时候 自己只需趁机逃离此地即可 至于身上修为阻塞 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 问题不大 想到这里 道天老祖直接盘腿打坐 尝试通过冥想内视自身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可还没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啪啪 不远处 两声鞭子抽打空气的声音传来 秦伯光秦伯阳两人 顿时加快手中动作 心中不由自主 回想起鞭子抽在身上时 那火辣辣的疼 而秦峰就不一样了 动作不紧不慢 屁股撅起 满脸期待 道天老祖看到这一幕 还没来得及反应 只觉得后背一阵火辣 哎呦 你敢 诱惑 果然有个心来的 你看姑奶奶敢不敢 严院这么多天 终于又看到一个敢于反抗的家伙 心中也是莫名渴望 紧接着 甲板角落变得热闹起来 先是咒骂之声 再是求饶之声 但最后却是享受之声 显然 秦峰这小子又得逞了 第九十八章 草木皆兵 前往蛮荒 道天仙宫 云端宫殿群 大殿内 现任道天仙宫公主道卿 正端做主位 取名道卿 就是想让他时刻保持清醒 可显然并没什么卵用 此时道卿眉头紧皱 怎么回事 道天老祖去了这么久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谁来给老夫解释解释 大殿内众多长老 一个个低头不敢回应 道天的命牌 虽然暗淡不少 但至少还没碎裂 看来是遭遇强敌了 或许早已被俘虏 大殿外传来苍老声音 紧接着 十三道身影掠入大殿 道卿见到来人 顿时起身拱手 见过诸位老祖 不必多脸 先说说 现在是什么情况吧 要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唤醒我等 那你这个公主 也就做到头了 文言 道卿与诸位长老顿时惶恐 眼前这些来家伙 不知道是从哪个时代 存留下来的老古董 借助秘书 这才封存至今 身上无意不是缠绕 古老腐朽之气 仿佛一阵威风 都能将他们吹散 可在场谁都知道 这些老家伙不好惹 道卿虽也踏入天尊之境 但此时心中 还是免不了一阵发虚 回各位老祖 事情是这样的 道卿一五一时 说明了当前情况 自然少不了一阵天油加醋 极力渲染 无名宗的残暴不忍 从道卿的口中描述 这无名宗 简直就是邪教中的邪教 所过之处 鸡犬不留 现在 无名宗更是指名道姓 说要彻底覆灭道天先公 可这些老古董的注意 却不在无名宗的 各种恶行之上 这世界 强者才能制定规则 只有弱者 才会在意善恶 你说长生先丹 一位老古董 突然开口 打断道卿会声会色的叙述 千真万确 那无名宗 仗着拥有长生先丹 明目张胆来我到天先公挖人 道卿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老古董眼中 皆是火热 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生的希望 只是 那无名宗 应该不是什么乌合之中 道天那小子 可以说是处于战礼巅峰 也是洛德哥被俘虏的下场 看来得好好准备一番 道卿 此事非同小可 快去禁地 取出先公的阵盘 对了 顺便去宝库里面 取出所有的仙人召唤符 此事容不得半点闪失 一位显然是带头的老古董 当机立断 直接发出指令 道卿与在场道天先公长老文言 面面相去 知道这些老古董 看重长生仙丹 但也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吧 就算是其他三大顶级宗门 破天荒联手来袭 也不至于这样 老祖 先公乃是我道天先公终极至宝 每冬用一次 消耗的零食 不可计量 这 公主说得是啊 还有仙人召唤符 我到天先公多年积累下来 少说有三十张了吧 都要拿出来吗 这 直接参与荒域与冬域的战争 恐怕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大殿内众长老七嘴八舌 皆是面露难色 只反对意见居多 哼 你们这些后生 懂什么 你们以为 无名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宗门 为何有胆量 来犯我道天先公 此话一出 殿内众位长老皆是疑惑 一下子安静下来 那老祖的意思是 道卿忍不住发问 哼 你作为义工之主 这点厉害关系都看不透吗 你们以为 万腰山 天女宗 还有幽名谷 会不知道无名宗此次来犯吗 如果老夫猜得不错 此时这三家顶级宗门 早已派出顶尖战力前来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你们觉得 这三家顶级宗门会出手 对谁出手呢 这位老古董 几个反问队出来 直接给道卿众人干牙伙了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竟然考虑到这么多 蓝玉四大顶级宗门 一向不合 要是有机会 绝对不会错过 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就算是没有落水狗可以打 想必这三家顶级宗门 也会找借口 一起共享 从无名宗那里夺来的战利品 当然 主要是长生仙丹 思索一番后 道卿也是李卿利害关系 传令下去 召回所有外出力量弟子 集中资源 准备启动先攻备战状态 遵命 一众长老纷纷退去 赶紧安排 道天先攻 千年来 第一次如此大张旗鼓 下至杂役弟子 上至宗门长老 无不严阵以待 草木皆兵 与此同时 无名宗十艘战船 快速驶向道天先攻所在 其中一艘战船之上 方无名坐在茶几前 对面是一个头顶雪白长发的青年 小白 今天怎么有空上来晒太阳了 方无名打趣道 主要是小白这家伙 真的很能睡 父亲 我自从回到战船之上 就一直待在万倍的时间阵法内 已经几百年过去 可我得境界瓶颈 依然不见任何松动的迹象 小白说完 也是一脸无奈 方无名也了解 受累 在这方天地修炼 前期修炼速度极快 但后期却无比艰难 方无名对此 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我给你的桃仙酿 也不少了呀 父亲 我这几日 隐隐感觉到 自身瓶颈 不是因为心境的问题 而是 我总感觉 我得血脉中 还有一部分缺失 并不完整 小白郑重其事说道 哦 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可我也没办法帮你啊 修炼到了后期 还是得依靠自身啊 不 这次来找父亲 是爱道别的 文言 方无名一致 道别 见方无名脸上疑惑神色 小白继续解释道 嗯 我感应道 南方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 我有种感觉 当我找到这个召唤我的东西的时候 我的瓶颈自会消散 方无名眉头更加紧锁 这多少有点违心主意了 不过看小白这副态度 怕是难以劝说什么了 南方 这里不就是南欲吗 方无名深吸一口气 心中已经放弃劝说 但还是忍不住 问了一句 小白微微摇头 不是这里 还要更往南 进入蛮荒之地 方无名了然 之前就看到过一些 奇闻异志书籍上记载过 书籍上认为 在这个世界 其实蛮荒之地内的生灵 才是这个世界原本的主人 在方无名看来 这个世界的奇妙 还远不止眼前的修仙文明 要我派人跟你同行吗 不必这么麻烦 父亲放心吧 小白现在有能力自保 况且 父亲现在也需要人手 到时候 可得替小白 好好教训那帮老道 第99章 赠剑气 探仙宫 方无名为小白 准备了无数保命之物 甚至还从天机那里 要来三道剑气 封存在特殊的玉符之中 紧要关头 可保无鱼 父亲 等我修炼大成 就回来永远陪伴在父亲身边 闻言 方无名笑了笑 哼哼 你想什么时候回来 都可以 看着小白离去的身影 方无名心中 还是有些莫名失落的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啊 一切生灵 一辈子都在不停挣扎 企图逆天改命 超脱于这个世界 得到长生 哪有什么长相厮守 陪伴到老 有些人 走着走着 就没了 现在虽然服用过长生仙丹 拥有万载寿源 但终将有寿终正寝之时 真正能逃脱死亡的道路 目前 也就只有前往仙界一探究竟这一条路了 但是前往仙界 并不会一下子让人拥有悠长寿命 还需要将体内灵力 完全转化为仙灵力 算是彻底不做人了 好在自己还有系统 还是有机会一步登天 直接达到无数人八辈子 都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仙地 看来还是得赶紧召唤逍子才行啊 再下界混得再牛逼 也没什么用啊 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结局 想到这里 方无名也趁着船队 还未到达到天仙宫所在地 一抬手 手中突然出现一枚玉符 齐上三个大字 逍遥子 咔嚓 玉符被捏碎的一瞬间 一道白烟生腿起 凝聚成逍遥子的模样 逍遥子依旧面带微笑拱手道 在下逍遥子 有什么可以帮到道友的地方 他人不在下界 你使用这玉符也联系不到他 除非他哪天下界 倒是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还没等方无名开口 天机突然现身 方无名有些无奈 看来想主动联系仙剑 还得使用别的道具才行啊 这样太被动了 万一这逍遥子一直不下来 或是再仙剑不小心得罪了别人 被捏死了 那可就全摆大了 罢了 有总比没有强 逍遥子倒有 问道丹的单方 现在如何了 还有 如果这次合作顺利的话 后面还有更多的合作 至于报酬 都好说 说完 方无名一挥手 逍遥子也是恭敬行礼 直接飞离战船 就当是催发货了 方无名也没抱多大希望 好似看出方无名心中所想 天机笑着开口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我看那逍遥子也不敢不来 而且 只是去趟仙剑而已嘛 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啊 闻言 方无名顿时来了兴趣 真的 嘿嘿 那自然是真的 不过嘛 我们得先找到卢老头 方无名翻了个白眼 不用说 肯定是想借助卢老头 那还未完工的战船了 哎 没一个靠谱的 先不说 现在还不知道卢老头 躲到哪个计较嘎啦 就算找到了 也不一定能造出战船啊 你现在能感应到卢老头所在 他在哪里 方无名实在找不到 什么话语来吐槽了 不痛不养问了句 那是自然 本天机知晓的探查秘书 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 无人能及 天机昂首挺胸 貌似在等待方无名一顿夸赞 可惜 方无名并不捧场 只是一副你接着表演的表情 嗨嗨 这方世界虽不及仙界万分之一辽阔 但 也不算太小 想要在整个下界 找到一个善于藏匿的圣仙 没那么简单 本天机也得使用秘书 花上好几天时间 才能找到卢老头 方无名心中摇头 还善于藏匿 都被单沉小白 闯到洞府内了 看来这卢老头 无力吐槽 希望他练习的本事 别跟他藏匿的本事一样拉胯吧 轰隆隆 就在放无名天机 两人闲聊之时 一声晴天霹雳乍响 方无名下意识抬头望天 这天气 可不像是会打雷的样子 方无名有些疑惑 望向天机 想听听天机的高见 没想到 他们真能催动那件质宝 有点意思 听到天机这没头没脑的一句 方无名更加疑惑 天机这说话说一半的臭毛病 啥时候能改改 看到方无名不满的神情 天机善善道 嘿嘿 也没啥 我们也该换个有排面的洞府了 那道天仙宫云端的宫殿群 其实原本是一件上品仙器 可惜 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流落到下界 现在应该算不上仙器了 气灵已死 也对 不然 下界之人 怎么可能轻易驱动 如此巨大的上品仙器呢 方无名貌似听懂了 又感觉啥也没听懂 啥云端宫殿 啥上品仙器 不过方无名倒是听出来了 不管天机说的是啥东西 估计已经归自己了 还行 没白去允建园跑一趟 果然是天下至宝任取之 哼 无名宗鼠辈 还不速速束手就擒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声音急剧穿透力 似乎有一张大嘴 在万米高空 直接对着无名宗船队爆喝 无名宗战船上到天牢族虎驱一阵 那帮老家伙竟然动用了仙宫 这种被仙人从空中俯视的感觉 绝对是仙宫的力量无疑了 终于不用挨鞭子了 连仙宫都动用了 想必仙人召唤符定然也是准备拿出来使用啊 一旁的秦峰三人 也是被刚才空中传来的爆喝打断手中活迹 此时更是看到道天老祖一脸兴奋 秦峰三人也是隐隐猜到一些什么 秦峰三人下意识望向甲板远处 只见两个模糊的身影 方无名此时已经起身站到甲板边缘 其身旁还站着那位身着墨色长袍的神秘人 下一瞬 秦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有些猛 方无名跟那位神秘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没有任何施法的迹象 两位书版 你们说这无名宗之主 此时不开始部署 跑去哪里了呢 秦伯光秦伯阳两人皆是摇头 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道天仙宫怕是要遭殃了 与此同时 道天仙宫云端宫殿群 主殿内 这里汇聚了所有道天仙宫真正的高层 光是大城修士 就不下十五人之多 老祖 无名宗战船已经进入仙宫的攻击范围之内了 还不动手吗 道卿看着大殿中央投影画面内的无名宗船队 此时心中已经是迫不及待 竟然动用了仙宫 道天仙宫将来五十年都将拮据度日 只希望这无名宗的底蕴能丰厚一点 你懂什么 现在攻击 要是不小心被他们跑掉一些人 徒增后患 趁他们还不知仙宫的攻击范围 让他们先深入 道十一个都不能放过 众人文言 再不言语 都知道 这些老古董 是怕到手的长生仙丹跑了 就在大殿内众人再次陷入寂静之时 哦 一个都不放过 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在大殿内转开 第100章 一触即发 召唤仙人 大殿内众人纷纷转头 妄想声音来源 竟是两个陌生人 身上气息全无 不用肉眼看 估计没人能使用神识 感知到这两人的存在 你们是谁 道清气势一下子凌厉起来 这两人竟然就这么无声无息进入大殿 先公的防御法阵 乃是能抵挡天尊的顶级法阵 此时绝不可能有外人能进得了先公之内 而且最重要的是 此时大殿内那么多位强大天尊 脸上皆是惊骇之色 显然也是对两人的突然到来 毫无察觉 我们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道天先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方无名副手而立 冷冰冰说道 实在是没想到 来到这里听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一个都不能留 做出无耻的偷家行径 现在更是没有丝毫解释的意思 那便 一个不留吧 放肆 大言不惭 我道 天先公何时需要外人来给机会 不错 识相的 赶紧就地自裁 免得祸及 你们家人 哼 这两人如此妙事 我到天先公 诸其九族不为过 店内众多道天先公长老 你一言我一语 竟是慢慢找回自信 毕竟 这里可是先公何心 还能怕了两个外人不成 听着这些看起来先锋道骨的老家伙 满嘴喷愤 此时方无名心中也是怒火渐气 道天先公 无故袭击血月城 就是理所当然 别人冒犯道天先公 就诸九族 这帮老东西 当真是一心求死啊 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 然而 就在道天先公众人叽叽歪歪之时 天机也是找到了 可以操控先公的阵盘 就在道青身上 只见天机抬手向前须抓 咔嚓 道青只感觉 手指上的储物界 似乎突然就跟自己失去了联系 道青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就看到 先公阵盘 竟然是自动从储物界中飞出 静止朝不远处的墨色长袍人飞去 大内内所有道天先公之人 皆是愣住 这是什么操作 天机神识探入手中的阵盘 仅是瞬间 先公 一主 天机满一点头 还行 到时候想办法弄点材料 应该能将其修复到巅峰时期 不过想要诞生气灵 估计还是得找到卢老头再说 好吧 那就赶紧处理完这里的事 就开始着手寻找卢老头吧 方无名跟天机两人 庞若无人 仿佛殿内已经没有其他人的存在 道青张大嘴巴 欲言又止 邪了门了 就这么丢了先公的阵盘 当着这么多老祖的面 哼 两位当真以为 来了下界 就能为所欲为了 一位道天先公老祖 突然开口 此话一出 道天先公众人皆是瞬间反应过来 眼前这两位 显然就是先界下凡的仙人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就从道青手中夺得先公正盘 据传 先界下凡的仙人 境界一般不高 大多是刚飞升的仙人 由此可以判断出 眼前两人虽是仙人 但实力也并不是太过恐怖 况且 道天先公也是从宝库内 取出三十多张仙人召唤符 想到这里 大殿内众多老祖长老 心中大定 虚惊一场 眼看这些老家伙 似乎又找回了信心 天机心中顿时觉得 这些蝼蚁有些烦人 正欲抬手抹去 只见方无名眼神一宁 似乎想到了什么 抬手制止 哦 差点忘了 想必你们手里 还有所谓的仙人召唤符吧 哼 识相的 赶紧归还先公正盘 就此离去 此事结果 文言 方无名再次确认了 这帮老家伙 是真不知道 自己乃是无名宗之主 不然无论如何 都不会说出让自己离开的话 方无名一甩手 一张精美王座顿时出现 一屁股坐了上去 你们回我无名宗洞府 现在我娶你们先公 理所应当 此话一出 众人震惊 眼前之人 就是无名宗之主 不对 无名宗之主 竟然是一位仙人 大殿内十几位老古董 顿时觉得事情棘手 看来此事无论如何 不能善了 几位老古董对视一眼 下一瞬 手中快速掐掘 紧接着 其脚下顿时浮现 复杂法阵 道卿与诸多长老见状 心中皆是一抽 想不到老祖们这么果决 这就开始召唤 仙人降临 看来一场惊世之战 在所难免了 轰隆隆 大殿内众人 只听到先公之上 电闪雷鸣 方无名 一下子起身 天机 快 别让这帮老家伙 把召唤服用光了 天机瞬间明了 方无名的意思 眼神顿时变得凌厉 正在召唤仙人的 几位老古董 身体瞬间气化 就这么无声无息消散 周围众多道 天仙宫老古董 以及长老 还没来得及反应 只觉得身上 好似被亿万道 强横无匹的剑气贯穿 瞬间修为静散 紧接着神魂崩溃 肉体也是 无声无息化作积粉 仅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大殿内就只剩三人 道卿呆愣当场 这一幕 直接就治好了 他多年尿平尿不尽的毛病 全完了 道天仙宫上万载底蕴 一瞬间烟消云散 从今日起 难遇再无道天仙宫 怎么样 这些储物界里面 还有仙人召唤服吗 方无名赶紧询问 正在探查储物界的天机 心中很是期盼 要是有了这些人召唤服 今后很多事都方便太多 天机很快就从几个储物界中 取出一些符禄 递给方无名 方无名还是第一次触碰这类符禄 只觉得其上符文 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游动 这些符禄 共有大约二十多张 基本都长一个样 黄色纸张 黑色文字 唯独有一张 红色纸张 白色文字 盯着看 顿时背后一股恶寒 不由自主冒出 与此同时 方无名脑海中 也是出现了这些符禄的基本信息 一如既往的龙筒 都是 仙人召唤服 可跨界传达简单信息 方无名将这些符禄 递回给天机 正准备问问道卿一些情况之时 轰隆隆 天空又是一声乍响 方无名瞬间想起 在允建渊时 道天仙宫之人 召唤仙人的场景 就是不知道 刚才那几个老家伙召唤的仙人 到底是在大殿内出现 还是在仙宫之外的高空之上 道卿终于也是想起了什么 刚才几位老祖使用的仙人召唤服 还是成功召唤来仙人了 道卿此时不敢正视不远处两位仙人 只是稍稍瞥了一眼 发现那两位仙人 竟似乎根本就没注意自己这边 道卿的侥幸心 前所未有的强烈 一咬牙 快速掏出一张盾空服 直接原地消失 等道卿再次看清眼前场景时 怎么还在大殿之内 而且 此时大殿内 竟还多了四人 最主要的是那四人 似乎也是一辆猛逼 第101章 三四楼那么高的高人 是你召唤我等 一位身穿道袍的老者 率先打破大殿内的寂静氛围 这老者说话时 目光落在道卿身上 毕竟那边那两个人 身上气息全无 在下界 没听说过 有谁能够躲过仙人神势探查的 所以 那两人是凡人无疑 现场也就只有一个 刚踏入大城七不久的道卿了 道卿闻言 目光下意识看过方无明那边 见方无明一副看戏的模样 并不打算出言 道卿试探开口 算 算是吧 老者闻言顿势不悦 什么叫算是吧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罢了 看你这宗门的布置 应该也是个大宗门 赶紧去宗门宝库 将珍宝取出 要是有我等看得上眼的珍宝 那就可以为你出手一次 下界 就没有我等摆不平的角色 道卿心里苦啊 这四位仙人 找错了对话人啊 自己现在开口也不是 不开口也不是 造孽啊 这四位仙人心也是真大 被人莫名其妙 直接挪移到此地 此时竟还没发现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对 道卿突然想起了什么 面上浮现喜色 请问 哪位是我道天仙宫先祖 此话一出 四位仙人皆是面色古怪 相互对视 什么道天仙宫 不认识 你家老祖 估计不敢下界 又或者早已被人打死 识相的 还是赶紧乖乖按照 我说的去做 你还能趁机在下界立位 不错 不过 前提是 你们宗门 给我们看得上的珍宝 几位仙人 也是逐渐放下心来 开始施压 只当刚才空间移动 只是破界幅的效果 并无其他怀疑 毕竟这下界 怎么可能有人能瞬间移动四位仙人呢 道卿此时也是听明白了 这四位仙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天仙宫的仙祖 现在看来 更像是落魄的打手 道卿也很快有了对策 诸位上仙 来的不是时候 现在道天仙宫 已经归纳两位前辈了 道卿说着 目光落到方无名天机两人身上 道卿转头看向四位仙人 继续道 要是上仙想要宝库内的珍宝 询问在下 可没什么作用啊 四位仙人眉毛一条 这小子 莫不是把仙人当成憨批 这么大个宗门 要听两个凡人的差遣 谁信呢 方无名也是明了道卿的小心子 也不反驳 既然道天仙宫公主都这么说了 那自己不收了道天仙宫 岂不是不给面子 既如此 你去把宝库里面的珍宝都拿出来吧 方无名终于是轻飘飘开口 似乎是真的想要拿珍宝 献给眼前四位仙人 果然 四位仙人听到方无名的话 也不管方无名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权利 心中皆是满意 然而道卿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方无名可没说 珍宝拿出来后要给谁 大殿内 所有目光一下子落到道卿身上 饶是天尊修为 此事依然觉得自己就是个地中之地 道卿心中叹气 本想让这两方起矛盾 自己也好看出到底哪方才是殿 可谁能想到 现在压力还是落到自己身上 现在道天仙宫高端战力 就剩自己一人 最终还是自己独自抗下所有 发什么呆啊 还不快去 一位仙人看到道卿原地发呆 也不说话 心中顿时不满 道卿被仙人的话震了一下 赶紧弯腰拱手 晚辈这就去 说完 道卿化作长虹 飞出大殿 临走前 道卿依稀能看到 方无名面带淡淡微笑看着自己 道卿心中一抽 赶紧掐灭心里某些可怕的想法 看你们这么配合 说吧 要我们对付谁 一位仙人看向方无名 突然开口 方无名心中此时也是疑惑 这些仙人 在下界不说横着走 起码想拿什么东西 至少不用询问别人吧 直接强行拿就可以了吧 回想起当初逍遥子 也是一副能动嘴绝不动手的模样 你们似乎不太想动手啊 说实话 我有点不相信 你们会为我 而去对付别人 方无名不卑不亢 依旧面带淡淡微笑 似乎眼前发生的所有一切 都只当一场势不关己的戏罢了 四位仙人 眼看方无名这副态度 竟也是没有发作 你尽管放心 我等在下界 一般不轻易动手 不然会被这方世界天道镇压 但要是在天道镇压之前 动用一些手段 就能返回仙界 所以说 我等可以再为你们解决麻烦之后 才返回仙界 不是什么大问题 一位仙人信誓旦旦说着 天机轻声失笑 看不出来 你们胆子挺肥啊 此话一出 四位仙人脸上顿时警惕 目光惊疑看向天机 方无名见状 也是来了兴趣 转头看向天机 等待他的解释 这四个家伙 虽是仙界之人 但并不是仙人 实力也就跟下界大成七差不多 只不过 他们身上的气息 确实是仙的气息 不是仙人 方无名在脑海中 快速思索一番 之前听天机说过 仙界也并不是人人都是仙 也是有一些凡人的 这些凡人 说起来 曾经也是某位仙人的后代 只不过 仙界竞争残酷 要是诞生下来无灵根 那就会被丢到凡人聚集的城池 从此过上凡人的生活 不过 这些凡人 也并不都是战力低下的存在 还是会往其他道路修炼 比如武道 炼气势等等 以求有朝一日 破茧成蝶 眼前四人 应该就是仙界的凡人了 竟然敢冒充仙人 下界敛财 胆子确实不小 阁下是什么人 四人中 一位老者突然开口询问 其实四人心中早有猜测 能知道这些信息的 莫非眼前两人 才是真正的仙人 可惜 天机并没有兴趣回复 倒是方无名饶有兴致 你们 可认识 一个叫做逍遥子的人 逍遥子 四人皆是惊疑对视 好巧不巧的 这四人还真就认识逍遥子 都是在仙狱一个荒僻角落讨生活的 方无名见状 自然看得出眼前四人 竟然真的认识逍遥子 仙界这么小的吗 你们跟逍遥子有仇 四人中 一位老者皱眉问道 方无名笑着微微摇头 并无仇怨 只是跟他合作过一番 此言一出 四人更加诧异 前段时间 在茶馆偶遇逍遥子 当时逍遥子就说什么 终于找到财路了 当时大家都只是当笑话听听 也就过去了 主要是逍遥子说 下界有高人 问他有多高 他只说 有三四楼那么高 第102章 返回仙界秘书反噬 听到方无名说 跟逍遥子并无仇怨 甚至还有过合作 四人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其实问题不大 要是有仇 那就大家一起诋毁逍逍遥子 事情照样蒙混过关 四人此时 态度一下子放低了不手 终于是面带笑容 主要是眼前两人太不简单 此次下界 还没捞到好处 没必要招惹 逍遥子 与我们四人 倒是有过几次交集 最近一次 他说要去主城 说是要去寻找什么单方 当时我们也没多问 毕竟跟自己无挂 只是 逍遥子一去不复返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返回吧 方无名微微点头 至少逍遥子 是真的在干活 那就先等等他也无妨 你们可有宗门 方无名继续发问 嘿嘿 阁下说笑了 要是有宗门庇护 我们四人也不至于混成这样了 就连逍遥子 也是散修而已 方无名挑眉 这话说的 难不成在仙界 加入宗门 要比下界困难得多 方无名还以为 仙界道统无数 都是争抢弟子呢 看来 自己对于仙界的了解 还是太少了 按照你们这么说 莫非在仙界建立宗门 还有什么限制不成 方无名 也不顾眼前四人如何作响 直接开门见山 问出心中疑惑 果然 四人闻言 又是一阵狐疑 这不是仙界人都知道的 常识信息吗 怎么 自然是有限制的 其他仙约我们不知道 至少在阎仙域 想要自立道统 起码得有一位道祖作战 才能得到阎仙帝的认可 不然 就会被阎仙帝所属 当作邪门歪道 无情抹杀 方无名诧异 道祖才能建立宗门 而且听起来 要是不服从所谓的阎仙帝的话 估计道祖也白答 方无名微微点头 心中了然 看来让人偷偷摸摸 在仙界建立宗门 还是有些难度的 最起码的 自己估计得亲自去办才行 因为没人敢帮自己去办这事 那可是要被杀头的 只能尽量找一些 真正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了 方无名瞥了天机一眼 不知道让这家伙跑一趟仙界 他肯不肯呢 心中有了这个想法 方无名继续开口询问 你们下界 有破界服 那返回仙界 使用什么服录 我们在仙界点了魂灯 也就相当于 留下一个空间坐标 只要施展秘术 就能返回仙界 方无名了然 随即心中有些失落 看来下界之人 想前往仙界 也不是那么容易 天机似乎看出了 方无名心中所想 突然开口道 虽不知道 你为何执着于 在仙界建立宗门 但是我现在身处这个世界 也无法推算出仙界的坐标 无法主动前方仙界 所以 还是得尽快找到卢老头 好吧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方无名转头看向四人 继续道 你们身上的东西 都拿出来 让我康康 四人一愣 千算万算 没算到 竟然在下界被人给劫了 可眼下四人 却没有动手的打算 虽说四人实力也是不错 可惜在仙界当底 曾当得太久 根本没了火气 可是 就这么乖乖交出家当 还是太难以接受 那可都是无数次 冒着生命危险下界 辛辛苦苦积攒而来的 四人对视一眼 下一瞬 有了决断 四人不约而同 手中快速掐绝 哼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天机冷哼一声 方无名也是瞬间知晓 这四人到底想干什么 竟然是想施展秘书 就此逃回仙界 也不见天机如何动作 反倒是那四人 一顿掐绝念咒之后 皆是面露惊恐 返回仙界的秘书 竟然失效了 虽不知道是何原因 导致秘书失效 此时 四人心中被一股莫名恐惧冲斥 唯一的退路 就这么没了 任谁都无法淡定 本来 你们乖乖配合 心血还能活着回去 可惜 现在 你们活不成了 天机冷冷说道 四人此时终于是反应过来 秘书失效 应该跟眼前两人有关 能导致秘书失效 莫非 眼前两人有蒙蔽天道的本事 四人心中皆是惊骇 怪不得这两人能从容待在下界 要是这个消息传回仙界 不知道会引起多大波澜 完了 发现这两人的秘密 这次怕是活不成了 四人脑海中无数念头闪过 依然找不到一条生路 就在四人还处于猛逼状态之时 只见天机一招手 四人的储物戒指 纷纷脱手而出 紧接着 储物戒上的印记宛若无误 被天机轻松破除 四人皆是闷哼一声 脸色煞白 嘴角溢血 向后亮枪几步 天机神识探入储物戒内 也想看看 里面有没有一些真系材料啥的 可下一瞬 天机脸色就阴沉下来 自己怎么会指望 这四个货色 能有什么好东西呢 见状 方无明就知道 天机此时心中所想 无奈摇头 有仙灵石吗 方无明突然问道 天机眉毛一挑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从储物戒内 取出一枚仙灵石 丢给方无明 仙灵石入手瞬间 方无明脑海就出现 仙灵石信息 下品仙灵石 内含仙灵气 看到方无明满意神情 天机索性将四枚储物戒 都丢给方无明 顿时 大量物品信息 浮现于方无明脑海 五花八门 各种奇奇怪怪的小物件 有什么作用 方无明自然是不知道 方无明下意识 开始寻找书籍 兴许能从书籍上了解到 仙界更多信息 一顿翻找之后 方无明双眼突然瞪大 怎么了 天机健壮 赶紧询问 生怕方无明 不明不白 遭了暗算 可天机强悍神石扫描之下 并没发现什么异样 方无明回过神来 手中突然出现一本厚厚书籍 方无明神色严肃 转头看向四人 这书 你们从哪得来的 四人 此时已经心如死灰 自知活不了 此时也是不太想配合 要不是知道 双方实力差距太过悬殊 此时估计早已动手了 现在听到方无明的问话 四人竟无动于衷 没人想回答 就在方无明即将发作之时 眼前四人竟然也是突然瞪大双眼 好似受到什么惊吓 完了 秘书反噬 我们在仙界的浑灯 灭了 破 四人纷纷口吐鲜血 直接贪软在地 如意贪烂泥 方无明诧异 秘书反噬 不是秘书反噬 秘书反噬 当场反噬了 不可能拖这么久 应该是仙界那边 有人发现了端倪 主动灭了他们魂灯 天机看着地上四人 但莫说道 第103章 蓝星寺大名著之一 不过几个呼吸 地上四人生机消散殆尽 在方无明惊异的目光下 四人的尸体 竟然是直接石化 随着一阵微风吹过 化作积粪 仙界之人 死后竟然是无法保留尸身 天机事实解释道 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肉体也没达到万古不朽的程度 死后 尸身自然会消散 方无明了然 不再纠结此事 天机 刚才你说 仙界有人发现了端倪 闻言 天机微微点头 应该只有这种可能了 这四人下界 在仙界 应该还有同伙 他们同伙 应该是怕事情败露 牵扯到自身吧 方无明自然知道 天机这个猜测 只是最好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 此时方无明 也懒得去想了 只是若有所思 盯着手中厚厚的书籍 一页一页翻看起来 天机瞥了一眼书籍封面 上面鼻走龙蛇 几个大字 西游记 天机并不知道 这西游记是什么书 完全没听说过 主要天机也不爱看书 这是什么书 为何 你刚才那么大反应 方无明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继续翻看好几页 这才合上书籍 神色复杂 看向天机 这是一本小说 小说 天机更加疑惑 在仙剑 各种小画本 正经的 不正经的 随便一个地摊 一抓一大把 有必要这么大惊小乖的 天机靠近方无明 一脸坏笑 嘿嘿 想不到啊 平时看起来一本正经 没想到你好这口啊 方无明瞬间反应过来 天机这家伙 怕是以为自己 在看什么奇奇怪怪的书 想什么呢 这是一本正经小说 也是关于修行的 哦 我看看 天机依然不太相信 结果书籍翻看 天机越翻越快 最后索性不翻了 闭眼 神识阅读书籍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天机竟然是 已经读完了整本西游 方无明终于知道 为什么平时 看不到天机看书了 这家伙 看书的速度 简直逆天 好说 意犹未尽 可也不至于 看到天机询问的目光 方无明轻叹一声 不知该从何说起 也不好直接跟天机说明 现在能确定的是 这西游记 正是自己所了解的 那本西游记 如此看来 蓝星 应该曾有人飞升 而且还在仙界 撰写出西游记 方无明不知道 仙界是否有完整的 四大名著 但这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蓝星竟然真的有人飞升 而且知道西游记 那这个飞升之人 并不是蓝星原谷祖先 而是近几百年内飞升的 说不定还是跟自己 同时代飞升的 可恶啊 知道有人偷偷飞升 比自己不能修炼还难受 想到这里 方无明说不羡慕是假的 别人没穿越 再蓝星都能飞升 自己呢 穿越了也无法修行 与此同时 方无明心中 抑制不住返回蓝星的想法 不知道蓝星上那些老朋友 怎么样了 当时还在五黑 结果自己 一睁眼一闭眼 就来到这个世界 方无明依稀记得 当时队伍里 其他四人都是竞技赛 看来事后免不了一顿 祖安事问候 以母亲为中心 以亲戚为半径 进行友好问候 方无明嘴角 不自觉微微翘起 那几个家伙 发现自己突然消失 估计也不会报警啥的吧 毕竟毕业之后 大家各奔东西 也就只有下班时间 才会偶尔开黑 天机 你说过 有很多个下界 这些下界之间 互通吗 方无明最终 还是没跟天机 过多说些什么 天机闻言 也不在乎方无明 是否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 不抢求 这才是 两人相处的最根本前提 尊重对方的秘密 不错 仙界是真正意义上的广袤无边 分为多个仙域 远古时期 每个仙域都掌管无数下界 那时候 每个下界都可以通过仙界来互通 可惜 现在不行了 现在想前往其他下界 跟从这里去往仙界的难度一样 需要横跨星河 最终突破世界壁垒 然后遨游界域 最终到达仙界 方无明文言 沉默不语 看来卢老头是必须得找了 至于逍遥子那边 问到丹丹方能不能顺利拿到 不好说 建立宗门的事 找人代替 估计也有点难办 现在方无明也不确定 是否在仙界建立一个宗门 马上就能得到先帝修为 万一系统所说的先帝 并不是先帝的先帝 那玩笑可就开大了 所以 经过方无明一番思虑 还是应该先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 在仙界建立一个宗门试试看 自己可不能傻乎乎的 亲自去建立宗门 别到时候又给系统坑惨了 这可是要命的 好在现在手里有了仙灵石 还有一些仙界常用的资源 事情还算是有些转机 想到这里 方无明有发现一个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 那就是 现在手上虽然有了仙人召唤符 但目前看起来 并不能直接召唤逍遥子前来啊 响应召唤的 似乎谁都可以 至于是谁下界 方无明觉得 这完全就是看缘分 御师不觉问天机 天机 现在有了这些仙人召唤符 你可以有办法召唤那个逍遥子 天机一致 还真没想过这个可能 我可以试试看 研究一下这些召唤符录 那个逍遥子的气息 我还记得 不过嘛 我也是第一次干这事 估计手里这几张召唤符不够用 怕是消耗完这些召唤 也没能研究出来啊 方无明眼睛一亮 不愧是敢自称天机的家伙 方无明也不藏着掖着了 一抬手 一叠厚厚的符录陷于掌心 看上去起码上百张召唤符 天机表面平淡无波 内心则是更加确定了某些想法 这些你先拿去研究试试 尽快弄出来 实在不行 我们就只能再寻一个 要钱不要命的人了 天机文言点点头 接过符录 此时 一道长虹掠入大殿之内 正是道青 道青环顾一圈 发现少了四个人 一颗心跌入谷底 玩犊子了 本想继续挑拨两方 现在 两位前辈 这是道天先公上万年的积累 还请前辈笑呢 道青道也会审时夺势 既然已经无法反抗 那就争取加入 兴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什么狗屁宗门责任 哪有自己小命重要 再说了 道天先公 已明明存实亡 看到道青这副态度 方无明怎么可能不知道 对方打的什么算盘 方无明示意天机取走道青 双手承上的精美储物件 之前偷袭血月城之事 都有哪些人参与 第104章 全宗垫背 战局已定 听到方无明冷冰冰的问话 道青一下子冷汗直冒 不用说 凡是参与偷袭血月城之事的 怕是性命难保 好死不死的 自己就是参与者之一 虽说没有直接出手 但也出谋划策 贡献不少力量 不亲自出手 应该不算是参与吧 就在道青冒着冷汗 侥幸心再次要浮现之时 你不用想太多 无论如何 你已经活不了了 现在 只是给你拉几个垫背的而已 道青文言 一个哆嗦 不敢置信 37度的嘴巴 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你 道青终于陷入疯狂 岂有此理 一日之内 受尽了此生所有的屈辱 没想到 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怎么 还想反抗 这一切都是 你们自找的 我没有直接面你们全宗 已经是最大的人词 你 哼 即使我今日战死 只要道天仙宫 还有一名弟子活着 终有一天 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道青表情扭曲 已然是被死亡逼得有些疯癫 方无名挑眉 没想到 这道天仙宫之主 如此歹毒 竟然故意说出这话 这是逼着自己 赶尽杀绝啊 方无名相信 这位公主绝不会不知道 这么说会有什么后果 这家伙 摆明了就是想要全宗一起陪葬 方无名微微摇头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外 连一宗之主都是如此新兴 更不用说弃门徒了 方无名不再理会歇斯底里的道卿 方无名接过道卿带来的储物界 稍微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不愧是南域顶级宗门 各种各样的珍宝 层出不穷 而且方无名敢肯定 厨物界内必定有大量零食 但此时的方无名 已经见过太过珍宝 道天仙宫视为底蕴的这些东西 在方无名看来 也就那样了 给无名宗十万人更新一下装备 倒也还凑合 突然店外一个慌慌张张的声音传来 公主 大事不好了 无名宗十余万高阶修士 竟是形成奇异战阵 势不可挡啊 还请公主跟诸位长老出手啊 道卿闻言 更是癫狂 现在道天仙宫顶级战力全面 外面的那些弟子的命运早已注定 现在也只是白白送死罢了 方无名示意天机 天机了然 只见天机右手抬起 仙宫阵盘悬浮于掌心 哦 阵盘之中传出一股无形能量 紧接着 整个仙宫开始微微震战 仙宫周围彩霞云雾快速收敛 终于显出仙宫完整的模样 遥遥望去 连绵万里 自成国度 宛如天庭降临 气势磅礴 恢弘无比 再来点极品灵脉 这储物界内的灵石不够用啊 天机忽然开口 方无名没有丝毫犹豫 大手一挥 大殿内顿时被刺眼绿光充满 轰隆崩 得到充足能量供给 这座仙宫 万年来终于被真正激活 目前全部微能 压天盖地 宛如一块玄于天际的大陆 大陆周围突然电闪雷鸣 威严尽险 此时仙宫内 众多逗留在仙宫之内的 道天仙宫之人 只觉得眼前一花 再次睁眼 竟已经出现在地面之上 这些被仙宫挪移到地面之人 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这也是他们能暂时保命的主要原因 但 道卿 作为义工之主 作为血月城事件的一份子 此时早已化作积粪 世间再无此人 天机 这仙宫能收起来吗 方无名突然想起来 这仙宫能否复制 毫不意外 是可以复制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仙宫弃灵已死的原因 方无名不管这些 还是比较关心 这么大的仙宫 自己复制出来 估计得把人吓死吧 要是能缩小就好了 缩小也没有意义 这仙宫太大 而且 这仙宫其实就类似于一个移动的堡垒 跟战船差不多一个概念 你说缩小战船 那还有什么意义 不如直接入住仙宫 代替战船来得实在 听了天机一通解释 方无名知道 天机这家伙 显然不知道 自己为何发问 罢了 暂时如此吧 目前也没有复制仙宫的打算 与此同时 道天仙宫将于外围 十艘巨型转船 悬浮空中 船上主炮口 早已凝聚光芒 四世已经开了无数炮 副炮更不用多说 此时还在连续发射 每发射一炮 地动山摇 无名踪转船队前方地面 已经有两艘巨型战船坠地 冒烟起火 正是道天仙宫的战船 道天仙宫战船残骸附近 无数道天仙宫弟子聚集 各个面露惊恐 要不是无名踪 高端战力强行介入战斗 道天仙宫怎么会 如此快速崩溃 可惜 道天仙宫的高端战力 迟迟未出现 到了此时 就算道天仙宫高端战力道场 估计也以无能为力 战局已定 损失惨重 无力回天 诸位师弟 你们快看 仙宫来了 定是公主他们赶来了 一名道天仙宫弟子回首 望向宗门的瞬间 竟是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一幕 顿时惊喜出声 其余道天仙宫弟子闻言 心中皆是燃起希望 真的 竟然直接将仙宫带来了 众位师兄弟 让我们跟随大师兄 一起杀光这些来犯之敌 不错 为死去的师兄弟报仇 眼看众弟子斗志 重新被点燃 刚才第一个出生的青年 也就是道天仙宫大弟子 登高一呼 正式进入死战缓解 不得不说 这道天仙宫大弟子 确实是难遇 同时代一等一的天骄 不仅临危不乱 实力也是超局 此时 在斗志昂扬刺激之下 竟是一人 抵挡上百高阶修士 底牌进出 竟是不落下风 此时 仙宫大殿内的方无明 眼前一个投影光幕 光幕中正是那位 道天仙宫第一天 交厮杀的场景 方无明心中暗叹 萧杭落 杀伐道 依稀记得刚遇到天机之时 天机所说的话 也许 这些道天仙宫的弟子 并未参与血月城之事 甚至不知晓此事 就迎来无望之灾 但是 这些道天仙宫弟子 当初选择加入道天仙宫 就应当预料到 将来可能会有这么一天 这 也算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修行之路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也许并不是什么 大奸大恶之人 但 他们挡在了无明宗的前路之上 留下他们 只会给无明宗留下 无止境的后患 到时候 跟随自己的无明宗之人 也可能会惨死 在他人之手 要是今日遭受进攻的 是无明宗 方无明揉了揉眉心 起身 不再看向光幕 走出大殿 望向远方 在这个世界 生命如狂风中 摇曳的烛火 不是战死 就是老死 是时候 为自己今后的人生 好好拼一把了 要是可能的话 真想回蓝星看一看 第105章 再提联盟之事 仙公停在远处天边 并未加入战场 道天仙公弟子 先是疑惑 再是愤怒 最后竟是咒骂 道天仙公大师兄 因为刚才全力出手 此时体内灵力早已见底 后继乏力 眼看就要被围殴致死 道天仙公大师兄 遥遥望向天边的仙公 心中五味杂陈 奇迹 最终还是没有出现 先加入战场的 反而是赶回来的 见天星几人 天尊加入战斗 如虎入羊群 战局彻底没了悬念 紧不到十几个呼吸 如降维打击 道天仙公众弟子 死伤殆尽 道天仙公大师兄 也早已被天尊攻击余波 镇成废人 生死不知 见天星手握天剑 身形如铁塔般 傲力虚空 眉头微皱 这场战斗结束的 也太随意了些 还以为会是一场恶战 毕竟道天仙公底蕴不可小觑 十几位天尊 还是能拿得出手的 可此时却是 见天星也是不自觉 望向远处天际的仙公 不知道这道天仙公 打得什么算盘 十位天尊 追击黎秋芒两人这么久 虽斩杀了一名天尊 也留下了黎秋芒肉身 但最终还是被黎秋芒 不知使用什么秘术 神魂竟然直接顿入虚空 消失不见 不过 失去肉身 这黎秋芒今后 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果然 成名的天尊 都不太好杀 就在见天星心中 思绪万千之时 远远藏匿在一处石峰之上的 十几人 也是眉头紧皱 满脸不解 这道天仙公怎么回事 怎么一位大成都没看到 莫非有什么阴谋不成 我看很有可能 不对啊 什么阴谋都不可能 眼看着自家弟子惨死 不管不顾吧 十几人你一言我一语 很是疑惑不解 这十几人 皆是万妖山与幽冥谷的天尊 闻讯赶来 名义上说是同仇敌忾 共抗吴明宗 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来打秋风的 有好处 捞完就跑 这吴明宗 最好跟悼天仙公磕的 头破血流才好 可是眼下的情况 悼天仙公 好似毫无还手之力啊 倒不是吴明宗战力 惊天动地 主要是悼天仙公 从始至终 都好似没使出权力 要不 我还是先撤吧 最近可不太平 万载修成天尊 说陨落就陨落 一个万妖山的绿发老者 忽然开口 目光环顾一圈 想看看在场众人的反应 绿发老者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皆是面色古怪 大老远跑一趟 就这么回去 属实淡疼的景 可眼下 总感觉局面有些蹊跷 而且 最主要的是 万妖山跟幽冥谷 都参与了袭击血月城的事 眼下看到悼天仙公 被奏成这副模样 其实在场众人心底深处 还是开始慢慢忌惮起无名宗 大家就不要互相试探了 依我看 我们直接冲入仙公看看 到时候 我们也算是来帮助 盗天仙公抵御外敌的 师出有名 我看到天仙公也没话说 说不得 还得感谢我等了 一团黑雾 发出尖锐的声音 正是幽冥谷的一位天尊 早已没了耐心 继续在此地干耗着 众人闻言 皆是点头 深以为然 直接对无名宗出手 那是不可能的 那样只会提前引火烧身 但要是先去盗天仙公 问清楚目前情况 一切明朗之后 再做决定 那就稳妥得多了 活得越久越稀命 还是稳点得好 既如此 出发 与此同时 方无名重新回到 仙公大殿之内 看着投影画面 里面是十几个陌生的身影 应该是万妖山 跟幽冥谷之人 天机开口解释 方无名眉头微皱 这是来帮盗天仙公来了 来了正好 免得还得浪费时间去找他们 嗯 又有人来了 天机说着 投影画面再次变换 等画面重新清晰 方无名一眼看去 这回画面里的人影 方无名倒是一眼认出 竟也是十几人 带头的 乃是天女宗圣女 还有那个面瘫脸萧雁男 他们来此做什么 莫不是也想来趁火打劫 方无名思索之际 万妖山跟幽冥谷之人 已经来到仙公外围 天机 把他们挪一过来 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 仙公疆域辽阔 方无名大概估散了一些 大概跟蓝星龙国的面积差不多 当然 得算上领海区域 因此 仙公各个区域之间 有不少传送门 以方便仙公各个区域之间来往 但方无名也知道 只要出现在投影画面之内的 天机都有能力 将对方直接挪一过来 而且 对方毫无抵抗之力 这就是先帝之威 天机微微点头 抬手一招 下一瞬 大殿内突然出现三十多人 一个个都是惊讶之色 大殿内众人惊讶之余 第一时间看到端座的方无名 万妖山跟幽冥谷十几位天尊 顿时面露警惕 但天女宗众人 却是显得从容许多 无名道友 你们怎么会在这仙公之内 天女宗圣女上前两步 面露疑惑 剑方无名 脸色不太好看 也没有回应自己 天女宗圣女继续道 无名道友不要误会 我们天女宗此次前来 不是为了战争而来 眼下的情形 天女宗圣女 自然是能猜得到大概情况 无名宗之主 能从容出现在此处 再结合仙公之外的局面 那就只能说明 道天仙公很有可能 已经被真正覆灭 仅不到一天的时间 简直骇人听闻 不仅天女宗 在场其余人皆是人惊 也都是隐隐猜到目前局势 不敢贸然开口 只看天女宗圣女 先行打探口风 天女宗圣女说完 方无名依然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扫过殿内众人 犹如君王视察 即将斩首的犯人 我们天女宗 一直关注黄语跟东狱的战争 两方的战争即将迎来决战 也就是说 我们难遇的太平日子 也将结束 所以 此次前来 是希望各大顶级宗门 能兵士前嫌 暂时联合 共抗外敌 不要内斗 白白损耗战烈 众人文言皆是侧目 想不到天女宗竟然还有这样的目的 不知是真的星系南狱 还是另有图谋 哼 你的意思是 联盟 那 有谁来当盟主呢 难道要让你们一介女流 来统领我们 可笑 关于南狱即将陷入战争的局面 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联盟之事 几百年前就曾提起过 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现在 就凭你 第106章 抬手间 两大顶级宗门覆灭 万妖山幽名古众位天尊 似是被天女宗圣女的话戳中了 此时竟是纷纷出言嘲讽 全然忘记自己 为何被人无声无息挪移到此处 天女宗之恩 此时皆是面色难看 早有预料 会是这样的局面 可惜 小圣女非要如此 也只能随行 天女宗圣女 对于这些嘲讽 充耳不闻 似乎刚才所说的话 仅仅只是对方无名所说 跟其余人并无关系 方无名此时心情也是复杂 不知道这圣女 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 还是怎么回事 无名宗毁宗之仇 怎么可能仅凭他三言两语 就能一笔带过 更不用说 难遇顶级宗门之间 上万年的恩怨了 剑方无名 依旧神色冰冷不搭话 天女宗圣女也不生气 无名道友意下如何 如今 道天仙宫 已经被无名宗覆灭 如果无名宗还觉得不够的话 我天女宗 可以暂时加入无名宗队伍 征讨万妖山与幽民谷 让他们给无名宗一个交代 万妖山幽民谷 众人皆是诧异无比 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问题了 竟然当着大伙的面 说出这样的话来 狂妄小辈 你以为 我们还怕了 你天女宗不成 万妖山绿发老者身上 气息突然迸发 紧接着 在场所有天尊 皆是叙事待发 眼看就要 在此地爆发大战 可天女宗这次带来的天尊数量不少 万妖山绿发老者 也是没敢直接动手 可在场众人都知道 天女宗圣女此话一出 算是直接跟万妖山与幽民谷 撕破脸皮 即使今日不开战 用不了多久 必有一战 方无名也是没想到 这天女宗圣女 竟然会如此说 莫非这天女宗 真的如此欣喜难于安危 方无名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 要是天女宗真的如此伟大 就不会在 道天先公覆灭之后再出面 而是应该 在无名宗入境的时候 就出面当和世老 眼下天女宗此时出面 还当面说出如此话语 显然是想拉无名宗下水 一起灭掉其他顶级宗们 方无名终于正眼看向天女宗众人 目光最终停留在天女宗圣女身上 想不到 这圣女看着年纪不大 心急于野心倒是不小 竟然意图登顶南遇之首 方无名心中摇头 要是之前还没得到 灵天先帝身躯之前 自己还真有可能 就此同意天女宗的提议 毕竟无名宗 本来也要对付万妖山 跟幽民谷 能争取到一个盟友也是不错 可惜 现在 无名宗在这个世界 无需看任何人脸色 也无需什么阴谋诡计 一力破万法 天女宗圣女 目光不躲不避 与方无名对视 等待方无名答复 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 如果无名宗之主不是傻子 定会选择合作 到时候 等覆灭其他顶级宗门之后 以天女宗万载抵御 自然而然能成为男玉之首 而这一切的开端 就需要无名宗今日同意合作 方无名看出 天女宗圣女 眼中火热 那是对于未来期待的火热 圣女的好意 无名宗心领了 无名宗对于男玉之首的名头 并不感兴趣 嗯 无名道友 大可不必 现在就给出答复 可以等深思熟虑之后 再给我答复不迟 天女宗一正 不可能啊 为什么无名宗 会在此时拒绝联盟呢 事情不应该如此的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哼 一介女流 能成什么大事 热脸贴冷屁股罢了 平日里 天女宗都不待见男修 怎么 此时也尝到被当面拒绝的滋味了 哈哈 万妖山与幽名古众人逮着机会 无情嘲讽 欲直接击溃 眼前年轻圣女的心理防线 让天女宗此行无关 天女宗众人更是急火攻心 好在天女宗圣女 强行压下宗内众人怒火 可此时天女宗圣女 脸色也是 终于冷了下来 无名道友 你也看见了 要是没有天女宗的帮助 这些人 可不会善罢甘休 方无名闻言 轻叹一口气 起身 天女宗圣女 这威胁的口吻 这些顶级宗门 除了勾心斗角 就没其他事 可做了吗 我说过了 无意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 我此行 完全只为了报悔宗之仇 而且 你们这些杂鱼 凭什么觉得 能威胁得到我 方无名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皆是一愣 一时间 无人反应过来 反驳方无名 万妖山 幽明谷 你们两家 之前与道天先公 一起袭击我无名宗 今日 你们就跟道天先公 一起去吧 至于天女宗诸位 还是请回吧 不送 方无名说完 转身甩袖 不想再看到这些老家伙 就在万妖山幽明谷 众人即将发作之时 只见天机眼神 陡然变得凌厉 哄 一股气浪 从天机身前迸发 万妖山 幽明谷十几位天尊 竟然就像是 早已干涸的杀人 被风一吹 身体直接瘫到化作鸡粉 天女宗众人皆是冷汗直冒 这么多位天尊 前一秒还活得好好的 可下一秒 竟是神魂俱灭 死无全尸 天机并没有停止 抬手 随意向眼前 虚空一划 其身前虚空 顿时被划开一个口子 天女宗众人 倒吸一口凉气 这 虚空裂缝中 竟能看到万妖山 万妖山 距离此地极为遥远 眼前之人 竟然能如此轻易撕裂出 如此远距离的虚空通道 天机又是抬手一划 另一个虚空裂口出现 里面的画面 是一处阴气弥漫之地 正是幽明谷 天女宗众人 此时全部凭住呼吸 丝毫不敢动作 就在天女宗众人以为 天机会踏入虚空 裂缝之际 只见天机身前 突然浮现两把长剑 每把长剑上 似乎都充满了 无法理解的力量 众人只觉得 光是目光落到长剑之上 神魂就站立个不停 仿佛下一瞬就要崩溃 去 随着天机轻和一声 两把长剑 分别钻入虚空裂缝 紧接着虚空裂缝 快速闭合 消失无踪 可在场天女宗众人 在虚空裂缝闭合的前一瞬 都看到虚空裂缝另一边 那恐怖的一幕 简直天翻地覆 焚山主海 目之所及 在一瞬间 皆陷入毁灭 从此 世间再无万妖山 幽冥谷 而且 万妖山与幽冥谷之人 甚至都不知道 是谁造成这场灾难 当然 唯一幸运的是 他们死的时候 应该没来得及 好好感受痛苦与恐惧 就已经化作鸡粉 怎么 还要留下来吃饭啊 第107章 天女宗归顺 修养生息 天女宗众人 虽都是天尊修为 可此时竟是忍不住双腿打战 天女宗圣女 更是直接额头冒汗 口舌干燥 想赶紧回应方无明的话 可是喉咙却难以发出声音 今日起 难遇再无我无明宗仇敌 你们大可将 今日之事传播出去 如果天女宗 能摆正自己的位置的话 我无明宗 不会对天女宗出手 方无明转过身 也看到天女宗 众人此时的惊恐 今日流天女宗 一线生机 就当是了结允建冤石 天女宗保证 不对无明宗出手的因果了 今后要是天女宗 还将主意 打到无明宗头上 那今日万妖山 与幽冥谷就是他们的榜样 天女宗圣女 似乎咽了好几口唾沫 终于是能发出声音 多谢无明前辈不杀之恩 今后天女宗愿成为无明宗附属 任凭差遣 饶视天女宗圣女 野心在如何大 也被刚才的一幕幕给震住了 此时的天女宗圣女 一心只想尽最大可能 让无明宗觉得 天女宗不足为虑 把天女宗当的屁 给放了 而直接选择彻底臣服 是目前天女宗圣女 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 能报天女宗上下近十万修士的办法 天女宗其余人 也是瞬间明白圣女的做法 无疑人敢站出来反驳 甚至还觉得圣女此举极为明智 毕竟亲眼看到 万妖山与幽冥谷的覆面 任谁都无法冷静 谁能保证 哪天天女宗会不会也被人家随手抹去呢 方无明略微诧异 这天女宗圣女 虽然所图甚大 但也算得上 是一个能审视夺势之人 毫不犹豫 直接选择彻底臣服 方无明也真正体会到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什么花里胡哨的算解 都是无用功 强大的武力威慑 甚至可以直接将一场战争 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也是方无明选择留几个活口 作为见证者的原因 让这外人自己去宣扬无明宗的实力 远比无明宗自己说自己牛逼要好得多 随你们吧 听到方无明无所谓的回答 天女宗圣女 心中一血 真是千军一发 天女宗差点就迎来毁灭的命运 多谢宗主 我这就回去召集人手 顺便去万妖山幽冥古地见 为我无明宗搜刮资源 闻言 方无明也不想再管这些人 今后如何打算 只是白白手 示意众人可以自行离开了 天女宗众人恭敬行礼 之后步行出大殿 随后才化作长虹 飞向仙宫外围 等天女宗众人彻底消失在视野当中 方无明开始盘算 接下来该如何行事 才是最优解 自己作为一个新时代大好青年 怎可花费太多时间 与这些终将会老死的人 去争抢什么 所谓的资源跟名声呢 这次要不是为了报偷家之仇 自己也不会如此大动干戈 如今大仇得报 南狱也无人再敢招惹自己 如此甚好 见方无明一个劲妈撒着下巴 似乎在思考什么 在想什么呢 还在震惊于本天机的实力 天机打去问道 方无明回过神来 瞥了天机一眼 切 区区先帝 何足倒在 外面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传音给见天心他们 让他们清理完战场 直接来此地 还有 天机 你可以着手探寻卢老头的踪迹了 需要什么资源 尽管跟我说 方无明已经理清了接下来的路线 一方面 还得尝试联系仙界 不管是逍遥子 还是其他什么子 直接出高架 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个 真正要钱不要命的 让他直接在仙界 偷偷建立一个无明宗试试看 不过 方无明知道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其实不是太高 另一方面 那就是找到卢老头 然后想办法提供材料 帮助卢老头建造战船 直接带上天机 大家一起前往仙界 自己亲自在仙界 建立无明宗 有天机这位仙帝傍身 这个方案显得更为稳妥 只可惜 也不知道卢老头那边 需要什么材料 要花多久时间来建造战船 目前看来 两个方案都还有不少困难 但也只能尽快都是一试了 不得不说 方无明 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建造战船的方案 说不定到时候 还可以遨游其他世界 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两个方案 要是都不行 那自己就只能将全部希望 寄托在所谓的问道单上了 自己踏上修行路 苦逼地从炼器期开始修炼 想想就菊花一锦 两个时辰之后 先攻大殿内 凌若双两姐妹 严院三人已经来到方无明身边 剑天心等十位天尊也是恭敬 站在大殿中央汇报目前情况 宗主 道天先公弟子已经全亲清理 请宗主示下 方无明满一点头 让剑天心这些天尊去处理这些事 果然省心 能修炼到大成妻之人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 从不给自己留后患 伤亡如何 方无明知道 这次不可能还是零伤亡 之前看投影画面的时候 就看到一些无明宗修士战死 回禀宗主 无明宗战死新成员 一千零八十 方无明沉阴片刻 好生安抚其亲友家属 无明宗之人 没有人会白白牺牲 方无明知道 这点伤亡 其实已经是棘手 要不是有战阵以及装备优势 估计损失会更加严重 接下来 方无明将事情全权交给 凌若桑梁姐妹与剑天心等十位天尊 让他们开始着手设立宗门内各个机构 内门长老 外门长老 执法堂 任务阁等等 同时 也将从盗天先宫内搜刮到的战利品 作为奖励 分发给无明宗上下 接下来一段时间 无明宗将进入修养生息的阶段 先宫将域辽阔 目前无明宗上万修士入驻先宫 依然显得地广人稀 方无明对于接下来是否再招人入宗 并没有明确指示 只是将目前所有资源 挂在宗门藏宝阁内 长生仙丹 桃仙酿 圣女精等各种顶级至宝 应有尽有 只要有足够贡献值 皆有机会换取 做完这一切 方无明就当起了甩手掌柜 不再将心思放在宗门之上 方无明现在只想尽量将宗门各个植物弄起来 起码看起来要像那么回事即可 到时候去往仙界 就直接沿用如今的宗门制度 第108章 又被盯上了 无明宗仙宫 一处僻静院落中 方无明天机两人坐在院子中桃树下石凳上 天机闭眼 面前悬浮仙宫阵盘 忽然天机猛然睁眼 怎么样了 方无明见状 赶紧发问 天机前几天说了 这仙宫还有不少逆天功能没被开发 主要是缺少足够能量 方无明一听 顿时来劲 开发 马上开发 主要是天机说了 这仙宫还能整个隐秘起来 大乘修士都难以探查到仙宫的所在 最吸引方无明的 还是仙宫还能像修士一样 撕裂虚空前行 如此巨大的仙宫 简直不敢想象 要是顺利的话 以后在这方世界 不管去哪里 都能直接带着整个仙宫前往 而且速度极快 天机没有 立即回答方无明 只是手中掐绝 迅速指向头顶天空 整个仙宫顿时微微震战 紧接着 仙宫内部灵气浓度 呈几何倍数递增 这是方无明投入仙宫内 上万条极品灵脉的效果 这上万条极品灵脉 此时被完全激发 与此同时 地面上还在蹲守的众多伞修 只见天空中巨大的仙宫 似乎是在扭曲 然后就这么消失无踪 不管如何探查 都无法发现其行踪 但还是本能感受到 高空中有什么庞然大物 下一瞬 高空中空间阵战轰鸣 高空中传来的压迫感 也是瞬间消失 此地只剩一众伞修面面相去 一脸猛逼 这神奇的一幕 快速传遍整个南域 彻底点燃了南域人民的八卦之心 相传 在道天仙宫覆灭的同一天 相隔数万里之外的万腰山 与幽冥谬也是 同时遭受毁灭性打击 有不少人 将此事与无明宗联系在一起 但起初也只是在小范围内 传播这个猜测 直到天女宗出面 这个大胆的猜想 才正真被证实 整个修仙界轰动一时 有人说 无明宗已经是 名副其实的南域第一宗门 更有甚者 觉得无明宗 早已是这方世界最强宗门 什么黄域东域 都是地点 然而此时的方无明 可没兴趣去在意这些 先帝在守天下我有 几天之后 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 一片隐形的大陆 漂浮于高空 正是能量充足的仙宫 逆夺天机 天机锤 卢老头闻言 步行一致 心中顿时闪过无数念头 右手瞬间握住锤柄 卢老头缓缓转身 只见两名超凡脱俗的青年 站在不远处 正面色古怪盯着自己 三人大眼瞪小眼 好几个呼吸过去 只见卢老头率先一开目光 下意识抬手 闻了闻自己割之窝 随后微微摇头 没味道啊 天机见状 扑哧笑出了声 这卢老头 还是那么喊 打铁打傻了 你们是谁 为何擅闯老头子洞府 卢老头见天机嘲笑 顿时老脸一红 自己身上衣物 虽说看着有些邋遢 但也是好宝贝啊 自动清洁什么的 那都是基础功能 天机也没打算再调侃卢老头 对方再怎么说 也是一位圣仙 面子还是要稍微给点的 卢老头 你再仔细看看 我是谁 天机上前两步 身上气息不再遮掩 卢老头先是眉头皱起 下意识后退两步 这气息 不得了啊 但又有些熟悉 你是 你不是已经陨落了吗 当年我还去看过你的遗体呢 卢老头没说谎 当初灵天先帝陨落前一瞬 强行撕裂虚空逃离仙界 没想到来到这方世界 当时的灵天先帝 那狼狈模样 还是卢老头给灵天先帝整理妆容 之后随手布置一道仙阵 将其尸身保护在其中 不对 你身上的还有其他气息 卢老头说着 已经举起腰间锯锤 面色罕见 变得严肃冷聚 卢老头之所以还没有动手 是因为 灵天先帝身体里的另外一道气息 竟也是有些熟悉 卢老头 你还是这么一神一鬼的 举起天机锤 想锤死人啊 天机忍不住再次调侃 这下轮到卢老头面色古怪了 天机锤 自己得到这锤子 直到现在 也没给这锤子命名啊 因为觉得 能给这锤子命名之人 并不存在 可 九月年代之前 却有个没脸没皮的家伙 擅自给这锤子起了个名字 正是叫天机锤 当然 这名字无人认可 是你 小盒子 卢老头满脸疑惑 这几天发生的事 实在太多了 什么小盒子 叫我天机 闻言 卢老头彻底确定了 眼前这家伙 就是当年那个没脸那皮的小盒子 不过卢老头并未放下手中锯锤 你来这里干什么 天机似乎早有预料 给方无名使了个眼色 方无名了然 抬手一挥 哗啦啦 不远处地面 顿时出现一座十几米高的小山 是仙灵石组成的小山 还没结束 哗啦啦哗啦啦 眨眼间 又是好几座仙灵石堆砌而成的小山 卢老头双眼瞪大 这么多仙灵石 早已忘记了 多少年没见过仙灵石了 一直以来 都是使用这方世界的灵石作为能量 甚是麻烦 有了仙灵石 那就不一样了 一块仙灵石蕴含的能量 抵得过好几条极品灵脉 稍安勿躁 早料到你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资源了 这些 就当是见面里了 天机得意说道 每次见到卢老头露出这种没见过世面的表情时 心中莫名暗爽 卢老头此时心中也是火热 终于又可以无忧无虑地打铁了 可下一瞬 卢老头面色再次一变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先说好了 我现在可没空给你们打造仙气 卢老头本想说 就算愿意给你们打造仙气 在这方世界也不可能打造成功 可以想到 眼前这家伙是那个小盒子 这才没说那么多 前辈别误会 我听闻前辈曾立下红院 要建造一艘足以突破世界壁垒的战船 这才慕名而来 想为此等红院 尽一份绵薄之力 方无名上前两步 表情诚挚 卢老头闻言 面色稍缓 心中也是有些得意 那必须啊 除了自己 还有谁敢说出这样的胡话 嗨嗨 那只是年轻时不懂事 乱说的罢了 不必当真 方无名闻言 微微皱眉 这老头不安套路出牌啊 不是应该相见恨晚吗 不过方无名也从卢老头脸上 看到了无奈 想想也是 现在卢老头连维持动腹运转的能量 都得发愁 更不用说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合适的兼顾材料 还有各种战船法阵 怎么说 也是先阵级别的 不阵所需的材料 大部分在仙界才能找到 面对这样的困难 可谁身上都挺他们绝望的 不过 谁年轻时没有吹过牛逼呢 自己没穿越钱 还扬言要将岛国所有老师都尝上一遍呢 看看到底啥味道 嗨嗨 方无名倾咳两声 快速收回思绪 那咱就明人不说暗话 我保证你所需的所有资源 我都能提供 而你只需建造战船即可 当然 你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继续等死 永生永世 被自己年轻时的豪言壮志煎熬 你选择吧 方无名撂下最后一句话 天机也是会议 意念一动 两人身形原地消失 只剩卢老头待至原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卢老头眼神黯淡 缓缓转身 环顾一圈陪伴自己多年的洞府 也许 自己这么多年来 真的错了 不应该一个人独自前行 那样只会让自己堂堂一代 炼器大师 名语众人 今天之前 卢老头丝毫未觉得自己这洞府 有什么不妥 可今天被那两个家伙 这么一刺激 顿时感觉自己这些年来 过得那都是什么逼日子 要资源没资源的 虽然平日里 一直在演算 战船各个部位的建造 可真正的战船建造 那是一个钉子 都没开始啊 看着眼前一座座仙灵石小山 卢老头轻叹一口气 随后 眼底深处重新燃起一股火焰 那是一种叫做 不知死活的火焰 就像当年一样 明知困难重重 依旧敢于大放厥词 年轻真好 卢老头举起手中锯锤 老火箭 以后 你就叫天机锤吧 让我们一起 逆夺天机 重铸上古时代之荣光 卢老头手中锯锤 猛地朝天一指 轰隆隆 荒芜的戈壁之上 原本晴空万里 顿时电闪雷鸣 可天空中 却不见一朵雾云 这些狂暴的雷电 就这么凭空出现 久久不散 此时身处仙宫的方无明 隐隐约约看到高空之上 似乎有一棵巨大的树桶 正盯着地面 方无明望向天空巨眼之时 心脏似乎漏跳了一拍 星际之感顿时遍布全身 仙宫将域内所有人 无疑不是星际惶恐 好在天机及时撑起护照 这才没造成无谓伤亡 哼 好一个天道 本天机倒要看看 是你脑袋硬 还是卢老头的锤子硬 第110章 通往冥界的门户 轰隆隆 远处戈壁地面 瞬间炸裂 好似地底有什么恐怖之物 猛然破土而出 扬起千米高的土石碎线 在方无明惊诧目光之下 只见远处高空之上的巨眼 似乎是突然受到了什么惊吓 瞬间闭合 消失不见 哼 跑得倒挺快 天机又是一声冷哼 显然刚才那一幕 天机很是受用 方无明自然感受得到 天机此时的心情 天机刚才那巨眼 是什么 天机遥望远处高空 并未立即回答 紧接着 方无明就看到眼前虚空一阵扭曲 然后似乎被人强行撕开一个口子 下一瞬 一只大脚从裂缝中踏出 不知是不是错觉 方无明只觉得整个仙宫 被这一脚踏得微微震颤 切 小小圣仙 上来就给下下马威 瞧不起谁呢 天机不嫌不但嘲讽了一句 嘿嘿 习惯 习惯 卢老头这才从虚空裂缝中踏出 一脸憨笑 一旁的方无明一脸无奈 这卢老头看来也是个装逼爱好者啊 怪不得年轻的时候这么敢吹 方无明跟天机 见卢老头这副态度 也就打消了继续嘲讽几句的打算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赶紧安排接下来的事一把 卢老头 把你需要的材料都列出来 方无明开门见山 不想跟这两位逼王多费口舌 卢老头显然是早有准备 文言立即掏出一本厚厚的册子 都在这里面了 只要有足够的材料 老头子 我花不了多少时间 就能完工 卢老头说这话时 身上一股掩藏不住的自信 方无明满意点头 结果那本厚厚的册子 翻开一看 果然 仅是第一页上写的材料 就没一个是方无明认识的 翻了好一会儿 果不其然 只见方无明面露难色 这些材料得花一些时间 无妨 总归有个念想 卢老头倒是看得开 那卢老头 你这段时间也不能闲着 你赶紧看看这仙宫 修复一下 我稍微查看了一下 这仙宫 修复起来 无需多少材料 主要是一些阵法阵纹 有所损坏 卢老头 你给重新画一画 卢老头一正 还得是这小盒子 坏水多啊 罢了 既然决定了 那就要尽力而为 不就是画个驱动阵法阵纹吗 小菜一碟 行吧 交给我了 卢老头厚重的巴掌 在自己胸脯上啪啪几下 显得很是自信 接下来 天机跟卢老头在一旁 不知道在讨论着什么 反正方无明是听不懂啥意思 又过了一会儿 天机做事 就要带着卢老头 往仙宫疆域核心方向飞去 方无明本不想凑这个热闹 可天机不由分说 直接一挥手 把方无明也给带上了 转眼间 方无明三人 就来到一座高耸如云的山峰脚下 方无明举目四顾 周围近处是广阔平原 再远一些就是绵延的山脉 乍一看 这里跟仙宫外的地面上景色并无差别 一到此处 卢老头便开始主动行事 带头朝山峰走去 方无明跟天机对视一眼 也是跟了上去 毕竟专业人干专业事 到了这里 还得看卢老头的表演 默一会儿 卢老头就来到一处光滑石壁前 巨大石壁上各种繁复符文 在方无明看来 更像是壁画 似乎记录着远古时代的一些传说故事 不过 天机跟卢老头 此时似乎没有兴趣给方无明解读一下 这些壁画的意思 只见卢老头拿起腰间锯锤 碰 碰碰 卢老头用锯锤连敲几下石壁 特定方位 然后稍稍后退 轰隆隆 沉闷的巨石摩擦声传来 原本光滑宛如一体的石壁 不知何时从中裂开一条 整齐的缝隙 形成一座高约几十米的巨大石门 此时石门正缓缓开启 卢老头二话不说 直接踏入石门之内 走吧 里面就是先公真正的核心了 里面可能存在了不得的东西 天机提了一句 也跟了上去 方无明也是好奇踏入石门 一进石门 就看到一座望不到尽头的石桥 桥面也是各种浮雕画 石桥之下 一眼望不到底 仿佛无底深渊 三人一路不行 为何不飞行前进啊 方无明忍不住发问 此地不可欲空飞行 卢老头冷不丁蹦出一句话 也没解释 为何不能飞行 只是眼中越发火热 仿佛桥的尽头 有十几个老太太 正在等着她 呵呵 此地有些特说 要不是卢老头那把锤子 我们怕是 难以进入此地 强行闯入的话 先公也就毁了 天机笑着解释 方无明了然 不再多问 三人又走了约 末半个时辰 期间 卢老头时不时 用锯锤锤击桥面 每瞧一下 此地空间 似乎都微微震战 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终于是看到 桥的尽头 一座高到以方无明的势力 根本看不到顶的石门 横跟于前方 这座石门 古朴厚重 透过半开的石门 可以看到 石门内传出 微微的绿色幽光 给方无明一种 阴寒刺骨的感觉 想不到 这仙宫疆域内 还有这样的地方 不管怎么看 方无明都觉得 眼前巨大石门 不太像是仙宫的一部分 反而像是 被人强行 从别处搬到此处 眼看卢老头 举着手中锯锤 就要往巨门内走去 方无明赶紧开口 这门通往何处 总感觉有些不祥啊 卢老头停下脚步 有些不解地看向天机 仿佛在说 他还不知道 天机笑着说道 说出来 你别不信 这扇门 直通幽明剑 这样的门户 在上古时代 可不守 可惜如今不好找了 我也没想到 这里竟然会有这么一扇门 起初我还以为这里 只是仙宫园 主人的墓穴 行了 别进扯些没用的 打起精神 进门 战船核心材料 全靠这次了 卢老头撂下一句话 直接踏入门内 也不知道是一高人大胆 还是这么多年来 终于有机会 寻得战船材料的原因 卢老头十分积极 方无明 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天机 什么是幽冥界 难道是人死后 亡魂的归处吗 文言 天机有些诧异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错 正是如此 上古时期 有人曾经试图 从幽冥界寻到 已故之人的灵魂 以求复活其身 可事实证明 根本没用 灵魂一旦踏入幽冥界 前世记忆也将随之消散 彻底融入那个世界 成为那个世界的一份子 其实那个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 没什么不同 只是生命形态的差一把了 天机说着 眼神深处 难眼落寞 方无明文言 神色古怪 天机所说的古人 该不会是他自己吧 尝试复活其主人 第111章 决地 死而复生 方无明着实没想到 仙宫内竟然有一扇 可以直达其他世界的门户 之前就听闻天机说过 这仙宫曾经在仙界 也是有些名头的 后面不知道 为何突然消失于仙界 紧接着大动乱时代开启 各界与仙界 彻底失去联系 从那之后 依靠天道之力 飞升的修饰 也是越来越少 似乎天道之力 在一个时间段内 也只能让少数几人 飞升仙界 有些力不从心 现在想想 这仙宫气灵陨落 流落到这方世界 怕不是跟这扇门户有关 既然有直通幽冥界的门户 那是不是也有直通 其他世界的门户呢 方无明突然开口 天机一脸无奈 微微摇头 自然是有的 不过 那是上古时期的事了 现在 也许还有一些门户 遗留下来吧 可惜也是极少的 这次 我也只是猜测 此地会有一扇门户 这才没有强行闯入 而是非要等卢老头前来 方无明微微点头 原来如此 真是难以想象远古时期 各个世界只需走过一道门 就能互通 着实神奇 不知道蓝星上 有没有类似的门户呢 也许 上古时期 是有的吧 方无明一下子陷入神游之中 走吧 等一下卢老头该走丢了 天机出炎 将方无明拉回现实 方无明由于片刻 也是跟了上去 倒要看看这幽明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不是蓝星古代传说中那样 有十八层地狱 还有 幽明界内 能有什么材料 是如老头是在必得的呢 与此同时 血月城百里外的一处山脉中 一个面带红白相见狐狸面具之人 正快速逃顿 其身后十几道强横气息 杀气腾腾 快速追赶 眼看就要被碾上 戴着狐狸面具之人 突然发现 前方西边十几人 正在烧火做饭 正在做饭的十几人 虽然身上灵力波动几乎没有 但身上气血出奇的旺盛 想必是实力不俗的体修吧 戴着狐狸面具之人 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 好似看到救命稻草 身形尽直掠向西边众人 谁 西边一青年猛地起身 望向不远处树林 下一瞬 一个戴着狐狸面具的人 就从树林走出 胸口快速起伏 明显是气血不稳 问话的青年 没等到狐狸面具答复 反而是狐狸面具身后 先出现十几道身影 瞬间就将狐狸面具 死死围在中间 哼 这次看你还往哪跑 简直欺人太甚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是血月城的人 狐狸面具憋了一肚子火 此时终于是能爆发出来 真特么憋屈 就是路过多看了这些家伙一眼 就被追杀了三天三夜 要不是自己跑路的本领超群 估计现在早已惨死 围住狐狸面具的十几人闻言 面色阴晴不定 自然知道这面具人 是血月城之人 只是他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必须死 可是 现在有外人在场 要是强行弄死血月城之人 怕是会彻底得罪血月城 听闻血月城 与那无名宗渊源匪浅 难办了呀 就在围住狐狸面具的十几人 心中思索对策之时 你是血月城的人 正是刚才问话的青年突然开口 神色略显激动 狐狸面具文言 心中大血 还以为这些人 不会多管闲事 现在看来 自己小命有希望了 正是 我不仅是血月城的人 我跟无名宗之主 还有过一段渊源 狐狸面具声音拔高几分 生怕在场 有谁听不到自己的话 真的 青年神色终于是惊喜起来 直接来到狐狸面具不远处停下脚步 继续道 那你可以带我们前往无名宗吗 对了 我叫林凡 之前也跟无名宗之主 有过一些接触 在场众人闻言 皆是诧异 这年头 怎么谁都敢说 跟无名宗之主有渊源 狐狸面具更是狐狸 这小子 该不会是乱说的吧 饭可以乱吃 关系可不能乱攀 哼 既然你们执意要找死 那就一起上路吧 围住狐狸面具十几人中 带头的一名刀疤脸 一声令下 战斗一触即发 狐狸面具心中大害 这一下怕是要玩犊子了 在刀尖行走一声 没想到就要在今天落幕了吗 放肆 林凡身后十几个壮汉爆合一声 直接跳到林凡跟前 身上气势暴涨 强悍的气血之力 犹如实质 林凡也是看懂了此时局面 众轻未听令 斩禁这些人 果然如无名前辈所言 外界的人 动不动就要杀人 你不杀他 他就要杀你 既如此 那就无需再犹豫什么 围住狐狸面具的众人 瞬间面露警惕 想不到 还是一帮体修 看起来实力还不弱 不过 不用动用灵力 肉体再怎么强也是无用 就在围住狐狸面具的众人 心中 比喻这些体修之时 下一瞬 只见那十几个体修身形 突然原地消失 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只是刹那间 围住狐狸面具的十几人 竟是全部隐命 死前双眼瞪大 难以置信 只能徒劳双手捂住脖梗 血流如注 亲眼看到这一切的狐狸面具 也是被深深震撼到了 毫无灵力的人 竟然能达到这样的地步 简直匪夷所思 你没事吧 林凡上前询问 没事 没事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 对了 可以叫我狐卫 狐卫反应过来 赶紧拱手制限 林凡也是想让狐卫带路 正好大家都跟无命中 有些渊源 林凡索性邀请狐卫 一起吃午饭 狐兄怎么会被这些人盯上呢 林凡忽然问道 面上尽是关切 这 罢了 跟林凡说说也无妨 我本来是接了一个巡物的任务 途径一处险地 我本不想进入险地 可 无意间听见 守在险地之外的几个守卫交谈 听他们说 险地之内有大机缘 说什么可以死而复生 当时我自然是不信这种鬼话的 可是后面 那几个守卫 突然毫无征兆 倒地不起 我本着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的理念 上前 想给他们善后 没成想 正好被他们同伴看到 这才造成了误会 文言 林凡一副我懂了的表情 哦原来如此 狐兄真是大人大义啊 狐卫文言 干咳两声 现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 第112章 明界传说 林凡看破不说穿 话锋一转 狐兄 可曾进入那处绝地 真的能死而复生吗 狐卫文言挑眉 但凡是个正常人 不会有人相信 这种死而复生的鬼话吧 不过 狐卫出于礼貌 还是回答到 不曾进去过 至于死而复生 当时听到的 确实是如此 但在下也不敢确定 其真实性啊 林凡文言 陷入沉思 当初听了无名前辈的话 立马就加固虚国防线 等待外界修士的入侵 可没想到 甘等了那么久 竟不见有修士前来 之后实在是忍不住 对修仙的向往 这才偷偷带领轻卫队 出了允建渊 之后才打听到 这段时间 外界也是风起云涌 听闻一天之内 几大顶级宗门 纷纷被灭 顶级宗门辽阔的疆域内 大大小小机缘无数 正是这些机缘 吸引了整个南域的散修 这才让允建渊 暂时逃过灾难 但林凡知道 这也只是暂时的 虚国最终还是得想办法 加入无名宗 靠着无名宗威名 才能存活下去 狐兄 听闻修成正果之后 就能逆转生死 复活已故之人 林凡冷不丁再次问道 狐卫开始有点怀疑 眼前这小子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老问这样的问题 显得很憨批的好吧 呵呵 据野史记载 上古时代 确实有过复活亡人的记载 据说是前往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通过特殊手段 找到已故之人的亡魂 将其带回 再通过秘术 将魂魄归体 最终达到复活的目的 不过 这也是一些传说记载而已 生死有命 天道茫茫 在下还是要奉劝一句 不要再想这些违背天道的事情了 林凡文言 木然点头 似乎在思考什么难题 看来 得到飞升 也难为天道 复活自己家人 那自己修仙 还有什么意义呢 林凡眉头越发紧皱 胡兄 可否将那处绝地的地图画出来丢 胡魏文言 也是淡疼 这小子怎么游言不尽呢 不过 从刚才的闲聊中 这林凡确实跟无名宗之主 有过一段渊源 甚至还得到无名宗之主的承诺 可以直接进入无名宗 胡魏斯来想去 劝是劝不动了 但也总不能就这么放任 这林凡去送死啊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胡侯轻叹一口气 不必这么麻烦 我正好也无事可做 就亲自带你们去一趟吧 胡魏想着 到时候到那边困难重重 这些人也许就被劝退了 到时候 自己就跟这些人一起进入无名宗 听说现在无名宗 灵气浓郁到凝聚成灵权呢 不过 就是难以寻到无名宗踪迹 说不定这林凡能寻到无名宗 再说 自己一路走来 运气一直都挺不错的 无数次险象还生 最后还不是逃出升天了 那就多谢胡兄了 林凡拱手道谢 接着就招呼轻卫队 跟随胡魏前往那处绝地 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幽冥见内 高空上挂着的月亮 散发出幽幽寒光 走了大半天 月亮的位置 似乎没有丝毫偏移 方无名三人来到 一处山包驻足 从山包上四下望去 四周皆是大小不一的山包 一眼望不到尽头 好在有天机撑起的护照 方无名这才没感觉到什么不是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怎么一个鬼影都看不到 方无名半询问半埋怨道 这一路不停地走 天机跟卢老头也不怎么说话 只管闷头赶路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两家伙 已经有了目的地呢 结果就这 卢老头此时一脸严肃 并不打算搭话 没走错 就是这里 天机答道 眼看方无名并不满意这个回答 天机继续解释 听说过天眼吗 这里并不像你所看见 那样空无一人 相反 这里魂满为患 这里应该是一处中形城池 啥 中形城池 方无名下意识 再次环顾一圈 周围的环境 此时不知为何 变得更加诡异 方无名不由地 想起蓝星传说中 有关幽名地狱的记载 传说 亡魂与生人 是处在不同维度的 生人肉眼无法看到亡魂 亡魂自然也看不到生人 但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总有那么一些地方 维度重叠 在这种地方 生人与亡魂偶尔能碰上 想到这 方无名不自觉紧了锦衣领 都怪平时看太多智怪书籍了 此时脑子里的那些想法 拦都拦不住 见状 天机笑着继续道 不必担心 这城池里的东西 看不到我们 他们也有自己的文明 要是他们冷不丁突然能看到我们 说不定都被吓死了 我们在他们的眼中 也好看不到哪句 有自己的文明 方无名老毛病 又犯了 听到这些奇闻 总是想逃根问底 即使此时心里发毛 亡魂组成的文明 是什么样子的 方无名 稍作犹豫 还是问出口 天机 似乎早有预料方无名 会忍不住发问 嘿嘿 这说来就话长了 话说远古时期 形形色色的生灵 突然出现 繁衍生息 这些生灵起初以外形区分 同类跟异类 后来 慢慢演变为 以组成身体的物质来区分 慢慢的 这些生灵各自占据一方 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 摩擦经常发生 久而久之 生灵涂炭 无数生灵灭族 最终 传说是天道看不下去 这才将整个世界 强行拆成无数个世界 这幽冥界 就是那时候 被拆分出来的 所以 这幽冥界首批原住民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所说的亡魂 它们并不是 其他生灵死后产生 而是自然产生 但出人意料的是 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发现 其他生灵死后 竟然也能产生亡魂 这就有些打脸了 也就是说 现在被强行拆分的 各个世界中的生灵 其实有可能 都是同一种生灵 只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 所展现的形态 不同而已 和这这么多年的战争 只是自相残杀罢了 说到这里 天机似乎在感慨 望向空中灰暗的月亮 不再开口 方无明此时 也是震惊莫名 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传说 不过 看天机这样子 兴许有可能是真的 听天机一番解释 方无明 对于这些亡魂 所组成的文明 似乎没了多少恐惧 天机 有什么办法 让我也能看看 这城市长什么样吗 闻言 天机回过神来 微微一笑 弹手点了一下方无明眉心 下一瞬 方无明就见到了熟悉的建筑 街道 行人 可方无明心中 却是涌现 前所未有的滔天恐惧 第113章 你们 响猎杀天道 这这这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方无明顿时手脚冰凉 踉跄后退两步 疯狂跳动的心脏 也无法将方无明 此时身上的寒意驱散 这是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寒冷 嗯 怎么了 没这么恐怖吧 他们形体 跟我们其实差不多啊 天机眼看方无明 在一瞬间变得脸色煞白 还以为他被眼前城池 给吓到了呢 可想想 应该不至于吧 下一瞬 天机深以为然点头 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可能是幽冥界 文明发展的方向不同 不像修仙世界那样 在修仙世界 可看不到长几个轮子 飞速驰骋的铁疙 还有装束 也是极为清凉 建筑上各种色彩的灯光闪烁 第一次看到 确实有些难受 方无明下意识 喉咙滚动 摇摇头 没有回答天机 过了好一会儿 这个世界 真的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幽冥界吗 会不会 搞错了 方无明口干舌燥 略显艰难开口 这惊天消息 哥谁身上不得被吓个半死 活得好好的 结果有一天 有个人跑出来说 你其实是个亡魂 方无明此时思绪混乱 一时难以接受这样残酷离奇的现实 又忍不住 回想起在蓝星时的点点滴滴 当时 虽够得苦逼呵呵 但也是 有一些好友的 总能在生活的角落 找到一丝温暖 可现在 方无明心中 纠结无比 天机一愣 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是真被吓到了 呃这 其实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但能肯定的是 这个世界一直被称为幽冥界 这个世界内的生灵 确实也是亡魂 这些亡魂有本地的 也有从其他世界降生到这个世界的 至于其他世界的亡魂 是怎么能来到这个世界的 从古至今 都是一个谜 无人知晓其缘由 方无明文言再次沉默 不对 这跟之前得到的信息不一样 蓝星曾有人飞升 天机 这个世界的生灵 应该根本就无法得到飞升的 是吧 方无明下意识认为 亡魂是无法飞升的 毕竟方无明观念里 亡魂都是要前往地府的 哪有从地府飞升到仙界的 天机文言 终于是面露古怪之色 当然可以了 万物生灵皆可飞升 只是 难度大小不同而已 从幽冥界飞升的生灵 我们通常称之为鬼仙 或者冥仙出身 不对啊 你今天怎么回事 平时可没见你 如此慌乱 方无明再次陷入沉默 又没回答 似乎还在努力回想 还有哪里不对劲的地方 行了 别再他们废话了 要动手了 一旁的卢老头不耐烦道 方无明被卢老头粗犷的声音 拉回现实 动手 动什么手 方无明心中顿时 有不好的预感 卢老头该不会要对眼前 惩恥动手吧 虽然现在内心深处 还是不肯相信这一切 但也不能眼看着卢老头对着 眼前惩恥大打出手啊 一味圣仙 哪怕是吹一口气 眼前城池 估计渣都不胜了吧 不 现在不应该说是城池了 应该是城市 且慢 方无明突然一扫 刚才的颓然 语气中带着不可置疑 天机跟卢老头皆是愣住 可方无明一时间 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这 怎么回事 你这小盒子 看个人都看不好 是不是被什么邪碎 给暗害了 卢老头一脸不高兴 瞪向天机 天机一脸猛逼 怎么还成了我的过错了 不过 天机还是释放强大神识 来回扫过方无明 两个呼吸过后 天机皱眉 与卢老头对视 微微摇头 表示并未发现 什么端倪 可为什么方无明 会突然如此态度呢 无明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取得 建造战船的核心材料 天机面色凝重 眼里满是担忧 这段时间以来相处 虽然时常伴嘴 但其实早已将方无明 当作挚友 看到天机此时态度 方无明 终于也稍稍贫富了心绪 是啊 自己此航目的 可不就是要从这个世界 拿走一些东西吗 想到这 方无明心中 再一次纠结 为了自己的修仙之梦 真的要狠心牺牲 这个有可能是自己 故乡的世界的生灵吗 那自己与杀人狂魔 又有何区别 在蓝星所受到的教育 让方无明此时 心中煎熬 之前对修士 虽可以狠下心来 但眼下 你们刚才说动手 是指什么 方无明终于再次开口 也许是自己想多了呢 毕竟建造战船 也不必动手杀人吧 如果这个所谓的幽冥界 真的就是自己的故乡 那就更不可能杀人了 人体内能有什么上等材料 方无明强行说服自己 这自然不是对付这些弱小的生灵 卢老头神色惊疑 试探回答着 文言 方无明如释重负 内心终于不用再煎熬 方无明神色放松了许多 那现在到底要干什么 天道 天机郑重回答道 天道 方无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取个材料 跟天道有啥关系 难道材料在天道手里 不是说天道并无实体 只是一种意志吗 而且也没听说过 天道有搜集珍宝的习惯 方无明一或看向天机 只见天机此时 脸上肃杀之气弥漫 眼神坚定 方无明心中咯噔一下 突然想到了什么 你们 想猎杀天道 只见天机跟卢老头眼神坚定 并未回答 方无明确定了 这两个家伙 所图甚大 可惜方无明对天道 并没有什么太清晰的概念 一个世界 没了天道会如何 对这个世界的生灵 会有什么影响 方无明眉头紧皱 天机健壮 解释道 放心吧 这个世界 没了天道压制 修行之人 静静更加快速 世人也能真正掌握 掌握自己的命运 况且 以后还会形成 新的天道意志 对这个世界的生灵 并无太大影响 天机似乎并不想解释太多 毕竟方无明一个凡人 从根本上 难以理解 何为天道 多说无意 只会徒增烦恼 以后踏上修行路 一切自会明了 开始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卢老头抱贺一声 此时其手中 锯锤上的符文 早已亮起 宛如流动的岩浆 天机闻言 不搭话 方无明只觉得 天机身上 散发的气息 逐渐变得飘渺 由凡入仙 这一刻 天机在方无明眼中 才像一个真正的折仙 衣媚飘飘 一尘不染 第114章 惯犯了 轰隆隆 幽冥界 昏暗的月光之下 看不到一朵云彩的高空 霹雳炸响 方无明感觉 双耳有些发疼 周围地面上的灰尘 似乎也被雷声 炸得跳动起来 这幽冥界的天道 似乎比之前 修仙界的天道 还要强大 震惊之余 方无明瞥见天机 跟卢老头两人 皆是神色凝重 严阵以待 能让一位先帝 跟一位圣仙 都如此认真对待的东西 我操 该不要玩脱了吧 方无明心中嘀咕 一抬手 一个小木盒 出现于掌心 正是天机盒本体 方无明此时 觉得手上的扳指 怕是不够安全 再弄出一个天机盒出来 稳妥为主 天机跟卢老头 目光匆匆扫过 方无明手中木盒 没说什么 方无明意念一动 手中天机盒 瞬间有了反应 转眼间 方无明身上 已经穿上一件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暗金色铠甲 这身铠甲 是方无明在蓝星时 看的某部科幻大片时 看到的 现在 穿在自己身上 顿时感觉安全感拉满 动手 天机爆喝一声 手中不知什么时候 早已握住一把长剑 重重踏地 化作长虹直冲高空 显然天机 也是看到方无明 使用自己本体自保 这下 也是没了什么顾忌 直接迎击天道 卢老头 则是紧盯着高空 手中紧握锯锤 方无明 也是抬头看天 可是除了久不久 看到一道闪光 并未看到什么 值得注意的东西 只是 每次闪光脸去 都会留下一道虚空裂缝 裂缝不到一个呼吸 自动愈合 卢老头 快动手 他要跑了 高空传来天机的吼声 似乎已是准备全力出手 等方无明转头 看向卢老头时 卢老头 早已原地消失 不见踪影 轰隆隆 这方世界一刹那 被刺眼的光芒笼罩 方无明 透过铠甲 竟能看到高空之中 一把巨大无比的战锤虚影 好似砸中了什么坚硬无比的物体 紧接着那个 看不见形体的坚硬物体 似乎被砸成碎块 与此同时 巨大战锤虚影 锤柄之上 竟多了一道符纹 方无明看着这一幕 震惊莫名 卢老头手中的战锤 原本那么多符纹纹路 难不成都是猎杀天道之后 自动形成呢 这得干翻多少天道啊 离了个大谱 难怪这两个家伙 看起来轻车熟路的 轰隆隆 地面震战起来 方无明觉得 是整个世界都在震战 就好似即将崩溃一般 方无明还没回过神来 快走 马上就会有人 察觉到这里的异常 天机身形突然出现在方无明眼前 一把抓住方无明臂膀 嗖的一声 化作长虹 迅速飞离此地 以天机的速度 几乎不到一个呼吸 方无明就已经看到远处 地平线上一道门户 三人 没有丝毫停顿的意思 直冲门户之内 离开这方世界 等再次从门户中出来 卢老头不用别人指示 直接举起锯锤 碰 一锤下去 巨大门户上 顿时出现金色裂纹 每条裂纹上 都有金色闪电跳动 裂纹迅速扩散 哄 锯门轰然破碎 方无明三人 脚下瞧面 也开始军裂 卢老头抬手一招 巨门的碎渣 被全部收走 见卢老头做完这一切 天机再次提着二人 顿离此地 从锤抱天道 到回到仙宫 仅仅不到五个呼吸 此时三人悬浮半空 望向不远处 高耸入云的山峰 山体震战 眼看整座山就要崩塌 只见天机 逃出仙宫阵盘 手中快速掐绝 好了 应该没什么事了 任务圆满完成 天机收起仙宫阵盘 轻轻吐了一口气 如是重负 阵战的山峰 也重新稳定下来 卢老头则满意 打量手中巨锤 掩饰不住的欢喜 在方无名看来 此时的卢老头 就像是一个 夏天偷瓜成功的熊孩子 你这锤子上的纹路 该不会都是这么来的吧 方无名忍不住 开口询问 卢老头一致 随后喜笑颜开 嘿嘿 怎么样 厉害吧 我曹 没想到 还是个惯犯啊 妾 没有本天机的帮助 你一条纹路都没有 是是是 还是你这个小盒子有用 不然那天到 估计早就遇感到危机 兴许就不会出现了 卢老头 此时心情不错 也不吝啬夸两句天机 方无名无语 这么大的事 这两个家伙 跟闹着玩一样 行了 现在有了战船主材料 应该可以开工了吧 方无名实在看不下去 赶紧给这俩家伙找活干 免得又要干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嗯 加上刚才那扇门户 可以先暂时开工了 卢老头笑着回应 方无名满一点点头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诶 战船长什么样 有图纸之类的吗 这可是今后的门面 方无名可得看着点 别到时候造型拉胯 哼 你觉得这仙宫如何 天机笑着插话 嗯 我打算就以这仙宫为基础 打造战船 卢老头接过话茬 满脸憧憬四股 啥 方无名再次被两个家伙的 操作给整无语了 不过这样也好 到时候 直接开着仙宫前往仙界 踏入仙界的那一秒 说不定 直接就能完成系统任务 完美 与此同时 幽冥界某处山崖之上 空间一阵扭曲 紧接着一扇巨大门户 凭空出现 门户接天连地 一道挺拔身影 从门户中走出 是一位男子 火红的长发披散 上半身裸露 刀削腹杂般的肌肉上 爬满火焰图案 男子眉头微皱 轻疑一声 到底是何人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夺走这里的天道意志呢 最近 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 难道是因为 最近严打 仙人下界导致的 不应该 那些只能偷偷下界谋生的蝼蚁 数量再多 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才对啊 可为何心中 总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呢 仔细去感受 有什么都感受不到 似乎有一层 挥之不去的迷雾 在阻挡自己的感知 红发男子 一时间呆立牙顶 陷入沉思 突然间 红发男子眼神一宁 迅速转头望向一个方向 嗯 竟然有人 修为如此低微 竟也能来到此地 看来天道缺失 确实不妙啊 红发男子 嘻喃两句 抬手一挥 整个世界 似乎重新稳固了一些 红发男子 不再逗留 转身踏入门户 下一瞬 连门带人 一起消失不见 而远在百里外的几人 却没这么从容 怎么回事 入口 突然消失了 无谓大惊失色 就不应该跟林凡这小子 来这鬼地方 这下好了 回不去了 自己的豪远 这是用光了吗 狐兄稍安勿躁 我总感觉 此地有莫大机缘 在等着我们 林凡望向远方 信誓旦旦 第115章 打锤子的注意 无名宗仙宫 内部核心地带 某个密室之内 方无名跟天机两人 站在卢老头身后 看着卢老头 这里摸一下 那里敲一下 似乎在合计着 怎么着手改造 最为合适 卢老头 你就暂时 把你那锤子赠予他 之后他再还给你 你又不会损失什么 卢老头文言 停下手中动作 别 别再说了 想要这锤子 除非先要我的命 这两天以来 方无名跟天机 每天都会来看望卢老头 实则打锤子的主意 卢老头也是不耐其烦 越发觉得 这两个家伙 有什么阴谋 方无名听到卢老头的回答 并不意外 卢老头 那这样吧 你把锤子上的一道纹路 暂时赠予我 你想要什么 尽管贴 如何 方无名打算曲线旧锅 卢老头锤子上的每条纹路 应该都代表一个天道意志 方无名也不确定 得到一条纹路之后 能不能将其复制出来 要是能复制出来 那可不得了 在真正的强者眼里 每个世界最珍贵的 莫过于天道意志 方无名话音刚落 卢老头跟天机两人 目光齐刷刷落到方无名身上 你要拿一条纹路 那不可能 从没有人能从我这锤子上 驱走任何东西 确实如此 天机也是无奈摇头附和一声 听闻此言 方无名舅舅知道 今天又白跑一趟了 不过方无名心中又生一计 好吧 那我们先回去吧 这两天全宗都在准备 我们也不能太闲了 方无名招呼一声 天机就带着方无名 化作长虹 飞离此地 又是两天过去 无名宗将域内所有修士 所有王朝凡人 甚至是一些自主诞生的山精野怪 都在翘首以盼 因为 今日 被方无名定为无名宗的剑宗纪念日 无名宗将域内 无数生灵 都将得到无名宗的丰厚馈赠 要是好好把握住机会 有可能借此机会 修为更进一步 然而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盛宴 方无名打算 接下来每年都举行一次 就相当于是过年了 前辈 宴席 已经准备完毕 分发各地的领宝 也已经就位 只等宴席开始 大家就可以想用这些领宝了 方无名身前的凌若双两姐妹 恭敬汇报目前情况 这两姐妹 显然是 平时都待在时间法阵之内 此时看上去 稚气已脱 有骨子雷厉风行的味道了 方无名满意微微点头 嗯 这几天辛苦你们了 你们先过去 稍后我就过去 凌若双两姐妹 对于方无名的指令 无条件服从 从来不问缘由 所以 方无名突然说要举办宴席 这两姐妹 也是不知为何 一旁的天机 这两天 也是心中疑惑 直到此时 天机终于是忍不住发问 干嘛这么大费周章的 又不邀请外界的人 方无名黑黑一笑 外界的人 管我屁事 无名宗疆域太辽阔 这么多修士 分散各地独自修炼 时间久了 难未会相互疏远 形同陌路 所以 还是得时不时联络一下 大家感情的 天机面色古怪 总感觉方无名另有所图 主要是这家伙 无力不起早的性格 不过 这次宴会上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修士的眼里 确实是极具诱惑力了 什么长生仙丹 问道果 圣女精 还有大量灵妾 最低也是上品 更不用说各种价值连城的灵财灵果了 最主要是根据方无名的安排 有不少珍宝都是要组队参与任务 才能有机会获取的 说是任务 其实就是一些团队合作的小游戏罢了 这样看来 确实是能起到促进宗内成员关系 更进一步的效果 天机毫不怀疑 要是这样的活动 持续个几十年 估计现代无名宗内这些修士 得各个家财万贯 各个满身灵器 各个百万年寿命 各个突破天尊 到时候 卢老头真的建造出战船 举宗前往仙界 说不得立马就会有十几万仙人 诞生 就在天机思索之际 咋样 卢老头啥时候过来 方无名贼嘻嘻开口 还在打铁呢 不过他说会过来的 好吧 我们也过去吧 先攻核心区域 雄伟壮观的宫殿群 屹立于此 其中最为震慑人心的 一座大殿之内 方无名端座主位 大殿内此时早已摆好 各种真修灵酒 当然 鲜酒也有 大殿之外的巨型广场上 一个个精美玉石桌 整齐百裂 十几万修士端座于桌前 皆是强忍心中激动 等待开席 大殿内 十位天尊 以及几十位从血月城时 就加入无名宗的高阶修士 皆是看到方无名右边 有一个空着的位置 不知是给何人所留 也没人敢问 随着方无名一碗鸡汤灌下 开席 众人推杯换盏 好不快活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方无名终于等来卢老头 此时大殿内众人喝得开怀 并无多少人注意到 这个突然出现在宗主身边的邋遢老头 卢老头一眼瞥见空着的位置 不用方无名招呼 自己入座 来来来 给你尝尝这个 看看 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天机殷勤 给卢老头满上一杯 卢老头顿时眼前一亮 刚才一来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没想到 还真是淘鲜酿啊 卢老头诧异 一口饮进杯中酒 还一把抓起酒壶 做事就要 自己给自己满上 全然不顾其他人 这看似有些粗鲁的举动 方无名不仅没生气 反而是嘴角微微上扬 目光下意识落到卢老头腰间 嘿嘿 喝吧喝吧 等明天你醒来 锤子就是我的了 鲜酒面前 人人平等 不管修为如何强大 都会跟凡人喝酒一般 量到了 也会醉 想到此处 方无名先等卢老头 自己喝完一整壶 终于打了个宝格 正要休息一下的时候 来 卢老 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 让我们为共同的目标 一起奋斗 卢老头此时心中舒畅 酒精微微冲向脑门 也没想太多 举杯就碰 中途 方无名给天机使了颜色 两人轮流跟卢老头碰杯 攻势不断 不知过了多久 方无名都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 一看卢老头身前桌面上的针修 卢老头竟是到现在都没来得及动筷子 卢老 我一直很好奇 你这锤子的来历 今日尽兴 可否说说 卢老头闻言 眼神一下子变得清澈 然而下一瞬 又重新变得浑浊 说起这锤子 第116章 红色召唤符 灭视凶物 方无名从自己床榻上醒来 第一件事 就是在脑海中搜寻一番 成了 方无名赶紧起身 意念一动 碰 一把锯锤凭空出现 砸落地面 正是卢老头的锤子 让方无名欣喜的是 这把锤子上的天道纹路还在 之前还担心 无法同时复制这些天道纹路 看来 这些纹路真的已经跟锤子融为一体了 方无名尝试握住锤柄 可惜 还没靠近 就看到锤子上金色电弧闪动 似乎是自动防御 保险起见 方无名全身覆盖铠甲 这才动手举起锯锤 有铠甲的支持 沉重的锯锤在方无名手里 轻弱无物 嗡嗡 方无名尝试挥动两下 只听到两声空间震战之声 不愧是超越仙气的存在 毫无灵气驱动 也能有如此威士 可惜了 要是自己能使用储物戒就好了 这么大的锤子 总不能扛着吧 这把锤子 估计以后也只能在房间里吃灰了 得加快进城了 卢老头那边不用过多催促 那老头入迷得很 倒是这两天 天机一直跟着自己瞎跑 不知道他研究那些仙人召唤服 研究得怎么样了 想到天机 方无名也终于记起来 昨天宴会 星宫之上 雷霆滚滚 之后听天机说 是雷杰 不过后面 被天机挥挥手给驱散了 不错 昨天一场宴席 上万修士直接突破 现在的无名宗 天尊数量 终于突破三十大关 不仅如此 还有不少合体修士 也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 只需静心在宗内修炼几日 便可突破 天机和变化成的铠甲 有飞行能力 方无名直接飞离大院 朝天机所在 山峰飞去 方无名一落地 就看到天机跟卢老头交头接耳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方无名疑惑 这卢老头不去干活 跑这来干啥来了 卢老头见方无名道来 嗨嗨 这里没我老头子什么事了 我先去忙了 说完 卢老头下意识摸了摸腰间锯锤 一脸警惕 扫了方无名一眼 接着就闪身消失 方无名会心一笑 知道这卢老头 为何会如此神态 主要这老头口口声声说 锤在人在 结果 两口酒下肚 被击了两句 直接就将锯锤送人了 连给都给打肿了 好在方无名当时 也及时将锯锤还给卢老头 这才相安无事 不然这老头免不了发疯 怎么样了 研究出来了吗 方无名将身上铠甲收回 重新化作一枚朴素戒指 戴在手上 嗯 有卢老头帮忙出主意 差不多了 待会儿就开始测试 文言 方无名并没多少惊喜 主要是之前就测试过几百张了 别说直接召唤逍遥子了 连个毛都没召唤出来 天机的解释是 这些召唤符 其实就是将信息传到仙界指定的区域内 如果这个区域内 正好有想下界的仙人 就有可能响应召唤下界而来 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召唤符指定的区域 根本就没人 方无名笑笑不说话 这不就是之前自己在蓝星时 专门用来应付产品经理的话术吗 主打的就是一个无法证伪 天机没理会 方无名不怀好意的目光 自顾自摆弄手中符录 做事就要使用一张仙人召唤符 呼 天机手中符录瞬间燃尽 看到天机眉头紧皱 方无名知道 这符录又打水漂了 要不是自己符录无限 谁挺得住这样的消耗 这仙人召唤符 就连顶级宗门 也才总共拥有几十张而已 你怎么都不试试 那张红色的 方无名来到天机对面坐下 瞟了桌上符录一眼 石桌上一堆符录堆在一起 其中的红色符录极为显眼 而每次放无名前来 都没看到天机用过那些红色的符录 这红色符录看着确实有些圣人 莫非是召唤什么不祥之物 天机这才没有使用 怀着一肚子疑问 方无名目光落在天机身上 就不挪了 这次非得得到一个答案不可 你说那些红色的呀 那东西没什么大用 我拿来也只是对比研究其上符文而已 没什么大用 没什么大用 盗天仙宫会当宝共长 眼看方无名不幸 天机懒得开口解释 只见天机抬手一招 一张红色符录飘入天机手中 一顿敲咪咪念咒之后 天机一甩手 手中符录飞出 落到不远处宽阔院内 符录落地 地上顿时浮现阵法 光运流转 方无名紧盯阵法内部 过了好一会儿 突然那看到阵法内部出现一个黑影 黑影摇摇晃晃 越来越凝实 轰隆隆 高空中突然传来声声闷雷 方无名也终于看清阵法内为何物 竟是一头獠牙外露 胸向净险的猛兽 头四虎 身四豹 找四龙 这头猛兽 一双冒着红光的眼睛 一下子落到方无名两人身上 方无名只觉得背后一两 毫不怀疑 这头野兽 是在缠自己身子 可就在这头猛兽 正准备张嘴吼叫时 声音都还没发出来 只见天机眼神一鸣 这头猛兽 顿时贪软倒地 紧接着口鼻一血 当场惨死 这是一头真仙境的野兽 按理说 到了真仙境 怎么也早就化作人形脱离了如毛饮血的状态 只是 这头野兽在修炼途中 杀戮过多 有为仙界天道 所以 不管修炼到什么境界 都只能是一头被原始本能驱使的野兽罢了 方无名了然 木然点头 这头野兽的形态实在奇特 其刚才身上散发的嗜血 也是极为震撼人心 所以我说 这红色俘虏无用 就算召唤成功 也只是召唤来一头没有理智的蔑视凶兽而已 对于我们从仙界弄战传材料 毫无帮助 方无名尽力吸收天机所说 一下子信息量也太多了 这样的大凶俘虏 道天仙宫是怎么弄到的 仙界的天道 竟然这么人性化 这野兽 到底杀了多少仙人 才能有这样的杀气 还有 这野兽后背的皮毛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突然 方无名灵光一闪 我记得卢老头所需要的材料清单上 就有不少仙界野兽的某个器官 文言 天机也是眼睛一亮 对啊 何必舍尽求远 反正红色符路多到用不完 要知道 仙界被天道 针对的是杀之物 五花八门 除了没有人类 其余山精也怪什么的 应有尽有 第117章 仙玉风云渐起 方无名跟天机赶紧找来卢老头 足足花了半个月 终于建成一个上百里长宽的牧场 当然 农场的防护法阵 都是天机配合卢老头布置上去的 足以轻松困住真仙境 就是圣仙来了 都得拖一层皮 接下来的日子 天机就一直待在牧场内 红色符路不要钱一样 一甩一大把 起初 方无名身穿铠甲 独守在一旁 想看看仙界生物长的 到底能有多抽象 动物 植物 甚至还有金石 更离谱的 方无名曾看到过一头 全身由蓝色雷电组成的生物 果真五花八门 可看久了 神美疲劳 要很久才能看到一只让方无名眼前一亮的 方无名也逐渐失去兴趣 与此同时 仙剑 沿仙玉北部边垂 一处山沟里 逍遥子把头伸出地面 神色警惕看向四周 发现没人 这才钻出地面 逍遥子走到不远处西边 洗了把脸 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 逍遥子心里顿时懊恼委屈 本来好好的 老挝竟然被连锅端了 现在好了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要不是自毁境界 钻入地底深处 估计小命都难以保住 造孽啊 现在逍遥子仅剩的实力 估计随便一头大型野兽 都能轻松拿捏它 也正是如此 才躲过阎先帝所属的搜查 得以存活 逍遥子神识 探入储物界内 里面一张单方静静躺着 哎 那边现在风头应该过去了吧 还是得回去看看 到底他们什么情况 逍遥子嘀咕一句 赶紧动身 离开此地 不久后 逍遥子来到一座城池内 来到之前常去的茶馆 还好 目前看来 一切正常 就是少了好多熟悉的身影 逍遥子知道 那些家伙 多半是已经被抓走了 或者直接当场被击杀 逍遥子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心中也是无奈 明知道偷偷下界 在严仙域内是死罪 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刚从下界飞升上来 本来在下界 也算是一方人物 可到了先界 就成了实力低微的底层人 想加入宗门 简直难如登天 想外出历练 到处都是实力强悍的妖兽 简直就不给活络啊 所以 刚飞升之人 要么老老实实去挖一辈子矿 死在矿井之中 要么尽快找一个边陲小城 有利于先欲规则的边缘 逍遥子就是选择后者 但是小城内 也没多少好的路子 任务有限 即使是下界的任务 也有不少人争抢 不能不争抢啊 得赶紧挣到足够仙灵时来修炼 尽快达到真仙之境 不然 在仙界 就像是活在万米深海之下 迟早会被憋死 因为仙界的环境 只适合仙人生存 那些从小生活在仙界之人 倒是没有这个顾虑 种种原因叠加之下 刚从下界飞升的仙人 其实很少有能成功活下去的 这还不是全部 仙欲统治者 还会时不时来维护治安 因为 有下界仙人的地方 几乎都有人选择铤而走险 下界寻找资源 这不 现在逍遥子一眼望到街道尽头 几乎看不到一个下界飞升的修士 只剩下一些仙界土著 在交头接耳 似乎在聊着什么 喝完一壶茶水 逍遥子起身向城东走去 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 这是一个死胡同 可是逍遥子仿佛看不到 即将迎面撞上的墙壁 下一瞬 逍遥子就没入墙壁里面 消失无踪 逍遥子再次现身 已经来到一处昏暗街道上 街道两旁挂满红色灯了 然而 庄室再怎么喜庆热闹 此时街上却是只有寥寥数人 原本街道两旁拥挤的摊位 此时只有阴风阵阵 逍遥子心中轻叹 并不意外 竟只走到一间阁楼里面 呦 运气不错呀 又给你躲过一劫了 我跟你说 这次的情况 是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几乎所有下界上来的 都被带走了 逍遥子一踏入阁楼大厅 一个贼没熟眼的小生 就主动开口 听着很是熟络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逍遥子终于说出了 进城后第一句话 呦 你还不知道呢 不仅我们这儿 听说附近区域上百座城池 都是一样的情况 小生稍稍靠近逍遥子 低声继续说道 听说严仙玉管辖的下界 出了大问题 现在怀疑 是仙界下界的人太多导致的 出了大问题 逍遥子眉头紧皱 疑惑不解 能出什么大问题 而且 仙人下界 又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早在不知道多少万年前 就已经存在这种下界的任务了 真要是因为下界 仙人太多导致的问题 早他们出问题了 怎么会等到如今才出问题 好死不死的 正好给自己赶上了 那可不 听说 是因为多个下界的天道 频频躁动 听说前段时间 有一个世界的天道 都不知道被谁给收割了呢 小妖子不敢置信 天道只掌一方世界万物 竟然还会被人收割 嘿嘿 你还别不信 这是我亲耳听我们掌柜说的 我们掌柜的还特意交代了 这次估计得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重新开启下界任务了 小妖子愣了好一阵 这里是地下黑市 而这家商铺的掌柜的 就是专门发布任务的 从中收取分成 当然 大多是下界的任务 小妖子清楚 这家的掌柜的 应该是有一些背景的 不然一般人 也不敢做这种行当 现在来做任务的人 都全被抓走了 这商铺掌柜 依然好好的 可见一般啊 要多久才会重新开启 下界任务啊 小妖子问道 心中有些焦急 小妖子总感觉 这段时间继续待在仙界 恐有性命之忧 小妖子决定返回到 城中之时 早有打算 先想办法下界 然后去寻找那个 可以蒙蔽天机的人 寻求暂时庇护一段时间再说 这我乃知道啊 我又不是掌柜的 小妖子毫不避讳回答 逍遥子知道 小妖子这是一由所指 逍遥子心中暗骂 不过 还是抬手掏出一块下品仙灵石 小妖子不动声色收下仙灵石 嗨嗨 突然好困啊 我先去后边密会儿 小妖装枪做事 打了他哈欠 直接转头离去 逍遥子心领神会 也不客气 直接拐进旁边一个走廊 走到走廊镜头门前 推门进入 看到熟悉的一间密室 像这样的密室 这商铺里面 还有不少 密室四周无数盏灯 歪歪斜斜随意摆放 看起来像是一个专门存放灯盏的杂货间 第118章 战船材料收集完毕 开工 逍遥子静止走到墙角 拿起一盏灯 这盏灯 正是逍遥子这些年来下届时 用来点魂灯的 之前一直被生活所迫 每次来此地 也没仔细观察周围环境 此时物是人非 倒是有些落寞之感 辛苦一生 终得非生 没成想迎来这样的生活 罢了 活又活不好 死又不想死 还能咋办 逍遥子将灯找个平坦地方摆放好 然后双手掐绝 一直点向自己眉心 这是从神魂中 摄取一丝神魂来点燃此灯 只有这样 才能从下界返回仙界 逍遥子轻车熟路 即将点燃魂灯之时 突然眉头一皱 外面来人了 来人气势汹汹 来者不煞 逍遥子瞬间就想到了什么 这家地下商铺 必定是跟仙玉执法者有联系的 这才能这么多年来 一直存续至今 而且这种地下商铺 利益至上 自己这是被这家商铺给卖了 逍遥子暗骂一声 天道不恭 犹豫了两秒 散去指尖的魂火 放弃点灯 事到如今 也只能拼一把了 绝不能将自己魂灯留在此地 不然也是个死 只见逍遥子抬手 从储物界中取出一张福禄 灵力瞬间注入 嗖的一声 密室内再次尘埃落定 空无一人 等逍遥子眼前景色再次清晰 逍遥子站立虚空 四下望去 一片郁郁葱葱 却毫无人焉 这里是 该不会选错世界了吧 这次下界无人召唤 也就相当于海上的游船 没了灯塔之意 逍遥子也只能尽量根据记忆中的方位 选择一个世界 逍遥子神识 疯狂覆盖向四方 依然毫无人焉 倒是凶兽无数 有独居的 有群居的 唯一的相同点 就是个个都实力不凡 野性十足 逍遥子心里咯噔一下 自己铤而走险下界 就是想着 投奔上次遇见的那个天命之子 将问到丹丹方交给他 顺便求收留 因为也就只有他 才有可能帮自己遮掩气息 才能长期待在下界 不至于被天道直接镇压生死 造孽啊 现在想使用秘术返回仙界 已经是不可能 还特么 不如继续在仙界找个山大拉 继续苟着呢 现在好了 不会超过三天 自己就会被这方世界的天道给盯上 直接就给自己的小命 加上了倒计时 逍遥子心中焦灼 神识不断向外延伸 终于 神识视野内 看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物 万里外有凶兽在战斗 确切地说 是一群巨狼凶兽 在围攻一条白龙 本来这也没什么 但逍遥子求生心切 从那条白龙身上 似乎感应到熟悉的气息 虽然一时记不起来 这熟悉的气息在哪见得过 但此时此地 这也成为逍遥子唯一的救命稻草 逍遥子二话不说 化作长虹 飞向万里之外的白龙战场 逍遥子转瞬极致 却没有直接加入战斗 因为白龙此时看上去游刃有余 似乎是在等着什么 隐而不发 逍遥子心中也是略微诧异 这群围攻白龙的巨狼 身上散发的气息 都不比白龙弱 看来这白龙 还有底牌傍身 果然 下一瞬 只见地面山林中 突然跃起一个 如小山般的身影 直扑白龙腹部 白龙似乎早有防备 只见白龙闪着荧光的利爪 朝身下的黑影一抓 咻 逍遥子瞪大双眼 心中竟是生起恐惧之感 从白龙立沼中 竟是发出一道 散发毁灭气息的剑气 扑向白龙腹部的巨大身影 此时无声无息 一分为二 肉体与神魂双双被斩 一瞬间陨落 好 白龙一声震天吼声 竟是将周围巨狼震得不断后退 就在逍遥子以为战斗就此落幕 准备尝试上前跟白龙沟通之时 远处天边 又是一道强悍气息升起 这道气息 就连逍遥子也是为之胆寒 下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而且明目张胆 为何这方世界的天道不压制他 逍遥子呆愣之时 白龙倒是先反应过来 丝毫没有要战斗的意思 转头就跑 而且 好像还是使用顿空的俘虏在跑路 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让心乱如麻的逍遥子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下一瞬 等逍遥子回过神来 此地已经再无任何生灵的气息 似乎都被惊吓跑了 逍遥子愣愣盯着 原本白龙战斗的地方 这这这 这是天要亡我呀 还以为碰到熟人 结果 转眼间又回到两眼一抹黑的境地 嗯 逍遥子眉头一挑 心中抑制不住兴奋起来 逍遥子迅速转身望向天边 只见十几道白光急驰而来 正是自己的传讯御符 虽然不知道 为何会同时有这么多传讯御符 此时的逍遥子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逍遥子一招手 将所有白光昭到手中 一道道讯息冲入脑海 逍遥子面上逐渐浮现笑容 这些传讯御符里面的消息 竟然都是催促自己的讯息 虽然御符中讯息的语气不太好 但此时逍遥子听起来却格外亲切 逍遥子不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直接化作流光 朝一个方向急驰而去 无名先攻内 如老头跟天机化身屠夫 抬手肩上牵头先进来的凶物 当场毕命 方无名也没闲着 也是时常蹲守在牧场边 有新的材料出现 直接收入囊中 方无名也特别交代过 每种材料 其实只需拿到一份即可 所以 现在天机跟卢老头 也主要是将精力 放在第一次出现的凶物身上 就这么 又过去两天 修行无岁月 无名宗内一切如常 嗯 差不多了 建造战船所需的材料 基本都出现过了 卢老头停下手中动作 从腰间抓起一个酒葫芦 拧开 顿顿顿 正是从方无名那讨来的桃仙酿 刚开始 卢老头还会一点点的喝 好好品尝 现在知道 方无名存活多 直接就放开了喝 好 那就开始建造战船吧 方无名等这一天好久了 天机则没有太多兴奋 我们短时间内 从仙界引诱这么多凶物下界 即使有我在 估计也会引起仙界那边的注意 方无名文言 也是扫了牧场一眼 各种凶物 尸体堆积如山 这些堆积的身体部位 还只是那些没啥用处的部位 也不能说是没用 这里的血肉 随便一小块 都能在下界引起哄抢 只是 现在的方无名 根本看不上这些罢了 哼 这有什么好担忧的 老头子 我的锤子 可不是吃素的 第119章 非生名额已用尽 下界 蛮荒之地某处 一些外出寻找机缘的散修 只见天空突然间昏暗下来 宛如深夜 抬头一看 头顶不知何时 已经被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陆地覆盖 很快 就有人猜测 这片突然出现的 悬浮高空的大陆 正是前段时间 风头无量的无名踪 当时无名踪突然销声匿迹 宛如人间蒸发 甚至有不少人传言说 无名踪形式有为天道 被天道 无情抹除了 可还是有不少人觉得 无名踪只是再次饮饰罢了 说不定 哪天就会重新出世 在蛮荒之地 发现疑似无名踪先攻的消息 迅速传遍整个夏季 荒域 东域 南域 所有大型城池内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自从无名踪 覆灭南域几大顶级宗门 局势瞬息万变 荒域跟东域的战争 也不打了 甚至隐隐有要合作的趋势 大家满世界寻找无名踪踪迹 可惜无人寻到 现在 无名踪重新现实的消息一传出 无数势力 无数修士纷纷前往蛮荒之地 一探究竟 无名先攻中 方无名在自己院落内 看着眼前的投影 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方无名无奈说道 这不挺好吗 说不定还能再弄点人手呢 到时候横跨星河界域 损耗的人手可不少啊 一旁的天机硬喝一句 方无名不再开口 无名先攻险行 也是没办法的事 卢老头说了 要改造先攻核心法阵 得暂时暂停其他法阵 除了保留悬浮法阵之外 其他法阵都得暂时关闭 方无名期间也去看过卢老头 只见卢老头挥舞巨锤猛杂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看花眼了 只觉得每杂一下 锯锤上的天道纹路 似乎更暗淡一分 问卢老头 何时能完工 卢老头每次都说快了快了 方无名现在不能修炼 战船材料也已经收集完毕 甚至还趁机弄了不少仙界 都罕见的珍稀材料 现在也是百无聊赖 混吃等死 不对 混吃等战船完工 每次都听你们说什么 跨越星河界域 这星河界域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方无名一口茶水下肚 实在是没话聊了 随便提了一句 这个说起来可就玄乎了 反正啊 人手多多一扇 到时候整个仙宫 各处阵法都需要有人手动操控 不然会出大事 天机不嫌不淡 回应方无名的问题 也没有要继续详细解释的意思 主要还是怕说出来 方无名这家伙就不肯闯了 方无名眉毛一挑 似乎听出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星河界域吗 方无名抬头看天 下意识回想起在蓝星时 在电视是看到过的宇宙星河 天机说的星河应该就是宇宙了吧 冷冰冰的宇宙确实是有些危险 不过自己还是得去闯一闯 为了长生逍遥 只能傲力给了 那好吧 反正目前先攻地方还多着呢 再招点人手也是可以的 不过 这次得设置一些考核了 得保证入宗之人的品行 不然后患无穷 天机闻言 微微点头表示赞同 方无名继续开口 你觉得该再招多少人合适 百万左右 方可保证万无一失 天机毫不犹豫回到 方无名一正 这家伙是真敢说啊 百万 罢了 无限的资源 不用白不用 将身上资源 变成实际战力 才是最优解 这么一想 方无名甚至觉得 百万还是有些少了 但目前先攻能容纳的修士 也就百万左右 再多 就又显得些拥挤了 有了决断 方无名换来凌若双两姐妹 跟见天心等人 将这件事 交由他们去办 方无名心安理得 当起甩手掌柜 宗门人数变多 需要研究新的规制 与赏罚制度 以提高对宗内成员的约束力 当然 这些方无名 懒得费脑筋去想 只是提出一些要求而已 安排完毕之后 凌若双众人 再次行礼离去 但方无名叫住了见天心 方无名觉得 今日的见天心 好像有些愁容满面的样子 小剑 何事啊 这苦瓜脸 是告白失败了 方无名打趣道 实在是这些天无聊的姐 见天心见此地也无外人 面上愁容 更是不加掩饰 见天心轻叹一声 宗主 这些日子以来 我淘鲜酿喝了不少 心境也已经没有瑕疵 可是 眼看见天心一副 痛心疾首的模样 说着说着 就闭嘴了 天机见状 开口 可是迟迟感应不到 天结将要来临的征兆 闻言 方无名跟见天心目光刷的一下 落到天机身上 见天心依旧满脸愁容 此时更多了一些疑惑 方无名 则是面色古怪 该不会是天机 这家伙蒙蔽天机的同时 也把见天心的道给掐了吧 这乌龙闹的 看小剑愁的 感受到方无名的目光 天机一正 别瞎想 不是我弄的 哦 那是 天机抬头看天 眼神深处 似乎有细小阵纹浮动 你们没发现 最近万年 这个世界都无人飞升吗 天机突然开口反问 方无名 见天心对视一眼 这世界这么大 有没有人飞升 我们哪知道 再说 飞升天结 都是偷偷摸摸 找个极为偏僻的地方杜劫的 一来是怕虚弱时有仇家上门 二来是避免伤疾无辜 徒增杀戮 导致杜劫 石心魔反事 见天机似乎还在等两人的回答 方无名 不耐烦翻了白眼 这次打死也不配合 你装逼了 有谁能一天到晚 就想着装逼的 逼王转世吗 还请前辈赐教 见天心倒是个明白人 主动承担工具人的责任 天机满意 微微点头 那是因为 近十万年内飞升的名额 已经用尽了 名额用尽 见天心诧异无比 这玩意儿 还有名额的说法 怎么自己从来都不知道 说是名额确实有些难以理解 应该说是 这方世界天道的力量 已经不足以引发 飞升雷结了 所以 接下来几万年 不管你修炼到何种绝点境界 都无法飞升仙剑 见天心略微思索 突然间好似恍然大悟 弯腰行礼 多谢前辈教诲 见天心这下 是真的解开心中 疑惑了 真心地感谢天机 不就是几万年吗 接下来几万年 自己就好好修炼 等天道力量恢复 自己就是第一个飞升之人 一旁木凳狗 待得方无名麻了 彻底麻了 原本摆在眼前的路 有两条 现在 除了硬闯星和界域 没有别的选择 几万年 就算自己突然能修炼 达到大成期 满打满算 也就能活个两万多年 这还修炼个勾巴呀 第120章 无名先踪现世 问道单方到手 方无名跟天机目送满心欢喜的见天心离去 方无名久久无言 心中郁闷 哎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要相信自己 就是命运之子 天机自顾自落座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天机还真给方无名演算过 可无论过去未来还是现在 皆是无法演算出分厚 再结合方无名身上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资源 天机早已下定决心 得好好抱紧这根巨腿 至于是第一次跟方无名相遇就已经下定决心 还是后来才下定决心 天机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罢了 你说的对 左人要有自信 越自信 运气越好 方无名很快一扫心中阴霾 管他呢 再不计也能潇洒个万年 不亏了 两人直接将茶水换成了桃仙酿 两人边喝边看着眼前投影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这才不到一天的时间啊 方无名看着投影中 仙宫附近所有山头 都已经聚集无数修士 目测的接近百万了 不过天机说了 目前周围的修士 高阶修士不到30% 其余的都是一些低级修士 方无名也早有预料 也真是难为这些低阶修士了 冒着生命危险 跑来这蛮荒之地 真是把机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啊 嗯 天机手中酒杯突然停顿 怎么了 方无名疑惑 是逍遥子 天机也是诧异 这孙子 找了他这么多天 没想到 现在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方无名瞬间想到 问到丹丹方 不等方无名开口 天机早已将还在及时的逍遥子 挪一道跟前 逍遥子只觉得眼前景色一阵扭曲 还特别以为自己急着赶路 眼睛出问题了呢 没办法 一路打听到血月城 结果毫无发现 本来已经准备找个地方 破了楚南深 搂无牵挂地迎接天道制裁 没成想 裤头还没解开 就听到无名宗现世的消息 这才马不停蹄赶来 中途忍不住 甚至尝试过撕裂空间 差点引起天道注意 提前升天 一路上 都特别是心酸啊 扑通 前辈 可让我找着你们了 逍遥子扑通跪地 有种逃出生天的解脱感 方无名跟天机对视一眼 自己都还没开始装逼呢 这逍遥子 怎么直接就给跪了 行了行了 说说看 你最近都跑哪去了 丹方可有拿到 闻言 逍遥子赶紧将一枚玉剪 攻进双手城上 方无名眼睛一亮 接过玉剪 脑海中顿时出现玉剪的信息 问到丹方一品仙丹 方无名微微点头 这一品仙丹 是仙界最低界的仙丹 主要用于低境界仙人 快速突破的 最高阶是九品仙丹 也是传说中的存在 关于这九品仙丹 方无名也只是听天机说过一种 仙帝造化丹 传闻此丹 是仙帝竟更进一步的必备之物 可遇不可求 嗯 不错 这次的合作很顺利 我这里还有一桩大买卖 不知逍遥子道友 是否感兴趣啊 方无名满意 面带微笑 看向逍遥子 正想着 怎么忽悠这家伙 去仙界见个宗门试试 可逍遥子 却是面露难色 这 不瞒前辈 在下现在已经无法返回仙界了 这 方无名与天机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不可置信 不能返回仙界了 那岂不是相当于多年修炼飞升 一招被毁 哦 方无名一脸疑惑 但天机似乎想到了什么 是仙界出事了 天机问道 逍遥子无奈 微微点头 正是 本来好好的 可不知道为何 仙玉执法队 就盯上了我们这些下界的仙人 我这些年在仙界结识的好友 无依幸免 统统被带走 生死未卜 天机若有所思 看来 得加快进度了 麻烦估计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相处这么久 方无名此时也看出 天机心中所想 曾听天机说过 每个下界都隶属于某个仙玉管辖 至今为止 无名宗在这方世界弄出的动静不算小 甚至还好几次惊动戏耍天道 引起仙界注意那是迟早的事 且天机的这副身体 归根结底是灵天仙帝的 当年灵天仙帝被重创致死 显然还是有些暗伤在身 虽说有仙帝境界 却难以发挥真正属于仙帝的力量 到时候 仙界真的下血本 派一众强者下界而来 在这方世界动手 无名宗优势不大 得赶紧加快战船进度了 就在方无名考虑 要不要给卢老头再派点人手之时 该来的总会来的 众生皆在大道之内 难以逃脱 命运使然 天机突然郑重说道 面色凝重 方无名被天机这话打断思路 天机总是喜欢说些没头没脑的话 不知道这次是在装逼 还是真的在感慨 看来 也该去寻找那个东西了 天机再次开口 什么东西 现在多说无意 现在的你 还是先不要跟那东西 有所纠缠的好 方无名眉头一条 对于天机所说的那个东西 兴趣更浓 之前那低仙帝血 天机就藏着掖着 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摊牌了 现在 又来这套 莫非还有什么 比仙帝之血 更加禁忌的东西 见天机这次 丝毫不理会自己好奇的目光 方无名也反应过来了 这还有个逍遥子呢 这家伙 此时已经化身好奇宝宝 竖起耳朵听着呢 嗨嗨 你去丹阁后面那座山峰上 找一个叫丹臣的 将问道丹方给他 他就会知道 怎么该做了 逍遥子回过神来 一愣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纠结一阵逍逍遥子 还是试探说道 两位前辈 我虽不能返回仙界 但还是会被天道一直盯上 这 你只管去 无需担心 这仙宫之内的一切 天道都无法察觉 天机冷冷到 逍遥子心中惊喜 多谢两位前辈救命之恩 逍遥子今后做牛做马 定要报答两位前辈 行了 去吧 方无名跟天机自然知道 这逍遥子 只是在找大腿抱 也无妨 毕竟是在仙界 混迹过一些时间的仙人 留着 说不定到了仙界 还能起到点作用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 仙界的规矩 应该都已经变了吧 第121章 天机离去 现在可以说了吧 目送逍遥子离去 方无名终于开口询问 可天机却只是微微摇头 现在真不能告诉你 等你以后有机会接触到那东西 你就会知道 我今日的用意 方无名还想继续开口询问 可天机一脸的为难模样 真特忙 明知道自己顶不住这种诱惑 天机这家伙 每次都挖坑不埋 嘿嘿 给你透露一点也无妨 你可曾想过 为何我会在山穷水尽之时 选择来到这个世界 还有灵天先帝 还有卢老头 可以跟你说的是 不仅如此 上古时期 还有不少强大存在 也想来到这方世界 可惜 被我给迷惑 迷失了方向 现在也不知道 那些家伙是死是活 天机贼兮兮的 又是解释一般 就不再开口 天机所说 让方无名一正 确实 天机 灵天先帝 卢老头 这三个家伙 似乎很久以前 就是同一阵线的 这三个家伙 同时出现在一个世界里 天机没说之前 方无名还不觉得是有蹊跷 可现在天机这么一说 方无名偷偷瞟了天机一眼 心中暗骂 看这样子 是不肯再说半个字了 特么爱说不说 上古那点破事 自己还不稀罕呢 自己只求长生逍遥 还懒得掺和呢 不说也罢 天机这次 还真就不再多说半个字 直接去找卢老头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之后就来找方无名 说要独自外出一趟 方无名见其态度坚决 也不再管他 反正天机总不能离开这方世界 而且也留下一丝印记 足以庇护整个无名先公 不受天道制裁 时间一晃眼 过去半个月 期间 不少人通过测试 得以加入无名宗 然而这些新来的 第一个任务 就是给卢老头打下手 专干一些 只需要蛮力的活 刚开始 这些新人心中 还是略有不满 堂堂高阶修士 一来就是搬砖 总感觉是被卖到矿区了 可先公内浓郁的灵气 跟入宗大礼包 双重糖衣炮弹之下 这些人 现在敢也赶不走了 任劳任怨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负责招收新人的 主要还是林若霜两姐妹 所以 现在新招收的 数十万修士心中 反倒是林若霜 林若涵的威望 要高于其余天尊 至于是不是 有颜值加成的原因 方无名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 这个甩手掌柜 自己是当定了 不得不说 给卢老头增加了 数十万人手之后 进度加快不少 前两天问卢老头的时候 虽然当时 卢老头忙得焦头烂额 但还是很礼貌地回了句 快了快了 就这几个月吧 别他妈问了 天天来 烦不烦啊 尽管如此 方无名依旧每天 跑去看看 卢老头那边的进度 紧迫敢拉满 没办法 没有天机半嘴 日子似乎漫长了不少 百无聊赖之下 方无名也是开始 在院子里 鼓刀起锯锤 后面还寻到一些 使用锤子的舞蹈功法 照着修炼 主要还是觉得 不能一直依靠天机 天机总有 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所以 自己还是得 有点武力傍身为妙 也能在数十万 无名宗弟子面前装一把 不然 他们还真就以为 宗主就是个凡人 前辈 外面有人求见 自称是来自 东玉秦家 方无名正身穿暗 金色铠甲 手中挥舞锯锤 林若霜的声音 突然从院外传来 方无名手中锯锤一甩 铠甲化作戒指 进来吧 东玉秦家 方无名这才想起来 当初自己随口一句话 秦峰那家伙 还真就成了 现在无名宗的所长 方无名摸了摸鼻子 来到茶几前落座 不再多想什么 晾着秦家 也不敢叽叽歪歪 过了一会 林若霜就带着两人 进入方无名院子里 一老一少 不愧是东玉第一势力 看面相 着实不凡 老朽秦雄 乃是东玉秦家 现任家主 这位是犬子 秦牧 拜见宗主 秦雄秦牧 双双恭敬行礼 看这态度 应该不是来闹事的 方无名微微点头 秦老不必客气 远道而来 先喝杯茶水再说吧 这几个月以来 秦峰老老实实 刻进职守 方无名对秦家 也已经没有什么看法 接下来 只要秦家不主动招惹自己 那秦家就能活 秦雄闻言 正要带着秦牧上前落座 可刚走到石凳旁边 突然撇到一把锯锤 随意丢在茶几下面 秦雄当场就愣住了 这是什么级别的武器 光是看一眼 仿佛神魂都要被碾碎 秦雄很快反应过来 刚才带自己 进入院子的小妮子 实力还在自己之下 怎么没看到 他有什么不适 莫非 这锯锤仅是针对自己父子二人 也不对啊 为何秦牧这小子 看起来啥是没有 就在秦牧就要 走到一个石凳前 准备坐下之时 突然被自己老爹 一把拉了起来 宗主实在太客气了 我等何德何能 怎敢与宗主同坐呢 秦雄此时心中 已经是有些惊骇 怀疑无名宗之主 这是再给自己父子二人 一个下马威 对于这种有凳子 非要站着的家伙 方无名早已见怪不怪了 秦家主此次来访 有什么事吗 方无名猜测 应该是因为秦峰的事而来 毕竟无名宗 现在人多眼杂 秦峰在无名宗的消息 必然是已经传出去了 呵呵 此次前来 却有一事 不知道 宗主是否知道 我冬玉跟荒玉多年征战的原因呢 方无名无所谓的微微摇头 秦雄面露谄媚笑容 继续道 其实 发动战争的原因 不仅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 最主要的 还是为了一件质宝 传闻这件质宝 可以助人得到飞升 哦 适合质宝 这 不可言说啊 方无名顿时面露不悦 不可言说 你他们说这么多 秦雄赶紧补充 呵呵 想得到这件质宝 得集齐四个信物 如今冬玉有一个信物 荒玉嘛 已经有两个 至于最后一个 应该是在南玉 文言 方无名顿时反应过来 特意跑一趟 然后说 荒玉那边有两块信物 这秦雄 是想拿自己当枪使人 想让无名宗 去对付荒玉吗 草 为何总有人 把自己当憨批 自己看着 就这么好忽悠吗 还是这些人 都对自己脑子 太有自信了 既然如此 那就烦请秦家主 帮忙收集四件信物吧 对了 要是三个月内 没能集齐所有信物的话 恐怕无名宗 就得去东玉做客了 第122章 出门没带那啥 秦雄顿时后背 冷汗直冒 去东玉做客 这不明摆了 要对东玉下手吗 秦雄此时懊悔 早知道就不来这一趟了 老老实实 跟荒玉那边谈合作 说不定前路更加光明 现在 怕是早已来不及了 只能尽量求存 什么至宝不至宝的 哪有小命重要 这 只怕我东玉 并无能力集齐信物啊 这是我秦家所持的信物 今日 就交由宗主保管吧 秦雄一抬手 掌心出现一块玉石 玉石残缺 似乎只是一小块碎片 方无明瞥了一眼 这块玉石之上 似乎有字 可惜 残缺得太厉害 并不能看出是什么字 方无明并未接过玉石 集齐四块玉石 就能得到质宝 那你可知 那质宝在何处 方无明 其实对所谓的质宝 提不起多大兴趣 主要是最近见过太质宝 可惜 对现在的自己 都只是无用之物 方无明为拿走玉石 秦雄心中惶恐 也看出了方无明 似乎对这质宝不太感兴趣 想必宗主也知道 近几万年以来 无人可飞升 但是 有了这质宝 便可白日飞升 方无明眉毛一条 还有这样的宝贝 天机不是说 这方世界的天道 已经不足以将修士 送到仙界了吗 莫非 秦雄所说的质宝 比这方世界的天道 还牛逼 不能够吧 秦雄见自己所说有效果 赶忙开口 这也正是我冬玉 与荒玉征战多年的目的 为了飞升 战争与牺牲 是有必要的 方无明还是第一次知道 荒玉冬玉战争的起因 心中也只能感慨 这些人拼死拼活地 想要飞升 殊不知 到了仙界 那就是纯牛马 每天夹缝中生存 要是秦雄了解到 逍遥子的惨状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方无明估计 秦雄怕是以为 成仙之后 就能长生了吧 起初方无明 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个美好的幻想 被天机一语道破 即使是仙界 也无真正的长生 想到这里 方无明对于秦雄口中的 质宝兴趣更低几分 反正自己 已经有了前往仙界的办法 方无明默默端起茶杯 等待秦雄 继续回答自己的问题 至于质宝现在何处 那就得从远古时期说起了 相传 远古时期 仙人下凡 繁衍生息之后 逐渐形成修仙界 远古时期的修仙界疆域 远比现在要辽阔得多 那时候有仙人坐镇 蛮荒之地的土著 只能逃离更远的地方 但后来 仙人纷纷陨落 蛮荒土著崛起 我等修士的生存空间 逐渐缩小到如今的境地 质宝 被藏在一处绝地 现在那处绝地 目前在蛮荒之地腹底 方无名表面不动声色 继续喝茶 秦雄心中越发惶恐 这是铁了心 要东狱搜集所有新物吗 就在秦雄心中忐忑之时 只觉得手中的玉石碎片 越发滚烫 起初秦雄只以为是 自己紧张导致气息不稳 但此时这玉石 竟然如漏铁板 捧在手心 滋滋冒烟 方无名也闻到了烧焦的气味 与此同时 茶几下随意摆放的锯锤上 金色电弧也是越发活跃 那一瞬就要猛然爆发 方无名微微皱眉 莫非这句锤 跟秦雄手中玉石 还有什么渊源 眼看自己父亲额头 已然滴落汗水 一旁的秦雄 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复剑 何必如此 我看 我们东狱 还是直接跟荒狱联盟算了 这无名宗 欺人太甚 住嘴 大人说话 小孩子别插嘴 秦雄胆紧呵斥秦雄 可心中却也觉得 秦雄说得好 得让无名宗知道 东狱也不是能随意拿捏的 方无名看着 这一唱一和的两父子 心中冷笑 一个月期限 我要看到所有信物 送客 秦雄文言 心头一抽 刚才不是说三个月吗 怎么现在变成一个月了 欺人太甚 本想借无名宗之手 重创荒狱 现在 就只能先对付无名宗了 还不快滚 林若霜毫不客气呵斥 身上肃杀之气 顿时迸发 秦雄色力内忍 不敢在无名宗父地发作 只得灰溜溜带着秦雄离开 再晚 恐怕就走不了了 至于秦峰那小子 听说已经是个废人了 死了也好 免得对东狱 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秦雄二人走后 前辈 我已经派人查探过了 不仅东狱之人已到 黄狱的人也来了不少 要不要处理掉 方无名放下茶杯 若有所思 刚才那玉石 竟然能跟巨锤有反应 有点意思 就要离开这方世界了 那就最后 拿走那件质宝吧 哪有送上门不要的道理 先继续探查 如果黄狱跟东狱的人 有什么异常举动 可先掌后走 对了 同时派人 在南狱打听信物的消息 是 林若霜领命离去 可没过半个时辰 林若霜再次来到 方无名院子里 前辈 黄狱跟东狱 似乎已经达成合作了 哦 如何看出来的 他们 正在先宫之外 正准备召唤先人 方无名眉毛一条 来了兴趣 倒要看看 这帮家伙 能不能召唤来先人 无名宗先宫之外 一处山峰之上 秦雄带着秦家之人 聚集于此 不远处众人 则是荒芋之人 带头的是一位中年 人称月灵天尊 秦雄 合作也是你提的 现在 也是你先耍花招的 是何用意 月灵天尊 面色不太好看 主要是秦雄 刚才还信誓旦旦 说是带了几十张 仙人召唤符 这次必定要让 无名宗彻底消失 还说什么 动手付出这么多 到时候 战利品要拿大头 可是 现在秦雄这老小子 连续丢出十几张 所谓的召唤符 连根毛都没召唤出来 这不明白了 戏耍荒芋众人吗 莫不是随意 拿几张符露出来 装枪做事 哼 真想不到东狱之主 出门 还能忘带脑子 哈哈 也许本来就没脑子呢 荒芋众人本就是粗狂 此时更是放声大笑 出言嘲讽 秦雄面色难看得 快滴出水了 刚刚在无名宗内受气 没想到 出了无名宗 还特么受气 可 这仙人召唤符 怎么就不起作用呢 难道 过期了 不仅荒芋之人 就连秦雄身后的秦家人 也是纷纷面色古怪 都开始怀疑 家主是不是真的出门 没带那啥 继续使用召唤符啊 别愣着 一个陌生声音突然传来 众人迅速反应 只见一个身穿暗金色铠甲之人 傲力虚空俯视众人 第123章 一锤下去 一死一重伤 冬玉荒芋之人 皆是神色警惕 这个身穿暗金色铠甲之人 身上毫无气息 要不是对方主动出声 估计到现在还没人发现其存在 爱者何人 秦雄赶紧出声贺问 转移刚才尴尬气氛 回应秦雄的 是突然现身的数万高阶修士 充满杀意的目光 要不是现在大部分人 都在给卢老头打下手 可就不止这点人手了 秦雄健壮 心中一抽 怎么可能还不知道 来者何人 想不到吴明宗 这就要动手了吗 荒芋众人 也是严阵以待 荒芋此次来了几百高阶修士 最低也是炼须后期 大成修士三十多人 哼 来得正好 月灵天尊为首的荒芋众人 本来就打算以武夫人 不像冬玉秦雄那样 非要搞什么滑滑肠子 秦雄 我们两家加起来 将近七十位天尊 此时不动手 更待何时 赶紧麻溜地召唤仙人 一举拿下吴明宗 月灵天尊很是自信 毕竟两家联合的实力 确实可观 光说天尊数量 此时的吴明宗定不是对手 可秦雄是经过吴明宗的 深感吴明宗不简单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见秦雄迟迟不回应 反而是一脸纠结忐忑 月灵天尊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这秦雄 真以为大家不知道 他那点花花肠子吗 哼 秦雄 不要让本天尊再说第二遍 要么合作 要么继续开战 月灵天尊威胁之意 尽显无疑 仿佛在场 无人可入其言 父亲 莫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秦雄赶紧上前 劝说自己父亲 赶紧打起来啊 不打起来 自己怎么有机会 除掉那个绝世天骄情风 至于无名宗 哼 南狱本就实力低微 即使人数众多 但是 高端战力缺乏 不足为虑 空中的方无名 也是饶有兴致 看着这帮家伙表演 毕竟这些日子以来 有些太无聊了 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到秦雄身上 秦雄手里攥着一张 仙人召唤符 心里叫苦不迭 特别要是能召唤出仙人 也不至于这么纠结啊 问题是现在 连续废掉了这么多张召唤符 东狱已经算是损失惨重 可屁点反应没有 属实 邪门他妈给邪门开门 邪门到家了 就在秦雄骑虎南下之时 无名宗附属宗门天女宗 前来支援 一声悠长飘渺女鹰 自远处天边传来 竟然是天女宗的人来了 方无名也是没想到 这天女宗竟然这个时候到场 自己都快忘记这个宗门了 实在是对这个宗门 没太多好感 天女宗两艘巨型战船 转眼间出现在众人眼前 遮住了日光 不过 跟无名先公比起来 依然显得太过渺小 宛如沧海一宿 天女宗圣女 扫了一眼目前局势 很快就猜测到 那个身穿暗金色铠甲之人的身份 拜见宗主 天女宗圣女 飞到方无名跟前 恭敬行礼 看着态度 似乎真的来支援的 方无名微微点头示意 心里则是暗下决定 要是这天女宗 还敢算计到自己头上 那能忍 一而再再而三 茅测点灯行为 天女宗圣女 虽看不到方无名此时表情 却突然间感觉到后背发凉 宗主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献上遗物 说完 天女宗圣女 双手奉上一块碎玉 方无名眉头一挑 哇 没想到 天女宗手里 也搞到了一块信物 月灵天尊 秦雄等人皆是目光一宁 天女宗圣女手中的 必定就是流落难遇的信物了 没想到 四件信物 竟是在今日聚集此地 月灵天尊与秦雄摇摇对视一眼 似乎都下定了某种决心 这么多年征战 不就是为了信物吗 此事不拼一把 更待何时 动手 月灵天尊突兀下令 身上天尊气息 毫无保留迸发 皇宇所有人齐齐动手 目标是 无名宗数万高阶修士 与天女宗众人 秦雄健壮 心意横 秦家之人 随我杀敌 信物一出 战斗一触即发 没有丝毫废话 剑天心带领三十多位天尊 以及几百合体炼须修士 从仙宫内冲出迎敌 轰隆隆 天女宗战船一开战 就被几位天尊连手端掉 因为巨型战船的主炮 对天尊来说 也是有不小威胁的 必须尽快处理掉 一个照面 天女宗众多弟子 就被突然出手的天尊 夺取生命 天女宗众为天尊 目自欲炼 血海深仇 达成 道士无名宗数万高阶修士 虽都是原因修士居多 但皆是 身穿上品灵器铠甲 此时也是组成战阵 面对数十位天尊出手 虽艰难抵挡 但也还未出现伤亡 几方尖端站立 都找到自己的对手 但荒域东域联手 还有几位天尊 并未有人来钳制 月灵天尊 秦雄几位天尊 一直为真正动手 反而是锦丁 依然傲力虚空的方无名 面露忌惮 秦雄 一起动手 秦贼先秦王 月灵天尊抱贺一声 不等秦雄回应 早已率先冲向方无名 秦雄也是一咬牙 直接祭出本命法宝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局面 也只能奋力一搏了 眼看几位天尊冲向这边 方无名身边 凌若双两姐妹 手持长剑 气势凌厉 挡在方无名身前 虽这两姐妹 也刚修成天尊不久 但对付秦雄 这几个老狐狸 还是显得太过稚嫩了 方无名身上铠甲 顿时泛起流光 各处法阵 快速运转 瞬间吸收掉 数百条极品灵脉 紧接着方无名手上 突然出现一把锯锤 锯锤之上金色电弧跳动 冲到方无名近前的秦雄 只是看到锯锤的瞬间 心中大害 可惜开弓没有回头见 只能硬着头皮 手中法宝系向方无名 嗡 锯锤挥舞 空间颤鸣 碰 月灵天尊手中法宝 犹如纸壶 瞬间碎裂 紧接着 只觉得全身被一股狂暴巨力笼罩 下一瞬 直接失去所有意识 秦雄虽没直接挨上一锤 可此时也是被锯锤之力波及 口吐鲜血 身形如炮弹砸向地面 秦雄身后几位天尊 也是被镇成重伤 面色煞白 不过他们这还算好的 月灵天尊 直接被一锤干爆 尸骨无存 看似毫无灵力波动的一锤 让战场中所有人为之侧目 黄玉冬玉之人 此时心中已经凉了半截 两方领头人物 一死一重伤 还打个矛啊 话说 这无名宗之主也太诡异了吧 平时天尊对战都是很难杀死对方的 可现在 一个照面就给秒了 轰隆隆 众人震惊之际 整片苍穹 顿时乌云巨龙 电闪雷鸣 仿佛有什么大恐怖将要降临此地 第124章 阎仙帝降临仙宫 滴答滴答 雨水滴落在暗金色铠甲之上 方无名眉头一皱 想到了什么 小双小孩 你们快通知下去 全员退回仙宫之内 凌若双两姐妹 倒是觉得 方无名有此实力并不奇怪 并未太过震惊 闻言 顿时行动起来 天降异象 战场内众人也没了继续战斗的心思 望向天空 感觉下一瞬 天就要塌下来一半 见天星等众天尊 赶紧来到方无名跟前 宗主 现在怎么办 难道要放虎归山吗 闻言 方无名扫了一眼 荒语东御众人 微微摇头 去告诉他们 交出信物 即可活命 见天星几人面面相去 不知宗主是何意 可还是快速奔向荒语众人 此时 荒语东御众人 哪里还有干家的心思 领头的 都死得死残的惨 保命要紧 荒语手中两块信物 都在月灵天尊处物界之内 自然被见天星几人 轻松拿到 秦雄此时身受重伤 自然也不敢再保留信物 见天星几位拿到信物之后 虽心有不甘 但还是快速退回 无名仙宫之内 刚进入仙宫 轰隆隆 一道粗大雷霆直冲地面 方佛要直接将大地 轰成碎渣 仙宫之外大部分人 瞬间被雷光吞没 仙宫之内 方无名看到这一幕 也是心惊 这就是这方世界天道的威势吗 简直炸裂 修士 在天道面前 渺小如尘埃 不过好在 仙宫有天津那家伙 留下的阵法加持 雷霆似乎并不打算 轰向仙宫 仙宫之外的荒语 东御残兵 可就惨了 完完全全 暴露在恐怖雷霆之下 轰隆崩 又是几道 更加粗大的雷霆落下 大地震战 轰隆崩 雷霆似乎没有要停歇的意思 竟是一波比一波剧烈 仅是第三波 雷霆落下 仙宫之外 已无活物 什么天尊大成 在暴露的天道之下 皆为蝼蚁 轰隆崩 即使再无活物 天上雷霆依然狂暴 不见收敛的趋势 仙宫内 剑天心这些天尊 更能深切感受到 天道此时的暴露 然而并不知道 为何天道会如此情绪 好似被人戏耍之后的暴风 剑天心等众为天尊面面相去 心中有些忐忑 要是生仙雷劫也是如此 那恐怕就 这架势 要是天道不留情面 那谁能扛得住啊 果然 想飞升 还是得看天道脸色吧 眼看仙宫外雷霆不断 看久了也没意思 方无明回到自己院子里 手中锯锤一丢 好吧 现在院子里 有两把锯锤了 还是收好吧 免得刺激到卢老头 方无明没有收回身上铠甲 而是摊开手掌 掌心有四块碎玉 看上去跟普通玉石差不多 并无特别之处 方无明将碎玉放在院子里 石桌之上 一块块拼接完整 最后一块碎玉补全之石 哇 方无明只见一股气浪 在石桌上席卷开来 方无明终于得见完整个信物 方无明赶紧拿起这块 已经看不到一丝裂痕的椭圆形青玉 上面一个道字 看着很是玄妙 方无明来回打量青玉 还是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看来接下来只要拿着这青玉 去找到那件质宝 就可以了吧 可是那件质宝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就在方无明心中嘀咕之时 怎么回事 院外传来卢老头急切的声音 嗯 卢老头怎么来了 刚才外面那么大动静 都不见他人 莫等方无明回复 卢老头已经大步来到方无明跟前 卢老头目光第一时间落到方无明手中青玉之上 怎么 这青玉还有什么奇特之处 方无明问道 不得不问啊 这卢老头一脸诧异地盯着青玉呢 卢老头没有回答 一把拿过青玉 仔细打量 脸色越发难看 大事不妙啊 闻言 方无明也是莫名担心起来 还没见过卢老头这副神情 卢老头很快回过神来 快 跟我去先攻核心 给先攻提供能量 赶紧离开此地 离开此地 去哪 去找小盒子 我们得提前离开这个世界了 晚了就 卢老头话刚说到一半 戛然而止 方无明见状 心中也是咯噔一下 该不会 已经来不及了吧 可到底他们是什么事 来不及了 卢老头一把抓住方 无明肩膀 撕裂空间 下一瞬 两人已经来到 先攻核心 不用卢老头开口 方无明意念一动 上万条 极品灵脉 瞬间充满此地空间 嗡 空间颤鸣之声 传荡在整个先攻 疆域之内 方无明对于这个声音 还是有印象的 这是先攻 即将撕裂空间的征兆 鲁前辈 这么急着走 能走去哪里呢 一个无比空灵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 无明先攻每个人额脑海里 卢老头面色难看 丝毫没有停下手中 法应的意思 然而 下一瞬 就由不得卢老头不停手了 方无明只见 不远处空间 突然如玻璃碎裂开来 一道高大挺拔 身影从中踏出 来人一头火红长发 上身没有衣物 只有各种类似火焰的图案 印在旗上 哼 不愧是上古仙界 第一练习大师 竟然能躲避这方世界 天道探查 红发中年神情淡然 心中则是震惊不已 此地竟然连自己的气息 都能瞒过天道 着实不简单啊 暂且不可盲目动手 哼 好一个阎仙殿 看不出来 你竟然敢下剑 卢老头停手手中动作 面色冷了下来 卢老头丝毫不怀疑 如果再继续操作 先攻阵法 眼前的阎仙帝会 毫不犹豫出手 虽说传言中 阎仙帝是靠着取巧 才踏入仙帝境 可也是实打实的仙帝境 要不是有腰间锯锤 此时还真的 就只能任由拿捏了 眼看阎仙帝 继续漫步靠近 卢老头右手也是 慢慢握住锤柄 阎仙帝目光 落到卢老头腰间 锯锤之上 终于是停下脚步 鲁前辈大可不必 如此戒备 前辈这样的练习大师 本仙帝自会以礼相待 只要前辈乖乖配合 今日就不会有人死去 卢老头 此时心中快速衡量 可还是想不到 今日之节该如何应对 真要动起手来 恐怕这里所有人都活不成了 要是小盒子 在这里就好了 可是现在小盒子 去取那个东西 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轰隆隆 仙宫外围 突然再次传来沉闷巨响 像是什么庞然大物 轰然倒塌的声音 第125章 断绝后路 逃离战场 严仙帝面色大变 上身火焰 似乎就要离体燃烧起来 怒急 迷感 方无名只见 严仙帝身形 突然原地消失 是小盒子回来了 我们也去看看 卢老头说完 身形也是原地消失 方无名一正 我还没上车呢 好在天机和本体变化 形成的铠甲 有飞行功能 路上又通过 好几个传送法阵 半个时辰后 方无名终于来到仙宫边缘 也就是之前巨响的来源 方无名一眼望去 只见地面上 不知何时 突然形成两座山峰 这两座山峰 竟都是由巨大石块组成 而这些石块 方无名似乎在哪里见过 突然 方无名反应过来 这石块 不正是跟之前 通往幽冥界巨门的材料一样吗 莫非 眼前这碎石 也是一道通往 其他世界的门户 震惊之余 方无名也注意到 远处高空中 天机跟卢老头奥利虚空 但脸色都不太好看 显然是有些棘手 他们对面不远处 正是一头红发的颜先帝 相比之下 颜先帝的神情 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是愤怒至极 竟敢毁掉 返回仙界的门户 今日你们所有人都要付出惨痛代价 颜先帝早已没了之前 对待卢老头时的那副客气模样 作为先帝 下界 自然不可能点魂灯 然后使用高级破戒符 一来魂灯 留在仙界 不安全 二是破戒符 也并不安全 好在 颜先玉无数万年积累 还是有通往大多数世界的门户的 可 现在就这么 被眼前之人 毁掉门户 也就意味着 无法及时返回仙界 虽不至于被这方世界天道震杀 但也是麻烦无比 有可能 一辈子就要 待在这个世界了 哼 要不是本天机 已身受重伤 怎么可能轮得到你这小辈如此猖狂 天机面色 略微发白 一回来 就看到仙界门户大开 无数仙人 即将冲出门户 好在自己及时毁掉门户 多说无意 你要是不行了 就让开 老头子我一人一锤 足矣 卢老头 此时已经一扫邋遢形象 须发早已变化成 金色雷电 全身电弧缠绕 宛如战神下凡 天机有些不甘 但还是身形一闪 来到方无明身前 走 轰隆隆 天机带着方无明盾 逃往仙宫核心的同时 严仙帝的攻击 也被卢老头拦住 战斗顿时再次开启 数万米高空上的战斗余波 传到地面 依然能轻易摧毁 山川河流 等方无明 再次看清眼前场景 竟是重新回到 仙宫核心处 难道是继续之前 卢老头没做完的事 逃离此地 方无明会议 再次甩出无数 极品灵脉 那个严仙帝 看起来不太好惹 走为上界 果然 天机手中 快速掐绝 空间颤鸣声音 再次传遍整个仙宫内部 要去哪里 方无明开口询问 实在是想不到 还能跑到哪去 对于一般修士而言 这方世界广阔无极 但对于一位仙帝 那就是弹丸之地 天机手中动作加快 并未回答 与此同时 蛮荒之地覆地 一眼望去 郁郁葱葱 林间时不时能听到 野兽嘶吼 看似宁静的森林 却不平静 因为 森林的中心 肉眼可见有一个 直径极理的白色光照倒扣 在森林中心 无法看到 光照内的情况 只看到距离光照越近 植物更加茂盛 显然是光照内的 能量外泄导致的 突然 一道白色流光 划过天际 落到光照边缘 白色流光落地瞬间 化为人形 正是小白 小白上前触摸白色光照 感觉有些温暖 似乎还能感受到 光照再有规律的颤动 小白现在没心情 细想这白色光照 到底是何物 而是回头望向天边 之前被一个极为强大的家伙 一路追赶 小白也不知道 是对方故意放水 还是自己的顿空 浮起了作用 几天几夜过去 那家伙愣是没追上自己 就在前不久 自己往白色光照方向逃顿时 身后的神秘强者 竟然好似跟丢了一样 不知道跑哪去了 小白隐隐约约 感觉自己是被故意 引导到此地的 而且 此时白色光照内部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呼唤自己 此地处处透着诡异 小白并未直接 踏入白色光照之内 虽然小白有种直觉 自己能轻松 踏入白色光照内 绝不会受到什么阻拦 就在小白犹豫思考之时 嗡 只听见高空中 突然出现一个庞然大雾 就好像天塌了一样 小白先是疑惑警惕 下一瞬便是狂血 这不就是无名先攻吗 还莫等小白起身 飞向先攻 方无名 跟天击早已冲出先攻 天击一瞬间 就察觉到此地的小白 直接带着方无名落 到小白身边 小白 就在小白正要开口之时 只见天击抬手制止 接着做一个噤声的手势 剑方无名 也是一脸不解 小白也就闭嘴了 只见天击一抬手 掌心出现一块清玉 正是四件性物组成的清玉 天击将清玉 直接拍在白色光照之上 轰隆隆 大地顿时震战 紧接着 白色光照 竟然逐渐变淡 最终消失不见 看着天击这熟练的样子 之前说要取的东西 应该就是 白色光照里面的东西了 只是之前没有清玉 所以无功而返 白色光照消失后 几人终于看到 光照内的景色 令人意外的是 光照里并不是 想象中的生命气息旺盛 反而是一片死气沉沉 光照原本所笼罩的区域 此时被浓浓白雾覆盖 天击抬手一挥 浓雾尽散 终于看清光照内地面 小白顿时一个哆嗦 下意识 退到天击跟方无名身后 因为 眼前竟是无数骸骨 堆积成山 一些骸骨已经分化干枯 一些骸骨上 则还残留一些血肉组织 而且这些骸骨 体型都不小 奇形怪状的 方无名扫了一眼 这些骸骨 其中貌似有不少 是龙类骸骨 怪不得小白会冷不丁受到惊吓 莫非 就是这些骸骨 召唤小白来到此地的 方无名想着 免不了一身 鸡皮疙瘩冒出来 哼 终于进来了 这么多年 稀释无数神兽 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长进 天机自顾自 说了一句 手中浮现长剑 一马当先 冲向前方古山 方无名眉头一皱 天机怎么变得 如此冲动啊 仅是一眨眼 天机身形 消失在方无名视野里 方无名心中疑惑 转头 正想询问 小白近段时间 是否遇到什么情况 小白怎么也突然消失了 第126章 龙雾迷阵 神秘小箱子 方无名右手上的戒指 瞬间化为暗金色铠甲 覆盖全身 此地诡异 难道自己一落地 就已经陷入幻境了 方无名还是第一次 碰上这种情况 心中不免有些小慌 不过还好 有天机和本体护身 情况应该并没有那么糟糕 方无名意念一动 手中顿时出现一把锯锤 此时周围浓浓白雾滚滚吸来 不到两个呼吸 方无名就只能看到 五米以内的东西 无名以外 一切未知 方无名定下心 思量一番 现在四面八方都是浓雾 自己又不能神识探路 而且方无名觉得 即使有神识 估计也是白大 不然这浓雾也太垃圾了 方无名想过 直接向上飞去 直接飞回星宫 可是 这样低的能见度 在空中 也许更加容易迷路 要是往同一个方向一直飞 应该能飞出这片浓雾区域 方无名微微摇头 还是不行 乌头苍蝇一样 说不定一头扎进陷阱 想着想着 方无名灵光一闪 突然想到了什么 抬手 手中顿时出现一块椭圆形青玉 其上一个道字 此时尤为明亮 青玉出现的一瞬间 深周浓雾 竟然开始蜕散到十几米开外 不仅如此 在方无名右边 浓雾中间似乎被撑开一个口子 形成一条小径 方无名由于片刻 直接踏入小径 继续深入 并没有看到 有什么骸骨 看来这条小路 应该是出去的路了吧 不然应该能碰到不少骸骨才对 又走了半炷香的时间 咔嚓 方无名眉头紧皱 手中青玉 竟然是直接碎裂 自己也没用力啊 青玉碎裂瞬间 前方小路瞬间被浓浓白雾覆盖 周围的白雾 顿时一拥而上 方无名周围 再次陷入一片白色世界 方无名只是转身张望几眼 此时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感了 方无名心中一脑 妈的 有本事出来干一架啊 专门搞这种奇奇怪怪的玩意 真是憋屈 方无名一挥手 顿时上百块头 圆形青玉 凭空出现 果然 白雾再次退到十几米开外 并且方无名四周 陆陆续续浮现上百条小路 歪歪扭扭 弯弯曲曲 不知通向何处 方无名恍然 看来每块青玉能显现一条小路啊 走到小路尽头 青玉也会碎裂 彻底失去效用 可是 这么多小路 自己总不可能来回都是一遍吧 而且也还不确定 这些小路到底是干什么的 路的尽头到底是出口 还是深渊 要是有傀儡就好了 这个时候 正好派上用场 可惜了 之前碰到的傀儡 都是需要灵力驱动的 所以就没怎么看中此事 后面想着 让卢老头帮忙弄一些 不用灵力驱动的傀儡 可惜那老头 以工期太忙给推脱了 下次还想喝老子的鲜酒 别想了 操 恼火归恼火 眼下的困境 还是要尽快处理的 方无名收回过度发散的思绪 已经有了初步计划 只见方无名意念一动 周围顿时下起了玉石雨 无数椭圆形玉石凭空出现 跌落地面 目测得有数万块椭圆形玉石 不出所料 周围浓雾陆续退散 就像是黑板上 被一片片抹去的粉笔灰 方无名知道 这是因为椭圆形轻玉数量足够多 所以 形成了小鹿也是足够多 多到直接将每个方向的浓雾 都给抹去了 这就形成了 浓雾全面退散的视觉效果 浓雾退散之后 此地依然是显得荒芜 倒不是干燥的荒芜 倒像是此地有某种力量 抑制了周围所有生命诞生 深黑色地面 一丁点绿色都不曾见到 方无名转身一圈 四周竟都是差不多的景色 甚至找不出一个地标性物品 当然 也看不到天机跟小白的身影 不知道这两个家伙 跑哪去了 天机手上有一块青玉 但估计也没什么卵用 小白就更惨了 估计现在走快一点 都能被石头绊倒 可见度实在是太低了些 在这干等着 也不是办法 方无名身形缓缓浮起 朝着一个方向掠去 可惜 这片区域 好似无穷无尽 方无名不知飞了多久 依然看不到镜头 方无名又甩出无数椭圆形青玉 一路飞 一路洒 就在方无名 已经快要认命的时候 终于看到 远处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了 飞镜一看 天机 小白都在此处 只是这两个家伙 此时都在死死盯着眼前的黑色小盒子 背对着方无名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方无名察觉到不对劲 并未直接靠近天机跟小白 天机跟小白并未回应 方无名心中 生起不好的预感 手中已经不知不觉浮现俱垂 终于 天机跟小白转身 方无名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不是满脸腐肉啥的恐怖桥段 都怪自己 平时看太多这方面的书籍了 但是天机跟小白 依旧并未开口说话 那个黑色小箱子 应该就是 所谓的至宝了吧 方无名试探开口问道 可天机小白依旧没开口 只是盯着自己 方无名心里咯噔一下 这绝壁 不是天机跟小白 找到这样的至宝 天机这家伙 怎么可能不装一把呢 不可能如此安静 惊插过后 方无名心中顿时火起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来下自己了 嗡 方无名手中 锯锤直接脱手而出 砸向两人 咔嚓 锯锤在即将砸中 天机二人时 似乎先砸到了 什么透明的护照 可惜 护照在锯锤的威视下 并未形成什么阻力 护照内的天机小白两人 在锯锤的轰击下 身形顿时化作浓浓白雾 消散开来 方无名冷哼一声 直接走过去 来到黑色小箱子跟前 这小箱子 看起来像是某种金属 其上各种妖兽浮雕 栩栩如生 不过这小箱子 有一把黑色的小锁 方无名略为犹豫 并未锯锤砸下 强行开锁 还是带回去吧 天机那家伙 鬼点子那么多 开个锁 问题不大吧 方无名直接弯腰 想要拿起小箱子 怎么这么重 要知道自己 穿上这身铠甲之后 立刻搬山 这小箱子 莫不是在此生根了 方无名不信邪 弯腰双手并用 依然无法移动 小小子分毫 真特么邪门 这小箱子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既然搬不走 那就只能在此地 强行打开它了 有了决断 方无名手握锯锤 高高扬起 正准备砸下 小箱子 竟然自己动了一下 第127章 大道碎片到手 问道丹成丹 方无名眉头一皱 是不是自己看花眼了 再次挥动锯锤 这回算是看清楚 这小箱子 真的自己在挪动 没想到还是个活物 就是不知道 到底箱子是活物 还是箱子里面的东西是活物 你到底是何物 方无名等了好一会儿 箱子并未回答 又重新一动不动 仿佛刚才未曾动过 方无名再次举起锯锤 小箱子又动了 方无名来回再试了几次 最终确定 这小箱子 似乎只是本能的 不想被锯锤砸而已 并不具备什么智慧 不然早该求饶了 证实自己猜测之后 方无名也不再回锤 先说好 我现在要带你走 要是你还敢反抗 定锤不饶 说完 不见小箱子有何反应 方无名蹲下身 双手拖住小箱子 用力一抬 箱子竟然轻了这么多 方无名不由自主 向后踉枪几步 心中不快 正要开口吐槽 恭喜宿主 获得大盗碎片 触发新的系统任务 超越先帝境的存在 系统奖励 增强无限资源功能 方无名一正 这系统 已经好久没主动开口了 而且 大盗碎片 难道说的是 自己手里的这个小箱子 方无名在此之前 也是指稍微对天道 有些浅显的认知 至于这大盗 简直是两眼一抹黑 完全没什么概念 方无名很快就将注意力 放到重点上 新的系统任务 超越先帝境的存在 老子特么 现在连先帝都不是 就开始接这种 超越先帝的任务了 这狗系统 是打算一错到底啊 幸好 不完成系统任务 也没有什么惩罚 刚想到这里 系统声音 再次出现在脑海中 本任务为第二阶段任务 宿主不可放弃任务 任务失败惩罚 大盗反噬 生死盗消 真有你的 这狗系统 生气归生气 毕竟 也从系统那里 拿了不少好处 深吸几口凉气 方无名重新平复心情 想起了之前天机说的 看来天机早就知道 这东西是大道碎片 这才不让自己沾染这东西 不然 因果缠身 再难脱身 这应该就是系统说 放弃任务会死人的原因了吧 自己现在已经接触大道碎片 因果 早已形成 一个无形的漩涡 已经缓缓压向自己 方无名沉下心 在脑海中搜寻 两个呼吸过后 方无名猛地睁眼 新得到的大道碎片 竟然可以复制 这就是系统所说的 增强无限资源功能吗 有点东西啊 连大道都能复制 方无名心中激动之际 两道流光飞来 落地 化为天机跟小白 方无名眼神一鸣 握紧手中击锤 干啥 那东西 你不能乱碰 天机健壮 赶紧开口 眼神还下意识 停留在锯锤上 显然是惊讶于 卢老头的锯锤 竟然也能复制出来 天机脸上神情 完全符合原主的表现 方无名这才松了一口气 天道碎片有了归属 此地的迷阵也消失了 正好 方无名也懒得 再提着小箱子 一甩手 小箱子丢向天机 走吧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天机将小箱子 收入储物界 立即带着方无名 跟小白飞往无名先攻 三人转眼间 已经出现在先攻核心 天机二话不说 直接取出小箱子 你们先出去 我会用这里面的东西 强行完成战船 最后的一道工序 天机面色严肃 小白还在状况之外 看向方无名 等待指示 方无名顿时面露疑惑 之前就听卢老头说了 要提前离开这方世界 现在天机莫不是打算 直接强行用大道碎片 完成战船 直接跑路 那卢老头能脱身赶来吗 方无名开口询问 也不是担心卢老头的死活 主要是这战船 都卢老头建造的 到时候出了啥问题 有卢老头在 至少还能修复一番 不至于大家大眼瞪小眼 束手无策 放心 时间紧迫 这战船 目前必须有卢老头坐镇 等我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我会回去帮卢老头脱身 天机面色依然严肃 可方无名 还是能从其眉宇之间 看到一丝忧虑 看样子 那个发狂的颜先帝 不太好对付 估计现在还在跟卢老头 打得天昏地暗呢 天机这家伙 一来就怕人家 返回仙界的门户给砸了 虽说是怕仙界 继续来人支援颜先帝 但这也足以让颜先帝 彻底发狂了 小白 我们先出去吧 方无名带着小白 离开密室 刘天机一人独自操作 时间又过去半天 天机依然在不停忙活 方无名 则是回到自己的小院 好好吃上一顿 放松一下 反正 现在急也没啥用 前辈 承担了 林若霜两姐妹 兴冲冲来到院外 方无名眼睛一亮 一下子 从躺椅上起身 承担了 现在整个无名宗上下 值得特意来通知自己的 还能是什么弹药 问到丹无疑啊 想不到丹臣这小子 真没让自己失望 不对 丹臣这小子 怎么没亲自来通知自己 反而是让林若霜前来 方无名心中 升起不好预感 急忙走出门外 丹臣呢 闻言 林若霜神情 顿时悲戚 方无名心里咯噔一下 该不会是炼智问到丹 是出了什么岔子吧 快带我去见他 怎敢让宗主亲自亲来呢 老朽来也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高空传来 紧接着 一道流光落地 显形 是丹臣 方无名不可置信 来回上下打亮眼前 勾楼老者 还真的有点丹臣 那小子的影子 怎么回事 方无名咒没问到 哼 老朽之前 误入秘境 早已损耗太多寿员 再加上承丹时 被反噬 如今 寿员不过白载了 丹臣倒是看得开 露出释怀神情 想当初 在血跃城 流落街头 要不是宗主赏识 怎么会有长生仙丹现实 更不会有现在的温脑丹 作为一名炼丹师 此生 能炼制出两种仙丹 足以 呵呵 宗主不必接怀 白载受命 也足以让老朽一养天年了 老朽接下来 只想安安静静 过上凡人的生活 丹臣说话时 虽是释怀神情 但在场诸人 又怎么能察觉不到 丹臣眼底深处的不甘呢 现实世界 丹臣加入吴明宗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是实际上 丹臣将自己一生 都献给了吴明宗 让吴明宗藏宝格物品 清单上多了两个重量级珍宝 可谓鞠躬尽瘁 第128章 本宗主的承诺 永久有效 方吴明看着眼前的丹臣 心里不是滋味 见大家一脸愁容 丹臣继续笑道 大家不必如此 一切都是老朽应当做的 只希望吴明宗万古兴盛 闻言 凌若双良姐妹 眼眶湿润 曾几何时 眼前老人还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大 好 吴明宗定不负丹臣所望 传令下去 所有人 集合 发问到丹 我要履行之前的承诺 吴明宗 人人皆可成仙 凌若双良姐妹 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只是嘴唇紧敏 重重点头 随后离去 方吴明目光 重新落到年迈的丹臣身上 心里在想 该如何挽救丹臣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丹臣并不是真的想养老 丹臣的心 一直在练丹上 方吴明心中轻叹 到时候等天机闲下来 再问问他 有没有什么办法吧 宗主 老朽突然想起来 还有不少灵财 多年未打理 既然喜讯已带到 老朽就先告辞了 方吴明微微点头 神色复杂 丹臣再次郑重行了义礼 让方吴明总有种 这是最后一次见丹臣的感觉 不过方吴明 还是让丹臣离去 并未阻拦 想必现在的丹臣 也不敢再次踏入时间法阵了 凌若双良姐妹的效率 不可谓不快 也许是两姐妹威望较高的原因 也可能是宗内之人 知道此次聚集的目的 不到一个时辰 仙宫核心区域 主殿外大广场上 近百万修士 分成十个方队 整齐列队 每个方队前方 除了天尊 就是一些入宗资历最老的修士 众人皆是神情肃穆 望向大殿门口高台之上 方吴明傲立于此 神色严肃 扫视下方修士 可能一些新入宗的修士 不知道我曾经说过的 今日我就再说最后一次 本宗主承诺 永久有效 五无名宗 人人皆可成仙 台下众人顿时神情激愤 誓死追踪宗主 近百万修士 发自内心高呼 声浪滚滚而来 方吴明也是听得热血沸腾 这就是百万雄师吗 恐怖如斯 方吴明深吸一口气 贫富心绪 微微抬手 厂下顿时安静下来 不错 今日丹臣长老 洁尽一生 终于将问道丹 炼成 我们所有人 都应该永远铭记 丹臣长老的付出 此话一出 场下众人沉默 心情复杂无比 早已知道 丹臣长老此时的劲底 作为修士 只剩百年寿命 想不到真的有人如此无私 为了宗门 愿意奉献一切 众修士心中复杂之际 方吴明再次开口 丹臣长老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看到 我们无名宗万事兴盛 所以 正如你们所想 今日本宗主将会赐予你们美人 时刻问道丹 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方世界已经不安全 本宗主打算 前往仙界 台下众修士 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狂振 前往仙界 那不是只有度过非生雷劫 才有机会前往仙界吗 最近你们大部分人 都参与了仙宫改造 相信你们 也已经猜到了一些 现在的无名仙宫 已经可以横跨星河界域 直接前往仙界 只是 途中危险重重 我希望你们尽快提升实力 随我一同 前往仙界 人人呈现 方吴明所说 一下子信息量太多 大部分修士 一下子理解不过来 但 听到最后一句即可 修炼一生 不就是为了成仙长生吗 定不负宗主所望 一些靠前的修士 此时已经是猴得满脸通红 声浪再次回荡 整个无名仙宫 安排发放完问道丹 方吴明也赶紧回到自己的小院子里 准备服用问道丹 接下来闯仙路 多一分实力 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 方吴明刚踏入院子 轰隆隆 仙宫顶上传来闷雷声 显然 踩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已经有不少人连续突破 方吴明特意美人 刺十颗问道丹 即使现在还只是一个 练气七修士 十颗问道丹 也足以在短时间内 抵达大成径 仙宫上雷声不断 却无雷霆披下 显然是找不到杜杰的目标 方吴明来到院子中央 一挥手 掌心多出一枚金色丹药 光滑流转 其上符纹 无时无刻流动变换 方吴明深吸一口气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暖流自丹田生气 快速冲向四肢百骸 方吴明额头 瞬间渗出汗水 这药力果然强劲 要不是方吴明服用过长生仙丹 体内杂志 已经被提前排除干净 此时怕是会更加疼痛万倍 果然 一个凡人 想要获得力量 所承受的痛苦 要远高于有灵根的修饰 两个呼吸过去 身体中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杂志需要排出 方吴明身上痛感迅速消退 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 力量感逐渐升起 其实 方吴明不知道的是 那些没服用过长生仙丹的修饰 此时服用问道丹 其痛苦 相当于挑肉踢骨 痛不欲生 可这样的痛苦 立马就能换来一个大境界 方吴明闭目盘坐 同时 高空雷声越来越剧烈 无明宗内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服用问道丹 现在无明宗内近百万修饰 都是高阶修饰 只有极个别天赋超群的低级修饰 这些人的修炼天赋 能服用问道丹的数量 自然不会少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 方吴明双眼缓缓睁开 一双宛如婴孩般 清澈无暇双眸 终于 终于是踏上修行路了 方吴明心中激动莫名 原来修饰眼里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方吴明只见自己院落内 各种颜色的灵气缠绕沉浮 宛若仙境 主要是方吴明院子里的摆设 使用的都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摆设 其上自然灵气萦绕 方吴明起身 打量了一下自身 心中更是欢喜 现在身上穿的上品灵气衣服 所有的法阵都可以驱动了 现在的方吴明 想飞行 再也不用身穿铠甲了 方吴明意念一动 灵力运转 下一瞬 方吴明身形 缓缓飘浮而起 一头乌黑长发飘散脑厚 身上白衫 无风自动 这还是方吴明来到这个世界后 第一次领略这个世界原本的精彩模样 方吴明索性不再落地 直接在半空悬浮盘坐 现在感觉良好 赶紧抓紧时间 服用问导丹 方吴明可还没忘记 现在卢老头那边 估计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 留给吴明宗的时间不多了 第129章 先公战争形态开启 即将启航 接下来一整天 吴明先公所在区域乌云密布 雷声滚滚 从未散去 方吴明院子里 哄 悬浮半空的方吴明 身上一股强劲气浪迸发 方吴明缓缓睁开双眼 一眼望去 整个吴明先公景色 尽收眼底 直到此时此刻 方吴明已经连续服用八颗问导弹 虽然后面两颗 花的时间有些长 而且也有些疼痛 但这一切都值了 强大的灵力充斥全身 神识蔓延覆盖整颗先公 此时的方吴明 已经货真价实的大成天尊 真是跟做梦一样 无数人修炼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自己竟然一天之内 就全部搞定了 方吴明缓缓落地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握了握拳 稍微感受一下 自己完美体态 接下来 就可以找一些顶级功法来试试手了 先去天津那边看看 方吴明自顾自嘀咕两句 心情喜悦 一路上 方吴明神识不断探查周围 发现以前那些看起来没人的地方 现在在神识的探查下 吴明宗的修饰 其实还挺多 方吴明一路上 感知到数十道神识扫描来 随即快速收回 嗯 方吴明突然感知到 一股超越大乘七的气息 下一顺 方吴明就了然 应该是逍遥子那家伙吧 可下一顺 又是一道超越大乘七的气息 爆发而出 不仅方吴明 吴明宗内所有修饰 皆是诧异 紧接着心中狂喜 没想到 真有人借着问道丹 直接突破到人先之境 之前 所有人 包括方吴明 都只想通过问道丹 来快速抵达大乘七 还真没想到 可以超越大乘七 这问道丹果然神奇 方吴明略微思考 恍然大悟 之前天机就说过 先借一些家族 主要是用问道丹 来让子嗣快速成仙 这些大家族子嗣的起点 就是无数人的终点 不过问道丹 也仅仅能助人达到人先进 至于更上一层的真先进 那得看天赋悟性了 方吴明思索之计 一道道人先气息 如雨后春笋般 不断爆发而出 果然 人人成仙 正在先攻核心操作阵法的天机 也是感知到先攻内的变化 略微思索 心中了然 突然 天机眼睛一瞪 心中暗道不好 快来 攻击能量 丹先帝找到这里了 方吴明脑海中 突然响起天机的声音 方吴明也是心头一紧 赶紧化作 长虹朝天机的方向略取 果然 方吴明刚来到天机跟前 就已经感知到 一股强悍到难以理解的气息 盖压整片天地 方吴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甩出上万条极品灵脉 天机则是快速利用起这些灵脉 不于一力 启动先攻最强防护罩 哼 果然在这里 丹先帝此时已经面露疯狂 双眼燃起烈焰 本来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能寻到吴明先攻 可是天道一直在这片区域挨回转悠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些什么 随着丹先帝到来 吴明先攻上方的乌云 反倒是快速散去 你的对手是我 卢老头上衣已经残破不堪 身上金色雷电 已然暗淡不少 哼 本帝已手下留情 要是再来寻死 本帝不会再留你性命 丹先帝望向及时而来的卢老头 心中怒气生疼 留我性命 大言不惭 有种接我一锤 闻言 丹先帝顿时心中休闹 要不是这锤子 区区一个圣仙 自己一口痰都能吐死他 先帝之威严 竟是再三被蔑视 岂有此脸 轰隆隆 丹先帝跟卢老头的战斗 再次开启 强悍的战斗余波 不断冲击吴明先攻防护罩 即使是上品先器 此时吴明先攻也是 振战不已 不行 我得去帮卢老头 再过片刻 战船 就彻底建造完成 天机急切说道 做事就要动身前往战场 稍等 方吴明出言制止 随即大手一挥 一把锯锤顿时出现 天机瞳孔一缩 下一瞬恢复如常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天机很是默契 没什么废话 直接拎起锯锤 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天机走后 方吴明才看到 不远处一个小石台上 那个黑色小箱子 已经被打开 此时 黑色小箱子里面 空空如也 想必里面的大道碎片 已经被天机 强行融入先攻 核心阵法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 如何搞定外面的 阎先帝 一位先帝 如果执意要干扰 吴明先攻离开的话 还真就没办法离开 想到这里 方吴明立即离开此地 来到主殿内 到目前为止 吴明先攻 已经有不下千位人先 要是再给几天时间 上万人先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也该让这些人 发挥自己的作用了 方吴明召来上千人先 汇聚大殿之内 根据天机之前的部署 方吴明下达指令 让这上千人先 各自带领人手 去坐镇先攻各方 先攻 即将起航 安排完一切 方吴明独自一人 坐在主殿王座上 右手抬起 先攻阵盘出现于掌心 当然是复制出来的 有了阵盘 就可以轻易调动 先攻各个方位的探测阵法 以投影的形式 展现先攻各个方位的实时画面 当然 先攻阵盘 还可以查看 此时先攻的状态 能量充盈 全部防御法阵均已开启 方吴明此时 更是开启先攻战争形态 哇 整个先攻发出低名 先攻原本充盈的能量储备 眨眼间消耗一空 方吴明能感受到 先攻将域内 此时灵气浓度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方吴明心中一惊 这个战争形态 竟然消耗如此恐怖 难怪天机那家伙 从未打算动用 哼 倒要看看 你能消耗多少能量 方吴明快速赶到先攻核心 之前都是再次输入能量的 方吴明刚到此地 整个先攻的防护罩 似乎已经快要自动消散 方吴明意念一动 所在的这件空旷密室内 顿时充满无数极品灵脉 可现在的先攻 仿佛无底洞 已经吸收了无数极品灵脉 依然不见要停止的意思 同时 方吴明能感知到 先攻地貌似乎在发生改变 原本深埋先攻之内的各种武器 正缓缓露出地表 又是半炙箱过去 先攻对能量的需求 貌似没有减弱 方吴明终于皱起眉头 现在也不知道 天机他们如何了 先攻又如此状态 方吴明越发心烦 突然 方吴明想到了什么 心意横 只见方吴明盯着不远处祭坛之上 正是那个祭坛不断吸收周围极品灵脉内的能量 方吴明一抬手 手上出现一个黑色小箱子 下一瞬 黑色小箱子飞向不远处祭坛 碰 箱子还未落到祭坛之上 就已炸裂 方吴明终于看清箱子里面的东西 第130章 桃仙女帝 哇 悬浮万米高空的吴明仙弓上 突然爆发出极强的冲击波 强劲到 连正在死战的天机卢老头 沿仙第三人 都是为之一致 天机面露惊讶 似乎想到了什么 刚才那股能量波动 实在太熟悉了 一旁手舞胸口的卢老头 也是震惊不已 卢老头质问的目光 看向天机 天机微微摇头 是已不是卢老头所想的那样 天道碎片已经用来完成战船建造了 没有乱用 毕竟只有天道碎片 只有一个 传音到此处 天机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更加害人听闻的事情 一下子呆滞 不再传音给卢老头 卢老头眉头紧皱 不知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 自己辛苦建造的战船 是否能顺利冲向星空 对面的阎仙帝 此时面对天机跟卢老头 虽天机跟卢老头 状态不复巅峰时期 可奈何这两个家伙 不知道从哪弄到两把锤子 很是难以应付 还上一锤 先帝之躯都有可能碎裂 现在 那边的悬浮的堡垒 更是逐渐露出獠牙 好几个宛如深渊的炮口 正缓缓升起 即使相隔百里 依然能感受到 炮口深处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 这要是给他足够时间充能 一炮下来 脚下这块大路 怕是扎都不上 这帮人 到底是怎么弄到这样的大杀气的 竟然还能有充足的能量来驱动 眼看对面天机卢老头二人 就要提锤来干 炎先帝心中叫苦 为什么别人满身神装 自己却啥都没有 要是远处的堡垒 也参加战斗 不妙 这场战斗 再打下去 对自己极为不利啊 炎先帝心中快速衡量 已经生了跑路的念头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天机跟卢老头见状 停下手中动作 炎先帝的战役已经消退 意思很明显 不想再打了 天机卢老头也乐得如此 要不是这炎先帝死缠烂打 现在已经离开这方世界了 哼 今日之仇 来日定当树被奉还 炎先帝放出一句狠话 天机跟卢老头这两位逼王 此时竟未出言反驳 任由炎先帝离去 因为再打下去 也只是浪费时间 现在双方战力相差不多 很难实现击杀 要真将一位先帝逼到绝境 那可就不好玩了 炎先帝再次冷哼一声 身形逐渐模糊 想来是逃到这方世界某处了 绝技无法离开这方世界 炎先帝就这么离开了 只留下满目疮痍 天机跟卢老头赶紧撕裂虚空 来到先公核心 真的是你启动先公战争状态 天机跟卢老头皆是不敢置信 这先公是有这么一个功能 但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功能 从先公被建造出来之后 就没人启动过这个功能 主要是因为 这个功能 需要几乎无限的能量攻击 而开启这个功能 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威力 无人事过 无人知晓 先别在意这些细节了 反正 现在已经开启完毕了 对了 现在外边什么情况了 那个阎先帝呢 方无名赶紧询问 从刚才起 就一直怕那个阎先帝发疯 直接冲入先公之内 现在 天机跟卢老头安然归来 想必是击退了阎先帝 闻言 天机跟卢老头 这才回过神来 也不开口说话 只见卢老头 走到一处阵法祭坛中央 举起锯锤 碰 一锤落下 嗡 熟悉的空间颤鸣声 再次响起 但方无名知道 这次先公的目的地 不再是这个方世界的某个角落 搜 悬浮高空的巨大陆地 转瞬 消失无踪 远在世界另一边的阎先帝 双眼突然瞪大 那些家伙 怎么突然消失了 阎先帝强大神识 一直在探查 无名先公的动静 可现在 无名先公宛如人间蒸发 严先帝确定 他们已经不在这方世界之内 怎么会 莫非 他们有直达其他世界的门户 一想到这里 严先帝心中顿时火起 火红长发 似乎燃起熊熊烈火 周围百里范围内 一切事物 尽数化为灰烬 突然 严先帝感觉后背一凉 仿佛身后突然出现强敌 轰隆隆 一道接天连地的空间裂缝 缓缓打开 严先帝第一时间感知到来者 竟也是一位先帝 来者何人 严先帝收敛气息 警惕开口 眼前之人 想必也是从先界使用跨界门户 来到这方世界的 应该也是某个先狱之主 不过先界先狱众多 自己不认识 也属正常 严先帝话音刚落 前方虚空中 突兀飘落桃花 紧接着 桃花寺随风飘舞 汇聚成一个人形 砰的一声 桃花凝聚成的人形崩溃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妖娆女子 严先帝眼前一亮 这女子 为何如此眼熟 桃仙帝 严先帝终于是记起来了 眼前之人 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女帝 桃仙女帝 传闻桃仙女帝存在的时间 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动乱年代之前 其实力也是极为恐怖 仙界就没有几个 敢不给她面子的仙帝 严先帝 你可知 你现在已经违反了规矩 桃仙女帝冷冷开口 宛如万年冰山 绝美 但冰冷 严先帝闻言 心里咯噔一下 自己确实是违反了 仙界制定的规则 擅自下界 可是这方世界天道频繁躁动 必定是有什么反常之事 本想着能碰到什么机缘 修为更进一步 没成想 除了挨锤 啥都没捞到 现在还得想办法返回仙界 不然 仙欲无主 很快 自己的江山就会被人窜夺 剑言先帝回答不出来 桃仙女帝继续开口 说吧 为何下界 老实回答 说不定还能返回仙界 桃仙女帝似乎也不是墨守成规之人吗 竟然对于擅自下界之事 并不是很在乎 言先帝只想尽快返回仙界 151时交代了自己为何下界 没有丝毫隐瞒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毕竟这方世界 也没有什么机缘 桃仙女帝听了言先帝一番话 沉默思索 显然 这言先帝真的只是下界寻求机缘 并不知道这方世界的具体情况 罢了 下不为例 你可随我先返回仙界 不过 文言 言先帝瞬间会议 哪有白让人帮忙的道理 不仅如此 桃仙女帝这意思很是明显 她返回仙界之后 也并不打算将此事公开 这是一亿上品先灵时 全当见面礼 还请桃仙女帝一定收下 第131章 想喝酒 先弄得仙帝傀儡出来 桃仙女帝轻哼一声 目光从遥远之地收回 故人尸身不见 大道碎片也消失 但眼前言先帝 似乎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也对 言先帝乃是近十万年内 崛起的后起之秀 对于上古时期那些事情 并不知晓 也好在言先帝什么都不知道 不然今日就要有先帝 陨落于此了 桃仙女帝眼底深处 绿色闪动 一招手 言先帝手中的储物戒飞来 桃仙女帝拿了储物戒 并未多言 转身离去 言先帝自然也是拘谨跟上 眼前女子 别看样貌绝美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老怪物 等言先帝身形没入门户 轰隆隆 沉闷得巨石摩擦声过后 这方事件再次恢复宁静 无名仙宫内 天机 卢老头两人都在方无名院子里 这两个家伙 现在虽然面色好了许多 但体内还是有不小伤势 卢老头一个圣仙 竟然靠一把锤子 硬汉先帝 怕是整个仙域 也就仅此一例了 卢老头刚开始 还难以相信 自己的爱锤 怎么忍手一把了 后来不知道天机跟他说了啥 现在倒是看得开了 不再询问关于巨锤的事 这里就是你所说的星河界域了 方无名操控仙宫阵盘 投影出仙宫周围环境 确实看起来像是宇宙星空 有的地方璀璨无比 有的区域一片黑暗 原本庞大的无名仙宫 此时看上去如沧海一宿 周围虚空中 无数与无名仙宫差不多大的巨大陨石飘荡 天机文言微微点头不错 不过这里只是最边缘的地带 像这样的边缘地带 一般不会有什么生灵存在 星河界域 你可以将其想象成汪洋 现在这里算是沙滩 再深入进入浅滩 那时候就有可能碰上一些生灵 再深入就开始进入深海 在那里 一切你能想象到的恐怖 都可能存在 天机郑重其事解释一番 方无名越来越觉得 是上了贼船 天机跟卢老头这俩家伙 连天道都敢猎杀 根本不是什么安安稳稳的人 无需太多担心 有本天机在 我们一定可以安全到达仙界的 天机自信道 不错 要不是有这小盒子 老头子 我肯定还得再准备一番 现在 万事俱备 看着两人一唱一和 方无名心中也稍稍安定下来 方无名抬头看向 仙宫上方的光源 那是卢老头专门弄上去的 类似太阳 不过散发出的光线中 蕴含的灵气浓度更高 此时的仙宫 时刻处于战争状态 开启隐形法阵 孤零零急速行驶在星河之中 其实现在方无名肉眼 看向仙宫之外 只能看到五彩斑斓的 被无限拉长的光线 要不是有投影法阵 方无名根本无法 看清仙宫外的景色 方无名猜测 现在的仙宫 速度应该是极快的 而且方无名能感觉得到 仙宫的速度 似乎不断上涨 不过看天机跟卢老头一脸自信 这一切 应该都在他们计算之内 即使是在如此急速之下 仙宫之内的众人 并未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方无名也不知道 是仙宫体积足够大 还是卢老头搞了什么法阵 之前听天机说 星河界域之内 并无天道指掌 所以 修士能在此地修炼 是极好的 至少没有天道压制 全看个人天赋器语 方无名自然将这个消息通知下去 现在无名仙宫内 近百万修士 完命的修炼 每时每刻 都有新的人仙诞生 然而 最高也就只能达到人仙境了 因为 这套修炼体系 是仙界之人开辟出来的 这条修炼之路 明明白白地记录了 想要从人仙境 提升到真仙境 那就必须得将自身 完全改造成仙界人 也就是将体内灵力 全部转换为仙灵力 这一步 并没多难 只要有足够的仙灵器 然后身处仙界环境之中即可 资质一般的修士 最多也就十年左右 就能成就真仙 可 说得容易 前提是 不需要为修炼资源范畴 一般修士 根本没办法 弄到足够的仙灵石来修炼 大部分修士 一辈子奔波 也没能攒够修炼所需资源 要么死在寻找资源的路上 要么刚开始就选择当条咸鱼 躺平百烂 无欲无求 当然 这些消息 方无明是从逍遥子那里得知的 方无明觉得 消息还是挺可靠的 当时逍遥子说着说着 逐渐露出吃巴巴一样的苦涩表情 之后 方无明也想通了 为何仙界会如此艰难 仙界 每个仙狱都有仙帝统治 仙帝的能力 足以轻松掌控整个仙狱 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 同时也意味着 资源高度集中 有人负得流油 有人上顿没下顿 酒肉臭与冻死骨骼接对望的情形 比比皆是 想什么呢 酒没了 卢老头突然叫嚷道 手里还不停摇晃酒葫芦 方无明回过神来 也没了心情 继续看投影了 收起阵盘 什么酒 没了 方无明不耐烦道 卢老头一愣 无言以对 毕竟不可能真的有什么东西是无限的 难不成这桃仙酿 真得自己干完了 一旁的天机 则是赶紧端起杯子 免得被卢老头抢了去 见状 卢老头眉头一下子皱成一团 百万年的酒瘾刚戒掉不救 这两家伙 就拿桃仙酿来 诱惑自己破剑 现在倒好 酒瘾上来了 说酒没了 卢老头无助看向天机 天机视若无睹 狠狠闻了一下杯中酒 一脸惬意 卢老头眉头一挑 明白了过来 心中顿时气恼 说吧 又想让老头子 我干什么 卢老头还是被自己的酒瘾给击败了 上次戒酒成功 还是因为下届的酒 根本就喝不醉 也不好喝 想自己酿酒吧 又没配方 也没材料 只能硬生生戒掉 闻言 方无明脸色立马缓和下来 要求不高 一个先帝傀儡 方无明贼兮兮试探道 一旁的天机直接被枪到 止不住轻壳几声 卢老头更是再次带愣住 是自己喝高了 还是方无明喝高了 先帝傀儡 那万一要真能弄出来 那仙界不早就先帝满地爬了 人手一个先帝傀儡 众生平等 岂不美哉 方无明看到两人如此神情态度 切 还以为多厉害呢 一个先帝傀儡 就给吓傻了 方无明自然是从最高等级的傀儡开始说 万一卢老头真能搞出来呢 不过 现在看来 先帝傀儡 怕是没了呀 第132章 匪夷所思的生灵 方无明这一激将 卢老头鼻子都给气歪了 还从未有人敢在恋气一道上 对自己如此大放厥词 不就区区先帝傀儡吗 这又何难 方无明心中大喜 没想到真有搞头 天机也是眉头一皱 不知道卢老头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看到两人神情 卢老头终于得以开口 哼 老头子我百万年来 也不是啥事没干 早就研究出 如此制作先帝傀儡 那你现在身上有现成了吗 方无明也是也一时激动 就问出了这个明显的问题 主要是之前碰到大道碎片之时 深感无力 当时就想着 要是有强力傀儡 那很多事情自己只需随手一挥 成千上万傀儡齐齐出马 这世道 还有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 嗨嗨 制作先帝傀儡 所需材料苛刻 老头子我还没制作过呢 目前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啥 做都没做过 你就敢如此装逼 方无明 惊讶于这老头的厚脸皮 简直跟自己 有得一拼啊 你知道什么 先帝傀儡 其实那么容易 就能制作出来的 毫不夸张地说一句 再先见 除了老头子我 没人能练这先帝傀儡 卢老头很是自信 手掌下意识 拍了拍腰间锯锤 方无明算是看出来了 这卢老头的自信 完全是来自 那把锤子的吧 这锤子 确实邪火 之前方无明 还不觉得如何 自从有了修为之后 才更能真切感受到 那锤子的不凡 无需凌力驱动 仅是依靠锤子本身的威势 就能轻易一锤 干报一名成名已久的天尊 要是当时 自己也有天尊的修为 简直无敌 行了行了 你就说吧 如何制作 需要何等材料 方无明眼看 卢老头又要装逼 赶紧打断施法 卢老头闻言 端起空杯妈撒 也不说话 擦 趁火打结 动 一个满满的酒葫芦 被方无明重重 砸在石桌上 卢老头眼睛一亮 嘿嘿 说起先帝傀儡啊 那就不得不说 其躯体材料 不仅要坚硬无别 其次 力量核心 需要足以驱动 一方世界的力量支援 才能充分启动 傀儡身上全部阵法 获得先帝力量 卢老头边说 边不停给自己倒酒 心情也是越来越美丽 作为一个痴迷恋气之人 自然是乐于去挑战的 这先帝傀儡 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况且 现在除了有桃仙酿鹤 还有方无明 这个超级无敌大金主 这先帝傀儡的事 估计要成 卢老头不知讲了多久 方无明一脸茫然 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只是瞬间的走神 仿佛走错了教室 天机也是一脸的似懂非懂 还时不时提问 虽然先帝傀儡身上 上百亿仙阵 方无明不知道 其如何运作 但至少还是听懂了 制作先帝傀儡身躯的主材料 听卢老头所说 在这星河界域中 就有一些合适的材料 按照卢老头的说法 这星河界域 就是个大型巨宝盆 你想要什么材料 都能在这里寻到 就看有没有本事拿走了 此时的无明先公 并无昼夜 高空中光源的位置 也未曾移动分毫 方无明也不确定 卢老头到底讲了多久 只感觉地上 满是空酒葫芦 突然间 院子里三人结实一顿 相互对视一眼 神情陡然严肃 方无明赶紧掏出 先公阵盘 下一顺 先公周围环境投影出现 方无明目光落到投影之上 投影里的画面 跟之前看到的 并无太大不同 只是 感觉此时 先公周围的环境 少了一些璀璨的星河 多了不少暗非区域 除此之外 就是无数大小不一的碎石 漫无目飘荡 这碎石 方无明猜测 应该是一个 跟先公差不多大的陆地 被先公斤过时撞碎的 因为刚才三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 轻微的震动 要知道 现在的先公 战争状态下 即使是圣先 也难以撼动先公分毫 更不要说 能让先公里的人 感受到阵战了 能造成这样效果的 估计也就只有 跟先公差不多大的陆地相撞了 不仅方无明 如此猜测 一旁的天机 跟卢老头 也是盯着先公后方的 碎石区域 微微点头 也就只有这样的解释了 因为此时先公 还只是在 星河界域的浅滩位置 几乎不可能 碰到其他生灵 就算碰到了 也不一定就是一些 强悍的生灵 星河界域内 其实有不少 渺小细微的生灵 他们文明发展的路线 并不是向外面的世界发展 而是向内发展 他们坚信 一力尘埃 也能容纳万物 就在方无明三人 心情放松下来 正准备继续听卢老头讲解 先帝傀儡时 轰隆隆 方无明三人 直接起身 这次如此巨大的震动 绝不能是什么大陆碰撞 这分明就是遭受攻击了 可是 方无明快查看 先公全方位的投影 一切如常 深空依然静谜 突然 方无明发现了什么 院子中的投影 停留在一处方位 投影画面内 方无明 只见一个巨大的黑色窟窿 其周围 还有圆形光环围绕 方无明一下子想到 这莫非是个黑洞 可下一瞬 方无明 就立刻否定了这个猜测 只见那个黑色窟窿内部 突然亮起一片深蓝色的蛆 方无明 一下子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 怎么会在这里碰上这东西 天机大惊失色 方无明 也是被天机这一嗓子 给惊到了 没想到天机 还能有这么激动的时候 看来事情 要麻烦了呀 眼看方 无明跟卢老头 似乎还不明所以 天机直接动手 将投影画面缩小 随着投影内 画面不断缩小 方无明 也终于看到了那东西的全貌 这 这竟然一颗眼睛 整个无明先公 在这颗眼睛面前 宛如河里的一块鹅卵石 方无明此时 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 先公这么快的速度 然而这颗眼睛 却能一直紧跟先公 一直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似乎对先公 很是感兴趣 直到现在 方无明 也没能看清这东西的全貌 竟然有如此巨大的生灵 简直匪夷所思 这恐怖的体型 无明先公防御 再怎么强悍 估计 也难以抵挡几次攻击 这是什么东西 方无明 终于想起来 开口询问 从天机刚才的反应来看 肯定是认识这东西的 第133章 介遇守护者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东西 上古年间 先界与各界 还是互通的 所以 下界历练 并不能满足当时我主人 所以我们当时 曾闯入过星河界域 当时我们在进入星河 界域核心地带的时候 才碰上这东西的同类 当时我们称之为 界域守护者 天机说着说着 好似回想起什么不太好的记忆 原来如此 当时 你们突然消失十万年 就是被困在星河界域内 卢老头突然开口 天机微微点头 不错 当时我们被界域守护者 一头给吞了 足足困在里面 十万年之久 要不是由我感知天机 寻得一丝生路 怕是 只能永远生活在 界域守护者体内 直到生死到消 方无明瞪大眼睛 一口吞下 十万年 嘿 你还别不信 当时我们还在 界域守护者体内 留下了不少文明呢 现在都不知道那些 文明发展成什么样了 天机见方无明 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装逼并一下就犯了 赶紧解释一番 闻言 方无明更是诧异 这个所谓的界域守护者 其体内 还能有生命存在 而且听起来 貌似还不少 一个族群 方无明 作为神秘学爱好者 没来由产生一个 可怕的想法 会不会现在得 所看到的一切 也是 在某个奇大无比的 生物体内呢 下一瞬 方无明 晃了晃脑袋 搁着无限套娃呢 应该不至于 这么邪乎吧 天机自然不知道 方无明此时 心中所想 只觉得方无明 第一次听到 这么怪蛋的事情 一下子有些难以接受 罢了 缓缓过去了 好了 先别炫耀了 那东西就要继续 撞击仙宫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卢老头急促道 因为外面那 介遇守护者 似乎找到了一个 玩具一般 正要再轻轻碰撞一下 无明仙宫 这么大的家伙 在碰击下 那是要出大事的 到时候 先公护照崩溃 先公内所有修士 都将直接暴露在 星河界遇怪异的 环境之下 虽说先公内修士 基本都可以 安然在这样的 环境下生存 但先公护照崩溃 修士身上 属于生灵的气息 免不了一散开来 到时候 可就不止 一头介遇守护者了 各种不可名状的怪物 都将陆续出现 真到了那个时候 谁来都没用 先公内近百万人 恐怕无疑幸免 之前我们猎杀的 那些仙界凶物 先把他们的血肉丢出去 看看能不能吸引 外面那家伙 天际眉头微皱 显然也不太确定 这个办法 是否能奏效 轰隆隆 方无明又感受到 先公地面的振战 先不管这么多了 试试再说 方无明操控阵盘 顿时 先公后方 无数血肉散落 默一会儿 先公后方 就拖曳出一条 长长的血路 此时 无明先公内所有修士 都已经注意到 先公之外那抹身蓝色 但先公内 除了方无明院子里的三人 其余修士 都无法感知到 先公之外的情况 更不可能 感知到外面 那巨大无比的介遇 守护者 只觉得一股心迹 不知怎么回事 越来越明显 方无明三人 紧盯着面前投影 心中忐忑 这要是被这大家伙 一直盯着 就别指望 能安全达到先界了 终于 投影画面内 那个深蓝色瞳孔 似乎稍稍往后 磨动一分 方无明三人心中大喜 那些凶物的血肉 起效果了 可下一瞬 三人心头一抽 那圣人的深蓝色瞳孔 又转动回来了 不妙啊 那些血肉里的生命力 极为浓郁 尽管已经被宰杀多时 但那些血肉 依然宛如 刚刚宰杀般新鲜 这都没能吸引 外面的大家伙 看来不能以常规的生灵 来看待这东西 方无明沉声道 天际依然眉头紧皱 快速回忆上古时期 自己与主人 碰到介遇守护者时的种种 试图了解 介遇守护者的习性 卢老头则是提起巨锤 化作长虹飞离小院 显然先公 已经需要卢老头 亲自去作证核心了 天际 当时你们是怎么被介遇 守护者盯上的 方无明突然开口 这 可能也是恰巧碰上了吧 天际显然也不知道 为何会被盯上 当时只记得稀里糊涂 就被一口吞掉 介遇守护者 体内的世界如何 有什么奇特之处吗 方无明再次开口 其实是想了解到 这大家伙 平时到底吃啥 弄清其饮食习惯 说不定还有转机 奇特之处 天际一脸蛋疼 显然是想不出 有什么奇特之处 加之时间久远 记忆有些模糊 好像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感觉 跟外面的星河 介遇差不多 方无明文言 知道天际所了解的情况 其实也不多 难道 只能拼死一搏了 这是方 无明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现在先公内部 估计也就天际 跟卢老头有把握能逃出生天 其余人 估计都得凉凉 想着想着 方无明突然感觉 脑子突然迷糊了一下 这种感觉转瞬即逝 方无明 还以为是自己精神 太过紧绷了 毕竟还是第一次 碰到这么要命的情况 可不到两个呼吸 这种迷眩晕的感觉 再度袭来 天机 你感觉到了吗 方无明诧异 看向天机 嗯 这是星河界域内的正常情况 应该是某种能量波 有时候会持续几个时辰 有时候几个呼吸 就过去了 天机这次倒是解释得清楚 显然这是天机能 确定的为数不多的信息 哇 又是一股更强烈的眩晕 迷糊的感觉 充斥整个脑瓜子 天机倒是没多大感觉 此时也只能尽量 撑起护照 减轻先公内众人的眩晕质感 饶是如此 不少修饰 还是只能盘腿坐下 赶紧静心凝神 再不能做其他事了 方无明集中生智 再次开口 这种未知的能量波动 是不是每次碰到这些 巨大生灵的时候 出现更为频繁 天机略微思考 点点头 确实如此 得到肯定回答 方无明心中 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之前在蓝星时 海豚这种生物 就是通过某种超声波 来沟通的 这跟人类通过声带 发出声音类似 只是两个物种 不在同一频率之上 这种能量 传播形式 不是神石 也不是灵力传音 仅是正常的说话 既然这介遇守护者 是生物 那必定也需要 沟通交流 莫非 刚才感到眩晕 就是介遇守护者 在尝试跟先公沟通 第134章 一锤暴击 有了这个猜测 方无明打算想办法 跟外面的大家伙 沟通一下 沟通无果 再动手不吃 总不能坐以待毙 但是 要如何沟通 轰隆隆 先公地面 又是一阵震动 显然是又被外面的大家伙撞了一下 紧接着 方无明又感受到一阵眩晕 不好 被他连续撞击 航向已经偏离太多了 以这个速度继续前进 不知道能开到哪去 天机突然想到这茬 心中更加胶着 想不到 这么多年过去 星河界域的情况 会变得如此复杂 这可如何事后 方无明也回过神来 之前天机说过 能推算出仙界的大概方位 但那也是之前 在那方世界的坐标上 推算出来的 这他压得 要是在星河界域里面 迷失了方向 想要再次推算出仙界方位 那难度可就大了去了 又没有什么地图之类的 之前聊天打趣的时候 还说等这次成功达到仙界之后 以后 咱也是有一条 星河界域行线图的大佬了 没成想 这就要打脸了 不能这样 再这样下去了 我得出去看看 天机抄起茶几底下锯锤 就要起身冲出小院 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 方无明出言制止 天机步行一顿 没过多犹豫 戴上已经穿上铠甲的方无明 掠出小院 主要是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继续留在仙功之上 意义不大 而且 仙功目标太大 说不定还更危险 天机跟方无明 来到仙功护照边缘 天机后头 看向仙功核心 四世正在跟卢老头 交代一些什么 方无明 也是传言给 凌若双两姐妹 也给见天星几人 留下交代 因为 此次出了仙功 可就不一定能回得来的 但又不能放任 介遇守护者不管 那样 大家迟早一起死 两人交代完毕 一脚踏出仙功护照 方无明 只觉得眼前一阵模糊 能感觉到身上 铠甲表面被距离摩擦 下一瞬 方无明眼前再次清晰 方无明赶紧回头望去 只见一道 快到极致的流光略向远处 那应该就是无明仙功了 此时 方无明才能看到 介遇守护者的大概轮廓 之所以说 是大概轮廓 是因为 介遇守护者巨大的体型 有不少部位 是隐匿在没有光源的黑暗地带 远远看去 巨大的介遇守护者 移动速度并不如何快 但方无明知道 这只是视觉效果 因为 介遇守护者 那巨大的眼珠子 一直紧跟在无明仙功旁边 几乎保持不变的距离 天机看到此情此景 也是愣了一下 但随即二话不说 直接带着方无明 冲向介遇守护者 天机爆发出此生最快的速度 因为在星河界域内 再也无需担心先帝的力量 对周围造成什么大的破坏 全力爆发即可 不得不说 方无明第一次看到 天机如此速度 心里还是稍稍安稳下来 有这样的速度 即使跟介遇守护者 谈不拢 跑路 应该还是有不小把握的 即使有这样的速度 但前方的介遇守护者 也是一直保持高速前行 天机带着方无明 足足飞了 差不多三天时间 才看看接近介遇守护者 天机 先给他一锤 追了这么多天 方无明心中的 对于介遇守护者的恐惧 也几乎消散殆尽 剩下的 只有满腔怒气 妈的要不是这大家伙 自己现在还在院子了 吃着火锅唱着歌呢 天机立刻会议 再不吸引介遇守护者的注意力 估计无明先攻 就要散架了 这几天下来 介遇守护者 越壮越用力 像是有些玩腻了的样子 天机强横的灵力 狂暴涌入手中锯锤 锯锤之上金色电蛇跳动 散发毁灭气息 显然天机心里 也是憋着火气 随着天机一声爆喝 锯锤脱手而出 锯锤脱液长长的金色尾巴 方无明 只见前方上白里的 黑暗地带 陡然闪烁金色光团 紧接着金光 快速蔓延 方无明 只觉前方虚空 似乎整个都震战了一下 打中了 而且看着样子 造成的伤害 还不小 天机跟方无明心中 一口恶气呼出 没白追这么久 可下一瞬 两人心头一紧 只见那颗巨大的深蓝色眼珠子 不再紧盯着 渺小的无明仙宫 而是转向盯着方无明两人 看那眼神 显然不是什么高兴的眼神 天机赶紧止步 静静悬浮 因为 前面的大家伙 也停了下来 方无明远眺 无明仙宫 卢老头 似乎也察觉到 介遇守护不再跟随 正在缓慢调整航向 朝仙界掠去 再来几个锤子 天机赶紧催错 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知道方无明肯定有办法 再弄些锤子出来 主要是天机 回想起上古时期 被介遇守护者 一口给闷了 活生生被困十万年之久 当时 也不是没想过 暴力冲出介遇守护者身体 可那畜生体内 世界极为广袤 花了不少时间 终于来到 那畜生身体边缘 结果 全力一击下去 连层皮都破不开 可 就在刚在 一锤子下去 皮开肉绽 说者皮开肉绽 其实是直接在 介遇守护者身上 轰出一块 足以装下一颗星辰的 巨大窟窿 这让天机 有了信心 这回 不得把这畜生 揍得满地爪牙 方无明 也是立刻会议 意念一动 一把跟之前 锯锤一模一样的锯锤 凭空出现 天机二话不说 握住锤柄 先帝灵力 再次疯狂灌入锯锤 就在天机锤子 将要治出之际 方无明 终于见识到 为何天机弹起 被吞掉时 会一脸吃翔的表情 只见两颗 巨大深蓝色眼珠之下 一道绝对黑暗的裂缝 缓缓打开 这条裂缝 净好似 是连贯整个宇宙 星空的左右两边 反正在方无明的视角下 是如此 紧接着方无明就看到 靠近巨大黑色裂缝的星辰 一个接着一个 瞬间被一股 看不见的力量震成碎末 切语守护者 反击了 天机健壮 也一下子 不知该以哪里为目标 主要是这一锤子丢出去 怕是那畜生的攻击 也落到自己两人身上了 如此毁天灭地的力量 星辰都宛如豆腐炸 天机此时 也没多少信心 能硬抗这道攻击 可是 如此范围的攻击 现在怕是逃都来不及了吧 怎么办 天机心乱如麻 面对这样的攻击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底牌 可以应对了 还特么不如被吞进去呢 第135章 融合大道碎片 铸造神兵 方无明思维快速运转 下一瞬 你用锤子砸碎它 方无明一挥手 两人前方 顿时出现一个黑色小箱子 天机瞳孔一说 是大道碎片 果然 上次感受到的大道气息 不是自己的幻觉 方无明 竟然真的连大道碎片 都能弄出来 简直太过震撼 天机几乎瞬间明了 方无明的意图 距离介于守护者攻击到来 应该还有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摧枯拉朽 逃无可逃 现在 或许也就只有这个方法了 这锯锤 本身很强大 但是 还能更加强大 之前 卢老头无意间发现 锯锤砸碎天道 就可以吸收天道之力 以增强锯锤的各方面属性 仅是天道 就有如此增幅 那大道 增幅又将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天道 一般由单个世界 孕育而生 而大道 独立于万界 生而超脱 碰 天机毫不犹豫 一锤下去 黑色小箱子 瞬间炸裂 紧接着锯锤 就狠狠砸中一团白光之上 正是大道的一小块碎片 大道碎片 瞬间炸裂 巨大的冲击波 将方无明 直接推到附近一颗星辰表面 砸出一个深坑 好在有铠甲护身 并无大碍 等方无明再次看清天机的身形 只见天机 双手握住锯锤饼 此时的锯锤主体 已经变为明亮白色 白色之上 金色电弧 狂暴跳动 天机大喝一声 锯锤被全力挥出 而介于守护者的攻击 也正好来到跟前 轰隆隆 天机身上 衣物瞬间被锯力镇成鸡粉 露出完美躯体 长发狂乱舞动 锯锤仿佛撑起一面 看不见的壁垒 介于守护者的攻击 竟是不能再进分喉 天机此时双眼 已经被白光充斥 配上风魔的表情 宛如魔神将士 这就是先帝的真正实力吗 方无明心中震惊莫名 一把衬手的神兵 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战力 成倍提升啊 方无明确信 如果不是有那个锤子 天机不可能 如此从容 接下介于守护者一击 再加上天机体那本 就有暗伤 就在方无明震惊之际 只见天机 早已化作一道白色闪电 直冲介于守护者 我操 这么生猛的吗 都敢直接硬上了 看来那把锤子 给了天机天大的行星啊 接下来 方无明找到一处 还算平整的地面 摊坐骑上 只见远处虚空 时不时有 刺眼的白色光点闪烁 伴随虚空 微微震战 方无明没心情靠近 看战斗情况 就算想去 以自己的飞行速度 估计飞到哪 战斗早都结束了 还是留在此地 恢复一下吧 不知过了多久 又是一股 绚韵质感传来 这次方无明 能清晰感受到一股 愤怒从远处虚空传来 看来 战斗已经结束了 果然 莫过一会 就见一道白色闪电掠来 直接落到方无明跟前 正是天机 天机此时 已经换上新的衣物 头发简单疏于脑海 再次恢复淡然自若姿态 只是其眼底深处 好似还有白色电弧跳动 那是什么东西 方无明起身 开口询问 因为此时天机 右手握着白色巨锤 左手托着一块彩色的 金石 说是金石 也不太准确 更像是金属 而且这块彩色的东西 表面还在不停蠕动 就像是活物 天机嘴角翘起 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应该是那畜生身上 最宝贵的东西了 方无明了然 你打死他了 哼 给他跑了 天机愤愤答道 不过 下次再碰到这些畜生 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天机说着 颠了颠手中巨锤 意思很明显 行了 那锤子你留着吧 两人没停留多久 再次出发 得赶紧追上 无明仙宫 要不然 靠自身飞行 想达到仙界 得把仙帝 活活累死 这次天机的速度 似乎又变快了一些 仿佛体内的暗伤 已经痊愈 方无明倒是没打算管这些 只是有些奇怪 为何天机不把那坨彩色的东西 收入储物界呢 后来天机说了 别看这东西就箩筐那么大 其重量可是很夸张的 强行放入储物界中 很有可能将储物界空间 砸出个大洞来 到时候可就人踩两空了 当然 以防夜长梦多 方无明还是先让天机 把那坨彩色的物体赠予自己 然后再还给天机 交接仪式完毕 没想到 天机直接就拿那坨彩色的物质给人了 方无明见状 也不阻拦 主要是那东西真的太重 简直就是拖着整个世界在飞 不仅速度会越来越慢 灵力消耗也是个大问题 这次与介于守护者的战斗 拖延了不少时间 以无明先攻的速度 怕是已经到达亿万里之外的虚空了 天机带着方无明 全力飞驰 三个月过去 硬是没看到 无明先攻 好在先攻有天机留下的印记 不然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方向搞错了 毕竟这虚空之中 不管那个方向 景色都是相差不多 左右不分 上下难辨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十日 天机终于是眉头紧皱 觉得事情 应该是出了什么岔子 但天机一时间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方无明早在前几天 心中就隐隐觉得不太对劲 方无明在心中默算了一下 之前跟天机踏出先攻 不到几个呼吸 就得飞三天才能赶上先攻 虽然当时跟介域守护者战斗 确实花了一些时间 但也不至于到现在都没看到先攻啊 就算计算上先攻不断增加的速度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跑这么远吧 现在过去这么多时间 先攻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等先攻速度达到一个界限 那天机就永远也不可能追上先攻 不对劲 先攻似乎一下子就达到极远的地方 天机直接停下 不再前行 因为这样的距离 想追上先攻 已经是不可能 刚开始我就感觉有些奇怪 我对自身应急的感应 还是能模糊感应到距离的 之前有一瞬间 我感应到应急的距离 突兀变化了一下 从那之后 我对应急的感应 就变得微弱了许多 天机说完 沉默陷入沉思 心中也是懊悔 当时就应该先弄清楚的 星河界域 万不可掉以轻心 突然一下子变远 方无明呢喃一句 似乎想到了什么 第136章 虚空目的 方无明四下环顾 这片虚空区域 依然能看到不少明亮星辰 也有不少暗淡 半个身子隐匿在黑暗中的星辰 或者奇形怪状的陨石 汇聚成群 天机 你看那边 方无明指向一个方向 天机望过去 眼底符文闪动 不过是平常的 虚空目的罢了 有什么奇怪的吗 天机疑惑 看向方无明 虚空目的 方无明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莫非那里 还有什么生灵的残骸 但是 在方无明看来 那不就是一个黑洞吗 在蓝星时 虽然科学家 能发现黑洞的存在 对于黑洞内部 到底有什么东西 各种猜测 层出不穷 可无人真正进入过 见方无明 呆呆望着虚空目的 天机开口解释 说它是目的 主要是它会自动收取 死于虚空的生灵躯体 其实 不止生灵残骸 它几乎来者不拒 全都会吞进去 一般修士 不会靠近它 曾有修士 进入目的 欲寻机缘 可惜 再也没出来 从此消失无踪 所以 虚空目的 算是星河界域中 绝地之一吧 天机言语间 并不是很忌惮 这所谓的绝地之一 因为敢闯 星河界域的修士 一般都能轻易挣脱 虚空目的的牵引 只要不是误入其核心 应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方无明 算是听明白了 这所谓的虚空目的 不就是蓝星科学家说的黑洞吗 而且 看这样子 天机这家伙 估计也是没进去过 并不知晓 黑洞核心 到底通往哪里 然而方无明 一个喜欢形形色色 玄幻事件的冲浪爱好者 知道不仅民间传说玄幻 科学界也有不少 极具玄幻色彩的猜想 而关于黑洞的猜想 方无明还是很感兴趣的 蓝星科学家猜测 黑洞其实对应一个白洞 物质从黑洞中被吸入 从白洞中喷出 一进一出 就变相实现了时空穿越 仙公 会不会是误闯虚空目的了呢 方无明脱口出 天机眉头一挑 有这种可能吗 可是一路上 这么多虚空目的 两人再度安静下来 目前的形势 已经算是极为恶劣了 现在应该是无法追上仙公了 按照卢老头之前的说法 仙公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好在现在天机 还可以感应到 仙公的大体方位 如果仙公不出 什么太大的意外 能抵达仙界 那天机也能确定 仙界的大概方位 这也算是现在 唯一的好消息了 我们闯一闯虚空目点 如何 方无明突然开口 实在是没其他法子了 天机的寿命 大概率是能横跨星河界域 抵达仙界的 可自己这万把年的寿命 估计就悬了 天机闻言 望向远处的黑暗地带 以天机的目力 依稀还能看到 不少漂浮虚空的碎石 正缓缓坠向虚空目的 天机自然也明白 此时的处境 知道方无明 这是要搏一搏 好 那便闯上一闯 天机手握白色锯锤 带着方无明 直冲前方黑暗地带 随着逐渐靠近 方无明视野内 周围璀璨的星光 逐渐吸少 最后 直接是一片黑暗 只能依靠神识 堪堪探查到周围 数十里范围内的情况 又过了不知多久 也许是几天 也是只是一瞬 天机的速度 不知不觉提升 越来越快 终于 方无明看到前方 突然出现一个 白色小光点 早已分不清方向的两人 只能一直朝着 白色光点快速前进 可是 又不知飞行了多久 那个光点依旧 还是那么远 方无明身上铠甲 被碎石砸得咔咔作响 其上各处防御法阵 一直在全力运转 方无明倒也没感觉到 什么不是 只觉得心底深处 越来越渴望 靠近那个白色小光点 与此同时 无明先公 方无明的小院子里 卢老头 坐在园中石凳上 神情复杂 一旁 还站着凌若双姐妹 还有剑天星等人 按照先公上的时间计算 这都已经过去 大半年了 现在院子里的 除了卢老头 这个圣仙之外 其余人 都已成就人先 卢前辈 宗主他们现在 剑天星率先打破 院子里的安静 这样的问题 凌若双姐妹 跟剑天星不知 已经问过多少次 现在都开始不好意思 问了 卢老头 平时都在先公 各个区域寻查 以防哪处阵法 出了差错 刚开始时 先公内所有人 都被不明能量侵扰 后来 也是卢老头 研究出应对之策 在先公外围 撑起新的隔绝防护罩 先公内众人 这才得以安生 卢老头无奈 摇摇头 并未回答 剑天星知道 应该是还没任何消息 不然卢老头 也不会是这个态度了 凌若双姐妹见状 心中一沉 不过 随即眼底 重燃希望 前辈一定不会出事的 前辈他遇到什么事 都是那么从容淡定 这次也不例外 剑天星轻叹一口气 招呼上众人 离开小园 让卢老头一个人 好生休息 这段时间 卢老头也是忙里忙外的 精力损耗不小 众人走后 卢老头才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个酒葫芦 卢老头看着酒葫芦 心中烦闷 已经很省了 可还是快没了 难道又要经历 一次戒酒的痛苦吗 卢老头拧开葫芦塞子 狠狠吸了一口 赶紧重新赛上 收入储物界 卢老头再次取出一物 正是先公阵盘 这玩意 现在方无名 天机卢老头 人手一个 卢老头灵力 注入阵盘 下一瞬 阵盘投影出一片星河 这是一路下来 卢老头记录的航线图 只见中间很长一段 距离是空白的 盯着星图 卢老头不由自主 马撒起下巴 真是没想到啊 竟然糊里糊涂的 突然来到这片星域 这下好了 不仅不知道 自己从哪来的 还远远偏离了 前往仙界的路线 真是淡疼的紧 好在先公能自动调整航线 因为卢老头 当初改造先公的时候 着重设计了这方面 先公无论身处何地 都能推算出 仙界的大概方位 然后调整航线 也就是说 只要先公不被击毁 理论上 总有一天会达到仙界 不管先公上面 有没有人操控这一切 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 当初为了尽快到达仙界 卢老头 还特意弄了一个加速阵法 先公的前进速度 会不断加快 直到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 当时 完成这个灵光乍现的阵法时 卢老头还沾沾自喜 莫承想 现在倒是成了天机 他们无法返回先公的罪魁祸首 第137章 穿越虚空目的 不知过了多久 方无明瞥见天机的身形 诡异地被拉伸得极长 自己的情况也是差不多 然而身体上并未 传出不适的感觉 方无明知道 这应该只是视觉错觉 哪有人的身体 被拉伸成那样 还没啥感觉的 好在 两人距离前方 白色光点 似乎很近了 快要出去了 天机突然大喝一声 手中白色巨锤 陡然亮起 其上金色 电光闪烁 严阵意待 下一瞬 方无明眼前突然一片白茫茫 连神识也只是 探查到一个纯白的空间 一股奇异的感觉 从方无明心底升起 这个白色空间 虽然视觉上看不出什么奇特 但方无明似乎能感觉得到 这白色空间内 再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 仿佛自身 已经完全融入 这白色空间 莫等方无明心中 疑惑念头升起 眼前白色空间 瞬间收敛 方无明 跟天机的视野 也重新变得正常 竟然真的出来了 天井握锤柄 有些激动 而且此时 依然能感应到 仙宫所在大概方位 方无明 则是仰望远处星空 心中震撼莫名 一片不规则的大陆 横跟星空 在方无明视野下 看不到这片大陆两边 到底延伸到何处 往前看 更无法看到 这片大陆的终点 不过 目前方无明 还看不到任何 生灵存在的痕迹 因为这片大陆的这一端 正在源源不断地 遭受大量物质的轰击 有不可名状之物 有陨石碎片 一眼望去 死气沉沉 方无明猜测 如果身后的白洞不消散 估计前方巨大陆地 是无法孕育出 正常的生命的 至少面对白洞的这一端 是不可能的 原来被虚空墓地 吸进来的东西 都聚集在此处 竟形成一片大陆 天机也终于 将先帝的浩瀚神石覆盖过去 也是觉得新奇 方无明此时的神石 自然无法跟天机相提并论 天机 那片大陆上 有生灵存在吗 方无明随口问了一句 仅仅是好奇而已 就算有什么生灵 也没空去理会他们 天机的神石 似乎还在向前探查 过了好一会儿 天机才摇摇头道 这片大陆太辽阔了 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 在我神石探查之下 再往里一点 就开始 有生命气息存在了 不过仅是一些 毫无灵智的花草树木 依然显得有些荒凉 也许更深处 应该有生灵存在吧 天机已经收回神石 显然也是觉得 此时不应该浪费时间 在这种事情上面 方无明微微点头 表示了然 只见天机眼底 深处符纹再次流转 依然无法清晰 感应到仙宫的距离 天机说完这句 不再开口 而是已经开始物色 附近最近的虚空目的 准备再来一次 方无明见状 觉得有些难办了 这根大海捞针 也差不多了 难道自己下半生 就要在横穿 无数黑洞中度过了吗 但疼 多尝试几次 等我能清晰感应到 仙宫的距离 我们就直接飞过去 天机好似看出 方无明心中所想 顺口说出了 自己心中计划 还别说 这也许就是 目前最靠谱的办法了 聊胜于无 接下来的时间 方无明两人 越来越轻车熟路 已经不知道 穿越了多少黑洞 不过 每次从白洞出来 情况都差不多 唯一有些差别的 可能就是 白洞出口附近的陆地 大小不一 方无明已经懒得去记录 到底穿越了多少个黑洞 还是感应不到 刚从白洞中出来 方无明照例问了一句 天机此时面上 也没了表情 微微摇头 不行 宇宙星空太过浩瀚 这样下去 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方无明叫停天机 示意天机 不必再前往那边的黑洞了 天机并不感到意外 他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 毫无效果 时间久了 甚至会忘记自己 为何要一个劲的冲进 虚空目的 此时 突然被方无明叫停 天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之前 被困十万年的时候 那时候 也是如此的无力 一身先帝修为 无处施展 想到这 天机紧握手中 白色巨锤 金色电弧 更胜几分 停下来思考 看到天机这副 隐忍不发的模样 方无明 突然想起来了 这家伙之前是怎么脱困的呢 难道是他主人有什么秘法神通 天机 你们之前是怎么从星河界域返回仙界的 方无明赶紧发问 生怕下一秒自己就会再次被周围的死寂 重新夺走思考的能力 哎 当时我们误入仙界一处决殿 那决地深处 有一条虚空裂缝 当时我们踏入虚空裂缝 就直接来到星河 界域深处 天机逐渐回想起来 当时一道星河界域 因为是核心地带的原因 周围无数强大道可怕的生灵环伺 不用脑子想 都知道那里是那些生灵的栖息地 之后就被稀里糊涂一片巨大黑暗笼罩而来 刚开始 天机还不知道自己是被某种生灵给吞了 后来通过种种迹象 才逐渐确定了被一口吞掉的事实 当时我们足足寻找了十万年 终于机缘巧合之下 正好碰上那强大生灵张嘴进食 我们趁机冲了出来 好巧不巧的 不远处就是我们十万年前 进入星河界域时的那道虚空裂缝 天机说到此处 戛然而止 显然是不想在此时此地 回想起当初的种种 方无明也不追问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天机他们之前 进入星河界域是偶然 出去也是偶然 这都特么什么狗屎运啊 虚空裂缝 之前就听天机说过 当一个修士的力量 超越一个极限的时候 随手一挥就能破开虚空 无视空间距离 越强者 开辟的虚空通道 所跨越的距离越远 当然 这也得分地方 如果是下界 那大乘修士 随便破开虚空 如果是在仙界 那大乘修士 连玉空飞行都做不到 因为仙界的空间 极为稳定 星河界域内的虚空 就更不用说了 天机这个先帝 也束手无策 根本无法破开虚空 只能老老实实飞行 虽然现在知道 星河界域中 有一处 直接通往仙界的虚空裂缝 但现在 显然也不可能 去找到那道虚空裂缝 那就只剩一个办法了 如果这个最后的办法 都不奏效 方无明 已经打算 在虚空中找一片大陆 以养天年算了 第138章 轰碎虚空 亿万里 眨眼智 你有信心 破开此地虚空吗 方无明突然开口 目光落到天机手中 白色巨锤 天机一致 不知方无明 此话何意 要是此地的虚空 那么好破开 那也不用 大费周章的改造 无明仙宫了 直接破开虚空 仙界不再遥远 但下一瞬 天机就想到了什么 瞳孔一缩 紧接着 心中抑制不住 亢奋起来 你是说 不错 我们得先制造一把绝世神病 方无明一抬手 手上顿时出现一个黑色小箱子 到了这个时候 天机怎么可能还不知道方无明的意思 心中越发坚定 方无明就是那个能改变一切的男人 方无明天机 两人对视一眼 双双郑重点头 方无明抛出黑色小箱子 天机则是紧握白色巨锤 挥舞一圈 猛砸向黑色小箱子 方无明 只见附近虚空瞬间荡漾起波纹 宛如一颗石头 落入平静水面 方无明心中一景 只见天机握锤的双手 衣袖炸裂 天机双臂上 顿时爬满白色裂纹 该不会是锯锤 无法承受第二块大刀碎片的能量吧 该死 那岂不是计划泡汤 难道真的 要在这深空中等死吗 下一瞬 天机上身衣物 同样被震碎 飘荡在附近虚空之中 只见天机双眼 迸发纯白色光芒 咬紧牙关 额头青筋如动 长发飘散脑厚 再来 还不够 天机突然大喝一声 装若风魔 方无明自然看得出 天机此时状态不太好 可此时也别无他法 也只能尊重天机的选择 方无明意念一动 一个黑色小箱子再次出现 这次天机等方无明 躲到一颗巨大星辰后方 这才再次挥舞白色锯锤 一锤下去 天机双臂上的白色裂纹 更加明显 还不够 又是一个黑色小箱子浮现 再挥一锤 白色锯锤 美容和一次大道碎片 其威势成倍数增长 方无明身前的巨大星辰 早已千疮百孔 摇摇欲坠 眼看就要崩碎 此时方无明已经丢出 八个黑色小盒子 天机 不行就别勉强了 方无明赶紧出言阻止 生怕天机已经丧失理智 此时天机手中锯锤周围 已经隐隐能听到空间颤鸣 方无明猜测 现在的白色锯锤 已经足以撕裂此地虚空 只见天机微微摇头 再来 久久归一 见状 方无明也只能一咬牙 再甩出一个黑色小箱子 天机再次挥舞锯锤 身周空间震动不已 方无明不自觉咽了一口唾沫 感觉这一锤下去 要么脱离困境 要么生死盗销 没等方无明 再产生其他念头 一瞬间 刺眼白光充斥这片空间 方无明身前巨大星辰 再也支撑不住 在方无明眼前哀鸣解铁 紧接着 一股巨力迎面来 方无明如断线风筝般 倒非不知多远 最终狠狠砸向一颗星辰 这才停下 等方无明再次睁开眼 前方虚空之中 天机上身 依然布满白色裂纹 强烈的白光 从裂纹中喷布而出 双眼迸射出白色雷电 一头墨色长发 此时已经变为一缕缕白光飘舞 乍一看 宛如一尊白色魔神 方无明目光 落到天机手中白色锯锤之上 此时 锯锤形态 已经发生极大改变 锤身变布不规则的白色裂纹 锤头变大 锤柄变长 神兵威势尽险 成功了 方无明现在不太确定 天机是否还是清醒的 并未靠近过去 直到方无明 瞟了一眼天机嘴角 微微上扬 怎么样 方无明赶紧来到天机身边 急切开口询问 嘿嘿 从今往后 无翼锤之蝶 天机此时 心情也是舒爽 全身充满用不完的力量 紧接着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身新的衣物 只是这次 天机双臂上 多了一套护臂装备 将双手裹得岩石 脸上也多了一张 印满桃花的面具 至于一头唇白长发 天机倒是很满意 方无明也不想此时嘘寒问暖 强行煽情啥的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心理清楚就好 不用方无明催促 天机缓缓闭眼 稍稍感应了一下 无明先攻方位 下一瞬 猛然睁眼 白色巨锤 砸向前方虚空 方无明只见前方虚空 似一面镜子般碎裂开来 附近虚空一下子变得绚丽 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嘿嘿 第一次用锤子开路 不熟练 以后尽量弄漂亮点 天机心情显然不错 打气一句 身上散发凌厉 包裹方无明 两人身影直接没入前方虚空裂缝之中 下一瞬 裂缝闭合 这片虚空再次恢复永恒寂静 与此同时 星河介于某处 虚空突然破开 像是被什么东西暴力砸开 方无明跟天机两人 从裂缝中踏出 天机立即感应先攻位置 随后满一点头 不错 一锤子下去 跨越的距离还挺远 方无明也是松了一口气 现在 虽然不知道 无明先攻确切的空间坐标 但只要一直往先攻的方向前进 一定可以追上先攻 因为现在两人的速度 比先攻快了不知多少倍 亿万里距离 眨眼极致 没浪费时间 天机再次挥锤砸下 果然 这次就熟练多了 方无明再也看不到 宛如镜面碎裂的奇观 再后来 直接就是一道整齐的小口子 周围虚空 也不见任何波动 不愧是先帝 对于力量的掌握 简直绝妙 无明先攻内 现在已经基本上全约人先进 宗主不在的消息 被凌若双剑天心等高层封锁 宗门内 目前还算是一派祥和 所有人一门心思修炼 境界提升太快 需要赶紧修炼合适的功法 不然 战力也提升不了多少 如老头 依然是每日来一趟方无明小院 真期待哪天一推开门 就见到那两个家伙 再拔酒烟欢 顺便还叫上自己一起 可惜了 又过去几个月 方无明天机二人 依旧不见踪影 先攻速度 已经快要达到一个界限 到时候 修饰肉眼 就无法看到先攻 再过半个月 就连神石 也无法捕捉到先攻 哎 麻烦了呀 卢老头接了几个月的酒 现在看起来 倒是略显沧桑 最多半个月时间 如果那两个家伙 还没能赶回来 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想着想着 卢老头突然摇摇头 难道真要提前减速 但如此一来 先攻在经过 星河界域深处时 就没有足够的速度 来躲避那里的强大生灵 况且 就算减速 也还不知道 方无明他们 能不能顺利找到先攻 第139章 重返先攻 微难除 时间又过去几天 再过五天左右 无明先攻 就要达到一个极限速度 全速驶向先见 卢老头思量再三 还是觉得 将此事跟无明宗高层说明 主要也就是 凌若霜姐妹 跟剑天心这些人 由他们来决定 是否要暂时减速 等待方无明 两人寻来 之后再想办法加速 安全横跨星河界域 到达先见 凌若霜姐妹 自不必多说 百分百支持减速 找个地方 先休养一番 剑天心 米华等人 也是没有犹豫 就赞同了凌若霜 两姐妹的决定 接下来两天时间 整个无明宗内 都知晓了目前的情况 毕竟 只包不住火 无明宗中高层 还是决定 将此事公布 令人意外的是 宗内90%以上的人 都支持高层的决定 还有一小部分人 选择沉默 不支持也不表态 毕竟要是此时减速 那后面 要面对的危险 就要大得多 虽都是人先进减 但在这星河界域之内 依旧如蝼蚁 落单 或者碰上其他生灵 那就是一个死 不过 这些不表态的人 在听了逍遥子 简单讲述了 仙界的情况之后 纷纷表示 一定要等宗主 下界来的人 先进修士 再先进 简直狗不如 毕竟没人会动不动 随手杀一条路过的野狗 可下界来的人先修士 那可就不一定了 这还只是性命之忧 千辛万苦 保全性命之后 还得无所不用其极 去赚取资源 而且 大概率是无法赚取到 突破到真仙境的资源的 最终 无名先公 决定开始减速 因为要尽可能 离星河界域深处 更远一些 卢老头不惜资源耗费 迫使先公快速减速 直到停止前进 期间也就花了几天时间而已 这一番操作下来 无名先公 是彻底没了后路 没有方无名来补充资源 根本无法到达先见 除非能在附近新域找到资源 正好 无名先公所在不远处 就是一片巨大陆地 初步探查之下 应该是有生灵存在的 就由我带领万人 先去探明情况吧 方无名小院内 见天心主动请鹰 越要去不远处大陆查探一番 至于无名先公 那自然是保持战争形态 在后方接应 以免有什么强大的生灵突然袭来 之前就是一不小心 被那头介于守护者靠得如此之劲 无名先公上的武器系统 基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只能尽量逃顿 师尊 还是我们去吧 先公内还需要有人作证 凌若霜两姐妹开口请求 见天心微微摇头 露出不容置疑的神色 开玩笑 可不能让这两个小逆子涉险 到时候宗主回来 可不好交代 这时 卢老头反而是一脸狐疑 似乎碰到了什么 不太敢确定的事 卢前辈 怎么了 见天心试探问道 卢老头眉头皱起 一个劲妈撒下巴 不知道的 还以为酒瘾又犯了呢 过了好一会儿 卢老头才开口 那片大路 似乎有些蹊跷 众人惊疑 有蹊跷 现在先公被卢老头 加装了好几层防护法阵 先公内众人 已经感受不到外界的情况 即使现在先公速度如此之慢 只有卢老头一人 可以感应到外部大概情况 那片大路 好像是活的 卢老头不确定 开口解释道 众人更加叉眼 从投影内的画面来看 那里怎么看 都像是一片 由无数游离于虚空的陨石碎块组合而成的 虽然现在虚空游离的陨石 此时一眼望去 很是稀少 几乎看不到 但亿万年时间 积少成多 也不是什么太过奇怪的事 众人目光落在卢老头身上 不再一开 卢老头一下子也犯难 这星河界域内的生灵 其气息跟外界修饰很是不同 就拿之前那头介遇守护者来说 当时卢老头可是一点没感应到对方的到来 只是当时心底深处 有一股心迹 像是遇到强大生灵时 发自内心的心迹 而现在 面对不远处那片大路 卢老头也是心底烦躁 这才出言 阻止见天星带人去探查 不能眼看着这些人去送死啊 哎 这样吧 先打一泡试试 卢老头终于开口 显然也不是很肯定 那片大路一定有问题 众人文言 皆是点头同意 除了卢老头言之有理之外 现在先攻内 也就卢老头有最大话语权 说干就干 卢老头调整先攻方向 现在 先攻靠近那片大路的那一面 直径十几里宽的炮口 正缓缓汇聚金色能量 与此同时 卢老头时刻准备 立即将先攻 以最快速度驶离此地 当然 要是一炮下去 没反应 那也不用跑路了 哇 一道粗大的金色光束 直击对面那片陆地 顿时 先攻内众人 只见那片大路 似乎一阵 紧接着 无数碎石被崩碎 弹飞入深空 等烟尘消散 众人皆是 倒吸一口凉气 如此大的阵仗 还以为 至少能将那片大路 轰掉一脚 结果 就掉了几块 最外围的碎石而已 而且 刚刚所有人都能清晰看到 那整片大路 都阵战了一下 现在想想 那明显 是被惊醒了 卢老头二话不说 早已操控仙宫阵盘 不计消耗 赶紧操控仙宫跑路再说 轰隆隆 无名仙宫内众人 只觉脚下地面一阵 不好 卢老头大喝一声 身形瞬间消失不见 应该是去仙宫核心出 坐镇去了 院子里众人 只见投影画面内 那片陆地不知何时 早已从中 裂开一个巨大裂缝 远远看去 似是一张深渊巨口 与此同时 从巨口中 传出极为强悍的犀利 仙宫周围 漂浮着的细小碎石 纷纷快速 朝巨口飞去 见天心众人 终于隐隐猜测到 为何那片陆地周围 没什么星辰漂浮 想必也是被那张巨口出 全数吸了进去 更让众人感到 头皮发麻的是 现在的仙宫 竟也是缓缓 朝那张巨口靠近 但 都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巨口 越来越近 就在众人心生 绝望之际 只见仙宫前方的 虚空某处 有些异样 紧接着 那处虚空 被整齐撕裂 两道熟悉的身影 从中踏出 是前辈他们回来了 宗主 仙宫那众人 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 兴奋无比 不知为何 总感觉宗主出马 一切困难 都将迎刃而解 第140章 先帝傀儡 提上日程 方无明两人 刚从虚空裂缝中踏出 就看到左边 是一道黑暗深渊 强大犀利 从深渊中传出 右边是急速 坠向深渊的 无明仙宫 方无明两人 怎么还不知道 此时的情况 天机冷哼一声 手中锯锤挥动 化作白色闪电 转瞬间来到 那片大陆上方 一锤狠狠砸下 众人只见一道 惊天白色光柱 直接贯穿 整片大陆 大陆上那张巨口 还没来得及闭合 整片大陆早已分崩离析 自从白色 锯锤融了 九个大道碎片 这还是方无明 第一次见到天机 全力出手 这位是 怎么感觉 都已经超越了 先帝境了 要是之前碰到 介遇守护者时 天机能有这样的力量 那根本就不会 有这么多神 如此庞大强悍的生灵 一击毙命 方无明现在 只想赶紧到达先见 领取先帝修为 到时候 自己也试着弄一把神兵 以后就真的横着走了 方无明 歪歪念头满天飞之际 天机早已回到 方无明身旁 那又是什么东西 方无明回过神来 开口问道 天机颠了颠手里 人头大小的圆球 不知道 只是感觉 这东西 应该就是那头畜生的精华所在 方无明点点头 稍稍打量了一下 圆球呈灰色 像是石头 又像是骨头 算了 先回先宫吧 到时候给卢老头看看 两人回到先宫 自然少不了 汉天的欢呼声 人人都知道是宗主 再次拯救了所有人 也见识到了宗主的手段 无明宗 果真的深不可测啊 方无明向征信 给众人灌了两碗鸡汤 就赶紧回到自己小院内 经过林若霜姐妹 跟剑天星几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解释 方无明才知道目前的情况 难怪之前天机 感应到先宫 位置改变的速度 突然变缓 当时 两人就猜测到 先宫可能是主动减速 或是碰到什么大敌 不得不减速 还好 两人赶到时 一切还没糟糕透顶 现在只需再补充能量 一切照旧 航线不变 只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以先宫现在的速度 在经过星河界域核心的时候 有点难办 不知道现在以天机的实力 是否有把握 安全横渡星河界域 宗主回归 无明先宫 再次恢复暴风雨前夕的平静 又过去了几天 方无明院外 传来沉重急促的脚步声 不用想 肯定是卢老头 又来讨酒喝了 嘿嘿 都在呢 卢老头一进院子 见方无明跟天机坐在院子里 拾桌旁饮酒 卢老头很是熟练落座 因为卢老头 几乎每天都会来一趟 方无明已经养成了 每次喝酒 都会给卢老头 提前准备好酒杯的习惯 卢老头端起酒杯 一口饮尽 这才舔了舔嘴唇 嘿嘿 不错不错 对了 现在先宫的各处法阵 都已经加固了 要是再碰上那头介遇守护者 起码不至于只能被动挨打了 卢老头显然是很满意 自己这几天的成果 又给自己倒满一杯 方无明满一点头 本想说 估计以后都难以碰到 那头介遇守护者了 没个几万年 那家伙恢复不了 既然忙完了 那就赶紧开始 弄先帝傀儡吧 方无明直入主题 免得等下卢老头喝高了 同时 方无明一甩手 半空立刻出现一团彩色物质 还有一颗灰色圆球 你看看 这两样东西够用不 卢老头望向那两样东西 神色精彩 先是精仪 再是惊讶 最后狂写 这 够了 绝对够用 卢老头赶紧将那坨彩色物质 招入手中 入手沉重无比 只见卢老头连连点头 爱不是手 不等方无明开口 卢老头已经拿走两样东西 还顺走了两葫芦酒 马不停蹄 返回自己的炼气室 开稿 方无明天机两人 已经见怪不怪 这卢老头就这样 除了炼气跟喝酒 也就没其他事了 天机 你这副躯体 方无明欲言又止 天机无奈摇头 摘下面具 天机脸上的白色裂纹 更大更多了 果然 先帝之躯 还是难以承载 大道的力量吗 这还是有那把锤子 吸收大部分 大道碎片力量的情况下 天机这副躯体 依然受到了不可逆的伤害 无妨 反正这家伙 也早就陨落了 天机淡淡说道 重新戴上那个硬满桃花的面具 话虽这么说 但是 固有最终 连个全尸都留不住 想必此时天机心里也是难受吧 等到了仙剑 肯定有能助你恢复的质保 放心吧 到了仙剑 搁罩着你 天机闻言 笑着微微点头 哎 喝酒 接下来 尽量不让天机出手了 不然 还没等到仙剑 估计这副躯体 就已经溃散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 方无名才赶紧催促卢老头 尽快完成仙帝傀儡 以现在的速度 再过几年 仙宫就要到达星河界域核心 到时候 各种不可名状之物 纷纷涌现 肯定免不了大开杀剑 修行无岁月 转眼三年过去 仙宫内众人 境界都已经到达人仙境 期间 无名仙宫众人 经历大大小小战争 不下十次 跟巨型生灵交战的次数 倒不是最多的 大多数巨型生灵 都只是远远望向无名仙宫 似乎并不是很感兴趣 反而是一些体型相对来说 没那么大的生灵 这些生灵奇形怪状 在方无名看来 有些像是各种昆虫 随意拼凑而成 密密麻麻 将无名仙宫周围虚空 堵了个严严实实 好在仙宫的战争状态 也不是谁都可以招惹的 虽然每次仙宫都能化险为夷 但还是损耗了一些有生力量 方无名也没办法 现在的天机 能不出手 尽量不出手 只能让这些修士出手了 而战斗 总会有死人的时候 无可厚非 不可避免 方无名站在自己院子里 覆手而立 遥望远方 轰隆隆 突然 仙宫地面微微震战 来 灌注能量 如老头急切传音 方无名一致 随后心中大喜 看来仙帝傀儡有着落了 第141章 仙界第一炼器大师 果然名不虚传 等方无名来到卢老头炼器室时 天机早已在此协助卢老头 天机跟卢老头 站在一个人形傀儡跟前 连连点头 来 搞点极品灵脉 对了 再弄个大道碎片 作为仙帝傀儡能量核心 卢老头见方无名踏入炼器室 很是理所当然开口 好吧 显然卢老头已经知道大道碎片的事了 方无名走近 终于看清这个所谓的仙帝傀儡 这卢老头 干嘛要做的跟我一模一样 方无名无奈开口 看着另外一个自己 感觉怪怪的 嘿嘿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方无名无奈摇头 这具傀儡的主材料 应该就是那头 从介遇守护者那里得到的彩色物质 因为 傀儡皮肤表面之下 隐隐有色彩流转 方无名还注意到 卢老头手里拿着那个灰色的圆球物体 只不过 现在灰色圆球之上 密密麻麻的细小符纹 要不是方无名有了修为 估计难以看清 这些灰色复杂的符纹 接下来 卢老头取出大道碎片 在天机的协助之下 将大道碎片 强行塞入那颗爬满符纹的灰色圆球之内 圆球之上 符纹顿时亮起 在卢老头跟天机忐忑的神情下 圆球终于是恢复了平静 见状 卢老头长出一口气 显然也是提心吊胆 卢老头没有犹豫 直接将装有大道碎片的圆球 拍入先帝傀儡腹部 哦 原本如死物般的先帝傀儡 身上气势陡然爆发 此时 方无名只感觉 这具傀儡似乎活了过来 再也不是单纯的死物 哈哈 成了 真是没想到啊 卢老头开怀大笑 方无名面色古怪 啥叫没想到 好吧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天机也是饶有兴致 围着先帝傀儡打亮了两圈 摸着下巴 微微点头 过了好一会儿 卢老头终于从喜悦中缓过进来 现在 只需注入极品灵脉即可 嘿嘿 这傀儡跟活人差不多 只需第一次注入百万条左右的极品灵脉 就可以启动傀儡 接下来 就再也不用注入能量了 傀儡也会自动吸收外界灵气入体 也就是跟正常修饰一样 可以自动恢复灵力 怎么样 老头子我这一手 够厉害吧 卢老头依旧得意洋洋 不得不说 卢老头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这跟直接创造一个生命 也相差无几了 仙界第一练器大师 果然名不虚传 接下来 在卢老头指引下 方无名神识 在傀儡一处核心阵法上 打下印记 煞时间 方无名就感觉自己 能完全操控眼前的傀儡 取得操控权之后 方无名这才连续将上百万条极品灵脉 灌入傀儡体内 傀儡吸收灵气的速度 也是快到令人瞠目结舌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灵气灌注完毕 哄 傀儡身上一股灵力迸发 身上粉尘碎屑 尽数被震散 傀儡双眼缓缓睁开 显露出金色瞳孔 一脸的茫然 方无名第一眼看去 一身鸡皮疙瘩 这特么也太像真人了 主要是还跟自己一模一样 分毫不差 想到这 方无名下意识目光下移 不能够连那地方都跟自己一样吧 不对 卢老头咋对自己的身体这么了解 方无名顿时菊花一锦 下次再也不能喝得烂醉了 妾 想什么没事呢 这具傀儡 只是外貌按照你的外貌来制作而已 嗨嗨 那现在这具傀儡 就是我的了吧 方无名赶紧插开话题 见卢老头不开口 方无名心中了然 一甩手 上百个酒葫芦 凭空出现 卢老头顿时两眼发光 赶紧收走所有酒葫芦 生怕方无名又耍什么幺蛾子 收了酒葫芦 卢老头 竟然就这么跑去一边喝酒了 这售后服务不太行啊 方无名笑着微微摇头 不再理会那边的卢老头 拜见主人 先帝傀儡很是恭敬的 朝方无名身身毅力 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 尊方无名为主人 方无名满一点点头 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先带回去 好好打造一下这先帝傀儡 各种珍宝 字不必多说 全都必须给安排上 同时 方无名脑海中 也搜索出先帝傀儡的基本信息 傀儡 先帝静 方无名正要返回自己小院 突然想起什么 天机 要不要 方无名话刚收到一半 就被天机抬手制止 不必多言 我自有分寸 故有身躯 我一定会想办法恢复的 见天机如此决绝 方无名也不再多言 本想让天机 重新换上一具先帝身躯 因为这灵天先帝的躯体 原本也是天机捡来的 虽说灵天先帝的躯体 旧伤已经借助 大到碎片的力量痊愈 但同时 这股强大力量 也带来了巨大损伤 方无名回到自己小院内 天机自然也跟了过来 方无名也不必会 抬手一挥 一具一模一样的先帝傀儡 顿时出现 同时出现的 还有两把巨锤 天机 你觉得这两具傀儡的身体强度 跟你这副身体比起来 如何 天机文言 略微思索 灵天先帝 一声痴迷剑道 肉身的修炼 倒是不怎么上心 方无名了然 天机这是在说 灵天先帝的肉身强度 应该是不如这两具傀儡的 既然如此 那方无名就知道 该怎么做了 只见方无名又弄出二十个 黑色小盒子 正是大刀碎片 两具傀儡对视一眼 默不作声 各拿上十个小盒子 身形一阵扭曲 直接离开仙宫 来到仙宫外的虚空之中 两具傀儡目送仙宫 迅速消失在视野之内 没有丝毫犹豫 挥动锯锤变砸 黑色小盒子顿时炸裂 紧接着刺眼白光闪烁 方无名在自己小院内 盯着投影 心中满意 果然不出所料 先帝修为 都可以使用锯锤 跟大刀碎片 来提升战力 至于能提升多少 目前看来 主要是跟傀儡的身体强度有关 身体强度越大 能承受的大刀碎片 就越多 战力自然也越是逆天 过了不到半个时辰 那两具 先帝傀儡距离仙宫太远 已经超过仙宫探测 法阵作用范围 方无名眼前 投影逐渐模糊 看来 融合石块大刀碎片 应该还能承受 不至于会对自身 造成什么损伤 天机文言 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 不得不承认 傀儡的强度 真的要更强一些 第142章 十万先帝护航 方无名自然不可能 仅仅弄两具先帝傀儡 接下来几个时辰 方无名又陆续放出 近十万个先帝傀儡 这是一股怎样的力量 最主要的是 每具傀儡 都是手持白色巨锤 战力隐隐超越了先帝境 为了让这些傀儡 在吸收大刀碎片时 不至于对先公 造成什么影响 方无名都是选择 让这些先帝傀儡 在外面虚空中 吸收大刀碎片 方无名也不担心 这些傀儡走丢 因为这些傀儡 能感应到 方无名的大改方位 而且 拥有融合了 十块大刀碎片的 白色巨锤 破开这星河界域的虚空 那都是小意思 不费吹灰之力 即可返回先公 后面 方无名索性就让那些 已经成功融合 现在的无名仙宫 简直就是整个 星河界域最安全的地方 十万仙帝护航 什么耻美王俩 统统干碎 到了后面 甚至一些路过的巨型生灵 都免不了挨一顿胖揍 更不用说那些 小体型弱小生灵了 要么缴歇投降 要么举足跑路 这期间 方无名也不忘记 尽量搜集一些珍稀材料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方无名小院内 卢老头 材料已经收集好了 接下来 就看你表演了 卢老头文言 脸色顿时僵住了 都怪之前喝高了 乱许诺 说要给方无名 打造一套仙帝气 糟老醉了 手里的桃仙酿 有那么一顺 它不香了 嘿嘿 不用这么着急吧 嗯 要不 你去跟外面的仙帝傀儡 练练 方无名一脸坏笑 哼 按照日子计算 应该快要进入 星河界域核心地带了 你俩 还是先消停点吧 天机笑着打圆场 对对对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母牛快要下载了 我先回去看看 卢老头一溜烟没了影 又顺走一个酒葫芦 方无名无奈 笑着摇摇头 让你跑 有你求我的时候 天机 星河界域核心 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真的如此凶险 这段时间以来 无名仙公稳得一批 虽说也陆续碰到一些意外 但 面对十万仙帝傀儡 一切问题都是小问题 自然的 无名宗内的修士 也再没人陨落 按照天机原本的估计 这百万修士 起码得陨落大半 这下子 算是让这帮小崽子们赚到了 一路安稳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记得星河界域核心 应该有超越仙帝的存在 不是很确定 天机若有所思 顿了顿 继续道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当初我跟我主人 误入一处决定 其实 当时我们是去寻找 突破仙帝之上的机缘 所以 我们当时踏入虚空裂缝 可以说 并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进入 方无名来了兴趣 眉头微微皱起 天机继续道 不错 当时我们感知到 虚空裂缝内 传出超越仙帝境的气息 所以 当我们踏入虚空裂缝后 并不敢胡乱跑动 结果 就中招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脑子里就只剩一件事 那就是逃回仙剑 当时的我们 还不够资格去窥探 先帝之上的境界 方无名了然 微微点头 先帝之上的境界 荒谷时期 传说级别的存在 如果星河界域核心 真的有这样的存在 那岂不是 方无名下意识 妈撒下巴 知道横跨星河界域难 没想到会这么难 方无名甚至觉得 那个疑似超越 先帝的存在 就是 专门阻拦那些 试探横跨星河界域之人 比如自己 看来十万先帝 还不是百分百安全啊 超越先帝的存在 太过恐怖 一不小心 整个无名先公 瞬间可能就都没了 方无名 瞟了天机一眼 好吧 显然天机也没什么 稳妥的办法 也是一脸愁容 你们当时感应到 那个超越先帝的存在 说明他也感应到你们了 天机自然听出 方无名的意思 不错 那个超越先帝的存在 并不会主动出手 但也不确定 他什么时候会出手 见天机微微点头 方无名知道自己猜测正确 方无名正想继续开口 突然眉毛一挑 下一瞬 院内空间一阵波动 紧接着 一个先帝傀儡 突兀出现 禀告主人 发现了新的生灵 方无名了然 之前就交代过 发现新的奇异生灵 需要来汇报 主要还是为了收集新的珍惜材料 不过 之前也说过了 直接取得材料拿来即可 为何这傀儡 两手空空 主人 这次碰到的 是一种能顿入虚空的生灵 体型跟修士差不多大 群居 目测我们遇到的这群 应该有上千只 不过 这些生灵 很是难以捕捉 方无名了然 星河界域内虚空极为稳固 这些先帝傀儡 虽然可以借助手中锯锤 破开虚空 但要想封锁虚空 那就得费一番功夫了 不封锁虚空 想要捕捉到那些生灵 简直不可能 方无名心中私存一番 正要开口 一旁的天机倒是先开口 根据他的描述 这种生灵 应该是是空兽 我曾在仙界听过一些传闻 据传 远古时期 第一位空间盗族陨落之后 便有着是空兽诞生 本来 一位盗族陨落 也不值得成为千古传说 但 从那之后 仙界的远距离传送法阵 竟都纷纷失灵 世间的空间法则 似乎不再完整 后面 无数仙界大能研究之下 发现这是空兽额头的水晶 可以补全这残缺的空间法则 从那以后 每个远距离传送法阵 都需要至少一个是空兽水晶 后面不用说 这种生灵被猎杀到绝种了 嗨嗨 传闻罢了 我也不是很确定 估计杜赚的成分不低 我去 说这么多 你不确定 那你还记得 上古时期 仙界人是怎么捕捉是空兽的 方无明耐着性子开口问道 嗯 好像是配置了某种迷魂药粉 这种药粉 很是吸引式空兽 并且能将其麻痹 有配方 果然 天机无奈摇头 嗨 真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不过这是空兽的出现 倒是让方无明想到了一个点子 一个大概率可以安全横跨 星河界域核心地带的点子 第143章 都开挂了 还能受这鸟窃 老子要开战 卢老头听说了是空兽的消息 很是激动 是空兽可不多见啊 其额头上的水晶 是卢老头 寄予已久之物 有了这水晶 卢老头很多想法 都不再只是空想 这几天 卢老头也不怕方无明 趁机让他干活了 一直待在方无明小院内 主要是方无明说 准备集中力量 弄一头是空兽玩玩 怎么样 有什么动静了吗 卢老头忍不住开口问道 喝酒的速度都降了好多 放心吧 五万先帝齐齐出手 这要是还搞不定一个畜生 以后还怎么混 方无明一脸淡然 仰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 很是悠闲 卢老头闻言 木然点点头 似乎还是放不下心 那五万先帝傀儡 都已经追赶 那群是空兽这么久了 真的没问题吗 这要跟丢了 卢老头晃了晃脑袋 逼自己不再去想这事 突然 躺椅上的方无明 双眼睁开 起身 卢老头顿时一扫颓然 看这样子 来消息了 果然 院子一处 空间被直接破开 一具戴着面具的先帝傀儡 一步踏出 主要是方无明每次看到一个 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家伙 心里怪怪的 索性让这些傀儡 戴上面具算了 主人 已经成功取得 一枚是空兽水晶 以全员撤回 方无明脸上 也终于浮现激动神色 满一点点头 接过傀儡双手 呈上的透明水晶 方无明赶紧在脑海中搜寻 洗提新材料 方无明随手 将手中水晶一丢 卢老头双眼发光 赶紧接住 如获至宝 急急忙忙离开小院 方无明现在 也没心情跟上去看看 这卢老头 要研究什么东西 反正到时候 研究出啥好东西 还不是一壶酒的事 现在 还是先准备一下 尽快抵达先见 现在时机差不多了 开始行动吧 方无明一声令下 先帝傀儡 恭敬退下 方无明打算 让这些先帝傀儡 强行轰破虚空 直接快速跨越星河 介于核心地带 方无明计算过 一万手持巨锤的先帝傀儡 即可轰破一片虚空 足以让无明先公通行 十万先帝傀儡 那就是 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无明先公 连续跨越虚空十次 方无明本想再弄点先帝傀儡 但天际估算 十次虚空跳跃 是最为稳妥的 不然动静太大 反而会招来横祸 如果没估算错的话 按照这个方法前行 半个月 就能抵达核心区域 天际突然开口 方无明微微点头 之前天际手中 锯锤指融合了 九块大道碎片 但现在 这些先帝傀儡 足足融合了十块 开凿出来的虚空隧道 跨越距离更加遥远 原本可能需要 几百年的路程 现在 只需半个月即可 方无明小院内 方无明跟天际两人 盯着投影画面 画面中 一万先帝傀儡 齐齐出手 先攻前方 大片虚空直接坍塌 这样巨大的虚空裂口 恢复的速度极快 所以需要那一万 先帝傀儡继续维持 与此同时 九万先帝傀儡 纷纷冲进虚空裂缝之中 以此类推 不到十个呼吸的时间 十个虚空通道 已经连贯形成 天际剑时机已到 赶紧操控先攻 直接冲入前方 虚空裂缝之中 等先攻 完全进入虚空裂缝之内 裂缝外的一万先帝傀儡 也是迅速跟上 直接冲到最前面 再去轰开新的通道 就这样 十万先帝傀儡 不间断开辟通道 无明先攻美 通过一个虚空裂缝 就会有新的通道 被轰开 一切有条不紊 进行着 转眼已过去二十多天 虽然每个虚空通道 都尽可能地紧爱相连 但始终需要 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是这些短短的距离 给方无明提供了 周围 星河介域的环境信息 这段时间 周围虚空里 各种各样生灵 明显更多了 不过这些生灵 似乎都是群居 见到一闪而适的无明先攻 也不是太感兴趣 只是远远瞟了一眼 又继续遨游虚空 后来 方无明逐渐了解 星河介域的生态构成 之前在最外围碰到的那些生物 一般都是独行侠 或者数量不多的族群 并不是他们喜欢到外围瞎逛 其实外围的环境 对于这些生灵来说 是极为贫乏的 但奈何实力不足 无法在核心地带 斩获自己的领地 也只能到外围捡一捡 垃圾过活了 而能生活在 靠近核心地带的生灵 基本都是个体极为强悍的 或者族群数量庞大 且繁衍能力极强的种群 而往往这些家伙的 领地意识都很强 所以 方无明也是尽量选择 在这些生灵族群领地的边缘 轰开隧道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 不必要的战斗 虽然航行经验 每天都在增长 但此时 方无明院内 紧盯着投影画面的方无明 跟天机皆是面色凝重 沉默不语 因为 根据天机的记忆 现在已经算是踏入星河 介于核心地带了 突然 方无明眼睛瞪大 显然 是通过跟先帝傀儡的联系 感应到了什么 天机急忙开口 心头一紧 真是怕傻来傻 最前方的傀儡 遭到袭击了 方无明沉声道 天机闻言 赶紧掏出先公阵盘 由于现在先公的速度 不是太快 天机一操作 先公立刻停下 做完这一切 天机才开口 现在如何了 那一万先帝傀儡 都失去联系了 方无明摇摇头 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说 也是一万名先帝啊 一瞬间 就全都失去联系 实在是让方无明 一下子难以接受 前方 有大恐怖啊 会不会是被吞掉了 天机一下子响起 自己的亲身经历 方无明闻言 摇摇头 也不是很确定 现在无明先公 所在区域 可不能长期待着 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大群 不可名状的生灵靠近 到时候 免不了一场血战 真是操胆 难道真的 就跨不过去这道坎了吗 一路走来 各种艰难险阻 提心吊胆 到最后 还是他们出事了 真是他们受够了 啪的一声 方无明拍案而起 老子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赶拦老子去路 你 你想干什么 天机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也是赶紧起身询问 我要开战 天机一愣 开战 难道方无明不知道 星河界域核心 到底有多少 强大生灵吗 真要开战 那将是有史以来 最浩大的一场大战 多种族混战 第144章 白色洪流 平推 剑方无明如此态度 天机也是迅速摆正心态 既然已经决定开战 那就需要尽可能了解敌人 天机沉下 心好好回忆起 十万年前的种种 可惜 有用的信息 依然不多 就在天机回忆之际 哼 来得还挺快 闻言 天机回过神来 赶紧定睛 看向投影画面 直见画面内 无明仙宫 冷孤凌凌 悬浮于昏暗寂静 虚空之中 仙宫四面八方 都隐约能看到 不少造型奇异的生灵 在虚空中游动 时而隐秘于黑暗 时而显现部分躯体 一眼望去 四面楚歌 不对 上下方向 也有不少生灵缓缓靠近 这些生灵刚开始 还是有些谨慎 但是现在 无明仙宫在他们眼里 待在高阳吧 无明仙宫内 众人皆是从闭关修炼中醒来 不得不醒啊 周围强敌环似 剧烈的压迫感 早已突破 无明仙宫防护罩 直逼修士心神 不用高层发号施令 无明宗内近百万修士 自动前往仙宫各个区域 协力操控仙宫武器系统 严阵以待 眼下情况 不必多说 唯有拼死一搏 或许还有一丝生机 见无明仙宫 似乎想反抗 周围不少强大生灵 直接加速 直击无明仙宫 哼 挨得正好 方无明冷哼一声 意念一动 顿时仙宫中突兀出现 密密麻麻仙帝傀儡 各个手持 融合了十块天道碎片的绝世神兵 这是方无明 刚刚经过一番尝试之后的结果 现在这些仙帝傀儡 跟白色巨锤 成套出现 还没等无明仙宫内众人惊呼出声 这些仙帝傀儡 早已提锤冲出仙宫 煞时间 这片虚空之中 以无明仙宫为中心 无数道白色闪电迸发开来 瞬间照亮这片虚空 那些靠得最近的 不可名状 满身恶心触手舞动的生灵 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迎来致命一击 躯体崩溃 战斗毫无预兆 直接全方位打响 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片虚空 早已漂浮无数奇异生灵残骸 宛如扭曲的炼狱 然而 身处炼狱中心的无明仙宫 白色光芒并未有消退的意思 依旧有无数白色闪电击事出 每道白色闪电 都是一位手持绝世神兵的先帝 这 无明仙宫内 本来已经抱着拼死一搏决心的众人 此时除了目瞪狗呆 什么都做不了 方无明小院内 天机也是震惊无比 这 眨眼间 上百万先帝傀儡 而且 先帝傀儡出现的速度 似乎还在加快 天机下意识 瞥了一眼身旁的方无明 只见方无明此时神色冷峻 眼底似乎有股烈焰 看来是真怒了 此时 无明仙宫散发的白色闪电 已经辐射到百万里之外 天机本以为 将这些生灵驱赶出这个距离 差不多了 可 那些先帝傀儡 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因为 这些先帝傀儡 接受到的命令是 敢敢来犯 敢尽杀绝 天机能敢知道 那些生灵 此时已经只剩狼狈逃命的份 早已被吓破了胆 族群领地什么的 早已经放弃了 先帝傀儡出现的速度 依旧不减 只是 大部分的先帝傀儡 不再是向外追击 而是聚集在先宫前方 重新轰碎虚空 开辟虚空通道 紧接着 无数先帝傀儡 化作白色闪电 如洪流 冲入虚空通道内 天机目测 起码不下千万先帝傀儡 冲入虚空通道 看来 方无明来真的啊 这是打算 将星河界域直接掀翻 天机 起航 方无明突然开口 显然现在的方无明 还不打算停手 继续弄出无数先帝傀儡 无法分神操控先公 之前一路来 各种提心吊胆 各种绕道走 现在 真是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方无明觉得自己之前 还是太过保守了 还是这种肆无忌惮 碾压的感觉爽啊 才这点先帝傀儡 怎么够 起码上意 倒要看看 什么样的生灵 赶拦路 天机回过神来 赶紧点点头 掏出先公阵盘 无明先公 缓缓使向前方巨大的 虚空裂缝 先公还未穿过虚空裂缝 天机就已经看到裂缝的另一边 早已是战火纷飞 那些手持绝世神兵的先帝傀儡 各个汉不畏死 见到异类 不管有没有敌意 挡了路 就只能吃锤子了 碰到一些强大的生灵 那些先帝傀儡 更是毫不犹豫 直接选择自爆 误伤其他先帝傀儡 也在所不惜 主打的就是一个玩命 先帝自爆 威力之大 百万里虚空范围内 一切皆瞬间化为积粉 然而 这样的爆炸 在这浩瀚无垠的虚空之中 依旧显得渺小如繁星点点 接下来 无名先公美穿越过一道虚空裂裂缝 都能看到周围上百里虚空范围内 再看不到一颗完整的星辰 无数生灵残躯 静静漂浮 如此 还不够 这些先帝傀儡 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开辟出来的虚空裂缝 也是越来越大 白色红流席卷途中 看到的一切危险 没过多久 这道白色红流 再次来到之前上万先帝 遭受袭击的地方 方无名示意天机 先将无名先公停下 通过前面两道虚空裂缝 就到了那东西附近了 方无名冷冷道 天机了然 依然不知道 此事该说些什么 其实现在无名先公所在 已经算是星河界域核心了 之所以感觉 周围没什么威胁 主要是周围生灵 都被暴力清理干净了 更远处的那些不可名状之物 也不敢靠近这边 只能继续隐秘于黑暗的虚空之中 继续发出 无人能听懂的低语 天机望向先公前方 那道虚空裂缝 此时 裂缝的另一边 又被轰开了另外一条裂缝 那条裂缝被轰开的一瞬间 另一边 竟是一片深蓝色 紧接着 天机好像回想起来 什么恐怖的事 不好 是他 天机惊呼出声 方无名早有预料 面色依旧冷峻 意念一动 白色红流 直接冲向那片深蓝色 毫不犹豫 自爆 如果没猜错的话 之前那上万先帝傀儡 突然失联 就是跟那片深蓝色有关 而且 那也不是什么自然形成的深蓝色虚空 而是 一头介遇守护者 的眼珠 从那片深蓝色 区域大小判断 这头介遇守护者 比之前碰到那只 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真正的遮天蔽日 宛如横登在星河介遇核心 一道不可逾越的巨大屏障 而且 从其身上一散的气息初步判断 果然 超越先帝 第145章 戒备所在 任何生灵 进行 一股强劲的未知能量波动 瞬间覆盖整个无名先公 即使相隔两个虚空通道 依旧让先公内众人头痛欲裂 这就是超越先帝的存在吗 不过 即使是这样的存在 今天 也栽定了 因为 在方无名的感知中 先帝傀儡的自爆 是可以给那头介遇守护者 造成伤害的 每个先帝自爆 都能在介遇守护者眼球上 留下一个直进一里的大坑 虽说这样的伤势 相对于介遇守护者庞大的体型来说 微不足道 但 这也足够了 只要不是无法造成伤害 一切好说 今天 莫都要把他抹死 方无名全神贯注 疯狂弄出海量 手持白色巨锤的先帝傀儡 先公内众人 只见无数傀儡 汇聚成一条粗大的白色光柱 不停轰击虚空通道那边的深蓝色区域 方无名身旁的天机 此时也是惊骇莫名 呼吸略微紊乱 竟然使用这种不计损耗的方式 而且竟然真的撼动 那头恐怖的存在 眼前的一切 简直跟做梦一样不真实 曾几何时 那头戒狱守护者 是自己的梦眼 可现在 梦眼即将破碎 这令无数大能闻风丧胆的心河戒狱 即将翻天 虚空通道另一边的巨兽 刚开始还不以为然 硬扛先帝自爆 可 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 这玩意儿 怎么越来越多 一不小心 眼珠子都快被干碎了 就像一道激光 直接扎在眼球之上 虽说肉身强横 也耐不住这么狂轰滥炸啊 介于守护者 被逼得连连后退 透过虚空裂缝 无名仙公众人 只见虚空通道另一边的深蓝色区域 快速缩小 不是其体型缩小 而是快速后退 然而 无数先帝傀儡组成的白色光柱 依旧死死咬住 介于守护者眼珠子 不到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无名仙公那众人 终于能完整看到介于守护者 那巨大到惊天动地的眼睛 原本无数先帝傀儡造成的伤害 此时看去 简直像是九天之上的飞龙 被蚊子咬了一口 众人原本高涨的情绪 一下子冰冷下来 后背寒气萦绕 这 这东西真的能被打败吗 如此巨大 仅是一颗眼睛 就如此巨大 那他的整个躯体 岂不是堪比整个下溅 方无名也被这一幕震撼到了 世上竟然真的有这样的生物 即使毫无遮挡 估计以方无名现在的目力 也无法将那头介于守护者 整个躯体 尽收眼底 但是已至此 开弓没有回头见 方无名身体缓缓飘浮而起 在半空中盘膝 准备摒弃一切杂念 全力输出 煞世间 无名仙宫外 遮天蔽日 眨眼间出现无数先帝傀儡 跟之前先帝傀儡不一样的是 这些新出现的先帝傀儡 面前都有十个黑色小盒子 正是大道碎片 这些先帝傀儡 一出现 立刻挥动巨锤 砸向眼前黑色小盒子 顿时周围虚空止不住颤鸣 整个仙宫也是开始阵战 不过好在部分先帝傀儡 在四面八方护着仙宫 倒也是能支撑得住 那些挥锤砸黑色小木盒的傀儡 似乎完全感知不到 体表猙獰白色猎纹 几乎是没有任何时间间隔 又是一锤砸向第二个小木盒 第三个 第四个 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终于有一名先帝傀儡 承受不住大道碎片的力量 轰然崩溃 巨锤同时炸裂 方无明心中暗暗盘算 看来 融合吸收18块大道碎片 已经是极限 大部分先帝傀儡 在融合第15块大道碎片的时候 就已经被撑爆 不过这也足够了 接下来 出现的先帝傀儡 都是浑身遍布猙獰白色猎纹 手持锯锤上 手指粗的白色闪电 不停缠绕 仅是立于虚空 散发的气息 都足以撼动周围虚空 这已经是目前能拿出的最强战力 真正的决战 现在 开始 只见无数先帝傀儡 又轰开十几道虚空裂缝 这些虚空裂缝 都是直达介遇守护者身躯某处附近 还没弄清楚状况的介遇守护者 顿时感觉 身体多处 传来刺痛 肉身正快速被往里突破 生命力快速流失 不行 再这么下去 今天就得阴沟翻船了 突然 介遇守护者庞大身躯内 一股能量迸发 深周的十几道白色光柱 顿时被震退百里开弯 无数先帝傀儡 瞬间失去意识 沦为废铁 显然是核心法阵 直接遭到不可逆损伤 然而 剩余的先帝傀儡 悍不畏死 介遇守护者 此时也已经感知到 周围袭击自己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生灵 再这么耗下去 难免出事 下一瞬 没等先帝傀儡下一步攻击到来 介遇守护者 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只剩下眼前一片 空空荡荡的虚空 不对 不是消失 而是突然变小了 早已热血澎湃的天机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震得清醒几分 神识快速蔓延过去 只见原本介遇守护者 所在的那片虚空深处 竟然出现一位 身形伟岸的老者 老者右手托举一小块石碑 仔细探查后 天机瞳孔一缩 戒碑 想不到会在这里 什么 方无明也反应过来 赶紧询问 完了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 横跨星河戒狱了 有戒碑在 没有任何生灵能够通过 闻言 方无明心中咯噔一下 竟然连天机这家伙 都如此颓然 方无明疑惑不解之际 突然感应到 瞬间就有起码 上一先帝傀儡失去联系 方无明心中暗道不好 只见一名身材壮硕伟岸的老者 大展神威 老者手中石碑 威能无限 警示一瞬 就轻松震杀上一先帝傀儡 毫无还手之力 我操 这逼开挂了吧 此轻此警 方无明 终于清醒了一些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还有几十亿先帝傀儡 但照这么下去 结局怕事 早已注定 这种力量 不是目前的自己所能对抗的 还是拖大了呀 就在此时 卢老头急匆匆来到方 无明跟天机身后 找到了 我找到了小盒子说的 那个直通仙界的虚空裂缝了 初步探测 大小应该刚好足够 先攻通过 方无明闻言 心中大血 之前就叫卢老头 使用探测之术 寻找天机所说的 那个虚空裂缝 本来只是备用方案 方无明 原本并未伤心 因为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说不定那裂缝 早已消失 真是没想到啊 天不觉悟 第146章 玩的就是一个心跳 问清楚方位 方无明二话不说 直接让先帝傀儡 轰破虚空开道 那手持戒备的老头 似乎已经注意到了先攻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跑路之余 方无明依旧 不断弄出海量 先帝傀儡 那老头 现在自己肯定是 拿他没办法了 现在就只剩 最后一条生路 不拼尽全力 那就是对不起自己 好在 卢老头发现的虚空裂缝 距离不是太远 情况紧急 先攻全速进发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方无明 已经能遥遥看到 远处虚空的景色 真的有一个 巨大的虚空通道 说是虚空通道 看上去却有些奇怪 之前先帝傀儡开辟的虚空通道 都是能一眼看到 通道另一边的 可是远处 那个虚空通道 竟是一片模糊 根本看不清 另一边是神情况 方无明下意识 看向天机 头去询问目光 不错 就是那里 天机正中点头 显然是确定无疑了 得到肯定答复 方无明 再无疑虑 不好 追上来了 天机突然开口 方无明头皮一紧 不妙 那挂逼发威了 方无明当机立断 全部先帝傀儡 前仆后继 阻拦那老头 那老头依然势不可挡 宛如烧红的利剑 刺入冰雪 操 总是在这种 紧急时刻出世 这跟考试差一分及格 有什么区别 这操弹的感觉 明明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 就能安全脱身了 通往仙界的虚空裂缝 近在咫尺 但那老头气势汹汹 他是不会给自己 逃走的机会了 就在方无明绞尽脑汁 想找到一个退敌之法的时候 无明先公 陡然减缩 方无明回过神来 望向先公前方 操 那是那老头 那老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直接来到了 先公前方 此时 方无明才能看清老整模样 身高跟见天心 有的一拼 起码三米 须发皆白 常然垂到胸口 上身裸露 只穿了一个裤头 最明显的特征是胸口闻着 一头凶兽 不知为何 方无明一眼就认出那凶兽 应该就是介于守护者 此时 老者手中已经没有了小石碑 不知收到哪去了 也看不到其身上有储物装备 包括方无明天机在内 无明宗所有人几乎都凭住呼吸 不敢出声 刚才那老头的神勇 大家有目共睹 绝对是可以单手 抹去先公的存在 那老头见无明先公拭去停下 也暂时没有进一步动作 一人 一先公 就这么静静虚空对望 饶是此时宁静 周围虚空中的生灵 几乎都已经被吓得四散逃离 不敢靠近 方无明 可不觉得那些生灵 是被无明先公给吓跑的 不过此情此景 在方无明看来 其实还是有逃过一劫的希望的 而且希望还不小 因为 如果对方执意抹杀先公 那刚才早就动手了 这里没人能拦得住他 但 现在那老头 竟然就这么静静看着 这是等 自己邀请他进来 想到这里 方无明心中危定 事情还有转机 道友 是有什么指教吗 方无明强打精神 中气十足 先公之外老头闻言 眉头一条 神色狐疑 不知在想些什么 见老头如此神情 方无明心中 暗暗肯定自己的猜想 这老头 怕也不是什么正经老头 老头神色 越发古怪 还不对啊 自己正打盹呢 突然就被一顿胖揍 现在自己追上来了 不是应该自己 先开口质问对方吗 现在听起来 怎么反倒是自己 无理取闹啊 呃 这 老头赶紧强行驱散 脑子里的胡思乱想 自己之所以 没有直接动手 是因为那海量的 先帝傀儡 他们身上 都有一丝大盗的气息 可惜那些傀儡 更不要钱似的 见识不妙 直接自爆 啥都不上 想必那些 先帝傀儡的主人 就是刚才问话之人了 竟然跟大盗沾染上了 身上因果不会小 像这样的人物 可乱杀不得 直交不敢 敢问阁下是何人 为何会来到此地 老头试探问道 语气中带着胡怡 似乎生怕自己 问错了问题 真要谈崩了 也不好动手啊 主要是 听到老头回应 差点就蹦不住的方无明 终于是心中 长舒一口气 听着老头的语气 怎么似乎很耽的样子 这让方无明 一下子回想起 小时候的一个悲催经历 那时候小 一周 只有五毛钱零花钱 被同学忽悠 去炸金花 新手第一次玩 可想而知 被虎得一愣一愣的 毫不意外的 那个星期 只看别的在种吃辣条 后来长大了 才知道 炸金花的精髓 玩的就是一个心跳 玩的就是一个蟒 谁先送谁完蛋 现在的情况 不就是如此吗 那老头现在气势明显 被自己压着 现在绝不能怂 何人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知道我的明慧 对你没有好处 方无明淡淡开口 似乎眼前一切皆是浮云罢了 好了 现在 回答我的问题 你 又是何人 为何阻拦于我 老头前一句的信息量 还没理清楚 方无明 又赶紧乘胜追击 一下子 给老头整不会了 也不怪老头 主要是 境界越高 越是忌惮 所谓的大盗 死毫马虎不得 不然百万年辛苦修行 一招禁毁 知道此人的明慧 对自己没好处 要不是 真真切切感受到大盗气息 自己绝对不会 被对方这么一句话 就给震住了 莫非真的是 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会是谁呢 老头 赶紧掐灭这个危险念头 管他是谁呢 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狗着吧 社会上的事 自己就不打听了 在下乃是这方 介余的镇守使 有戒碑为证 老头说着 一抬手 掌心上浮现一小块石碑 这下方无名 总算是能看清 这小石碑的模样 质地古朴 却不失威严 其上只有一个大字 难 莫非此地 是先界南方的边界之处 方无名不动声色 瞥了天机一眼 刚才就是这家伙 说什么戒碑出现 绝不可能跨越啥的 天机 那戒碑是什么动线 看着也不是很厉害的样子 听到道方无名传音 天机回过神来 呃 这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看见戒碑 传闻 戒碑是一界气韵 凝裂而成 对抗戒碑 就是在对抗一个世界 天机说完 也陷入沉思 虽然怀疑 老头手中的戒碑 是先界的戒碑 但又一点颇多 不敢肯定 第147章 霸天仙玉 归须秘境 云端盛宴 对抗一个世界 怪不得这么多 先帝傀儡 在这老头面前 跟他们指胡的一样 先界 恐怖如斯 不错 方无名先入为主 直接就认定那块戒碑 正是先界的戒碑 其上一个男子 想必此地 就是先界的南辩 这样一来 也就清楚 为何老头 会阻拦先公 横跨星河界域 这是人家职责所在啊 不过 这老头 看起来不是太聪明的样子 方无名忽悠大法 刚要发动 就被先公之外的 老头打断了施法 既然如此 那在下 就不打扰了 告辞 方无名一愣 耸得这么干脆 那你刚才特么充 那么猛到底图个啥 且慢 方无名一出生 老头跑得更快了 方无名心中略微恼火 这老头 把自己先帝傀儡 都给养了 怎么说 也得送出戒碑 以表歉一把 嗨嗨 罢了 这笔账以后 再算不迟 不过 那老头临走前 意味深长地转头 望向后方的虚空通道 仿佛是在说 老子只负责前面的区域 至于这虚空通道 谁爱尽谁尽 反正这通道 也是上面的大人们 开出来的 天塌了有高个顶着 反正 自己这也算是出手了 不过是没能拦住罢了 天机见状 似乎想起了什么 面色古怪起来 奇怪 十万年前 似乎也是如此 我跟主人 来到这道虚空裂缝这里时 追击而来的强敌 也是快速退散 天机自顾自说着 若有所思 从今日情况来判断 天机感觉 当时自己能逃出生天 完全不是什么运气使然啊 天机不由地思考起来 这存在了不知道 多少岁月的虚空通道 到底是何方神圣开辟的呢 要知道 在这虚空界域之中 如此巨大的虚空裂缝 眨眼间 就会自动愈合关闭 方无明自然也听到 天机的话 但此时 还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方无明 也不再弄出先帝傀儡 亲自操控仙宫 缓缓驶入前方 虚空通道之内 看着仙宫大半区域 已经没入通道之内 方无明心中 激动莫明 终于 谁说不渡结 就不能到达先街的 方无明缓缓闭上双眼 任由自身没入通道内 瞬间 方无明感知 不到自身的存在 飘渺无处寻 紧接着意识逐渐恢复 重新感知到自身躯体 一股暖阳 清新气息 冲入鼻腔 仙剑 霸天仙玉 归须秘境内 都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在这秘境之内 你们不再是什么天骄 只是一个寻求大道的修士 这里不会有人 暗中保护你们 不要存有什么侥幸心理 在这里 死了就是白死 不会有人记住 一个夭折的天才 严禁于此 出发 一处山谷西边 一名精壮大汉 大声呵斥 大汉面前 是上千年轻人 此时 这些年轻人 脸上 皆是不屑之色 丝毫没有因为大汉的话 而感到哪怕一丝丝担忧 主要是 这龟须秘境 乃是霸天仙玉 最有名的藏宝库 数十万年来 陨落在秘境之中的天骄 一只手掌 都能数得过来 而且 据传闻 那些陨落的天骄 都特么是作死的 最离谱的一个 竟然是看了别的女天骄洗澡 结果被人给打死了 嘖嘖 嗡 山谷深处突然传出能量波动 众天骄会议 这是秘境被开启了 龟须秘境 虽说没什么致命危险 但奈何里面好东西多啊 所以 别看此地有上千人 但其实都是霸天仙玉 各处赶来的天骄 每个宗门 只有一个名额 能来参加龟须秘境试炼的 都是万中无一的天骄 所以 拉帮结派的情况 倒是少见 最多也就是 三三两两互相看对眼的天骄 会稍微走得近一点罢了 众天骄 纷纷化作长虹 直奔山谷深处 一处传送门前 鱼贯而入 生怕落于人后 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好东西啊 不好说啊 自从十几万年前 龟须秘境 被开发以来 从里面出来的好东西 确实不少 此时 云端之上 也是有上千名老者 隐匿于此 这些老者 显然就是各自 宗门天骄的护道者了 这些护道者 反倒是相谈甚欢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各位 按照老规矩 让我们开始宴席吧 突然 一位红鼻子老道模样的老者 朗声说道 其余老者闻言 皆是相视一笑 纷纷取出 早已准备好的真修 竟然就这么 在云端之上 办起了宴席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 这些护道者默认的一个规矩 因为规序秘境 每夹子开启一次 一半为三个月 秘境之外 无法探查到 秘境之内的情况 所以 久而久之 这些护道者 就形成了百宴席的习俗 以结交来自仙玉各地的道友 仙界修士 寿命悠长 修仙 并不是只有打打杀杀 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多个朋友多条路 特别是一些 炼器大师 炼丹大师 俘虏大师 阵法大师 他们在这类聚会中 更是能轻易成为众人焦点 因为 仙玉辽阔无边 修士无数 但这些特定人才有限 虽说给构仙灵时 也能让这些大师 帮忙办事 但 也得分个先来后到不是 有些时候 急需救命丹药 但 炼丹师忙不过来 那也没辙 只能另请高明 或者 等死 但要是跟这些个大师 有了那么一点交情 那事情 可就大不一样了 懂得都懂 云端之上 十几个呼吸间 已经是真修无数 美酒佳肴起起百出 推杯换盏 其乐融融 与此同时 龟须秘境深处 一块通天石碑之上 原本看似极为坚硬的石碑之上 竟然隐隐有波纹荡漾开来 紧接着 石碑之上 竟然突兀长出一座宫殿 那宫殿越来越大 不到两个呼吸 已经看到石碑之上 有一个宫殿群 延伸了出来 正是无名仙宫一脚 此时 无名仙宫内 仲修士早已没了打坐修炼的心思 纷纷来到仙宫边缘 想第一时间 看一看 传说中的仙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曾几何时 连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没想到 今日 竟然真的来到了仙界 说不激动 那都不是故作矜持了 那简直就是脑残 方无名也是不例外 不过 方无名心中 除了对于仙界的向往 此时 更多的是忐忑 期待 狗系统 要给力啊 第148章 系统 爸爸错怪你了 检测到宿主宗门试炼 系统任务完成 即将发放系统奖励 终于 在无名仙宫 完全从巨大石碑中分离 而出的瞬间 方无名终于如愿以偿 这么多年来 遨游虚空 心中的压抑 顿时烟消云散 一切都是值得的 奖励宿主 先帝巅峰修为 奖励一套 先帝器 奖励一部顶级先帝功法 学习可瞬间领悟之大圆满 奖励一百张斩神符 不可复制 方无名心跳加速 小心脏差点就得蹦出来了 先帝巅峰修为 一整套先帝器 先帝级别的功法 虽然还不知道 斩神符为何物 可这名字听起来 绝不简单 这就是系统说的 无敌于下界 系统 爸爸错怪你了 方无名心中感动之际 突然感觉 神识出现一瞬间的眩晕 紧接着方无名发现 自己的石海 原本仅是一个大湖 现在 一望无际 无边无见 哄 一股能量 伴随着强悍威压 自方无名身上迸发 天机一脸凌乱 这 天机双眼瞪大 方无名这家伙 怎么突然变高了 现在看他 特么得抬头 不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家伙啥时候成为先帝了 你 嘿嘿 低调 低调 不就是区区先帝吗 用不着大惊小怪 方无名见天机 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心中暗爽 而且 之前就隐隐觉得自己 要比天机矮个几公分 现在好了 绝对比天机高一个头以上 天机眉头紧皱 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又怕兄弟苦 又怕兄弟开露虎 就在天机一脸茫然之际 只见方无名身上光滑流转 不过光滑瞬间脸去 方无名身上一种洗净千华之感 油然而生 乍看之下 如意凡人如生 先帝气 从头到脚 竖发的簪子 上衣 护手 竖腰 靴子 就连腰间玉佩 也是先帝气 还有手上的储物件 先帝气级别的储物件 传说级别的存在 该死 真好奇 那戒指里面的空间 到底有多大 没等天机回过神来 方无名身上 又是一股能量迸发 只见方无名瞳孔 瞬间化为金色 细看之下 隐约能看到 方无名瞳孔内有 各种文字符文闪动 这这这 这副模样 不就是 在接受某种无上妙法 传承时的模样吗 先是先帝修为 再是一身先帝气 现在又是功法传承 天机嘴巴 早已不知不觉间张大 不对 这小子 莫非之前都是在隐藏修为 这个念头一出 天机心里总算是平衡了一些 你 你的帝号是什么 天机木然开口询问 方无名此时也领悟完了 先帝功法 帝号 对了 是该取个名号了 方无名忽然想起 之前天机说过的一些仙界见闻 仙帝境界 可以取帝号 刚踏入仙帝境界 只能取单字 比如之前碰到的严仙帝 仙帝境后期至大圆满 可取双字 比如临天仙帝 见状 天机又是一愣 这家伙 该不会真的是在刚刚才成就仙帝之位的吧 不然怎么会一脸思索模样 像是正在思考 要取什么帝号 天机世界观再次面临崩溃 第一次见到方无名之时 方无名种种超乎想象的行为 当时自己还不怎么在乎 但如今回想起来 突然感觉自己 就是一个憨批 蒙古人无疑了 想名字好麻烦啊 算了 就叫无名先帝吧 方无名突然无所谓开口 没办法 想名字真的好麻烦 方无名话音刚落 轰隆隆 高空中雷霆乍响 紧接着狭采万丈 天道震荡 此地原本就浓郁的仙灵器 此时更是浓郁到雾化 下一瞬 更是凝聚成灵权缠缠流淌 仅是一瞬间 方圆千里范围内 所有草木精怪生灵 皆是境界大声 放眼望去 大地颜色 好似正在变得更加郁郁葱葱 生命气息浓郁到了极点 无名先公内众人 此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赶紧原地盘膝坐下 顾不上惊讶于 先公之外的环境变化 所有人不用想都知道 这种莫大的恩泽 一生 恐怕也就这么一次了 抓住了 鸡犬升天 抓不住 恨不得当场自财谢罪 与此同时 今日 所有仙界修行之人 脑海中雷霆乍响 仙界十万年来 第一位先帝诞生 名曰 无名先帝 整个仙界震动 不简单 太不简单了 十万年来 终于又一尊大地诞生 而且 平常有人证得先帝之位 天道报喜之时 一般都是单字帝号 而这无名先帝 双字帝号 那岂不是说 这无名先帝 一下子就从先帝初期 瞬间到达先帝后期 甚至是大圆满 不可思议 简直匪夷所思 要不是天道报喜 打死也不敢相信 世间竟还有此等妖念 无名先帝之名 一日之间 传遍整个仙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人未知 关于他的传说 已经衍生出了 好几十个版本 有寒门子弟 为马出身逆袭版本 有落魄天才 遭退婚后 崛起版本 更有下界凡人 苟到成仙版本 简直层出不穷 然而这一切 秘境之内的方无名 自然不知小气详情 只觉得冥冥之中 有不少闲言碎语 在耳边回荡 不过 好像都是一些 恭维自己的话 方无名也就没在意了 念头一动 耳根再次清静下来 方无名神念 稍微查探一下 现在无名仙宫内 几乎所有人 都在盘坐修行 境界飞速提升 在方无名感知下 仅仅不到半个时辰 竟然已经有人 即将突破到真仙境 不错不错 不愧是下界的精英 机缘到来 突飞猛进 方无名神念落在寒霜殿内 这两个小家伙 如今也是小有成就了 已经快要踏入真仙行列 以后 也算是仙界人了 随即 方无名突然想到一人 神念落到丹殿之内 只见一勾楼老者 老者常常叹了一口气 仿佛外面的机缘盛况 与他无半分瓜葛 老者正是下界一代 丹道天才 丹臣 曾几何时 意气风发 曾几何时 虎落平阳 曾几何时 无悔报恩 此时此刻 风中残竹 罢了 至少 有生之年 也算是到了仙界 丹臣突然发笑 笑声中 无尽不甘 又能如何 第149章 阴阳转生绝 逆转生死 方无名将丹臣 此时动作尽收眼底 下一瞬 方无名就已出现在丹殿丹臣身侧 过了好一会儿 丹臣这才发觉方无名 就要艰难起身行礼 被方无名制止 宗主 老朽失敬了 呵呵 丹臣 你这小子 别老自称 老朽老朽的 丹臣一致 不知方无名 此话何意 丹臣满脸皱纹 依旧能看到 其眉头紧皱 很是疑惑 方无名 也就不再卖关子 本宗主刚学了一门功法 你小子算是赶上了 闻言 丹臣更是疑惑 却也未曾出言 也不见方无名如何掐绝 只见一缕金光 从方无名指尖飞出 没入丹臣额头 丹臣勾楼身躯一阵 刹那间 丹臣身上腐朽之气 瞬间转化为浓郁生命力 白发化青丝 宗主 你这是 丹臣话音未落 立刻惊讶于自己的声音 竟然变得年轻了 宛如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这下 丹臣心中更是愧疚 宗主 何必如此呢 老 我命述一见 丹臣心中确实难受 愧疚 这不明摆着 宗主是使用自身受缘 来帮自己续命吗 唉 哟 你小子想什么没事呢 该不会以为 我是拿自身受缘 为你续命吧 丹臣文言 一脸疑惑 难道不是吗 嘿嘿 这是你宗主我心学的神通 叫阴阳转生诀 多的我也不说了 反正这功法 能将你身上的腐朽之气 直接转化为生命力 方无名得意解释了两句 没兴趣再多解释什么 这阴阳转生诀 正是系统赠送的 顶级先帝功法 其神奇之处 简略来说 就是能把死的弄活 把活的弄死 直接操控别人的生死 管你是什么境界 要你生 你便能活 要你死 绝无生还可能 这功法 还有很多妙用 只是现在方无名 只是用来救人跟对敌而已 这系统也是鸡贼 这阴阳转生诀 似乎还有半部功法 不知在何处 方无名只知道 有朝一日 要是能得到完整的阴阳转生诀 那操控的 便不只是生灵的生命 甚至还可以 让一方腐朽世界 变得生机盎然 当然 也能让一方强盛世界 转眼间凋零 强行逆转天道气运 方无名收回思绪 丢下十几颗问道丹便离去 之前丹臣身上腐朽之气缠绕 道机被阻断 但现在 一切都已经解决 既然到了仙界 自然得先提升境界 至于 今后丹臣要不要继续走丹道一途 方无名也并不是很关心了 人各有志 方无名回到自己小院内 天机不知道干啥去了 该不会是真被打击到了吧 那家伙能掩盖自身气息 自己也探查不到 一天天的 偷偷摸摸的 铁钉又憋什么坏水 方一人毒瘾 不自觉回想起下界十种种 当时天机那家伙 天天打自己临时的主意 刚开始时 自己还真的很防着天机 生怕哪天被天机给坑惨了 事实证明 天机这家伙 还算是有点良心 方无名没来由想起天机说的 仙界 其实也并无真正的长生 无人能逃脱时间的制裁 有一些大能 最终也只能选择 踏入时间长河 永远活在那一段历史之中 虽也是逍遥自在 但 再也无法从时间长河中脱离出来 永远只能活在自身的历史之中 想到这里 方无名微微摇头 也不知道 那些活在时间长河的大能 现在还有几个是没封的 不过还好 现在自身寿元 起码千万年起步 对于一些修士而言 这也相当于万古不朽了 就算最终无法寻得真正的长生 这辈子 也算是转翻了 长生 慢慢寻吧 闲来无事 方无名想起系统的第二个任务 先帝之上的存在 方无名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没看过任务说明呢 方无名本来想等到天机回来 试试能不能帮他复活灵天先帝的 可惜 现在看来 那家伙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 正当方无名准备闭幕内室系统任务之时 感知到万里之外 突然出现一批修士 上千人 修为大部分为天先进 有个别拔尖的 竟然也是金先进 这些修士看起来年龄最大不过三十 担得起天骄之称 方无名眉头皱起 这才想起来 根据天机所言 此地应该是仙界的某处绝地之内的秘境吧 莫非那些年轻修士 是来此秘境试炼的 方无名揉了揉眉心 真是麻烦啊 这才想起来 这里仅是一处秘境 自己还没真正意义上到达仙界呢 而且 这处秘境竟然能吸引这么多天骄前来 想必这秘境名气不小 无名宗上上下下百万人 也不能一直待在此处 是得另寻一个落脚点了 无名宗 本就是方无名用来完成系统任务的 现在 到了仙界 系统任务也已经完成 现在无名宗 方无名是真的心爱的 心安理得当起甩手掌柜 可毕竟这些人是跟自己来的仙界 也不能就这么不管他们 罢了 先去外面看看 寻得一处洞天伏地 将无名宗众人安置其中即可 顺便 逍遥一番 归须秘境外围 上千年轻气盛的天骄 被传送到此处 这些天骄 都是第一次进入这秘境 此时机是新气 果然名不虚传 仙灵气浓度如此夸张 跟自家宗门内的修炼秘境 也不遑多让了 而且 此处似乎还只是外围 众人都能感觉到 秘境深处 必定有灵泉存在 灵泉附近 必定是灵财遍地 这不得好好捞上一遍 这些天骄 也算是见过世面之人 并看不上外围的资源 纷纷感应 秘境深处的方向 紧接着 就要起身 飞向秘境深处 可这些天机刚要起飞 顿时被一股巨力 给强行压向地面 不得已重新落地 众天骄面面相去 顿时互相猜意起来 真狗啊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是谁人在作怪 再敢乱来 小心我杜仙天不留情面 一名青年语气不善 环顾一圈 这名青年 一身华丽服饰 看着就像是某个 王朝的太子之类的 年纪轻轻 亡八之气外落 众天骄街 是不敢与杜仙天 有目光接触 这杜仙天 算是霸天仙玉 这一代天骄第一人 别人 万年金仙 也已经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这度仙天 不到三十 竟然已是金仙境 这还不止 他还是霸天仙帝长子 前途不可限量 小小年纪 火气这么大干嘛 我先来问你几个问题 一个儒雅声音 仿佛从万米高空落下 第150章 霸天仙帝之子 众天骄的生死之骄 众天骄愕然 半空中 不知道何时突然多了一人 看着年纪也不是太大 浑身气息全无 洗净千华之气质 油然而生 杜仙天眉头一皱 不用想都知道 刚才众人无法起飞 正是这个神秘人所为 敢问阁下师 杜仙天自诩为众天骄之手 担起了化石人的众人 方无名闻言 略微犹豫道 嗨嗨 无奈无名仙殿 这还是方无名 第一次在外人面前 爆出自己的地号 怪不好意思的 毕竟自己刚来到仙界不久 也没在仙界修炼过 最主要的是 这地号 目前应该就无名宗之人 才知道吧 现在突然蹦出来一个先帝 怕是这些人 会觉得自己是大忽悠吧 正在方无名 准备稍微示 放一下威压之时 前辈就是无名先帝吗 这真是我等莫大的机缘啊 无名先帝果然非凡 前辈 请问收弟子吗 前辈目前可有道理 众天骄顿时炸开锅 你一言我一语 场面顿时热闹起来 方无名一致 先帝的名号这么好用吗 论魔杖 还得是仙界人 之前碰到逍遥子的时候 就隐隐觉得不太对劲 杜仙天更是上前 来到方无名下方 前辈 晚辈杜仙天 乃是霸天先帝之子 此次来归须秘境 只是来历练而已 并不是为了秘境内的宝物而来 我霸天先帝府 从来不缺珍宝 要是前辈愿意的话 想要什么珍宝 直接跟晚辈说即可 杜仙天自然而然以为 无名先帝之所以出现在 归须秘境之内 应该是为了某种宝物而来 一位双字帝号的先帝 不论在何处 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要是眼前的无名先帝 能加入霸天先玉 那霸天先玉的疆土 将可以扩大一倍以上 相应的 所占有的资源也将翻倍 其余天骄 听闻杜仙天所言 也是逐渐安静下来 毕竟大家都是霸天先玉之人 如果霸天先玉资源变得更多 那大家都将受益 就连平日里看不上杜仙天的几位天骄 此时也是闭嘴不言 方无名再次一致 你们来真的 自己还没开始忽悠呢 这就要开始送宝了 不过 可惜了 自己现在并不缺什么珍宝 暂时没那需求 倒是急需一处清静的洞天伏地 来安置无名宗众人 虽说无名宗 目前对于自己来说 价值已经不大 但还是要有始有终的 况且 这杜仙天 乃是霸天先帝之子 那至少应该知道 霸天先玉内都有哪些好地方吧 至于送不送珍宝啥的 不打紧 自己有的是仙灵石 有需求 直接买便是 霸天先帝之子 方无名还是试探问了一句 壮若回忆思索 杜仙天文言 心中一喜 果然老爹的名头 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有用的 正是 莫非前辈也曾听闻家父之名 文言 方无名眉头微皱 截至刚才 也就听过 林天先帝跟颜先帝的名号而已 方无名淡然微微点头 毕竟大家都是双字帝号的 说认识 应该也不跌份吧 好了 既然如此 我正好有一事要拜托你 那你就跟我走一趟吧 其余人 都散了吧 方无名话风一转 直入正题 此话一出 杜仙天更是心血 其余天骄 一个个满脸的羡慕 能跟随在一位 双字帝号先帝身边 那不比这什么龟虚秘境的机缘大 不奢望无名先帝能赏赐什么宝贝 光是靠近无名先帝 对修士的修行 就大有必义 要是能不经意间 从无名先帝的话语中领悟点皮毛 那也是受益匪浅啊 少说省去几百年 自己苦修参悟 前辈 我等于杜仙天道兄 乃是生死至交 杜仙天道兄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终于有一位金仙天骄 忍不住开口 这位天骄刚说完 脸色战红如猪肝 毕竟 当着这么多天骄的面 说出这么恶心的话 还生死至交呢 平时见面都恨不得恋恋 其余天骄皆是面色古怪 随即快速反应过来 不错 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都愿意为前辈安前马后 呵呵 前辈想要什么都可以哦 有人开了头 仲天骄也不再害羞 都这时候了 岂不可施施不再来 害羞不能当饭吃 眼看众人又七嘴八舌 杜仙天心中不悦 但表面也只能强颜欢笑 这帮瘪犊子 平时小肚小肚的叫 现在知道叫到凶了 罢了 都是为了霸天先欲 先忍着了 方无明扫了众天骄一眼 这帮卑鄙的外乡人 不知道肚子里憋的什么坏水 上千人 都是这杜仙天的生死之交 骗鬼 也罢 随你们 方无明不再理会众人 意念一动 杜仙天身体不受控制悬浮而起 来到方无明跟前 杜仙天不敢反抗 方无明神识一扫 不到两个呼吸 就感应到归须秘境入口 先出了这秘境再说 至于下面这帮家伙 能追上来 算你们有本事 下一瞬 仲天骄 只见无明先帝跟杜仙天身形 缓缓如幻影般飘散 不愧是先帝 速度已然超过修饰肉眼视觉 不好 别让杜仙天那小子 独占了机缘 不知是谁惊呼出声 仲天骄反应过来 纷纷化作长虹 掠过天际 与此同时 方无明已经带着杜仙天 来到了归须秘境入口处的传送门前 一落地 方无明就察觉到 附近几座巨大石峰不太对劲 那几座石峰 竟然是某种生灵 不过 也就真先进修为 怪不得这帮天骄肆无忌惮 那几个巨大石峰 一动不动 宛如死雾 估计是怕被那些天骄发现吧 方无明也没兴趣 去理会几块石头 其实 从归须秘境核心 一路飞来 有不少山精野怪 不过境界都远不如那些天骄 前辈 前面 就是归须秘境出口了 杜仙天没话找话说 打破此地安静 主要是无明先帝 到现在都还没说 到底想要什么 方无明微微点头 走吧 到外面再说 方无明在临走前 随手甩出十万先帝傀儡 留下来护卫无明宗 毕竟 有过一次被偷家的经历 挺蛋疼的 一招被蛇咬 十年吃蛇羹 这次 应该没什么人 能够对现在的无明宗 构成威胁了 谁敢来犯 直接就把他全族都给养了 第151章 擎贼先擎王 先去会一会霸天仙殿 霸天仙玉 归须秘境之外 一名粗壮大汉 手里握着酒葫芦 正已在一颗青石上 呼呼大睡 突然的能量波动 一下子让粗壮大汉惊醒 我特么 是 杜公子啊 壮汉硬生生改了口 毕竟对方是霸天仙帝之子 之前人多 一视同仁 现在 还是得给这杜仙天一点面子的 至于杜仙天身前的儒雅男子 不认识 还不对啊 杜公子 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这才过去一天时间啊 粗壮大汉 终于回想起自己的职责 是看守秘境入口 这帮二世祖天骄 不应该是弃满自动 被传送出来的吗 这次怎么 杜仙天摆了摆手 示意粗壮大汉 不必多言 显然 杜仙天也没有跟粗壮大汉 交涉的意思 少主 一道疑惑声音 从云端落下 紧接着 一名老者化作长虹 自云端落下 老者上前两步 突然停下 目光落到方无名身上 此人气质非凡 但并不是 我霸天仙玉的天骄啊 为何会跟少主一起 从里面出来呢 老者心中警惕 再定睛一看 一身先帝气 这 谁家天骄 能有这样的待遇 老者暗暗心惊 要不是自己在练气 一道略有成就 说不得也是 无法一眼辨认出 这年轻人身上的先帝气啊 心中有了初步判断 老者对着方无名拱手示意 并未开口 主要是不知道 对方实力境界如何 是敌是友 这种情况下 言多必失 不如点到为止 方无名见对方态度恭敬 也是微微点头示意 并不是方无名看不上对方 主要是这老者 也就圣先进 还不值得自己拱手回礼 老者健壮 也不生气 反而是目光偏移 落到杜仙天身上 意思很明显 你小子不给介绍一下 杜仙天会议 刚要开口 云端之上 又是十几道流光落下 杜大师 何事啊 为何杜少主此时就出了秘境 杜大师 也就是杜仙天的护道者 此时转头看向走来的十几人 领头的是一金状中年 说话中气十足 正是遮天宗天骄的护道者 郑苍天 杜大师闻言 笑笑不说话 主要是 自己目前也不知道啥情况 杜大师倒是不怕 这十几人会为难自己 自己练习大师的头衔 足以让这些人恭恭敬敬 郑苍天见杜大师不开口 回应自己 眉头微皱 但又不好多说什么 只得将目光 转移到杜仙天身旁的 陌生人身上 喂 那边那个人 哪来的 怎么会从秘境中出来的 郑苍天 显然就没有杜大师的眼力近了 与其不乏威胁之意 郑苍天身后一行人 也是目光不善 一旁的杜大师 此时也不知道事情缘由 也不开口 正好让这些人 试一试这个 陌生男子的水 一直插不上话的杜仙天 刚想出演解释一番 突然想到之前 跟着遮天宗的天骄 有些不对付 到嘴边的话也是 给咽了回去 一时之间 场面陷入寂静 方无明眉头微皱 我不叫呗 敬酒不吃吃罚酒 郑苍天似乎很是急不可耐 第一时间得不到回应 立刻就要发作 只见郑苍天身上 圣仙威压刹那 笼罩向方无明 杜大师也是及时出手 不过 只是互助杜仙天而已 只听剑方无明冷哼一声 我从哪来的你管不了 但我知道 你马上要去的是什么地方 方无明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 背方无明随手甩出 速度之快 在场中人 无人能阻拦 只能看到金光 毫无阻拦地 没入震苍天眉心 震苍天心中顿感不妙 心头更是怒火生腾 哪来的香巴佬 竟然敢对自己动手 然而 还没等震苍天 运起凌厉 只觉一阵心计袭来 紧接着全身无力 体内仙凌厉 眨眼间消散一空 生命力急速流失 体表皮肤 肉眼可见地萎缩起来 呃 你敢 震苍天最后 一句话都没说完 身形轰然倒塌 如枯木 四分五裂 一位圣仙后期强者 不到两个呼吸 隐命于此 在场中人 皆是心头一紧 这这这 都快忘却 霸天仙玉 已经多少年 没有圣仙陨落了 即使是霸天仙玉 边疆的圣仙大将 也未曾听闻 有人陨落 震苍天身后 十几人 皆是圣仙修为 原本在这些人的观念里 圣仙 在仙界 那基本都是 能寿终正寝的存在 莫承想 今日竟然近距离 体验了一把死亡的感觉 轰隆隆 莫等众人 回过神来 高空之上 顿时血云汇聚 红色雷霆 乍响不断 这片区域瞬间 被笼罩在血色之下 这意味着 震苍天 真的彻底陨落了 哼 真他们会起 方无名再次冷哼 随手一挥 高空之中血云 顿时消散无踪 明媚日光 重新洒向大地 方无名此时 心中不悦 怎么到哪里 都有人一言不合 就要对自己动手 自己看着 就真这么好欺负 以前自身实力不够 只能放完狠话 就跑路 现在 还能惯着这些个狗眼 看人低的 不存在的 此时 高空之上 还在畅饮的众位互道者 皆是被惊动 不得不开始关注下方 方无名 也没心情 继续理会这些杂鱼 走 带路 带我去见你老子 方无名拎起杜仙天 直接原地消失 方无名自然看得出来 刚才若是杜仙天 这小子 开口解释一番 事情 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杜仙天这小子 明显是有一肚子坏水 所以 方无名此时 也不可能像之前那样 客气相待了 擒贼 先擒王 直接去会一会 这霸天仙地 直接开口 索要一处洞天伏地 霸天仙域这么大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这点小小的要求 不过分吧 没想到 从龟须秘境 到霸天仙域核心地带 还挺远 方无名拎着杜仙天 连续轰破虚空前行 一天过去了 竟然还没到目的地 后来杜仙天缓过境来 终于是开口了 从杜仙天所述来看 以现在的速度 估计得两三个月左右 才能到达霸天仙地府邸 方无名诧异 这霸天仙域的直径 怕不是得用光年 来做单位吧 竟如此辽阔 要知道 以自己现在这速度 要是再下界 仅一刹那 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角落 好在 杜仙天给出了方案 那就是远距离传送阵 方无名一听 还挺心情 索性去试试 顺便看看仙界城池 第152章 灵天仙帝残魂 动乱将起 歇欲大战 方无名带着杜仙天 来到一座大型城池 名为气韵城 城池极大 要不是方无名仙帝修为 估计也难以探查整个城池 一眼望去 跟下界的城池也差不多 天上飞舟 地上商破 人来人往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城池内 几乎没有凡人 为了不引起太多人注意 方无名打算从城门进入 顺便领略一下仙界文化 杜仙天道也机灵 看出方无名的意思 也是赶紧换了一身 平常公子哥的衣裳 显得没那么惹人注意 前辈 这气韵城 算是我霸天仙玉 数一数二的大城了 城内五花八门 只要有足够的仙灵石 想要什么样的享受 都是可以的 杜仙天说完 面露会心一笑 方无名健壮 眉毛一条 这小子 你方爷爷是那样的人吗 前方带落 杜仙天倒是熟悉这气韵城 一路带方无名 来到一处酒楼门前 整座酒楼周围符文萦绕 门边上三个漂浮在虚空的大字 聚韵楼 还没入门 酒楼内就已经传出悠扬情声 女子嬉笑声 当然 还有各种令人食指大开的香气 酒楼大门口 似乎有一个隔绝法阵 门外之人 竟无法窥探酒楼内的情况 有意思 不过 那是对于别的修饰而言 对于方无名 这个隔绝法正形同虚设 方无名神识探查之下 只见酒楼里 竟然不是想象中的包厢之类的 反倒是跟吃喜一样 大家都在同一个空旷区域之内 方无名还发现 里面的人 基本都不是主要去吃什么零食 大多都是喝茶闲谈 还有个别左拥右抱 很是轻松自然 这聚韵楼 不是吃饭潇洒的地方吗 怀着疑惑 方无名踏进酒楼 瞬间 酒楼内所有人 皆是停下手中动作 竟都微微朝方无名的方向 点头示意 气氛很是融洽 方无名撇了一旁的杜仙天 这家伙 也是微笑点头示意 这杜仙天 混这么熟的吗 呵呵 前辈 这聚韵楼 乃是寻找机缘的地方 大家都很融洽的 当然 要是想弄点特殊服务 有专门包厢 杜仙天笑着解释道 寻找机缘 勾兰听取寻机缘 不愧是正经的仙界人 正在方无名探查包厢方位之时 忽然听到不远处一桌人聊到了一些方无名感兴趣的东西 道兄你有所不知啊 那阎仙帝凭借一件仙帝气 硬是把桃仙女帝给逼退了 哦 那灵天仙帝的那一缕魂魄 岂不是落入阎仙帝手中了 听闻桃仙女帝 钟爱灵天仙帝 我看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啊 确实如此啊 可惜了 传闻灵天仙帝那一缕魂魄中 藏有灵天仙帝一生见到传承 看来 我等是没希望了 那几人似乎也不怕旁人听到 语调正常 而附近的人 也是侧耳倾听 并未觉得偷听有什么不妥 方无明逐渐了解 为何此地要叫聚运楼了 来这里的大部分修士 果真都是来寻求机缘的 似乎大家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 会将各自见闻爆料出来 如果听到自己感兴趣的 就会上前交流 当然 像刚才那样 直接明面上说出来的 一般都是一些 不是很难探查的密闻 大多是别的仙域的一些奇闻异事 方无明也索性来到刚才说话 那几人旁边不远处坐下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灵天先帝的情况 现在天际那家伙 还占用人家的身体呢 况且 阴阳转声绝 要是能有灵天先帝的一缕残魂 那成功将其复活的概率就大多了 毕竟都已经嘎了那么多年 即使是顶级先帝功法 也不敢说 就一定能复活 一名双字帝号的先帝 方无明又静静听了一会儿 一旁的杜先天 也只能陪着 那几人越聊越来劲 方无明也终于理清了事情脉络 说起来 这还跟无明宗有些关联 当日 阎先帝使用跨界门户来到下界 结果被天津的家伙一锤干碎 直接导致阎先帝无法返回先界 最终 陶仙女帝不知如何察觉到异样 也是下界 正好碰上阎先帝 最终 双方不知道达成什么协议 陶仙女帝将阎先帝带回陶仙献 然而 这就是引狼入室 阎先帝不知使用什么秘法 探查到陶仙先玉一处绝地内 有大机缘 所以偷偷强行闯入那处绝地 没想到绝地内的大机缘 竟然灵天先帝的一缕残魂 通过这道残魂 就可以在时间长河之中 找到灵天先帝的传承 要知道 一位双字帝号的先帝的传承 很有可能直接让阎先帝突破 即使阎先帝知道 那一缕残魂是陶仙女帝的逆灵 也铤而走险 赵拔不悟 最终双方大战 阎先帝自然不是陶仙女帝的对手 可奈何阎先帝身上有一件完整的先帝气 最终那场大战 几乎毁掉了五分之一的陶仙先玉 可惜 还是让阎先帝得手了 成功逃回阎先玉 但事情还远远没结束 陶仙女帝直接扬言 要灭了阎先玉 将阎先帝挫骨扬灰 最近 陶仙女帝正在集结力量呢 阎先帝也自知 接下来有场硬仗 也在不断拉拢盟友 看来 接下来陶仙先玉跟阎先玉不太平了 说不得要经历上万年的战火 方无明越听越觉得难办 没想到 这是牵扯还挺大的 自己到底要不要插手吗 天机那家伙 也不知道爬哪去了 不过应该还在归序秘境之内 大概率 是跟卢老头在研究什么新奇玩意儿吧 剑方无明 眉头紧锁 杜先天也是轻叹一声 唉 这件事还真不好收场 听我父亲说 双方都拉拢了不少先玉作为盟友 到时 怕是先杰又一次大动弯了 闻言 方无明目光落到杜先天身上 如此说来 霸天先帝 应该也被拉拢过吧 霸天先帝 有加入哪方阵营吗 方无明开口询问 要是霸天先玉 加入桃仙女帝阵营 那还好说 可要是加入颜先玉阵营 那自己可就得顺手 跟霸天先帝说到说到了 杜先天闻言 无奈摇头 不管是加入哪一方阵营 接下来 霸天先玉 都会草木皆兵 到时候 不说那些凡人 连底层修饰 都难以独善其身 生灵涂炭 霸天先玉 不知道多少岁月 才能恢复元气啊 第153章 霸天先帝 双方来史 杜先天倒也不是关心 江域内百姓疾苦 最主要的 还是霸天先玉参战 必定会损耗一定气玉 跟无数资源 自己作为霸天先玉 未来的接班人 这分明就是 再嘎自己的腰子 可 形势逼人 又不得不选择阵营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各大仙玉 都跟施了之一样 非要打打杀杀 好好修炼到先帝 他不香吗 杜先天心中感慨 略感淡疼 严先帝 跟桃仙女帝的人 都曾来拉拢 但是父亲还未曾给出答复 方无明文言了然 这种事关 先玉未来几十万年 气运走向的大事 是应该慎重考虑 阵营选对了 接下来快速恢复元气 繁荣昌盛 选错了 可能就无了 免不了被其他先玉吞并的命运 最终沦为阶下囚 方无明猜想 现在的霸天先帝 估计也是仇吐了吧 思虑再三 方无明决定 还是尽快带着杜先天 返回霸天先帝府 以免到时候霸天先帝 做出什么不明智的选择 心中有了决断 方无明也暂时就不打算听去了 正式要紧 以后补回来即可 两人出了聚运楼 杜先天带着方无明 来到一座庄园内 这庄园面积也是极为广阔 不知奢华 远距离传送法阵 就在这座庄园之内 进了庄园 并不像想象中的人来人往 反倒是门可罗雀 直到杜先天一脸肉疼地 掏出三百万上品先灵时 支付传送费用 方无明才知道 为何这里几乎没什么人 三百万 上品先灵时 可以说霸天先玉内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费用 除非真的急 后来 方无明还了解到 这个价格 还只是先玉之内的短距离传送 而且 杜先天还是霸天先帝之子 打了折 要是想传送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其他先玉 那价格可就上了天了 听杜先天说 这座远距离传送法阵 想要传送到 距离最遥远的先玉 岂不价 三亿上品零食 当然 也不是所有先玉 都可以进行传送 只有跟霸天先玉 交好的先玉 才可以传送 但 三亿上品零食 都足够一个人先进 直接一直修炼到圣先了吧 价格太过逆天 杜先天也说了 只有一些急于逃亡之人 才有可能传送到其他先玉 平时这项业务 基本无人问津 不过不得不说 这传送门的效率就是高 虽然并不是眨眼极致 但在方无明的感知下 传送的速度 已经是自己望尘莫及的了 大部分时间 是直接穿越虚空通道 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 似乎是在飞行 看来 远距离传送阵 也是有特定路线的 应该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怪不得这么贵 方无明在心中计时 约摸过了十几个呼吸 终于到达目的地 霸天城 城主府内 霸天先帝早已收到 自己儿子 被神秘强者带走的消息 此时心急如焚 就这么一根毒苗 可别折了呀 自己都这把老骨头了 想再造个接班人 不太可能了呀 先不说自己行不行 就说 想找到一个 能承受先帝血脉的女子 也是几乎不可能 胆疼 最近屁事真多 就在霸天先帝 伟岸的身躯 摊坐在王座之上发愁时 忽然 霸天先帝虎躯一阵 感应到天儿的气息了 就在霸天城内 霸天先帝双眼金光一闪 原地消失 身形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一处奢华庄园内 天儿 真的是你 霸天先帝神色激动 直接上前 双手紧紧抓住杜先天肩膀 都快直接把杜先天摇散架了 杜先天面对这父爱 如山体滑坡 略显尴尬 过了好一会儿 霸天先帝 才转头看向方无明 感谢道友能将 犬子送回 霸天先帝拱手道 这次杜先天可没耍什么心思 把自己所了解到的 都如实告知霸天先帝 别等下自己老爹 跟无明先帝干起来 那乐子可就大了 方无明也是拱手 笑而不语 道友来得正好 府内正好准备宴席 可否赏脸 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霸天先帝亲自带领方无明入席 方无明也不客气 只是看着宴席的摆设 似乎别有用途 果然霸天先帝察觉到方无明的疑惑 开口解释 哦 道友莫怪 今日正好有其他客人要来府上 商量点事情 我们就不必等他们了 来 我敬道友一杯 两人举杯对影 等下要来的客人 可是颜先玉之人 方无明试探问道 霸天先帝 眼底闪过一抹凝重 杜先天早就说过 这无明先帝 正是听到了颜先帝 跟桃仙女帝之事 才会加急赶路回来 想必这无明先帝 早有阵营 可问题是 并不知道是哪个阵营 呵呵 他们两方今日都会来人 在下并未给出明确答复 在下倒是好奇 道友对这件事 如何看待啊 霸天先帝画风一转 想探探口风 方无明心领神会 这霸天先帝 别看外貌略显粗犷 形势倒是圆滑谨慎 不过 自己还是要表态的 肯定是站在 桃仙女帝这一边 不为别的 只为寻回 临天先帝 那一缕残魂 当然 能教训一下 那个颜先帝 是意外之喜 我有个朋友 跟桃仙女帝 有些渊源 方无明微笑道 闻言 霸天先帝 顿时露出 别有意味的微笑 我懂我懂 嘿嘿 方无明无语 知道这老汉想歪了 正准备解释两句 方无明突然感应 到门外来人了 气息沉稳强悍 方无明霸天先帝 两人对视一眼 随即霸天先帝 直接起身外出迎接 方无明依旧端坐 淡然品鉴霸天先帝 珍藏的仙酒 没过一会儿 霸天先帝 带领两拨人入席 之后 霸天先帝 简单介绍了在座各位 霸天先帝倒是机灵 特意把桃仙女帝阵营的人 安排在方无明这一边 对面则是 严先帝阵营的人 当然 霸天先帝 在介绍方无明时 只说是一位 相见恨晚的挚友 其他信息概不透露 也是鸡贼得很 好在这两拨人 来的都是有些 见识的强者 虽然感知不到 方无明身上气息 依旧是客气相待 至少没谈崩之前 没必要平白无故树敌 第154章 刑事所逼 霸天先遇的选择 霸天道兄 这已经是我等第三次拜访了 这次 总该有结果了吧 不错 霸天道兄考虑清楚即可 无需担心其他 要是有人胆敢闹事 我们各大先遇 不会袖手旁观 两大阵营之人 纷纷出言 显然是铁了心 今日必须得出结果 霸天先遇 今日必须选择 一个阵营战队 霸天先帝闻言 自知今日 无论如何不能蒙混过去了 好在有无明先帝到来 之前天道报喜 所有人都猜出 这无明先帝定然不凡 如今 无明先帝倾向桃仙 女帝阵营 这或许是上天 给霸天先遇的提示 略微思索过 后霸天先帝心中 已有决断 呵呵 今日我们只喝酒 不谈其他 至于结果 本帝已有决断 等宴席过后 自会亲自 登门拜访告知 众人闻言 心中对霸天先帝 高看几分 本以为今日 大家会不欢而散 甚至可能产生冲突 但目前看来 不仅场面上 大家还是相互客客气气 之后 还能把事情 给解决了 相信霸天先帝 还不至于诃骗众人 毕竟战队 是迟早的事 接下来 兵主敬欢 也有不少人上前 给方无明敬酒 想要结识一下 这位霸天先帝的挚友 方无明自然不会扫兴拒绝 毕竟这些人 跟自己也没什么仇怨 只是对待两拨人的态度 明显不同 夜深 宴席散去 方无明 始终没有向 颜先玉 跟霸天先玉之人 透露身份 不过 桃仙女帝阵营的几人 明显能感觉 道方无明的态度不错 心中也是暗血 这个人乃是霸天先帝之友 此人的态度 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于是 桃仙女帝阵营之人 也愿意向方无明透露 更多信息 从这些人口中 方无明得知 目前的基本形势 颜先帝到现在为止 共拉拢约三千个 大大小小的仙玉 而桃仙女帝 到目前为止 拉拢的 才不过一千仙玉 不过 各方都心知肚明 能被桃仙女帝看上的盟友 几乎都是双字帝号的 强悍仙玉 所以 目前形势并不是太乐观 谁都没有绝对的优势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场大战 才看似 毫无被阻止的可能 方无明曾打句说到 为了临天先帝的传承 掀起如此浩大的战争 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但桃仙女帝阵营的那几人却说 事情并非传言所说的那样简单 方无明当时 也追问了两句 奈何对方 似乎也只是听闻而已 并不知晓其中详情 又或者不想透露太多 尽管如此 方无明 也能隐隐感觉到整件事情 正在被一张无形大手操控着 仙界 似乎正在被人 推向深渊 战乱将棋 无人能幸免 自己也得提前了解清楚情况 参战或者独善其身 也会变得从容许多 方无明抬头望月 心中暗道不妙 自己来得真是时候啊 还真给自己赶上了仙界战乱 就在方无明望月 心叹之时 道友 我已经选择了阵营 霸天仙帝声音传来 方无明转头望去 霸天仙帝神情有些不自然 见状 方无明心中也有猜测 方无明长叹一声 没有说话 真是麻烦 为何这把天仙帝明知道自己的态度 还如此选择呢 道友莫怪 实在是 行事所逼啊 霸天仙帝 也只是这场动乱的受害者 在下也只能尽量避免更大的损失 霸天仙帝说完 也是望月长叹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更何况 是在这强者如云的仙界呢 表面上看 一方仙帝高高在上 但在整个仙帝的尺度下 单独一个仙帝 也只能随波逐流 强行逆流 只会灭亡 无名道兄 听在下一句劝 颜仙帝的迎面更大 无名道友 好自为之吧 霸天仙帝稍微解释了两句 身形消失不见 显然不想解释太多 第二天 方无名就独自离开霸天城 准备通过远距离传送阵 前往陶仙仙帝 可惜 并没有直达的传送阵路线 陶仙仙帝离霸天仙帝 是真的有点远 方无名猜测 这应该也是霸天仙玉 选择跟颜仙玉联盟的原因之一吧 霸天仙帝倒是会做事 亲自送方 无名来到远距离传送阵 还帮方无名支付了三亿上品仙灵石 方无名看得出 对方是想私下结个善缘 以后也能多条活路 方无名本身不缺仙灵石 并不想这样平白无故欠了人情 但奈何霸天仙帝执意如此 方无名也只能作罢 临走前 方无名也将无名仙宫的事 说了出来 希望霸天仙玉之人 暂时不要去打搅无名仙宫 霸天仙帝自然是爽快答应 随后立即安排下去 方无名想着 无名仙宫迟早会被发现的 还不如现在说出来 让霸天仙帝照看一二 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 也算是有个人兜底 再说 十万仙帝傀儡守护 方无名并不认为 无名仙宫那边能出什么事 于是 安心踏近远距离传送法阵 目标 逃仙仙玉 方无名打算 先去找桃仙女帝 亲自了解清楚情况 之后再做打算 毕竟桃仙女帝 肯定是最了解 目前形势的几人之一 方无名一直觉得 这件事 背后还有一些 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弄清楚情况之前 还是先不要乱动手为妙 本来方无名 想带上天机的 可后来想了想 天机这家伙 把人家老乡好的身体 造成那样 还是算了吧 况且天机这家伙 还不太好找 索性就不管他了 半炷香的功夫 方无名就从霸天仙玉 来到了一方陌生仙玉 按照霸天仙帝 给出的最佳路线 方无名想要 到达桃仙仙玉 还挺麻烦的 预计的通过几十个 大大小小的 远距离传送法阵 当然 这是在所有预测的 远距离传送法阵 都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要是运气不好 途中正好 有些远距离传送法阵 损坏维修之类的 那就得重新规划路线了 因为这种复杂的 远距离传送法阵维修 动辄两三年 方无名根本等不了 好在方无名不像其他人 方无名并不需要精打细算 只要整条路线最终能走通 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方无名没有在这方仙玉 逗留的打算 支付完费用 立即出发 前往下一站 第155章 圣仙级别顿空服 霸天仙玉 归须秘境内 无名仙宫 所有人都在努力修炼 这都要归功于逍遥子 对仙界的负面宣传 说什么 真仙之下接楼也 不赶紧趁现在的大纪元 快速提升 出了秘境 那就是一个死字 走路都不敢走大路 生怕被路过的大佬 一口唾沫淹死 因此 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了 一个基本准则 那就是不成就真仙 不得出关 不到真仙出关 不说自己小命得不到保证 也会得无名宗丢人 然而短短几天时间 就有不少修饰 突破真仙 兴致勃勃准备外出 好好看看仙界的大好河山之事 又被天机泼了一盆冷水 你们以为真仙就很强 错 真仙 依旧是楼也 你们要是嫌活够了 大可出去试试 只怕你们连秘境入口 都难以活着到达 天机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仙宫之内 久久不息 其实 天机并不关系 这些人的死活 只是 天机感应到 周围有十万仙帝傀儡 暗中守护无名宗 不用想 这肯定是方无名的手笔 现在方无名不知道跑哪去了 自己可不能任由 无名宗之人去送死 还是等方无名回来了 再做定夺吧 小盒子 你那还有存货吗 方无名小院内 卢老头一脸愁容 已经在这里 等了两天了 硬是莫等到方无名 我说你就不能想点正事吗 天机无奈 同时 也随手甩出一个酒葫芦 卢老头眼睛一亮 立马接过酒葫芦 拔开筛子 狠狠闻了一下 心中心细 见状 天机无奈摇头 最近总感觉心神不安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感觉 灵天先帝的躯体 似乎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虽然 能隐隐感觉到有变化 但仔细探查之下 又毫无发现 会不会是跟那个女疯子有关系呢 毕竟现在到了仙界 距离那个女疯子 更近了一些 想到这里 天机不由的 后背一亮 哎呀 自己在那里 瞎想有什么用 行动不如行动 老头子 我跟你走一趟便是 卢老头给自己灌了一口桃仙酿 很是大气说着 天机闻言 眉头微皱 也罢 迟早要去见上一见的 天机跟卢老头 又在无名仙宫周围 布置了一个隔绝法阵 外面的人想进入 起码得胜仙实力 里面的人想出去 起码精仙实力 做完这一切 两人才放心离去 两人刚从归须秘境中出来 立刻发现周围 蹲守不少强者 这些人并不是 明目张胆的蹲守 而是躲藏在暗中 天机跟卢老头对视一眼 并未主动去理会周围 暗中潜伏的 十几位圣仙强者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赶路要紧 并且 天机能感应到 此地前不久 刚有一位圣仙级别的 强者陨落 不知为何 天机自然而然 将此事跟方无名联系起来 如此一想 周围蹲守的人 莫非是来寻仇的 天机冷哼一声 直接带着卢老头 破开虚空 离开此地 至于那十几个 不自量力的东西 等他们按耐不住 进入秘境 有去无回 自己不敢动手 天机跟卢老头身形 再次显现 已经是来到一处 大型城池城郊 老头 身上有什么好东西 赶紧拿出来 换零食 卢老头文言一致 怎么回事 自己只是来凑个热闹 怎么还要自己掏钱 卢老头自然知道 天机打的什么算盘 这是想通过 远距离传送阵 快速抵达桃仙仙玉 老头子 我哪来的什么好东西 别打我主意 再说了 我记得能直达桃仙仙玉的 也就那么几个仙玉的传送阵 想从这里传送到 桃仙仙玉 还指不定 要传送多少次呢 天机文言 也是头疼 没有方无名 这个大款的日子 真的是寸步难行啊 好在天机 还算有仙剑之名 在龟须秘境里 弄了不少灵液 不过 灵液有限 也不能全给拿走了 还是要留点 给无名宗之人 修炼使用的 这才想 从卢老头那放点血 没想到这老头 突然变得机灵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穷 罢了 我这带了点灵液 先用着 到时候灵液不够用 只能让你 去街头卖一了 天机说完 不给卢老头反驳的机会 直接带着卢老头进城 两人一路走来 倒是无意间 听到了一些 关于桃仙女帝的消息 细细打听之下 天机跟卢老头 总算是大概了解的 目前的情况 真是想不到啊 那个疯女人 竟然还想着那件事呢 竟然还强行保留 灵天仙帝的一缕残魂 果然 疯婆子还是疯婆子 别人不知道 这桃仙女帝 打得什么算盘 天机可是清楚得很 可惜世人 都被其外表给迷惑了 得加快速度了 我们不去桃仙仙玉了 去另外一个地方 先去做好准备 天机神色 严肃说着 卢老头此时 也是罕见严肃起来 文言 微微点头 与此同时 方无名 从一个超远距离 传送法阵中走出 脸色不太好看 真是服了 什么时都能让自己给碰上 这两天 竟然被迫接连修改路线 真是蛋疼 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仙玉了 要是换做正常人 估计早破产个几百回了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次桃仙仙玉 跟严仙玉的大战 影响范围 要远比自己想象的 要大得多啊 这么多远距离传送法阵 都直接停摆了 想必是因为 选择阵营的原因 直接导致了传送路线 被拔除 再这么下去 时间怕是全浪费在 远距离传送阵上了 接下来 被拔除的远距离传送阵 只会越来越多 麻烦了呀 看来 得想个别的办法才行 直接赶路过去 肯定是不太现实 除非最后 真的迫不得已 那还能有什么法子呢 就在方无名 一脸愁容之际 听说了吗 许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你可千万别乱传 今晚城主府拍卖会 会有一张 圣仙级别的 顿空服拍卖 听说是一位 圣仙的一座 一张顿空服 基本上跟远距离传送阵 有得一拼啊 这么厉害 哎不对 你咋知道的 嘿嘿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的长处 可以把那些 玫瑰复制的服服贴贴 方无名眼睛一亮 想不到 自己先帝的好听力 竟然无意间 听到这个消息 美贵妇竟然好这口 嗨嗨 不对 是竟然有这样的顿空服 那两个低语的家伙 应该是这远距离 传送法阵的工作人员 正悄咪咪 躲在里间讨论着 第156章 日环 焚烧万物 月环 冰封万里 方无名 从远距离传送 法阵庄园中走出 抬头一看 天色已晚 事不宜迟 先去弄一张 圣仙级别的顿空服 城池中禁止欲空 方无名 只得叫了一个 熟练的飞行法器师傅 不到半个时辰 方无名 在一座宏伟城墙 潜下了飞行法器 此地 应该就是城主府了 竟然是一座城中之城 城门之上 只有一个单字 绝 方无名了然 这里的主人 应该就是绝地了 这些消息 是刚才跟驾驭 飞行法器的师傅 那里聊来的 不仅如此 这位绝地 已经明确加入 严仙帝的阵营 此时城门口人来人往 应该都是来参加拍卖会的 方无名 也是往城门走去 刚要进城 请出示请柬 两名身穿假皱的 真仙境修士 拦住方无名去路 方无名心中不悦 刚才我看见不少人 都不需要出示请柬啊 哼 你能跟那些 大人物相提并论吗 就是 没有请柬就快滚 也不撒泡尿罩罩 有喝 方无名一正 没想到 来到仙界之后 还被两个 看门狗给嘲讽了 撒泡尿罩罩是吧 只见方无名眼底 闪过利涩 那两名守卫 顿时如豆腐般 直接被一股无形的距离 自上而下 压迫而来 转眼间 地上多了两个口吐白沫的 裤裆湿润 不停抽搐 周围行人 都是真仙境以上 不至于惊呼出声 但也是面露忌惮 纷纷绕开方无名 塌塌塌 城门内 顿时传来整齐的塌地之声 方无名旁若无人 朝城门内走去 来者何人 胆敢在城主府闹事 方无名 只是瞥了一眼带头的卫兵 冷冷开口 圣仙及顿空服在何处 好好带路 心血还能小事化了 带头的卫兵闻言 顿时快气笑了 哼 真是狂妄 回答错误 方无名 话音刚落地 那对卫兵也是 纷纷融入地面 透都扣不出来 这下 周围吃瓜的众人 终于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要知道刚才那个带头的卫兵 起码是悬仙境 距离圣仙 也差不了太多了 阁下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要在我府内闹事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一名 衣着华贵的中年 身形缓缓浮现在方无名 身前不远处 方无名 其实早在城外 就感应到了 先帝气息 想必眼前之人 就是那所谓的决先帝了 不说这决先帝已然决定加入严先帝阵营 就光刚才那几个不长眼的东西 敢冒犯自己 也足以让他们 以命相抵了 现在 算是留守了 方无名知道 这位决先帝不可能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何事 但对方 一开口就说自己闹事 先帝威严 何时轮到几条 看门狗来冒犯 交出顿空服 饶你狗命 方无名 也懒得多说什么了 本来还不想白拿的 但现在 改变主意了 哼 饶我一命 决先帝怒急返效 我知道你有些本事 不过 在本先帝的地盘撒野 你怕是还不够格 决先帝虽嘴上说得轻巧 但也深知眼前之人 必定也是一名先帝 虽不知道为何 一名先帝要亲自来这里找事 但也只能给对方一个教训了 有机会 定要将对方留下 一副先帝躯体 价值不可衡量 决先帝第一时间 祭出一档长枪 长枪上 隐隐散发出地级威压 这就是你的底气 方无名冷笑一声 之前就听闻 那言先帝 就是凭借一把先帝气 才能跟桃仙女帝斗得不相上下 哼 本先帝倒要看看 你还能笑到几时 决先帝长枪舞动 虽然已经极为克制收敛 但长枪散发的气势 依旧使附近建筑摇摇欲坠 周围围观的吃瓜群众 更是早就远远逃离此地 只见方无名不慌不忙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顶级先帝气 嗡的一声 方无名身前突然出现一个 墨盘大小的圆环 紧接着咔嚓一声 圆环一分为二 围绕方无名旋转 这是系统奖励的先帝气之一 毕竟全身上下都是先帝气 没有一把先帝级别的武器 怎么无敌于下剑 此环名为两极日月环 日环焚烧万物 月环冰封万里 两极日月环祭出的瞬间 周围建筑立刻被焚烧为灰烬 下一瞬 灰烬被冻结成冰渣 冰火交替 只在一个眨眼的功夫 这还是再方无名 根本就没有怎么催动 两极日月环的情况下 顿空服在何处 方无名最后再问一句 主要是怕等下误打误撞 被顿空服给毁了 那可就白忙活了 决先帝额头渗出汗水 紧接着汗水结冰 早已是心中震动不已 看来今日踢到铁板了 阁下为何不请自来 而且到现在都还未爆出名号 到底是何居心 决先帝强行镇定行神 终于想到了先见 还是有些规矩的 先帝入境 必须先自报家门 得到本先狱之主同意之后 方可入境 不然将视为无故挑衅 将会受到各大先狱的联合制裁 然而 决先帝不知道的是 方无明根本不知道 这什么狗屁规矩 之前在霸天先狱 霸天先帝也没提及此事 之后 方无明一路传送过来 身上气息又掩藏得极后 闻言 方无明微微点头 决先帝见状 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打是应该打不过了 现在只要不是太丢面子 稍微示弱一下 也是可以接受的 就在决先帝心中暗自庆幸之时 终于找到了 那么 接下来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你 决先帝瞪大双眼 不敢置信 眼前之人竟然真的要在决先玉姬杀自己 然而 决先帝发现得太晚了 一个先帝初七 一个先帝大圆满 且手拿顶级先帝气 决先帝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扑扑两声 日月双环已经穿过决先帝躯体 只见决先帝身躯 一下子变得通红 一下子极寒 下一瞬 决先帝满脸不甘 先帝之躯 轰然崩溃 散落一地 其神魂也早在冰火两重天之下 荡然无存 整座城主府都震动了 决先帝竟然就这么简简单单被人给秒了 这怎么说 也是一位先帝啊 平时想找到能破开先帝肉身防御的物质 都是极难极难 没想到今日 竟然亲眼见到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方无名不理会 潜藏在暗处瑟瑟发抖的那些家伙 只见抬手一招 从不远处废墟之中 飞出一个精致愈合 愈合入手瞬间 方无名脑海中 立刻出现圣仙级别 顿空浮露的信息 轰隆隆 天空角跃瞬间被血色乌云掩盖 血色雷霆乍响 天道悲鸣 眼看空中就要落下血雨 方无名意念一动 祭出顿空浮 原地消失不见 除了这决先帝 也算是变相 削弱颜先帝的实力 至于这仙玉那只人 方无名就懒得理会了 不然 只需全力催动 一下两极日月环 本就偏小的绝先玉 瞬间报废 第157章 雷玉赠酒 劫下善缘 绝先帝陨落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附近仙玉 就连桃仙女帝 也是略有耳闻 这对于桃仙女帝 自然是极好的消息 即使是她 也很难在不闹出什么大动静的前提下 击杀一名先帝 重伤倒是有可能 其实 仙界这些年来 别说先帝 就是圣仙 也极少有人陨落 主要是 大家实力都没有相差到 可以秒杀对方的程度 最终都是大战几个月 双方重伤离场 最后不了了之 毕竟没人会一直打无意义的架 但 这次跟颜先帝那畜生 只能是不死不休的结局 逃仙先玉 浩月当空 一处山巅悬崖之上 桃树下 桃仙女帝 停下抚琴的手指 遥望远方 每次想到 被颜先帝 坏了自己多年来的谋划 心底杀意 都是难以遏制住 不过好在大战 即将如期而至 大体上跟自己所谋划的 偏离不是太远 到时候 定要把那颜先帝 错骨扬灰 与此同时 一片无尽雷域上空 方无名 正在享受雷电按摩 没办法 本来使用顿空斧赶路 好好的 突然来到这雷域之内 平时平常的雷电 根本就无法让方无名 感到任何感觉 但这里的雷电 却是有些奇特 不断在方无名身上游动 酥酥麻麻 正好缓解一番 连续赶路的疲劳 按照方无名的预估 连续使用顿空服的话 估计再过几天 就能感到桃仙仙玉 今日在此处 逗留一下也无妨 方无名 还特意掏出桃仙酿 配合此地雷电洗礼 真正的身心舒畅 方无名 浩瀚声势横扫四方 竟发现方圆亿万里 都是雷域范围 毫无人焉 当然 有一些 由雷电衍生的奇特生灵 这些生灵 竟普遍都是金仙境 在仙界 这个实力不算弱了 中上水平 很快 方无名发觉 此地并不是雷域的核心 方无名 顿时生了想去雷域核心区域 爽一把的冲动 一张顿空服寄出 方无名原地消失 身形再次显现 已经来到雷域核心区域 此地的雷霆更加狂暴 宛如修士 生鲜雷劫 四下望去 到处都是接天连地的 粗大蓝色雷电 强悍的雷霆之力 甚至隐隐影响到了方无名 神识探查 不过问题不大 一身仙地气 如此强度的雷电之力 不多不少刚刚好 方无名又拿出酒壶 给自己灌了两口 心情愉悦 可莫过多久 方无名就隐隐察觉 有一道晦涩神识探查而来 方无名眉头微皱 凝聚神识 朝一个方向探查而去 嗯 万米之下的地面 竟然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宫殿 本来一座宫殿 不足为奇 而且也不是太过奢华 但在这不毛之地 就显得有些显眼了 好奇之下 方无名神识探入宫殿之内 竟有一男子 准确来说 应该是一个男子的魂体 不过魂体已经极为凝实 与真人无异 男子盘坐大殿法阵中央 面容俊秀 眉宇间写满沧桑 一头白发披散身后 刚才就是这男子的神识 探查自己 方无名不是很确定 因为此时男子 似乎还处于类似 深度昏迷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主动 释放神识探查 更像是被某种东西 吸引之下 下意识探查而来 下一瞬 方无名了然 看看了手中酒胡落 接着一甩手 又一个酒胡落凭空出现 飞向地面的宫殿 最终稳稳落到白发男子跟前 相见极是缘分 这酒赠于你了 全当是我使用这雷玉的谢礼了 方无名说完 不再理会下方宫殿 自饮自着 又过了半场 方无名舒展了下身体 最后 扫了一眼下方宫殿 祭出顿空服 下一瞬 已经远离雷玉 方无名离去的同时 雷玉内那座宫殿之中的白发男子 双眼缓缓睁开 白发男子目光 落到眼前酒葫芦之上 随即一招手 酒葫芦入手 意念一动 葫芦塞子自动打开 属于桃仙酿独特的香气 顿时弥漫开来 真是想不到 那几个老朋友 也返回仙界了吗 看来 自己也得出关了 不知道我的转世之身 现在何处 白发男子自言自语 随即瞳孔深处 浮纹闪动 过了一会儿 白发男子眉头一皱 嗯 怎么会跑到那里去了 是被人打死了吗 白发男子心中顿时一脑 不过 随即反应过来 应该不是死了 死了应该会继续转世的 不会在那种地方逗留 应该是自己的转世身 自己前往那个世界 莫非那个世界有什么机缘 想到这里 白发男子 微微摇头 看来这么长时间过去 外面的世界 早已日新月异 自己是时候出去了 先去寻找自己的转世身 重塑神体 再做打算 白发男子身形缓缓浮起 一挥手 宫殿瞬间消失不见 然而 宫殿之下 另有乾坤 只见原本宫殿所在 竟有一块石碑 石碑上 有一根铁链 死死缠绕 不仅如此 石碑每个方向 都贴了一张橙色符路 符路之上符纹流转 似是在极力镇压石碑 白发男子 没有太多犹豫 手中快速掐绝 指向下方石碑 哇 石碑颤动 紧接着 石碑缓缓浮起 白发男子大手一挥 石碑瞬间消失 也就在这一瞬间 这片区域的雷霆之力 顿时烟消云散 整片广袤无垠的雷玉 如冰雪消融 露出荒芜的地貌 那些由雷电之力 衍生而出的奇特生灵 瞬间化作雷光 直冲入白发男子体内 不到十几个呼吸 整片雷玉 消失无踪 白发男子的身体 也是更加凝实 此时 没有先帝初期修为 根本看不出白发男子 乃是魂体 不仅如此 白发男子身上气息 已经隐隐有了 超越先帝的趋势 只见白发男子 随手一挥 身前虚空 被整齐撕裂开来 一步踏入 白发男子身形 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 一座广袤城池上方 老东仙 见你一样东西用用 不见白发男子 如何用力 悠扬的声音 顿时覆盖整座城池 下一瞬 一道身影 出现于白发男子 身前不远处 是一位须发皆白 精神绝朔的老者 老者一脸的狐疑 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见老者如此神态 白发男子 不耐烦道 我记得 你这里有 直达幽冥界的门户吧 拿出来 别逼我动手 这与其之神态 老者没来由心头一抽 头皮一紧 突然想起了 不太美好的过往 稍等 我这就去取来 第158章 好好说话你不听 那只能来硬的了 嗡 虚空震动 方无名身形 缓缓浮现 终于 来到了 桃仙歇欲外围 真是不容易啊 战乱将起 远行困难重重 这些天以来 方无名经过的一些地方 早已发动局部性战争 不过还好 目前参战最高战力 只是圣仙 方无名神识 稍微探查一番 确定了桃仙女帝所在 刚要动身前往 来者何人 突然 一道清冷女生 夹杂着先帝 后期级别的灵力袭来 方无名身形一致 是桃仙女帝无疑了 想不到 领帝意识这么强 无名先帝 前来拜访 方无名 淡然答道 过了好一会儿 原来是无名先帝 请来一叙 得到邀请 方无名也没想太多 一步踏入虚空 下一瞬 已经来到 一座华丽宫殿大门前 方无名略微迟疑 还是踏入大殿之内 只见一女子 身着粉色长袍 斜躺在王座之上 青丝如铺 肤如宁之 凹凸有致 妩媚敬险 道友请入座 方无名也不客气 自行寻一个 合适的位子坐下 无名先帝之名 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闻言 方无名端起酒杯地 手盾了一下 一上来就要商业互吹了吗 仙剑还真是讲究排面啊 彼此彼此 听闻桃仙女帝 不仅实力无双 一身滋容 更是倾国倾城 今日一见 所传非虚啊 方无名礼尚往来 吹嘘了一番 乃听过什么 桃仙女帝的传闻啊 就算听过 也是说 这桃仙女帝 自从临天先帝 从仙界消失之后 变得阴晴不定 动不动就要跟人拼命 但 自己无名先帝之名 对方显然也没听过 既然对方先开枪 那自己 也只能礼尚往来了 显然 桃仙女帝闻言 很是受用 终于起身坐职 不知道有此次前来 所为何事啊 要是有什么本帝 能帮得上忙的 倒有尽管开口 桃仙女帝试探 出方无名 并无敌意之后 立马抛出橄榄枝 毕竟一身先帝气的 双字帝号先帝 还是不多见的 桃仙女帝心中 也暗自庆幸 还好当初 跟那糟老头子 学过一些练气皮谋 不然还真看不出 无名先帝身上的先帝气 而这也说明 无名先帝一身先帝气 品相是极高的 方无名私存片刻 不瞒道有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一个朋友而来 哦 桃仙女帝 还以为无名先帝 是来投奔自己阵营的呢 毕竟 是刚成就的先帝之位 战乱将起 势得寻一个靠山 天机河 听到这三个字 桃仙女帝瞳孔 明显收缩了一下 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桃仙女帝 微不可查清哼了一声 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么说 那破盒子 已经来到先界了 说吧 灵天的遗体 是不是被她拿走了 桃仙女帝面色异冷 似是在极力克制 将要爆发的怒火 方无名见状 没来有一阵心虚 不过转念一想 灵天先帝的身体 自己又没动过 嗨嗨 就算是喝醉的时候 拍了一下她翘臀 那也是无心之举 总之 一切黑锅 都是天机那家伙的 况且 自己这不是为了 复活灵天先帝 才大老远跑一趟吗 自我心里斗争了一番 方无名 这才开口 我这次正是为了 灵天先帝而来 我有一定的把握 能复活灵天先帝 要是能得到 一缕灵天先帝的残魂 那把握就会更大 闻言 桃仙女帝眼睛一亮 方无名 能明显感觉到 女帝眼神中的期待 可下一瞬 桃仙女帝脸色再次冷了下来 这都多亏了 阎先帝那混蛋 搞得现在先界 是个人都知道 灵天先帝 还有一缕残魂存世 这无名先帝 也是为了那一缕 残魂而来 会不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没办法 关于这一缕残魂 不得不谨慎 如今 惦记这道残魂的人 可不少 但是如今 那一缕残魂 已经被人夺走了 为何阁下还来找我 桃仙女帝目光逐渐警惕 因为被严先帝夺走的残魂上 有一道封印 这封印 乃是一件先帝气施加的 没有这件先帝气的辅助 强行解除那道封印 只会白忙活一场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两方才 必须从对方手里 取得所需之物 战争 已不可避免 而 残魂上有封印这件事 知道的人 可不多 莫非这无名先帝 是严先御派来的 方无名闻言 刚要开口解释一番 可桃仙女帝敌意见起 丝毫不掩饰 方无名道了 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心中不快 这女人 明知道 自己是为了复活她 道旅而来 不仅没有丝毫感谢之意 还对自己产生敌意 说不得下一刻就要 启动这大殿内的杀阵 拿下自己 方无名早就 发觉这大殿之内 有杀阵 之前才会稍微犹豫 要不要入殿 但后面想了想 自己是来帮忙的 不必在意这些细节 可是现在 看来不需要那么客气了 那你可知道残魂 现在被严仙帝藏在何处 方无名语气 也是冷了下来 还是赶紧问清楚 一些基本情况之后 自己去严仙玉取 那一缕残魂吧 这女人 怕是指望不上了 哼 事到如今 还想套我话 桃仙女帝刷得起身 胸前抖动不已 方无名也怒了 真是X大无脑 辛苦跋涉这么远 还以为起码 也能得到一声感谢 然后更清楚 了解到目前情况 好计划 接下来的行动 没想到 要不是为了天机和 这女人老公 死不死关老子屁事 剑方无名起身 桃仙女帝 瞬间催动大殿内杀阵 好好好 好好说话你不听 那就只能让你吃点硬的了 哼 方无名身上 气势迸发 大殿内摆设瞬间被震碎 紧接着方无名身前 浮现两极月月环 桃仙女帝双眼瞪大 竟然是一件顶级先帝兵器 怎么谁都能随随便便 掏出先帝兵器 这沙阵怕是扛不住了 果然 下一瞬 碰 碰 日月双环 轻易突破沙阵 大殿顶上 直接破了两个大洞 桃仙女帝刚想寄出兵器 可惜背方无名强大神识干扰了片刻 等桃仙女帝反应过来 只觉得身体一阵冷热交替 竟是早已被日月双环 环绕在中间 现在 把你知道的 统统说出来 你 同样的话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方无名说话间 日环已经轻易划破桃仙女帝手臂 金色地穴渗出 伤口竟是不能立即恢复 第159章 封批女帝 感受久违的疼痛感 桃仙女帝脑子终于是清醒了一些 说吧 此次你们两方如此大张旗鼓 我想 应该不只是为了临天先帝的传承吧 方无名副手而立 眼神冰冷 从之前打探到的消息来看 一直觉得这件事 还另有隐情 现在 找到了郑主 说什么 也得先了解清楚 桃仙女帝面露纠结之色 真是没想到 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这无名先帝 有如此实力 真想对付自己 何须作戏呢 难道自己真的太过警惕了 桃仙女帝思量一番 轻叹了一口气 到底是不是过于警惕 都已经无所谓了 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 不错 事已至此 也不怕你知道 如外界传言所说 本帝与临天先帝 确实曾经是道理 可惜 最终还是错误了 那傅心汉 竟然为了所谓的苍生 弃本帝于不顾 撒手而去 既然这仙界苍生对他那么重要 那本帝偏要毁了这一切 桃仙女帝情绪越来越激动 似乎再也抑制不住 持来十万年的泪水 方无名心中无奈 想不到这么狗血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一缕残魂 被代理桃仙仙玉的那一刻 就注定一切已经如本帝计划的那样运行 不怕告诉你 那一缕残魂 其实是一把钥匙 一把可以自由 进出时间长河的钥匙 自由进出时间长河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仙界古往今来所有的顶尖强者 为了能从时间长河中脱离出来 都将俯首称臣 方无名听到这 心头一紧 仙界诞生于何时 已经无法考量 唯一能确定的是 远古仙界 必定有超越仙帝的存在 而且数量不少 谁要是有这样一股力量 那不管是救世 还是蔑世 都将一如反掌 本帝故意放走颜仙帝 现在 几乎大半的仙界 都在帮本帝 寻找时间长河的入口 等时间长河入口被找到 本帝只需一念之间 那一缕残魂 便会回到本帝手中 桃仙女帝放肆大笑 这些话 憋在心里已经十万年 今日 终于是可以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你不怕我将这些消息 散布不出 而且 就算你以后 真的能掌控时间 长河里所有的强者 你就那么确信 自己一定可以 在仙界为所欲为吗 方无名 只是震惊于眼前女人的疯狂 却也没太放在心上 毕竟自己如今论 单体实力 仙界之巅的存在 论人手 自己无限仙帝傀儡 还是手握聚锤神兵的仙帝傀儡 根本就不耸时间 长河里走出的那些强者 你还是不明白 对于一些人来说 统一仙界 就是毕生所愿 即使他们知道 本地可能会有后手 但面对时间 长河内那股巨大的力量 他们会毫不犹豫铤而走险 方无名闻言 终于是皱起眉头 如此说来 貌似不少人早就知道 桃仙女帝的谋划 只是自愿入局 想将计就计 与虎谋疲 难怪这帮人跟尸了质一样 胡托托一群原始人莽夫 毫无道理可言 要么加入 要么毁灭 而这一切的开端 就是眼前这个 风批女帝 严仙帝那火人 还一心想要谋取巨大好处 各种谋划 可惜 他们的对手 就是一个风批 根本不在乎得失 随时都会破罐子破摔 想到这里 方无名略感头疼 如此看来 自己想复活灵天先帝的事 就是桃仙女帝 这场谋划中的一个变数 可能 连桃仙女帝也没想到 灵天先帝 还会有复活的可能吧 理清现状 方无名 终于开口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有一定把握 可以复活灵天先帝 前提是那一缕 残魂必须在我手上 文言 桃仙女帝眼底 再次闪过期待 可下一瞬双眼 重新变得冰冷 就算将她复活了 又能如何 她还是会跟上次一样 为了所谓的苍生 而再次失去自己的生命 桃仙女帝太了解她了 我 桃仙女帝欲言又止 神色复杂到极致 有蹊跡 有落寞 有无奈 有忧伤 时而似乎回想起什么往事 而露出幸福之色 方无名看着不远处 被日月双环围绕的女人 心中也是复杂 现在的桃仙女帝 大抵威严惊散 看起来 只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妇人 甚至隐隐有些精神失常的趋势 方无名心中轻叹 严禁于此 灵天先帝也算是帮了我不少 我只想试试看能不能将其复活 算是了结这因果 不管你是否配合 我都会尝试一下 之后 我绝不会再管此事 仙界之大 任我遨游 方无名话音刚落 日月双环也重新收回体内 我会在桃仙仙玉逗留三天时间 三天后给我一个答复 方无名转眼从大殿内消失 只留下回音绕梁 过了好一会儿 桃仙女帝才似乎回过神来 四下扫了一眼 大点一片狼藉 这位桃仙仙玉的顶梁柱 今日终于是不堪重负 贪软倒地 与此同时 方无名已经来到桃仙城一处酒楼 这次一个人 方无名选了一个 僻静包间独饮 当然 整个酒楼内所有的谈话 方无名都是能听得清清楚楚 给自己倒满一杯桃仙酿 一口饮尽 心中莫名感慨 却又不知为何感慨 方无名索性不再想这些事 三天后 不管有没有答复 自己都会返回霸天仙玉归序秘境 但想了想 方无名又觉得霸天仙玉 已经不能独善其身 怕是无名宗也难以平稳 躲过这次动乱 想到这里 方无名萌生 自创一方仙玉的想法 就在之前经过的那处雷狱 就挺不错 这个想法 一旦萌生 就有些抑制不住 方无名越发觉得 这个路子可行 那处 雷狱面积不下于霸天仙玉 且没有什么人烟 妥妥的无主之地啊 不过 就是有一道魂体 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到时候得问问看 将桃仙女帝的事 抛之脑后 方无名心情 也重新变得轻松许多 就应该是轻松自在 才算得上 是仙人吗 还有三天时间 之前一直没什么心情 查看系统任务 现在倒是可以看一看了 目前自己寿命悠长 实力顶尖 也不是太急 慢慢完成任务即可 当然 如果任务奖励 足够诱人的话 倒是可以加快进步 第160章 完成系统任务的捷径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这三天时间 方无名一直待在酒楼包厢 闲来无事 倒也是听到 附近一些修饰交谈 了解到一些仙界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信息 其实 在很早之前 方无名就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 仙界那么多仙帝 每个人都 似乎有自己的仙域 没到仙界之前 方无名还以为 成就仙帝之位 就会有自己的仙域 当时还在疑惑 是不是有什么组织 专门发放仙域领地 然而 到了仙界之后 方无名才知道 是自己想多了 根本不包分配 新的仙帝诞生 一般都不会急着 去建立自己的领地 因为在仙界 仙帝想要建立自己的领地 是需要自行去寻找的 然而 并不是太好找 要么区域不够大 要么早已被人盯上 不过 倒是有一个地方 那里所有的区域 都是无主之地 那就是仙界的最外围边疆 也就是 还未被开发的区域 传闻 那些区域 凶险无比 没有仙帝气傍身的仙帝 最好是不要轻易涉足 不仅如此 那些外围 开发出来的仙域 还得承担着 抵御来自 凶险之地的 不知名生灵入侵 也就是说 越是仙界外围的仙域 压力越大 大家各扫门前选 哪管他人瓦上双 方无名思来想去 自己也不是很看重什么 仙域领地 随缘即可 到时候 去那处雷域看看 现在回想起来 那处雷域 确实是很奇特 跋涉了这么久 也就那里 最为奇特 正好 系统的第二个任务 是搜集大道碎片 当搜集完毕 系统的奖励 就是让宿主 瞬间领悟大道 直达圆满 掌握大道之力 真正超脱 正道长生 之前得到那块大道碎片 虽然能无限复制 但也只能是 复制其中 蕴含的能量 再怎么复制 也不可能拼凑出 完整的一条大道 还是必须要寻找到 其他相应的碎片 之前那处雷雨 如此神奇 说不定里面 就有大道碎片呢 但即使那里 真的有一块大道碎片 情况 依旧不是很乐观 到现在 方无名都不知道 这所谓的大道碎片 到底有多少块 而且 仙界传闻 大道三千 是不是意味着 自己接下来 找到的每一块大道碎片 都有可能 不是同一个大道的 有点蛋疼 这任务 还真不是一般的难 之前得到的大道碎片 是在下界 这就说明了 其他大道碎片 很有可能 分散诸天万劫 搞毛啊 方无名想着想着 心态有点炸 这得找到什么时候 虽然自己有无限 先帝傀儡办事 但想前往其他世界 也是需要先找到 对应门户的 或者是找到 对应路线 而且 还不一定有收获 与大海捞针无异 真是不知道 是哪个大院种 非要把三千大道干碎 如果不是这样 就不会有这个任务了 想到这里 方无名灵光一闪 对啊 自己回到先界远古时期 回到三千大道本源 还会被破坏的时候 那系统任务 不就轻轻松松 完成了吗 就是不知道 这算不算作弊 怕到时候 系统不买账 方无名 立即心神收敛 系统 你懂我意思吧 本系统 只认任务材料 至于任务材料 从何而来 一概不管 方无名心中大写 还以为系统 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样一来 那什么时间长河 自己还真得去看上一看了 方无名面积此处 桌子对面的虚空 一阵波动 方无名心中了然 三日之七已到 果然 桃仙女帝一步 从虚空中踏出 此时的桃仙女帝 已经明显变得 正常了许多 身上散发尚未者的威严 方无名依旧自饮自着 悠闲等待对方开口 你当真有把握 方无名闻言 自然知道对方此话何意 我没必要骗你 做这件事 对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 还人情而已 显然桃仙女帝 在来到此地之前 早已想清楚了一切 现在也只是顺便 再问一遍而已 好 我配合你 桃仙女帝 几乎没有犹豫 抬手祭出 一面古朴同镜 接着就对镜面 一顿念咒掐卷 嗡 一股能量波动 从镜面传荡开来 方无名只觉得 那镜面 此时似乎变化成了一个 小型的虚空通道 果真神奇 然而还莫等方 无名仔细观察同镜 只听咔的一声 同镜表面竟然突然出现裂纹 咔咔 裂纹如蜘蛛丝般 快速蔓延整个镜面 桃仙女帝双眼瞪大 显然眼前一切 也是出乎了她的意料 下一瞬 桃仙女帝眼中闪过丽色 双手七出 快速掐掘指向镜面 然而 伴随一声闷哼 桃仙女帝面色 一下子变得煞白 不过 很快就恢复了回来 方无名见状 知道事情 已经超出眼前女人的掌控 心中叹息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啊 这 怎么可能 仙界不可能 有人有这样的能耐 桃仙女帝 一脸的茫然无措 不敢置信 下一瞬 桃仙女帝似乎想到了什么 面露惊骇 是她们 她们卷土重来了 桃仙女帝 眉头莫尾的一句话蹦出来 搞得方无名更加困惑 她们 闻言 桃仙女帝 只是茫然摇头 似乎一下子重新变回之前 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状态 方无名见状 一阵蛋疼 再也不跟风批交流了 费心费身 亏自己还等了三天 不管她们是个 什么东西 方无名还真不怎么放在眼里 现在的仙剑 方无名还真就不带怕的 就在方无名无奈起身 就要离去之时 必须尽快找到时间 长河入口 如果让他们先找到 那仙剑将万劫不复 方无名微微点头 表示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不过 你一个仙剑老油条都找不到 跟我说有啥用 桃仙女帝似乎看出了 方无名的不以为意 天机河 天机河可以找到时间长河所在 此话一出 方无名终于是停下 即将离开的动作 转头看向一脸急切的桃仙女帝 这女人 真的奇怪 一会儿要毁灭仙剑 一会儿又很担心 仙剑万劫不复 到底是个什么心态 是个什么原理 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不过 看她样子 应该不是诃骗自己 想不到天机那家伙 还是有点作用的 还以为只会一天到晚 到处忽悠人呢 第161章 两帝来访 也是时候回去看看天机他们了 尝试复活 就算不成功 自己也曾努力过 心里过得去了 之后就带上天机 一起去寻找所谓的时间长河 完成系统任务 正到长生 逍遥自在 至于什么阿妈阿狗的 要祸害先见 方无名并不是太在意 现在看来 桃仙女帝的计划 应该是出了了什么了不得的变数 桃仙女帝彻底失去优势 局势真正势均力敌 严先帝有残魂 虽然破除了桃仙女帝对残魂的控制 但残魂上的封印 却是没办法 桃仙女帝空有解除封印的先帝气 却无用武之地 真是世事无常 计划赶不上变化 眼看再次逗留 也没什么用 方无名告辞离去 桃仙女帝 想要跟随方无名 一起去见天机盒 不过方无名拒绝了 这女人殷勤不定 留在身边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方无名疯狂赶路 一个月之后 终于再次回到霸天仙玉 刚进入霸天仙玉 方无名下意识神识 覆盖向龟须秘境方向 龟须秘境外 聚集不少修士 而霸天仙帝 似乎 已经离开了霸天仙玉 不会吧 就离开不到两个月 就能出乱子 方无名眉头一皱 心中不快 祭出顿空服 身形消失 下一瞬 已经来到龟须秘境上空 下方约摩上万修士 无一人能感应到 方无名到来 诸位 据探子回报 龟须秘境深处 出现大机缘 据我所知 已经有两尊大帝 进入秘境 至今未归 必定是在里面 寻得莫大机缘啊 方无名在云端之上 越听心中越是疑惑 已经有两名先帝 进入龟须秘境了 秘境里到底什么东西 能吸引到先帝呢 不可能是无名宗吧 方无名微微摇头 无名先公 在下界还算得上 是不错的机缘 但在先界 就很一般了 方无名想不出 到底是什么机缘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不过 那两名先帝 估计已经被 十万先帝傀儡 好好招待了一番 现在非死极惨 方无名想到这 直接化作金光 冲入秘境 并不理会 守在秘境之外的重修士 这些修士 大多都是先界中下层 为了机缘 命都可以不要的类型 一进入秘境 方无名神识扫向 秘境核心处 无名先公安然无恙 也没有先帝大战的痕迹 拜见主人 一个戴着面具的先帝傀儡 从虚空中踏出 恭敬行礼 方无名微微点头 最近可有人 进入秘境之内 回禀主人 有两人 实力不弱 那两人说是主人 安排他们进入秘境的 所以 现在那两人被扣押在秘境之内 等待主人发落 方无名眉头一挑 还真有人进入此地了 走 带我去看看 片刻之后 方无名跟随先帝傀儡 来到一处天然形成的山洞之内 道友 是我呀 方无名一踏入山洞 就有人急切开口 嗯 霸天先帝 方无名疑惑道 不过随即就想清楚了 之前自己离开之前 就跟霸天先帝说了无名宗之事 这是来无名宗做客 看着方无名一脸不解 霸天先帝继续解释 无名道友 这位是阴昭先帝 是我一生挚友 阴昭先帝 听闻无名先帝大名 特来拜访 没成想 霸天先帝说到这 老脸一红 当初在阴昭先帝面前 有多装逼 此时此刻 就有多大脸 当初信誓旦旦 说无名先帝 必定会给自己一个薄面 没想到 一来就被一群先帝围殴 还好集中生智 报了无名先帝的名号 这才没被活活打死 造孽啊 方无名闻言 面色古怪 想必这位就是阴昭道友吧 说吧 来找本帝 有什么事 方无名可不觉得 会有人真的慕名而来 说没有什么目的 谁信啊 阴昭先帝 自然听懂了方无名的猜疑 赶紧起身拱手 不瞒道友 我来这秘境 主要是来拜访道友 想一睹英姿 其次 是曾听闻此秘境之内 有一处虚空裂缝 直达星河界域 阴昭先帝说到这 也就闭嘴了 并不想多说 自己寻找虚空裂缝 到底为何 哦 阴昭道友 为何要前往星河界域啊 方无名表示 不接受刚才 那么笼统的解释 呃 这 阴昭先帝面露难色 阴昭 你就快说吧 都这时候了 霸天先帝 显然也是刚知道 阴昭先帝另有目的 有些不愿 真是稀里糊涂的 挨了一顿胖揍 唉 我也是受人之托 至于为何前往星河界域 实在是不能告知 我能说的是 委托我来此的人 不是阴昭先帝 更不是陶仙女帝 阴昭先帝说完 再次闭口不言 好似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 不是阴昭先帝 也不是陶仙女帝 动乱将起 莫非还有隐藏在暗中的 第三方势力 会是谁呢 方无名看到 阴昭先帝视死如归的表情 也没了继续问话的心思 原来如此 既然不肯说 那就只能先委屈二位了 继续在此地待上一段时间吧 方无名话音落下 身形消失 只留下一脸气不过的霸天先帝 跟一脸急切的阴昭先帝 阴昭 为何之前不如实相告 霸天先帝有些恼怒 我待你如兄弟 你待我如寒批 唉 这件事 你还是不要掺和的好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文言 霸天先帝心中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为我好 鼻青脸肿的 好 被囚禁于此 好 见霸天先帝就要发作 阴昭先帝无奈摇头 展天 不可多言 阴昭先帝似乎已经到了极限 不可能再透露半个字 然而 这短短几个字 在霸天先帝看来 也足够解释清楚一切了 霸天下意识 想要开口进一步询问 可还是强行 将到了嘴边的话 给咽了回去 展天 先借这十万年以来 在众多老牌先帝心中 如果非要说什么事情 印象最为深刻 那就是展天二字了 霸天先帝不由自主回想起那时候 那时候 自己还跟现在的阎先帝一样 血气方刚 直到 那个妖孽的出现 那个精彩绝艳的妖孽 彻彻底底统治那个时代 后面 更是集结志同道合的先帝 静阳言展天 可惜 逆天行 也许结果早已注定 只是 到现在 霸天先帝仍然不知道 那位妖孽为何 非要展天 第162章 天机剑的消息 可是 展天跟星河界狱 又有什么关联呢 霸天先帝 终于也是静下心来盘坐 思索着 无明先公内 方无明小院内 方无明也是同样在思索 当然 霸天跟应召两位先帝的言行举止 都在方无明密切监视之下 方无明没有如霸天先帝那般 亲身经历十万年前的大动乱 自然不知道 展天代表着什么 但是 在下界的时候 天机曾经提过一嘴 霸天先帝 作为仙界剑道之巅的存在 被称为持剑者 天机剑 展天道 莫非 天机剑 流落到了星河界狱之中 方无明妈撒着下巴 目前所掌握的信息 也只能如此猜测了 那到底是谁派应召先帝 去星河界狱 寻找天机剑的下落呢 方无明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 不光天机那家伙不在 连同卢老头也走了 还好 这两个家伙 还算有良心 临走前给无明先公布置了防护罩 当然 也将外出的目的 大概跟林若霜姐妹 见天星等人说了一下 说是去寻陶仙女爹 可是自己刚从那边回来 方无明越想越觉得事情一团糟 之前 天机就在无明宗内都不太好找 现在 想找到天机那家伙 更是难上加难 几乎不可能 思来想去 方无明最终还是先决定 派出先帝傀儡 前往仙界各处寻找时间长河的消息 顺便寻找天机那家伙 而自己 则可以先想办法寻得天机剑下落 因为方无明有预感 这天机剑以后有大用 说不定这天机剑是天机那家伙 势在必得之物 有了决断 方无明意念一动 无明先攻之外 虚空顿时出现无数白色闪电 白色闪电 汇聚成亮眼的白色光柱 直冲秘境出口 冲出秘境后 迅速分散向四面八方 为了加快效率 每个傀儡身上都有几百万张 圣仙级别的顿空服 应该足够这些先帝傀儡 快速席卷整个仙界了吧 同时 在方无明的安排下 应召先帝无意间发现了逃跑的机会 最终 霸天先帝极度纠结之下 被应召先帝怂恿 两人双双踏入 通往星河界域的星空裂缝 当然 这一切 方无明都尽收眼底 方无明其实也是在赌 如果应召先帝为求保命 直接逃往秘境出口的方向 那方无明 也就算是彻底失去了天机剑的线索 而应召先帝 失去的 将是生命 好在应召先帝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就在阴昭霸天两地 冲进虚空裂缝不久 方无明来到虚空裂缝处 略微思索之后 一步踏入 与此同时 幽冥见 一处河谷之内 几人正在生火 考着不知名的妖兽 围在篝火旁的众人 面色结实 有些颓然 灵兄 你不是说此地有大机缘吗 这都过去多久了 胡卫这几十年来 每天内心都无比懊悔 当初就不应该跟着林凡闯入此地 此地没有灵气 几十年过去 境界没有丝毫提声不说 现在已经沦落到 需要进食的地步了 本来已经地骨的修饰 是不会因为饥寒 而感到虚弱的 可是此地诡异 呆久了 体内的修为 似乎正在被慢慢侵蚀殆尽 然而 林凡跟他的几个护卫 是体修 他们似乎并未感觉到 有什么影响 这就很气了 林凡此时心情也不是太好 本来进入此地 是听说 此地可以找到 以王故人的魂魄 有可能将其复活 但如今 已经转悠了几十年 愣是一根矛 都没找见 就连此时正在火上 烤的不知名生灵 都足足花费大半个月 才找到这么一头 这日子过得 属实憋屈 刚开始 林凡只觉得 此地荒芜 只要不停赶路 总会找到绿洲的 可后来渐渐地 就认命了 眼前的荒芜 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林凡一如既往地 不想回答胡卫的这个问题 三天两头就问一次 着实有点烦了 胡卫今天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只觉得 心情比往常更加浮躁 见林凡又是沉默不达 心中顿时恼怒 胡卫一下子起身 正要继续质问之时 轰隆隆 突然 几里外传来 巨石摩擦的厚重声响 众人赶紧转头望去 只见远处昏暗的虚空中 一道接天连地的裂缝 突兀出现 裂缝缓缓打开 众人这才惊讶发现 那很像一扇门户 众人健壮 不用任何人招呼 直接冲向那边 那也许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唯一的机会 啪 然而 众人还未跑出多远 一道蓝色闪电 划破天际 瞬间照亮了这片 常年昏暗的世界 在那一瞬间 胡卫林凡等人 似乎在蓝色闪电的照耀下 隐约看到周围 似乎出现了 密密麻麻的人影 宛如一个热闹的集市 然而这一切 随着蓝色闪电落地之后 也消失不见 现在还不是在意 这些的时候 因为此时 落在胡卫林凡 跟前不远处的蓝色闪电 已然化作人形 一个面容俊俏 头顶白色长发的男子 副手而立 也正在打量 胡卫林凡几人 林凡的几个护卫 下意识挡在林凡跟前 面露警惕 林凡自然 也看出白发男子的不凡 实力绝对是 自己无法想象的 然而 此时面具下的胡卫 却是震惊得无以复加 因为 眼前的白发男子 竟然长得跟自己一般无二 胡卫不敢置信 下意识亮呛 后退两步 以为是自己被困多年 已经精神错乱 怎么 你还没记起来吗 白发男子突然开口 众人猛缺 甚至不知道白发男子 是在跟谁说话 也罢 难怪修为 还这么低微 白发男子说完 随意一招手 胡卫整个身体 不受控制 悬浮而起 飞向白发男子 说来也奇怪 胡卫此时 竟没有那面临 生死危机之时的恐惧感 反而向是 解脱 胡卫转眼间 已经来到白发男子跟前 只见白发男子 微微一笑 下一瞬 化作一道蓝色闪电 直冲胡卫面门 咔嚓 胡卫脸上 狐狸面具顿时碎裂 脱落地面 胡卫就这么呆力 背对着林凡几人 一动不动 过了十几个呼吸 哄 就在林凡护卫 刚准备上前 查看胡卫的情况时 胡卫身 上一股能量迸发 威力之强 竟是把林凡的几个护卫 直接震得口吐鲜血 倒飞而回 飞沙走时 胡卫身 周狂风大作 逐渐形成一个龙卷风 几道蓝色闪电 如锁链 缠绕住龙卷风 将胡卫包裹在内 第163章 对了 你们现在可以叫我 战神先帝 处于飓风核心的胡卫 猛然睁眼 双眼已经变为深蓝色 电光闪烁其上 紧接着 胡卫身形缓缓升空 来到半空中 只见胡卫身前 突然出现遗物 仔细看去 像是一块 被铁链死死缠绕住的石碑 胡卫双手掐绝指向石碑 胡卫每爆合一声 石碑之上 就会有一张橙色浮露画 为积粉 连续四声爆合之后 石碑之上的铁链 开始剧烈颤动 似是快要压制不住石碑 哄 终于 铁链被震碎 石碑也终于展现出 其原本样貌 石碑有胡卫半个身子那么大 石碑周围 金色符纹雕刻齐上 说是雕刻 却有些不太准确 因为此时那些金色符纹 竟然在石碑周围区域 不停游动 更设人心魄的是 石碑中间那个大字 神 又是一声爆喝 胡卫右手紧握成拳 整个拳头 已然化作蓝色电流 碰 一拳轰向石碑 石碑轰然炸裂 石碑内金光千丝万缕 四散而逃 瘦 随着胡卫一声爆喝 所有金光镜 皆被吸入胡卫体内 轰隆隆 昏暗的天空 黑色闪电闪动 就像是一头雄狮 发现自己领地被入侵 正在示威 却又不敢扑杀而来 胡卫 只是冷哼一声 并未理会 空中黑色闪电 飓风眨眼间消散 周围 一切重新恢复寂静 胡卫缓缓落地 但似乎不太满意 自身的装束 意念一动 胡卫头上的斗笠 跟衣物瞬间化为积分 一头白色长发披肩落下 胡卫身上浮现白色长袍 此时看去 简直跟之前白发男子一般无二 做完这一切 胡卫这才撇向 早已被惊呆的林凡几人 现在的胡卫 不仅拥有了前世的强大实力 同时也保留了今生的记忆 林兄 别发呆了 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足足过了两个呼吸 林凡几人才回过神来 急忙点头 胡卫灵气扩散 笼罩住林凡几人 下一瞬 几人已经冲入几里外的巨大门户内 随着轰隆隆的声响 巨大门户缓缓关闭 消失无踪 等林凡几人再次看清眼前景物 已然来到先见 不过 林凡几人未曾修炼 自然对于先灵力的感知 不是太明显 只觉得身心前所未有的舒畅 这里 就是仙剑了 确切地说 这里是阴招先欲 仙剑 林凡几人 犹如被天雷直击脑瓜 这这这 林凡几人差点背过气去 这个消息 也太过魔幻了一些 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接受 呵呵 与你们相识 也算是缘分 如今我恢复了实力 自然需要照服 你们一二 拿去 这里是一些修炼资源 足够你们 一路修炼到真仙境了 对了 你们现在可以叫我 战神仙帝 战神仙帝化音刚落 一枚储物戒指 飞向林凡几人 莫等储物戒落入林凡手中 战神仙帝身形 早已消失不见 因招先欲煮成 移出密室内 战神仙帝身形浮现 接下来 要赶紧吸收戒杯内的 庞大气韵之力 尽快铸成完整神区 之后再去寻找天机 战神仙帝自顾自 低声嘻喃 融合了金氏的记忆之后 战神仙帝意外发现 自己金氏竟然也是冥冥之中 跟天机河有所关联 曾经从一个名为血月城的组织内 竟然是阴差阳错地 接取了一个寻物任务 而所寻之物 便是天机河 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 莫承想 还真给自己找到了 只是当时并不认识天机河 不过也知道了 天机河目前在谁手里 貌似是一个名为方无名的家伙 结合前不久 仙界刚诞生了一位无名仙帝 此时战神仙帝心中 已经隐隐有了猜测 也真是难为那无名仙帝了 竟然敢把天机带在身边 在资源缺口极大的情况下 还能一路从下界来到仙界 最终正到仙帝 也算是一个人物了 要是有机会 可得好好促膝长谈 阿婆 星河界域内 方无名没来有打了个喷嚏 没理由啊 自己仙帝之躯也打喷嚏 肯定是哪个仔终又在念叨自己了 大概率是天机那家伙吧 叫你擅自离开 没了本财主的资源 知道寸步难行了 现在知道后悔了 方无名在心中一顿嘲讽 嘲讽过后 心中依旧烦闷 主要是因为 自己特么就迟来不到半炷香 硬生生是把人给跟丢了 我擦 一口老血差点喷出 不过还好 再次踏入星河界域 已经是从容许多 附近区域 已经被方无名翻了个遍 依旧没找到 阴招先帝他们的踪迹 没理由啊 按照时间计算 即使阴招先帝他们一进来 就全速进发 也不可能跑这么远吧 哎 方无名突然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望向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整个虚空都是一片漆黑 好像是某种庞大到 不可思议的生灵 正在打盹 方无名没来由想起 天机之前所说 刚从虚空裂缝中踏出 就被一口给闷了 阴招先帝他们是不是 也被什么东西 一口吞下了呢 虽然方无名觉得事情 应该没这么离谱 但目前 好像也就只有这种可能 比较靠谱一点 想到这里 方无名打算 先去会议会之前 手握戒备的老头 好好算一算 之前的旧账 方无名意念一动 化身金色闪电 直冲向远处 虚空的漆黑区域 那一整片 似乎横梗阻挡了 整个虚空的漆黑之地 正是那老头的身躯 老头 行行 起来回话 方无名强横的神石 在头顶发三仙地气的加持之下 更是翻倍的强横 只见远处 漆黑虚空 似乎震动了一下 紧接着一道流光 从漆黑之中急速飞来 正是那老头 哎哟 真是巧啊 想不到才过去不久 又见到道友了 老头一上来 就对了一脸笑容 其实 在方无名刚踏出 虚空裂缝之时 老头就已经有了感应 只是 一直在装死 方无名 虽略微诧异老头的态度 不过还是满一点点头 老头 前不久可曾 见到有人 从裂缝中走出 没有 绝对没有 老头几乎是没有任何 由于回答 方无名文言 眼睛微眯 这老头 怕是独处太久了 实力强悍 却完全不知道 社会险恶 就这撒谎技术 还比不过你方爷爷小时候 骗生活费去网吧包诉呢 第164章 天机 不干净了 真没有 方无名露出 别有意味的笑容 看着眼前老头 身上气息全开 老头只觉得菊花一解 这才是眼前年轻人的实力嘛 老头心里 立马有了初步判断 现在的自己 恐怕不是 眼前年轻人的对手 怕是连防御都破不了 老头目光 自自觉落到方无名身上 先帝级别的衣物 再看看自己这光膀子 哎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不过好在 自己有介遇守护者图腾 化身介遇守护者 一般先帝的攻击 基本没办法 对自己造成致命伤 还有借悲震手肉身 应该还不至于 有生命危险 一想到这里 老头目光 不自觉扫向方无名身后 还好还好 这次貌似没有那种 拿着锤子的傀儡 也没有带什么帮手 见老头目光闪烁 没有回答自己 方无名心中 有了大概猜测 想必这老头 做贼心虚吧 这老头绝对知道 阴招先帝 两人的下落 可是 别看这老头 一脸憨批模样 但死活不肯说实话 难道要动手 方无名 微微摇头 这老头手里有戒杯 有点难搞 别到时候与死网破 搞得灰头土脸 就不好了 还是得想一个 比较绅士的方法 方无名 稍微思索片刻 下一瞬眼睛一亮 一抬手 一团彩色的物质 顿时出现 老头明显一正 目光落到方无名 手上的彩色物质 脸上写满 渴望想要 方无名嘴角微扬 还好自己稍微研究过 介遇守护者的喜好 传闻介遇守护者这种生灵 一生的修炼道路 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像修饰一样 按部就班 另外一种 就有些血腥了 不错 另外一种修炼方法 就是猎杀同类 而猎杀同类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 其体内的彩色物质 这种彩色物质 能为介遇守护者 提供巨大帮助 修为快速增进 刚才方无名也察觉到 这附近星域 竟然看不到 一头介遇守护者的身影 只有眼前这老头 这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其他介遇守护者 要么被眼前老头干掉 要么逃离此处 怎么 想要啊 老头文言 回过神来 满脸纠结 过了一会儿 还是艰难摇摇头 表示不想要 方无名心中好笑 这老头 脸上写满了想要 还摇头 这是觉得 只有一团彩色物质 不够 方无名没说话 只是意念一动 深周顿时出现 几百团彩色物质 这下老头不能淡定了 竟然这么多 眼前的年轻人 是从哪找到 这么多介遇守护者的 这一片区域 自己明明搜刮干净了 下一瞬 老头了然 之前这年轻人 就是从星河介遇那一头来的 想必那边有不少 介遇守护者聚集吧 看来 自己抽空得去瞧一瞧才行了 看到老头 依旧没开口 哎 既然你不想要 那我也就不抢求了 方无名面露失望 一挥手 周围彩色物质 全数消失 别啊 亲眼看到 如此多的彩色物质 从自己眼前消失 老头脱口而出 搞心态啊 看到了 却得不到 这谁受得了 方无名见状 无奈摇头 表示自己 也很难办 谁叫你不肯配合呢 老头又纠结了好一阵 就在方无名 假意要离去之际 且慢 方无名闻言心中一喜 有谢 接下来的事情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你可千万别出去乱说 不错 前不久 确实两人来到这里 他们二话不说 直接往我嘴里钻 我都还没来得及 好好品尝一下 老头说着 似乎还有些失落 方无名面色变得古怪 这老头还委屈起来了 不过 阴招先帝他们 可不像是会寻死的人 况且 天机他们十万年前 也曾进入过这老头体内 里面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凶险 这阴招先帝 似乎目的明确 一来直接冲进老头体内 这不得不让人起疑心啊 阴招先帝为何如此笃定 天机剑在老头体内呢 甚至不惜冒着被困的风险 也是义无反顾 想到这里 方无名偷偷瞟了一眼 老头此时的神情 这老头看起来 完全处于状况之外啊 你可曾听说过 天机剑 方无名试探询问 天机什么 老头现在满彩色物质 都是脑子 方无名心中无奈 看来这老头是真不知道啊 平白无故 就被别人在自己身体里东 搞西搞 也是没谁了 你先别急 刚才进入你身体里面的两人 他们身上 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赶紧化身介于守护者 我要进去看看 方无名直接说出要求 实在是没必要再 跟这老头打探什么了 完全就是局外人 老头文言一正 这个简单 我可以直接将他们给逼出来啊 你等一下啊 老头说着 脸上立刻浮现便秘表情 打住打住 方无名有理由相信 再不拦着这老头 接下来的场面 马赛克都挡不住那腕 老头终于是停下动作 一脸疑惑 看向方无名 不是你说要的吗 看着老头一脸无辜的表情 方无名苦涩摇头 这下 自己想进入老头体内的念头 可以掐掉了 到时候自己想出来 估计也是从下面的那个口子出来 想想就觉得胃里一阵翻腾 方无名没来由想起 天机之前说的 说是某天 突然感觉到洞口大开 就毫不犹豫冲了出来 天机当时 虽然说 是从介于守护者嘴里 跑出来的 但现在看来 天机很有可能是误会了什么 此嘴非彼嘴啊 天机 不干净了 为什么要让自己知道这些 造孽啊 罢了 自己就不进这老头体内了 还是在外面蹲守吧 等阴招先帝他们出来 自己再动手不迟 本来还挺好奇 介于守护者体内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 天机曾经说过 那十万年里 在里面 还拨洒了一些文明种子 先别强行把它们弄出来 等它们 自行出来即可 我就在此处等候 方无名 稍微平复下心情 大概猜测到 阴招先帝肯定是知道 从介于守护者体内 出来的方法 不然 他们两个 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冲进去 至于阴招先帝出来的方法 是不是把眼前 老头弄得闹肚子 自己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希望不是吧 第165章 风浪将至 前往阴招先玉 与此同时 先见某先玉 先帝主城内 一个老头 跟一名看起来 三十岁左右的白发男子 白发男子戴着斗笠 斗笠下是印满桃花的面具 两人正在街边茶馆喝茶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哎我说如老头子 你做出来的东西 咋就那么廉价呢 你说 放屁 是那帮家伙不识货 况且 这价格也不低了 天机闻言 黑黑一笑 本来这卢老头 是无论如何 都不肯掏钱的 更不肯练器来卖 天机自然理解不了 练器大师的底线坚持 只觉得这老头 特么的装清高 好在 自己身上 还有点桃仙酿存货 直接就明说了 如果再弄不到 仙灵时做路费 那就只能把桃仙酿卖了 果然 这招对别人 或许没啥用 可对于卢老头 那可太有用了 最终 卢老头被逼无奈 只得去城里练器室 搞了几把武器出来 那几把武器 已经拿到城主府拍卖行了 现在 就只等拍卖会结束 拿钱就行 有了这笔资源 接下来赶路 就会方便许多 不过 最近仙界不太平 很多远距离传送阵 都用不了 还好 自己要去的地方 正好远离动乱中心 这一路来 倒还挺顺利 唯一的问题 就是远距离传送阵费用 太特么贵了 自己带出来那点家当 没两下就给花光了 你也别调侃老头子我了 赶紧规划好路线吧 你之前不是说事态紧急吗 你也知道事态紧急啊 早叫你练气 非跟我对着干 行了行了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眼看卢老头理亏认怂 天机也是不再开玩笑 放心吧 路线早就规划好了 这条路线 我稍微推演了一下 目前走得通 等晚上仙灵时到手 立刻出发 卢老头文言一正 想不到这小盒子 还敢在仙界天道面前 动用天机推演 看来 这次要来真的了 两人不再多言 直到夜晚降临 两人前往城主府 观摩拍卖会 还好 虽然卢老头炼制出来的仙气 急剧诱惑力 但这方仙欲的仙帝 还是有足够的威慑力 震慑四方 拍卖会上 气氛虽然紧张 但最终还是顺利结束 天机也如愿 拿到一大笔仙灵石 足够接下来的行程开销 临走前 这方仙欲的仙帝 极力挽留天机两人 再多住些时日 可惜两人去意已决 最终 这位仙帝为了结交上天机 跟卢老头两人 不惜帮两人支付了 三亿仙灵石的传送费用 天机跟卢老头疯狂赶路 半月之后 终于是来到了目标仙欲 小盒子 你确定吗 卢老头遥望远方 眉头紧皱 这个仙欲 一看就是刚开辟出来不久 最多不过万年 人烟稀少 城池不多 然而 天机所指的方向 还不在这仙欲之内 天机所指的方向 竟然是那片 还未被开发的区域 时间长河的入口 真的会在那种地方吗 天机此时也是略微皱眉 十万年前 自己测算时间长河入口 还是在某个仙欲之内 但是现在看来 当初那个仙欲 早就抵挡不住 来自蛮荒生灵的攻击 而沦为荒地 这就有些棘手了 那些蛮荒生灵 诡异无比 往往不知不觉间 就已经中招 天机略作沉阴之后开口 确定 就在那个方向 没办法 我们必须得去 天机自然知道前方凶险 但都从下界 一直走到了这一步 绝不可能就这么打退堂鼓 大乱将至 所有人都在求存 不提前做好准备 到时候 别说继续十万年前的计划 就是活下去 都得躲躲藏藏 眼看天机如此决绝 卢老头也不再多言 两人纷纷握锤 化作流光 冲向前方未知区域 霸天仙玉 归须秘境内 方无明早已回到无明先攻 至于星河界域那边 上千先帝傀儡蹲守足矣 方无明随时可以共享 这些傀儡的视角 到时候真搞不定 自己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前去支援 反正虚空裂缝 就在家门口 这些天 方无明一直待在自己小院子里 同时也是一直感知 派往仙界各地仙帝傀儡的情况 这些傀儡虽然有顿空服 但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时间长河入口 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至于天机他们的消息 前天倒是在一处仙域 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那处仙域 新鲜出炉了几件仙器 品相极佳 疑似当年的仙界炼器 第一人的手笔 可惜 仙帝傀儡前去打探消息 也没能确认 那到底是不是卢老头的作品 但想来 大概率就是卢老头炼制的仙器 只是有天机在 无人能探查到他们的气息 从而无法识别他们身份罢了 方无明抓住这个线索 现在只需要一直追查下去 不难查到天机两人的下落 毕竟 现在天机很有可能 直接去找时间长河入口了 找到天机 也就意味着找到了时间长河 方无明也是奇怪 天机这家伙 这次怎么不等自己一起呢 非要单独行动 这不 都得靠卢老头炼器 来凑路费了吧 想到这里 方无明隐隐觉得 天机这家伙 似乎也在谋划着什么 而且看样子 所图甚大 罢了 天机还不至于跟无明宗作对 天机能变强 也是好事 现在倒是阴昭先帝那边 让方无明私来想去 没有一点头绪 直到现在 方无明还猜不出来 到底是谁派阴昭先帝 去寻天机见 目前看来 应该不是天机 这么近 天机自己 都可以走一趟星河界域了 没必要舍尽求远 让阴昭先帝大老远跑来此地 不是天机 又会是谁呢 能拆遣一位双字帝号的先帝 有点东西的 不知道派遣 阴昭先帝前来此地的人 现在是不是在阴昭先遇呢 方无明想着想着 有点闲不住了 现在仙界风起云涌 自己了解的还太少 太被动了 正好现在没事可做 方无明打算跑一趟阴昭先遇 先试试 能不能找到阴昭先帝背后的人 心中有了打算 方无明再次到无明宗宝库那边补充资源 这些资源足够无明宗所有人都修炼到圣先进了 不过 这只是方无明预估的 有些人消耗的资源会更多一些 不过总体大差不差了 这也是方无明最后一次补充无明宗宝库 要是投入这么多资源 这些人还不能自行成长起来 也就没必要再投资了 又往星河界域甩出几万先帝傀儡后 启程 前往阴昭先遇 方无明有预感 这一去 可能短时间内回不来了 风浪将至 第166章 本地寻天机见 正是为了展天 阴昭先遇 阴昭先帝城 城主殿之内 闭目盘坐的战神先帝 缓缓睁开双眼 自己还没闹出什么大动静 就已经有人盯上自己了吗 战神先帝心中隐隐有所感应 有强者盯上了自己 不过 目前已然跟金氏躯体合一 又吸收了庞大气韵之力 神体异常 真正的不死不灭 万古不朽 不论是什么样的强敌 只要还未超脱大道之外 几乎不可能 对自己产生致命威胁 想到这里 战神先帝继续闭目养神 静等来人 又过了几日 方无明无声无息 出现在阴昭先帝城上空 神石横扫整个阴昭先遇 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吗 派遣阴昭先帝的幕后之人 并未逗留在阴昭先遇 正在方无明心中疑惑之时 道友既然来了 为何不经电一序 嗯 方无明瞬间循着声音来源 仔细探查过去 发现说话之人 正端坐在城主府大殿之内 此人身上竟然没半点气息一出 神石粗略扫过 根本无法发觉此人 这是传说中的无漏肢体 全身气息内敛 没有丝毫外泄 据传闻 甚至连战斗的时候 也是察觉不到 无漏肢体半点气息 仿佛再跟一个凡人战斗 这当然也是方无明 从一些书籍上看到的 也只是稍微提及一二 到底是不是无漏肢体 此时方无明也只能是猜测 不过可以肯定 对方实力极强 但方无明并未感受到敌意 很快方无明就知道为何 大殿内之人 不正是当初自己在雷狱看到的 那个魂体吗 方无明也是来了兴趣 直接一步迈出 下一瞬 已经出现在白发男子 跟前不远处 真是想不到 竟然真的是你 是你派遣殷昭先帝 前往星河接狱的 方无明直言不讳 反正自己也还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跟眼前白发男子 虽然可能算不上朋友 但绝对不算敌人 再说 两人还有一个九葫芦的交情吗 战神先帝闻言 也是面露微笑 哈哈 道友果真爽快 不错 正是本帝让阴昭跑一趟的 道友可好奇 本帝为何如此 战神先帝饶有兴致 看着方无明 方无明见对方 似乎并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随即也是笑着开口 为了天机见 哈哈 那你可知道 我寻天机见 所谓何事 白发男子看起来 心情越来越好 从其身上 自然而然洋溢出豪迈气质 让人感觉到 其光明磊落的形式风格 白发男子说话的同时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是一方无明入座 方无明也是没客气 刚一入座 就见白发男子 抬手拿出一个酒葫芦 正是方无明当日所留 看这样子 已经被战神先帝 自己喝了一些 可以看得出 这战神先帝 也喜欢桃仙酿 却不像卢老头那样 嗜酒如命 属于浅尝辙止的类型 两人心照不宣 举杯对饮 方无明放下酒杯之后 开口 愿闻其想 方无明自然知道 这白发男子 取天机见 想必是想斩天道之类的 至于为何非要斩天道 方无明是不清楚的 索性让对方自己把话说完 战神先帝 显然也是满意眼前之人 面上笑容更盛 哈哈 忘了介绍了 本地名号战神 想必道友就是那无明先帝了吧 战神 听到这个名号 方无明下意识 再次打亮了一番 眼前白发男子 看起来温文尔雅 却取了个战神的名号 心有蒙虎啊 方无明笑着微微点头 表示自己正是无明先帝 见方无明承认 战神先帝心中也是惊讶 可能更多的是感慨吧 战神先帝 融合了今世的躯体 也就是狐卫 自然是认得出眼前之人 正是无明宗之主 之前就有猜测 无明先帝 就是无明宗之主 现在方无明亲自承认 还是让战神先帝感慨万千 想不到 大动乱之后 下界竟然还能有人 一路披荆斩棘 正道先帝 这无明先帝一路走来 跟自己当初的正道之路 何其相似啊 都是从最底层的深渊之中 一路攀爬 直到捅破这天 想到这里 战神先帝眼底 丝毫不掩饰其中的惺惺相惜 不瞒无明道友 本帝一生光明磊落 本帝寻天击剑 正是为了斩天 战神先帝语气豪迈 丝毫不顾忌 轰隆隆 高空之上 晴天霹雳 然而 战神先帝方仿佛没听见一般 又或者是早已习以为常 不过也就一道霹雳而已 转眼间 高空之上再无动静 方无明知道 这是仙界天道感应到了敌意 可不知为何 一道霹雳之后 再无其他作用 莫非眼前的战神先帝 连仙界天道都忌惮三分吗 难怪可以随意派遣阴召先帝 为其办事 方无明心中暗暗猜测之时 战神先帝好似看出方无明心中所想 继续开口 本帝现在看起来 虽然只是独自一人 但是 只要本帝振臂一呼 响应者无数 整个仙界众多强者 皆愿为我所用 你可知为何 因为 我给了他们真相 战神先帝说到这 戛然而止 看向方无明 仿佛在等方无明一脸诧异 什么真相 然而方无明只是微笑着 自顾自举杯饮酒 并未急着开口 这一听就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仙界无数强者都要出战 这样的大事 方无明一向不是很想参与 自己刚来到仙界 刚得到先帝修为 还没开始享受放松一番 事情就接连不断 属实不是方无明想看到的 现在倒好 又要摊上更大的事情了 现在只想顺其自然 完成系统的任务 反正自己时间足够 哦 跟时间长河有关吗 方无明还是向真心问了一句 如果是跟时间长河有关 那自己就稍微了解一下 到时候冲入时间长河 完成任务 完美 如果无关 那就不好意思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自己啥都不缺 凭啥跟你们玩命去 战神先帝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像无明先帝这样的人物 自然不会盲从 说不定在无明先帝心中 对所谓的真相早 就有所猜测 这才如此淡定的吧 想到这里 战神先帝一挥手 酒壶悬浮而起 给方无明杯中 倒满桃仙酿 算是有些关联吧 第167章 战神先帝过往 算是有些关联 方无明略微沉吟 还是继续开口 战神先帝 可知道时间长河入口所在 方无明觉得 还是先赶紧 将话题引向 自己关心的地方 微妙 免得战神先帝 直接说出那个所谓的真相 到时候多少也算是摊上事了 闻言 战神先帝这下 反倒是面露不解 天机河 没在道友身边吗 战神先帝 一直以为 天机河在方无明手里 毕竟在下界的时候 天机河就已经在方无明手里了 天机河 虽说有时候有点坑 但也是 不可多得的宝物 这无明先帝一路走来 多多少少 应该也得到天机河的帮助才对吧 而有天机河在手 时间长河的入口 那不就是手道勤来吗 就算是战神先帝 没有天机河的帮助 也很难自行找到 时间长河的入口 想到这里 战神先帝不由自主 回想起十万年前的种种 当时 自己带着天机河 闯入星河界域之中 本想着从星河界域中出来 就去时间 长河里面一探究竟 去证实有些猜想 莫承想 在界域守护者体内 被困多年 最终机缘巧合之下 找到了离开的方法 但天机河刚 推演出时间长河的方位 还没开始动身 仙界大动乱 如期而至 最终 自己身边的跟随者 死的死 逃的逃 还好自己命不该绝 年轻时得到的一个远古传承 让自己 不仅侥幸活了下来 还突破了瓶颈 如今成就神体 剑战神仙帝一杯酒下肚 神色感慨万千 本来是在我这的 但是来到仙界之后 天机就自己行动了 怎么 道友认识天机 方无名试探询问 隐隐猜测到了什么 但又没办法确认 战神仙帝笑了笑 并未立刻回答 想必现在天机河 已经跟随了 眼前的无名仙帝 自己与天机河之前的种种 早已成为过去 此时多说无意 算是认识吧 当初相处过一段时间 对了 还有这桃仙酿 研制出这配方的人 当初也是本地追随者之一 我们以兄弟相称 现在想来 甚是怀念啊 战神仙帝语气 虽然轻松自然 但方无名 也能感受到其中悲异 应该是回想起 灵天仙帝惨死的画面了吧 眼看话题 已经被自己带偏 方无名 索性在家一把火 道友就不曾想过 复活灵天仙帝吗 战神仙帝闻言一笑 无奈摇头 灵天早已陨落多年 以灵天的实力 想要复活他 估计赔上本地这条命 也是难以办到 要是在时间长河之中 能寻找到什么 天地至宝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不过 复活的几率 依然不大 方无名能看得出来 战神仙帝 也曾经尝试过无数方法 可惜并未奏效 此时一脸无奈 惋惜痛心 道友不必这么早下结论 我倒是有一些把握 能复活灵天仙帝 只不过 目前遇到一些小麻烦 战神仙帝闻言 神色一变 当真 什么小麻烦 道友但说无妨 本地能办到的 绝不推辞 战神仙帝心中 震惊不已 竟然能复活 十万年前陨落的仙帝 以无名仙帝的身份 绝不会开这种玩笑 也就是说 无名仙帝 真有这样的能耐 那岂不是说 十万年前陨落的 其他仙帝 也有可能被复活 战神仙帝越想 心中越是火热 急切看向方无名 方无名微微一笑 心中满意 战神仙帝的表现 我偶然得到一部功法 可以逆转阴阳 现在想复活 灵天仙帝 最好是得到 灵天仙帝一缕残魂 将其复活的几率大增啊 方无名简简单单 两句话下来 战神仙帝眼中 已是闪过杀意 不过这杀意 并不是针对方无名 而是针对那些 敢于燃指灵天 仙帝残魂的杂碎们 战神仙帝这段时间以来 也是一直搜集仙界 近段时间 所发生的大事信息 自然知道 灵天仙帝残魂之事 只是之前 没空理会这些事 再加上 这道残魂 疑似陶仙女帝 故意放出 战神仙帝纠结之下 这才没有出手 毕竟那陶仙女帝 怎么说 也曾经是兄弟的道理 虽兄弟已故 自己也不好再插手 兄弟女人之事 但现在 战神仙帝 有了插手的理由 足够充足的理由 就算是那陶仙女帝 挡在自己面前 自己也绝不会手软 内心气血翻涌的同时 战神仙帝 也暗自猜测 这无名仙帝的道 应该就是阴阳之道 阴阳之道 变幻莫测 阴阳相辅相成 阴即是阳 阳即是阴 相互转换 道法自然 确实很有可能 逆转生死 看到战神仙帝这个反应 方无名心知 这次没白来 相信接下来 这实力 深不可测的战神仙帝 就会亲自走一趟严仙玉 到时候 自己只需在一旁看戏即可 得到灵天仙帝残魂之后 就只剩灵天仙帝肉身的问题了 问题不大 天机那家伙 总不至于 把灵天仙帝的肉身 给玩坏了吧 本帝尽道有一杯 感谢道友救命之恩 事不宜迟 道友可否愿意 一同前往阴仙玉 战神仙帝倒是爽快 直接就要动手 去阴仙玉干什么 自不必多说 要是阴仙帝识相的话 可免一死 否则 怕是又要有一位 仙帝陨落了 但方无名也知道 那阴仙帝绝不会 就这么妥协 毕竟事情都闹到这一步了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方无名也是好奇 一个刚踏入仙帝境不久的阴仙帝 哪里来的威慑力跟号召力呢 这次也可以一探究竟 方无名也是喜欢 与战神仙帝这样的人相处 不拖拉 方无名也是一口饮尽悲中酒 正要开口同意 一同前往阴仙玉 突然眉头一皱 有消息了 方无名突然的一句话 战神仙帝也是眉头一皱 不知何意 方无名似乎正在凝神 感受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方无名这才松了一口气 阴昭仙帝那边 有消息了 就在刚才 阴昭仙帝已经从那头 介遇守护者体内喷 逃离了出来 还好我已经打过招呼 不然 阴昭仙帝怕是要交代在那里了 那头介遇守护者 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 方无名轻描淡写说着 还好自己 给蹲守在星河介遇的先帝傀儡 留下不少彩色物质 那老头这才肯放走阴昭仙帝 那老头也是 在自己面前就毕恭毕敬 宛如憨批 自己一不在 立刻就换上一副 凶神恶煞的态度 第168章 等人到齐再动手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战神先帝闻言 顾不得惊讶于无名 先帝如何能搞定 那头介遇守护者 如何 阴昭可有寻得天机见 方无名微笑点头 自然是找到了 不正是道友派遣阴昭仙帝去的吗 方无名这才想起来 战神先帝是如何知道 天机见在那老头体内的呢 莫非是战神先帝 亲自放进去的 战神先帝闻言 也是恢复了平和心态 这无名先帝如此淡然 自己也不能一惊一乍的 即使这些事情 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先是复活 再是制服介遇守护者 看来自己还是不够高估 眼前的无名先帝啊 哈哈 这就要从十万年前说起了 当时败局已定 最后时刻 我让灵天将天机见 藏入介遇守护者体内 对了 倒有可知道 霸天先遇那处 秘境里的虚空裂缝 是如何能保持这么多年 没有愈合消散的 正是被天机见 重新加固过 哈哈 往事不提也罢 那我们就一起走上一走 战神先帝画风一转 既稍微展现了 自己作为老一辈先帝的恐怖手段 又不至于 在这个话题上多费口舌 现在 还是先复活灵天先帝最重要 如果顺利的话 自己其余追随者 也是复活有望 方无名闻言 微微点头 看得出来 战神先帝 真的有些急切了 不想再多费口舌 方无名也是识趣 没再多问 毕竟也只是随口问问 并无其他意图 两人立即动身 可很快站 神先帝救命路一货 道友 你这是要去哪里 远距离 传送阵在那边啊 方无名 这才反应过来 此地距离霸天先遇远着呢 自己有顿空服 并不觉得有多远 可是战神先帝 就不一样了 不过这战神先帝 明知道路费昂贵 却也是义无反顾 硬是没提路费的事 显然是想全包了 我这里正好 有些服录赋予 暂且借一些 给道友赶路用吧 方无名 假装一脸肉疼 直接甩出一个储物件 战神先帝下意识接住 神识一探 如此之多的高级顿空服 战神先帝 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又欠下了一笔 无名先帝帮忙 复活灵天的恩情 还没开始还呢 这就又欠上了 而且 看无名先帝那副表情 显然这些服录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战神先帝一下子 觉得自己身体 更重了几分 那是被债务给压的 道友 不必接怀 我们还是先赶路吧 方无名说完 身形原地消失 不给战神先帝 开口的机会 这下战神先帝 也只能莫名其妙 呈下这个人情 虽然远距离传送阵 也能到达目的地 但目前的状况 能节省一点时间 对于灵天先帝来说 都是极为宝贵的 谁也说不准 那阎先帝什么时候 会对灵天 先帝残魂 做出什么事来 先取得天机剑 再去阎先玉走一趟 万无一失 心中念头 快速闪过 战神先帝 也是祭出顿空服 快速跟上 阴招先帝 取得天机剑之后 也是一路往回赶 死毫不敢停留 现在的阴招先帝 还暗自庆幸 那无名先帝 竟然不在家 而且那些先帝傀儡 也变得更好忽悠了 就这么让自己 携带至宝天机剑 从容离开 阴招先帝不惜损耗 不知道 跨越了多少个 远距离传送阵 终于在这天 走出传送阵的一瞬间 就感应到了 战神先帝的气息 战神先帝自然 也感知到阴招先帝 随后 两路人会合 阴招先帝看着方无名 那意味不明的微笑 只感觉头皮易紧 自己宛如一个提线木偶 永远无法脱离 无名先帝的控制一般 战神先帝 将这些禁收眼底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客套两句 收走天机剑 又招呼上方无名 继续赶路 目标言先帝 至于阴招先帝 最近风投井 还是少露面的好 还是赶紧返回 阴招先帝坐镇吧 小行家给人偷了 方无名跟战神先帝两人 一路直冲言先帝 战神先帝无露肢体 方无名鼎及先帝气 两人身上皆是气息全无 两人如入无人之境 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两人到来 约莫半个月左右 终于是进入阎先帝范围之内 战神先帝神识狂暴横扫 整个阎先帝 这姿态 显然完全不将 所谓的阎先帝阵营放在眼里 阎先帝本人 更是不值得战神先帝正眼瞧上演 就是如此豪横 实相的 赶紧交出灵天 先帝残魂 或许还能活命 战神先帝直接发话 显然是感知到那个 阎先帝就在此先狱之内 战神先帝华音刚落 就已经跟方无名一起 踏入虚空 下一瞬 已经出现在一座 宏伟宫殿上空 正是阎先帝宫殿 方无名两人出现的瞬间 下方宫殿 一道红色流光冲出 来人一头火红长发 赤裸的上身 纹满各种火焰符纹 方无名一眼认出 正是当初在下界见到过的阎先帝 也就是说 其实方无名之前所在的下界 是归炎先玉管辖的吗 不然 天机在下界闹出动静 怎么也轮不到一个 阎先帝下界探查吧 除非那个下界 都是归他管的 方无名脑海 一瞬间明了 但并未开口询问 这样的小事 此时太不合时宜 来者何人 竟敢擅闯本地疆土 真当本地没有帮手吗 阎先帝感知不到 方无名两人的气息 但此时也能知道对方必定有先帝修为 而且一下子还来了两人 不太好对付 战神先帝闻言 失笑一声 这阎先帝莫不是拿他 那些所谓的盟友来震慑自己 可笑至极 自己真要忌惮这些 就不会来此 你知道 同一句话让我说两边的后果吗 战神先帝一脸冷漠开口 果真就不太想正眼瞧着阎先帝 阎先帝火爆脾气此时 也是完全被点燃 自己何时受到如此蔑视 咔嚓 阎先帝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一枚玉符 捏碎 哼 今日就让你们有来无回 阎先帝说完 身上顿时浮现火焰铠甲 手中一把先帝气出现 竟是一把长刀 一看就知道 是品相不错的先帝气 可惜 阎先帝并未在方无名 跟战神先帝脸上看到 丝毫波动 方无名两人自然知道 刚才阎先帝捏玉符是何意 无非就是通知 其他先帝的先帝前来支援 方无名瞥了一眼 身旁的战神先帝 见对方依然气定神仙 似乎此时还未动手 只是在等颜先帝的那些帮手 到其在一起干掉 战神先帝身上 必胜的气势正疯狂飙升 第169章 一剑斩戳 法崩盗灭 颜先帝气势暴涨 蓄势待发 可也知道 此时二对一不可轻举妄动 最多就是先将对方给震慑住 然后安心等待支援即可 然而 对面两人 怎么似乎一点都不惊慌 甚至都没正眼看自己 颜先帝心中怒火更胜 岂有此脸 上门挑事 还如此目中无人 颜先帝实在受不了这鸟气 既然如此 那就先试探一番 这两人到底有何能耐 是不是真的有猖狂的底气 想到这里 颜先帝身上火焰顿时爆发 手中长刀 毫不犹豫 披向方无名二人 战神先帝 原本淡然的神色 陡然一变 区区单字号先帝 掂量不清自己的精良 战神先帝上前一步 随手一挥 颜先帝长过来的刀芒 瞬间消散无踪 怎么可能 此人不仅实力强大无边 肉体也是极为强悍 颜先帝心中顿时 生了逃命的心思 差距太大了 还以为对方来了两人 实力应该不怎么样 不然 为何要来两人呢 一人足矣啊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你就先走一步吧 你的那些追随者 一会儿就会去找你 战神先帝话音刚落 其身上蓝色电流迸发 气势疯狂飙升 颜先帝心中惊骇 想不到仙界本土 还有这样的存在 简直匪夷所思 仅是稍微泄露出的一点气息 就要比平常的双字帝号先帝 强上太多 事已至此 怕是连跑路的机会也没了 就在颜先帝神色争宁 内心挣扎无比之时 大胆 何人敢在此造刺 伴随一声爆喝 颜先帝身后 虚空十几个身影踏出 竟然同时来了十几位先帝 其实并没有这么整齐 主要是一些先到的先帝 并未第一时间现身 而是等人数足够多之后 才齐齐现身 方无名跟战神先帝 自然知道这些先帝的心思 这才稍微等待了一番 哼 本帝大胆的时候 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呢 怎么 就这么点人 战神先帝气息再次收敛起来 似乎对于眼前这些先帝的实力 感到很不满意 一股独孤求败的气势 直击对面十几位先帝心神 颜先帝身后的十几位先帝 此时也是将目光 落到战神先帝身上 这 战神先帝 怎么 怎么可能 颜先帝身后 一名须发揭白的先帝 看清战神先帝面容之后 竟是揭拔了起来 这位先帝一开口 其身旁的几位先帝 也是面色糊一起来 貌似也是听过战神先帝的威名 颜先帝自然也是 听到了老先帝的话 心里咯噔一下 据传闻 仙界上次大动乱 直接造就了如今的仙界局势 绝地天通 无数下界凋零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正是所谓的战神先帝 求生的欲望 让颜先帝快速恢复冷静 各位 想不到这仙界的千古罪人 竟然还敢来此闹事 今日 就是我等立功的时候 拿下此聊 为仙界立下不是之功 颜先帝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面色古怪 刚才出言的那位须发揭白的先帝 更是面露愤怒 这颜先帝 一个后生 野心虽大 但头脑着实不怎样 真以为这么多先遇 就甘心为其办事 只是被推到台前的傀儡罢了 竟然如此不自量力 拿下战神先帝 凭什么 见无人响应自己 颜先帝下意识回头 扫了众位先帝一眼 只见这些先帝脸上皆是淡漠之色 见状 颜先帝心中大骂 一群老不死的 真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 哼 诸位今日要是不动手 那时间长河内的机缘 诸位怕是无缘了 现在临天先帝残魂在本帝手里 本帝说了算 而且 你们这些老东西 就真的以为我没有后手吗 颜先帝不装了 直接摊牌 反正各方心知肚明 只是互相利用罢了 既然没了利用价值 那也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 果然 颜先帝这一番一出 那十几位先帝皆是眉头皱起 面面相去 竟是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主要是这十几位先帝 其实也没达成什么协议 只是被时间长河机缘 临时吸引汇聚起来的而已 先界的新生代 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眼看众人纠结不开口 战神先帝冷笑一声说道 果然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本帝不惜付出所有 只为还天下苍生一个真相 战神先帝停顿下来 似乎在回想什么 面露悲戏 尽管众生愚昧 本帝依然不会改变 十万年前的决心 本帝说过 会把你们统统干翻 来吧 你这个畜生 战神先帝突然抱起进攻 连一旁的方无名也是诧异 战神先帝 这是怎么了 只见战神先帝手中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把长剑 剑身周围 仿佛有一层金色迷雾笼罩 让人无法看清剑身 但同时 又能感受到 仿佛能割裂一切的灵力剑气 正是天机剑 秀 以战神先帝的实力 突然抱起的情况下 颜先帝一伙人 几乎没有任何 存活的可能 果然 颜先帝身后十几位先帝刚反应过来 先帝之躯 早已如同豆腐般 被天机剑轻松一分为二 最可怕的还是 天机剑造成的伤口 诡异至极 十几具一分为二的先帝躯体 似乎生来就应该是如此 似乎一切早已注定一半 回天乏裂 不仅方无明没感到丝毫惊讶 就连那十几位即将陨落的先帝 此时心中也是逐渐平和 逐渐接受这样的命运 然而 方无明下一瞬 就快速反应过来 这就是天机剑的威能吗 让方无明 能如此快速回过神的 正是颜先帝 颜先帝 作为一个单字帝号的新生代 此时竟然是硬生生 扛下了战神先帝这一击 方无明定睛看去 并不是颜先帝如何强悍 而是有什么东西 帮颜先帝阻挡了致命一击 哼 就是你们这些自诩神明的杂碎 将本帝贬低得一文不值吧 可笑 你们的阴谋终将败落 即使本帝陨落 仙界还是会有无数个战神先帝崛起 继承本帝意志 战神先帝此画一出 抵挡在颜先帝身前的东西 也是逐渐显出身形 竟是一团金光 金光一阵蠕动 转眼间化作一个人形 其皮肤上出现白色晦色符纹 后脑顶着金色光环 你错了 你只是无尽时光中一个 毫不起眼的艺术罢了 你是第一个 当然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本尊没必要去贬低什么 但莫到极致的声音传来 第170章 颜先帝 你必死 哼 没必要贬低什么 承认吧 你们已经开始惧怕我了 今日 战神先帝的威名 将再次传遍整个仙域 就从拿你祭祭开始 战神先帝 似乎毫不在意 对方在场其他人 提剑就上 颜先帝此时 刚从之前的生死危机之中 回过神来 此时见战神先帝 再次袭来 肝胆剧烈 哪里还有应战的胆量 还好 战神先帝的目标 并不是他 而是那个头顶金色光环的东西 那个头顶金环的东西 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 见战神先帝冲来 只是随手一挥 空间泛起波澜 战神先帝 跟那个东西双双消失 仿佛直接从这个世界 消失了一般 方无明眉头一皱 神石眨眼间 覆盖整个颜先帝 依旧没探查到 战神先帝位置 完了 就知道 不应该掺和这种事 果然仙界之大 无奇不有 手握天机剑的战神先帝 如此强悍 转眼间 也是生死不知 属实有点耸人听闻啊 还是得尽快完成系统任务 真正长生 好好找个隐蔽的世外桃源 碰到仙界动荡 就躲到这个世外桃源 百万年后再出来 什么动乱都该过去了吧 方无明没来由的 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 可下一瞬就回过神来了 因为不远处的颜先帝 竟然收走了那十几具先帝尸体 正准备跑路 这是完全把自己当空气了 颜先帝 这是要去哪啊 当初在下界 你不是追着无明先攻打吗 方无明轻描淡写 一步踏出 再次出现 已经是在颜先帝跟前 挡住其去路 方无明可没忘记此行的目的 当然 更没忘记 在下界是被颜先帝追着打的事 当时狼狈逃入星河界域 准备并不充分 还好最终逢凶化疾 无明先攻 颜先帝在脑海搜寻了一番 并不知道什么无明先攻啊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眼前之人似乎不肯放自己离去 我与阁下无冤无仇 为何阻拦 无冤无仇 也罢 交出领天先帝残魂 我不拦你 颜先帝文言 顿时面露纠结之色 如果没有刚才就自己一命的那东西的帮助 其实那一缕残魂 对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 现在那东西跟战神先帝不知道跑哪去了 现在为了这一缕残魂赔上性命 不知道 可是 修为更进一步的诱惑也不小啊 万一那战神先帝落败惨死 那自己跟那东西的合作依然成立 时间长河内的机缘依然有自己的份 眼看颜先帝如此纠结 方无明心中冷笑 早已猜到 颜先帝会是这个态度 So 两极日月环早已离体而出 别 等一下 我愿意交出残魂 生死危机 终于让颜先帝不再做梦 清醒了过来 以自己这点实力 到时候时间长河里的机缘 自己只怕是只能看上几眼罢了 小命要紧 保住小命 日后再好好算账 颜先帝说着 一挥手 一个黑色玉盒瞬间出现 飞向方无明 方无明嘴角微扬 果然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无论如何贪婪之人 都会屈服 方无明淡然伸手 准备接过黑色玉盒 可突然间 方无明陡然色变 嗡 黑色玉盒之上 竟然猛然扩散出一个能量屏障 屏障瞬间包裹住方无明 下一瞬方无明就知道 这屏障的作用 竟然是封锁周围虚空 而且 显然是专门为先递进设计的虚空 封锁法阵 方无明第一时间 竟然是没能突破封锁 方无明下意 拾望向不远处的颜先帝 此时的颜先帝脸上浮现猙獰微笑 老子得不到的 你们也休想得到 都去死吧 反正如今的仙界 已无本地的立锥之地 那就一封到底吧 如果保不住残魂 正在跟战神先帝死战的那东西 也不会再帮自己 还有那些口口声声说 任凭自己差遣的先帝们 也不会再听自己的安排 不仅如此 自己还跟他风云对上了 国权是自己的 利益却被迫分给这帮吃里爬外的东西 颜先帝想着想着 双眼越发血红 想在仙界混出一番成绩 怎么就那么难 感觉再怎么努力 也是徒劳 颜先帝最后 瞪了方无明一眼 不慌不忙一脚踏入虚空 瞬间消失不见 一股不祥的预感 顿时涌上方无明心头 方无明赶紧破除黑色玉盒上的封印 神识探入黑色玉盒之内 还好 临天先帝的残魂真的在里面 被颜先帝算计的怒意 终于稍微消散一些 想必这颜先帝是怕自己食言 得了残魂依旧不放他走 这才在黑色玉盒上动了手脚吧 不过 颜先帝还真没猜错 自己只是答应过不阻拦 可没说过不杀人 死人 自然无需阻拦 毕竟注定成为敌人 对方还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先帝 方无明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有机会 绝不会给自己留后患 免得睡不踏实 不过 如今深周 虚空被锁 耽误的这些时间 已经足够颜先帝 使用远距离传送阵 不知道 已经跑到哪个仙域去了 而且 颜先帝那思 临走前 绝对会毁掉传送阵 快速收敛杂念 方无明神时 尝试跟颜天先帝残魂沟通 可下一瞬 方无明心中怒意 再次生疼 颜天的残魂 已经成为痴呆状态 毫无意识 显然已经被颜先帝 那王八蛋 折磨过无数次 现在与孤魂也鬼无异 极其微弱 奄奄一息 天机一直使用 颜天先帝的身体 这么久相处下来 在方无明心中 这位领天先帝 跟天机的位置 已经重合 同等重要 现在 亲眼见到 领天先帝的惨状 方无明内心怒火 再也无法压制 颜先帝 你必死 然而 就在方无明怒意滔天 正准备爆发全身实力 一举破掉 深周的封锁之时 只见黑色小玉盒内 灵天先帝残魂 似乎震动了一下 下一瞬 方无明手中的 黑色玉盒 绽放刺目白光 方无明瞬间 被白光吞没 紧接着地面建筑 也被白光吞没 这些建筑 被吞没的瞬间 直接灰飞烟灭 俨然是一场 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眨眼间 白光已经淹没 整个先帝主城 且还在快速蔓延向 先玉外围 意外修饰 眨眼间灰飞烟灭 甚至不知道 为何遭此大难 当初颜先帝 可是承诺过会永生永世 必有先玉子民的呀 第171章 马师前提 天机重招 方无明身上先帝气 正在快速运转 身上粉尘污渍 迅速被清理干净 真是岂有此脸 这颜先帝既然临走前 还要恶心自己吧 这点爆炸强度 自然伤不到方无明 可奈何嘲讽拉满啊 现在黑色玉河 早已化为积分 临天先帝的残魂 自然也是荡然无存 方无明四下望去 一片狼藉 颜先玉 从此之后 沦为荒帝 方无明一气之下 再次甩出上翼先帝傀儡 只要那颜先帝还在先见 不出三日 必要他生死到消 死无葬身之地 还真以为仙界广袤 自己就拿他没办法了 可笑 做完这一切 方无明心绪稍微平静下来 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时辰了 战神先帝依旧不见出现 颜先玉外围 倒是有不少晦涩神石探查而来 不过都被方无明无情击溃 就这样 方无明静静悬浮颜先玉遗址之上 时间一晃 已经过去三天 依旧不见战神先帝归来 方无明倒是不担心 战神先帝会出什么意外 那家伙强着呢 况且 还有天机剑在手 稳得一批 莫不是被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那恐怕一时半会儿 还真就回不来了 正在方无明犹豫 要不要继续等待之时 只见方无明眉头一挑 找到了 方无明再也顾不得等待战神先帝了 直接祭出顿空服 转眼消失不见 半月之后 方无明路过阴昭仙玉 阴昭仙帝 恭敬前来迎接 现在方无明在阴昭仙帝眼里 已经是仙界最强者了 拥有那么多先帝傀儡 还不是第一强者 说得过去 可惜 方无明面对阴昭仙帝的各种恭维 并不是很感冒 只是取出一枚玉剑 交给阴昭仙帝 让阴昭仙帝 再次等候战神先帝归来之后 将玉剑交给战神先帝 到时 战神先帝自会明了一切 留下玉剑 方无明继续赶路 目标正是天机所在方位 天机这家伙 自己偷偷摸摸跑路 不用想 肯定是去寻找 时间长河入口 而且 根据先帝傀儡所探查到的讯息 天机那家伙 说不定已经寻找 时间长河入口了 所以 方无明这才马不停蹄 敢往天机所在方位 能不能完成系统任务 就看这一把了 错失了这个机会 想要搜集完整的大道碎片 难如登天 这任务 基本算是废了 只能随缘拼运解 况且 现在那个阴仙帝 似乎已经离开仙界范围 这么久没有丝毫消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 方无明也就没太把这个小角色放在心里 到时候 要是被先帝傀儡发现 直接废了 带到自己面前即可 好让他知道 什么叫不着死 就不会死 与此同时 仙界未开发的蛮荒之地 天机跟卢老头 双双手握战锤 已经落地 正小心翼翼步行前进 周围都是密灵 浓浓的紫色雾气 在灵间翻滚 能见度不超过百米 百米的可见度 对于先帝来说 基本等于瞎了 跨越这点距离 刹那极致 小盒子 这么久了 到底还能不能找到了 已经不行了好几天 主要是天机说 时间长河入口 就在这片广袤的迷雾之内 但这紫色迷雾极为诡异 神识几乎没法探查 周围还时不时蹦出圣仙级别的怪异猛兽 而且这些猛兽在这紫色迷雾之内 竟然可以伤到灵天先帝的躯体 再继续拖下去 怕是要出事啊 天机并未回应卢老头 只是一脸严肃 继续赶路 卢老头欲言又止 指得继续快步跟上 没办法 都这时候了 只能相信这小盒子了 同一时间 也是在一片紫色迷雾之中 卢老头 你真的确定 这里有上古连气传承吗 真能打造超越先帝气 天机一脸疑惑不减 这卢老头突然坚持 要在这片迷雾之中寻找一番 给天机的感觉 就像是故意将自己 拖在这迷雾之中 天机也曾怀疑过 眼前的卢老头 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可是神识来回探查 并未发现什么端倪 再加上卢老头 很少如此坚决地想去做某事 天机也只能耐着性子继续跟上 天机心中暗下决定 最多再过两天 绑也得把卢老头绑走了 这老头磨正了 周围的紫色浓雾 看着就不太正常 天知道 在里面待久了会如何 可别他妈阴沟翻船了 时间长河入口 就在前方了 罢了 时间长河入口近在咫尺 十万年都熬过来了 也不差这两天了 天机心中这样想着 不明不白 就把自己给说服了 然而 正在赶路的方无明 通过共享先帝傀儡的视角 看到的 却是另一幅景象 只见一片蛮荒之地 一株庞大如山脉的藤蔓植物 每根藤蔓每时每刻 都在缓缓蠕动 不仅如此 这株藤蔓 还在不停产生紫色雾气 雾气不断沉向地面 在高空中的先帝傀儡 已经看不到 方圆千里地面的模样 只看到一片紫色海洋 先帝傀儡 一下子就锁定了 天机跟卢老头的气息 一眼望去 天机两人的气息 正是从藤蔓上挂着的 一个绿色的茧内 散发出来的 天机跟卢老头两人 估计双双被包裹在里面 不仅如此 这株藤蔓之上的绿色茧 多如牛毛 密集恐惧症患者 看了 当场下庙 方无名也是略为诧异 这紫色雾气 明明能很好地隔绝神石探查 可为何先帝傀儡的神石 能轻易感知到 天机他们的气息呢 下一瞬 方无名了然 这他们是在钓鱼啊 而且 此时感应到 天机跟卢老头的气息 极为平稳 似乎只是在睡觉 那两个家伙 怎么就不知道反抗一下呢 非要单独行动 结果一上来就中招 也是没谁了 到时候 可得好好夸一夸 这两个大聪明 幸灾乐祸了一会儿 方无名念头一动 距离天机所在 最近的所有先帝傀儡 齐齐赶往天机所在之地 方无名 虽然还没赶到 但也能猜得出来 那诸腾万绝不简单 不然天机他们 也不可能毫无察觉地 陷入婴儿般的睡眠 可不能大夜 可别自己也翻了船 那真就整整齐齐了 不会再有人来营救了 所以 先行让众多先帝傀儡 去探探路 还是很有必要的 还好 距离天机他们比较近的 先帝傀儡 总共上千 应该足以应付了吧 不到两个时辰 高空中已经多出 是上千道身影 目光皆是落到远处 自成山脉的藤蔓 第172章 诡异藤蔓 战好天先帝 一具握着白色巨锤的 先帝傀儡 直冲前方百里外的 藤蔓山脉 刚出发不到一会儿 那具傀儡 就不由自主地顿了一下 随即停了下来 甚至还在半空中虚跪 似乎是在向某人行礼 方无明跟那具 先帝傀儡的共享视野 也变得更加模糊了一些 不过方无明 还是能大概感知到 那具傀儡 此时所看到的一切 竟然有一个跟自己 长得一模一样 且气息也完全一致的身影 要不是知道自己才是本尊 方无明 说不定也是被迷惑过去了 方无明也终于知道 为何天机他们两个会中招了 这藤蔓也是诡异 竟然能探查到别人 内心深处所想 直接幻化出幻想 而且这些幻想 还都是被迷惑之人 难以释怀抵抗的 竟然连天机都马是前铁 有点东西的 看来先帝修为 在先界文明社会中 算是顶尖 但在蛮荒之地 依旧有危险 与此同时 这具被迷惑的傀儡 深周虚空中 蔓延出细小的绿色藤蔓 不到三四个呼吸 此地多了一个绿色茧 绿色茧 缓缓飘向藤蔓山脉 最终依附在巨大藤蔓之上 而那具傀儡 也完全失去了联系 心神已经完全被操控 藤蔓想让傀儡有什么情绪 傀儡便会有什么情绪 方无明眉头一皱 视野重新回到百里之外的 另一具傀儡身上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用这些傀儡去自爆了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一瞬间 附近仙狱内的先帝傀儡 纷纷涌向藤蔓所在 又过了半月 方无明终于赶到了 最外围的仙狱 方无明思量再三 自己还是先不过去了 那藤蔓鸡贼得很 也不知道安全范围到底是多元 说不定这一切 都是那藤蔓的钓鱼执法呢 所以 方无明选择在最近的仙狱内 操控先帝傀儡作战 然而让人淡疼的是 那些紫色雾气 不仅能隔绝神识探查 还能在先帝傀儡自爆之时 将先帝傀儡瞬间包裹起来 原本足以将千里河山 毁于一旦的自爆 现在 放了炮杖 估计都比自爆强 起初 方无明还不信邪 上万傀儡奇奇冲入 立即自爆 没效果 上百万傀儡奇奇冲入 依旧没能伤到藤蔓丝毫 最终方无明不得不承认 只要进入紫色雾气疆域之内 那藤蔓就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无法伤到他 当然 这也是方无明 不想亲自去尝试 那紫气的味道的前提下 这几日 方无明一直在仙域外围 一处云雾缭绕的风顶 并不打算贸然去冒险 还是先想好对策再说 好好让天机那两个家伙 享受享受再说 当然 这方仙域的仙帝 也是来陪酒来了 名为鸾仙帝 然而 是个身高八尺的壮汉 无明前辈 前方那朱藤蔓邪抉护着呢 数万年前 那边还是一个繁华仙域呢 据说是一位双字帝号仙帝 建立起来的仙域 方无明放下酒杯 终于转头看向鸾仙帝 投去疑惑目光 嘿嘿 一般来此地的前辈 基本都是为了那朱藤蔓而去 所以晚辈这才瞎猜一番 见方无明并未开口 一副等待进一步解释的模样 鸾仙帝略作思考 组织语言 晚辈八万年前称帝 随即来到此处建立仙域 当时 那边还不是荒帝 而是一方强大仙域 双字帝号的仙帝作证 名为浩天仙帝 按理来说 以浩天仙帝的实力 完全可以不用来最外围开辟仙域 传闻 浩天仙帝是为了获得某种质保 才来到此地扎根 至于到底是何质保 晚辈就不得而知了 传闻 是能让修士真正长生的质保 鸾仙帝将自己所知道的一股脑说了出来 方无明微微点头沉思 这浩天仙帝 所看中的质保 该不会是时间长河吧 毕竟跟时间相关的东西 能让人不受岁月侵蚀得以长生 还真不是什么太难理解的事 那你可知道 现在浩天仙帝身在何处 浩天仙域又是如何覆灭的 方无明有些想不通 就算浩天仙帝得以长生 也不至于直接放任浩天仙域 就这么覆灭吧 毕竟长生又不是断绝七情六语 总得有个根据地吧 这说来 可就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了 世人皆传言 浩天仙帝入了魔 亲手毁了浩天仙域 可晚辈可是亲眼看到的 当时浩天仙帝 正是跟那朱藤万激战数日 由于战斗余波过于强烈 当时晚辈只是瞧了一眼 便不再关注 之后 浩天仙帝失踪 但是 那朱藤万却还在 鸾先帝说到这 戛然而止 意思很明显 那浩天仙帝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 不过 能跟那朱藤万激战数日 那浩天仙帝也是一号人王 似乎看出 方无明脸上 对于浩天仙帝的认可 鸾先帝嘿嘿一笑 补充一句 嘿嘿 当时那朱藤万 也就跟这座山峰差不多大 比起现在的体型 那是小太多了 而且 当时那朱藤万周围 也还没那么多紫色浓雾聚集 好吧 高宫纳好天仙帝了 反倒是那朱藤万 当时应该 只是幼体 竟然能击退一名双字帝号的仙帝 甚至有可能是击杀 怎么感觉这鸾先帝 说了这么多 一直在强调 那朱藤万的强大呢 方无明疑心见起 这鸾先帝很是自来熟 看着极为热情 方无明眉头微微皱起 要是这五大三粗的家伙 敢忽悠自己 那今天就有点乐子可以玩玩了 感受到方无明的目光 鸾先帝虎躯一阵 前辈息怒啊 晚辈所言 句句属实啊 那藤万确实极为强悍 其实在前辈之前 已经有不少前辈 前来打探那藤万了 实不相瞒 晚辈还沾了那藤万的光 要不是那藤万的原因 晚辈也没机会 结识那么多位前辈 鸾先玉 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鸾先帝赶紧解释一番 看着倒是情真意切 主要鸾先帝迈向 就让人感觉其憨厚老实 方无明也就暂且相信他 目光稍微缓和了一些 罢了 相见也是缘分 把你对那诸腾万的了解 悉数说出来 少不了你的好处 有钱能使魔推鬼 这看着憨厚老实的家伙 指不定就是在等自己这句话呢 不给好处 不说重点 要是接下来还藏着掖着 就得好好叫他做人了 第173章 仙贩子 方无明威逼利诱之下 鸾先帝终于是说出了一些 比较靠谱的信息 这鸾先帝也是鸡贼 特意垄断这些信息 就是为了有强者 前来探索藤蔓之时 自己能结识强者 要是运气好 还能捞点好处 要是运气不好 那也就是挨一顿毒打的事 不也至于闹多大 很明显 这次鸾先帝 应该是转了 心情愉悦之下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诸腾万 在这一带 被称为月牙藤 因为其蔓延的形状 如弯月 月牙两端距离 足有三百里 如此庞大的体型 而且这月牙藤 似乎每个部位 都能释放出 浓浓紫色雾气 所以在高空远远看去 宛如紫色海洋上 浮现一座巨型孤岛 诡异无比 然而 这还只是粗略观察之下的感觉 靠近仔细观察 能看到藤蔓之上 长满密密麻麻的绿色箭 鸾先帝猜测 现在藤蔓上这么多箭 很可能就是之前 浩天仙域内的强者 看这箭的数量 确实很有可能 再进一步猜测 那浩天先帝 很有可能在那些绿箭中的某一个 本来 鸾先帝不会有这样的猜测 毕竟一个双字帝号的先帝 何其强悍 就算是被当场击杀 也不可能连自爆的能力都没有吧 怎么可能会老老实实 被那藤蔓束缚住呢 可是 这些年来 也有不少双字帝号的强者 前去探查 可惜 没有一个能回来的 当时 鸾先帝还谨慎靠近探查 确实感应到了那些失踪强者的气息 不过非清非故的 鸾先帝也就没去管那么多 不然 估计鸾先帝也折进去了 后来 鸾先帝逐渐开始 劝接一些想去藤蔓那里探查的强者 毕竟人都没了 自己结交也没啥用啊 可是 人家大老远跑来这里 又怎么可能被鸾先帝三言两语劝退呢 于是乎 鸾先帝开始转变策略 那就是自己研究那朱藤蔓 找到那朱藤蔓的弱点 当然 鸾先帝只是根据自己这些年 被藤蔓的了解 来提供方案 至于执行方案的人 自然就是 向方无名这些被藤蔓 吸引而来的强者们 前辈 晚辈所言句句属实 目前已经试了三千种方案 距离正确答案 已经越来越近了 方无名也是诧异 这鸾先帝 这么明目张胆地 说出自己的计划 而且这计划怎么看 都是专门坑那些前来探查藤蔓的强者 不过方无名也能理解 越是强大神秘的东西 代表机缘越大 之前那些采用鸾先帝方案的强者 估计也是怀着侥幸的心理 可惜结果显而易见 多无了 而现在 鸾先帝给方无名提供的方案是 弄来足够多的强者血肉 意图撑爆那朱藤蔓 鸾先帝的依据是 想靠近那藤蔓 本来就不容易 就算靠近了 那藤蔓身躯也是坚硬无比 根本难以对其造成有效杀伤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进攻 都几乎没有效果 而且危险性极大 还不如直接给那藤蔓 送饭以求 从内部瓦解那朱藤蔓 毕竟目前看去 那朱藤蔓虽体型巨大 但终归是有极限的吧 刚听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方无名 是惊讶的 这鸾先帝 莫不是跟那藤蔓一伙的吧 这个老六 当得明目张胆啊 这是怕那藤蔓不够强吗 还要给他送养料 真有你的 可转念一想 这个方案 还真有那么一点可行性的 但不多 因为天机跟卢老头 已经被困这么久 竟然还没嘎掉 说明那朱藤蔓吸收 强者血肉的能力 跟速度有限 甚至天机跟卢老头 现在还只能算是储备粮食 当储备粮食 也储备满了 至少进入紫色 浓雾范围内 应该不会受到攻击了吧 眼看方无名好似 真的在考虑这个方案 鸾仙帝眼底 闪过喜色 前辈 不必太过为血肉的事情担心 晚辈不惜资源 培养了 无数合适的血肉 基本都是金仙镜左右 个别运气好的 已经有玄仙镜了 金仙镜 一人八百万上品仙零食 玄仙镜 一人一千六百万 上品仙零食 当然 前辈真的需要的话 也可以有些折扣的 嘿嘿 对了 经过晚辈多年研究 低于金仙镜 那朱藤蔓 不会制作滤检 而是直接击杀 鸾仙帝这一方画下来 着实给方无名 见了世面了 图穷比线 这特么不就是人贩子吗 不对 是仙贩子 用各种灵财 应堆出一个 没有什么战力的金仙 要是运气好的话 三百万上品零食 就差不多了 毕竟不用担心 什么法宝 功法之类的开销 因为根本就不需要 纯纯当猪来养 就这样 一名金仙 这鸾仙帝 也能挣个五百万 上品零食左右 玄仙就更不用说了 利润更加逆天 只是这样的做法 这鸾仙玉过不了多久 年轻一辈 就会青黄不接 不过 看鸾仙帝这态度 估计早有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 看着鸾仙帝 一脸憨厚 满脸堆笑的模样 方无名只觉得 心中一阵恶心 这哪是什么仙玉啊 分明就是屠宰场啊 仙界本土仙人 或许还能稍微自保 那些下界飞升而来的修士 估计祖祖祖辈辈 都逃脱不了 被鸾仙帝买卖的命运 方无名 在心中重新认识了 这个所谓的仙界 之前就听闻 不少修士 被骗进矿山 结果一辈子都没出来 现在想想 那些个去挖矿的 还可能有机会跑路 但如今 这些被圈养的修士 是基本不可能逃脱的 毕竟在他们身上 投入了不少 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嘿嘿 前辈考虑好 需要多少血肉了吗 根据晚辈估算 起码需要上万以上血肉 才能起到一些效果呀 上万 之前 投入百万仙帝傀儡 一个水花都没有 这鸾仙帝想前想疯了 之前那些仙帝傀儡 上去就是自爆 根本不给那藤蔓 制作绿剪的机会 想到这里 方无名心中有了一些思路 方无名沉阴片刻 突然开口询问 你的这些血肉 是你自己的 还是你帮别人打理的 闻言 鸾仙帝面露喜色 还以为方无名 是先嫌自己这里豢养的 血肉不够多呢 前辈不必担心 这仙域内的产业 只属于晚辈一人 虽然数量不是太多 但晚辈跟附近仙域之主 也是有一些交集的 可以从他们那儿拿货 方无名了然 看来 仙界外围的仙域 基本都有这样的业务格 这让方无名 刚起的杀星顿时消散 一个人如此 或许还能拯救 但当所有人都是如此 那便 已经没有拯救的必要了 第174章 不就是阴阳之极致吗 有手就行 方无名起身 心中已有计划 先放一批先帝傀儡 进入紫色雾海再说 这回就不自报了 至于这鸾先帝 仙界这种产业 看来早已有之 自己管不了 管不安 世上这么多不公 这么多血腥 真要去管这些琐事 修事也就不用修炼了 真是不知道 战神先帝那家伙 是怎么兼顾先界 苍生大义跟修炼的 想到这里 方无名下意识 发散神时 不知道战神先帝怎么样了 之前还对战神先帝 有极大信心 可如今都过去了这么久 再大的信心 也会被磨灭吧 方无名神识转眼间 覆盖整个鸾先域 嗯 又有一批强者 进入鸾先域了 仔细探查之下 方无名竟还发现 一个熟人 桃仙女帝 不仅桃仙女帝 貌似阎先帝阵阵营的 强者也是 一起出现了 方无名略微思索 了然 自己能查到天机的行踪 其他人也可以 而且自己这段时间 还真没特意隐藏行踪 被那帮人发现 迟早的是罢了 原本还在观望的两拨人马 好似感应道方 无名的神识探查 此时 也是动身赶往方无名所在 不过 那两拨人显然没有顿空服 还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赶到此处 方无名身形 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鸾先域之外 方无名傲力虚空 遥望那珠藤蔓 念头一动 上百万先帝傀儡 凭空出现 几乎没有停留 直冲前往紫色雾海 这次这些 先帝傀儡 没有自爆 果然 纷纷被藤蔓制作成简 但藤蔓 依旧没有丝毫 承受不住的趋势 依旧来者不拒 方无名早有猜测 真要有这么明显的弱点 估计这珠藤蔓 早被人连根拔起了 做完这一切 方无名再次祭出顿空服 转眼间 回到鸾先帝 锁在山峰之上 鸾先帝看着方无名冷漠的神情 没敢开口询问 又过了一会儿 陶仙女帝 跟阎先帝两拨人终于赶到 陶仙女帝一落地 目光就落到方无名身上 不过并未开口 神色复杂 方无名也不打算先开口 壮若随意扫了 阎先帝阵营一眼 并没有看到阎先帝 果然 有没有所谓的阎先帝 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眼看现场 近一时间无人开口 阎先帝阵营 一位老先帝上前一步 对着方无名拱手 想必阁下就是无名先帝吧 老朽正阳先帝 方无名闻言 目光略微扫过正阳先帝 并未搭话 眼底看不出喜怒 正阳先帝也不生气 自顾自继续解释 无名先帝不必如此 我等原本确实是想利用 那阎先帝夺取机缘 可是 战神先帝已经复出 我等早就立下天道誓言 此生追随战神先帝 虽死 无悔 此话一出 方无名终于转身 正眼看向正阳先帝 此前 就听战神先帝说过 在先界 朕必一呼 一呼百应 当时还以为只是吹嘘 没想到 战神先帝的名号 真这么管用 方无名脑海 快速整理现有信息 难怪这两拨人 并不是很多 陶仙女帝 跟阎先帝两大阵营 此时加起来 才不到五百位先帝 不过 这些个先帝 看起来宝金沧桑 身上并没有阎先帝 那样的血气方当 让方无名略微诧异的是 陶仙女帝这女疯子 竟然也是战神先帝旗下的 十万年前 战神先帝 到底干了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竟然能有这样的声望 正阳先帝见方 无名好似 正在思索着什么 继续开口 无名先帝大可放心 我等已经得到命令 接下来的行动 会绝对服从无名先帝派遣 正阳先帝说完 再次行礼 正阳先帝周围 几百老牌先帝也是 纷纷行礼 脸上决然无比 陶仙女帝稍微犹豫 竟然也是恭敬行礼 方无名眉头 终于微微皱起 要是换做别人 得到这么多的 强大先帝臣服 不得乐上天 可此时方无名只觉得 这帮人想拉自己下水 不对 得到命令 莫非战神先帝那家伙 已经返回殷昭先帝了 当初自己在殷昭先帝留下消息 也把天际的位置 留给了殷昭先帝 战神先帝现在何处 方无名默然开口 正阳先帝闻言一正 怎么 无名先帝也不知道 战神先帝现在何处吗 闻言 方无名也是诧异 这帮人也不知道战神先帝所在 那战神先帝的命令哪来的 难道这战 神先帝在刚碰到自己的时候 就已经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我擦 我等早在两个月前 就已经接到命令 战神先帝说 要是半个月之后 还没有新的命令的话 就前往阴昭先遇会合 我等从阴昭先帝哪里得到无名前辈留下的预解 这才立刻赶来此地啊 正阳先帝说完 转头看向不远处 不怎么起眼的阴昭先帝 顿时所有目光都落到阴昭先帝身上 确实如正阳道兄所言啊 阴昭先帝赶紧出言解释 阴昭先帝确实不像是在撒谎 方无名下意识微微点头 难怪战神先帝当时提议要先去取天机舰 难道当时的战神先帝就已经知道 阴先帝那边会有强敌 早已算计好这一切 现在看来 战神先帝显然是想脱钩给自己啊 这是闹的 也不问自己同不同意 方无名想着想着 顿感纠结 战神先帝可还有其他交代 方无名现在连战神先帝想干啥都不知道 还是先问清楚吧 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 自己就随便打发这群人就行 哪有那么多闲工夫 正阳先帝闻言 眉头微皱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好一会儿才开口 战神先帝还说了 紫色雾海 阴阳之力 可破之 显然正阳先帝也不知道 战神先帝此话何意 但此时也只能如实相告 方无名身旁的鸾先帝闻言 虎屈一阵 自己咋就没想过这个方案呢 方无名瞥了一眼鸾先帝 不用说 这家伙又多了一些吹嘘的资本 现在看来 战神先帝这些年来 应该做了不少准备 连破解那诡异藤蔓的方法 都被他给找出来了 也许当时战神先帝 正是感应到自己的道 乃是阴阳之道 这才做出了一系列的布置吧 系统奖励的先帝修为 从人先进开始 就属于积累到极致 才破境的类型 接下来每个境界 都是同境界中顶尖的水平 到祖境时 更是领悟了阴阳之道 阴阳之极致 最终反哺自身 晋升先帝 不过由于没有亲自 一步一个脚印去领悟 方无明本身 反倒是没感觉到 阴阳之道的厉害之处 只觉得一切水到渠成 理所应当 不就是阴阳之极致吗 有手就行 第175章 浩天先帝现身 方无明又询问了几个问题 最终确认 战神先帝现在处境堪忧啊 依旧是生死不知 当初提剑就上去看 还以为多厉害呢 擦 现在丢下烂摊子 傻子才给你收拾呢 方无明心中早有决断 背锅 是不可能背锅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背锅 等就出天机 跟卢老头 尽时间长河一日游 完成任务 万事大吉 到时候 谁来都不好使 能躺着 谁特么乐意干活啊 方无明本想随意打发众人 可惜 郑阳先帝这帮人愣是说什么 也想掠尽绵薄之力 方无明当时就无语了 知道自己是绵薄之力 还来添乱 最终拗不过他们 方无明想了一下 那行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找到阎先帝 带来见我 死活不论 本帝怀疑这阎先帝有古怪 方无明也不算瞎说 那个跟战神先帝 一起消失的东西 很明显 就是跟阎先帝一伙的 方无明本以为 郑阳先帝众人会面露难色 然后一顿找借口 莫承想 这帮人二话不说 行了一礼 直接动身 桃仙女帝 更是跑得最快 仿佛待在这里 让她很别扭 翘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行吧 反正这帮人 留在这里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且 寻找阎先帝的任务 估计也是完不成了 毕竟自己派出 那么多先帝傀儡 暗中搜寻 到现在都还没发现 什么端倪 不过 也不一定 这些个老牌先帝 对仙界更加了解 说不定还真能 有些收获 也说不定 目送郑阳先 地众人离去 方无明快速收敛思绪 该办正事了 此时的鸾先帝 也不敢再避避了 以前只知道 这无明先帝实力强悍 没想到人缘 也这么好 还是少吹两句为妙 言多必失 眼看方无明离去 鸾先帝强行暗纳 心中好奇 还是别掺和了 回家睡大觉 方无明 一步从虚空踏出 已然来到紫色雾海边缘 两极人月环 悄无声息出现 缓缓缓绕在方无明身周 哄 方无明身上 气势陡然爆发 想看看这紫色雾气 是否真的会惧怕阴阳之力 果然 阴阳之力所到之处 浓雾如冰雪消融 方无明心中一喜 看来战神先帝 这次没坑人 再次尝试几次 确认安全之后 方无明才动身飞进 巨型藤蔓 十几个呼吸过后 方无明已经来到一个绿简跟前 周围紫色雾气 纷纷避让 眼前绿简之中 正是天机 旁边一个绿简 是卢老头 两个大怨中 整整齐齐 不过 貌似还未受到什么致命伤害 至少从气息上 感应是如此的 睡得还挺安稳 方无明气不打一处来 出来浪不带自己 最后还要自己来擦屁股 方无明意念一动 日月环搜的一声 就要将眼前两个绿简斩破 道有且慢 突然一个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方无明瞬间 收回日月 环呼在深周 下一瞬 不远处 藤蔓之上的紫色 快速聚拢 转眼间 凝聚一尾暗男子 不过由于 全身都是紫色雾气构成 面容看不清晰 在下浩天先帝 见过道有 浩天先帝 方无明面露狐疑 先不说浩天先帝 早已销声匿迹 且说眼前紫色雾气 凝聚出来的人 在方无明感知之下 跟其他随意弥漫的紫色雾气 并无差别 那人 不是魂体 更不是实体 藏头鹿 有什么话 出来说 方无明冷哼一声说道 哈哈 在下可从来没想过躲藏 现在道有眼前的 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在下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此处 虽有些紫色雾气 但主体 还得是巨型藤漫的驱赶 难道 想到这里 方无明下意识运转全身力量 好面对一切突发状况 如果真如自己所猜测那样 那攻击就有可能来自四面八方 因为整株藤漫 都是这好天仙帝的躯体 道有不必如此 要是在下有敌意 就不会让道有靠得这么近了 在下知道道有的手段 想必之前百万傀儡 也是道有的手笔吧 剑方无明依旧不回答 好天仙帝转头看向天机 跟卢老头 那两位应该是道有的朋友吧 好天仙帝说完 包裹住天机跟卢老头的绿剪 上面细小的绿色藤漫 快速退散 露出里面的天机跟卢老头 世人皆求长生 在下也不例外 不过在下并不想与道有为敌 道有可自行带走这两位 然后我们互不侵犯 如何 好天仙帝语气诚恳 显然也是很不想跟方无明动手 方无明并未回答 一招手 天机跟卢老头双双飘来 天机跟卢老头两人来到方无明跟前 两人依旧一脸陶醉 仿佛还在做着什么美梦呢 啪 啪 两巴掌下去 头都给你打歪 陶仙姐姐别走啊 小鸡鸡还没完够呢 我的上古练气传承 天机跟卢老头一脸的怅然若失 陶仙姐姐什么鬼 这天机不仅占了别人老公的身体 连人家老婆都不放过 震惊方无明一百年 平时看着还挺正经的呀 真是想不到啊 果然梦里大家胆子都挺肥 下一瞬 天机跟卢老头回过神来 老脸一红 嗨嗨 大梦一场 百万年 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不必在意 不错不错 对了 正是要紧 天机卢老头一唱一鹤 方无明笑笑不说话 几位请便吧 浩天先帝开口送客 天机也终于反应过来 当初就是在这紫色浓雾之中感受到时间长河的气息 急切之下 一头冲入其中 没想到 直接中招 天机跟卢老头很快就搞清楚了 现在的状况 肯定是方无明来救人了 但是 时间长河入口 很有可能就在紫色雾海某处 方无明感受到天机投来的目光 了然天机的意思 阁下可听闻过时间长河 方无明突然开口询问 浩天先帝好似早有预料 并未太过惊讶 不瞒道有 这朱腾万正是在下从时间长河中取出的 不过 时间长河入口并不在此处 这腾万上 还有一些时间长河的气息 是在下有一为之 用来吸引血石罢了 想不到浩天先帝竟然会如此平淡地将这种事说出来 而且 从始至终 这浩天先帝都显得极为从容 好似一点都不怕自己突然动手 给方无明的感觉 就好像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浩天先帝都已经了然于心 第176章 态度诚恳 免财消灾 从时间长河中取出 哼 你真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时间长河中 一颗沙力都无法取出 天机出言嘲讽一番 很是不爽眼前这个摆了自己一道的家伙 确实如此 浩天先帝并未反驳天机所言 而是一台手 掌心出现一块如真似幻的晶体 方无明定睛一看 总感觉 怎么都难以看清晰 混沌珠的碎片 天机双眼瞪大 脱口而出 一旁的卢老头 也是顿时双眼火热 顶级炼器至宝啊 当然 这也是世间 唯一能将时间长河内的东西 带到现实的宝物 不错 这还是托了道友的符 在下才能得到这一块小小的碎片 浩天先帝说话时 竟然是看向天机 托天机的符 当年 道友可是拥有 整颗混沌珠的人物 可惜了 道友最终 直接将混沌珠置入时间长河 从此混沌珠销声匿迹 浩天先帝淡然解释这一切 方无明 也终于回想起 之前闹得风风火火的 灵天先帝残魂 现在 天机这家伙的身体 正是灵天先帝啊 本来以天机掩盖气息的能力 浩天 先帝应该是认不出来的 可谁让天机这家伙中了招呢 方无明 也终于逐渐将一切联系起来 大家都想得到灵天先帝的残魂 应该是灵天先帝残魂 知道混沌珠的位置吧 掌握了混沌珠 那就相当于掌握了 整条时间长河内的所有资源 当然 包括一些真正的老怪物 可惜了 现在灵天先帝的残魂 早已彻底消散 就在方无明思索之际 今日 就物归原主吧 浩天 竟然是直接一甩手 将混沌珠碎片丢了过来 天机上前 一把抓住混沌珠碎片 神色激动 方无明诧异 这么重要的东西 这浩天先帝说送就送了 这小小的一块碎片 代表着无数资源 道友不必惊讶 在下命众由此结束 唯一的办法 正是交出混沌珠碎片 浩天先帝此话一出 方无明眉头一挑 还真别说 对方态度如此诚恳 而且也没对自己如何 至于天机跟卢老头两人的遭遇 那完全就是 没实力硬要浪 真以为谁都是天命之子 这么一想 方无明 还真就对眼前的浩天先帝 生不起杀心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自己怎么说 也是损耗了一些先帝傀儡啊 眼看方无明面色 变幻不定 浩天先帝轻叹一声 随即再掏出遗物 此物乃是在下 夺舍这荒古藤蔓后 凝炼出来的生命精华 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 但也足以让这位道友的躯体 完全恢复如初了 说着 浩天先帝直接将一个小绿瓶 甩到天机面前 显然 能拿出这么一小瓶 已经浩天先帝的极限了 一脸的肉疼 方无明心中顿时一喜 当初还没到先界的时候 就已经按下决心 一定要找到 能帮助天机恢复 现在躯体的质保 毕竟天机当时 也是为了带自己脱离困境 不得以强行融合大道碎片 才将躯体弄成 那副模样的 小绿瓶一戳 方无明对这浩天先帝 果真就没什么看法了 甚至还有些感激之意 不过还是感觉怪怪的 总感觉自己 接下来的一举一动 都已经被浩天先帝 提前窒息 罢了 既然浩天先帝如此有诚意 那之前的事 就一笔勾销吧 剑方无明面色 终于缓和 浩天先帝也是 暗暗松了一口气 那在下 就不多打扰 几位叙旧了 告辞 说完 凝聚成浩天先帝的紫色雾气 顿时一跨 缓缓飘落地面 浩天先帝 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只需安静闭嘴 即可躲过劫难 天机跟卢老头 自然也能感觉到 这一切 似乎有些怪怪的 可一时间也说不出来 是哪里出了问题 不再多想 方无明招呼一声 带着天机 跟卢老头离开此地 方无明几人 没有返回鸾仙域 而是朝蛮荒更深处前进 也就是时间长河所在的方向 不得不说 越是深入 周围碰到的 强大生灵就越多 不过还好 没再碰到跟那藤蔓 一个级别的怪物 方无明神识探查之下 寻到一个安全的山峰落脚 不用方无明开口 天机自觉将混沌珠碎片 还有小绿瓶交给方无明 方无明接过两样东西后 微微点头 一切顺利 有了这混沌珠碎片 到时候进入时间长河 就不怕出来不来了 还有这小绿瓶 竟然先帝圆满的躯体 都能恢复 也是不可多得 还有多远 方无明开口询问 自然是询问时间 长河入口的距离 天机闭目 似乎在感应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开口 很近了 一张顿空符 完全足够了 方无明微微点头 嗯 那不急 现在 先恢复灵天先帝的躯体 天机文眼点头同意 方无明之前 提过一嘴 说有可能可以复活 灵天先帝 天机自然 也是想复活灵天先帝的 不仅灵天先帝 是自己固有 还因为灵天先帝知道 混沌珠在时间长河内的方位 当初灵天先帝也是迫不得已 才将混沌珠 丢入时间长河 自然是做好了标记的 不过标记的线索 只在灵天先帝记忆之中 这样一来 就没有人敢于冒险 进入时间长河 寻找混沌珠 这万一要是寻不到 那可就出不来了 方无明一甩手 十几个小绿瓶凭空出现 天机已经见怪不怪 一把收走所有小绿瓶 自顾自到不远处一块 侵蚀之上 开始恢复躯体 卢老头则是一脸期待 看向方无明 方无明哑然失笑 陶仙酿 听到这三个字 这回卢老头 竟然罕见地摇了摇头 快给老头子 我整几百块混沌珠碎片 老头子 我早就想制作一件 震骨硕金的枝膏仙器了 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云天珠 被此珠攻击之人 将彻底消失 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都将再无此人一点痕迹 不仅如此 按照老子投我估算 此珠自爆之下 整个仙剑都难以幸免 怎么样 厉害吧 赶紧把混沌珠碎片给我吧 卢老头说着说着 一脸狂热 方无明眉头一皱 这听起来 怎么那么像恐怖分子啊 方无明 还真怕这老头 弄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最终把仙剑都给完没了 那自己 还上哪想轻浮剧 第177章 先借天道之威 千军一发 剑方无明犹豫 卢老头赶紧开口 哎呀 放心吧 你绝对不愧 这允天珠任主之后 不管你几世轮回 都会跟着你 一次复出 永生永世高人一等了 方无明文言一正 不过随即再次露出犹豫之色 永生永世 自己只求今生今世 要不是有系统的任务 自己或许也没这底气 但只要完成系统任务 哪还需要考虑什么轮回转世 不过卢老头这允天珠 确实有点东西 买一次外挂 永生永世不过七啊 卢老头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想灭世 方无明皱着眉头问道 毕竟之前就碰到过一个 想要灭世的疯婆子 卢老头文言一正 灭什么事 老头子 我只想练气 赶紧的吧 大不了老头子 我以后任你拆遣 方无明文言 面色古怪 想拆遣你这老头 不就是一酒葫芦的事吗 方无明想到这 下意识摸了摸鼻子 那行吧 你这允天珠 总共需要多少混沌珠碎片啊 卢老头文言大喜 略微想了想 大概三千块吧 方无明点点头 并未露出任何难办的神色 那 先给你三块碎片试试看吧 免得你浪费掉了 啊 三块 卢老头眨了眨眼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下一瞬 卢老头反应过来 刚要开口 就被方无明抬手制止 你这东西 我真不需要 给你三块碎片去研究研究 已经是很不错了好吧 别整天搞这么危险的东西 一把年纪了 喝点小酒 听点小曲 天塌了 有高个儿顶着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英雄 像战神先帝那样的人物 虽然有 但不是我 方无明说完 一挥手 十桌十以顿时出现 当然 还有几个酒葫芦 跟几个散发诱人香气的灵果 卢老头看到几个酒葫芦 心中的郁闷 也顿时消散了大半 确实 天塌了 又高个顶着 况且 有三块混沌猪碎片 其实也已经差不多了 说三千块 只是怕制作失败 损耗一些混沌猪碎片罢了 果然 跟这小子打交道 就是得机灵点 要是自己刚刚说的是三十块碎片 指不定一块碎片都得不到呢 不过这小子也不亏 自己制作出允天珠 最终还是会交给他的 一老一少 推杯换盏 双双露出满意神色 半日过去 卢老头酒量到时见长 方无名早已停下休息 卢老头还在自饮 看来这些日子给缠坏了 与此同时 不远处青石之上的天机 动静也是不小 时不时有强劲气浪 自其体内迸发开来 方无名神识探查之下 灵天仙帝躯体恢复的还算顺利 本以为如此严重的损伤 应该还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没想到 使用了小绿瓶中的液体之后 恢复速度极快 灵天仙帝身上被大道力量撑破的裂纹 正在缓慢消失 这个恢复速度 看似不快 但其实已经是极快 因为之前还在归序秘境的时候 方无名就已经提供一些珍贵灵财 让天机修复损伤 但效果极差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效果 如果是一副活着的仙帝之躯 这点损伤 只需一小段时间 便会自动修复如初 只可惜 现在的灵天仙帝躯体 充其量就是个傀儡 体内早已没有本源之力 想到这里 方无名有些好奇 当初灵天仙帝体表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伤痕 却为何逃到下界之后 依旧逃不过陨落的下场吗 按理来说 当时的灵天仙帝 还有余力逃到下界 应该至少还有一口气才对啊 作为一位强大仙帝 还剩一口气 其实就相当于小命是保住了的 现在想想 当时的灵天仙帝 更像是被人将本源之力生生抽走 只剩下一副蛆 方无名下意识妈撒下巴 仙帝真有人有这样的手段 有点意思 现在灵天仙帝蛆 虽然借助小绿瓶里面的液体 恢复如初 但没了本源之力 也没有残魂作为影子 想要将其复活 有些难办 哄 方无名思索之际 灵天仙帝躯体 再次迸发出强劲气浪 竟然是已经全部恢复 方无名一眼扫过去 天机那家伙 竟然一次性 吞完了十几个小绿瓶里面的液体 天机身形缓缓飘浮而起 来到方无名跟前 虽然知道机会不大 但还是尝试一下吧 方无名闻言 微微点头 之前就已经跟天机说过复活的事 现在躯体伤势恢复 自然要尝试一番 只不过 听天机这话的意思 怕是机会不大 毕竟 天机是最了解灵天躯体 目前情况的 嗯 那就开始吧 方无名此话一出 一旁的卢老头 也是面色凝重 只见方无名深吸一口气 哄 下一瞬 阴阳之力疯狂汇聚而来 整座山峰顿时间飞杀走时 微微震战 紧接着 灵天仙帝眉心一道金光略出 正是天机 此时的灵天仙帝 再次成为一具尸体 静静悬浮半空 方无名将会出尽全力 方无名早就想好方案 灵天仙帝已经陨落太久 体内早已没有一路修炼称帝 产生的 罪气和躯体的本源之力 方无名打算来一招 吉阴反扬 哇 强悍的吉阴之力 疯狂涌动 虚空振战 下一瞬 吉阴之力 直冲灵天仙帝躯体 等灵天仙帝躯体变为 吉阴之物 再一举逆转为吉阳 至于有没有效果 方无名心里也没底 灵天仙帝躯体沐浴在吉阴之力 足足过了半炷香 阴阳 转身 伴随方无名一声大喝 周遭一切似乎都被逆转过来 吉阴转吉阳 刹那间 灵天仙帝躯体内 生命力疯狂暴涨 在方无名神势探查之下 原本荒芜一片黑暗的 灵天仙帝十海之内 呼的一声 竟是重新燃起一丁点火苗 成功了吗 就在方无名天仙 卢老头三人 心中大喜之时 轰隆隆 高空上突然乌云密布 将原本皎洁的月亮 完全包裹起来 整片区域陷入黑暗 紧接着 高空毫无预兆 一道足以轰杀先帝的 巨大金色雷霆 撕裂着虚空 直直落下 天仙跟卢老头面 对这样的天地为力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抵挡 卢老头虽练气一道巅峰 但始终只是圣先进 而此时的天机 更是没有了先帝之躯 方无名 则是无暇他顾 第178章 灵天先帝 回归 情急之下 卢老头顾不得那么多 卢老头握住锯锤 直接迎上金色雷霆 天机则指的原地看着 毕竟 现在可不能贸然回到 灵天先帝体内 不然很可能前功尽弃 天机心中 此时只剩懊悔 太不上心了 要是早有防范 此时也不会如此棘手 主要是 当时打心底就觉得 复活不可能成功 一个已经陨落近十万年的先帝 那是说 复活就能复活的 可惜 现在一切都晚了 哄 卢老头眨眼间 已经跟金色雷霆对上 卢老头身上衣物 瞬间化为积粉 要不是有锯锤 吸收金色雷霆大部分威力 估计现在卢老头 早已灰飞烟灭 金色雷霆 只是被卢老头 稍微出阻挡片刻 卢老头双臂上 就已经浮现 猙獰猎蚊 圣仙之躯 难以承受如此力量 然而 却未见卢老头 有退缩的意思 这是要死磕吗 以卵击石罢了 卢老头 你不要命了 快闪开 方无名爆喝一声 随即意念一动 一道金光 凭空出现在方无名头顶 斩神符 去 搜的一声 斩神符直冲苍穹 这斩神符是完成系统第一个任务得到的奖励 方无名一直没机会使用 也不知道其威力如何 今日 正好拿着仙界天道来试试 斩神符掠过卢老头身侧 直击巨大金色雷霆 那道巨大金色雷霆顿时被击溃 斩神符去世不减 轰隆隆 高空云层再次传来震天巨响 就在方无名几人以为 高空会再次落下几道巨大金色雷霆之时 高空之中 来自仙界天道的威压 快速收敛 但看这样子 应该还是被斩神符伤到了 方无名心中惊骇的同时 也是狂喜 想不到这斩神符 竟然有如此威能 方无名毫不怀疑 要是仙界天道跑得慢一点 估计就要交代在此了 碰 卢老头身形易软 自由落体 重重砸落地面 在斩神符刚击中金色雷霆的瞬间 卢老头就已经失去意识 天机也顾不得惊看方无名的手段 赶紧飞到卢老头跟前查看情况 方无名也是随手甩出十几个小绿瓶 顺便再丢出一具先帝傀儡 天机会议 直接化作金光 没入先帝傀儡眉心 暂时有了躯体 天机赶紧将十几个小绿瓶里的液体 一股脑灌入卢老头嘴里 现在卢老头体内残留的金色雷霆之力 正在快速破坏卢老头躯体 就连卢老头时 还也是遭到金色雷电之力侵袭 情况不容乐观 不过还好 喝下小绿瓶内的液体之后 卢老头身上伤势不在家中 不出意外的话 小命应该是保住了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产生什么后遗症 方无名则是全神贯注施展功法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 灵天先帝原本紧闭的双眸 似乎震战了一下 方无名并不意外 因为此时灵天先帝石海 已经不再荒芜 无数细小的支流正缓缓汇聚 正是石海重新恢复生机的表现 当然 这也是活人的石海才有的现象 终于 有惊无险 灵天先帝 再度回归先见 方无名收工 常常吐了一口气 接下来 只需要让灵天先帝 静养一段时间即可 与此同时 幽冥剑 一名青年正在垂头丧气 两眼无神 仿佛如行尸走肉 一看就是 刚通宵加班结束 顶着个熊猫眼 准备去接对面买个早餐 然后重新继续元气满满的一天 就在青年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呜呜呜 裤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 青年熟练掏出手机 按下接通键 经理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 青年有气无力 还没说完 电话那头早已压制不住 喷不而出的火力 玉灵天 昨天晚上新增的功能 做完了吗 你就走了 不是已经跟你说了今天上线吗 一个月才让你加班32天 这就不乐意了 你他们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赶紧滚 这两年不确认 玉灵天还没回过神来 对方已经喷完 开始喘气了 正在蓄力下下一步攻击 经理我只是 只是什么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两分钟 两分钟之内 我要在你的工柜上看到你 不然 你就直接去找人士吧 嘟嘟嘟 玉灵天一句完整的话 都没说出口 对方已经挂断了 显然是信心满满 坚信肯定能轻易拿捏 玉灵天 这个卑微打工仔 玉灵天实在是太困了 放下手机 足足够了十几秒 玉灵天才反应过来 心里火气蹭的一下往上冒 他们的狗经理 上午的需求 要求下午做完 这还不是最骚的 最骚的是 你刚做完 转头这狗经理的狗脑子里面 又特么冒出 稀奇古怪的想法 然后重做 然后 工期不变 操 玉灵天走 就受够这鸟气 可奈何这几年不景气 只能捏着鼻子往下咽 现在一眼望去 路上都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 一个个打扮的光鲜亮丽 也掩藏不住 那一双双空洞的眼神 匆匆点完一支烟 心中虽万般不愿 玉灵天还是一甩烟头 就要往街对面走去 整点早餐 为了赶时间 玉灵天在绿灯亮起前几秒 踏上马路 避避避 一阵急促的鸣笛声 喜闻乐见 又一步遵守交通规则青年 踏上不归路 玉灵天只觉得心头一解 下一瞬 急迟而来的车辆突然变得奇怪 像是电影里面看到的虚空之门 门的那边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呼唤自己 说是时那时快 玉灵天脑海里 再来不及出现更多念头 两眼一黑 失去意识 等玉灵天再次恢复无感 哟 以后不能叫你 如老头了呀 以后得叫你小炉子了 想不到因祸得福 返老还童了呀 去去去 懂不懂什么叫尊老爱幼 你俩都少说两句吧 看着点火吧 下面都快烤糊了 玉灵天只听到不远处 好像有几个家伙 正在肆无忌惮交谈 听着语气 似乎很是开心 嗅嗅 玉灵天闻到了烤肉的香气 那几个家伙 烤得到底是什么东西 香气竟然如此诱人 玉灵天下意识想睁开双眼 然而 在艰难睁开双眼的瞬间 玉灵天只觉得脑袋 像是挨了一板砖 头痛欲裂 一股仿佛无休无止的记忆 疯狂涌入脑海 啊 玉灵天忍不住叫出了声 第179章 恢复记忆 混沌珠方位 仙界蛮荒某处 封顶之上 一头路过的先帝级别妖兽 此时正肥美多知的 架在考架之上 周围围坐三人 正是方无名三人 卢老头因祸得福 重获新生 现在的卢老头 竟然阴差阳错的 变成了年轻模样 面容还算俊俏 一身健子肉 身上生命力浓郁的 快滴出水了 天机则又占据了 一具先帝傀儡 当然 这具先帝傀儡 是最初版本的 也就是没有锯锤配套的 当然 身上也没有 被大刀力量撑破的裂纹 唯一的缺点 就是 长得跟方无名一毛一样 还好天机此时的装扮 跟方无名 还是有些区别的 三人正吃着烧烤聊着天 突然听到 一旁躺在轻石之上的 灵天先帝 竟然出生了 三人一个闪身 来到灵天先帝跟前 神识探查之下 现在的灵天先帝 应该是彻底重生了 不过想恢复巅峰实力 估计还得一两个月 当然 这是在各种 灵财权力供应的前提下 过了好一会儿 灵天先帝双眼缓缓睁开 一脸茫然 紧接着眉头一皱 竟然有三兄贵正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感觉怎么样了 卢老头率先开口询问 灵天先帝自然认不出 现在的卢老头 只能茫然摇摇头 表示已无大碍 但下一瞬 灵天先帝就认出了 卢老头跟天机的气息 你们 灵天先帝不敢置信 自己当时 不是必死的局吗 怎么现在不仅活得好好的 甚至感觉修为 还精进了一些 方无名三人见状 心中也是欣喜 总算没白忙活一场 三人拉着依旧如大梦初醒的 灵天先帝 来到篝火旁 不知为何 现在灵天先帝 依旧保留着 玉灵天的记忆 一段射出的记忆 而现在恢复记忆的 灵天先帝 已经猜测到 玉灵天原本所在的世界 是哪个世界 不过这段 短短二十几年的记忆 相比于 灵天先帝数十万年的记忆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 这也足以让 灵天先帝惊骇 竟然真的有人能够 将自己从幽冥界中带回 简直匪夷所思 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灵天先帝 接过天机递过来的酒杯 熟悉的酒香进入鼻腔 你们 眼看灵天先帝又要发问 天机抬手制止 主动给灵天先帝 解释了目前的状况 天机将十万年前流落下界 倒遇到方无明 再到前往允建渊 取回灵天先帝躯体 后面更是横跨星河界域 在下界天道孱弱的情况下 重返先见 天机解释期间 卢老头也是时不时补充上几句 从天机跟卢老头口中 灵天先帝能感觉得到 天机两人对于无明先帝的态度 即使平时语言上轻挑 但也无法掩盖 天机两人对无明先帝的信任与托付 灵天先帝也是听出来了 在座的几人 能重新站在先界土地上 完全依靠无明先帝之力 更不用说 自己的性命 也是无明先帝一己之力复活 灵天先帝好几次就要起身 给方无明行礼道谢 都被方无明制止 方无明复活灵天先帝 本来也没想过 从灵天先帝那里获得什么 或许 自己早就从灵天先帝那里得到 不少好处 才能安全到达先界 今日也算是结了一桩因果 果不其然 灵天先帝大概了解到 目前的情况之后 立刻就询问战神先帝的情况 最后才壮若无意地 询问起陶仙女帝的现状 过得如何 战神先帝的情况 现在的天机也不知道 陶仙女帝 天机更是避之不及 所以 关于战神先帝 跟陶仙女帝的近况问题 只能由方无明解答 方无明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方无明能清晰感觉到 灵天先帝夹在大义与小家之间 痛苦不堪 不过方无明对于他们之间的往事 并不感兴趣 反倒是天机听了方无明的一番话 来了兴趣 进一步沟通之下 方无明也终于确认 战神先帝就是天机的原主人 方无明早有猜测 并不惊讶 而现在以方无明的实力 对于成为天机主人这件事 早就没了兴趣 大家知己相称 挺好的 四人一直聊到远处地平线背后 射出第一缕光亮 新的一天开始 方无明天机卢老头三人 继续出发 朝时间长河入口进发 为何是三人 因为灵天先帝听闻战神先帝 目前不知所踪 但是战神先帝竟然回归 灵天先帝此时 也必须继续十万年前的布局 方无明三人也不阻拦 毕竟灵天先帝 已经把混沌珠所在告知己人 灵天先帝倒是想将战神先帝的布局 全盘告知方无明 可惜方无明并不关心 怕麻烦上身 安稳才是真爱 让方无明诧异的是 天机这家伙 对于战神先帝 似乎并不是太关心 甚至不愿过多询问 当然 方无明也不关心这些 半月之后 方无明三人 一直在蛮荒一处区域转悠 期间碰到过不少强悍凶兽 甚至碰到过一次兽朝 兽朝 足有十几头先帝级别凶兽带领 这些兽朝的目标 应该是最近的先遇 方无明本来不想插手 可惜了 这群不长眼的东西 非要对方无明几人动手 方无明只能动手了 蛮荒之地 无需留守 两集日月环一出 兽朝瞬间崩溃退散 一边烈焰滔天 一边冰封万里 十几头先帝级别凶兽 就这样成了下韭菜 天机跟卢老头 也是重新定义了强大二字 方无明现在的实力 不敢说已经超越先帝 但至少如今的先见 难逢敌手 天机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就在这片区域吗 方无明身形 缓缓浮现于山巅 这片区域 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 毛都没有 下一瞬 天机跟卢老头 从方无明身后虚空中 一步踏出 天机跟卢老头 脸色也是不太好看 天机之前推演时间 长河入口方位 由于忌惮仙界天道 只能推演出大概方位 可没成想 明明已经知道大概方位 依旧难以找到时间长河入口 没办法 天机也没见过 时间长河入口长啥样 完全就是靠感觉寻找 天机沉思片刻后 没办法 只能再次推演一番了 天机看向方无明 继继续开口 你还有把握能击退仙界天道吗 只需要一瞬间即可 之前天机就亲眼看到方无明击退天道 后来一直没机会询问 也不好询问什么 只要知道方无明的强大就行 可是现在不得不问清楚 第180章 天机推演 击退天道 方无明眼睛眯起 你不是号称蒙蔽天机吗 方无明打去道 方无明自然知道 以天机的能力 还不足以完全屏蔽仙界的天道 之前复活灵天先帝时 所发生的一切 就是最好的证据 你就说行不行吧 这次需要极为精细的推演 无论如何 天道都会察觉的 天机不耐烦解释了一句 看着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给自己翻白眼 方无明觉得有些别扭 那还用说 肯定行啊 这次天道再敢露面 本地直接废了他 天机跟卢老头文言 嘴巴一撇 不想多说什么 说方无明吹牛逼吧 之前又亲眼看到 方无明击退天道 说方无明真牛逼吧 又说不出口 而且 仙界天道 真的那好对付 不管如何 方无明既然敢如此说 必定不会拿大家的小命开玩笑 天机稍微准备了一番 开始推演 寻找时间之门入口 确切方位 瞬间 天机身上散发出奇特气息 连方无明都只觉得这种气息 玄之又玄 有一丝命运的味道 与此同时 方无明注意力一直放在高空之上 得时刻提防 仙界天道突然发难 之前复活灵天先帝时 从异象突生 到金色雷霆落下 不到一个呼吸 然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高空之上 一切如常 方无明眉头微皱 这仙界天道 这仙界天道怎么回事 上班这么不积极的吗 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天道啊天道 要怪就怪天机跟卢老头那怀疑的目光 自己可是给你准备了大礼啊 十张斩身负 方无明一直抬头仰望 过了许久 依旧风平浪静 难道是仙界天道 感受到有危险 直接就撬斑了 方无明心中略微失望 不能打天机跟卢老头的脸了 罢了 爱来不来 一旁的卢老头 全程目光落到方无明身上 好家伙 真想干天道啊 这天道 不会真被吓得不敢露头了吧 方无明跟卢老头 依旧心思各异 然而方无明不知道的是 此时一处神秘空间内 一个满身布满白色符纹 头顶金色光环的金人 盘坐虚空 金人缓缓睁开双眼 金色眸光深邃 不可窥探 仿佛 那眸光里 潜藏着无尽的历史 此时金人面前 漂浮着一个虚幻的字 仙 细看之下 这个仙字之上 竟然满是细小裂纹 只是这些裂纹 被仙字本身散发的淡淡白色光芒所掩盖 但却无法掩盖 仙字此时的虚弱气息 就好像刚被人砸得粉碎后 堪堪重塑形体 摇摇欲坠 金人盯着眼前的仙字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最终好似碰到了什么难题 无奈微微摇头 过了一会儿 金人右手抬起 抓向眼前虚空 竟然就这么凭空 抓出一颗金丹 金丹上符文密布 仔细查看 会发现金丹之上 竟是雕刻无数极为细微的各种生灵图腾 仿佛仙界古往今来出现过的所有生灵 包括人族 都被雕刻齐上 金丹出现的刹那 金人眼前的那个仙字 明显震战了一下 紧接着传出激动且期待的情绪 感受到仙字的情绪 金人紧闭的双唇终于张开 你可看清楚了 是何人要斩你 使用何种手段 金人并没有将手中金丹丢给眼前的仙字 反而是开口询问 似乎眼前仙字无法回答清楚 就无法得到 这颗足以让仙字恢复的金丹 仙字文言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回答 生怕失去金丹 主人 是一位名叫无名仙帝之人 此人前段时间刚踏入仙界 瞬间成帝 一身实力在所有仙帝之中名列前茅 其身上更是有十几件顶级仙帝气磅身 俨然已经成为仙界第一人 之前 那无名仙帝竟然要复活十万年前 就陨落的仙帝 这种事有为规矩 我自然不可能眼看着无名仙帝乱来 可当我准备将那无名仙帝抹去 莫承想 一张平平无奇的俘虏袭来 仙子发出的声音戛然而止 似乎接下来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因为仙子 确实不知道那俘虏到底为何物 惊人文言 若有所思 又过了一会儿 惊人将手中金丹随手一扔 仙子立刻扑向金丹 那颗金丹 瞬间融入仙子体内 紧接着 仙子上面的裂纹快速愈合 仙子身上传出的气息 也是越来越含耗无边 从一个弱小的小垃圾 重新变成仙界的执法者 天道 重回巅峰的仙界天道 立刻脱离仙子形态 一阵变幻 最终 竟然幻化成一名 仙气飘飘的男子 主人 这就是无名先帝 惊人脸上 依旧看不出什么表情 只是缓缓从头到脚 打亮眼前 天道幻化成的无名先帝 惊人在脑海中 迅速搜索自己庞大的记忆 想要找出 这无名先帝 到底是谁 可惜 足足过了一炷香 惊人终于确定 这无名先帝 确实是第一次出现在仙界的历史之中 不是远古的漏网之鱼转世 更不是被夺赦 这让惊人第一次露出一丝表情 疑惑 这个世界 每一位大帝 都需要极大的气韵 才能诞生 而仙界天道 掌控着这个世界 所有的气韵 谁能拥有大气韵 拥有多少气韵 完全看仙界 天道如何分配 惊人知道 仙界天道 不会傻到培养出一个能忤逆天道的存在 不仅如此 即使天道真的脑抽 将所有气韵 注入无名先帝命格之内 这么短时间内 那无名先帝 根本没办法成长到 足以斩杀天道的地步 所以 就只剩一个可能了 有人在捣乱 眼前缓缓浮现一个投影 投影之中 一名手持常见的白发男子 正肆意轰击周围虚空 正是战神先帝 投影画面中的战神先帝 气息 似乎更加强大了 惊人盯着画面中的战神先帝 略感头疼 十万年前 没能彻底抹杀战神先帝 当时 是因为一时大意 十万年后 战神先帝再次现身 自己竟然拿他没办法了 也不知道 战神先帝 是如何修成神体 不死不灭 所以 也只能暂且 将战神先帝困在此处 此处 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 一瞬 可以当成永恒来度过 永恒 也可以短暂如刹那 本以为 战神先帝 会在这种情况下 逐渐消沉下去 丧失目标 丧失斗志 没想到 竟然还变强了 不过还好 在墙上几倍 也不可能脱困 惊人思索到此处 顿感仙界天道办事不力 竟然让这样的威胁 在眼皮子底下茁壮成长 惊人略微犹豫之后 抬手抓向自己心口处 竟是直接抓下一条身上的白色符文 被抓下的白色符文 好似活物 不断挣扎 只见惊人随意拨弄一番 白色符文竟然逐渐形成一字 先 以后 你就是仙界第二天道 你的任务 是监督仙界第一天道 如果形势危急 可取而代之 竟然说完 一挥手 仙字消散 此时 仙界蛮荒之地 天机双眼紧闭 以天机为中心 方圆五米内 金色符文凭空显现 组成复杂无比的阵法 金色符文有规律的忽明忽暗 一股股奇异能量 宛如波涛 拍向四面八方 方无明跟卢老头 能感受到这股能量 但除此之外 感知不到任何奇怪的东西 然而 在推演状态下的天机视角内 世间万物皆有关联 就好比地上一块 毫不起眼的石头 这块石头上 在天机的推演视角下 有无数丝线 正连接着这块石头 而这无数的丝线 每一根 都代表着一个 曾经跟这块石头 有交集的人货物 这些人货物 又以自己为中心 产生无数丝线 连接到其他人货物之上 一块不起眼的石头 尚且如此 一个大活人 在此时天机视角之下 直接就是一团金光 花时间细细探查之下 天机甚至可以窒息 一个人的前世今生 过去未来的种种 分毫必现 而此时天机推演时间 长河入口的突破口 正是灵天先帝 因为灵天先帝 曾亲手将混沌珠 丢入时间长河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所以 只要先找到代表 灵天先帝的那团金光 再从这团金光出发 细细寻找 必定能找到 跟时间长河相关联的 那一根细思 当然 通过这样的推演 天机也能直接推演出 混沌珠的方位 只是灵天先帝 已经将此事告知清楚 无需再推演 时间一晃过去半日 方无明跟卢老头眼 看高空毫无动静 就连周围的凶兽也是 安分守己在远处观望 方无明 索性在周围 随机挑选一名幸运观众 作为下酒菜 悠闲饮酒 坐等天机出结果 就在方无明 跟卢老头把酒言欢之时 天机身上气势猛然暴涨 直接一声不吭 起身飞走 方无明跟卢老头愣了一下 对视一眼 也是赶紧动身 想必天机的推演 已经有了结果 等方无明跟卢老头 赶上的时候 只见天机 正来到一棵参天大树跟前 眉头紧皱 上下打量一块 即将脱落的巨大树皮 正当方无明 跟卢老头以为天机 已经找到时间长河入口之时 不是这里 天机丢下一句话 身形再次消失 方无明跟卢老头再次一愣 不是这里是啥意思 不是这里 你跑这打量半天 拦不成时间长河入口 还能长腿 瞎跑 可天机这家伙 硬是不舍地停下来解释一句 方无明跟卢老头 也只能耐着性子 一直跟在天机后面 可一个时辰过去 方无明跟卢老头不干了 这不还是在这片区域瞎转悠吗 天机到底是推演了个忌目啊 这时推演不出来 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又过了一会儿 方无明实在是忍不住 一个闪身来到天机跟前 方无明刚要开口 被天机抬手制止 先不要急 战神福立功 战神先帝脱困 竟然是你 方无明脱口出 来人方无明见过呀 正是那个曾经跟战神先帝 在阎仙玉一同消失的东西 这东西竟然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此 那战神先帝现在 岂不是凶多吉少 战神先帝现在何处 方无明心中怒一顿声 出声质问 看来 今日免不了干一架了 不用多费口舌 他不会回答你的 他从古至今 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天机神色严肃 冷冷开口 方无明眉头一皱 转头看向天机 感受到方无明仪或目光 天机出演解释 那东西自诩神明 欲掌控世间万无命运 眼前这个应该只是他的分身 他的真身在十万年前出现过一次 导致战神仙地满盘皆输 天机说着 身上竟然开始再次弥漫出那种 奇异的气息 类似命运的味道 天机一上来就要放大招 看来眼前这个东西 很是棘手啊 不过 只是个分身罢了 方无明不动声色 掏出一张斩神符 一个分身而已 只能赏他一张 不能再多了 如老头 也早就紧握锯锤 如灵大敌 这就是你们的选择吗 如你们所愿 半空那个满身白色符纹的东西 淡漠开口 深周一圈圈 金色能量 如连一般扩散 向四周虚空 竟然是直接封锁虚空 方无明 很是不爽对方这高高在上的态度 没有宰种能在老子面前 装这么淡定的逼 现在没有 以后更没有 去 方无明眼神一宁 抱贺一声 斩神符画做金光 击视而出 不知为何 方无明能清晰感受到 斩神符此时 似乎有些兴奋 似乎斩杀那东西 就是斩神符的使命 悬浮半空的金色之人 面色终于有些许改变 只是 依旧感应 不出正急速向自己飞来的金光的强度 似乎就是一道 普普通通的金光袭来 然而下一瞬 斩神符直接突破 金人深周的层层防护罩 直击入金人体内 直至此时 金人才终于面色大变 露出惊恐神色 哇 金人身形瞬间缩小 好似被什么东西 强行吸入虚空之中 瞬间消失不见 方无明能感受得到 一起消失的 还有那张斩神符 这种感觉很奇异 方无明感觉 斩神符 依旧在那金人体内发挥作用 天机跟卢老头见状 皆是一致 其不可适 快 趁现在 进入时间长河 或许一切还有转机 天机最先反应过来 立马双手掐绝 准备一举冲入时间长河 以免那金人再次出现 到时候凶多吉少啊 方无明跟卢老头 也是赶紧做好准备 神识凝聚于眼前 很小一片区域 三人不再开口 全神灌注盯着前方大树皮 十几个呼吸过去 突然间 三人身形同时消失 与此同时 一片浩瀚无边的 金色海洋之上 一白发男子手持长剑 神色凝重 正是战神先帝 战神先帝当初 在阎仙玉消失后 就来到这片金色海洋之上 当然 一同来到此地的 还有那个头顶光环 满身白色符纹的金人 天机剑在手 战神先帝并不拒纳金人 一场大战之后 终于斩杀第一个金人 为什么说是第一个 因为那个 被斩杀的第一个金人陨落后 竟然是直接化作金水 落入下面的金色海洋 然后 再次从金色海洋之中 满血复活 接下来 战神先帝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因为战神先帝 感受到此地 诡异的时间流速 似乎时间空间 在此地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战神先帝 麻木地斩杀着 无止境的金人 但是 就在刚刚那一瞬 斩杀的金人 再也没有从海面 重新凝聚身形 战神先帝脑海 快速设想各种可能之时 嗡 脚下金色海洋 竟然微微震颤起来 紧接着 海底深处金光大盛 极为耀眼 但以战神先帝的目力 依然能看清 海底发生的一切 竟然是一张符路 符路的前方 正是那个金人 不知为何 看到那金人的瞬间 战神先帝 立马就确认 那个金人 就是所有金人的本体 只见那符路 打入金人体内 金人面色惊骇 紧接着 海底金光更盛 那金人 就这么崩碎了 巨大的冲击波 从海底袭来 广阔的金色海面 正被这股狂暴的力量 缓缓撑高 战神先帝此时 也是面色凝重 赶紧爆发全力 抵挡将要到来的冲击 然而 当冲击即将来到 战神先帝身上的时候 战神先帝 突然重新感受到 熟悉的时间空间 嗯 战神先帝眉头一条 竟然是回到了仙界 四下望去 此地一片荒芜 满目狼藉 但战神先帝 还是第一时间 认出此地 正是阎仙玉 阎仙玉为何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仙界 到底过去了多久 还有 那金人 就这么陨落了吗 简直如梦似幻 对了 还有无名先帝呢 一瞬间 战神先帝脑海 各种疑问 不管了 先返回英招仙玉 了解目前形势在说 战神先帝快速收敛 诸多念头 强大的先帝灵力 涌入天机箭 只见战神先帝 闭目凝神 似乎是在感应着什么 突然 战神先帝双眼猛睁 挥剑斩下 眼前虚空竟然直接被展开 战神先帝一步 踏入虚空 身形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英招仙玉 不错 利用天机箭 开辟超远距离虚空通道 是战神先帝 在那片金色海洋 不断战斗时 突然领悟到的 在那种时间空间 奇异扭曲的地方 反倒是让这个妖孽天才 领悟了新的东西 两个呼吸过去 战神先帝身后 虚空通道 缓缓愈合 战神先帝一步踏出 已经来到 英招先帝城大殿之内 英招先帝 早已拱手以待 战神先帝 战神先帝微微点头 目前是什么情况 无名先帝呢 文言 英招先帝一五一时 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说出 战神先帝连连点头 想必无名先帝 是去寻找时间 长河入口了 这么长时间过去 恐怕无名先帝 已经寻到 说不定已经进入时间长河 如果一切顺利 到时候 无名先帝 也会在遨游时间长河的过程中 了解到这个所谓的 仙界的真相 战神先帝相信 无论是谁 直面这个真相 都会如自己一般 逆天斩道 英招 你去召集人手 做好准备 等无名先帝归来 第182章 回到过去 初见天机 方无名身形 缓缓浮现 四下望去 不见天机 跟卢老头的身影 方无名也不奇怪 之前天机就说过 进入时间长河之后 每个人都会自动来到 自己的那条时间线之上 想必现在天机 跟卢老头 都回到自己的过去了 想到这里 方无名神识 快速扩散向四周 想看看 自己这是回到了什么时期 从周围的环境看 此时应该还是修仙事件 一个呼吸过后 方无名双眼微眯 竟然是回到了这个时候 方无名一步踏出 下一瞬 已经来到一个山谷上方 向下看去 能看到一条瀑布 还有不远处月色 映照下的木陵城 此时 林若双林 若寒两个小家伙 正在西边玩闹 时不时交头接耳 当然 以方无名现在的实力 这个世界 没人能察觉到他的存在 方无名身形 缓缓从高空降落 姐姐 你说前辈是不是看不上我们啊 我实在是不想过 以前那种生活了 嘘 别乱说 前辈留我们在身边 必定是有道理的 你忘记了 之前说书先生说过 法不清传 前辈 现在应该是在考察我们 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办事就好了 方无名早已盘坐在一旁轻石之上 听着这两个小家伙 在那嘀咕 说书先生 方无名饶有兴致 倒真想看看 这说书先生是何许人也 已经不止一次 听到这两个小家伙 提起那说书先生 方无名神识探入山谷内 一处山洞内 山洞内 另一个方无名 正站在一块巨石之上 脸色不太好看 一个近往眼前的水潭 那一罐灵石 不过这灵石 是下品灵石 其中蕴含的能量 在称帝后的方无名看来 极为稀薄 照这样下去 怕是一个月过去 天机河都难以复苏 盘坐轻石之上的方 无名无奈 微微摇头 随手一挥 一道金光无声无息 冲入山谷内洞穴里 不偏不倚 打入天机河内部 也正是此时 天机河苏醒 天机 不可泄漏 洞穴内的方无名一正 不敢置信的模样 而盘坐在山谷外 青石之上的方无名 听到的则更多 天机不可泄漏 干涉历史者 立即驱除 这声音 似乎是从天机河那里传出 但此时 先帝修为的方无名 明显感觉得到 这声音 乃是这里的整个空间发出的 方无名冷哼一声 驱除 方无名一抬手 一块如针似幻的碎片 立即出现于掌心 正是混沌珠碎片 果然 混沌珠碎片一出 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压迫感 顿时消散无踪 方无名满一点头 这碎片果然有效 还好自己有无限碎片 当然 也给了天机跟卢老头一显 至于卢老头 是不是藏丝 拿去练气 自己也管不了 那么多了 反正该劝的也劝过了 总不能 嘎了卢老头吧 想到这里 方无名抬手一击 击里外的一颗 青石无声无息 化为击粉 可下一瞬 那块青石 竟然也是无声无息 恢复如初 果然如天机所言 这时间长河内 外来者造成的攻击 基本无效 但外来者受到的攻击 却是货真价实的 看似很不公平 但实际上 很公平 这样一来 历史也得到保护 极少有人会被别人 从过去抹除 方无名也知道 要不是自己身上 有混沌珠 怕是连一块小小青石 都无法击碎 不是说那块青石 有多坚硬 而是自己跟那青石 根本就不属于 同一时空 又如何击中那青石 使其粉碎呢 不过现在 即使能暂时粉碎青石 青石也会转瞬间 恢复如初 初步验证了一些常识后 方无名也没心思 再继续逗留此处 自己的历史 顺其自然即可 现在还是先想办法 找到天机 跟卢老头他们 方无名紧握 混沌珠碎片 心神一动 周围一切 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下一瞬 方无名再次睁开眼 已经来到一片 炽热荒芜之殿 地面众多火火山 正肆无忌惮喷勃 红色岩浆 汇聚成无数 溪流爬满大地 方无名傲力虚空 眉头微皱 这是哪 方无名神识 扩散开来 周围亿万里 竟然都是如此地貌 这俨然就是一个蛮荒事件 说是蛮荒 其实岩浆之下 还是有一些生灵存在的 岩浆对于这些奇异生灵 就跟水对于鱼儿那样 方无名再次握紧混沌珠碎片 心中默念 寻找天机 周围一切再次模糊 方无名再次睁开眼 嘿 还在这个荒芜世界 只是稍微挪移了 一下方位而已 一次可能是意外 总不可能连续两次都有差错吧 难不成 天机就在这个世界某个角落 方无名无奈摇头 再次释放神识 这次 方无名仔细探查之下 依旧没发现天机那家伙的踪影 不过 也不是毫无发现 这个世界地底深处 似乎有一个不小的空间 即使是现在的方无名 神识也无法探查到 这个空间内部的情况 看来这个地底空间 有很强的隔绝阵法护持 现在寻找天机 毫无头绪 方无名没有多少犹豫 化作金光 直冲地心 果然 在地下万丈之下 方无名果然碰到了一个 金色不透明的隔绝护照 初步探查之下 这金色护照极为强悍 方无名竟没有多少把握 能击碎这护照 在连续全力轰击几下之后 方无名放弃了 每次轰击 这整个世界都在阵战 但金色护照纹丝不动 再攻击下去 怕是这整个荒芜之地 都要沦陷 方无名猜测 天机可能就在这金色光照之内 可别到时候误伤了这家伙 反正以后天机肯定会出来的 自己作为时间长河外来者 在这时间长河之内 无限寿命 因为这里的时间 对于外来者来说 是暂停的 等一等又有何妨 反正此时也并无去处 就这样 方无名在这个荒芜之地 一代就是万年过去 方无名也在这片蛮荒之地生活了万年之久 那些岩浆里的生灵 也逐渐进化走向陆地 方无名闲来无事 教化了一下这些生灵 并传授一些基本修炼法门 不过看起来 这些生灵 身体结构跟修饰有很大差别 万年来 能修炼的不过一手之术 取得的成就 也很一般 时间眨眼间 又过去几千年 这天 沐浴在岩浆之下的方无名 猛然睁眼 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了 第183章 天机河的创造者 这个气息 方无名心头一己 这不正是之前碰到过的 那个满身白色符纹的惊人吗 不过那惊人 似乎没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是 时间长河 外来者的原因 方无名不管那么多 直接化作金光 直冲地心 方无名刚来到地心 金色光照附近 只感知到那个惊人 竟然直接踏入金色光照之内 毫无阻拦 此时的方无名 只觉得一股心迹袭来 如果之前猜测的是对的 那金色光照之内 应该就是天机河 但是现在 怎么看这金色光照 都是那惊人所为啊 莫非 天机跟那惊人 是一伙的 这个想法如晴天霹雳 在方无名脑海中炸响 方无名一时间 不知道 还该不该去寻找天机 或许自己应该 直接去寻找混沌珠 可是 方无名心有不甘 天机那家伙 一直以来 除了嘴欠 至少还是把自己 当自己人的 这其中 一定有什么蹊跷 还是先在此观察一段时间 再做定论不迟 况且 如果天机 真的是跟那惊人一伙的 估计现在天机 已经拿到混沌珠了 自己现在才去找混沌珠 为时已晚 不过好在 自己并不是很需要混沌珠 心中有了决断 方无名身形隐匿 蹲守在金色光照 一处附近 时间在方无名心中 忐忑之下 快速流逝 不知过去多久 哇 金色光照 突然震动 方无名 双眼猛然睁开 只见金色光照 早已消失无踪 方无名 也终于看到 光照之内的巨大空间 只见那惊人 站在一个 巨大金色祭坛之内 祭坛周围符纹逐渐黯淡 金人面露痛苦之色 紧接着 金人右手竟然直接捅入自己小腹 艰难从小腹中掏出遗物 方无名双眼瞪大 竟然是初步成形的天机盒 方无名设想过 无数可能 可万万没想到 天机盒的创造者 竟然是那个金人 此时 那个金人 似乎很是虚弱 金人拿起天机盒 打量了一下 随即金人跟天机盒身形 逐渐消散 消失无踪 方无名 这才反应过来 就这么走了 自己蹲守这么久 就在方无名心中 懊悔未能及时留下那惊人之时 轰隆隆 整个世界突然剧烈阵战 方无名赶紧冲出地底 来到半空 只见四面八方 已经出现不少虚空裂缝 这些虚空裂缝 似乎有着强大吸力 地面沿江河流 竟然纷纷被吸气 倒流入裂缝之内 紧接着更多虚空裂缝出现 方无名知道 这个世界 即将崩溃 方无名都不用太多思考 都知道这一切 应该是那个金人所为 看来这个世界 只是用来孕育天机盒的 现在天机盒已经出世 这个世界 也没了存在的必要 方无名没有犹豫 意念一动 掌心又出现一块 崭新的混沌珠碎片 之前混沌珠碎片 已经崩溃消散 应该是方无名 强行闯入天机时间线的缘故 握紧混沌珠碎片 心神一动 方无名身形 瞬间消失 方无名身形消失的下一瞬 这个荒芜的世界 已终于迎来毁灭 不到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无数具有强大犀利的虚空裂缝 已经逐渐合并成 一个深渊巨口 转眼间撕碎整个世界 一切重归混沌 与此同时 时间长河之中 某个时间节点 一个偏僻山村里 铁匠铺内 一名瘦弱少年 看着也就十岁左右 正竭力挥舞手中铁锤 即使双手绷带 已经满是血色 少年脸上依旧坚毅 卢小子 不用那么急 反正还有半个月雨季才会到 这铁梨不用这么赶 就是啊 还是先去照顾你父亲吧 等你父亲病情好转 也不迟 铁匠铺旁两个老人满脸不忍 这么小的娃子 就得承担一切 这世道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唉 少年文言 依旧没有停下 手中挥动的铁锤 似乎只能通过不断挥舞铁锤 才能让少年心中好受一些 而此时 铁匠铺对面 一名青年模样之人 正盯着打铁的少年 这名青年明显就是卢老头了 而那个打铁的少年 正是卢老头小时候 卢老头 见到年少时的自己 心中五味杂陈 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 一年之后 父亲重伤不治身亡 不错 父亲正是被父亲 一帮土匪所伤 并不是得了什么重病 从那之后 年仅十一岁的自己 决定走出大山 去变墙 然后回来报仇 终于 一直隐忍了二十年的自己 踏上修行路 在到达住寂静之时 趁机返回家乡 想要手刃仇人 然而 造化弄人 二十年过去 那些土匪 早就自食恶果 死的死 逃的逃 早已人去楼空 唉 世事无常 枉费自己 背负了二十几年的仇恨 不过 也正因为这股仇恨 自己虽资质平平 但也算是 有了一些小成就 之后 走上恋气意图 为了感谢那股 逐渐消散的仇恨 自己也逐渐形成了 所谓的恋气大师准则 卢老头脑海 闪过一个个画面 最终所有遗憾 不甘的往事 揭化作一声轻叹 随风飘散 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 可是 方无明 跟天津那两小子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找自己啊 天津那小子 拥有推演天机之能 自然不惧怕 在时间长河中迷失 方无明更不用说 混沌珠碎片 更不要钱似的 反倒是自己 身上的混沌珠碎片 那是用一个少一个 这也是自己 一直停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原因 以不动因万变 以免消耗光混沌珠碎片 现在身上这么多混沌珠碎片 而且时间长河之内 时间空间 对于自己这个外来者 基本无用 何不趁此机会 炼制允天珠呢 这个该死的想法 一旦冒头 卢老头实在是难以再次将其遏制住 或许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呢 自己可不能忤逆命运的安排 卢老头几乎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化作金光 来到一个云雾缭绕的山巅 一挥手 各种炼器器材 一应俱全 卢老头又在整座山峰周围 布置时间停止法阵 这才安心 拿出之前大半辈子整理的 练起心得笔记 开稿 至于混沌珠碎片 可能被自己消耗一空 无所谓了 相信方无明那小子 肯定会找到自己的 至于那小盒子 估计有自己的事要去做 顾不上老头子了 第184章 摸青卢老头 的一生 时间长河内 方无明身形再次显现 已经出现在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原之上 凉风袭袭 青草形成的阵阵绿色波浪 欢快滚向远方 这是哪里 方无明神识扩散而去 发现这是个不是太大的空间 直径几千里左右 最外围有隔绝法阵 这里 似乎是某个秘境 方无明心中略微感兴趣 自己这次使用混沌珠碎片 遨游时间长河 目的是来找卢老头的 毕竟天机那边 很多事还不好确定 还是先找到卢老头 商量一番 说不定卢老头知道点什么 方无明一步 踏入虚空 下一瞬 已经来到这个大草原空间中 唯一一座山峰 山峰高耸入云 方无明傲力高空 向下俯瞰 方无明强悍神识早就 感应到山体内部 又有一个小空间 而此时 山体内那个小空间内 正躺着一个青年 看着青年模样 正是卢老头 现在卢老头因祸得福 竟然恢复到了年轻时候模样 但始终有着圣仙的修为 现在山体里的少年 最多金丹七修为 显然不是卢老头本体 而是卢老头的历史版本 这就有些难办了 卢老头也是活了几十万年的老东西了 要是这么漫无目的 遨游时间长河 也不知道 猴年马月才能跟卢老头 最新版本会合 根据目前的情况 不难猜出 卢老头应该采取的是 等待策略 因为卢老头身上的混沌珠碎片 并不是无限的 如果卢老头 在时间长河瞎逛 身上的混沌珠碎片 很快就会崩溃消散 要是有一颗 完整的混沌珠 能量得到完美循环 倒是不会出现 崩溃消散的情况 方无名下意识 马撒着下巴 虽然现在想要 找到卢老头 有些麻烦 但目前 好像也只能是 自己去找他了 但疼 几十万年的时间啊 方无名心中 无奈之时 突然感应到 熟悉的气息 方无名下意识 隐秘身形 问 方无名所在空间 好似在哀嚎阵战 一道金色雷霆 竟然从虚空之中 突然出现 目标 正是这里 唯一的一座山峰 方无名定睛一看 那道金色雷霆核心 竟然是一把锤子 方无名 感应到的熟悉气息 正是那把锤子 原来卢老头的锤子 是这么来的 从天而降 不太准确 是毫无征兆 突破时空壁垒而来 方无名 一直好骑卢 老头那锤子 从何而来 竟然能干翻天道 现在 有幸亲眼看到 方无名自然不会放过 一探究竟的机会 二话不说 在时空壁垒裂口 即将消失的刹那 方无名化作金光 冲入其中 随便出来一把锤子 就这么逆天 大家看看 那锤子的老窝里面 到底有多少神器的宝贝 不知过了多久 方无名缓缓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竟然漂浮在海面上 橙色的天空 金色的乌云 周围的一切 显得无比明镜 时间在这里 似乎忘记前进 空间在这里 似乎忘记距离 方无名体内 灵力运转 身形缓缓漂浮 脱离海面 直到这时 方无名才发现 这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 竟然是金色的 在这里 方无名知道自己的神识 没有被限制 但是 神识却感应不到任何东西 方无名眉头微皱 难道这个世界 真的浑然一体 无边无际吗 导致自己神识 不管蔓延多远 都好似近在咫尺 因为这个世界 每一寸区域 都是一样的 青涩的世界 恍惚之间 方无名记起来了 自己是为了寻找 卢老头锤子的老窝啊 自己亲眼看到 那锤子 确实是从这方世界冲出去的 莫非 这方世界的玄机 在于海底深处 毕竟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任何陆地 难不成 是水下文明 有点意思 方无名 直接化作金光 冲入海底 想不到 还挺深 又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方无名 没能找到想象中的海底城市 反倒是 嗯 怎么 前面怎么 好像是海平面啊 果然 两个呼吸过后 一道金光冲出海平面 再次悬浮于虚空 正是方无名 我擦 自己这是直接横穿了这片金色海洋了吗 这就好比 从蓝星的一面 直接横穿地星 来到另外一面 可在这金色海洋之下 自始至终 都没有碰到陆地 那只能说明 这也许是一个纯业态事件 虽说 水是生命之源 但到目前为止 方无名 还真没感知到什么生命存在 这个金色的世界 处处透露着诡异 既然找不到卢老头 锤子的老窝 那也就没必要 继续待在这里了 方无名一抬手 又是一块崭新的混沌珠碎片 方无名心神一动 下一瞬 消失无踪 这片金色的世界 再次恢复永恒宁静 就在方无名离开 金色世界的同时 在一片混沌虚空之中 群星璀璨 一个满身 白色符纹的金人 双眼缓缓睁开 好似是被什么东西惊醒 金人略作思索 重新闭上双眼 内视自身 金人的内视视角 停留在小腹 那里 有一颗金色珠子 说是珠子 细看之下 会发现那珠子 竟然是纯液态的 珠子周围 还有金色雾气缭绕 金人内视了一番 并未发现 什么异常 金人重新睁开双眼 凝望遥远虚空 金人的目光 竟然是落到那片 大草原世界里的 卢老头身旁的巨锤 金人目光中 不自觉流露出 叫做母爱的东西 似乎 那巨锤 就是金人的孩子 可过了一会儿 金人竟然轻叹一口气 收回目光 不再遥望虚空 重新融入这片星空 与此同时 方无明 再次出现于时间 长河某个时间节点 这次 方无明 来到一个小山村 直到此时 方无明 消耗掉的混沌珠碎片 起码十几万块了 几乎摸清了 卢老头的一声 干 这次再找不到 老子不找了 搞得老子 好像跟踪狂一样 活脱脱一吃汗 方无明心中 有些烦躁 因为天机的事情 现在 又多了卢老头的事情 或许 自己真的 应该直接往时间长 河源头探索 先完成系统任务再说 心中这样想着 方无明目光 落到街对面 一个铁匠铺内 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正奋力挥舞铁锤 一脸坚毅 但方无明 还是能从其眉宇之间 看到仇恨的味道 小小年纪 深仇大恨 是卢老头小时候 无疑了 毕竟 要成为仙界第一的炼器大师 没点悲惨绅士 那怎么行 第185章 生命之锤 碰 封顶之上 一个裸露上身 肌肉如艺术品般的健壮青年 正奋力挥舞锯锤 正是卢老头 此时 卢老头身处一个巨大阵法中央 每挥舞一下锯锤 巨大阵法上阵纹 就会闪耀一次 这阵法 是卢老头专门为允天珠 而创造的阵法 名为允天阵 布阵的主要材料 乃是天机和本体的一些材料 还有从方无明那里 得来的大道碎片 再服以混沌珠碎片 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 仅仅是为了让允天珠 脱离三千大道 真正独立于诛天万界 没有半点因果沾染 卢老头 作为仙界顶尖的炼器大师 炼器之道已达巅峰 然而 到达巅峰 并不能让卢老头感到高兴 碰 又是一锤落下 卢老头体内生命力 肉眼可见消散了一大截 一头浓密黑发 瞬间参加些许白发 恍惚间 卢老头脑海中 闪过最难忘的记忆 那时候 卢老头还很年轻 虽然对于炼器一道 很是执着 但奈何 这个世界 不是靠执着 就能走到顶点的 真正问顶顶峰之人 除了执着 还需要逆天的天赋 当然 到了需要拼天赋的时候 其实成就已经不低 然而 天无绝人之路 卢老头误闯一秘境 昏迷数年 醒来 就发现 静静躺在自己身边的巨锤 卢老头能感觉得出来 是巨锤选择了自己 从此 卢老头在练起一道的天赋 惊为天人 短短几年时间 卢老头就从一个下界 默默无闻的穷小子 一举成为可以炼制仙气的 炼器大师 不出意料 卢老头被仙界一个大家族看中 那时候 仙界跟各个下界的通道 还很完整 不过 能踏上这条天路的 无意不是逆天人物 那个时期 下界妖孽被出 仙界强盛无匹 来到仙界之后 接触到更多仙界前人 留下的炼器心得 卢老头的名号 很快就传遍整个仙界 又过了不久 就已经传出 卢老头可以炼制顶级先帝气的消息 所有仙玉之主 顿时屈之若鹜 卢老头一时风头无量 同时 也将仙界的炼器师地位 抬高了不少 不错 当时的卢老头 确实有炼制顶级先帝气的能力 可惜 那也是卢老头此生中炼制的 唯一一件先帝气 因为 在炼制那件先帝气的过程中 卢老头隐隐感觉到 好像自己的一生都在按照某个存在的意志 而不断向前 一切看似是自己的选择 其实不然 但这件先帝气是为了那个 将自己带到仙界的大家族的家主所炼制 为了报恩 卢老头还是将顶级先帝气炼制了出来 刚开始 一切如常 这也让卢老头逐渐淡忘 炼顶级先帝气时的那种不祥之感 可 不过百年 仙界大动乱 开启 直到现在 卢老头都不知道 动乱为何而起 仙界一片欣欣向荣 为何那些人 一定要破坏这一切呢 血气方刚的卢老头 为此不解 愤怒 直到 那件出自卢老头之手的顶级先帝气 开天府 名声大震 而开天府 之所以名声大震 皆是因为 开天府彻底斩断了天路 从此仙界与各大下界 再无直接通道 从此 下界凋零 仙界衰弱 亿万下界崩溃消散 亿万先欲毁于一旦 而这一切 卢老头炼制的开天府 难辞其咎 至少卢老头是如此想的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卢老头手下 在无先气诞生 卢老头感知到 从自己手中 每诞生一件顶级先帝气 最终都会在历史中 产生关键作用 这一切的一切 似乎都有一张无形大手在操控 卢老头曾在心中暗暗发誓 此生不再为其他人 炼制任何东西 直到 卢老头碰到了 方无名跟天机 卢老头能感觉得到 那张笼罩在整个仙界之上的无形大手 无法笼罩住方无名 也正是因为如此 卢老头的目标 从最初的重新打通仙界 与各个下界通道 变成现在的 为方无名炼制允天珠 让一切 回归自然 彻底脱离掌控 碰 又是狠狠一锤砸下 上冲的气血 将卢老头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破 一口精血 抑制不住喷出 允天珠即将成形 可此时 卢老头眉头皱得更紧 为何到了此时 自己心中 依旧隐隐感到不安呢 就好像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 其实都还在某个不可思议的存在的控制之下 碰 又是一锤麾下 每锤落下 卢老头生命力 就降下一大截 这显然就是拿自己的生命 来炼制允天珠 然而 随着允天珠逐渐成形 卢老头内心越发胶着 难道一切都是徒劳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卢老头仅存的意识 正快速回想着一切 回想自己这一生 少年背负仇恨 终年一时风光 晚年 一直活在愧疚自责之中 整日沉迷酒水 到底是什么 让自己拥有了如今的人生呢 下一瞬 卢老头眼中金光一闪 卢老头正正看着手中锯锤 满脸的不可置信 莫非 是这把锤子的原因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 卢老头脑海里各种疑惑 瞬间连接起来 一切豁然开朗 自己原本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下界乡村少年 要不是碰到这把 不知从何而来的锯锤 恐怕自己一辈子 都没资格踏足先见 更不用说 炼制出开天府了 卢老头也不想怀疑 陪伴自己这么多年的伙伴 可是 眼下 这已经是唯一的解释了 卢老头一咬牙 并急乱投医 爆喝一声 直接将锯锤 甩出巨大法阵之外 锯锤瞬间突破卢老头 在山峰周围布置的时间 停止阵法 如流星冲向远方 锯锤离开巨大法阵的瞬间 一直萦绕在卢老头心头的阴霾 顿时烟消云散 那种一直被人操控的感觉 此时 在陨天阵内 终于完全消失无踪 可卢老头却是望向远方天际流星 心中莫名失落 想不到 自己一生都想挣脱的枷锁 竟是自己最重要的伙伴 现在还不是伤感的时候 卢老头一抬手 一把小铁锤 顿时出现于掌心 正是小时候 父亲留给自己的 那把普普通通 但承载自己 不屈不挠精神的铁锤 下一瞬 卢老头身上精血 快速涌向小铁锤 转眼间 小铁锤被圣仙精血 完全覆盖 卢老头舍弃一切 所锻造出来的生命之锤 但生 碰 碰 碰 卢老头精血大量流失 身形变得消瘦 挥舞手中生命之锤 眼中满是坚毅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在父亲铁匠铺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打铁是自己生命中 唯一的支柱 此时此刻 毅然 第186章 允天珠 快看 有流星啊 好亮啊 快许愿啊 需不要吵到先生午休 正在街边店面打等的方无明 突然听到 街上村民变得嘈杂起来 方无明百无聊赖 伸了个懒腰 对于什么流星 并不是太感冒 方无明睁开眼 目光就落到街道 斜对面的铁匠铺 年幼的卢老头 依旧在心无旁骛的打铁 不错 方无明 懒得再继续遨游时间长河了 索性再次蹲守 时间一长 方无明也就开了一间店面 专门给村里小孩子讲故事 当然 都是方无明这么多年来看到的 奇闻意志书籍里面的桥段 这帮熊孩子 还挺喜欢听的 方无明也就忙里偷闲 在这个小山村里 待上一小段时间 突然间 方无明眉头一挑 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 浩瀚神石 瞬间拢照向天边 那不是卢老头的锤子吗 方无明身形 无声无息消失 下一瞬 方无明身形 已经出现在那颗流星的前方 方无明一招手 锯锤落入手中 仔细感受之下 确认这正是卢老头本体的锯锤 这卢老头 怎么连自己吃饭的家伙都给甩了 莫不是碰到什么危险了吧 方无明思索着 没进入时间长河之前 就曾听闻 时间长河内无数老怪物 为了继续存在 会选择进入时间长河 永远地活在自己的那一段历史之中 拥有着无限的寿命 不过 缺点就是 无法离开自身所处的那一段历史 除非拥有混沌珠 显然 混沌珠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但为何进入时间长河这么久 也没碰到个把发疯的老怪物呢 难道自己运气真这么好 现在方无明下意识认为 卢老头应该是碰到某个老怪物了 这才不小心搞丢锯锤 方无明闭目 稍微感应测算一下 锯锤飞来时的力道跟轨迹 轻松就锁定了锯锤来源 方无明一步踏入虚空 身形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一座山峰之巅 这座山峰 好像被强者布置了强大阵法 这种程度的阵法 对于别的先帝 或许有效果 但对于方无明 却是没多大用处 方无明身上顶级先帝器 内部阵法快速运转 身形缓缓降落 在接触这个奇怪的阵法的瞬间 方无明深周的一切 陷入绝对停滞 方无明心中冷哼 下一瞬 方无明深周的时空 纷纷被震碎 如碎玻璃般散落 几个呼吸过后 方无明深周的时空 终于恢复正常 方无明第一眼 就看到巨大阵法 中央一个骨瘦如柴之人 那人手握一把小铁锤 高高举起 可惜 那小铁锤再也无法挥下 因为 那人身上早已死气缠绕 生命之火 已然消散 卢老头 方无明下意识叫出声 然而 宛如被定格住的卢老头 再也无法回复 方无明一个闪身 来到卢老头跟前 顺着卢老头目光往下看 一颗如鸡蛋大小的完美圆珠 看似平平无奇 但在方无明看来 眼前的小珠子 似乎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纯粹之物 莫非 这就是卢老头曾说过的允天珠 有意思啊 卢老头竟然不惜送命 也要炼制出这允天珠 方无明一招手 允天珠缓缓悬浮而起 落入方无明手中 方无明稍微在脑海中搜索一番 成了 还以为是多了不起的珠子呢 现在自己一甩一大把 就是不知道 这珠子有什么功能 算了 还是先办正事吧 拖久了 翻车就不太好了 只见方无明一甩手 无数小绿瓶凭空出现 紧着这小绿瓶 纷纷炸裂开来 里面的绿色液体 汇聚成一个巨大水球 悬浮半空 方无明眼中金光一闪 手中掐绝 阴阳 转身 顿时 卢老头身上 死气快速消融 取而代之的 是精纯的生命力 不断涌现 不过 卢老头身上 精血完全干枯 方无明随手一甩 卢老头 整个身体 飞入半空的巨大绿色水球之中 再过几日 卢老头 应该就又能生龙活虎了 复活很顺利 方无明 已经感应到卢老头 死海 重新焕发生机 毕竟 才达不久 之前灵天仙 递嘎了十万年 都能复活 现在 只需安心静静等待即可 小半个月过去 爽啊 再来一壶 卢老头抓起酒葫芦 顿顿顿 狂饮不止 本来以为必死无疑 结果被救回来了 而且 还发现了巨锤的秘密 成功炼制出允天珠 卢老头此时 心情无比舒爽 这辈子 就没这么轻松过 行了 小隐怡情 对了 你怎么把自己锤子都扔了 文言 卢老头沉默不语 避而不答 方无明看到卢老头 脸色突然变得不太好看 也不再询问这个问题 罢了 找了你这么久 总算是没白找 接下来 我们一起 去寻找天机 有些话 我觉得 还是得当面问一问他 比较妥当 方无明画风一转 说出了接下来的打算 卢老头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才一脸凝重 看向方无明 这便是允天珠了 这允天珠 天底下 也就只有你有资格拥有 今日 老头子我就把允天珠托付给你 希望 你能好好利用它 走出自己的道路 一条只属于你一个人的道路 看到卢老头神情如此严肃 方无明顿时感觉事情应该挺麻烦的 怎么个个都想把某种重担往自己肩头甩啊 以前是战神先帝 现在连卢老头也是如此 真是无语 想做什么事 自己努努力 加把劲 自己去做不就好了 卢老头 喝了我这么多桃仙酿 你可别来这套了 凡事 还得靠自己 非要把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 这也许就是 你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方无明一甩袖子 副手而立 一副说较后生的姿态 这是方无明这段时间 当说书先生养成的臭毛病 不过 此时用在卢老头身上正好 卢老头文言一正 这 千算万算 没算到方无明这小子 竟然拒绝得如此干脆 这显得自己之前的所有牺牲 都像是无理取貌 有点尴尬啊 第187章 无人能寻 混沌珠的妙用 这小珠子 看着平平无奇 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嘛 方无明状 若不经意开口 卢老头文言 回过神来 意识到方无明并不了解 允天珠的厉害之处 这才拒绝 嘿 说起这允天珠 那可了不得 相信 以你现在的修为 也能感知到 所谓的命运的存在吧 是不是总感觉 自己的一切都好 似被刻意安排 卢老头说着 瞥了方无明一眼 想从方无明脸上看到 恍然大悟的神情 然而方无明眉头微皱 完全不知道 卢老头说的啥意思 一切都好似被安排好了 这未免有些过于阴谋论了吧 这一路走来 不都是自己 一个个选择 叠加而来的吗 方无明 可不觉得自己的自由意志 曾被干扰 又或者说 方无明作为穿越者 根本就不在乎那么多 正到长生 自己过得舒服即可 逍遥自在 为所欲为 这不挺好的吗 不过 像是战神先帝 天机这些家伙 方无明 倒是隐隐觉得他们 好似身不由己 正被卷入漩涡的中心 甚至 眼前的卢老头的一生 也是背负了太多 方无明本想摇头 但看卢老头 那期待的目光 不配合卢老头 说不过去啊 看到方无明 微微点头 但未开口 卢老头心中满意 继续开口 嘿嘿 这隐天珠 可以让你真正超脱 以后不再沾染半分因果 以后 你所有的意志 都是自由的 念灵选择 你想怎么选 都不会承担后续因果 当然 你的选择得罪了别人 别人还是会找你寻仇的 不受因果影响 一切顺其自然 怎么样 现在 心动了吧 现在 你只需要认主隐天珠 就可以真正逍遥于天地间 至于隐天珠的功效 认主之后 自会知识 卢老头 又给自己灌了一口桃仙酿 心中舒爽 认主之后自会知识 方无明心中思量 这隐天珠 被卢老头吹上天了 但 目前为止 也没感应到 隐天珠气灵的存在 这么厉害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没有气灵呢 结合种种不合理 方无明 还是决定先不要轻举妄动 以免被卢老头坑了 虽然卢老头 不至于会害自己性命 但谁又能保证这老头子 有没有憋什么坏水呢 毕竟自己之前 也用桃仙酿坑了几次卢老头 想到这里 方无明下意识摸了摸鼻子 呃 这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天机还没找到呢 关于天机 你知道多少 方无明画风一转 打算找到天机那家伙 至于隐天珠的事 以后闲暇再灌翻卢老头 好好询问 一番再做决定 方无明本想 将自己前段时间 看到天机和诞生的一幕 告知卢老头 但想想还是 先听听卢老头怎么说 眼看方无明 真就对隐天珠不感兴趣 卢老头无奈 眼下还是先会和再说吧 隐天珠已经制作出来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让方无明认主 卢老头略作沉吟 开口道 天机 说起那小盒子 当初还是那小子 主动找上我的 非要说什么 跟我的锤子有缘 在锤子上 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那不要脸的小盒子 还非要给锤子取名天机锤 最终一番不打不相识 那小盒子 也成为我 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吧 你知道我的 除了喝酒跟练气 其他是我一概不问 所以 关于那小盒子 我也是知之甚少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你没去找过那小盒子 如老头说到这 有些狐疑 方无明竟然不先去找小盒子 而是先来找自己 平时他俩不是老连合起来 坑自己吗 嘿 你这什么眼神 你这么弱鸡 我肯定先来找你啊 你这老头 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个时辰前 你还是个死人呢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以后可就没人 能给我练气了 别的练气事我可看不上 方无明 毫不吝惜一番嘲讽 目前看来 卢老头 也是不知道天机的秘密 两人 又是一顿半嘴 最终双双掏出 混沌珠碎片 心中默念 寻找天机盒 与此同时 时间长河 某个时间节点 一个长相 跟方无名 一般无二的高大身影 缓缓落地 正是使用先帝傀儡 作为身躯的天机 这段时间 天机一直在寻找混沌珠 不得不说 灵天先帝 真是一个藏东西的好手 好在时间长河之内 天机推演的神通 还是可以使用的 即使是如此 也足足花了 天机上万年时光 最终才确认了 混沌珠所在时间节点 主要是混沌珠 作为时间长河内 极其特殊的存在 它只存在于 某个确定的时间点 就比如现在 天机身处一处秘境之内 秘境中央一个祭坛之上 有一个小石台 此时 石台之上空空如也 但天机知道 混沌珠就在石台之上 问题就在于 混沌珠 可能上一秒 还在石台之上 下一秒 就会消失无踪 因为混沌珠 不会跟着时间推移 好在天机手上 还有不少混沌珠碎片 再配合上 天机推演的神通 足以找到 混沌珠所在的那个时间点 天机身上 奇特的气息 缓缓溢出 手中掐绝 以天机为中心 方圆十米范围 顿时亮起金色符纹 转眼间构成一个 复杂无比的阵法 半个时辰过去 天机双眼 猛然睁开 找到了 天机赶紧掏出 混沌珠碎片 下一瞬 身形消失无踪 而在另外的时间点 还是在这个祭坛之内 天机身形突然浮现 天机目光 第一时间落到 祭坛中央小石台之上 果然 一颗流淌万千色彩的圆珠 静静躺在小石台之上 天机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将混沌珠拘入掌中 要是再慢那一门一秒 又得重新回到上一秒 才能看到混沌珠了 而手握混沌珠 此时的天机 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出现在下一秒的未来 现在的天机 在时间长河内 无人能寻 天机心中心喜 打亮了一番混沌珠 紧接又拿出一块混沌珠碎片 刹那间 混沌珠就自动吸收了这块碎片 重新变得完整无缺 混沌珠 重现巅峰威能 天机只觉得 整条时间长河 都浮现在自己脑海中 只需一念一动 自己可以瞬间到达 任何一个时间节点 而且 混沌珠在手 除了极为强大的先帝 其余人 自己都可以轻易 修改他们的历史 甚至是 直接抹除 想到这脸 天机眼中闪过绿色 下一瞬 身形消失 第188章 前往历史的源头 方无明眼前景色逐渐变得清晰 浩瀚神石下意识扩散四方 下一瞬 方无明眉头一皱 这是 怎么感觉这整片空间的气息 似曾相识呢 一旁的卢老头 则是一脸疑惑 显然卢老头 啥都感知不出来 这是哪儿啊 感觉环境还行啊 不过 灵气浓度低了点 卢老头 四下张望一番 很是悠闲 以卢老头 圣仙境的神石 甚至感知不出这处空间 其实是封闭的 自以为是某方世界 方无明无奈摇头 还是先找找天机的方位吧 方无明又仔细探查 引了一番 很轻易就找到 天机所在 当然 是历史版本的天机 方无明不发一言 直接带着卢老头 飞离此地 不到十分钟 方无明在一座山峰上停下 以方无明此时目力 已经能看到 百里外的天机盒 方无明不打算靠近 再靠近 就要被天机感应到了 此时天机盒的实力 应该是圣仙境左右 此时 跟天机盒一起的 还有一个白发青年 白发青年 也是圣仙境 方无明认识 正是年轻时候的战神先帝 结合目前所有信息 方无明 很快就推断出 这个空间 到底是何处 这不就是 星河界狱里 那头戒狱守护者体内吗 此时的天机盒 跟战神先帝 应该正被困于此地 看他俩相处的模式 还挺安静的 即使被困于此 战神先帝神色 依旧淡然 与天机盒交流着 天机 你可曾想过 你是怎么诞生的 我 这我哪知道啊 我如何诞生的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战神先帝文言 倾笑不语 好一会儿 战战神先帝 再次开口 如果有一天 你的创造者 要你灭了我 你会怎么选择 天机和文言明显一致 你今天吃错药了 有这闲工夫 还不如加紧修炼 以你的天赋 再配合 上我寻找一宝的本事 本天机保证 不出三年 我们必定双双 踏入仙地境 到时候 世界之大 再没有我们去不得的地方 大道之巅 任我们遨游 眼看天机和 依旧心思单纯 战神先帝 终于是不再 继续这个话题 只是 内心深处 依旧担忧 自从得到上古大能 传承之后 随着实力提升 战神先帝 了解的真相 越来越多 对于天机和的身世 也略有猜测 只希望不要 走到兵戎相见的那一天吧 战神先帝 缓缓闭幕 继续盘坐修行 远在百里之外的方无名 眉头微皱 看来战神先帝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大概猜测到 天机是如何诞生的 战神先帝 跟天机之间 还曾经有过一段恩怨情仇啊 方无名心中无奈 天机是被那个惊人 创造出来的 没办法 对于这件事 天机自己 也没得选择 不过 直到现在 方无名 依旧不知道 那个惊人 到底是何来历 之前是不想多管闲事 但是现在事关天机 自己是得稍微了解一下了 自己不可能眼看着天机 一步步走向深渊 既然要管 那就要知己知别 想到这里 方无名 下意识瞥了一眼一旁的卢老头 自己接下来 可能会涉险 总不能 一直带着这卢老头吧 主要现在 卢老头实力不够看啊 哎卢老头 你说 你为啥要跟我们一起 进入时间长河呢 卢老头闻言一愣 之前是想混点混沌猪碎片的 但现在允天猪 已经炼制完成 自己好像 真的没什么理由 继续待在时间长河里了 卢老头略做思考 忽然想到了什么 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去做什么了 老头子我 要尝遍古往今来的天下美酒 来来来 再给我点混沌猪碎片 老头子 我就不拖你后腿了 嘿嘿 卢老头自然知道自己此时 对于方无名来说 就是脱油瓶 还不如趁早 自己去潇洒 方无名心领神会 微笑着大手一挥 上百万个混沌猪碎片 顿时出现 被卢老头瞬间收走 看着卢老头 没心没肺的样子 方无名无奈摇头 卢老头 保重啊 要是在里面腻了 可以回无名先宫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文言 卢老头 脸上笑容收敛 郑重点点头 感受到方 无名坚决一往无前的态度 似是远行前的道别 向方无名 这样真正意义上 拥有自由意志之人 前路必定坎坷 且辉煌 这一别 也不知道 何时才能重逢 甚至 能不能回来 都不一定 卢老头也知道 劝是劝不住的 方无名 这小子很怕麻烦 平时基本不会主动 掺和别人的麻烦事 可一旦决定了要插手 那就不用劝了 劝不动 要是一般的小事 倒也不用太过担心 只是 这次的事情 是跟天机和有关 只怕又是一件 足以改变历史的大事 嘿 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 人各有志 老头子 我不管你们到底 想干什么 不要忘了我们 曾经一起倡议的 美好时光 行了 赶紧找到那 不让人省心的小盒子 到时候 老头子 我在无名先攻 等你们回来供赢 难得看到卢老头 这副模样 方无名露出 示然微笑 卢老头 似乎还想在说些什么 最终欲言又止 轻轻拍了拍 方无名臂膀 卢老头身形 缓缓消散 原地只剩下一颗小珠子 正是允天珠 方无名收走允天珠 深吸一口气 放心吧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还有那么多人 等着自己回去呢 方无名稍微平复一下心绪 心中早有计划 为了有足够的力量 去摆平一切 方无名决定 直接去回到远古时期 直接去寻找 还未崩碎的大盗 直接完成系统任务 以上一个任务的尿性 完成第二个任务 奖励必定极为不凡 自己的修为 也将真正超越先递境 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心中有了决断 方无名最后 远眺占神仙帝 跟天机核的方向一眼 同时掌心出现一块混沌珠碎片 目标 三千大盗 尚存的年代 方无名身形 瞬间消失 当方无名 再次看清周围环境之时 这里是 仙剑 疑惑间 方无名摊开手掌 发现混沌珠碎片 已经崩溃消散 略作思考 方无名就知道原因 单单一小块混沌珠碎片 最多只能横跨十几万年的历史 现在自己所处的时间点 应该是仙界 准备蓬勃发展的时期 一切都是朝气蓬勃 方无名无心探究仙界历史 意念一动 掌心再次浮现混沌珠碎片 继续 前往历史源头的方向 第189章 远古仙界人的狩猎 沧海桑田 万物变迁 仙界的历史 好似无止境 以每次十万年为跨度 方无名快速追溯历史 可冥冥之中 方无名感觉时间的源头 似乎也正飞速逃离自己 这无休无止的追赶 方无名渐渐麻木 没有了先前那股执着 慢慢地 顺其自然 十万年的跨度 对于仙界漫长的历史 还是太过短暂 要是有完整的混沌珠 估计就快多了 想到这里 方无名眉头微皱 难不成 想找到历史源头 必须得持有混沌珠 有点难办 之前就花了不少时间 去灵天先帝 藏匿混沌珠的方位 可惜一无所获 想来 应该是被天机拿到了 现在 在世间长河之中 无人能寻到天机 除非 天机自己想现身 思绪万千 方无名身形逐渐清晰 不再不间断跨越历史 思来想去 自己也并不是非要去到 时间的源头 只需前往大道 依旧完整的时代即可 目前所在 应该也算仙界远古时期 还是先打听一下 大道的消息吧 这个时代 应该有关于 大道崩碎的历史记载了吧 打定主意 方无名傲力半空 四下望去 山巒叠仗 不知名的江河奔涌 早已绝迹的 妖兽成群秘石 从未见过的诡异植物 布满大地 此时此地的仙界 跟方无名所了解的仙界 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世界 方无名欣赏 壮丽河山之时 远处一大群飞情 正向自己飞来 由于方无名气息 完全收敛 那群飞情 并不惧怕方无名 方无名也感知到 那些飞情 只不过是路过此处 并无狩猎之意 似乎是正在迁徙 不过 这些所谓的飞情 方无名看着 总感觉有些违和 因为 他们并不像 方无名认知里的飞情 反而 更像是海里的鱼类 巨大的身躯 上下缓缓摆动的鱼鳍 恍惚间 让人感觉 天空其实就是海洋 如果非要给这些飞情命名 目前以方无名的见闻 也只能将其命名为 昆鹏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方无名静静悬浮虚空 任由这些大家伙 游过自己身边 这些大家伙 也似乎没注意到 渺小的方无名 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 依旧悠闲游 正在方无名 静静近距离 欣赏这一切之时 突然 带头的昆鹏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顿时 从那头带头的昆鹏头部 发出一种极为特殊的能量波 那股能量波极难被察觉 要不是方无名先帝巅峰修为 感知敏锐 怕也是无法察觉到 那特殊的能量波散开 下一瞬 整个昆鹏族群 三十几头遮天蔽日的身影 忽然暴动 恐慌起来 方无名眉头一皱 早就察觉 远处一棵参天植物后面 躲藏着一个青年 刚才 整个那名青年突然爆发气息 这才惊动了高空中的昆鹏群 此时 那名青年 正骑着一头体型硕大的白虎 直奔这边 看青年的装扮 一身金属制成的铠甲 铠甲缝隙之中 都是兽皮连接 并看不到丝绸的痕迹 这装扮 怎么看都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 方无名饶有兴致 看那青年的势头 这是想狩猎高空之中的昆鹏 有意思 从那青年身上散发的气息来看 青年最多拥有悬仙的实力 反倒是青年身下的硕大白虎 实力接近圣仙 但即使如此 也难以撼动高空之中的昆鹏吧 略微感知之下 高空之中的昆鹏 个头最小的野 实力也比那青年强悍 那些领头的昆鹏 实力更是远超青年身下的白虎 疑惑之下 方无名隐秘身形 想看看 仙界远古人族 是如何征服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兽类 从而在仙界有一席之地的 不错 即使是仙界最强盛的时代 修士也仅仅是在仙界有一席之地 要说征服整个浩瀚无边的仙界 至少 到目前为止 跨越如此久远的历史 方无名也没看到仙界修士 完全掌控整个仙界 好 突然 青年身下的白虎 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周围山林中 不知名的飞禽大片惊气 纷纷逃离 高空之中的昆鹏队形 也逐渐变换 幼小缠弱的昆鹏被围在队伍中央 体型壮硕 实力强劲的昆鹏 则是自动来到队伍最外围 整个队伍依旧缓缓行进 好似他们 已经做完了所有他们能做的 只能静等接下来的各种未知 吼 又是一声惊天怒吼 然而 这次发出怒吼的 不是青年身下的白虎 而是远处天边突然腾空的一条 千丈青龙 青龙深周青色雷电缠绕 在远处天空盘旋 摆出即将进攻的姿态 方无名神识稍微一扫 便猜测出那千丈青龙 也是跟青年一伙的 因为青龙头顶 一个壮硕中年 一手扶着青龙巨角 一手紧握一根类似狼牙棒的武器 双眼则是喷拨出狂野气势 显然是对于本次狩猎昆鹏 势在必得 高空中的昆鹏群 顿时慌乱 要不是领头的昆鹏震慑 高空中昆鹏群 对形怕是要瞬间溃散 但即使如此 还是有一头体型较小的昆鹏 似乎受到惊吓 胡乱摆动身形之下 竟是不知不觉挤到队伍外围 看到这一幕 方无名心中赞许 这就是仙界远古强大人族的狩猎方式 在这个万物生灵 都还未开化的年代 即使是如此简单 直接地围堵狩猎方式 也足以让人族逐渐发展壮大 在方无名看戏的目光下 更高的云层之上 传来一声尖锐奉鸣 一只全身覆盖艳丽羽毛的巨大鸟 而巨大鸟背部也是有着一个人 虽然也是身穿金属铠甲 但还是能根据一些基本特征 判断出那人应该是一名女性 碰 巨大鸟巨爪 直接轰击在那头深处队伍外围的右小昆鹏 那头右小昆鹏 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遨游虚空的能力 被巨大鸟死死按住 直直坠向地面 高空中的其他昆鹏见状 虽想去拯救那头小昆鹏 可求生的本能 还是让那群昆鹏不敢随意出击 只能继续维持原有的队形 缓缓前行 而此时 远处天空的那条千丈青龙 也是一头扎进地面山谷之中 至此 一场远古仙界人的狩猎行动 圆满结束 方无名意犹未尽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巨物狩猎 而且 这些后世称之为神兽的巨物 此时看起来都跟普通的野兽并无区别 方无名神识再次向外扩散 发现 方圆千万里 竟没有一座城池 反倒是有不少村落 第190章 扩张的时代 方无名依旧未显现出身形 反倒是悄悄靠近那头跌落地面的右小昆鹏 此时 一头白虎 一条青龙 一只鸾鸟 将由小昆鹏死死围在中间 也正是此时 方无名才第一次听到昆鹏的叫声 正是那头右小昆鹏发出 那叫声充满苍凉悲泣 小昆鹏竭力抬头 遥望远处天边那些渐行渐远的巨大身影 最终安静了下来 此时 正在不远处 一棵参天大树树梢上 静静观察小昆鹏的一家三口 似乎正在低声交流着 不错 那个拥有千丈青龙的中年 跟拥有鸾鸟的女子 还有拥有白虎的青年 在方无名看来 他们三人 其实就是一个三口之家 只不过 这三口之家 个个都稍微强悍 那么一点点而已 从他们三人身上 方无名感受不到丝毫鲜灵力 反倒是气血之力 强悍到隐隐溢出体外 形成特殊气场 这些气血形成的气场 或许就是 他们一家三口 能驯服强大凶兽的最大原因吧 别看人族身形小 但只有身上的气血 气场强悍 那渺小的人体 在那些凶兽眼里 宛如山岳 又过了一会儿 那中年手握武器 轻轻一跃 便落到那头 右小昆鹏跟前 那中年身形笔直 面对着昆鹏 如小山般的眼珠 丝毫不露任何距移 只见那中年身上 气血之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攀升 与此同时 那头昆鹏原本怒视的眼珠 似乎有些心虚 下意识将目光移开 中年男子健壮 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 招呼一声 三人三寿 就这么带着 那头昆鹏离去 见三人远去 方无明看完戏 这才回过神来 闭目凝神 仔细感知了 一下这个时空 依旧感知不到 大道存在的痕迹 方无明本想跟刚才那三人 询问一下 关于大道的历史记录 不过 方无明神识扫描之下 发现那三人所在村落 竟然还未有文字出现 没有文字 那也就意味着 没有历史记录 虽个体强悍 但文明太过落后 方无明也就不打算 费着功夫 去村落打探什么了 还不如再往前几个时代 来得实在 有了决断 方无明再次追溯 时间源头 转眼间 方无明就已经来到 一个蛮荒之地 这次 在方无明神识探查之下 发现人族依旧弱小 更加如毛隐穴 显然 这个时代 也查不到什么 有用的消息 再次跨越十万年 人烟越发稀少 方无明 也就没了仔细查看的心思 连续数百次跨越 终于 方无明再次来到一个 仙界文明蓬勃发展的年代 方无明只是稍微探查一番 便已发现好几座城池 方无明一步踏入虚空 下一瞬 已经悄无声息出现在城池内 街道上人来人往 这个时代 修饰的装束 跟建筑风格 在方无明看来 都略显怪异 方无明意念一动 稍微改变了一下形态 来到一处看似酒楼的建筑里 酒楼里 竟然是凡人与修士混杂 相谈甚欢 并没有看到 修士歧视凡人的场面 竟是一番人人平等的景象 这让方无明略感诧异 半个时辰过后 方无明也终于掌握了 这个时代的主流语言 逐渐融入周围 一些高谈阔论的圈子里 古烈 你也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呗 大家对于开辟线事件 都是很感兴趣的 是啊是啊 真羡慕你们这些天赋异禀的家伙 能跟随皇者们去开辟新世界 鼓励你就说说吧 周围人七嘴八舌 目光纷纷落到一个健壮中年身上 方无明也不例外 在方无明感知之下 那健壮中年 是在场为数不多 拥有修行灵根之人 对于所说的开辟新世界 方无明也是略感兴趣 这人啊 一旦独行久了 就喜欢参与听八卦 这么长时间过去 方无明早已没有了最开始时的急切 一切顺其自然吧 反正自己在时间长河内 寿命无限 那个名为鼓励的中年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私下扫了一眼 很是享受备受瞩目的感觉 哈哈 那我就说说吧 这次 足足三百多位皇者 带领五百万灵能者 前去开荒 嘿嘿 别说你们了 就是我们当时很多人都很惊讶 到底是什么样的新世界 需要这样强大的力量 健壮中年显然经常来着酒馆吹牛皮 很是会掉人胃口 健壮中年再次好好享受一番众人期待的目光之后 继续开口 那个世界 没有太阳 没有空气 更没有水 一眼望去 只有无数星辰 有的闪耀无比 有的 死气沉沉 那里的生灵 体型大到你们无法想象 亿万里的星辰 在他们眼里 只是一颗小石子 健壮中年 每说一句 周围人就惊呼一声 现场氛围感拉满 方无名则是越听越觉得 健壮中年所说之地 有些熟悉 没有空气 没有水 星辰随处可见 生灵体型遮天蔽日 那说的 不就是星河界域吗 不过 从健壮中年口述得知 远古时期的星河界域 似乎有着不少强大的本土文明 嘿嘿 虽然这次传闻 有黄者陨落 但是 我们最终还是征服了那个新世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不过百年 你们也能有希望 前往那个世界瞧一瞧 健壮中年终于说完 举杯饮酒 似乎需要休息一下 这下 周围的众人才反应过来 逐渐嘈杂 方无名则是静静 听着众人讨论 也得知一些 这个时代的常识消息 这个时代 即使是普通人 体质也是不弱 只不过 还是比不上那些 天生拥有灵根之人 不过这些普通人 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 得到别人的尊重的 因为 这个时代 似乎是仙界极力向外扩张的一个时代 也就是开辟其他小事件 而开辟出来的小事件 需要大量人手去慢慢开发 这就成了普通人 展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星河界域 到底有没有被仙界征服 方无名不是很关心 因为最终的结果 方无名已经知晓 星河界域最终成为仙界人 无法轻易踏足的区域 反倒是这些人口中的皇者 让方无名提起一丝兴趣 可是 方无名 神识来回扫描 并未发现 什么强大的存在 不仅如此 一路跨越时间 场合而来 方无名竟然连一位准先帝 都未曾遇到过 更不用说先帝之上的存在了 不是说时间长合内 无数老怪物吗 这个一直困扰方 无名的问题 此事重新浮现 事出反常必有要 方无名打算 接下来对这件事稍微上点心 现在 先去会议会 这座城池的最强者吧 说不定能打听到点不一样的消息 第191章 互不相见的皇者 方无名来到城池最大最华丽的建筑内 建筑风格虽然迥异 但还是有大厅 大厅内也是分为主位跟两排附座 大厅极大 粗略估计之下 竟有四五十个附座 而此时 方无名感应到的城池最强者 乃是一名 身穿华丽甲昼的男子 戴着头盔 看不到其面容 甲昼男子目前实力 应该接近圣仙的水准 不过 在这个时代 这样的强者 被称为王者 更上一层境界的道祖境 被称为尊者 最后 才是先帝境的皇者称谓 此时 方无名隐秘身形 只见那名身穿甲昼的王者 正笔直站在大殿中央 正单膝跪地 好似正在向位于主位之人 会抱着什么 不过 让方无名略感诧异的是 此时 那主位上的 根本不是人啊 不单单如此 四五十个副座上的东西 在方无名感知之下 都是毫无气息 甚至是没有任何生气的存在 像是由奇异的无生命的能量 捏造出来的人形之物 可是 看那甲昼王者的举止 显然甲昼男子 是可以看到周围座位上的那些东西的 方无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难道自己是外来者 所以 看不到这个时代的皇者 现在 就是不知道这些皇者 能不能感知到自己这个外来者 方无名略作思索 还是觉得 缓缓显出身形 并且稍微暴露一丝气息 反正要打探消息 始终都是要现身的 下一瞬 随着方无名气息外露 大殿中央的甲昼男子 浑身一颤 似乎突然感应到天大的危机 不过甲昼男子四下偷瞄 发现周围众位皇者并未动容 依旧端坐 方无名将甲昼男子行为 尽收眼底 也得出基本的判断 大殿内 除了那甲昼男子 其余东西 无法感知到自己的存在 即使自己不加掩藏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难道这是时间 长河内的潜规则吗 外来强者跟本土强者互不相见 方无名想了想 应该不是如此 因为之前那炎先帝一伙人 看重的 就是时间长河内 那些战力无双的老怪物 说明炎先帝所处的那个时代 曾经有人见到过 时间长河中的先帝强者 会不会是这个时代过于久远 所以有些特殊呢 方无名赶紧掐灭这些无用的猜想 这不是自己关心的 还是先了解情况再说吧 方无名索性直接落到 那名甲昼男子跟前 甲昼男子虽表面看着 依旧沉稳平静 但右手却下意识握向腰间配件 一副叙事待发的姿态 身上的圣仙气息 隐而不发 你是何人 甲昼男子终于开口 此时的甲昼男子 似乎也已经察觉到 在场众位皇者 并感知不到 眼前突然出现之人 不仅如此 眼前之人刚才爆发的气息 足以证明 眼前之人 实力要强过在场每一位皇者 难道这就是诸位皇者 无法察觉到此人的原因 甲昼男子头盔下的双眼 顿时变得凌厉 不用多说 眼前之人 脏僧是为自己而来 我来自未来 方无名想了一会儿 突发恶极 一时间想到了之前 在蓝星看到的一部科幻剧 就套用了里面的台词 甲昼男子眉头皱起 直觉告诉自己 眼前之人没有说谎 而且 眼前之人深周 确实隐隐有时间之道的影子 想到这里 甲昼男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心跳逐渐加速 你 莫非你是我的子孙后代 文言 方无名一时雨色 没想到 这个时代的强者 都这么时髦 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设定 并且还自己挠补一波 见方无名这副模样 甲昼男子心中更是激动 二话不说 直接将头盔收起 随着霸气头盔脸去 方无名也终于用肉眼 看到男子的面容 面容俊俏无比 堪比女子 一头乌黑长发 披散脑后 可是 却有着尖尖的耳朵 方无名仔细打亮了一眼 初步判断 这家伙 应该不是纯正的人族 怎么样 快跟老祖说说 老祖今后的大业 是否成功 甲昼男子继续开口 方无名眉头一皱 咱俩怎么看不像是同一个物种啊 这就自称老祖了 不等方无名开口 男子似乎有些兴奋 继续开口 哈哈 既然你能有跨越历史的威能 本老祖必定是二孙满堂 且家族势力强悍 眼看甲昼男子三两下 就已经病入膏肓 方无名赶紧开口 我现在需要了解一些信息 以免误了大事 方无名索性顺着对方的思路 顺便打听自己想知道的消息 好 你说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一切都是为了种族的心上 甲昼男子豪气冲天 还扫视了一圈 发现周围众位皇者 似乎毫无察觉 心中更是坚信自己未来必能成事 方无名见状 心中摇头 就这 还想成大事 不过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 算了 事不关节 我想知道 关于大道的消息 方无名此话一出 能看到甲昼男子明显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瞬间的震慑 不过 方无名并没有丝毫感应 几个呼吸过后 甲昼男子反应过来 这才开始思索起来 大道的概念 在这个时代 并不是很清晰 因为根本就还没有修士出现 只有所谓的灵能者 不过 好巧不巧的 甲昼男子 正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 能感应到大道存在的家伙 并且 大半生都在寻找关于大道的蛛丝马迹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眷顾 还真让甲昼男子 在一处深海遗迹里 找到了关于大道初始的一些记载 甲昼男子 再次认真打量了 一番方无名 没想到眼前之人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大道的 看来 自己所创的修道思路 是对的 对后世的影响 绝对不小 甲昼男子 此时看方无名 只觉得越看越顺眼 甲昼男子 重新戴上头盔 走 等我来 去我府邸 让你看一样东西 相信 会让你的寻道之路 更加顺畅 甲昼男子说完 不见双手掐绝 只是身上突然爆发一股奇异能量 随即 甲昼男子脚底地面 瞬间浮现方无名从未见过的阵法 阵法将甲昼男子 跟方无名 两人笼罩在内 下一瞬 嗖的一声 两人原地消失 直到此时 周围众多皇者 依旧端坐 宛如傀儡死物 丝毫察觉不到任何异常 第192章 万神殿 方无名跟随甲昼男子 来到甲昼男子府邸 讲过一番攀谈 方无名终于知道 甲昼男子姓名 敖昼 敖昼乃是半人半妖兽血脉 好在 这个时代极为开明 敖昼这样的血脉 必未遭到歧视 反而 敖昼通过自身努力 一路从最底层打拼数千年 终于 成为了如今 拓江大将 前段时间 刚刚完美完成一个拓江任务 听敖昼说 那方新开辟出来的世界 都是海洋 一望无际 没有可以落脚的陆地 最终 皇者们将这个世界赐予敖昼 敖昼也乐得如此 目前正打算将那方世界 建成一个专门容纳自己族群的理想天国 以后 不管是自己父亲的龙族 还是母亲的人族 都可以前往那方世界 不过 人族想来 是在那方世界待不了多久的 因为没有陆地 最多只能在海底深处 建立一些宫殿啥的 方无名一路听着敖昼吹嘘 终于来到一个巨大石门之前 巨大石门 似乎能感应到敖昼到来 竟自动缓缓打开 敖昼率先踏入石门后的空间 方无名神识稍微扫了一下 也是跟了上去 就是这里了 看到了吗 你眼前的整座宫殿 都是我从深海遗迹之中带回来的 敖昼很是自得说着 目光落到不远处 一座宏伟宫殿群之上 方无名略微姑娘了一下 远处那宫殿 占地起码十万里方圆 最高的宫殿 目测有三四百米高 如此巨大的宫殿 想来敖昼也是花了不少代价 才将其从海底 弄到自家府邸地底巨大密室的 敖昼说着 带领方无名 缓步靠近不远处宫殿群 这里 基本所有的宫殿都有进制 到目前为止 我连一个偏店都无法进入 只能在外面远远观望到一些 雕刻在宫殿外墙的文字记载 敖昼说着 掏出一个小本子 这里面 是我对那些上古文字的解读资料 暂时拿去看看 敖昼直接将手中本子 递给方无名 显然现在的敖昼 已经完全将方无名 当成同道中人了 先不说 是不是自己子孙后代 就单单因为对方 对修道感兴趣 那就是同道中人 在这个灵能当道的时代 碰到同道中人 可太不容易了 方无名也不客气 结果小本子 直接翻阅 刚翻开第一页 方无名就傻眼了 自己虽然依靠强大的记忆力 强行学会这个时代的语言 但是 从未研究过这个时代的文字 这就有点尴尬了 现在 别说前方大殿内的文字记载了 就连敖昼的笔记 自己都看不明白 方无名象征信翻了两页 将敖昼笔记再次合上 多谢道友笔记 我可能需要在此地 稍微研究一小段时间 方无名面带微笑 仙气飘飘 敖昼只觉得如沐春风 就是这个感觉 道友 客气了 方无名的一声声道友 让敖昼很是受用 方无名微微点头示意 紧接身形 缓缓飘浮而起 朝前方攻殿群飞去 敖昼陪同方 无名逛了几个时辰 后面似乎有急事需要处理 敖昼先行离开 感应到敖昼 真的已经离开府邸 方无名也就放开手脚 开始好好研究一番了 方无名直接选择 那座最为宏大的宫殿 这宫殿大门上 有一块牌匾 不过 上面写的什么东西 方无名却并不知道 但也不是完全看不懂 那牌匾之上 应该是三个字 中间那个字 方无名认得 正是一个神字 因为 系统赠送的 一百张斩神符上面的神字 就跟眼前牌匾上的一模一样 莫非 眼前宫殿诞生的年代 跟斩神符有所关联 竟然使用同一种文字 这个念头 在方无名脑海中 一闪而逝 并未过多追究 现在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破除宫殿禁止 进入宫殿之后 必定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方无名释放神识 彻彻底底探查了 一番眼前宫殿禁止 果然 是从未见过的阵法 要是天机在这里 就好办了 那家伙 应该能轻松搞定 可惜了 现在看来 也只能先自己尝试一番了 实在不行 就只能使用暴力了 时间一晃眼过去三日 期间 敖心一有空 就来看望方无名 也是期待方 无名能有新的发现 可惜了 几乎毫无进展 反倒是方无名 从敖心口中 得到一些消息 经过敖心多年的研究 这座宫殿群 最大的那个宫殿 名为万神殿 从万神殿外墙上的雕刻中 敖心还对万神殿的由来 进行来了 一番有理有据的才 这就要 从另外一个 强大种族说起了 他们自称神族 每个个体 都拥有自己的神格 每种神格 又天生带有 不同的神通之力 至于这种 神格能不能被别人抢夺 敖心就不得而知了 这万神殿 就是神族所建造的宫殿 当然 万神殿的用处 目前也是未知 敖心之知道 这万神殿 跟大道有关 因为 敖心破译的资料中 有一段神族历史传说 传说 神族自虚空之中诞生 执掌三千大道 最终 神族利用大道之力 创造了世间万物 方无名 听到这个传说时 不说是嗤之以鼻 只能说 完全不信 每个种族 都有自己的一套 创世论 而这些创世论 大多情况下 都是瞎编的 主打一个高大上 敖心本来深信不疑 甚至有些推崇神族 可经过方无名 一番洗脑输出 敖心终于没那么魔争了 人定胜天 什么神不神的 充其量 就是一群 领悟大道之力的生灵罢了 再次将敖心打发走 方无名 已经没有耐心 继续在这耗下去了 时间长河 无穷无尽 值得套索的时代 太多太多 自己不能在同一个时代 花费太多时间 所以 大力出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只见方无名身形 漂浮到半空 一抬手 天机盒本体 出现于掌心 先帝灵力 快速注入天机盒 嗡 天机盒内部 瞬间迸发出一个透明护照 等这个透明护照 将眼前宫殿群 全部笼罩 方无名 这才停止灵力输入 有了天机盒本体 作为隔绝护照 接下来 就可以无所顾忌 大展拳脚了 两极日月环 无声无锈符 现于方无名身舟 去 嗖嗖两声 一道橙色光芒 一道冰蓝色光芒 双双击向万神殿静置 第193章 真正的文字 砰砰 大殿静置 竟然如此坚固 两极日月环 倒退而回 方无名刚开始 还不敢全力攻击静置 生怕把宫殿 也给毁了 事实证明 方无名想多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全力攻击了 只见方无名目光 瞬间变得凌厉 眸光深处 引有阴阳之气缠绕 逐渐达到一个完美平衡 方无名双手掐绝 两极日月环环绕深周 转眼间 两环融合 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环 其上锋芒净险 仿佛看上一眼 便能将人的灵魂割裂开来 去 嗖 两极日月环所过之处 虚空被整齐割裂 两极日月环 瞬间穿过前方大殿静置 此时静置如纸壶的一般 无声无息 被整齐割开 但静置上被割开的口子 眼看就要自动愈合 方无名眉头一皱 略作犹豫 最终还是化作金光 冲入大殿之内 有混沌珠碎片在手 问题不大 随时可以离开大殿 得吧 方无名冲入大殿静置内的一瞬间 静置上的缺口瞬间愈合 完好如初 与此同时 方无名已经来到大殿之内 方无名身形悬浮离第三丈 并未落地 而是环顾大殿四周 出乎意料大殿内空空荡荡 没有桌椅 大殿中央 地面似乎有一个巨大且复杂的阵法 阵法正中央 是一根直径三米左右的巨大圆柱 材质看似青铜 巨柱高约百米 尽管如此 巨柱顶端 距离大殿穹顶依然遥远 此时 大殿中央阵法 似乎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停止运行 有可能是年久失修 阵纹被腐蚀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驱动阵法运转的能量消耗殆尽 方无明饶有兴致 缓缓飘进青铜圆柱 巨柱之上 各种精美浮雕 看着不像文字 而是一个个怪异生灵 有的在祭祀 有的在狩猎 有的则处于战争 方无明只是看了几眼 眉头微皱 这种感觉好生奇异 自己竟然似乎能理解 青铜巨柱上的一幅幅画面的意思 目光缓缓移动 方无明终于看到 青铜巨柱上的第一个文字 这下方无明眉头皱得更紧了 眼前这个字 方无明敢肯定 自己从未见过 可奇怪的是 眼前这个字 似乎已经脱离文字的范畴 不需要任何提前学习 就能准确理解 文字想表达的意思 方无明没来由想起 自己之前看过的一本奇闻艺志 上面有一个看似很荒诞的理论 说的是 世上所有的文字 其实都是假的 所有文字都有对应的一个事物 也就是说 文字只是这些现实事物的衍生物 文字 始终之后 在事物出现之后 才可能产生 人们自己创造的文字 但是 还有一种真正的文字 这种文字 不依托于任何现实事物 它们的出现 跟现实事物并没有关联 但 它们却能完美描述世间万物 就是如此神奇 那本书的作者 称这种文字为 神文 当时 方无明看过之后 置之一笑 这个世界再怎么玄幻 也不可能违背 先来后到的基本原则吧 但如今 方无明相信了 方无明不停阅读青铜巨柱上的文字 足足半个时辰过去 方无明已经阅读到青铜巨柱顶部 眉头微皱 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着更高的维度 更高级的世界 比仙界还要高级的世界 青铜巨柱上所描述的 乃是一个奇特种族的历史 这个种族自称 神族 这个种族如何诞生 无法考究 甚至连一个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都没有 这个种族就这样凭空诞生 他们每个个体都极为强大 真正的灰首间 湮灭无数世界 不过这些记载 方无明只当记载这些资料的家伙 采用了夸张的手法 因为青铜巨柱上记载的神族 方无明有幸见过一个 就是之前那个惊人 在方无明看来 那个惊人实力也就一般般吧 一张斩神符教他做人 说那个惊人挥手间 即可湮灭整个仙界 方无明无论如何 都是不敢相信的 仙界何其浩瀚 就算方无明哪天发颠 甩出无数仙帝傀儡 想要将仙界化为灰烬 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万年 关于神族强大的记载 方无明会议一笑 并不在意 只是 接下来的资料记载 就越发玄幻 天马行空 青铜剧著上记载 这个世界 由神族亲手创造 神族大能 从最深邃的虚空之中 取来无法直视之物 作为基础材料 再以三千大道 作为世界的脊量 撑起如今整个世界 经过无数年演变 三千大道衍生万物生灵 至此 方无明尚且能以看 故事的心态 看待这些记载 可是 再继续阅读 方无明越发感觉不太妙 因为这些记载 竟然隐隐解释了 为何方无明这么久以来 都没能在时间长河之中 碰到历史上那些老怪物 青铜剧著上 记载了神族 创建这个世界的主要意图 竟然就是为了 能培养出更多强者 每十万年左右 神族就会从历史长河之中 带走这些强者 说是去参加 神圣无比的战斗 在这神圣无比的战斗中 英勇奋战之人 将真正的永生不死 永世长存 真正的长生 方无明在阅读之时 脑海中还不断涌现 各种强大存在激战的画面 看得着实让人热血沸腾 真正的血与战斗的畅快 肆无忌惮 不断释放自身所有力量 越战越勇 还好 方无明并没有被这些画面 完全吞噬心神 内心深处 依然保留最后一丝清明 现在 方无明收回视线后 心中热血褪去 面色有些古怪 怎么感觉 这青铜巨柱上记载的东西 正在竭力渲染 所谓神界的美好 那神界 所有人长生不死 为所欲为 不管你心中的欲望 有多么扭曲可怕 再神界 都可以得到满足 这 真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吗 怎么感觉 这座青铜巨柱之人 在无脑吹神界呢 目的就是让所有人 都向往神界 可是 在最新的时代 为何几乎没人知道 所谓神界的存在呢 虽然见过那个惊人 但那个惊人 只在仙界寥寥几人面前现身过 一想到那个惊人 方无明自然而然想到 战神先帝 再环顾一圈 这个没落的大殿 莫非 在更早的时代 曾经出现过 战神先帝那样的人物 直接把建造这 宫殿群的组织给干翻了 阻断了世人 对神族的推崇 第194章 天机到来 方无明思索之际 宫殿之外 有人影闪动 正是敖兴 此时 敖兴满脸不敢置信 兴奋之色 溢于言表 只不过 方无明只看到敖兴嘴巴张合 并听不到敖兴在说些什么 方无明看了敖兴一眼 并未理会 自己也该离开这个时代了 从青铜巨柱上 并未得知 大道是否崩碎 而且方无明总觉得 青铜巨柱之上 并未真实的历史 只是杜撰罢了 参考价值不是太大 方无明神识探查之下 发现青铜巨柱 并不是跟整座大殿连接起来的 只是被插入地面几十米 方无明轻轻抬手一招 青铜巨柱微微震战 随即缓缓从地面拔起 让方无明意外的是 青铜巨柱迈入地面的部分 也有无数文字 方无明只是瞟了一眼 心中一喜 有料 因为 从其中几个字里 方无明脑海中竟然闪过一个 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之人的身影 不用多说 那人肯定不是方无明本人 虽然那人身上 浮尸略显怪异 但方无明还是认出那人 应该就是天机无疑 果然 天机那家伙 已经得到混沌珠 不然 他怎么可能这么快 去到更遥远的历史呢 先不说起跨越历史的速度之快 就光靠自己之前 给他的那点混沌珠碎片 天机就不可能去往更久远的历史 除非手持混沌珠 方无明一下子来了兴趣 继续阅读 在青铜巨著的那个时代 天机被世人称为神使 传说中 这位穿着怪异的神使 再某一天突然出现 原本这位神使大人 并不遵从神明的旨意 可后面神明亲自出手 将神使大人镇压 后发现神使大人身上 似乎有神明的气息 遂神使大人被神明收入麾下 从此担任神使一职 代表神明 行走世间 创立万神殿供奉诸天万神 无数年后 神使大人突然销声匿迹 从此 神明也不再显现于世人面前 万神殿也逐渐没落 方无明正看得起劲 突然间 就没了 方无明一正 这讲话讲一半的风格 这跟青铜巨著 该不会是天津的家伙 亲手弄出来的吧 方无明再次仔仔细细阅读 没发现任何遗漏 没被自己看到的记载 心中郁闷 还以为就要揭露事情的真相了吗 不过 总算有天机的消息了 方无明下意识妈撒下巴 现在天机手上 应该有混沌珠 即使自己使用混沌珠碎片 跨越到青铜巨著的时代 也不一定能遇到天机那家伙 而且 历史长河如此悠长 天机那家伙 为什么偏偏选择在那个时期露面呢 并且 好像还逗留了数万年之久 说天机没有目的 方无明是不幸的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方无明思索间 下意识伸手触摸眼前粗大的青铜巨著 一股厚重的历史感 油然而生 不知道是不是方无明的错觉 当自己触摸青铜巨著的那一瞬间 总感觉 这青铜巨著内部 好像有什么熟悉的东西 方无明还没来得及仔细探查 下一瞬 突然反应过来 如灵大敌 哼 方无明身上先帝气防御自动撑起 与此同时 两极日月环瞬间出现 直击方无明身后数丈开外的虚空 碰 两极日月环被一股距离轰击 再次分离称为日环月环 此时 方无明也已经闪身离开原地 定睛一看 自己刚才身后数丈虚空处 方无明心头一紧 随即 放下心来 手中瞬间多了两张符露 来人正是之前在时间长河入口处 拦截自己的那个惊人 惊人好像根本没看到 方无明的警惕敌意 自顾自抬手 下一瞬 一个珠子出现于惊人掌心 方无明眼睛微眯 混沌珠 混沌珠怎么会在他手里 难道 天机已尽 方无明心中 木火炖起 可当方无明正要 开口贺问之时 只见那惊人手中 混沌珠一甩 竟然将混沌珠 丢给方无明 方无明这下 是真愣住了 这是什么操作 方无明下意识 抬手拘住混沌珠 混沌珠 悬浮于方无明掌心 方无明立感知道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混沌珠 方无明再次看向惊人 只见惊人嘴角微扬 似乎看到方无明这副模样 惊人很是受用 方无明再次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你 你是天机 方无明结合自己 之前搜集到的种种信息 结合起来 天机本就是 从那惊人体内 孕育而出 如果说 这世间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那惊人 争夺身体控制权 那天机 就是最有希望的了 当然 这只是方无明单方面猜测 惊人文言 终于是绷不住了 哈哈 瞧你刚才那副模样 熟悉的笑声传来 方无明顿时脸都快绿了 还真是天机这别犊子 不过下一瞬 方无明心中的怒意 迅速烟消云散 在时间长河 遨游不知多久 今日能见到故人 心中纵有千般万般不爽 也全然化为 欣慰一笑 你这家伙 怎么回事 你这是占据了 这位神明的躯体 嘿嘿 多年不见 算你没变得太傻 说到占据神明躯体这件事 天机显得很是自得 不错 我使用混沌珠 在整条时间长河之中 苦苦寻找一个 合适的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我 找到了一个 最为合适的事情 为了提前取得他的信任 我足足提前准备数万年 天机说到这 似乎回想起自己 那几万年经历的种种 脸色变得严肃下来 不过 即使如此 想占据他的躯体 依然是不可能 他远比我想象的 还要强大 他根本就不被时间空间限制 无处不在 他早就知道 我是从另外的时空而来 之前的一切 都只是 他一时兴起 陪我演戏吧 天机说到这里 方无明眉头皱起 怎么感觉事情发展的方向 有点不太对啊 不过 方无明能感觉得出来 眼前的惊人身体里面 是天机 正在掌控一切 天机眼看方无明 只是眉头微皱 并无其他动作 眼底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失望 还以为能再看到 方无明 这家伙惊慌失措的模样呢 嗨嗨 但本天机 吉人自有天佑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本天机 即将失败之际 那惊人体内的生命之火 迅速熄灭 像是被人 瞬间击溃烟灭 本天机 也就顺理成章 接管这具躯体了 还别说 很契合 天机满意说着 方无明 则面色古怪 若有所思 妈撒着手里的两张 斩神符 方无明有理由相信 天机这家伙 还是占了自己的光 现在想来 当初在时间长河入口那里 自己甩出的 那张斩神符 立大功了啊 想到这里 方无明赶紧将混沌珠 跟两张斩神符收起来 这玩意稀罕着呢 第195章 继续 强者之路 注定孤独 不知道 是不是许久未见 天机这家伙滔滔不绝 方无明 也终于知道 为何天机 偏偏要等到这个时候 才前来相见 这还真不能怪天机 因为方无明身上 有混沌珠碎片 还真不太好找 所以 天机在青铜巨柱内 做了一些骚操作 这才感应 道方无明所在的 确切时间点 不仅如此 天机这家伙 这些年来 来回熬游时间长河 好不快活 这时间长河内 发生的事情 少有天机不知道的 天机 甚至还在时间长河之中 碰到了卢老头 两人一起携手 几乎常遍 古往进来所有家酿 好吗 合着就自己傻呵呵的 在时间长河内 艰苦奋斗 还以为大家过得都不咋地 没想到 过得最无趣 竟然是自己 方无明无奈摇头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卢老头说了 你那陨天珠 还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方法卢老头 也跟我交代清楚了 那就是融合混沌珠 夺取混沌珠的时空之力 这样一来 陨天珠 就真的成为 古往今来最强悍之物 方无明 微微摇头 那卢老头 有没有跟你说 使用允天珠 有什么副作用 方无明总感觉 卢老头 还有些事情 并未坦白 不然直接说出来 就好了 何必藏着掖着 所以 认主允天珠 很有可能 是个大坑 天机闻言 也是面带微笑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自然知道 方无明的性子 嫌麻烦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可由不得我们 你只要记住 以后 你要是需要这股强大力量 千万别犹豫 天机依旧如此 说话说一半 方无明早已习惯 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一笑了之 逍遥自在多好 要是稍微有点能力 就要管境天下事 自己岂不得累死 不过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系统任务 还是要完成的 从此以后 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逾越 世间种种 皆与自己无关 天机 接下来 我要去寻找 三千大盗 你呢 有什么打算 方无明知道 天机费尽心机 占据神明躯体 肯定是要有所作为的 大概率 不会跟自己一样 一生只想做个闲人 正所谓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活得久了 也就看得开了 我 天机下意 十望向大殿之外 一脸期待的熬星 我大概会去完成 跟那个人约定吧 气氛 一下子变得沉重 其实 方无明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天机 能够跟自己一起的 方无明也知道 天机口中所说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战神先帝 之前 在天机面前 首次提及战神先帝时 方无明就察觉到 战神先帝跟天机 应该有一段 难以释怀的过往 方无明举杯 两人举杯对影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三日之后 天机离去 现在天机占据神明躯体 不需要混沌珠 也可以自由 遨游时间长河 天机离开之后 方无明根据天机留下的方法 解除这座 宏伟宫殿群禁制 又在大殿内 留下一下基础修仙法门 收走青铜巨主 便继续踏上旅途 方无明并没有立即 去往时间长河源头 现在心态已经放平了 就当领略一番历史的魅力了 顺便完成系统任务 方无明一路回溯历史 果然 碰到的所有大地级别强者 都是由一团挥舞 凝聚而成 并无任何强者气息 之前忘记询问天机 青铜巨著之上记载的 那个神圣之战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 难道历史上出现过的强者 都前去参加那个什么神圣之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方无明发现 这些强者 还未成长起来之前 身体跟正常人并无区别 于是 方无明闲来无视 想出一个点子 一处云雾缭绕的山巅 方无明身形 缓缓浮现 身上长袍 随清风徐徐飘动 从山巅四下望去 一片山清水秀 层鸾叠杖 生机盎然 灵气浓郁 这是一个人族修士 即将崛起的时代 天时地利人和 方无明目光 落到山脚一个小山村内 村口一个茅草屋 一个产婆 正在茅草屋里 满头大汗忙活着 显然情况 有些棘手 床上产妇惨叫连连 茅草屋外几个妇女 在茅草屋外张望 想看清里面 是什么情况 哎 也是命苦 被父亲汉抛弃 现在 听着阵仗 怕是要难产 哎 可不是吗 一看就不是乡下 穷苦人家 也不知道 是哪家千金 须都小点声吧 方无明 也听到茅草屋外 那几个妇人交谈 心中了然 现在正在难产的婴儿 未来正是一统诛天的 天命之子 平天大帝 听闻平天大帝 出身卑微 一生不知道 生父何许人也 不仅如此 降生当天 母亲难产离去 从此 平天大帝吃百家饭长大 尝尽人间冷暖 之后 被一路过低阶修士 看出年幼的平天大帝 体质特殊 资质上家 于是将年幼的平天大帝 带离山村 但 好景不长 平天大帝资质 太过逆天 又引来其他修士际鱼 那个将平天大帝 带出大山的修士 还没来得及实施 夺舍计划 就已经惨死于 其他修士手中 之后 平天大帝 更是如一件物品一样 多次一手 也正是因为如此 每次跟随一个修士 临天大帝 都偷学到一小部分修炼之法 但也是每时每刻 处于与命的边缘 方无名无奈摇头 不愧是天命之子 身世不是一般的凄惨 可惜了 这样的人物 依旧难以抵挡时光侵蚀 纵使千万年寿元 又有何用 不仅如此 平天大帝一代枭雄 连在时间长河中的真身 都已经不复存在 只剩一团挥舞 令人唏嘘 方无名一年一动 一块如真似幻的碎片 出现于身前 碎片无声无息 从山巅掠进山脚茅草屋内 彻底融入 刚出生的婴儿 这正是方无名 来此的目的 给平天大帝一块混沌珠碎片 看看万年之后的平天大帝 是否能逃脱 化作一团挥舞的命运 不仅如此 三天之后 方无名 来到一个小土包前 双手掐绝指向小土包内 阴阳 转身 轻松复活 平天大帝生母 就当以后 给平天大帝的一个见面礼吧 方无名没兴趣 将平天大帝生母带在身边 随手为其弄出一个 与世隔绝的洞天福地 丢了些顶级修炼资源 便不再理会 万年之后 再来此地寻人即可 第196章 老友 珍重 仙剑 时间长河之外 应招仙玉 主成 战神仙帝与灵天 仙帝相断作 举杯对应 灵天 天机剑 还是在你手中 能发挥最大作用啊 一把剑罢了 我灵天的剑 自在心中 灵天仙帝没有收回天机剑 战神仙帝微笑着摇摇头 罢了 事已至此 这个时代 早已不属于自己这个 十几万岁的老仙帝了 目前 只需做好自己能做的一切 接下来的事 随缘吧 对了 那言先帝 可有消息 灵天仙帝见战神先帝 似乎有些神伤 便转移话题 灵天仙帝 可还记得自己 欠无名先帝一条命 无名先帝交代的事情 还是得上心的 依旧毫无消息 所有仙玉 都已经排查过了 甚至蛮荒之地 我的一些老友 也帮忙寻找过 战神先帝说着 无奈摇头 表示已经尽力 依旧无能为力 会不会是逃到 下界去了 灵天仙帝说出自己的猜想 战神先帝闻言 沉默不语 确实有这个可能 但是 仙界有亿万下界 想要全部搜寻一遍 那可不是一个小工程 况且 无名先帝派出的 上一先帝傀儡 也已经有大部分通过 跨界门户 前往其他下界搜寻 如果说 有谁能够找到 阎先帝的藏身之处 那恐怕就是 无名先帝了 灵天啊 那阎先帝 只是个无足轻重的 小角色罢了 相信无名先帝 此时也已经淡忘 我们 尽力而为即可 灵天仙帝闻言 释怀一笑 每一个时代的引领者 都以为自己 将可以改变现状 但最终的结果 都是不尽人意 也许 无名先帝 真的可以有所作为 真正改变这个世界 灵天仙帝 不再开口 举杯 与此同时 霸天仙玉 归须秘境内 无名先宫内 方无名的小院子里 一点金光 缓缓浮现 金光越来越强 最终 一个满身白色符纹 头顶金色光环的惊人出现 正是天机 紧接着 天机抬手 抓向虚空 下一瞬 一个健壮青年 就被天机 从虚空中拽出 终于 还是回到这里了 卢老头 卢老头感慨一番 在时间长河内 游荡数万年 但此时看来 外界不过才过去几年 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老头子 接下来的事情 你就不要掺火了 切 莫兴趣 我可是跟某人有过约定 我会在这里 等他回归的 至于你们那点破事 别来烦老头子我 怎么劝都不听 想去送死 没人按着你们 卢老头 脸色略显不快 一屁股坐到之前 长坐的石凳之上 随手掏出一个 精致的酒葫芦 就开始给自己灌了一口 天机无奈摇头 不再搭话 只是扫了一眼 无名仙宫众人 无名仙宫众人 依旧在闭关修炼 目前 也就见天心几位 老牌天尊 堪堪触摸 惊鲜门槛 凌若双两姐妹 目前的修为静静 也开始放缓 以他们的资质 此生修成先帝 几率不是太大 不过 有方无名留下的资源 还是有希望的 至于那条白龙 此时依旧在睡觉 两耳不闻穿外事 无名仙宫最会享受的家伙 无疑了 天机抬手 抓向自己心口 抓下一条白色符纹 紧接着嘴唇吸动 不知说了些什么 将手中白色符纹一甩 顿时 卢老头 一下子就感知不到 外界的任何动静 卢老头知道 这是天机 在加固无名仙宫防御 现在 整个仙界 最安全之地 恐怕就是无名仙宫了 卢老头哼了一声 并未理会 老友 珍重 天机由于好一会儿 最终只蹦出这四个字 随后身形消散 再次化作金光 快速收敛成一个光点 转眼间 彻底融入虚空 消失不见 珍重 这里永远是你最后的挡弯 卢老头 又给自己灌了一口 不知道那小盒子 听没听到自己最后的话语 阴招先遇 战神先帝眉头一皱 灵天先帝很快 也察觉到不对劲 身上灵力缓缓运转 蓄势待发 下一瞬 一个金色身影 突兀出现 灵天先帝一招手 天机剑瞬间入手 战神先帝赶紧抬手制止 灵天先帝出剑 且慢 灵天先帝闻言 略微感应了惊人身上的气息 随即眉头微皱 有些熟悉 行了 一惊一乍的 本天机完成了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 接下来 就看你们还敢不敢闯一闯神界了 天机说完 自顾自落座 十万年前也是如此 三人席地而坐 饮酒畅谈未来 灵天先帝反应过来 心中激动 赶紧给天机面前 杯子满上 战神先帝此时脸上 也是浮现久违的释怀微笑 天机率先举杯 一切仿佛回到十万年前 一杯酒下肚 战神先帝跟灵天先帝目光 落到天机身上 想不到 天机真的做到了 想必 天机一人独自承受了 世人无法承受的一切 也从未忘记过当初的承诺 战神先帝看着 天机此时的身躯 没来有眼前模糊 热血上冲 灵天先帝伸出双手 在天机跟战神先帝肩膀重重 拍了两下 一切静在不言中 三人又默默碰杯 等到日落月声 无名先帝 没跟你回来吗 灵天先帝率先打破现场的安静 天机摇摇头 那家伙 最怕麻烦 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逍遥于天地间 莫必要参与我们 他还说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老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只会功败吹成 灵天先帝闻言沉默 战神先帝笑了笑 表示理解 无名先帝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 来 饮下这最后一杯 让我们继续喂完的事业 战神先帝双眼透露着 誓死如归的决心 这一次 不成功 那就共赴黄泉 绝无苟活的道理 三人饮下最后一杯酒 各自离去 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 远在时间彼岸的方无名 自然不知道这一切 当然 即使知道 也不是很想参与 方无名身形 缓缓浮现于一座 宏伟宫殿之前 这座宏伟宫殿 竟然悬浮于九天之上 正是这个时代的治强者 平天大地的居所 宫殿外部的强大阵法 让方无名 也无法探查宫殿内的情况 但 依稀能感应到 宫殿之内 有一块自己曾经 种下的混沌珠碎片 第197章 时间伟利面前 一切皆为蝼蚁 前辈 请进殿一续 宫殿内 传出洪亮低沉声音 同时 宫殿护照开出一个口子 方无名神识探入其中 主殿之中 一个雄伟男子 于大殿主位前起身 身上丝绸衣物 无法隔绝其身上 充满爆炸性力量的剑子肉 一头灰发 脸上有一道 恰到好处的伤痕 按理说 如今平天大地修为 身上所有伤口 都能恢复 看来脸上的伤痕 是平天大地有意为之 方无名感受不到 平天大地身上的生气 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 但至少 这次的平天大地 不再是一团灰雾 方无名一步踏出 下一瞬 已经来到平天大地身前 前辈 平天大地 又是恭敬行了一礼 方无名满意微微点头 看来平天大地 已经知晓一些情况 前辈所在的年代 我先遇是否依旧统治朱天 平天大地继续开口 方无名能感受 其脸上的期盼 期盼能听到一个 无愧于平天大地 一生伟业的答案 这反倒是让方无名 不知该不该如实回答了 后世的仙剑 经历无数轰轰烈烈 充满血雨歌的年代 但无一例外 最后都会走向陌落 然后 仙剑人族 一次次从废土中诞生 再次统治仙剑 如此这般 周而复始 方无名微微摇头 略作沉吟 物极必反 不可抢求 平天大地文言 似乎早有猜测 但心中依然难免失落 拼搏一声 最终也只是在时间长河中 翻出一个并不起眼的浪花把了 平天大地沉默许久 方无名也不开口 方无名仔细感应之下 发现平天先帝此时 虽生命力正处于鼎盛时期 但五脏隐隐有化为挥舞的趋势 难道是一块混沌珠碎片 不足以留住平天先帝吗 方无名思索之际 平天先帝释怀一笑 哈哈 罢了 时间伟利面前 我等也只不过是寿命 略偿一些的凡人吧 不过 还是要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不然 现在我已经化作挥舞了吧 方无名闻言 眼神一鸣 平天大地 竟然知道这些 化作挥舞之后 这些历史上的强者 究竟是 去到哪里了呢 不等方无名继续开口 平天大地再次开口 再过几年 前辈留在我体内的东西 便会彻底崩碎消散 到时候 这幽幽历史长河 将在我平天大地的痕迹 平天大地四悲四叹 多亏了前辈 这样的有志之事 我隐隐觉得 先遇之所以不能万事 太平强盛 有某种意志 在操控这一切 我也能大概猜测前辈 为何会出手助我 请让我花三天时间 安排好后续事宜 亲自跟前辈走一趟 去往那个 一直在召唤我这副 躯体的地方 没想到平天先帝 独自了解了那么多信息 也省得方无名 一一解释 也算是达成了目的 不过方无名 却没有多少信息 也没有悲伤 因为混沌珠 在自己身上 并感受不到任何身不由己 一切都是自己主动为之 也就无法感同身受 去体验平天先帝 这些历史 这强者的心情 明明知道 世间有枷锁 却如同 凡人面对天灾一般 无能为力 方无名不再多言 抬手虚空一抓 从虚空之中 抓出一个妇人 正是平天先帝生母 母子二人 第一时间就认出对方 方无名默默离场 表明三百年后 会再次现身 算是给平天先帝 三百年时间 与生母相聚 说是三百年 其实对于方无名来说 就是跨越一小段时间长河的事 当方无名身形 再次出现在平天大地宫殿内 平天大地神色 已经焕然一新 眉宇之间 没有了阴郁 脸上的伤疤 也早已消失不见 这反倒让方无名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段时间 对于平天大地来说 有三百年 但对于方无名来说 就是上一瞬 跟下一瞬的区别罢了 强大如平天大地 也只能 蜷缩在时间的角落 得到一丝慰藉 就足以沾沾自喜 准备好了吗 该出发了 嗯 身后是已经安排妥当 平天大地说完 也不磨叽 体内强横力量冲击之下 平天大地体内本 就脆弱的混沌珠碎片 瞬间崩碎 消散无踪 多谢前辈相助 平天 无以为报 平天大地深深一礼 与此同时 平天大地整个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自内而外 化为挥舞 方无明 没有时间去缅怀 一带枭雄离去 因为此时 在方无明视角内 有一个平天大地的虚影 缓缓浮现 这个虚影 仿佛脱离了 时间空间的限制 正快速突破 时间的限制 朝未知的方向进发 方无明 赶紧祭出混沌珠 紧随其后 倒要看看 这些历史中的强者 都去了哪里 与此同时 时间长河之外 仙剑 阴招先遇 战神先帝 阵蔽一呼 上千先帝 纷纷前来响应 诸位 按照估算 下一次 劫难即将来临 不过 这次 我们有了战胜劫难的把握 我们不仅要战胜 这次劫难 我们 还要永远击溃这不公 以后我们的万世子孙 都能依靠自己的双手 建立万世太平 战神先帝战 在高台之上 正如十万年前那样 意气风发 做最后的战前动员 灵天先帝跟天机 则是站在战神先帝身后不远处 低声说着什么 灵天 怎么样 你真把你家那位关起来了 你不在的这十万年 人家可是封了十万年啊 灵天先帝满面春光 顿时被天机两句话给干磨了 你懂什么 单身和 这就叫爱情 等哪天 你碰到一个母盒子 你就会懂了 天机闻言 嘿嘿一笑 不再多言 主要针对这些情情哀哀的提不起兴趣 可能这副惊人躯体 根本就没有类似的情感功能吧 不过 灵天估计 对这方面 也懂不到哪去 十万年前 为了不让桃仙女帝经历大战 直接把人迷晕 十万年后 索性直接将人家给锁了起来 也是个人才 这就是爱情吗 也太扭曲了吧 灵天跟桃仙女帝这一对 指定有点那什么癖好 天机想着想着 嫌弃摇摇头 眼不见为净 天机 灵天 开始不振吧 战神先帝转过身来开口 天机跟灵天回过神来 终于 要开始了吗 第198章 系统任务完成 新的神王诞生 时间长河之中 方无明跟随平天大地虚影 不断突破重重时间屏障 要不是混沌珠在手 估计早跟丢了 不过 平天大地虚影 并不像方无明所想象的 一路朝时间长河源头进发 而是一头扎进时间长河深处 方无明直到此时 才意识到 时间长河并不只有前后 他 还有深浅 要不是跟随平天大地虚影 方无明还真没意识到 还能这么操作 真要强行解释的话 方无明觉得 这就是所谓的平行时空之类的玩意儿吧 方无明不是太在意 混沌珠在手 毫无压力 随着逐渐深入 方无明逐渐开始意识到 自己之前 想前往时间长河源头的想法 有些不切实际 时间长河 不仅未来无限延伸 过去也无限扩展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作作为时间起源 不知过了多久 平天先帝虚影带领方无明 来到一个光盘上方 光盘约莫上百里直径 细看之下 竟有些像是缩小版的星云 璀璨无比 平天先帝虚影毫不迟疑 一头扎进下方 小型星云之中 一下子消失不见 方无明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没来的阻拦 方无明下意识 愣了一下 当回过神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此地 似乎没了时间的概念 方无明 可能仅仅愣了一秒 也可能足足愣了上万年 方无明 顿时察觉此地诡异 神识迅速扩散 玉探查脚下那块璀璨星云 方无明很快发现 这块星云四周 有着无数青天巨柱 巨柱就这么处理 看不到两端 似乎其两端扎根虚空 已经与这方空间融为一体 方无明身形一个模糊 下一瞬 已经来到一根巨柱前 靠近才发现 这巨柱 奇大无比 方无明如一粒尘埃 漂浮在其中一根巨柱旁 巨柱上浮雕栩栩如生 看着这些浮雕 方无明脑海中 没来由浮现 一个个红尾 如史诗般的画面 一片黑暗深邃的虚空 突然 一个小小的火花闪动 紧接着 无声无息的爆炸诞生 光彩夺目 时光流转 虚空中出现一块 最为巨大的陆地 这块陆地 周遭亿万里范围内 还有无数小心力的游离虚空 下一瞬 这些陆地上陆续爆发出 毁天灭地之力 地貌迅速改变 第一批生灵诞生 时光匆匆飞逝 那块最大的陆地 演变成了熟悉的世界 仙界 仙界一时繁荣昌盛 即使人族并非主宰 但好景不长 一股暗红色气息 逐渐笼罩整个仙界 从此 人们内心的毁灭欲望 逐渐暴露 一片盛世 最终毁于这些生灵之手 最终 仙界大陆崩溃于虚无 一切 又开始从深空中 一个小火光重新来过 周而复始 看到这里 方无明赶紧收回思绪 心中激动 眼前这根根巨柱内的气息 方无明还是有些熟悉的 这不就是大盗的气息吗 方无明下意 拾望向其他巨柱 莫非 此地这些巨柱 都是一条大盗吗 想不到 自己只是一时兴起 想看看 历史上那些强者 到底去了哪里 却误打误撞 来到此地 但系统的声音 却未响起 方无明略做思索 最终决定抬手 触摸眼前巨柱 恭喜宿主 获得完整的毁灭大盗 系统热物完成 奖励 神王 煞时间 方无明 只觉得体内一股 无与伦比的力量迸发 在方无明惊异的目光下 体表泛出刺眼光芒 我曹 自己的先帝之躯 竟然正在自内而外 开始崩溃 不管方无明 如何运转体内修为 也无法阻止自身崩坏 情急之下 方无明第一时间 想起天机临走时所言 方无明念头一动 左手混沌珠 右手允天珠 容 方无明爆喝一声 声浪几乎凝成十字阴浪 扩散整片虚空 方无明全力挤压之下 混沌允天珠 但是 方无明看到 混沌允天珠的那一瞬 神识直接冲入其中 认主成功 方无明惊讶发现 混沌允天珠内部 竟然跟自己刚才在 剧著之上看到的 场景一模一样 皆是一片深邃虚空 空无一物 眼看自身躯体 快要承受不住 方无明一咬牙 元神离体 直冲混沌允天珠内部 下一瞬 方无明先帝之躯 没有元神作证 轰然崩溃 整片虚空 只留下一颗圆珠 静静悬浮 混沌允天珠内部 方无明元神 凝聚形体 骂娘的心都有了 这都什么玩意儿 草了 早知道这么危险 打死自己也不来啊 自己一代先帝 就这么变成 珠子里的老爷爷了 而且 要不是有混沌允天珠 只怕连元神都要湮灭 那就真的 毫无生还可能了 真特么上头 这狗系统 质量有问题啊 说诈就诈 方无明也第一次思考起 这狗系统 到底是何人创造 莫等方无明想出个所以然 只觉得混沌允天珠内的世界 也开始震战起来 方无明心头一紧 都到这时候了 难道非要赶尽杀绝 母从心头起 恶像胆边生 方无明一气之下 直接冲出混沌允天珠 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伟丽 顺秒了自己 方无明元神 来到外部的瞬间 周围 无数细小的金色能量粒子 似乎找到了源头 一拥而上 目标 时空开始轻微错乱 然而方无明却惊讶发现 如此强劲的冲击力 非但没对自己造成伤害 反而 像是正在逐渐凝聚出新的躯体 我操 该不会是自己想的那样吧 一股侥幸心不可 一直从心底升起 系统 难道爸爸这次也错怪你了吗 也不能怪爸爸 没办法 这也太他妈刺激了 还以为就这么嘎了 尸骨无存 随着新的躯体逐渐成形 方无明心中 石头也逐渐落下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方无明心的躯体 猛然睁开双眼 哄 一瞬间 一股强横能量自方 无明体内迸发 时间长河 瞬间泛起巨浪 巨浪之下的历史 几乎陷入停滞 巨浪之上的历史 则是瞬息万年 与此同时 方无明脑后 一个由晦瑟符纹构成的白色光环 逐渐成形亮起 紧接着 第二个光环 第三个光环 第四个 直到第七个光环 从虚空之中凝聚形成 方无明 也终于完全掌控了自己心的 神王之躯 第199章 改天换地 方无明金色瞳孔缓缓转动 看不出一丝情感 看着眼前的一切 原本无比巨大的空间 此时只觉得微小如尘埃 原本遥不可及的距离 此时只觉得 瞬息极致 此地的时空 对于现在的方无明来说 毫无意义 抬手便可随意拨弄 方无明目光最终落到前方不远处的混沌陨天珠 意念微动 混沌陨天珠带着兴奋的情绪飞来 直接没入方无明躯体 方无明下意识抬手 打亮着自身 完美曲线 光溜溜 念头一动 身上立即浮现衣物 不错 系统的无限资源 还能用 看来这波还是赚了 只是不像前一个任务 除了修为还有额外奖励 看来系统认为现在的自己 已经不需要什么额外奖励来保命了吧 方无明心中思索 微微点头之急 突然 感应到脚下那片星云之上某处 似乎有异动 方无明目光扫去 这才发现 此时的星云 看上去跟之前大有不同 方无明金色的瞳孔 此时能看到脚下星云的另一面 似乎是另外一个事件 方无明敢肯定 之前的自己 是看不到这幅景象的 之前 系统曾将仙界称为下界 莫非 星云后面的世界 才是上界 方无明紧盯着星云后面的世界 总感觉 那个世界 才是现在的自己该去的世界 只有在那里 自己才能正常的存在 不至于一不小心 就会扰乱时空 然而 还没等方无明做出决定 就看到星云之上 突然亮起一个 直径千米左右的圆形阵法 紧接着 阵法上亮起一团耀眼白光 等白光收敛 竟然是天机 还没完 天机身边陆续亮起耀眼白光 战神先帝 灵天先帝 眨眼间 竟有上千位先帝出现 这帮人一出现 纷纷祭出兵器 如灵大敌 方无明眉头一皱 这帮人 到底想干嘛 难不成 这就是战神先帝说的大事 没过一会儿 天机战神先帝众人 就已经陷入混战 而他们的敌人 却是不断凭空出现 各种巨大魔神 奇形怪状 方无明稍微查探 就发现 那些魔神的力量来源 竟然是 围绕在巨大星云周围的巨主 那岂不是大盗之力 难怪那些魔神 怎么也杀不尽 方无明心中无奈 就这点人 也想硬汉三千大盗 见过找死的 没见过这么虎的 罢了 总不能真看着天机这家伙 被活活打出屎来吧 方无明一甩手 一道金光甩出 直击星云 轰隆隆 巨大星云之上 似乎有某种强大防护罩 就刚才那一下 方无明就感觉得到 巨大星云上的防护罩 只怕没那么容易破开 而且 还会以极快的速度恢复 方无明眼神一鸣 再次仔细观察一番 与此同时 天机众人 已经寡不敌众 死伤过半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要不是天机硬抗 大部分魔神 只怕已经无了 方无明见状 来不及慢慢想应对之策 既然这乌龟壳这么硬 那就只能釜底仇星了 断绝其能量来源 方无明下意识双手掐绝 换出两极日月环 没办法 这是方无明 为数不多的攻击手段 然而 此时的两极日月环 似乎也跟着方无明一起 变得更为强大 神王 两极日月环 嗖 日月环划过虚空 留下一道争宁虚空裂缝 直击距离最近的巨大圆柱 圆柱虽坚硬 但此时 依然毫无抵抗之力 瞬间崩碎 紧接着是第二根 第三根 不到两个呼吸 巨大星云周围的圆柱 尽数被毁 煞时间 无数平行时空动荡 星辰崩裂 大地分离 三千大道 就此 崩碎 与此同时 方无明脚下巨大星云 竟然也开始崩碎 巨大星云崩溃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 天机众人脚下一空 仿佛被巨大犀利前置 直接跌落巨大星云背后的世界 不仅如此 方无明觉得 这个巨大星云 就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 此时 这个入口正快速崩碎收敛 目测不到十个呼吸 入口将彻底消失 方无明略做犹豫 最终还是一咬牙 冲入其中 天机这几个家伙 到时候不得轮流给他们一个大鼻洞 一天天的 竟找事 与此同时 时间长河之外 霸天仙玉 归须秘境内 在方无明院子里自饮的卢老头 手中酒杯一阵 差点脱手落地 感受到外部世界正逐渐崩溃 卢老头深吸一口气 微微摇头 也不理会 人生得意须近欢 莫使经尊空对月 只希望 这一次 也有高个子顶着吧 自己这一辈子 也没什么遗憾了 如果非要说出一个遗憾 那就是 只怕是等不到那几个家伙 回来一起喝酒了 举杯 仰头 一口饮尽 闭上双眼 尽等最终结果 前辈 到底发生了何事 剑天心 凌若双两姐妹 众人身形纷纷出现 却只见卢老头闭眼 45度角 仰望天空 过了好一会儿 卢老头反应过来 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为何无名仙宫依然完好 卢老头现在没心思回应 这些小辈的问题 卢老头一步踏出 身形再次出现 已经是来到无名仙宫外围 看着外面的毁天灭地般的场景 卢老头暗暗心惊 十万年前 那场引发绝地天通的大战 也没这么夸张啊 只见仙宫外部 一切事物尽毁 别说植物妖兽生灵了 就是山川大地 都好像已经被干碎好几回 现在只剩一堆一堆松软的物质 归须秘境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这处存在超过十万年的秘境 此时已经崩溃 彻底融入外面的霸天仙玉 如此短的时间内 世界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卢老头甚至觉得 是不是所有下界都撞向仙界 现在 莫非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大一统的世界 卢老头晃了晃阴喝酒 还有些晕乎乎的脑袋 还是不要瞎想那么多了 现在无名仙宫 之所以还能存在 估计就是那小盒子留下的护照 起了作用 卢老头突然想起来 前段时间 小盒子送来不少人 说是这里比较安全 当时自己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也就没过多询问 没想到啊 前辈 外面的世界 这是 怎么了 见天心几人来到卢老头身后 磕磕绊绊 心中也是惊骇 卢老头望向外面 并未回头看见天心众人 小问题 接下来 就让我们好好经营这个世界吧 未来 属于我们 等他们回来 一定要给他们一个 大大的惊喜 第二百章 洞穴里的集市 神剑 某处荒芜之地 一座由黑色岩石 组成的巨大山峰 山峰顶上 有一座直径百米的圆形祭坛 祭坛周围 有三根颜色 更深的灰色石柱 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此时 祭坛上蓝色符纹 逐渐闪耀 下一瞬 一团白光闪过 一个高大身影 突然出现于祭坛中央 身影的主人 此时瞳孔逐渐凝聚 不再涣散 稍稍恢复了些许意识 茫然四股 此地属实荒芜 看不到一点绿色 目之所及 要么是灰色高大山峰 要么就是黑色大地 要么就是 浑浊奔腾不息的河流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此地感应不到丝毫灵气 高大身影 眉头皱起 要是长久在这种 环境待下去 只怕体内积攒的灵力 迟早会消耗一空 最终沦为一个 拥有强大躯体的繁俗之人 高大身影 皱眉思索之时 突然感应到祭坛下方 正有两人 从灰色台阶上 不急不缓走上祭坛 奇怪 怎么这个时候来新人 我记得时间还没到吧 先别管那么多了 先带回去再说 那两人闲谈间 已经来到高大身影跟前 哥妈 你叫什么 高大身影文言 更是茫然 自己明明不知道 对方的语言 却一听就懂 这种感觉 好生奇怪 高大身影再三确认 对方确实是嘴巴说出的话 而不是神识传音之类的 这才尝试开口 我 我 平天 哟 不错呀 没想到一来 就能开口说话 行了 别磨叽了 跟我们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那两人说完 转身就走 平天大地 略微犹豫 还是跟了上去 为何犹豫 主要是平台大地 看到那两人腰间 别着一根 黑色带刺的黑色长边 再结合上两人的打扮 怎么看 都像是工地里的看守 不过 自己人生地不熟的 还是决定跟上去 先看看情况如何 再做打算 三人一路步行下山 起初 平天大地还在疑惑 为何不欲空而行 难不成 在这座山峰之上 禁止飞行不成 后来 平天大地发现 前方带路的两人 虽身上气血旺盛 身体强度 不输大地境强者 但体内 却已经没有灵力 只怕就是这个原因 使得带路的两人 无法飞行 并不是不愿飞行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平天大地 虽感受不到任何疲惫 但也发现 高空之中赤黄色的太阳 位置偏移了些许 像是即将落山的太阳 即将隐匿 近远处地平线 光秃秃的山栏之间 不过 此时日光 依旧强烈制烤着大地 地面热浪不断冒出 模糊肉眼视线 又过了一阵 云端到地底 从未看到有人老死 平天大地 听出了端倪 外面集市上的人口 看着挺多 粗略估算之下 其实也就不到十万人左右 五六千万年 才繁衍这点人口 绝不可能 那也就是说 此地有着极为凶险的敌人 看着平天脸上的疑惑 利哥依旧笑嘻嘻 弯腰从石桌地下 掏出一个黑色瓶子 跟两个黑色杯子 看着像是某种金属材制成 工艺很是一般 嘿嘿 这可是我珍藏的好东西 平日里 可舍不得喝 来 别客气 利哥将到满暗红色液体的黑色杯子 推到平天大地身前 平天大地 虽不知道杯子里的是什么东西 却也能闻出一丝酒气 而且 这酒气 极为火辣 鼻腔都感觉到 微微不适 利哥似乎看不到平天大地 脸上的警惕之色 自顾自端起杯子 一口饮尽 脸上露出享受之色 利哥扎把扎把嘴 这才继续开口 那就开始吧 我先给你介绍一些简单的常识 不错 这里 就是传说中的神剑 不知道你那个时代如何 反正在我的时代 就已经有无数人追寻神剑的入口 当然 都是为了得到永恒的寿源 不过 结果你也看到了 神界并不美好 或者换句话说 对于我们这些修仙者来说 简直就是残酷无比 在这里 没有灵气 不出几年 身上的灵力 就会消耗殆尽 最终 我们需要通过进食 来维持生命力 然而 此地物资匮乏 地面上仅有的一些 可以作为食物的生灵 也都不太好对付 还有一些强大的生灵 别说捕猎了 见到它们 要是跑慢点 就会成为它们的食物 利格说到这 停顿下来 似乎是在给平天一点时间 来消化这些信息 利格自然知道 能来到此地的 都是些什么人物 不说在先见某个时期 叱咤风云 那起码也是 先帝级别的人物 原本还在云端 一下子直接给干到地底 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底端 放谁身上 都得缓上一缓 不过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只能去适应 要么直接在日落后 冲上地面 就能很快得到解脱 平天也不是什么 善男信女之辈 很快就接受了现实 这种环境下 如果还犹豫 迟迟不肯接受现实 那就是找死 平天注意到 利格投来的目光 微微点头 示意利格继续 利格也是微微点头 不过说来 你算是幸运的 之前 外面那些人 包括我 一来到这个世界 就被神界人 抓去干苦力 当时 是去挖一种 暗黑色的金矿 那种金矿 对神界人 似乎很有用 但神界人 却不能长期靠近 那种金矿 所以 神界人需要一些 肉体强悍的苦力 来帮他们挖矿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掌管这片区域的神界人 前段时间 突然消失 神界人消失 无人再给我们 提供食物养料 再加上 大家也受够了 被人奴役的日子 就趁机逃离矿山 来到此处 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 利格说着 眼神逐渐涣散 似乎不经意间 回忆起了什么 面色有些伤感起来 平天本 想开口询问 但转念一想 这种事情 有什么可询问的呢 无非就是生离死别 要么就是追忆 自己曾经的辉煌 莫必要再揭开伤疤 现在 还是多想想 自己接下来 要如何打算的好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返回仙界 那是不可能了 不然这些人 早就回去了 继续在神界 苟延残喘吗 也不是那么容易 单独行动 只怕活不到一个月 在这里 不可以修炼吗 我曾听闻 神界的天地 能容纳 更强的生灵 按理来说 我们还有提升空间的 平天平苦出身 在仙界所得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努力 拼命修炼得来的 要想在神界活下去 自然而然就想到 需要提升自身实力 然而 立歌文言 无奈摇头 我们跟神界人 别人都自称为人 但其实不是 同一个物种 这个世界 神界人修炼起来 顺风顺水 但我们 可就难如登天了 似乎是生来便是如此 注定了 无法在神界继续修炼 更进一步 当然 也有可能是那个 能拯救我们的仙界人 还没到来吧 那个能在这种环境下 创造出 能让仙界人 修炼的特殊功法 平天文言 深以为然点点头 就像那些 在仙界的妖兽 他们身体 虽然天生强横 但大多数妖兽 修炼起来 很是麻烦 事半功倍 但终究 还是经过一代代繁衍 优化修炼路线 从而登顶 平天知道的妖兽先帝 就有好几位 现在这批仙界人 在神界生存 跟妖兽 在仙界生存 何其相似 平天也是无奈摇头 快速收回思绪 那 我现在 应该做什么 平天心中 已经有了决断 先想办法生存下去再说 立歌文言 面露欣赏之色 不错 虽然大家适应的 都挺快的 但跟你比起来 还是略差一些 立歌看似感慨 又好似称赞 说了一句 略作成吟 继续开口 今晚 正好轮到我的狩猎小队外出 怎么样 敢不敢一起出去 放心 你现在体力灵力 应该还够用 目前最安全的 应该就是你了 平天看得出来 立歌只是照例询问 并没有强制的意思 好 我跟你们出去看看 不过 我可不一定能保护 得了你的小队 哈哈 好 我的小队 自己会保护好自己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猎手 反倒是你 可别大意 可千万别把地面上那些东西 跟仙界的妖兽 相提并论 平天文言 微微一笑 心中暗自记下 绝不敢大意 过了一会儿 在立歌的召集下 二十几个壮汉集结 各有特色 有的一看 就是以力量见证 有的则是以速度见证 粗略扫了一眼 这些人 作为外出狩猎的队伍 配置还挺齐全 这也变相 说明了地面的凶险 立歌给平天递过来 一把做工一般的黑色大刀 拿着吧 你的本命法妾 可没这大刀坚硬 平天刚要出言拒绝 立歌就笑着补了一句 将大刀丢给平天后 直接带队 一路出了洞穴 第202章 双头巨蟒 刚出洞穴没几步 平天再次听到 轰隆隆的低沉声响 洞穴快速被重新关闭 立歌一众人 面色也是很凝重 直到现在 从未有人开口 只见立歌好似 在嗅着什么 过了两个呼吸 立歌一言不发 直接带路 是一众人跟上 平天也赶紧跟了上去 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 这个世界 也是有月亮的 月色皎洁 照在立歌一众人脸上 更显煞白 平天来到陌生 且暗藏杀鸡的陌生之地 下意识释放神识 然而 神识刚扩散不到百里 平天立刻觉得 自己体内灵力储备 正在急速减少 简直就是绝电 以这个速度下去 神识要是探查到千里之外 恐怕自己体内 所剩灵力连针仙境 都达不到 平天赶紧收回神识 也终于了然 为什么立歌一众人 似乎都是靠肉眼势力行动 只怕他们的神识之力 没有灵气滋养 早已退化消散 目前 就只剩一个先帝之躯 勉强能拿来生存 不用想 自己不就得将来 也会落得如此近况 平天心中更加意识到 在此地生存不易 平天此时 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只是快速跟上立歌众人 立歌众人 虽然没有灵力 无法再现当年雄风 但是 先帝之躯 不仅强度远超 仙界大部分金属 与之相应的 先帝之躯的肉体力量 也是极为强悍 此时立歌一众人 虽不见如何竭力赶路 但依旧一跳几百米 这还是众人 为了不搞出什么 大动静的前提下 按理来说 先帝之躯 纯靠肉体力量 全力一跃 接近百里的距离 还是轻轻松松 但立歌众人 常年生活在此地 体内凌厉枯竭 也不知道 会不会相应地降低 先帝之躯的威力 平天胡思乱想之际 指尖队伍 最前方的立歌 身形突然落到一个 黑色小石山后面 立刻做出一个 停止行径的手势 平天也是落到 立歌身后不远处 平天眉头微皱 总感觉有些心计 似乎是有什么 极具压迫力的生灵 散发的气息 压迫而来 能让自己感受到 心计的生灵 平天心中 更加警惕几分 随着大家都平住呼吸 平天隐约听到 强风呼啸过 狭窄煽动的声音 立歌此时面上 略显激动 赶紧右手势 安排一众人 开始布置 平天自然看不懂 立歌的手势 也就不知道该干点啥 平天眼看立歌 一直探头望向 小山峰的另一边 这勾起了平天的好奇心 平天鬼使神差地 走上前去 也是探头一瞄 竟然是一条 看不出 到底有多长的巨蟒 看着巨蟒的粗细 直径得由 紧接三十米左右 就这么盘在 前方山谷之中 平天再仔细看了看 这条巨蟒 似乎两边都是舌头 而且好死不死的 其中一个舌头上的 两个血红树桶 正好跟平天 来了的四目相对 饶使平天自诩见过 比这更为巨大的妖兽 但此时 那巨蟒身上 散发的奇异立场 瞬间让平天头皮一马 这是 生死危机的感觉 一旁的立歌健壮 顿时额头冒汗 动手 立歌抱喝一声 直接提着黑色巨蟒 纵身一跃 目标正是那头巨蟒 其中一个舌头 立歌全力一抚 一座小山 怕都得被击得粉碎 扑 然而 这斧子下去 砍是砍中了 但只有很小一部分 俯刃没入巨蟒头部 平天觉得 立歌一斧子 连巨蟒的鳞片都没破开 与此同时 巨蟒身体 各个部位 都有人突然发起进攻 巨蟒瞬间暴怒 巨大的身体 疯狂如动翻滚 轰隆隆 周围看似 坚硬无比的灰色石山 此时如豆腐渣一般 一被巨蟒碰到 就崩碎一地 不过 立歌一众人 都是老猎手 如此情况 依然能得心应手 躲避攻击 其中一个立歌处理 另外一个 是一个高瘦的队员处理 其余人 则尽力对巨蟒 造成伤害即可 可即便立歌 一众人配合默契 但平天也就觉得 形势不太乐观 这些人 对巨蟒造成的伤害 实在太低了 好几人 直到现在 连巨蟒的一块鳞片 都没能击穿 就在平天心中发紧 但又不知道 该如何帮忙之时 平天 这畜生腹部 已经受伤 我们拖住他 你去腹部 攻击他的就伤 立歌大吼一声 迅速给平天安排任务 腹部有伤口 难怪 立歌这帮人 有如此胆量 曾经 也是个蟒夫 一座飓风顶上 有一座直径 接近百米的祭坛 祭坛周围三根石柱围着 形成完美的 等边三角形 然而 此时的祭坛上方 百米虚空 突然像是镜面一般 直接碎裂 被崩裂的的 时空碎片 溅落山头 每一块时空碎片 都能直接带走 一大团物质 碰 一个金色身影 重重落地 紧接着其他身影 跟下饺子一样 纷纷跌落祭坛之上 天机神石稍微扩散 很快就找到了 自己两位好友 战神跟灵天 然而 很快天机眉头骤起 虽然之前在神界入口 大战魔神 损失了不少战力 但印象中 也没损失这么多吧 目前祭坛之上 只有不到百人 起码有三百多人 不知去向 天机想起 自己一行人 跌落神界入口之后 似乎是在空间乱流之中穿梭 应该是在那时候 不少人 直接被卷入空间乱流之中 要么是当场殉命 要么就是不知道 掉落到神界的那个角落去了 现在 天机占据了神界人的躯体 对神界 还是有一些记忆的 一般仙界人 单独流落在神界 只怕凶多吉少啊 天机 这就是神界吗 战神跟灵天 来到天机跟前询问 天机文言微微点头 似乎还在努力唤醒 这个神界人躯体的记忆 不过 神界人的身体构造特殊 原主陨落之后 跟原主相关的大部分记忆 似乎也一起破碎消散 又过了好一会儿 众人都围了过来 突然来到这荒芜陌生 且诡异之地 现在大家唯一的仪仗 就是天机这个 拥有神界人躯体的家伙了 天机又抬头看了看 头顶的虚空 那些裂缝 正在逐渐消失 看来该出来的 都已经出来了 走 先离开这里 这里动静太大 已经吸引不少东西的注意了 天机突然开口 带领众人飞离飓风 然而 没飞出百里 队伍中就有人面色一白 直接被迫降落 其余人这才找到停下的理由 战神跟灵天 虽然好一些 但此时也是小脸煞白 活脱脱一副圣亏模样 天机健壮 也只能停下 众人心照不宣 此地诡异 灵力消耗速度极快 宛如绝地 而且最要命的是灵力 难以自然恢复 好在 众人来到神界 身上的储物界等装备 都带了过来 作为先帝 大家多多少少带了些灵石傍身 不少人已经掏出仙灵石 开始恢复灵力 战神跟灵天看向天机 看天机这副模样 怕是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战神跟灵天 也就没开口了 众人原地休息 与此同时 平天跟立歌一众人 正急速跳远 一跃就是几十里路 这样的距离 已经飞飞行差不多了 但无法一直保持快速行进 因为需要不间断踏地戒离 立歌 先去那边看看 说不定还有逃命的机会 平天大吼一声 因为此时 已经没必要再偷偷摸摸了 身后十几里左右 那条双头巨蟒 好似发疯一般冲来 所过之处 真正的山崩地裂 立歌一伙人文言 也只能跟着平天 竭力逃命 这巨蟒这次 怕是要不死不休了 目前的情况 不可能直接逃回地下聚集地 不然就会被一锅端 没办法 只能相信平天了 平天自然不知道 立歌众人心里所想 平天只知道 刚才传来巨响的那个地方 就是之前自己刚来到 神界时的接影祭坛 现在祭坛那边这么大动静 很大可能是 又有人从仙界来到神界 平天心中下意识 想到了那位前辈 那位前辈手段通天 说不定 能破解现在大家碰到的难题 平天思索之际 后方再次传来几声惨叫 平天心头一击 那巨蟒攻势越来越猛烈 一路上不断有队员惨死 尸骨无存 再这么下去 怕是难以坚持到祭坛那边 可是 目前也没什么好法子 自己来到神界 什么东西都没带 现在但凡几千块上品先零食 也不至于只能逃命 还是能周旋一番的 你们先走 丽哥突然爆喝一声 平天回头一看 丽哥 竟然停了下来 这是要孤身一人独自断后 给其他队员逃命的时间吗 平天一下子心中纠结 要不要留下来 拼死一搏呢 反正在这个世界 以后估计每天都会面临 类似的处境的吧 然而 平天还没做出决断 队伍里的其他人 竟然也是纷纷停下脚步 切 少他们装英雄了 要装 也是我装 不错 反正这样每天逃命的日子 本大爷已经受够了 这次老子不跑了 还有我 真是没办法 算我一个吧 七八个身影 纷纷落到丽哥身旁 此时显得无比高大 誓死如归 平天看到这一幕 心中仿佛重新变得火热 曾几何时 自己也是个莽夫 可惜 随着地位不同 心机越来越重 心中热血早已冷却 没想到 今日却再次感受到 那股悸动 平天 这帮家伙 只是不想活了而已 你不一样 你刚来到神剑 你还没有被这里的苦难 磨平棱角 去吧 将你的精神延续下去 丽哥声音浑厚 且豪迈 显然已经准备好大战一场 平天文言 心中火热彻底激发 哼 真男人就应该战死沙场 哪有卧榻病死的道理 平天可不会允许丽哥他们断后 而自己独活 心里过不了那道坎 丽哥众人 看着跳远来的平天 笑着哼了一声 不再出言 轰隆隆 众人傲立山巅 望着不远处疯狂袭来的 双头巨蟒 正急速靠近 而此时 大家心中再无拘异 哼 老子已经记不清 有多久没敢肆无忌惮地出手了 正好今日最后爽一把 丽哥冷哼一声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丽哥左脚重重踏地 身形如炮弹 眨眼间已经冲到双头巨蟒的其中一个舌头之前 只见丽哥身形 似乎膨胀了一圈 如麻绳般粗细的血管 紧紧缠绕在猙獰的肌肉上 散发出震慑人心的冲击力 碰 巨蟒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丽哥的巨拳 早已招呼上去 巨拳与舌头接触的瞬间 一股猛烈气浪迸发 周围山石瞬间崩裂 轰隆 巨蟒半个身子 足足被这一拳轰退树里 飞沙走时 阴沉四起 然而 还没等丽哥成胜追击 巨蟒的另一个舌头 已然扑来 第204章 已得长生 提前退休 烤肉 饮酒 赏月 丽哥身体还未落地 此时还在半空 无处戒裂 面对急速扑来的血盆大口 束手无策 平天健壮 心中大吉 顾不得体内灵力消耗了 反正终将会有消耗一空的一天 所以 要消耗 就要有价值 此时 正是最有价值的时刻 哼 平天身上气势突增 化作流光 直冲立格所在 咔嚓 巨蟒一口下去 竟是扑了个空 正在巨蟒愣神之际 半空之上 平天傲力虚空 手中已经握着自己的本命法器 霸王枪 此时平天孤注一掷 体内剩余的所有灵力 全部注入霸王枪 不再犹豫 枪出如龙 众人只见一道金光 瞬间洞穿巨蟒身体 空中的平天 也是顿时脸色煞白 全身力气 仿佛被突然抽干 身形一软 跌落地面 立格赶紧一个大跳 接住平天 再一个跳跃 脱离战场 好机会 那畜生接连重伤 已是强弩之末 我们慢慢好死他 立格此话一出 得到所有剩余队员的赞同 不用死 谁他们想死啊 众人纷纷提起十二分精神 开始围绕巨蟒 跳跃奔走 正如往常狩猎那般 不出意外的话 目前只需要不断围绕猎物 让其感受到威胁即可 无需真的出手 猎物会自己加速死亡的过程 与此同时 神界一处隐蔽山谷中 战神灵天众人再次修整 此时众人脸上 皆是略显忧愁 战神健壮 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 诸位 不必如此伤感 我们已经捅破这天 真正来到了一片 无人操纵的世界 这不就是我们 一直以来共同的追求吗 我们也不是没想过 我们所追寻的世界 也许并不美好 但是 我们可以亲手去创造一个 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啊 正如大家所感知到的 来到这个世界 一切从头开始 我们之前所取得的成就 将不复存在 但我有信心 我们一定能像 仙界的人族之族一样 带领种族 在这片自由的天空之下 逐渐繁荣昌盛 也许少有人知道我的地号 到底有何用意 今日 我就告诉大家 战神 战着漫天诛神 我一定会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一条通往顶峰之路 战神眼中饱含坚决 仿佛这一切 就是他生来的使命 即便在如此处境之下 依然无法动摇他分喉 此时的天机 则是处理山巅 望着下方山谷众人 心中复杂 这神界危机四伏 还没看到神界人 就光是此地游荡的凶物 都足以将众人轻易屠杀 要不是自己拥有 神界人躯体 在这个世界 依旧能自保 估计此时 在附近游荡的凶物早就 冲进山谷之内 大肆扑杀众人 天机没来由回想当初 当初的境况 跟如此 何其相似 或许 绝望之地 总会有希望之光诞生吧 夜色下 天机早就察觉到远处 似乎有一场大战 交战双方 其中一方 似乎是人族 另一方 则是此地的土著生灵 目前看来 人族一方即将获胜 但 那么大动静 又引来不少凶物 难啊 但天机 再三思量之下 还是觉得 再次守护山谷内众人 不宜离开 与此同时 距离天机众人 数万里之外 一座灰色石山 山巅一处平底 一人 一桌 一酒壶 举杯望月 独饮 旁边不远处 十几个人 正在忙活 烤着巨大的 不知名的生灵 肉香四溢 虽然此地风景很一般 但这里的生灵 烤着 是真香 这小日子 还算凑合吧 方无名放下酒杯 看向不远处的巨大考架 意念一动 篝火旁边两个跟方 无名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 割下 如牛犊子般大小的肉块 带到方无名跟前 别看这些生灵 外表看似皮糙肉厚 某些特定部位的肉 确实鲜嫩多汁 一口下去 满嘴流油 体内气血之力涌动 简直是补充气血的上加肉食 方无名 干完一整块肉 喝完一壶桃仙酿 再来几个邻国解腻 晚饭算是 就这么马马虎虎 给解决了 美中不足的是 这些先帝傀儡 似乎更加能消耗灵力了 末一会儿 就得补充一下子 不然 战里直线下滑 连一头野兽都搞不定 方无名 则感应不到什么异常 一切如常 自己依旧无敌 只不过 这幅新的神王躯体内的力量 似乎跟仙灵力很不一样 方无名的意识 本就是人类 现在直接变成另外一个物种 一下子难以适应 不过问题不大 目前 也没啥可去的地方 慢慢适应就好了 方无名收起脑后 七个神环 甩出一样 灵木躺椅 凉风袭袭 躺着赏月 美滋滋 周围游荡 觅食狩猎的生灵无数 成群结队的 一般体型不大 独行侠 那块头 可就大了去了 动辄如山月 夸张一点的 目之所及 都是他的躯体 方无名并不担心 周围的东西突然袭击 他们好像不敢靠近自己 方无名 也能大概猜测到 他们应该是 通过某种形式 感应到了自己的强大 这才不敢靠近 方无名缓缓闭幕 静下心去适应 自己体内心的力量 虽然不知道 神王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但肯定要比先帝强上很多 正是这种巨大的力量落差 导致方无名的慢慢适应 方无名一闭眼 整座山峰的全景 立刻浮现于脑海 如黑暗中的一座孤岛 紧接着这座孤岛 不断扩大 十里 百里 千里 如此巨大的孤岛 骑上一丝一毫的动静 方无名都了如指掌 这就类似于神石扫描 但又有所不同 具体是哪里不同 方无名现在 一下子说不上来 突然间 方无名眼皮息动 竟然发现了人族 距离此地千里左右 不过 这些人族看着 怎么跟原始人差不多 身上几块碎布 遮住主要部位 腰间别着工艺 粗糙到眉眼看的武器 不过这些人身上的气血 倒是旺盛 这让方无名想起了之前 在时间长河中 看到的一些场景 略有些不同的是 这些人竟然喜欢 在地下挖洞生存 洞穴里 人还不少 俨然就是一个 世俗方式的模样 竟然这么有意思 那就先睡一觉吧 万事等天亮再说 到时候 也顺便继续寻找 天机他们的行踪 以得长生 提前退休 接下来 可得好好享受人生 第205章 神界的第一个朝阳 朝阳出生 第一缕 阳光照射到 盘坐闪电的 金色身影之上 天机缓缓睁开双眼 深邃的金色瞳孔深处 似乎有一些 断断续续的画面闪过 天机一个晚上的时间 星神都沉入 这幅躯体深处 试图了解到 更多关于神界的信息 从而带领山谷内的众人 找到一个安全的 七身之所 之后的事情 再慢慢打算 皇天不负有心人 总算是让天机 挖掘到一些信息碎片 所以对目前的情况 有一些初步认知 此地 确实是神界 不过 这里只是神界 数以万几个矿场之一 这些矿场 一般都由 真神静强者亲自布置 怎么布置呢 最主要的就是 创造出一个 可以诞生出强者的位面 自不必多说 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位面 目前看来 就是仙界 每隔一段时间 神界就会从仙界 强行弄来一批强者 挖矿 挖一种被称为 黑金的矿石 这种矿石 是神界人的主要能源 类似于 仙界的仙灵石的存在 然而 但疼的是 神界人 却不能长时间 直接接触这种黑金 所以 神界的所有黑金矿场 基本都管辖着一个 能诞生强者的位面 刚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天机 久久不能释怀 仙界一亿万生灵 从初生起 就拼命不停修炼 争夺 厮杀 没想到 到头来 这只是别人的一条 再平常不过的 生产流水线罢了 然而 这些还只是一些 暂时不会对天机众人 造成威胁的仙界常识 现在 最要紧的问题是 这片矿区的管理者 也就是天机躯体的原主人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面管理矿场 自然的 矿区也没有产出 这意味着 上面会派人前来视察情况 到时候 这个矿区里的所有人 都难以幸免 要么老老实实去挖矿 要么死 按照往常的惯例 上面派下来视察监督的使团 会有三人 两个伟神 一个真神 这三人基本也是 神界的中下层 因为实力强大的存在 不可能会来这种地方受罪 毕竟 这里每一粒尘埃里面 都有沾染了黑金能量 就如天机身躯原主 就是一个伟神 神界境界化为 伟神 真神 天神 神王 每个等级修出九个神环之后 可以尝试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然而 无数神界人 终其一生 也就是只能修出一个神环 天机躯体原主 目前就是一个一环伟神 自然而然被安排来管理矿场 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 这辈子 估计就只能一直蹲守此处 地老天荒永不改变 一环伟神实力 虽说也稳压先帝一筹 但并不是碾压 之前在仙界 要不是伟神 有掌控整个先界的权限 估计早就被战神先帝 按在地上摩擦了 天机收回思绪 得赶紧想一个对策了 上面派下来的那两个伟神 自己估计还能应付一二 但是那个真神 人家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自己 天机 有进展吗 这里有合适的落脚点吗 此时 战神跟灵天 已经来到天机身后 也是望向远处地平线 冉冉升起的朝阳 仿佛是希望 又仿佛是催命的恶鬼 在提醒着众人 时间已经不多 天机只觉得肩上沉重 一股无力感 涌上心头 这个事件 对于大家 都太过凶险了 就算没有神界人的介入 众人想安慰生存下去 也是不容易 过不了多久 身上的储备仙灵时 就会消耗一空 到时候 就不得不外出狩猎 获得血食来 维持生命 天机沉吟许久 我感应到前方千里处 有一个人族聚集地 我们先去那里 看看情况吧 天机实在想不出 什么更好的出路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出路 去人族聚集地 也无法改变目前的情况 自己一个一环尾神 能如此轻松 就感应到 人族在地下的聚集地 更不用真神了 那好 我这就去跟大家说一下 准备出发 战神自然听出 天机语气中的无力 不过 此时还不是颓废的时候 总得做点什么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的希望之火 绝不能熄灭 这也是大家 能一路走到 先地境的最大仪仗 与此同时 平天迷迷糊糊之间 隐约感受到脸上的温热 是阳光照射在皮肤上的感觉 平天缓缓睁开双眼 下一瞬 平天直接惊得起身 自己竟然就这么 躺在双头巨蟒身上 难怪感觉身下略微冰凉 而且 此时的双头巨蟒 似乎在缓缓移动 平天第一时间 想祭出自己的 本命法宝霸王枪 可惜 身上的灵力 已经消耗一空 现在的平天 甚至简单遇空飞行 都难以做到 如果不出意外 这辈子 估计也就告别飞行了 嘿哟 我们的大英雄醒了 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给你抬轿子 舒服吧 平天大气不敢出之时 利哥那憨厚的声音传来 利哥的声音 怎么好似 是从巨蟒身体里传出来的 莫非 不过 很快平天就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双头巨蟒 已死 现在 巨蟒之所以还在缓慢移动 是因为 巨蟒身下 利哥几人 正在扛着巨蟒 缓缓行进 如此巨大的躯体 被利哥几个小小的身板 就这么轻车熟路扛着走 这画面 平天一下子想起了蚂蚁 可不是吗 这里的人族幸存者 不就是跟蚂蚁差不多吗 平天心里苦笑 以后 自己也是蚂蚁的一员了 就是不知道 还能当多久的蚂蚁 说不定 每天出来狩猎 就无了 就像这次 出来二十几人 现在加上自己 刚好剩下十人 利哥 需要帮忙吗 嘿嘿 不必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嗨 哪那么多废话 比这大几倍的猎物 我们都扛过 你小子不吹牛 会死是不 利哥众人又开始互相打去闲聊 似乎昨晚经历的生死已经远去 似乎已经忘记了队伍出来时的人数 也或许 是见惯了生死 已经麻木了吧 平天无奈摇头 不再瞎想 既来之则安之 接下来 想想怎么才能活下去 然后 在这个世界 杀出一片天 一片属于人族的天空 第206章 屠龙者 独眼 方无名伸了个懒腰 在野外过夜 没有个遮风挡雨的居所 属实影响形象啊 不过 千里外的地下人族聚集地 看着着实不咋地 方无名略作犹豫 算了 还是去看看吧 听那些人的交谈 似乎 这些人就是时间长河中失踪的那些先帝级强者 竟然沦落到如此静点 方无名一抬手 将此地20个先帝傀儡收入储物界 没办法 这些家伙消耗灵力的速度太快了 老实补充 也是麻烦 方无名直接化作金光 朝族人聚集地的方向掠去 所过之处 地上强悍生灵皆是惊慌退让 仿佛很少看到能遇空飞行的生灵 对于在空中掠过的金光 存在一种本能的恐惧 方无名自然不会特意去理会地上的生灵 千里距离 转瞬极致 金光落地 显现出方无名身影 方无名看着眼前的山体 有一个洞穴 不过 此时已经被众物死死堵住洞口 不仅如此 方无名能感应到洞穴里 有十几人正在屏住呼吸 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你们 能听得懂我说话吗 方无名无奈开口 这些人怎看都像是野人啊 曾经的仙界大佬 到底在这个世界都经历什么呀 与此同时 洞穴内 终于有一个中年模样之人 忍不住率先悄悄开口 怎么办 外面的东西 看起来也是人族啊 先别忘下定论 你们感应到他身上的气息了吗 洞穴内众人再次陷入安静 那种气息 众人可太熟悉了 不就是神界人 才会散发出的气息吗 那种气息 不似修饰气息 更像是一种高等生命 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压迫感 洞穴内众人的一言一行 当然全在方无名的感应之下 分毫必现 方无名眉头一皱 自己身上的气息 自己明明尽力收敛体内力量 这帮人还能感应得出来 不过 自己也只是按照之前的方法 收敛气息 想来 仙界的敛息之法 在此地 不太管用吧 你们都是来自仙界的吧 不用担心 都是老乡 我也是 刚从仙界而来 方无名无奈开口 不过方无名这次不打算 等到洞穴里众人的回应了 方无名意念一动 前方堵住洞穴入口的重物 无声无息 化为尘埃 消散于空中 这种攻击手段 是方无名昨晚睡觉时 自然而然领悟出来的 仿佛目之所及的所有物质 自己都可以轻松一念之间 将其毁灭 化为尘埃 方无名觉得这应该只是 自身力量的一种 粗糙的使用方式罢了 应该算不上 是什么技法之类的吧 没办法 自己不像战神先帝那样 有逆天的悟性 且一路走来 基本就没修炼过 功法啥的 接触的也不多 果不其然 终究还是在这上面吃了亏 一身强大力量 没个合适的技法配合 但也足以应付眼下的局面了 洞穴入口 巨雾消散的瞬间 十几个壮汉身影出现 此时那十几个壮汉 皆是面露惊恐 配上此时的简陋装扮 活脱脱的山野村夫 唉 罢了 叫你们领头的出来 我要问几个问题 方无明扫了一眼 这十几个壮汉 无奈开口 方无明划落的瞬间 呆立的十几个壮汉 其中一个壮汉 似乎一下子泄了气 差点瘫软在地 随即一脸惊恐 赶紧往洞穴深处跑去 其他壮汉 则是只能眼珠转动 目送那人进入洞穴深处 因为 此时这十几个壮汉 竟然浑身僵硬 无法动弹分毫 用屁股想 都知道这是谁的手笔 心中更是金句 十几分钟过去 洞穴深处 传来稀稀苏苏的脚步声 然而 只有一个身材雄伟 上身肌肉夸张隆起的 独眼壮汉走出 方无明自然能感应到 洞穴深处 上百人手持粗质烂造的武器 隐匿在洞穴暗处 我就是这里的领头人 大家都叫我屠龙者 当然 阁下也可以叫我独眼 阁下想要问什么 独眼身上 看不出任何距移 竟只走到方无明 身前十几米处停下 宛如一头绝世凶兽 一只独眼 似乎每时每刻 都肆无忌惮 是放出渴望狩猎的强烈意念 方无明微微侧目 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猛人 身上没什么实质性的气息散发出来 却好似 已经释放出滔天凶威 你们不必如此警惕 我说过 我也是仙界之人 想必你们也是从仙界来吧 方无明明知故问 主要是这独眼 身上气势 属实让方无明看得舒服 人族就应该有这样的气势吗 这独眼 估计在仙界某个时代 也是一个令诸天震荡的存在吧 独眼闻言 脸上表情依旧没什么变化 过了一会儿 独眼才开口 既如此 阁下 还是请进去详聊吧 神界的白天 地面上可不太平 独眼伟岸的身体 做出一个 优雅的请的手势 脸上看不出任何歹意 似乎已经认可了方无明老乡的身份 方无明文言 满意点头 实时务者为俊杰 不愧是一众先帝的领头者 方无明大踏步进入洞穴 根本不担心独眼这帮人会乱来 因为独眼是个聪明人 独眼将方无明领进一间十室内 十室其中一面 有两个小窗口 透过窗口 可以看到外面的集市 独眼在方无明对面落座 身形笔直 一丝不苟 不怒自威 你刚才说 这里 是神剑 独眼文言 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惊讶 不过 瞬间消逝 不错 此地 就是无数先界人追求的神剑 在我的时代 近百万大地强者来到神剑 如今 剩余不到十万人 独眼似乎打开了话匣子 也好像清楚方无明想问什么问题 不用方无明发问 滔滔不绝 方无明也是听得入神 不出所料 眼前这位独眼 当真是一位想当当的人物 百万大地 誓死追随 然而 长生之路 也许本就是一条 百股累累的不归路 世人千千万 能得长生者 又有多少 胆慨之余 方无明也算是了解到 目前的基本形式 在这片矿区 独眼的聚集地 算是人数较多的 其他聚集地 甚至有一些 仅有数千人 苟延残喘 各大聚集地之间 久不久也会有一些来往 但不多 主要是路途 太过遥远 危险重重 两人交谈了 差不多一个时辰 方无明 也是拿出一葫芦桃仙酿 在独眼诧异的神情下 正准备给独眼 倒上一杯之石 方无明 突然眉头一皱 有情况 第207章 以后 你们不必再生活在地底了 看着方无明倒酒的手 突然停滞 独眼目光上移 看到方无明 眉头紧锁 不必多说 麻烦应该是来了 两人对视一眼 直接起身 没过一会儿 方无明跟独眼 还没走到地面的洞穴入口处 就已听到战斗的声音 听这动静 应该是地面游荡的生灵 冲入洞穴里了 独眼加快脚步 几个剑步冲入战场 一拳干爆一只狼形生灵的脑袋 之后 三下五除二 独眼强横肉体 在几只狼形生灵之间 闪转藤挪 每出一拳 就有一头狼形生灵 当场暴毙 带上受伤的弟兄回地下 你们几个 跟我出去 堵住入口 独眼爆喝一声 迅速安排下去 丝毫不显慌乱 只怕这样的突发情况 并不在少数 方无明见状 脸色依旧缓不下来 因为 这几只狼形生灵 只是先前不对 真正的麻烦 还在路上 独眼众人 不知道又去哪里 弄来一块巨石 在巨石即将完全堵住 洞穴入口之际 独眼众人 只见一道金光 从身旁掠出洞外 独眼心头一紧 不用说 肯定是那个刚来的新人 糟了 忘记跟他说 此地的凶险了 独眼大哥 独眼不顾身后弟兄的阻拦 在洞穴入口关闭的前一瞬 闪身而出 独眼的想法很简单 自己作为顶级体修 此地的凶物 还有能伤到自己的 出门救个人 问题不大 而且 要是发现有大型凶物在附近 还可以引走对方 以免聚集地受到牵连 这也是聚集地受到袭击时 独眼的常规操作 也正是如此 独眼在聚集地的威望极高 独眼显然对附近地形 很是熟悉 两三下就来到一个制高点 四下望去 凶物暴动了吗 远处地平线上烟尘滚滚 众多如山越般的庞大身影 快速袭来 地面烟尘之中 更是有无数几米高的凶物 如动狂奔 独眼脚下地面 已经微微震颤 这样的凶物暴动 独眼来到神界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可比自己独展三个脑袋的巨龙 要凶险多了 独眼心中罕见 开始滋生出慌乱情绪 这简直就是死路一条 无人幸免的局面 突然间 独眼眼神一鸣 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方无名悬浮于几十里外 一座飓风之巅 面朝地平线的众多凶物 独眼来不及思考太多 奋力两三个跳远 碰 独眼双脚重重落地 那些东西防御极高 不是仙界凶兽可比的 你不要乱来 没办法了 现在还是先跟我返回聚集地 看看能不能幸免吧 独眼抬头仰望半空的方无名 急切说道 方无名略微诧异 瞥了一眼下方的独眼 难不成 这家伙是专门来叫自己回去的 看不出来啊 此地的人族 虽然生存环境堪忧 但至少还是团结一致的 方无名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这些凶物 无足轻重 真正的麻烦 来了 独眼闻言 一时间疑惑不解 真正的麻烦 下一瞬 独眼似乎也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瞬间变得极为凝重 身上气势猛然暴涨 在神界 对于仙界人来说 真正的大麻烦 是神界人 长久的岁月以来 独眼眼睁睁看着无数 追随自己的战友 接连惨死在神界人之手 而 自己无能为力 这种极度的压抑跟痛苦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才能理解 之前 就是因为神界人突然消失 自己才有机会 带领追随者 逃离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来到此处 现在 该来的 终归还是来了吗 那种被绝对力量支配的无力感 重新萦绕独眼心头 只恨自己 还不够强大 当初 为了保全大家性命 只能屈服隐忍 不过 这一次 宁可战死 也绝不屈服 相信仅剩的十万弟兄 也不再愿意回去挖矿 正在独眼心中 暗暗下定决心之时 方无名紧闭的双目 陡然睁开 轰隆隆 地面忽然剧烈震战 紧接着 独眼就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只见远处地平线上的凶物大军 似乎 正在逐渐 变矮 不仅如此 独眼环顾一圈 发现远处原本高耸入云的巨大黑色山脉 似乎也正在缓缓下沉 突然间 独眼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心中震惊 独眼猛然抬头望向高空 只见高空上那寥寥几朵乌云 此时正在急速下坠 不对 不是凶物大军变矮 也不是远处山脉下沉 更不是高空云朵下坠 而是 这片方圆五百里左右的区域 正急速上升 轰隆隆 四面八方不断传来低沉巨响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推移 独眼此时已经能清晰感觉到 自己正在急速上升 速度 越来越快 因为脚掌承受的力道越来越大 不用怀疑 这一切 都是半空中那人的杰作 因为 此时那人正摊开双臂 做出向上托举的动作 这是何等伟劣 真正的移山填海 要是在仙界 任何一位大帝 都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可是 这是神界啊 神界的物质密度 远高神界 不论死物还是活物 硬度都要墙上数倍不止 想要是如此广阔的地面上升到这样的高度 恐怕神界人也无法做到吧 在独眼震惊中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半空中的方无名双臂 终于缓缓放下 独眼也感觉到 脚下地面重新变得安静下来 现在独眼不敢确定 脚下地面 到底是被拔高了 还是直接与大地脱离 飞到了数万米高空 独眼来到神界这么多年 第一次呼吸到没有黑金气味的空气 虽然此地空气略微稀薄 但对于先帝之躯来说 区别并不大 独眼 这是本作送你们的七身之所 以后 你们不必再生活在地底了 方无名身形缓缓飘落到独眼跟前 语气轻松淡然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凝重神色 因为 方无名发现 自己原来这么厉害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没等独眼反应过来 方无名一转身 望向一个方向 既然来了 那就过来聊两句吧 只见方无名抬手抓向虚空 下一瞬 竟然直接从虚空之中 抓出三个身影 这三个身影一出现 直接重重跌落地面 似乎已经被狠狠蹂躏了一番 再岂不能 独眼瞬间警惕 竟然是三个神界人 三人脑后 都各自有一个光环 第208章 我们愿意分享 望向地上三人 两个金色 一个蓝色 虽有人族形体 稍微感应之下 就知道不是人族 除此之外 方无名本能觉得 这三人就在自己面前 就应该如此 弱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原本感应到这三人的瞬间 方无名还心生警惕 因为 在仙界碰到过一个神界人 当时对方实力 还是很强悍的 要不是有斩神符 当时的自己 还真搞不定 但此时 方无名甚至感觉自己 可以直接轻松 捏碎地上三人脑后的光环 你 你是何人 这里是猎羊真神的领点 速速离去 如若不然 至死方休 其中一个金人突然开口 能感受到其语气中的怒意 或许 还夹杂着些许忌惮 方无名眉头一挑 还以为神界人都是 不会表达自身情感的物种吗 没办法 在仙界碰到的那个神界人 着实看着毫无情感波动 现在想来 只怕是那家伙自身的原因 也对 无数年来 一直独自监管仙界 没封掉 已经算是心理素质强大了 本座是何人 那本座倒要问问你们 本座应该是何人 方无名不紧不慢说着 目光落到那个开口的金人身上 下一瞬 那个金人脑后的光环 迅速暗暗 咔嚓 暗淡的光环 瞬间军裂崩碎 那个金人惨叫一声 身体竟然直接化为金色灰烬 随风飘散 就连方无名 也是诧异了那么一下 本不想直接下死手的 主要是谁能想到 那光环才是神界人的主体呢 剩余的两个神界人 此时更是惊骇 要不是没那器官 估计当部已经湿润 一言不合就灭口 独眼则是早已平住呼吸 心中解气的同时 也在内心开始猜测起 方无名的身份 方无名目光 挪到另外一个金人身上 到你了 是打算放狠话 还是乖乖配合 方无名此话一出 那个金人哪里还敢摇头 一个近点头 之前那个金人 以为仗着猎羊真神的名头 能震慑住对方 没想到 瞬间就无了 方无名见状 满意微微点头 似乎在考虑 该先问哪个问题 那就 先说说神界的境界划分吧 记住 要是有什么隐瞒 本作还有一个可以问话的人 金人文言 一个哆嗦 下意识瞥了一眼 身旁的蓝色神界人 独眼见状 心中更是解气 什么狗屁神界人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还不适得摇尾起怜 贪生怕死 金人老老实实 一一仔细回答方无名的问题 半个时辰过后 方无名沉默不再开口 似乎在李顺刚得到的信息 关于神界境界划分 大境界的话 不像仙界那么多 目前只有四个大境界 伟神 真神 天神 神王 每个大境界 又分为一环到九环 神界人 自诞生那一刻起 就是一环伟神 不得不说 神族的起点很高 一环伟神 直接就相当于仙界的顶点了 然而 不出意外的话 90%的神界人 一生估计 也难以到达二环伟神的境界 难度太大 但 每个种族 总有那么几个 比较逆天的存在 剩下的那10%的神界人 又有5%左右的人 可以修成真神境 直到天神 依旧还有一些人 但到了神王境 那可就 真是珍惜物种了 整个神界 无数神域 已知的神王 不超过百位 而且 神王 也分强弱 自然是修出的神王 光环越多的 越是强悍 总之 神王境在神界 已经是亿万人之上的存在了 方无明 也总算对于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虽然目前 只是七环神王境 但好像 也够用了 神界那么大 听那惊人的描述 神界的疆域 方无明估计 长度单位 应该是光年 如此浩瀚的区域 百位神王 方无明觉得自己 就算在神界待上几百万年 估计都难遇到另一个神王 现在 唯一有些头疼的是 有了神王的力量 却没有相应的神迹配合 不过 方无明 这次总算是知道 神界人是如何修炼的了 也是类似仙界人的修炼之法 吸纳能量入体 当然 也可以说 是仙界人的修炼之法 跟神界人相似 毕竟仙界只是神界人生产劳动力的农场罢了 其实很多方面 都是按照神界的习俗来创造的 不同的是 在仙界 大家需要的是仙灵石 而在神界 则是需要黑金 说到黑金 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神界人 需要黑金 提炼出来的能量 却不能长时间 直接靠近黑金 不然 修为会缓慢倒退 甚至可能会损坏神界人躯体 方无明很是疑惑 明明是有害之物 如今却成为神界的主流修炼能源 真是个奇怪的种族 当然 即使知道 仙界只是神界人创造出来的农场 但方无明 还是询问了如何回到之前的仙界 然而 眼前惊人并不知道 只是推理之下 走 跟上他们 继续出发 天机众人 还没赶到最近的人族聚集地 只觉得地动山摇 天机赶紧飞升至万米高空 金色瞳孔一缩 天机眉头一皱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数万里之外 似乎有一个一块陆地浮空而起 可惜 此时天机无法感应到那么远的距离 只能隐约感觉 那边应该有神界人 本来一环尾神 感应范围数万里 算是平平无奇 可惜 此地黑金粉末 无处不在 这具躯体的实力 早已衰退 天机甚至怀疑 是不是这些黑金大原因 导致大家灵力 消耗速度加快 天机赶紧降落回队伍之中 不管如何 现在还是先找个地方安置众人 由于大地震动 周围不少凶物逐渐苏醒 白天就苏醒 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此时 显得更加暴躁是血 我们得加快脚步了 天机神色凝重 并不想解释太多 战神灵天众人 自然知道 此时情况不容乐观 大家抓紧时间 补充体内灵力 非常时期 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飞行前进 战神赶紧安排下去 目前就这么多人 死一个少一个 不必为了节省零食 而导致无畏牺牲 天机带领众人 一路飞行 很快就来到一处洞穴前 本来洞穴是被堵住的 第一次看到 根本不会认为 那是一个洞穴 但此时 那洞穴入口大开 一帮人 正在快速处理 一条双头巨蟒的血肉 当然 现在所有人都停下手中活紧 一脸警惕 望向天机众人 确切地说 是盯着天界 立歌众人神色凝重 已经认出半空的惊人 不正是之前管理这片 矿区的神界之人吗 诸位稍安勿躁 我们也是仙界之人 战神见气氛有些不对劲 赶紧开口 然而 战神话音刚落 一旁的天机神色 陡然一变 哄 天机身上突然迸发出 强劲气势 战神临天众人一时间 摸不着头脑 下一瞬 众人终于知道 为何天机突然这般 众人只见地面上的阳光 似乎被什么庞然大物遮挡 赶紧抬头 不好 是三头巨龙 不知是谁惊呼一声 声音颤抖绝望 立歌此时 也是大惊失色 此处聚集地 乃是特意寻找的 距离各类巨大凶物的领地较远 一般情况下 这些大型凶物 并不会离开自己领地的 难道是因为刚才 大地震颤的原因吗 立歌来不及想太多 如此巨大的凶物 袭击聚集地 大家幸存的几率渺茫 快下去通知下面的人 赶紧撤离 立歌无奈下达命令 目前的情况 能活多少算多少了 然而 立歌话音刚落 只见半空的惊人 直接化作金光 直冲天际 目标 正是那三头巨龙 巨龙三个 巨大的脑袋 骑上龙脚 争鸣无比 硕大的血红色双瞳 表明了 此时巨龙的扎实能态 癫狂 好 巨龙三个脑袋 同时对着席 来的金光爆吼 三股强大气浪 几乎凝为实质 惊人在这古音波之下 前进速度肉眼可见 缓慢下来 最后 激进停滞 地面上 立歌众人剑撞 心中惊骇 想不到 这头三头巨龙 如此凶悍 竟然能抵挡 那个神剑人的进攻 恐怖如斯 要知道 这片地界 能抵挡住 神剑人攻击的凶物 屈指可数 轰隆隆 周围灰色山峰 仅是受到 部分战斗余波波急 直接崩溃倒塌 快 护住洞口 给下面的人 逃离的时间 立歌最先反应过来 赶紧出声提醒大家 战神临天众人 此时也是 加入立歌队伍 护住洞口 此时此刻 不应该还有什么隔阂 救人要紧 哼 你这畜生胆子 还挺肥 半空中金人爆合一声 一招手 一道金光从地面升起 落入惊人手中 正是天机剑 只见天机剑上金光 突然大胜 紧接着地面众人 就看到一道巨大 都足以同时 展落巨龙三个脑袋的剑芒 划过长空 下一瞬 巨龙三个脑袋上的瞳孔 血色迅速褪去 三个巨大龙头 直直跌落 天机看着手中的天机剑 也是暗暗心惊 要不是有天机剑 以这头巨龙的防御程度来看 恐怕得大战 几百回合 说不定还难分胜负 真是强大的生灵 估计没人 能赤手空拳 斩杀这种级别的凶物吧 地面立刻众人 此时如梦初醒 不敢致谢 不是震惊于神界人的实力 而是震惊于神界人 竟然真的会出手 击杀这些凶物 这些凶物 不正是神界人 特意弄来此地养殖的吗 除了能定期收割凶物 还能借助这些凶物 来威慑仙界人 都先别发呆了 还有不少巨型凶物 正在路上 现在 凶物最少的方向 只有那边 天机声音洪亮 抬手指向一个方向 没办法 现在四面都是凶物暴动 想要活下去 只能选择一个凶物 最少的方向突围 事不宜迟 准备出发 你们的人 都上来了吗 战神很快接受了 此时的处境 转头看向利哥问道 利哥眉头一皱 心中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来不及理会 那个神界人到底 是不是真的想帮忙 利哥望向聚集地众人 十几个呼吸后 都出来了 好 出发 战神一声令下 众人朝着一个方向 谨慎行进 体型一般的凶物 天机神界人 躯体散发出来的气场 足以震慑 至于一些 已经发狂的巨型凶物 大家也就只能绕路躲避 怀着忐忑的心情 几万人一出山谷 就看到远处地平线上 有一个奇异的小黑点 这么远的距离 竟然也能看到 目立好的 大概能分辨出 那竟然是一块 悬浮的陆地 虽此时看起 那个小黑点 几乎与地平线 紧贴在一起 但稍微估算一下 就能知道 那个小黑点所在高度 起码三万米以上 等一下 你们是要去 那块悬浮的陆地吗 那块悬浮的陆地 之前从未见过 极凶难料 如果要带着我们的人 去那里 至少把你们知道的情况 分享一下吧 利哥实在忍不住 开口询问 聚集地几万人的性命 实在没办法草率决定 要是那块 悬浮陆地上 是万劫不复 那即使艰难突破 凶物围堵 又有何意义 那边 有生的希望 天机思量了好一会儿 就蹦出这么一句话 而且看这样子 显然不会再过多 解释什么 战神临天众人 自然是 无条件相信天机 利哥神色依旧 不容乐观 扫了一圈身后的聚集地众人 那是一双双信任 与托付的目光 罢了 走 跟上他们 继续出发 第210章 此战 破釜沉舟 十万人 缓缓走出洞穴 脸色皆是茫然 好在众人第一眼 就看到了他们的精神之重 屠龙者 毒眼 大家都出来吧 今后 我们不用再像老鼠一样 生活在地洞之下 这位 是无名先帝 我们所有人 来到神界之后 地号早已被忘却 不是我们记忆里不行 而是 在这里 我等无颜面再称帝 眼看轻有惨死 低声下气 苟延残喘 毫无尊严 所以我们不敢称帝 但 今日我要告诉你们 从此神界 诞生了第一位先帝 无名先帝 毒眼低沉 如野兽的声音 震动在场所有人的心神 所有人目光齐刷刷落 到方无名身上 方无名面带微笑 不知道说些什么 没想到 独眼这家伙 挺会啊 三两下 就让原本茫然无措的众人 重燃希望 既如此 那大家就开始着手建立家园吧 感受到众人期盼的目光 方无名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随便说了一句 主要已经多年为从事洗脑演讲了 想到这里 方无名没来由想起先见 想起霸天先遇 归须秘境内的无名先公 不知道那帮家伙 现在如何了 方无名说完 一甩手 眼前空地顿时多出 不少建设所需物品以及工具 虽然没什么惊世骇俗的质保 但这些工具跟材料 也足以让这十万人 快速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小部落 暂时安身立命了 剑方无名 没有继续发言的打算 独眼又接着 慷慨激昂发言 说什么先建设好家园 之后 一起开辟出一条 适合先见人修炼的道路 从今以后 巴拉巴拉 方无名没兴趣喝鸡汤 直接化作金光 飞往这片方圆 五百里空中路 地上最高的山峰 此时 山峰上两个神界人 正在一脸认真的书写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两人 其实是文明的传播者吗 如何了 方无名声音突然响起 两个神界人 微不可查颤了一下 大人 快好了 是啊大人 我们的神界的修炼之法 很少用书面 记载下来的 一般都是 通过意念传承 或者血脉传承 两个神界人 赶紧解释一番 方无名文言微微点头 确实 有些东西 理解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把它真正写出来 写清楚 那工作量可不小 不过还好 这两个神界人 似乎真的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 方无名曾试探 询问过两位神界人 为何不反抗 结果 两个神界人的回答 让方无名头大 在神界 能为强者服务 是一种荣幸 不管这个强者是属于哪个种族 这也是神界人主流的认知 当然 总有那么几个 宣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 毫无对强者的尊重 这类神界人 被称为异类 方无名自然理解不了 神界人的脑回路 也就没在意这些 眼看着两个神界人如此认真 估计还要忙活一站 方无名自顾自 来到山顶另一处 摆上桌椅 弄点酒水灵果烤肉 这一下弄出这么大动静 如果天机他们 真的在这片区域的话 总该看到了吧 方无名 边饮酒边沉下心神 去熟悉自身力量 自己堂堂一个 神界大佬级别的人物 神识就只能探查 经万里的范围 属实说不过去 还是得赶快适应一下 后面的快跟上 日落之前 不惜要越过前方山脉 利哥一脸急切吼了一声 眉宇之间 稍显疲态 现在 已经不需要担心 会不会弄出什么声响 从而引来大批凶物了 因为周围无数凶物 虎视眈眈 大于那个金色的神界人的威势 迟迟不敢攻击上来 利哥站在一个小山包 四下望去 简直就是四面楚歌 四周无数双渴望 血时的凶狠目光射来 此地 就像是凶物海洋中 一艘随时可能轻浮的破船 不仅利哥 此时的战神灵天一火人 也是见识到了 神界凶物的可怕 此时内心压力也是 随着时间推移 不断增大 只希望到了 那片悬空的陆地之后 一切能迎刃而解吧 不过话虽如此 此地 却没有一人能想象得出 到了那边 又该如何脱险呢 难道真的只能听天由命 赌纳最后一丝生机了吗 一股名为绝望的情绪 正逐渐将整个队伍 吞噬殆尽 前面有人 不知是谁惊呼一声 众人心头一喜 有人 然而 等众人目光投向前方 心头的阴霾更上 只见前方 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峰之上 仅剩得不到千人 正不断被凶物 蚕食殆尽 从那座山峰上的血迹来看 之前那座山峰之上 骑马上万人 前方山峰上的人 也是第一时间 看到了天机等人的大队伍 弟兄们 云兵来了 再坚持一下 随我守住防线 大哥不好了 你看那边 砰砰砰 突然间 地面传来急促的颤鸣 此地所有人心头一沉 竟然是一头如山岳般大小的凶物 正急速袭来 那凶物形体四元 头上长着争鸣鸡脚 两个粗大双臂外围 更是长出锋利骨刺 一看就是凶物中的霸主级别的存在 那巨猿速度极快 跟其巨大的体型 完全为和 天机顾不得太多 提起手中天机剑 直接赢了上去 莫办法 这头发疯的巨猿 显然就是冲着此地的仙剑人队伍而来 要是真让那畜生冲到境前 恐怕一瞬间便会损失惨重 然而 天机一离开 十万人的队伍 周围那些凶物顿时失去威慑 毫不客气 直接 开战 煞世间 场面乱作一团 周围四面八方密密麻麻 奇形怪状的凶物 好似指挥杀戮的机器 互相踩踏着 生怕落后 眼看就是全军覆没的局面 绝无生还的可能 战神灵天 两人对视一眼 时间好似重新回到十万年前 当时也是如此 周围仿佛杀不尽的魔神凶物 哈哈 不过如此 本战神早已习惯这样的绝望 战天的勇士们 让我们一起杀出一条血路 哄 战神身上一雾瞬间炸裂 露出完美肌肉线条 白发随风披散 身上气势还在不断暴涨 战神体内仿佛有永远用不尽的力量 不断喷不而出 双眼逐渐被血色覆盖 体表缓缓显现 白色符文 此战 破斧沉皱 第211章 妖念 临阵突破 呲呲 战神手中握住自己本命法器 一把猙獰的开天符 骑上蓝色闪电滋滋作响 释放毁灭气息 众人见状 皆是知道 这有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战 跟随战神的最后一战 顿时 各色光芒大作 众人皆是 祭出本命法器 准备血战 利哥众人也是双眼血红 早已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杀 战神一声爆吼 一马当先 直接冲入汹涌而来凶物群之中 然而 作为核心灵魂人物 战神怎么可能会去对付那些弱小凶物 战神的目标赫然是一只千丈的凶物 这凶物全身上下长满争鸣锋利尖刺 所过之处 大地翻卷 寸草不生 嗡 这千丈凶物 似乎感应到危险袭来 从口气中 发出尖锐刺耳之声 一股奇异能量波动 瞬间扩散 千丈凶物 深周数百米弱小生物 瞬间炸裂惨死 这竟然是一种无差别攻击 然而 战神对此视若无睹 手中开天府上蓝色电弧更胜 下一瞬 战神化作蓝色闪电 轰隆隆 众人只见一道蓝色闪电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横穿那千丈凶物 一个这儿八经的仙剑人 一个照面 一击斩杀大型凶物 这给所有人莫大的勇气 不少人 甚至因此 生起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许这次也能幸存下去 此时 手持天机剑的天机 也是对上那了头发狂的巨猿 天机此时心中也是忐忑 只怕这次是难逃一劫了 周围不少大型凶物袭来 这些大型凶物 可不怕神界人 见到神界人 照打不悟 好 一道金光 瞬间划过巨猿脖梗 一声惨叫过后 巨猿伸手分离 巨大身躯倒地 当场压死无数弱小凶物 然而 这是个开始 天机没有喘息的时间 好几头大型凶物 已经猛冲而来 大战全方位开启 每时每刻 都有大量凶物殒命 同时 此地仅剩的人族 也是不断倒下 没人注意到 数万米高空之上 乌云缓缓聚拢 这片区域 目之所及 皆是被阴影遮改 一幅末日将近的景象 战神此时越战 气势越强 但 体内灵力 却也是越来越少 不少人 正是因为一下子 失去灵力支持 战斗力直线下降 一时间适应不过来 甚至一些弱小的凶物 都开始能击杀此地人族 战神一幅 将一头凶物 自上而下劈成两半 趁着这个间隙 稍微喘一口气 环顾四周 一片狼藉 无数熟悉面孔 此时早已失去生机 甚至已经残缺不全 战神双眼更加血红 这样的场面战神 已经见过太多 之前展天如此 现在刚来到神界 竟然也是如此情形 难道 这次真的没希望了吗 这次就连自己也再没了后手 不可能再次复活 为什么总是这样 战神心中 瞬间生起无数念头 最终 这无数的念头 汇聚成一个答案 自己还是太过弱小 战神 终于还是在此刻承认这个事实 承认了这个 他一直回避的事实 然而 弱小又如何 弱小就不能奋起反抗了吗 弱小就该自甘堕落了吗 不 弱小从来不应该成为失败的理由 退缩才是 战神在凶物环伺之下 闭目鸣思 一招顿武 哄 战神身上突然迸发远超先帝的力量 周围围拢过来的小型凶物 瞬间被这股能量震成碎肉 瞬间染红了战神身周数百米区域 哄 又是一股能量爆发 这次能量扩散的范围 竟是接近千米 以战神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没有凶物的真控地带 与此同时 战神身上的白色符纹越发明显 不仅如此 这些白色符纹似乎活了过来 竟然逐渐蔓延到战神手中开天府 战神双眼猛然睁开 瞳孔的金色迅速散去 恢复原本的颜色 战神后背 如刀削斧鸟般的肌肉 不断蠕动 其上白色符纹 竟然缓缓脱离 逐渐汇聚于战神脑后 突然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袭来 战神猛然抬头 万米高空之上的乌云之中 有什么巨物正在蠕动 危机感 正是来自那个东西 好 乌云之中 突然传出真正的惊天售后 地面上仅存的众人 甚至感觉到 大地微微震战 那是什么 怎么可能 为什么之前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凶物 龙 一条黑龙 众人煞时间 似乎忘记了 自己身处血腥战场 皆是抬头望向高空 好在 周围众多凶物 也是代理原地 不敢动弹 甚至有不少凶物 匍匐在地 好似沉浮于高空之中的绵延万里 见首不见尾的黑色巨龙 此地所有人族跟凶物 此时都显得极为渺小 不要放弃 那黑龙 交给我 战神一声震天怒吼 仰望高空 没有丝毫退缩之意 只有昂扬的战意 战神话音刚落 高空中 一直足以覆灭此地所有生灵的巨肘 铺天盖地压来 战神冷哼一声 手中开天府一抖 全身骑士凌厉无比 碰 战神单脚重重踏地 提抚迎击 一个渺小的白色身影 提抚占天 这一幕 揪起不少人的记忆 这样的战神 才是大家追随的战神 然而 这次 真的能一抚开天吗 所有人心中皆是忐忑 只能望着那白色的渺小 且一往无前的身影 心中祈祷 当然 此时的天机 心中则是更为惊讶 战神脑后的那个两个光环 是怎么回事 战神作为人族 怎么会有神族的神还 而且一出现 就是两个 天机心中不可抑制地 产生出一个不切实际的猜测 难道 人族 也可能修炼成神 掌握神族的力量吗 这可是史无前例的 天机脑海中 闪过无数念头 也是望向那个白色身影 碰 战神开天府 终于迎上黑龙巨招 如此惊天一府 竟然连黑龙的鳞片都无法破开 不仅如此 战神竟然直接被巨大力道弹飞 仿佛是一斧子 砸在了什么坚硬到极致的物体之上 天机下意识后退两步 不敢置信 这矿区内 竟然还有二环尾神 无法击杀的凶物吗 不对 甚至连击伤都无法做到 来到神界之后 这是天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无力 然而 远处的白色身影 再次提腐冲天 高空的黑色巨龙剑状 似乎也是动了真火 众人只感觉 高空乌云散发出来的压迫感骤增 仿佛十万大山压下 死亡的窒息感 直逼灵魂深处 我就说嘛 没有我 你们寸步难行 第212章 黑色龙珠 献宝 熟悉的声音 回荡在这片区域 众人皆是不解 天机则是心中一松 那家伙 竟然也来到神界了 而且 实力滔天 半空一处虚空 似乎被谁一脚踹碎 一个身影 从虚空裂缝中走出 那个身影已出现 地面众人只觉得 神仨还能一松 如是重负 之前那股足以碾碎一切的压迫感 骤然消散 高空中黑色巨龙嘀吼一声 竟是有些色力内人 那个手持开天府的白色身影 也是一致 随即心中大喜 没想到 是他来了 哟 不是说自己的是自己处理 还说什么依靠别人 只会败呗 怎么 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天机早已来到高空 那个熟悉身影跟前 语言略显刻薄 语气却是复杂无比 下一瞬 战神也是飞到天机身旁 你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出现的 战神语气欣喜激动 临阵突破到二环尾神的战神 此时更是能感知到 方无明的强大 面对方无明时 简直就像是在面对整个世界 方无明一言一行 皆有镇压万物的威能 人族 有望已 方无明轻笑一声 那肯定得来啊 当时你们进攻神界入口之时 不是我说你们啊 简直是以卵击石 要不是为了救你们 打死我也不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三人就这么在半空闲谈叙旧 好似多年不见的老友 有说不完的话 地面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临天众人则是索性 找个干净的地方坐下休息 心里的直觉告诉他们 此情此景 稳了 周围大大小小的凶物 此时皆是匍匐在地 不敢动弹 细看之间 还能看到不少凶物 似乎正在瑟瑟发抖 全然没了之前 发狂嗜血的模样 一切 因为那个男人的出现 而重新变得宁静下来 仿佛这一刻 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好 高空的黑色巨龙 终于是拉不下脸 无法继续当作 无事发生 堂堂万凶之王 总不能连个屁都不敢放吧 而且 在这片区域 神剑人的力量 应该是被极大压制才对 对 自己身上鳞片 都是最精准的黑精 莫必要惧怕神族 好 又是一声震天龙吼 高空乌云 重新散发出强烈威亚 被打断叙旧的方无名 眼底顿时闪过怒色 虽说也只是跟天机这家伙互相挤兑 但也终归容不得一头畜生来打搅 神族 本王折服多年 如今突破真神 本王要自立一方王朝 要是神族胆敢阻挡 不死不消 方无名还没来得及开口 黑色巨龙巨大的龙头弹出云层 竟是率先开口 方无名眉头一挑 有点意思 自立一方王朝 这么说 造成这些凶物暴动的并不是神族 而是眼前这头黑龙 方无名略微感应之下 就知道黑龙整个身体 黑精的浓度极高 似乎是黑龙特意将自己身躯 打造成这般模样 而然 此地感受到黑精影响最大的 只有天机一人 不过天机 早已习惯实力大幅度下滑的感觉 方无名跟战神 则是没有受到一丁点压制 关于这一点 之前方无名也询问过那一惊一兰的神族 那两人也是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方无名猜测 可能黑精的副作用 只对神族有效 而自己并不是神族 只是拥有了神族的力量罢了 或许 这种力量 也并不是神族特有的 之前只是猜测 但此时看到战神 竟然也修出两个神还 此时方无名 更加觉得自己的猜测 或许是对的 自立一方王朝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 此地已经有主 要么臣服 要么死 方无名淡然开口 根本不给黑龙第三条路 今天 无论如何 这黑龙都不可能离开此地了 好 黑龙似乎早有猜测 神族人 还是那么趾高气昂 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根本无法沟通 随着一声龙吼 黑色巨大龙口大张 只见一颗直径约百米的完美黑色圆球 缓缓从巨大龙口之中吐出 那黑色圆球 竟然散发着纯黑的光芒 简直诡异 众人 都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违和的黑色光芒 然而 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 巨大黑色圆球 从龙口吐出瞬间 地面众人 只觉得心头再次不可抑制地 被一股压抑至极的情绪笼罩 体内气血之力 隐隐有减弱的趋势 半空中的天机 更是眉头一皱 实力直线下滑 不到两个呼吸 天机 甚至此时的自己 对上之前的巨猿 恐怕一时间 还真的难分高下 天机下意识 扫了一眼地面众人凶物 发现那些凶物 似乎没收到多少影响 受到影响最大的 是神族 其次是人族 哼 现在 能好好谈判了吗 神族人 巨龙再次发出低沉 震慑人心的声音 显然是已经期待眼前 几个神族人 大惊失色的表情 然而 下一瞬 黑龙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情出现了 只见那个神族人 轻轻招手 自己的黑色龙珠 竟然就这么 与自己断绝所有联系 然后迅速缩小 落入那个 神界人之手 这 早知如此 宁愿臣服 也不愿失去 多年耗费无数心血 酝养的龙珠啊 不错 这还是本作来到 神界得到的第一剑之宝 看起来 对神族的压制 很是强烈 笑那了 方无名 稍微打量一下 这颗黑色龙珠 意念一动 直接收入储物界 黑龙大眼睛一瞪 就这么没了 自己最大的医障 竟然轻易 就被拿走了 有那么一瞬 黑龙感觉 这只是一场梦 肯定是今早起梦了 念在你如此懂事 竟然还会主动献保 本作决定 让你将功补过 毕竟不少人族 因你而死 这样吧 以后你就是 我人族的守护者 你可有意见 黑龙有些不敢相信自己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被迫屈服 自己这无数年来的 隐忍折服 好吧 只是个笑话 黑龙 愿听大人差遣 黑龙毕竟也是生灵 基本的求生欲 还是有的 这么多年都忍了 再忍一次又何妨 而且眼前几人的言行 似乎也是跟神族不太对付 只是可惜了 这么多年 唯一一次出门装大佬 不到半天就被打脸 难受 嗯 不错 还算不是太傻 下来吧 把地上的人族带走 第213章 天上 吓人了 黑色巨龙明显一愣 带走地上的人族 带去哪儿 黑龙不敢询问 地面众人 只见一只巨大龙肘 携带无与伦比 威势按压下来 不过 龙爪 只是悬浮 停留在千米高空之上 这个高度 已经足够地面的人族 一跃而上 果然 地面临天 众人面面相去 几乎又有犹豫 选择相信 高空的三人 纷纷分离一跃 落到龙爪之上 利哥众人见状 私下扫了一眼周围的 密密麻麻的凶物 莫办法 那巨大龙爪 似乎已经是最后的生路 利哥众人 虽对战神临天等人 不甚了解 但之前利哥 也是亲眼看到 战神临天等人 协助聚集地内 众人逃离的 这一点 就已经足以证明很多 弟兄们 我们也上去 那里 才是人族的希望 随着利哥 红亮声音传出 地面众人不再犹豫 纷纷跃上龙爪 此时 空中的方无明三人 也聊得差不多了 这是要去哪里 天机发问 方无明望向远处 地平线上的浮空陆地 眉头一挑 战神天机了然 之前就奇怪 到底此地 有谁能让陆地悬空 现在 一切都联系起来了 眼看地面众人 都已经跳上龙爪 方无明三人 前方带路 朝着悬空陆地前行 与此同时 某处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正悬浮于万米高空 宫殿整个 被包裹在一锦淡金色的光膜之内 在地面看去 宛如一轮耀眼娇阳 给这片土地 带来蓬勃生机 宫殿之内 一个身穿金色长袍 脑后 悬浮七个金色神环的神族人 正端座大殿主位 大殿中央两侧 站着两排神族人 皆是低头恭敬行礼 猎阳真神在上 昨日北部边垂一处矿区 貌似发生了动乱 据侦察小队 回报 北部深海底部突然崩碎 一头巨大黑龙 自深海直冲高空 那黑龙 实力强悍 而且 黑龙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黑金气息 侦察小队 一个照面 就已经全军覆没 这个汇报情况的 金色神界人 强行压住心中忐忑 还是把情况 如实汇报出来 本来 全军覆没 是无法传回消息的 但这些侦察小队出任务 一般都会携带一些 能实时将所见 画面传回总部的神器 这条消息汇报完毕 大殿再次陷入 绝对的安静 过了好一会儿 一个威严的声音 终于打破了 即将凝固的气氛 那处矿区的管理者 是何人 主位上的猎阳真神 那时刻燃烧 金色火焰的双眸紧盯着 刚才汇报情况之人 那人只觉得 自身皮肤上 温度骤然升高 温度透过皮肤渗入体内 瞬间心跳加速 回 回禀真神 是供吉 供吉 已经在那片矿区 待了三百个周期 从未掉脸 猎阳真神闻言 面不改色 那供吉现在何处 出了这样的事情 为何不第一时间上报 猎阳真神怒意上冲 大殿众人皆是胆战心惊 回禀真神 供吉 最后一次汇报消息 已经是在三个月之前 岂有此脸 全是一帮废物 哄 猎阳真神眼神一瞪 那个汇报情况之人 脑后 神环瞬间崩溃 紧接着身形化为 金色粉末 随风消散 即刻带领军队 前去镇压矿区 三日内 本神需要得到一个 完美的结果 现在 滚 猎阳真神此话一出 大殿中所有人心头一松 终于解脱了 至于带军队去镇压矿区 那都是那些 好战之人的任务 带多少人 那自然是有多少带多少 这次任务 要是再搞砸了 不知道 哪个倒霉鬼 又得化为灰烬 矿区内 方无明三人终于落地 前辈 独眼很是恭敬 行了一礼 方无明微微点头 扫了一眼周围 不错 独眼办事能力 还是可以的 小小的部落 已经出具形态 嗯 不错 待会儿还会有人足加入 到时候 你给安排一下 独眼闻言 心中暗道果然 刚才就看到远处 天边浓厚乌云袭来 那乌云深处 散发出震撼人心的压迫感 现在看来 应该是前辈的手笔了 前辈放心 人足现在证实 需要团结一致 对外的艰难时刻 独眼挺直腰杆 身形伟岸 战神此时已经收起脑后 两个神还 当然 这是方无名 交战神的方法 天机神族人的躯体 就无法收起神还了 这位士 战神忍不住发问 想不到此地人族 还有这样 身怀大义之人 简直就是相见恨晚 方无名失笑一声 似乎早有猜测 简单给几人介绍了一番 方无名 就不再理会 让他们自己相聊 因为 那黑色巨龙 已经临近 方无名 也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巨大的龙 而且 这巨龙似乎全身都是黑金 还能郁郁出黑色龙珠 方无名对其来历 很是好奇 不到半个时辰 这片悬浮的陆地之上 就已经被墨色乌云笼罩 在陆地上 众人疑惑抬头之下 只见高空乌云 竟然开始 吓人了 砰砰砰 不断有人重重落地 早已悬浮半空的 方无名满意 看着这一切 此地人足 再添八万 当然 这八万人不是立刻一个聚集地的功劳 而是一路上 碰到个其他聚集地之人 加起来的总和 现在此地人足总数 已经接近二十万 而且 最主要的是 别看此地这些人 一个两个跟原始人一样的装扮 但 实际上 每个人都曾经是一方霸主 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地 近二十万大地 正好这块悬浮的陆地 还没有取名 方无名略为思索 脑海中 自然而然浮现两字 天庭 全员大地 取这个名字 应该 不过分吧 方无名心中一笑 还是暂且缓一缓吧 这一片荒芜之地 一颗草的影子 都见不到 还是先等建设起来再取名吧 现在 还是先上去 跟那条黑龙了解一下此地的情况再说 方无名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下一瞬 已经来到黑龙巨大龙头之上 不得不说 这黑龙奶刀 是真的大 至身其上 原本在远处看 还挺对称的龙脚 现在 凹凸不平的地面 直冲云霄的巨大黑金柱子 此时 方无名 只觉得自己 只是身处一个 极为不规则的黑金山谷之中 第214章 凭空造物 神王伟丽 方无名略微欣赏黑龙头顶之时 不远处 一团灰雾 快速凝聚出一个人形 但没有五官 显然正是黑龙幻化的 主人 有何吩咐 黑影一成形 立刻传出声音 方无名满意点头 不错 上道 就冲这声主人 皮肉之苦可免 先将此地的情况大致说一下 方无名开门见山 懒得一个个问题询问 黑龙闻言 了然 略微思索一番 回禀主人 小龙并不知晓此地的由来 小龙自诞生起 一睁眼 就是在一块巨大黑金的包裹之下 那块巨大黑金 乃是在距离此地数十万里之外的深海之下 听到这里 方无名也是来了兴趣 深海 此地看着属实荒凉无比 没想到 还有海洋的存在 方无名还以为 这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光景呢 好似看出方无名神色中隐含的好奇 黑龙也是沿着这个话题继续开口 其实 我们脚下这块陆地 四面都是海洋 小龙从一些古老凶物那里 还得知 原本这块陆地 其实也是深埋海底的 可不知为何 有一天 这块陆地 就自深海之下浮了上来 形成如今的荒凉陆地 这块陆地 多处有着大量的黑金矿脉 所以 自然而然吸引来神族之人 说到这里 黑龙顿了顿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好一会儿 继续开口 小龙这么多年以来 从未见到有神族人 敢涉足深海 然而 其中原因 小龙并不知 小龙以为 此地不宜久留 此地的统治者 列阳真神 性情暴虐 相信很快此地产出 会迎来神族大军 镇压一切 黑龙说完 闭口不言 没办法 本来想一鼓作气 圈戈地盘 自立一个凶物王朝 没成想 中道崩磋 要是能自立凶物王朝 到时候跟列阳真神谈判 自己还是有 希望成为此地的王者的 可惜现在 眼前和未主人 可不像是会好好 坐下来谈判的样子 方无明文言 微微点头 自然知道 黑龙心中所想 而且 黑龙言下之意 是想让此地人族 迁移到大海之上 方无明思量再三 现在还不知道 列阳真神会派来多少人马 不过 此时下面的人族 还未成长起来 方无明相信 再给人族一点点时间 人族必定能崛起 在这片天空之下 争得一席之地 战神近身二环尾神 便是最好的说明 想到这里 方无明眼神一寒 黑龙哆嗦了一下 主人大可放心 有小龙震慑 海洋之上的凶物 不敢乱来 黑龙此话一出 方无明眼神稍微 相信这黑龙 还不敢拿自己小明开玩笑 不然也不会如此干脆的 就屈服于自己 方无明回到悬空陆地之上 傲力山巅 望着下方忙碌人群 方无明无奈摇头 自己啥时候 也开始为了人族的命运 而感到担忧了 果然 人是会变的吗 黑龙 开始吧 随着方无明一声令下 众人只见高空乌云迅速下降 不到二十个呼吸 原本还处于悬浮陆地之上的 墨色乌云 竟是已经来到悬浮陆地之下 一些好奇心中的人族 靠近陆地边缘 往下看去 整块陆地 似乎正在被什么巨大的凶物缠绕 那巨大凶物 在墨色乌云之间 若隐若现 紧接着 陆地上众人只觉得 脚下地面 正急速向一个移动 不过还好 方无明早有交代 此时并无人惊慌 只是心中还是惊叹于 如此伟丽 据说此次迁移目的地 远在数十万里之外 以目前的速度 估计得大半个月吧 都别发呆了 继续干活 还有侦查的弟兄 要是发现地面有人足 及时汇报 独演几位各自聚集地的领头人 此时已经不分彼此 皆是为了人族的未来 没必要分个高低先后 就算要分 也轮不到他们几个 现在 人族当之无愧的领袖 正奥立山巅呢 半个时辰过去 眼看一切正常 方无明随手甩出桌椅美酒 喝了几杯之后 闭目名思 得赶快熟悉自身力量 好应对接下来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 方无明一闭眼 就是半月过去 期间 天机战神等人前来探望过 可惜方无明并没有醒来的意思 这半个月过去 独演等人 又陆陆续续从地面吸纳数万流落各地 苟延残喘的人族 当然 独演没那个能耐 命令黑龙停下 所以只能放下绳索 好在地面上的人族 肉体都足够强悍 有了绳索的帮助 很轻易就能上到悬空陆地之上 随着人数逐渐增多 悬空陆地的建设速度 也是加快不少 然而 距离达到城市的规模 还是有着不短的距离 独演站在一处高地远远望去 虽此时一片荒芜 各种建筑也是简陋 但独演不知为何 心中没来由回想起 当年自己在仙界的风光霸业 宏伟宫殿 独演想着想着 眼神中浮现出憧憬 仿佛已经看到了 迅速拔地而起的宫殿 那宫殿宏伟霸气 宫殿之上 最显眼的位置 赫然雕刻两个大字 天庭 不仅如此 这座最为宏大的宫殿周围 同时出现不少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整块悬空陆地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在快速眼变成独演心中的模样 确切的是 是所有背景离乡 不知道已经多少年的仙界人 心中所想的模样 仙界的味道 独演甚至已经闻到了久违的花香 不对 这不是自己的异想 这 这竟然是真的 所有人都是一愣 手中动作停滞 不敢置信 天机战神灵天己人 瞬间就想到了 山巅上躺着的方无明 此时 方无明缓缓睁开双眼 四下扫了一眼 原本的荒山之巅 此时已经是生机盎然 方无明此时 也是身处于一个小院之中 不知 跟无明仙宫里的小院 别无二致 没想到 还真成了 看来神王的力量 自己了解的 还只是冰山一角啊 方无明缓缓起身 嘀咕两句 赶来的天机三人 正好听到方无明自言自语 心中皆是震惊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曾几何时 大家还是在同一气跑线上 甚至方无明直到仙界 才成为先帝的 没成想 现在 方无明已经成为了无法想象 无法理解的存在 嘿嘿 你们来了 怎么样 天庭这个名字如何 第215章 新的可能 破耳后立 天庭 天机几人对视一眼 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别愣着了 来 喝两杯 方无明心情愉悦 一甩手 眼前石桌之上 顿时出现几个精致酒杯 两葫芦桃鲜酿 天机几人也不客气 落座 真满酒杯 众人举杯引进一杯 战神这才想起此行目的 我们这次来 是想跟你说说 修炼道路开辟之时的 其实半个月前 已有一些进展 只是当时你处于入定状态 就没打扰你 看来 你这次入定 效果很是明显啊 战神不卑不亢 忍不住上下打量方无明 方无明面带微笑 微微点头 心中满意 哦 有何进展 说说看 战神文言点头 稍微斟酌言语 是这样的 经过我不断研磨 我发现我体内的力量 跟那两个神族人体内的力量 并无区别 但 我并未受到黑金的压制 很是奇怪 既然力量是同一种力量 那就只能是身体的原因了 我早年本体被毁 后来找到转世身 融合转世身 也就是狐卫 可是后来 转世身在一次次战斗之下 已经崩溃殆尽 在之前与凶物大军大战之时 我感受到 自身躯体自内而外 逐渐崩溃 当时我心中只剩死战的信念 并未去阻止身体崩溃 不停迸发出体内力量 最终 突破 获得新的力量 所以 我认为 新的先修行之路 应该是 不破不立 战神最后一句话 说得斩钉截铁 目光落到方无明身上 想得到方无明的认可 天机跟灵天目光 也是看向方无明 方无明闻言 食指轻敲桌面 微微点头 并未开口 方无明想起 之前晋升神王之时 当时自身也是 瞬间崩溃 最终无奈躲进 混沌允天珠内 这才得以保住 元神不灭 但现在想来 说不定 当时没有混沌允天珠 自己也能成功 重塑神王之躯 从而晋升神王 因为战神这家伙 晋升二环尾神 显然是没有 特意保住自身元神的 依旧成功晋升 难道 先帝之躯 想进化为神躯 真的只能破耳后利吗 但是 真的每个仙界人 都能成功破耳后利吗 会不会跟杜杰一样 有成功 有失败呢 显然 破耳后利这招 要是失败 那就真美了 神躯跟元神一起崩溃 一聊百聊 不对 自己有混沌允天珠啊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混沌允天珠内部世界 跟外部世界完全隔绝 自称一方混沌宇宙 元神躲入其中 理应不受外部世界变化的影响 不过万事无绝对 我也觉得此法可行 可是 依旧有失败身陨的风险 还是得有人身先士卒 去尝试才行啊 方无名说出自己的疑虑 那还用说 我肯定是当人不让了 如今 你们一个个的 都成神了 我可不能拖后腿 灵天笑着说道 笑容中夹杂些许落寞 最近几场战斗 实在是没出到什么力气 在场无人开口 这可是要命的尝试 说不定一不小心 就真没了 虽不想让灵天涉险 但眼下必须有人 踏出这第一步 我知道 你们在想什么 别 我灵天一生 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这个体现 自己价值的时刻 我可不让给别人 灵天脸上爽朗 笑容不减 自顾自端起酒杯 惯了一口 战神跟天机 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欲言又止 哈哈 也没你们想象的 那么凶险 独眼 别在那偷听了 进来吧 方无名突然开口 院子大门外的独眼闻言 老脸微红 不过下一瞬 迅速恢复冷峻模样 直接踏入院子 诸位 你们已经为神界人族 付出太多 这种风险 还是由在下来承担吧 我独眼早就想强行突破 只可惜 之前碍于众多追随的 弟兄无人照看 这才一直隐忍不发 这么多年来 一直与那些凶物战斗 我感觉我体内的力量 已经积攒到极限 独眼铁塔般的身形 语气低沉红量 不容置疑 方无名目光 落到独眼身上 此时 在方无名视角下 独眼体内的积攒的力量 确实已经快到极限 即使独眼现在不突破 再过个几年 只怕也是会被体内力量撑爆 到时候 能不能扑而后利 可就不太清楚了 反倒是临天 似乎还差不少火候 众人目光再次落到方无名身上 方无名略微私存 好 既然如此 那你们两个 就一起尝试突破吧 放心 有我在 绝不会让你们陨落 这是混沌陨天珠 内部自成世界 在我的掌控之下 里面的世界不受因果干扰 能否突破成功 完全看你们个人 方无名说着 一抬手 一颗圆珠浮现掌心 正是混沌陨天珠 混沌陨天珠一出 在场众人立刻感觉身上一青 似乎有什么重物 从自己身上瞬间消失 但一下子 又说不上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消失了 好 今日 我必不让诸位失望 还有我 独眼跟灵天 双双冲入混沌陨天珠内部 方无名心神 沉入混沌陨天珠 混沌陨天珠内部空间 极为广阔 独眼跟灵天两人 各自身处一方 并无法相互感知到对方 独眼快速盘坐入定 身上气势快速膨胀 不到十个呼吸 独眼身上 竟然就已经出现 细微的白色裂纹 不对 细看之下 并不是裂纹 而极其细微的白色符纹 哄 独眼一咬牙 身上气势再次攀升 额头轻轻抱起 然而 方无名却知道 独眼的身体 距离崩溃 还差得远 再这么下去 独眼只会力竭 最终 不仅突破失败 身体还会受到严重损失 战力直线下降 方无名眉头微皱 不应该啊 独眼的积累 明显要比战神 更加深厚才对啊 为何战神两三下 就突破了 而战神 却如此艰难呢 难道真是 战神无形逆天 也不对 别看独眼五大三粗的 能成为一个 时代的领军人物 悟性怎么会低了呢 方无名眉头紧皱 脑海中快速思索 不是积累的问题 也不是悟性的问题 那么 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方无名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第216章 黑色龙珠防御阵法 方无名一下子起身 意念一动 眼前混沌陨天珠之上 顿时无数细微光线 自内而外射出 混沌陨天珠内的独眼 只见周围原本深邃黑暗的虚空之中 顿时出现无数巨大虚空裂缝 从那巨大虚空裂缝之中 独眼能清晰感知到 有什么东西 正迅速流入这方虚空世界 独眼只觉得 自身体内 已经快到爆发到极限的力量 此时突然如山红爆发 再次猛烈攀升 哄 独眼身上一物瞬间粉碎 眼中喷出白色烈焰 独眼的躯体 正在崩溃 自内而外的崩溃 独眼目前这情况 方无名也是不知该如何应对 战神突破时 可没这么猛烈的崩溃趋势 方无名眉头一皱 只能强行稳住独眼原神 在混沌陨天珠世界内 方无名的意志 就是天道 天道 想保住一个人的原神 问题还是不大的 这也是方无名敢出言承诺 不会有人陨落的最大一掌 碰 独眼身躯轰然粉碎 方无名眼神一鸣 强行凝聚独眼即将崩溃的原神 下一瞬 独眼周围散落的金色能量粒子 快速朝独眼原神体汇聚 不到一个呼吸 一个崭新的独眼重新凝聚 不 此时的独眼 另外一只眼睛也已经恢复如初 不再是独眼了 以后 只能称之为屠龙者了 屠龙者双眼猛然睁开 脑后浮现神环 一个 两个 三个 竟然一下子突破到三环尾神 方无名心中欣喜之际 忽然感应到混沌陨天珠中另一边的灵天 此时的灵天 体内积累的能量 似乎不够 然而 灵天以自身建议 冲破那最后一道障碍 躯体瞬间崩碎 转化为无数能量粒子 散落周遭 这回 有经验了 方无名轻车熟路 稳固灵天原神 没有任何意外 灵天也突破尾神 不过 仅是一环 战神跟天机 无法感知到 混沌陨天珠内部情况 此时脸色焦急 你俩放心吧 我已经找到正确的路线了 之前我还怕外部世界 会影响到混沌陨天珠里面的世界 之后发现 没有外面世界的能量注入 是无法突破的 或许 神族力量的来源 正是神界本身 方无名话音刚落 混沌陨天珠之中 两道金光射出 正是屠龙者与灵天两人 多谢前辈成全 屠龙者一出来 立马抱拳感谢 此时屠龙者只觉得浑身舒爽 周围的游移在空气中的黑金粉末 已经对自己造不成任何压制 跟普通的尘埃差不多 眼看灵天也要开口感谢 方无名赶紧抬手制止 你们不必多言 也多亏了你们敢于尝试 现在 我似乎已经掌握了仙界人 在神界的突破之法 方无名说到这 停顿下来 看着手中的混沌陨天珠 以后 这珠子 就是我们天庭专门突破的地方 方无名话音一落 一甩手 混沌陨天珠脱手而出 飞至高空 最终停留在天庭正上方 宛如一颗彩色的太阳 照耀整个天庭 好 我们这就去安排 战神神色激动 来到神界这么久 今天 终于是看到 人族在神界崛起的希望了 真真切切的希望 要是此地人族都能突破 以后人族在神界 就真的是站稳脚跟了 这几个家伙 很是上心此事 没聊几句 就全跑了 方无名懒得去露面 索性继续窝在自己院子里 继续闭目入定 只需留一丝神念 镇守混沌陨天珠内部即可 足够此地所有人突破了 时间一黄眼 又过去三天 这三天 天庭大陆所有人都已经完成突破 不过大部分都是一环尾神 二环尾神十几人 皆是常年在一线拼杀之人 三环尾神 目前就屠龙者一人 不过那家伙 似乎已经习惯了 使用一只眼睛看世界 重新给自己弄了个霸气眼罩 重新做回独眼 除此之外 天庭大陆终于进入海域上空 此时 用肉眼看 已经看不到任何陆地 天庭依然来到黑龙之前修行之地 海中诸多大型凶物潜伏 不过在黑龙的威压震慑之下 倒也显得老实 并未对天庭发起攻击 方无名依旧躺在山巅小院之中 但并不是真的在摆烂 而是处于入定状态 此时天庭附近方圆十几万里的 一切风吹草动 皆在方无名掌控之下 而且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突然间 方无名眼皮吸动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在方无名神念视角之下 已经是十几万神界人 浩浩荡荡袭袭来 看他们整齐的队形 显然是训练有素的神族军队 方无名双眼缓缓睁开 那来势汹汹的十几万神界军队 并不足为虑 抬手便可抹去 不过还是得加固一下天庭防御 方无名略微思索了一会儿 突然抬手 掌心瞬间出现一颗 散发着黑光的圆珠 正是从黑龙那弄来的黑色龙珠 这颗黑色龙珠 在方无名看来 没什么大用 最大的用处 就是能压制神族 拿着龙珠来做防御 再好不过 拿定主意之后 方无名意念一动 瞬间 小院内冒出无数黑色龙珠 这些黑色龙珠 好似拥有了生命 直接冲出方无名小院 自动飞到天庭大陆之外 不到十几个呼吸 整个天庭周围 无数黑色龙珠环绕 每一颗黑色龙珠 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 看似杂乱无章 实则有条不紊 哗啦啦 天庭下方海面 顿时掀起滔天巨浪 从海面探出一颗硕大的黑龙头 黑龙此时 只觉得自己的世界 受到极大打击 是不是早上起猛了 天上怎么那么多龙珠 黑龙 神族军队 就交给你了 你也该起点作用了 黑龙愣神怀疑龙声之时 突然收到方无名传音 半个时辰之后 正在海上急速行进的神族军队 队伍前方一个脑袋 顶着三个神环的神族人一抬手 示意队伍停止前进 还没等那三环真神 仔细探查海底之下的具体情况 哗啦啦 一只朔大龙头猛然冲出海面 一口下去 嘎嘣脆 神族军队顿时少了一大半 剩下的一小半 早已四散奔逃 队形瞬间乱成一团 神族 此地海与海水 都是黑金粉末 你们竟然还敢出海 今日 本龙王教你们 有来无回 第217章 躺出一个美好未来 哼 聂畜 区区一环真神 也敢放肆 头顶三个神环的神族 抱贺一声 抬手虚暗 顿时 一只金色巨掌 袭向黑龙 黑龙不慌不忙 张开深渊巨口 吐出三颗黑色龙珠 三颗黑色龙珠 互相吸引缠绕旋转 速度越来越快 转眼间 形成一个黑色圆盘 碰 金色巨掌 轰在黑色圆盘之上 金色巨掌轰然炸裂 然而黑色圆盘 去世不减 不振 头顶三个神环的神族 再次抱贺 黑龙闻言 这才惊绝 刚才那些神族 并不是胡乱逃窜 竟是各自寻找 合适方位 不振 黑龙发现的 还是太晚了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黑龙所在海域 已经被圆形的金色光球 直接笼罩在内 好 黑龙怒吼一声 那黑色圆盘速度再增 轰隆隆 黑色圆盘 轰击在金色光球之上 竟是无法轰出一个缺口 想不到这金色光球 强度如此之高 而且 似乎不受黑色龙珠压制 此时的黑龙 已是瘟中之变 哼 畜生罢了 真以为我神族 没有治你的手段 可笑 不到十万神族战士 就能轻易压制你 不过 念你修成真神不易 本神将给你一个臣服的机会 以后 为神族镇守矿区 好 黑龙无能狂怒 原本以为从主人那里得到 三颗龙珠的自己 在这一片海域 已经天下无敌 没想到 一个照面 直接被生情 简直奇耻大如 几个月之内 连续被打脸 我黑龙不要面子的吗 好 又是一声震天怒吼 巨大声波 直接将海面震出狂风巨浪 黑龙整个躯体 在海面翻腾 真正的神龙剑 手不见尾 坚硬的黑色鳞片之上 此时隐隐有黑色电流闪动 黑龙 也是动了真怒 吼 随着黑龙全力一吼 哗啦啦 原本就不平静的海面 顿时惊陷滔天巨浪 那些巨浪眨眼间 已经升起数千丈 仿佛活了过来 周围维持阵法的神族 瞬间被巨浪卷走一大半 围困住黑龙的金色光球 正缓缓消散 哼 神族 记住了 在这片海域 本王才是一切 你们的猎羊真神来了 也只能是同一个下场 好 随着滔天巨浪不断席卷 维持困阵的神族战士 皆是被巨浪卷入海底 这海水本就对神族有极大压制 被卷入海底 更近距离接触海底的黑金矿脉 这些神族战士 此时连海底深处那些凶物都难以抗衡 转眼间成了深海凶物的口粮 围困住黑龙的金色光球 也是转眼消散 黑龙重获自由 重新证明了 自己才是这片海域的王 在这里 整片海洋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除非真神以上 强者降临 畜生 竟敢冒犯猎羊真神 既然如此 你就算是想臣服 也没有机会了 海面上仅剩的那个三环真神 此时也是怒意横生 竟然转眼间 全军覆没 这要是搞不定眼前的畜生 回到猎羊真神那里 自己也是死路一条 只见那三环真神 抬手一点眉心 直接从眉心 扯出一根金色锁链 金色锁链上金色垫蛇跳动 威士直逼黑龙心神 黑龙心中一惊 神器 这还是黑龙第一次亲眼见到所谓的神器 传说中 神器是神族诞生之时 直接出现在神族神海之中 也就是神族眉心下的一处特殊空间 这个特殊空间 就是神族日常存放随身之物的空间 死亡后 空间消散 里面的物品 也是无法寻回 当然 并不是每个神族都有神器半生 然而 只要有神器半生 祭出神器战斗 战力大增 黑龙一瞬间 就已经有了判断 这波 不能硬扛 黑龙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一头扎进深海 只希望这海水 能稍微阻挡一下神器之威 哼 畜上 现在想跑 晚了 那三环真神 神族面目猙獰 手中金色锁链 上金色电弧更胜 奋力一甩 金色锁链 仿佛直接锁定黑龙灵魂 直冲海底深处 那黑黑色身影 黑龙拼命跑落 海面上三环真神眼神凶狠 再次发裂 体表金色瞬间暗淡不少 显然也是竭尽所能 不惜耗费大量神族本源 下一瞬 金色锁链陡然加速 破 金色锁链如利剑 竟然轻松刺穿 黑龙坚硬黑金灵片 眼看金色锁链就要冲入黑龙身体 紧紧锁住黑龙巨大心脏之际 黑龙惊恐的神色瞬间凝固 同时凝固的 还有刺入黑龙体内的金色锁链 海面之上的三环真神 整个身体也是陷入绝对静止 不准确 准确地说 此时这片海域 整片空间陷入绝对静止之中 然而 就在这绝对静止之中 一个很不和谐的身影突然浮现 这个身影并未静止 一切如常 正是方无名 方无名就这么在虚空之中 如履平地 慢慢悠悠走来那三环真神跟前 上下打亮了一眼 这位神族 从其凝固的猙獰神情来看 应该是气得不轻 方无名抬手 直接抓住那金色锁链 用力一扯 金色锁链瞬间脱离静止状态 被方无名收起 悬浮掌心之上 方无名也是好奇 这根金色锁链竟然能轻易洞穿 黑龙躯体 看来是个宝贝 笑那了 方无名转身就要离去 临走前 意念一动 那三环真神脑后 三个神环纷纷碎裂 依旧凝聚于空中 下一瞬 方无名从虚空中踏出 回到自己小院子里 看到另一个方无名 依旧躺在躺椅上闭目入定 此地的一切 也是绝对静止的状态 方无名轻笑一声 也是躺到躺椅之上 跟原本在躺椅之上的方 无名重合 下一瞬 一切重新恢复动态 躺椅上的方无名 也缓缓睁开双眼 神采奕奕 没想到这次入定 竟然领悟了新的技巧 果然 七环神王境 其乐无穷啊 以后 有空的多躺躺 就是不知道 其他神王 是不是也有 类似的手段 这一手绝对静止 属实有些变态了 要是其他神王施展 绝对静止前来袭击 那还真有点悬 说不定不知不觉间 就跟刚才那个三环真神一样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算了 还是继续躺着吧 躺出一个美好未来 与此同时 已经紧贴海底的黑龙 只觉得 后心一阵刺痛 玩犊子了 烦大彻 第218章 时间神王 消失的时间 就在黑龙心中懊悔 不该装逼之时 惊喜发现 后心的伤口 正快速恢复 黑龙仔细感受一番 嗯 那神器金色锁链 竟然不翼而飞了 黑龙神念下意识 探出海面 刚好看到那三环真神 身体化作金色灰烬 消散的最后一瞬 黑空一个哆嗦 不用问都知道 这是谁的手别 看来自己那位主人的实力 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恐怖 黑龙此时 只觉得自己想自立一个 王朝的梦想 算是彻底破灭了 以后还是老老实实 在天庭之下海底蹲着吧 黑龙就这么继续躺在海底 一动不动 损坏的鳞片 也是快速吸收海底黑金矿脉 修复自身 不到两个呼吸 身上伤势恢复如初 海面之上 万米高空 宏伟天庭静静悬浮 天庭之上 人族大多数依旧在修炼 无人察觉到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 此时 一处静谧虚空之中 无数荒凉星辰 漫无目的漂浮 其中一颗星辰之上 一个通体银白色的身影 缓缓睁开双眼 同时 其脑后的七个神环 逐渐亮起 一个陌生的神王 哼 有意思 貌似 还是掌控时间的神王 不过 似乎还不够娴熟 不然 刚才那一下 估计整个神界 无人能察觉 那平白无故消失的 几个呼吸的事件 通体银白色的神族 似在自言自语 又似跟人交谈 下一瞬 又是两个神族 直接从虚空之中踏出 来到银白色神族跟前 暗月神王 血月神王 你们两人 也察觉到了吗 银白色神族率先开口 目光落到两位六环神王身上 星月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说吧 这次出现的神王 是否可以拉拢 如果不行 那就按老规矩 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位时间神王 足以颠覆整颗神界 不得不防 星月神王闻言 无奈摇头 这两个家伙 还是如此急躁 先静观其变吧 按照估算 三个月之内 那时间 神王应该还不足以 对我造成威胁 此事 我亲自去处理 你们两个 还是不要善离指手的好 暗月与血月两位神王闻言 对视一眼 不再言语 再次踏入虚空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猎阳真神大殿内 所有人皆是紧盯着 大殿上的投影 只见投影内 一头巨大黑龙 一口下去 直接覆灭将近十万神族战士 紧接着 其余神族战士 迅速布下困阵 然而 在海上战斗 依旧不敌黑龙 最终 大军统领 祭出神器锁链 正在大殿内 众人以为那黑龙 即将辅诛之际 下一瞬 毫无征兆 那位三环真神统领 直接申语 看到这一幕 大殿内所有人 顿时大气不敢出 生怕触怒王座之上的 列阳真神 此时 就连主位上的列阳真神 也是神情一致 竟也是看不懂 投影画面里的情况 过了好一会儿 岂有此脸 真是一群废物 列阳真神双眼 喷出橙色烈焰 木火滔天 十几万神族战士 竟然连矿区 一头凶物都搞不定 就在列阳真神圣怒之下 准备在大殿之中 随机挑选一名 幸运观众领盒饭之时 从今日起 此地矿区 由本王亲自监管 你们所有人 自行离去 一个银白色身影 无声无息 突然出现在大殿之内 众人看清 银白色身影的瞬间 毫不犹豫 统统下跪 就连刚才还在暴怒的列阳真神 此时 也是赶紧跌落王座 双膝下跪 拜见星月神王 大殿内所有人 一口同声 显得无比尊敬 列阳真神 此时心中也是既惶恐 又兴奋 没想到 自己有生之年 竟然能亲眼目睹 一位七环神王的风采 而且还是星月神王 传说中 星月神王 可是神族的大英雄 数次力挽狂澜 将神族从深渊之中 硬生生扯了出来 这才有了如今的神剑 然而 激动之余 列阳真神 很快想起星月神王 刚才所说 星月神王 为何要亲自来监管矿区呢 这根本不符合 星月神王的身份 列阳真神 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 星月神王 是看中了此地的黑金矿 下一顺 列阳真神赶紧否定 这个明显智障的猜想 以星月神王的地位 跟威望 想要多少黑金 只是一句话的事 大殿内众人胡乱猜测之际 星月神王 似乎没有继续停留此地的意思 下一瞬 身形直接消失 大殿内众人 如释重负 又过了好一会儿 快 通知下去 自今日起 列阳所属矿区 皆由星月神王掌管 各大矿区 所有列阳所属 全部撤出 速决 列阳真神 爆喝一声 终于是将大殿内众人 拉回现实 列阳真神 作为七环真神竞强者 坐镇北部黑金矿迈 已经无数年月 北部黑金矿迈 又分为十数个矿区 除了其中一个矿区 出了差错 其余矿区 都是有条不紊 输出大量黑金 但是现在情况有变 一切听从星月神王 安排布置 而星月神王的唯一安排 就是 此地所有神族 迅速撤离 这一天 北部黑金矿迈 各大矿区神族突然离去 各大矿区 纷纷揭杆而起 然而 大多数矿工 刚脱离神族魔爪 又落入矿区 众多凶物之口 煞时间 各大矿区 损失惨重 然而 无人在意这些 身处海域之上 天庭的方无名众人 自然也不知道这一切 不过方无名 通过那两个神族之人 倒是了解到 其他矿区的一些 基本情况 每个矿区 都连接着一个世界 有些矿区 矿工需求量大的 甚至连接两个以上的世界 不过 每个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不同 就比如 方无名原本的世界 就是一个修仙世界 而其他矿区的世界 有可能是 另一种文明 不过 最终都是为神界 源源不断提供肉体 强横的劳力 而且 这些劳力 来到神界之后 实力都会受到大幅度削弱 只剩强横肉体 方无名这几天闲来无事 对于其他矿区 倒是挺感兴趣的 正打算抽空去瞧一瞧 除了想见识一些 其他世界文明 主要还是想研究一下 如何重新打开 前往仙界的通道 据说神界一天 仙界那边 可能就会过去万年 这要是再担得下去 估计就见不到 无名仙宫最后一面了吧 然而 方无名刚从唐椅上起身 正想动身 前往其他矿区之时 下一瞬 忽然 眉头一皱 心头一惊 有强者来袭 第二百一十九章 神族崛起之地 方无名双瞳 瞬间化为金色 眼神一凝 下一瞬 微风消失 空中尘埃凝固 天庭大陆之上 所有人定格 天庭之下 海面宛如被突然冻住 眨眼间 整个世界陷入寂静之中 然而方无名心绪 并未放松下来 并没有世人 接罪我独醒的安全感 反而是心中 惊召顿生 因为 此时有一个银白色身影 竟然若无其事 缓缓飞往天庭大陆 方无名感知之下 那银白色身影 深周模糊不清 似乎是处于 另外一个时空 其身上散发的 强大气息 方无名很轻易 就大概判断 出来人的境界 竟然也是一名 七环神王 这还是方无名 来到神界后 碰到的最强大的存在 神界广袤 神王不过百位 原本以为 起码再过个百万年 才可能会碰上 神王进强者 没想到 这才过去几个月 就有人上门了 看来 神王强者之间 能存在某种感应 只是目前的自己 还不知道罢了 方无名心念电传 不过看来人的气势 似乎并不打算 一上来就动手 方无名迅速收敛心神 净等来人 真是难得 想不到你们这个种族 也诞生了自己的神王 银白色身影 似乎也感应到 方无名 并不打算直接动手 所以主动开口 其声音 好似从四面八方袭来 阁下不请自来 所为何事 方无名话音刚落 下一瞬 小院里 一道银白色身影 踏出虚空 方无名感觉得到 对方身上自然而然释放出 与自己同等的生命层次气息 脑后七个神环 更是缓缓转动 阁下不必过于谨慎 我名星月 不知阁下如何撑火 星月语气很是客气 方无名一时间摸不清 对方来意 不过看这样子 不是来找事的 天庭之主 无名 方无名想了想 还是觉得 该给自己加个称号 比较拉风 星月文言 笑了笑 似乎并未打算深究 方无名的这个称谓 那就长话短说了 此地乃是我神族主要的 黑金矿产地之一 容不得闪失 阁下如此实力 突然出现在神族矿区 实在是让人难以放心啊 阁下 可愿意与我神族联盟 星月三两句话 直接开门见山 方无名文言了然 这摆明了不愿意联盟的话 要么离开 要么开战嘛 方无名不动声色 扫了一眼星月 别看这家伙神色和煦 言语倒是挺冰冷 不过 就是不知道 他的实力 是不是跟他的 言语一样有攻击力 方无名瞳孔金色光芒闪烁 暗中发力 周围空间 瞬间变得更加凝实 稳固如尖兵 星月身周模糊的光运 似乎更加清晰了一些 星月眉头微皱 随即轻松一笑 阁下不必如此 你我虽神力相尽 但论熟练运用程度 阁下还需要一些时间 星月说话间 深周银白色光运更胜 神色如常 并未感受到什么不是 见状 方无名也收了力 看来真拿对方没办法 不过 对方应该也拿自己没办法 不然 此时就是大动干戈 而不是和和气气谈话了 方无名对于神族 印象不是太好 要跟神族联盟 就算自己答应了 战神天机他们 估计心里也会有话说 况且 自己对神族也不了解 此事 还是稍后再做打算的好 熟练运用神力 如何才算是熟练运用呢 方无名画风一转 先问点有用的 星月也不在意 并未吝啬讲解 阁下掌握的是时间 而我 掌握空间 刚才我踏破虚空来此 阁下可有感应到虚空波动 方无名闻言 这才突然想起 刚才这家伙 就这么突然出现 当时 自己还觉得怪怪的 原来如此 竟然宛如 与空间融为一体 天下之大 来去自如 毫无波动 无法察觉 连自己这个七环神王 都无法察觉 那就不用说其他人了 眼看方无名神色 严肃思索 星月面露满意之色 继续解释 阁下的时间静止 要是连我都察觉不到的话 就算是熟练运用了 到时 阁下在神界 再无敌手 星月也是 不吝啬夸赞一番 方无名神色一严肃 如此说来 如今的神界 七环神王 已经是极限了吗 没有八环九环的存在了吗 方无名心中念头 快速转动 神王静 凭空造物 应该也算是熟练运用的一种吧 方无名 觉得自己在十几个呼吸之间 就将一块直进五百里的荒芜之地 转化为如今金帝辉煌的天庭 而且 得心应受 这不算熟练多 方无名也只是一时想起此事 顺口一问 没想到 星月终于第一次皱起眉头 凭空造物 是何意 嗯 应该算吧 阁下不必拖延时间了 与神族联盟之事 不可拖延太久 神族也没有更多时间 与阁下纠缠 星月显然是没想到 还能被一个新出现的神王给问盟 直接将话题带入主题 方无名也知道 这次是蒙混不过去了 略微思索 我人族并不了解神族 况且 无数年来 神族残杀无数人族 这可不是你们三言两语 舅舅能化解的 残杀 看来阁下 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 还真是少得可怜 星月直接打断方无名言语 似乎听到了什么让他不悦的话语 阁下可曾想过 为何神族需要黑金来提取能量 却无法长期接触黑金 难道是神族愚蠢到非要去 使用这些对自身有害的能源吗 星月神色也终于是变得严肃 甚至有些悲痛之意 这个世界 原本并不叫神界 之所以称为神界 是因为 我们神族 像你们仙界人一样 从矿区崛起 最终无数仙猎血撒山河 在这个世界 为我神族争取到了生存空间 我神族根基未稳 因此 还没找到新的修炼能量 只能使用现有的黑金 而且 这些黑金能源 我神族也是 用于保卫这片净土 不然 哪有什么仙界 灵界真界 早就覆灭化为尘埃 在前线御血厮杀的 是我神族 别的种族 在后方 也需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才有资格生存下去 无奈 总是有一些生灵 不满现状 平停暴乱 与其解释 却是以为我神族 以此来麻痹他们 新月说到这 情绪略显激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如梗在喉 不吐不快 第220章 人族后方 新月难得 呼吸紊乱几分 看来是真被自己的话 给刺激到了 这也许就是 关系则乱吧 方无名 全程眉头紧皱 这也太匪一所思了 原来神族 也只是一个 被压迫的种族 崛起而来的 受谁的压迫 难不成 神界还有比神族 更加强大的种族吗 一瞬间 无数疑问 充斥方无名脑海 好似看出方 无名此时得到疑惑 新月稍微稳定了情绪 继续开口 神族 并不是你们的敌人 多说无用 以后 你们自会发现真相 现在 我需要明确知道 仙界 不会在神族后方 发起动乱 新月恢复了往日的威压 神王特有的 威严竞险无疑 方无名闻言 收回新神 虽不知道 和新月神王到底有何手段 自己也并不惧怕 只是 以新月神王神出鬼没的本事 只怕这天庭难以撑过一息 就会灰飞烟灭 这大概也是新月神王觉得 神族在这次谈判中 占据主动的原因吧 方无名神识下意识 扫过整个天庭 战神 天机 灵天 独眼 所有人 眼底深处都有一个名为希望的火种 坚信人族也能在这里 争得一席之地 方无名心中轻叹 联盟可以 不过 人族不再受神族驱使 人族承诺 暂时不与神族为敌 人族行动 都要有自己的主动权 除此之外 新月神王 你需要帮忙 重新打开通往仙界的虚空通道 方无名说完 眼神坚定 不容置疑 仿佛这已经是人族 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新月神王眼神一鸣 不过 这个结果 显然已经是比较好的结果了 现在 神族可不能真的跟一位七环神王死客 两位七环神王 就这么对视 足足过了十几个呼吸 好 不过 神族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那就是 如果真的到了最终一战的地步 阁下必须出手 共抗外敌 只要阁下同意 我立刻可以开启 前往仙界的通道 让人族 能源源不断 从仙界补充而来 长胜不衰 新月神王言语间 似乎开辟通往仙界的通道 对于他这个空间神王来说 简直不值一提 好 一言为定 方无名此话一出 从此之后 人族神族 暂时统一战线 新月神王 神色也是 瞬间缓和下来 对于外敌 新月从没有什么好脸色 对于自己人 即使只是暂时的盟友 新月也不会冷眼相待 既然如此 那就在此地开辟通道吧 新月神王话落 神形一闪 下一瞬 已经出现在天庭正上方 周围众多黑色龙珠 似乎失去效果 并未对新月神王 造成什么明显的压制 只见新月神王 傲力虚空 双眼紧闭 似乎正在感应着什么 下一瞬 新月神王双眼 猛然睁开 双瞳迸发出 银白色烈焰 抬手轻点眉心 竟是直接从眉心 取出半生神气 一把战斧 一面是锤 一面是斧刃 新月抱贺一声 双手紧握战斧 奋力一挥 碰 战斧杂中虚空 竟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煞时间 剧烈的空间波动 席卷方圆数万里 这整片虚空 似乎都濒临崩溃 不过 新月神王 仅是目光一鸣 周围虚空 顿时重新变得稳定下来 方无明暗暗心惊 这种 对于空间的掌控能力 确实非同反响 好似空间 就是它的躯体一般 欲动则动 欲敬则敬 方无明心中 惊讶之际 高空中的新月 早已收回半生神气 重新回到方无明小院内 方无明 也从那个争鸣的 虚空裂缝之中 感应到了久违的气息 就这么简单 不是说还要研究 什么七七八八的 起码几年起步吗 好吧 实力强大 就是不一样 真期待自己 也能迅速变得如此强大 到时候 人足是去是流 无人再能左右 好了 期待与你并肩 作战的那一天 无明神王 新月微笑着说了最后一句 身形缓缓消失 直到新月神王气息 完全从此的消失 方无明瞳孔惊涩 这才迅速收敛 周围的一切 重新回归动态 下一瞬 天庭之中所有人 第一时间察觉到 高空之中的 争鸣裂缝 那是什么 我 我感应到了 仙界的气息 对 绝对不会错的 大家先别冲动 或许有诈 用不了多久时间 方无明放下酒杯 果然 天机战神 独眼几人 已经来到院外 几人进到院子 目光齐齐落到 方无明身上 却并未有人开口 总感觉今日的方无明 似乎有些不一样 多了些忧郁之色 不错 那正是 返回仙界的通道 今后 你们要是想回去 也可以返回仙界了 方无明面带微笑 淡然说道 至于人族 跟神族之间的关系 方无明 现在并不想说什么 战神跟天机他们 还不确定 但至少独眼 肯定是跟神族 水火不容的 可这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要是强行开战 估计此时 眼前的这些老友 早已殒命 总要有人 默默来承受这一切 方无明 微不可查探了一声 下意识再次端起酒杯 这是咋了 怎么闷闷不乐的 能返回仙界 是好事啊 无明先攻 那帮没心没肺的 现在估计 因为找不到自家宗主 而整天以泪洗面呢 天机率先打破 沉重气氛 自顾自上桌 战神独眼 临天几人 也是察觉到方 无明此时 情绪有些反常 要知道平时这家伙 可是什么都不往心里去的 明明付出的最多 却总是一副 事不关己的模样 方无明闻言 无奈微笑摇头 一甩手 桌上多了几个酒杯 战神独眼 临天几人 也是上桌 天机主动承担起 倒酒的活 前辈 我独眼 平时话不多 但今日 无论如何 请容许我说两句 前辈这些十日以来 对人族的付出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 不管其他人如何想 反正以后 前辈说什么 独眼就做什么 绝无二心 因为我们都相信 前辈所做的一切 都是有苦衷的 都是在为人族考虑的 独眼说完 赶紧举杯饮镜 不知道是酒精太大 还是第一次说 这么煽情的话 独眼竟是有些脸红 众人见状 哄堂大笑 其乐融融 方无明眉间阴郁 也是消散 管他呢 自己问心无愧 天机 你们安排一下 彻底打通 前往仙界的通道 从今以后 仙界人 也有了自己的长生之道 第221章 圈养 接下来 众人就在 方无明小院内 制定了一系列规则 仙界人 飞升神界的规则 在仙界设立一处 专门用于飞升祭坛 当然 这个飞升台选址 已经内定为 无明仙宫 仙界人来到神界 虽然寿源激进永恒 不过神界 对于仙界之人来说 还是过于凶险 所以 仙界之人 想要飞升 神界得以长生 最基础的条件 便是修炼至仙地境 飞升至神界 第一站 就是前往 混沌陨天珠之内 尝试晋升一环尾神 真正为神界人族 增添一分战力 至于仙界的大帝 是否够用 这个问题 天机给出了答案 仙界 其实就是神界人的 劳力工厂之一 作为劳力工厂 自然得有一系列安全措施 其中之一 便是压制仙界人 以防其成长太快 独眼的那个时代 就是因为一些小小的失误 到底仙地数量暴涨 百万仙殿 这也直接导致 神界直接出手干预 独眼的时代 迅速落幕 现在 天机作为仙界掌控者 只要完全解除 对仙界的限制 不久的将来 仙界仙地数量 必定能远超独眼的 那个时代 唯一的问题 就是修炼资源 成为了仙地数量的瓶颈 对此 方无明 微微一笑 事情轻松解决 现在的方无明 掌握了 凭空造物的能力 不需要得到 某种具体资源 只要在脑海中想象一番 即可创造出来 方无明 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神王境的标配能力 之前打算套一套星月神王的话 结果对方含糊其词 似乎对凭空造物 很势不解 方无明收回思绪 此时 天机几人 也是讨论的差不多 好吧 既然已经有了计划 那你们就去安排吧 至于修炼资源 已经投入虚空裂缝之中 方无明说完 顿了顿 继续道 对了 还有一点 那就是在仙界 就要开始培养 人族团结一致的理念 其他的 你们看着来就行了 方无明 暂时也想不到太多东西 主要也是不太想管 这种弯弯绕绕的事 还得专门的人去考虑 看着天机几人 神色严肃离去的背影 方无明知道 有些事 自己或许真的 不能脱下去了 现在 人族对于神界的了解 还太少 要不是 有自己这个神王坐镇 估计现在已经被众多凶物分尸 既然要让人族 在神界繁衍生谢 那对于神界的了解 就必不可少 目前 有能力去了解 神界情况的 也就自己了 想到这里 方无明无奈摇头 没办法 那就出去瞧一瞧吧 本以为已经退休 结果 还是得干活 希望人族 能迅速崛起 有人能担起中担吧 方无明 终于从堂以上起身 除了小院子 来到山巅边缘 扫了一眼如今的天庭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做 一切有条不紊 过了好一会儿 方无明意念一动 天庭藏宝阁之中 顿时多出大量神界修炼资源 这些资源 应该足够这些人 修炼个千百年了 希望能出几个真神吧 做完这一切 方无明缓缓闭上双目 脑海中浮现一片 无边无境的汪洋 汪洋之上 悬浮着金碧辉煌的天庭 方无明神念 自天庭出发 迅速向四面八方扩散 神念掠过无境深海 最终抵达陆地 然后穿过陆地 又冲入无境深海 足足过了十几个呼吸 方无明 这才缓缓睁眼 眼神中有些许疑惑 本以为 此地就是浩瀚神界的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边陲之地 没想到 这里 貌似只是一方小世界 这方世界 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原型 几乎都是海洋 只有一块唯一的陆地 也就是之前 独眼他们所在的陆地 这 明显不是神界的一部分疆土 更像是 一个被人特意制造出来的矿区罢了 稍微思索后 方无明了然 之前听星月神王所言 其他矿区 应该也是在类似的小世界之中 难怪独眼这帮人 当了这么久的矿工 都没碰到其他矿区的生灵 根本不在 同一个世界 罢了 这样也挺好 这样一来 至少在这方小世界里 人族没有天敌 还有一些喘息的时间 念及此处 方无明一步 踏入虚空 神行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一个 半透明光照前 这个光照 距离这方世界的 唯一的一块陆地 极远 能到达这光照的附近的 只有一些海中的罕见凶物 数量众多 体型极为庞大 貌似 是在守卫 这半透明的光照 方无明毫不怀疑 要不是自己 刚学会完全隐秘神王气息 估计海面之下的 众多凶物 会直接冲杀过来 撕碎一切 能感知到的活物 方无明目光 落到眼前的 透明光照之上 下一瞬 方无明眉头微皱 光照的另一面 似乎 有一个极为巨大的 神族人面孔 整张面孔 竟然差不多 跟这个世界一样巨大 那个神族人 似乎正在好奇 打量着这个世界 因为 方无明此时 看到那遮天蔽日的 金色瞳孔 正来回转动扫视 震惊之余 方无明心底也是 迅速升起一个 极为不妙的念头 难怪 之前星月神王 如此轻易 相信自己不会 与神族为敌 仅凭自己一句话 星月神王 就相信了 当时 方无明还以为 对方是觉得一位神王 不至于言而无信 现在 方无明知道了 星月神王早就 笃定自己 不会弃人足于不顾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方世界内的 所有生灵的生死 估计都还牢牢掌握在 神族人手里 方无明一时间犯了难 要是自己 强行冲破 这层半透明光照 说不定这方小世界 也会崩碎 可要是不冲出去 那自己岂不是 跟别人养的一只 小宠物一般无二 方无明眉头紧皱 心中不悦 自己虽然不想闹事 但也不是逆来顺寿之人 神族 明显没有将人族 放在眼里 一想到之前 星月神王那慷慨激昂的言语 说什么神族 为了其他种族 血洒山河 可是 神族将其他种族 当作牲口来圈养 肆意打杀 然后还要一副 大意凛然之姿态 来要求其他种族 对神族感恩戴德 第222章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想到此处 方无明心中怒意生疼 既然如此 那就没必要顾忌什么了 方无明身形再次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回到天庭上方 只见方无明一抬手 静静悬浮于天庭上空的 混沌允天珠 眨眼间迅速膨胀变大 不到两个呼吸 整个天庭方圆数千里 皆被混沌允天珠笼罩在内 天庭内众人 只觉得略微有些眩晕 下一瞬 一切如常 看不出有任何区别 而此时 方无明掌心 悬浮一颗鸡蛋大小的珠子 正是混沌允天珠 现在 整个天庭 已经被方无明 装入混沌允天珠内 星月神王出现之后 方无明就意识到 自己的软肋所在 所以 也是一直在考虑 如何保全此地人族 最终 想到了混沌允天珠 之前没尝试过 没想到 一切还挺顺利 方无明看着掌心珠子 神色满意 下一瞬 混沌允天珠 缓缓没入方无明掌心 今后 方无明 就是行走的仙剑 除非深雨 否则 仙剑长存 做完这一切 方无明再次踏入虚空 这次 方无明来到海底最深处 果然 此地也有半透明光照 方无明意念一动 身前浮现一个完美圆环 嗡 下一瞬 圆环一分为二 神王 两极日月环 嗖 月环瞬间击穿半透明光照 轰出一个可疑人通过的通道 通道出现的瞬间 立刻传出一股强劲犀利 不过无法撼动方无明分毫 方无明冷哼一声 直接化作金光 冲入眼前通道 哎你说 怎么突然间 人都被调走了 现在就剩我俩了 工作量骤增啊 俸禄又不增 气人 可不是吗 我听说 好像是一位神王大人 亲自下达的撤退命令 真的假的 神王大人 会管矿区这种小事 方无明一冲出来 就听到两个神界人 正在不远处不停念叨 此时方无明 已然来到那两个神界人身后 那两个神界人 丝毫未察觉 依旧在自顾自聊着 那还能有假 我还听说 这次矿区出现一个 极为恐怖的生灵 说不定啊 那恐怖的生灵 现在已经跑出来了 正站在我们身后呢 嘿嘿嘿 妾 又在那吓唬人 哪有那么容易冲出来 我记得上次有东西冲出来 已经是千万年前了吧 方无明听着两人交谈 哭笑不得 不得不说 这个神界人还是很有创意的 竟然一下子就找到了真相 果然 平时还是少吓唬人的好 不过看着两个神族人 似乎并未发现什么端倪 方无明也在冲出来的瞬间 重新封上了那个通道 现在 除非这两个神族人 亲自进入那方小世界 不然难以发现什么 方无明也乐得如此 自己的动向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既然这两人没发觉 那他俩的小命可保 方无明环顾一圈 此地应该是专门放置矿区的 一眼望去 无数个光球悬浮 上下沉浮 缓缓旋转 不出意外的话 此地每一个光球 都是一个矿区 里面最少都有一个 类似仙界的世界 源源不断产出牢力 神族圈养的生灵 简直数以万计 仙界人族 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 一个种族罢了 念及此处 方无明身形 隐匿进虚空之中 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一处云雾缭绕的山巅 果然 这才是方无明心中的神界啊 此地的风景 跟之前在矿区的不毛之地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底 不过 此地 应该是神界较为偏僻之地 方无明并未发现什么大型城池 此地的各种兽类 也是不少 如仙界一样 神界空气中 也是蕴含一些能量的 就是从黑金之中 提炼出来的那种能量 神族人 称之为 神源 此地神源稀薄 难怪没什么人焉 不过也可能是被 星月神王勒令撤离了 想到这里 方无明眼神微眯 星月神王 竟然亲自跑进矿区 去找自己 足以说明 星月神王 还是忌惮自己的实力的 星月神王 总不至于会认为 那个半透明的光照 能困住自己吧 既然明知道 那透明光照 困不住自己 那为何 还特意将此地的神族 都撤走呢 这很不合理啊 方无明下意识 抬手骂撒下巴 不管了 先探查一下 这个所谓的神界吧 方无明意念一动 脑海中 瞬间浮现无数景象 正是这个世界的景象 惊醒飞速扩散 过了足足十几个呼吸 方无明眉头一皱 如此远的距离 竟然一个神族人都没有 貌似 这偌大的世界 就刚才那两个神族人 其他神族之人呢 下一瞬 方无明突然灵光一闪 不知道是不是刚从 矿居世界中出来的原因 此时方无明已经开始怀疑 眼前这个世界 莫非 也是神族 设置的某个小世界 只不过 这个世界 有一点大 按目前探查到的情况 自己的这个猜想 还是很有可能的 隔着套娃呢 对了 那星月神王 掌握的是空间之力 一抚劈开仙界通道 轻轻松松 随手捏造一个世界 应该不难吧 莫非 眼前这个世界 正是星月神王创造的 阁下不必过多猜测 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 就是应对像阁下这样的强者 这个世界 乃是星月神王数亿年前开始创造的 无边无界 除非阁下实力远超星月神王 不然 怕是难以冲出这方世界了 念在阁下 已经是我神族盟友 这次就不追究了 希望阁下能安分守己 方无明疑惑思索之际 一个极为傲慢的声音 从高空之上震荡而来 方无明一下抬头 瞳孔瞬间化为金色 嗡 周围所有事物 瞬间陷入绝对停滞 如方无明所猜测 领域一处 那个声音立即停止 不过 此时的方无明 还是无法探查到声音来源 这天空 仿佛无限高 这大地 仿佛无限宽 而且 这方世界的空间 极为稳定 纵使方无明有无限伟力 此时也只能是拳打棉花 毫无用武之地 难道 最终还是被困住了吗 方无明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 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无解的局 一定有办法的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方无明强行静下心神 快速思索 没过多久 方无明双眼猛睁 有了 第223章 下半步功法 千人千剑 方无明身体缓缓悬浮 盘坐虚空 顿时伸周 浮现道道金色符文 这符文看似晦色难懂 但却是真正的文字 无需学习 无需积累 一眼看去 便知其意 方无明长袍 无风自动 急腰青丝垂落 心目紧闭 剑眉微微皱起 嗡 悦耳的颤鸣响起 如时间长河奔腾的声音 方无明脑后七个神环 逐渐亮起 神王庄重的威严 自然而然的 自方无明每个毛孔之中流露而出 震慑诸天万灵 下一瞬 方无明心神入体 内视自身 神王之躯 宛如自称星河宇宙 每个细胞皆是一颗星辰 生命力旺盛到极致的星辰 每颗星辰都有方无明完整的神源 即使方无明哪天不小心灰飞烟灭 但只需还有一颗细胞存留 便可再生 重铸神王之躯 方无明凝聚出一个化身 遨游于自身体内的宇宙星空之中 方无明并不是漫无目的 只烧片刻 方无明落到一颗星辰之上 这颗星辰三分之二都是蓝色海洋 剩下的三分之一是陆地 有山川 有湖泊溪流 有森林 有平原 一切显得安稳祥和刚刚好 方无明落到一座巨大月牙湖泊之畔 心中生起莫名感触 不错 这颗星辰便是方无明体内 与蓝星最为相近的星辰 只不过 这颗星辰之上 生机盎然 却唯独没有人族诞生 此时 在月牙湖泊中央 悬浮着一颗珠子 珠子周围 色彩斑斓的阴晕之气环绕 正是混沌陨天珠 方无明目光落到混沌陨天珠之上 其内 众人一切如常 甚至并未发现 天庭所在已经彻底改变 如此也好 直到此时 方无明心神彻底放松下来 是时候 开始办正事了 方无明化身 就这么在湖畔一块青石之上盘坐 心中缓缓浮现几字 阴阳转生绝 这是完成第一个任务之时 奖励的一步功法 也是方无明修炼到圆满的唯一一步功法 啊 好吧 也不是方无明自己修习的 而是一件学习 方无明虽向往修仙 却并未向往修仙世界中 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功法战绩 方无明之所以向往修仙 完全是因为 修仙可以超脱物外 逍遥于天地之间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然而 事实上 像星月神王那样的强者 依旧深陷泥潭 无法自拔 念及此处 方无明心中无奈 也许 先 只是一种面对人生困难的一种心态 是一种处世理念 心中无所 即使身上铁链缠绕 我依旧轻松自在逍遥 心中有所 即使站在万界之巅 依旧如凡人蝼蚁 方无明深吸一口气 眼前丝丝金光 从虚空之中凝聚 眨眼间 一卷金色经文 这就是 阴阳转生诀的上半部功法 之前 完成第二次任务之时 其实方无明心中觉得 这次应该会奖励 阴阳转生诀的下半部功法了吧 可惜 事与愿违 然而 方无明并不是很看重 所以 当时也就没在意那么多 直到此时 被星月神王困于此地 这才想起 阴阳转生诀 这阴阳转生诀 整部功法 炼之大成 可逆转万物 阴阳生死 只在一念之间 生 在某种维度之上 也是死 而死 也未尝不是一种生 方无明目光 仔细在眼前金色经书上 来回犹豫 忽然间 方无明心头一喜 之前是自身实力境界不够 也或许是之前 并未拥有此时此刻这种心态 现在重新查看 这卷金色经文 方无明发现了另一番天地 这卷金色经文 需要从两个方向去看 之前 方无明按照 正常人的阅读习惯 从右至左 得到了阴阳转生诀的 上半部功法 而此时 方无明 从左至右 粗略异读之下 竟然也是通吗 而且其蕴含之意境 似乎更加深远悠长 方无明本来还以为 自己得花上不少时间 自己去参悟阴阳转生诀的 下半部功法 没想到 仅是一招心境波动 就发现了 阴阳转生诀的 下半部功法 心中心血 方无明开始 仔细研读 当然 是从左至右 研读下半部功法 这一次 没有外力帮忙 方无明 指得自己慢慢参悟 刚开始 方无明 还觉得略显枯燥 这还是 第一次这么认真 去参悟一门功法 要是也能一见 炼制大成就好了 可后面 方无明逐渐发现 这阴阳转生觉得 下半部功法 还真不能一见学习 方无明有种预感 这阴阳转生觉得 下半部功法 一百个人来阅读 就会有一百种思路 跟见解 也就是说 可能一下子产生 一百种完整的阴阳 转生绝功法 每个人领悟出来的 重点不一样 有的人 注重生机 有的人 钟爱凋零 还有的人 可能追求那一丝 极致的平衡 方无明连续看了几遍 几乎每一遍的感受 都大相径听 每一次阅读 方无明总觉得 依旧找不到 合适自己的 找不到符合自己 心底最深处理念的 那一条路 方无明一遍又一遍阅读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与此同时 一处绵延数万里的平原 各种大大小小的 奇异生灵成群结队 休闲自在觅食 平原之上 一座直径 近百里的宫殿群 在云端之上 若隐若现 宛如一片 漂浮着的大陆 哥哥 我们真的要去那里吗 我们 我们这样 无明先公 真的会收留我们吗 一名身上衣物 有好几补丁的青年 怯生生说道 说话时 小脑袋低得更低 但小眼珠子 还是忍不住 飘向远处天边 云端之上的宫殿 弟弟 做人不要妄自菲薄 我们一路兴起到此 怎么能连试一试的 勇气都没有呢 况且 那说书先生也说了 无明先公是这个世界的 终极正统 是终极正义的化身 就算 就算我们资质平平 人家也不会对我们 怎么样的 还是赶紧赶路吧 别想那么多了 谁先到前面大石头那里 谁就能多吃一块烧饼 两名少年 又开始相互推散玩闹 朝着他们心中的圣地前进 第224章 十万年变迁 大一统 姐姐 十万年过去了 或许 无明先公 最大的一片广场 这个广场 没有名字 却是整个无明先公 最为神圣之地 此时 两名身着 朴素静装女子 正呆立在广场之上 两人目光 皆是落到广场正中央 那高达数百丈的巨大雕塑之上 那雕塑之人 一身儒雅长衫 长发及腰 见眉心目 眉宇间 有一种轻松自然 万般因果 不沾身之感 正是无明宗 第一代宗主 方无明之相 林若涵欲言又止 心中何尝不失落 之前 自知没有资格 常伴前辈左右 苦休万载 忠诚先帝果位 然而 欲要追随之人 早已不在 小韩 你不懂 前辈待我们 亦师亦父 亦友 然而我 林若双说到此处 也是闭口不言 仿佛心中万般思念 堵住了喉咙 嗨 两个小妮子 你们天天来此 心魔都快破蹄出了 你们要是没事可做 可以去北域开江拓土啊 最近那边 蛮荒妖兽横行 我们无明仙宫之人 损失惨重啊 一个大大咧咧的声音 突然响起 紧接着一股酒气袭来 林若双两姐妹 不用回头 都知道是谁来了 卢老前辈 您就别说风凉话了 您不也时常来此喝闷酒吗 嘿嘿 老头子 我只是 喜欢这个地方清静 再哪喝酒不都一样 卢老头说完 又抓起酒葫芦 给自己灌了一口 虽有着年轻人的躯体 但这老头子的心态 十万年来 依旧保持如初 说起来 方白去北域 一般近一年时间了 以他的实力 收服北域荒兽 现在应该也已经回来了才对啊 卢老头话风一转 念起了小白 不知从何时起 卢老头就开始患得患失 生怕当初固有 再次离去 林若双林若韩文言 当然知道 卢老头最近这些年的状态 心中暗暗叹息 莫办法 自从吴明宗第一代宗主失踪之后 吴明宗再无宗主 刚开始 一直都是卢老头主持大局 在一片荒芜之地上 逐渐波洒生机 这才有了如今的局面 好 一声震天龙吟 突然从高空之中 轰隆隆滚滚而来 一头千丈巨龙 背声双翼 一身银色鳞片上 还沾染着些许血迹 正是征战回归的小白 白色巨龙深周 几个强大气息环绕 其中一道气息 锋芒碧露 如可斩苍天的利剑 下一瞬 广场上又多了几人 为首的是一名 左脸颊上有一道疤痕的 银发青年 青年脸上神色肃穆 眼底好似无时无刻 都有杀意涌动 配合上脸上的伤疤 不显凶恶 却给人一种 直面洪荒凶兽的压迫感 哟 都在呢 怎么样 准备好庆功宴了吧 白爷爷我这次 彻底开拓北域 以后 这整个仙界 再无蛮慌 小白一开口 身上肃穆的气场 顿时烟消云散 还是那个吊锒铛 没心没肺的模样 几位辛苦了 庆功宴已经安排妥当 林若霜看向小白众人说道 小白身后的见天心见状 心中感慨 如今 自己这两位徒弟 已是仙界最顶层的人物 一言一行 威言尽显 不再是两个懵懂无知的小家伙了 小白闻言 嘿嘿一笑 静止来到卢老头跟前 勾肩搭背 宛如亲兄弟 又可以潇洒一段时间了 众人很快来到方无名小院 说是庆功宴 其实也就这几人 弄点稀罕玩意儿 大家聊聊当年 聊聊近况 这比宏大的庆功宴 要来得实在许多 况且 当年跟随方无名 一起横穿星河界域而来的 那百万修士 这么多年下来 不少人早已陨落 大多数 是在开疆阔土之时 战死沙场 极少数 因修炼问题而陨落 剩下的 此时依旧镇守四方 数千上万年 无法回到无名先攻 所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无名先攻 已经很少有宏大的庆功宴 来 按照惯例 这第一杯 敬我父亲 小白说着 率先高举酒杯 其余人见状 皆是一笑 纷纷举起酒杯 然而 众人一杯酒 还没凑到嘴边 纷纷眉头一挑 特别是卢老头 手中酒杯 差点跌落 下一瞬 小月那一角 一颗极其微小的金色光点 突然浮现 那金色光点 似乎有着强劲犀利 眨眼的功夫 就将周围所有出现的金色光点 凝聚为一个人影 天机 卢老头惊叫出声 简直不敢置信 这么多年来 时常幻想的时刻 今日竟然真的来临了 卢老头下意识 抬起双手 搓了搓 常年保持微红的脸颊 嘿嘿 算你还有点良心 天机熟悉的声音 传入众人耳朵 也打破了小院中 落真可闻的局面 众人皆是起身 看向眼前这个 阔别十万年的固有 心中复杂无比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林若霜林若寒两人 欲言又止 想问些什么 又怕听到自己 难以承受的消息 嘴唇紧敏 眉头紧锁 天机见众人皆是如此 打趣地画到了嘴边 又咽了回去 哎行了 都好着呢 真是无趣 本天机可是想了 好几套整骨你们的画术呢 天机脸色一垮 摆了白手 自顾自入座 众人一愣 对视一眼 皆是一笑 其乐融融 推杯换盏 所有人 脸上都浮现 难得的灿烂笑容 这十万年的重担 十万年的血雨泪 终究是没有白白付出 没有白白等待 九过三巡 众人不愿离去 围着天机 不断发问 对于神界 皆是向往 神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我这次回来 可是有任务的 接下来 要把仙界 打造成为我人族的最终基地 只要仙界不灭 人族不息 前往神界的先帝 虽然 能得到激进永恒的寿命 但是 也必须肩负起振兴人族的重担 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松 几乎九下度 天机老神在在 摇头晃脑说着 很是享受有这么多雇人围着自己 听自己吹牛逼的感觉 第225章 前往神界的跨界祭坛 天机前辈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些什么 林若霜忍不住开口询问 其余人也是看向天机 眼神中 都是急切 想前往神界的向往 听天机所言 只要尽快处理好仙界诸多事宜 在座的诸位 皆有资格前往神界 当然 除了卢老头 一直沉迷美酒跟练气 此时依旧是圣仙境 其余人都已经成长到 足以独当一面的地步 先不要急 现在 我已经将仙界最高权限 分享给战神先帝他们 他们此时正在修复崩毁的大道 估计还要一些时日 现在的话 倒是可以先在无名仙宫 建立一个跨界祭坛了 众人 文言漠然点头 确实不能太心急 十万年都熬过来了 不能因为最后这几年 而毁了一张完美大卷 在无名仙宫设立祭坛 只设立一个祭坛吗 这 仙界广袤 只怕 建天心眉头皱起 欲言又止 不过在场众人都已明白 建天心所担忧之事 别看无名仙宫 似乎将域辽阔 可是放在整个仙界 那就是一粒尘埃 想将仙界当成神界人族的大后方 为神界源源不断提供有生力量 振兴人族 仙界只有一个前往神界的祭坛 明显是不够的 天机似乎早有预料 这点小问题 本天机自然是早就考虑到了 不过 确实只能建立一个 除了一些硬性限制 最主要的 你们宗主是想将前往神界的权柄 交给无名宗统一管理 以免给神界送去一颗老鼠屎 人族 在神界 目前形势危急 不可大意 一切都需要按照你们宗主之意来进行 至于 你们所担忧的 天机说到这 戛然而止 只见天机金色瞳孔微微一闪 下一瞬 从不远处虚空之中 直接走出一只 极为赏心悦目 且奇异的生灵 那生灵 看似鹿 却有龙须 浑身细腻彩色灵片覆盖 头顶一块如真似幻的半透明水晶 众人皆是被这突然出现的生灵惊艳到了 却一时间认不出此为何物 唯独卢老头 眼睛一瞪 是空兽 不错 正是是空兽 本天机已经跟星河界域中游荡的 所有是空兽族群达成协议 今后 是空兽族群 可以来到仙界繁衍生息 不仅如此 是空兽 还将成为无名仙宫的附属仙兽族群 以后 专门行走仙界各地 彻底代替造价高昂 又及消耗资源的远距离传送阵 天机说着 满意微微点头 目光也是跟众人一样 落到那头是空兽身上 其余人虽不知道这是空兽为何物 但是 既然天机说了 能代替远距离传送阵 这眼前的生灵 属实太不简单 这是空兽 在仙界横渡虚空的能力 简直已经超越最为强大的先帝 无数倍 当真神奇 而且 这是空兽 一旦成为无名仙宫附属仙兽族群 今后 在仙界 无人再敢猎杀是空兽 这个仙兽族群 不久的将来 会无比繁荣昌盛 那时空兽 似乎在跟天机神石交流 几个呼吸过后 是空兽再次踏入虚空 消失不见 好了 既然大家都清楚了 那就开始安排下去吧 无名仙宫 经过十万年的不断磨合整改 此时办事效率 不可谓不高 不过半日 关于神界的消息 已经传遍整个仙界 当然 这少不了卢老头 平日里针对性地研究一些小玩意儿的功劳 听说了吗 无名仙宫将设立神界祭坛啊 是啊 听说先帝修为 即可前无名仙宫 直达神界 永生尽在咫尺 可不是吗 可惜了 现在咱哥几个 才刚驻击不久 嗨 你可知足吧 我可是听说了 当初那无名宗之主 也是从这方世界 一路披荆斩棘 杀到仙界的 据说 曾经的他 在这方世界 镜子压镜剑 以凡人之力 横渡星河 瞎说 我听别人说的 那位 本来就是个凡人 行行行 就你最懂 众人议论纷纷 七嘴八舌 完全没了听书的兴趣 一旁的说书先生 嘴角微微扬起 默默起身 稍微收拾一下 起身离去 不错 经过卢老头 这位炼器一道的巅峰存在 配合上无名仙宫强横 实力跟庞大资源 如今的修仙世界 已然不再是 绝地天通的时代 飘荡在仙界周围的 无数小世界 都重新建立起了 直达仙界的门户 仙界积累的 仙境修行理念 不断传入各大下界 这使得各大下界 修士数量猛增 不在相方无名 刚来到这个世界之时的那样 逛了三年 愣是没碰到一个修士 同时 下界源源不断 给仙界输送修炼天才妖念 十万年来 从下界前往仙界 挣到大地的 不再少数 这一切 都是无名仙宫的功劳 更是那位无名宗之主的 通天功德 无名仙宫 无需在各个世界 设立分布 自会有一些人人志士 自发维护无名仙宫的威严 严格遵循 无名仙宫的志士理念 一些邪修妖魔 实力不强的 当场就会被这些 人人志士肃清 实力强大的 只需上报无名仙宫 不出一时三刻 所有邪魔荡然无存 仙界管辖的诸天万界 一片欣欣向荣 神界存在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 激励无数修士 疯狂修炼的同时 先见 无名仙宫 天机跟卢老头一行人 来到无名仙宫最大的广场之上 此处广场 是直接将一座 飓风消去一半之后 经过精心加工而成 广场中央 一个宽约百米的高台之上 方无名的雕像毅力齐上 则则 雕像不错 至少不会跟本天机伴嘴 天机低声嘀咕一句 开始干活 天机身形 缓缓飘浮而起 朝着方无名 雕像飘去 最终停在距离方 无名雕像几百米处 就在此地 建立神界祭坛 只见天机 双手缓缓抬起 壮若举天 下一瞬 天机正下方广场之上 顿时浮现一些金色线条 这些金色线条 似乎活了过来 自动构成某种复杂阵法 就这样 足足过了十几个呼吸 天机双臂上的白色符纹 纷纷脱落 落入地面的阵法之中 哇 天机下方 阵法中央一股强劲能量迸发 卢老头几人 下意识抬手 只眼前抵挡着冲击 等众人放下双手 半空中的天机 早已落地 缓缓走来 这就成了 第226章 工程 锦衣不知遥 这 这么简单 卢老头免俗古怪 这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 不应该是异象满天飞 神灵威压 无情倾泻而出吗 不然呢 你还想如何 天机没好气 回怼了一句 不过天机 也能理解这帮家伙如此态度 毕竟 还没跟这帮家伙说过 其实仙界只是 神界数以万计的劳力工厂中 微不足道的一个 也没必要 跟这帮家伙说 如果这个消息 传播到整个仙界 反倒会让不少人到心崩溃 同样是被圈养 知道真相 跟不知道真相 心态可完全不同 你们以后 前往神界 慢慢就会懂了 现在不必在意 这些细节 哎 其实还有一个 本天机比较担忧的 天机此言一出 果然 众人立刻围了上来 一脸急切 等待天机发表 他的惊天言论 没办法 不这样表现的话 天机这家伙 还真就不打算说清楚 简直了 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后 是平时对 不过方无名 来着找存在感来了 嘿嘿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目前 在神界人族天庭 有一个专门进行 先帝境 晋升尾神的地方 不过 按照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 如果只是先帝境的话 大概率晋升不成功 或者仅仅是一环尾神 要是原本 实力就有超越 先帝境的趋势 那晋升尾神的概率 几乎百分百 还有不小几率 直接晋升二环真神 天机一席话说完 也是无奈摇头 先界 所能诞生的最强生灵 就是先帝 想要突破先帝之上 天机目前 也是没什么好法子 现在 也就说说而已 然而 卢老头众人闻言 面色古怪 面面相去 天机健壮 眉头一挑 这帮人 这是什么表情 莫非 还真让他们找到了 突破先帝之上的办法 天机心中 一万个不愿相信 毕竟自己都束手无策 要是让这帮连神界都没去过的家伙 给解决了 那以后自己 还怎么在他们面前 装大佬 嘿嘿 你还别不见 我们这里 可是有一位 顶级丹道大师的 卢老头黑黑一笑 能看到 天机如此神情 身心疏爽 天机一正 下一顺 反应了过来 先帝造化丹 这不是自己 当初在星河界域时 闲来无事 无牛可吹 随意跟方无名 提了一嘴的东西吗 难不成 那个在下界 险些道心崩溃的丹臣 竟真的在研究 先帝造化丹 天机稍微在脑海里 闪过丹臣那小子的模样 还真别说 真有可能让那小子 炼制出传说中的 先帝造化丹 因为仙界的天道 早已不再限制 仙界发展 一切 皆有可能 可想了想 天机又摇摇头 哪有那么简单 研究归研究 这都十万年过去了 不还是没有出结果吗 虚晃一枪罢了 眼看众人此时已经去到祭坛附近 不停观摩那阵法 天机不想再次多待 还是回放无名小院 喝酒爽一点 与此同时 一处虚无星空之中 三个身影 毅力虚空 脑后 分别顶着神环 正是战神灵天 独眼三人 此时三人 皆是望着不远处的柱子 眉头紧皱 情况好像不容乐观啊 按照天机的说法 此时这些大盗之柱 不是应该已经完全修复了吗 可谓和一点动静都没有 灵天率先开口 转头看向一旁的战神 跟独眼 发现这两个家伙 此时也是一脸疑惑 好吧 显然眼前的情况 大家都没见过 要不再打碎试试 独眼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 战神跟灵天面色古怪 并未回应 该不会 是因为之前那道 银白色光芒的原因吧 战神沉吟一声 若有所思 灵天独眼闻言 也是陷入思索 自从三人来到此地为止 一切情况 都如天机所言 可以说一切正常 崩溃的大盗之柱 胡乱散落在这片虚空之中 混沌无序的气息 凝聚在此 无法消散 唯一跟天机所描述 不符合的 便是最初三人来到此地之时 忽然瞥见 一道银白色光芒一闪而逝 那银白色光芒出现得快 消失得也极快 要不是三人皆是伪神修为 估计也是难以察觉到分猴 当时三人都没太当回事 可如今 只怕事情 还真的跟那道银白色光芒 有所关联 罢了 这所谓的大盗 也只是维持仙界秩序的 一部分规则而已 还是先去找天机会合吧 跟他说一说此地的情况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战神经过一番思索 给出了方案 临天独眼闻言 深以为然 此处大盗之柱 是之前神界人 用来操控整个仙界的 最主要手段之一 主要用来限制仙界发展的 本来三人 就是想修复仙界大盗 从而利用大盗 来加速仙界的发展 目前 既然暂时无法加速 那就先暂且放一放吧 先去找天机 实在不行 再返回神界 找方无明 那家伙 肯定有办法的吧 与此同时 身处神界一方 大世界的方无明 缓缓睁开双眼 最近这段时间 心中总能感应到 有不少人 在念叨自己 不用说 肯定是天机 那几个家伙 本来这种事 方无明 早已习惯 不会因此而分神 可是 这一次 有些不一样 冥冥之中 方无明感应到 即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一件牵动 整个仙界人族命运的大事 而这件大事 可能会发生在仙界 方无明眉头微皱 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会是什么事呢 方无明越是 思考此事 心中越是 难以归于平静 罢了 目前 还是赶紧参悟阴阳 转胜绝下半步吧 早日脱离这方世界 真正到达外面的神界 人族才算是 真正有资格 在神界站稳脚跟 此时的人族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 到达所谓的神界 一切都还在那 星月神王的算计之中 不过 方无明已经差不多参悟 完毕阴阳转生诀 等到成功参悟的那一刻 便是这方世界凋零之时 也是仙界人族命运的 重要时刻 不管自己愿不愿承认 此时此刻 自己是唯一可以拯救 仙界人族的存在 想到这里 方无明强行病除 一切杂念 心神沉入体内 功成 锦衣不知遥 第227章 柳下垂调 念地 仙界 无明先功之下 两个少年一边打闹 一边快速冲入前方的阴影地带 那阴影地带 是由于庞大的无明先功遮挡住 高空烈日所造成的 哈哈 这次是你输了哥哥 其中一名各自矮些的少年 此时正弯腰双手撑膝 气喘吁吁说道 你耍了 竟然想跑 这次不算 呼呼 两名少年喘气如牛 丝毫没有注意到 几丈开外 柳树下 盘坐于轻石之上的身影 又过了好一会儿 两名少年 呼吸终于缓和了一些 一抬头 这才注意到旁边竟然还有个人 那人一身绿色长衫 头戴斗笠 手握鱼竿 纹丝不动 竟似乎是跟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两名少年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疑惑与好奇 两名少年壮弱不经意 靠近那人 下意识瞥了一眼 那人身旁的鱼篓子 空空如眼 嗨嗨 这里不是个钓鱼的好去处啊 我倒是知道这附近哪有大鱼 少年特意提高了音量 生怕旁边的人听不到 主要是那斗笠有一层黑纱遮掩 并看不到那人面容 甚至是不是醒着的都不太确定 哎呀哥哥 那里可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不能随意跟外人提起的 哎弟弟 哥哥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好东西 要懂得分享 两名少年就这样旁若无人的大声交谈 过了好一会儿 斗笠之下传出一声轻笑 两位小友 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并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地盘 两名少年文言 皆是脸色一红 竟然被戳穿了 本想忽悠这人到别的地方钓鱼的 因为此处是两兄弟经常来玩耍的地方 平常几乎没什么人在此处停留 不过 两位小友 之前听你们说 想加入无名仙宫 我看两位小友 并无所谓的修行资质啊 斗笠之下 再次传出儒雅随和的声音 让人如沐春风 两名少年又是对视野 一时间想不通 哥俩来到此地之后 有说过要加入无名仙宫 这样的话吗 不过 哥俩平时打闹玩耍 倒是时常说这样的话 哼 你懂什么 传闻 无名仙宫之主 原本也是一个凡人 并没有修行资质 你现在抬头看看 一介凡人 还不是可以高高在上 实话告诉你吧 关于无名宗之主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迹 我都一清二楚 少年自豪的鼻孔看人 好似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知识 斗笠之下 再次传出清晓 不再反驳 来到此地 已有数日 周围方圆千里一切动静 尽收眼底 这两个小娃子 乃是几十里外 一个小村庄内的 无父无母 此生唯一的梦想 就是加入无名仙宫 成为像无名仙宫之主 那样的大人物 从此可以 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不过 这两个小娃子 倒也真是了解 不少无名宗的事迹 这几日 一直听着两个小娃子聊天打闹 也算是了解到 不少关于无名宗的传闻 想到这里 带着斗笠的身影 收起鱼竿 缓缓起身 如果 你们崇拜的那位 最终会害死 你们所有人 你们还会崇拜他吗 两名少年 本以为此人 会就此离去 没想到 竟是再次开口 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好不好 无名仙宫怎么害死所有人 这个世界 能有如今这般祥和 都是无名仙宫的功劳 要不是无名仙宫 我们这些凡人 在仙剑 与猪狗无异 但我们现在 至少还能安稳活着 不受强大仙人欺凌 没有妖兽敢胡乱吃人 更没有无意义的战乱 这是每个仙剑凡人都知道的 我看你就是没事找事 少年学着村里的 说书仙生的语气 一口气说了不少 感觉此时的自己 格外伟安 这次斗笠之下 不再传出任何声音 一高两矮 三人就这么安静对视着 过了好一会儿 两位小友 我又很适合你们的修行之路 要是你们肯拜我为师 我就将修行之法传 与你们 如何 两名少年文言一愣 自己有没有修行资质 心里还是有点逼数的 眼前这家伙 该不会是骗子 或者人贩子之类的吧 我可告诉你啊 上面 可是无名仙宫 任何邪恶 都将受到制裁 高一些的少年 下意识 将自己弟弟护在身后 脸色顿时警惕起来 看到两名少年 这般模样 那人再次轻笑 直接摘下斗笠 露出一张男子脸庞 可是 这张脸庞 却是显得太过美艳 甚至要比一些 女仙子都要美艳 一头银发 更是衬托其肌肤 血白如玉 然而 那人两只耳朵 却是有些奇怪 有些扁扁的 尖尖的 你们可以叫我 念帝 我并非你们这个世界之人 我已经关注 你们几日 你们虽无修仙的资质 但修念力的资质 却是极佳 实属罕见 好好考虑一番吧 这也许是 你们两人这辈子 唯一的机会 念帝本想说 逗留在此地 正是因为这两个小家伙 不过 想了想还是算了 自己那个世界 虽不讲因果缘分 但自己也不想抢求 让这两人 自行考虑即可 两名少年眉头一皱 一下子判断 不出眼前之人 到底是不是骗子 不过 倒是可以感觉得出来 眼前之人 并没有什么歹意 这是一种直觉 两兄弟不知道 其他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直觉 也没那兴趣 去询问别人 骗人 你连一条鱼都钓不到 能有什么厉害的修仙之法 少年少年终于找到了破绽 赶紧开口反驳 然而 少年话音刚落 哗啦啦 几丈外的河面 顿时翻腾起来 仔细一看 竟是有无数白花花的大鱼 似乎正争先恐后地 想往岸上跳 不用说 这肯定是眼前 面地的手笔 眼看两个少年 目瞪口呆 下一瞬 河面众多鱼类 似乎突然回过神来 纷纷顿逃回河底 错了 不是修仙的修行之法 而是 念界的念力修行之法 念力修行 全看悟性 悟性强大 眨眼成神 以你们俩的资质 几年之后 还是很有机会的 念地话音刚落 突然一股 强大威压 从上空袭来 第228章 今日 人族将破开囚笼 阁下到底是何人 为何暗中潜藏于此 高空之中 传来红亮声音 夹杂着些许怒意与忌惮 下一瞬 念地只见一个 金色身影 缓缓浮现于半空 我明念地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阁下暗中观察了这么久 该不会听不到 我们刚才的对话吧 念地语气轻松自然 面上携带微笑 天机心头一紧 对方越是一脸和善 背地里就越是 阴暗狠毒 没办法 天机早就发现 无名仙宫之下 突然多出一个身影 可惜 一连几日的密切监视 天机愣是 察觉不到对方身上 有什么强大的气息 仿佛就是一个 平平常常的凡人如生 可是 刚才 这段河流内所有生灵 都在一瞬间 失去自主意识 很像是被夺射 也不对 哪有同时夺射 如此多生灵的 问题就在于 天机明明知道 这是念地的手柄 却依然感受不到 任何力量波动 既没有神力 也没有先灵力 所以 只可能是一种全新的 天机未曾见过的力量 甚至感知不到 在结合念地之前的对话 念剑 新的力量体系 我来自念剑 不错 也是神界的某个不起眼的矿区吧 不过 念剑 在我成神的那一刻 就已经摆脱了 神族的控制 念地说话时 目光饶有兴致 打量着半空中的天机 真是想不到啊 神族之人 竟然也能被控制 这就是你们先借人 摆脱控制的 最重要手段吧 念地好 似打开了话匣子 自顾自说着 貌似并不在意 是否得到回应 天机自然没心情回应 这样无关紧要的问题 眼前的念地 显然也已经成神 拥有了神族那种力量 但自己依旧 完全感应不到对方的境界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的境界 远在自己之上 难道是真神 不妙啊 仙界竟然不知不觉间 混入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要是眼前的念地 一心想毁掉仙界 天机此时 还真一下子 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 天机脑海 快速思索着 突然 天机眉头一挑 心中一喜 来了 下一瞬 天机身旁 突然有三个身影 从虚空中走出 正是修复仙界大盗之柱 无果的战神灵天 独眼三人 没想到 还没来得及询问 天机大盗之柱 怎么回事 这就又有新麻烦了 得到天机迅速传音之后 战神三人对视一眼 心中皆是警惕 想不到 你们仙界人 进步的速度 出乎了我的预料 竟然已经有三环尾神诞生 你们 还是下来说话吧 我不太喜欢 抬头跟人说话 念地语气 依旧轻描淡写 似乎对什么东西 都提不起太大的兴趣的模样 念地话音刚落 半空之中的天机几人 忽然觉得 眼前一花 下一瞬 竟然是已经来到了念地跟前 连想起之前河里的那些生灵 天机只觉得后背一两 难不成 刚才自己几人 也已经被控制过了吗 这 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丝毫感应不到念地的力量 防不胜防 天机几人 心中顿时浮现起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瞬间祭出兵器 之前 在神界 即使战死 至少人族 还有翻盘的希望 但是此时此刻 方无名不在 仙剑目前 也就自己几人 或许能勉强一战 要是输了 恐怕 仙剑 从此将不复存在 天机战神几人 紧握手中兵器 不敢胡乱动手 此时 心里的压力 远胜于一切 见天机几人 脸色大变 如灵打敌 念地轻声失笑 本以为 你们实力不行 至少脑子还不笨 但现在看来 并不是太聪明 念地说着 自顾自走到那两名少年跟前 上下打量着 此时 两名少年眼神呆滞 显然已经失去 自主意识 根本不知道 眼前发生的一切 没人跟你们说过 仙下守卫墙吗 如果我真的想毁掉仙剑 那仙剑 早已不复存在 念地说完 我嗯 一股悦耳的颤鸣 似乎直接出现在 在场中人灵魂深处 紧接着 念地脑后 缓缓浮现青绿色神环 天机几人 感受到念地神环的一瞬间 心跳好似 漏了一拍 神王 七个神环 天机众人 一颗星跌落谷底 此时此刻 就算方无名赶来 两位神王的战斗余波 怕也是足够 将仙剑毁灭无数次了吧 怎么会呢 如此稀有的七环神王 好端端的怎么会想起来 要来仙剑呢 而且 目前看来 应该是偷偷摸摸前来 方无名竟然没感应到 难道是方无名 刚成就神王不久的原因 天机众人握着武器的手 不知不觉间 已经泄了力 脑海中各种疑惑蹦出 不过 念地说的也对 要是念地 想要对仙剑出手 早就应该出手 那你偷偷摸摸来仙剑 到底是为何 战神最先反应过来 开口询问 手中武器早已收起 因为已经没有意义 既然对方实力远超自己 同时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那也不必做死 稳住再说 莫等念地回答 战神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之前 我们是不是见过 战神想起前些时候 在修复大道支柱时 闪过的那道银白色光芒 哼 是见过 不过是我看见了你们 你们并未看见我 你们看见的 另有欺人 念地好似想起了 什么不愉快之事 语气也是第一次 显得有些不客气 不像之前那样淡然 战神敏锐发现 此时念地转头 盯向远方 目光不善 战神几人下意识 顺着念地的方向看去 数千里外 一处山巅之上 竟然有一个神族之人 那神族之人 通体银白色 闭目盘坐 丝毫不在意有人 在窥视自己 脑后七个神环 有规律地闪动白光 又是七环神王 竟然一下子 两位顶级神王 出现在仙剑 战神几人能 明显嗅到阴谋的味道 但也知道 这种级别的阴谋 自己估计 连棋子都算不上 或许 方无明那家伙 知道这一切吧 神剑 方无明心头一抽 一股不祥的预感 自心底油然而生 到了这个境界 心中每个念头 都不是 无缘无故产生 哄 方无明心神回归 缓缓睁开双眼 眼底神光隐去 回归平凡 今日 人族将破开囚笼 第229章 庞大能量 第八环瓶颈松动 方无明身形 缓缓向前飘去 身后七个神环 紧紧跟随 细看之下 此时方无明身后的神环之上 原本纯洁的第七个神环之上 竟是出现了一些细小 且灰灰色无比的符文 星月神王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放人族出去 或者 直面人族的怒火 不见方无明如何发力 但声浪几乎凝成实质 轰隆隆 如天雷滚滚 这是方无明最后一次询问 毕竟 此时人族尚且弱小 直接跟神族对抗 只怕有些困难 不过 眼下 自己已经有了足够把握 能逃出这方世界 就算星月神王 选择与人族为敌 自己也有足够的资本 奉陪到底了 哼 人族神王 等你被困百亿年之后 你就老实了 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还不如早点归顺神族 说不定 对你们还更有利 高空之中 传来红亮声音 似乎在回进方 无明刚才的音量 此时 从高空落下的声音 也是急剧破坏力 山巒微微震战 川流湖海之上 顿起风浪 方无明 早有预料 对方会如此回答 回答之人 并不是星月神王本人 不过 此时也足以代表 神族了 伴随着方无明 一声冷哼 一股难以言喻的奇妙之力 瞬间扩散 这奇妙之力 以方无明为中心 如涟漪一般 一圈圈 蔓延向这个世界的 每个角落 这涟漪所过之处 万物萌发 生命气息 眨眼间 跃迁到更高的层次 幼苗 仅需要几个呼吸 便可成为 参天大树 无数神兽修为境界 飞速提升 体型不断变大 就这样 足足过去了 一炷香的时间 嘿 这人族的神王 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使啊 这是在给这方世界 提供巨大能量 生怕这方世界 不够稳固吗 是有些奇怪啊 算了 总之 星月神王的命令是 让我们好生看管 其他一切动静皆 不用理会 此时 一颗直径约三米左右的 巨大光球 正静静悬浮 在一座大殿正中央 大殿内两名神族人 正盯着巨大光球 低声一轮 因为 此时那巨大光球内 竟是迸射出 刺眼光芒 像是突然获得了 巨大能量 不过 也没必要担心 这个巨大光球 是星月神王 亲自创造出来的一方世界 规则完整 能自动进化 只要进化所需的能量 充足即可 进化之后 不论是世界的稳固程度 还是范围 都将再次提升数倍以上 巨大光球世界内的方无明 也察觉到了自己 所在这方世界的诡异 每次感觉 要到极限的时候 下一瞬 他的极限 好像突然又拔高了好几倍 真是有意思 方无明嘴角微扬 本来想继续来一招阳极音质 现在看来 自己只需 直接倒转这方世界的阴阳即可 按照预测 这方世界竟然会自动强化 那理应也会自动退化 就像某种自适应的保护机制 方无明想到这里 终于是抬手掐绝 哇 以方无明为中心 此时 整个世界的能量 都在疯狂涌入方无明体内宇宙 这方世界 刚才滋生了那么多能量 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了 眨眼间 方无明所在山峰 瞬间绿色烟雾缭绕 生命能量浓郁到了极致 这些生命能量 正是从这个世界各个角落急速 汇聚而来 疯狂涌入方无明体内 如此狂暴巨大的生命能量 非神王之躯 不可承受 此时的方无明长输一口气 只觉得身心舒畅 前所未有的通透 身后第七个神环之上的细微符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更加清晰 过了好一会儿 盘坐虚空的方无明 双眼缓缓睁开 露出喜色 就在刚刚 方无明感应到 这方世界 第一次缩小了 果然 只要自己不断吸收 这方世界亿万年 积累下来的能量 这方世界便会不断退化 一直到摇摇欲坠 不堪一击 方无明不知道 其他神王 是否也有直接吸收 一方世界能量的本事 反正自己 是参悟阴阳 转生觉之后 才领悟出来的 其实 也就是阴阳相惜的道理 方无明想着想着 时间一晃过去半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出门 溜达了一下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这下要如何跟 新月神王大人交代 大殿那两个神族人 此时一脸愁容 因为 原本巨大的光球 此时 竟然已经缩小 倒入西瓜大小 这缩小的速度 也太夸张了吧 要知道 眼前的光球 一直膨胀到之前 直径机密的状态 所花费的时间 亿万年啊 而且 期间 新月神王大人 还不停地输入巨量能量 不行 还是快去通知 新月神王大人吧 趁现在 至少那方世界 还未崩溃 我刚刚就已经尝试 联系过新月神王大人 可惜根本联系不上啊 两名神族人 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绝望 这一波 怕是难以活命了 搞砸了新月神王 交代的任务 他俩可不觉得 新月神王会理解他们 说这并不是 他们的过错什么的 而且 光球内 还有一位 被困的神王 简直前郎后虎 实在是不敢 拿自己小命去赌 今后 神界神族疆域之内 再也无活路 既然联系不上 说明此时 新月神王 并不在神界 神族疆域内 你的意思是 我们趁现在 逃出神族疆域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两个神族人 再次对视 眼底闪过狠立之色 下一瞬 直接化作两道金光 急速飞离大殿 与此同时 光球世界内的方无明 忽然眉头一挑 总感觉体内有什么东西 要爆发出来 那是一种奇特 且令人心神 激动的感觉 方无明 很快意识到 自己可能是要突破境界了 之前 就有想过 七环神王之后的境界 要怎么去修行呢 本根不知道问谁啊 所以方无明 也就不再去管这件事 莫承想 今日吸收了这方世界 巨量能量之后 竟有意外之喜 方无明只觉得 自己距离凝聚出 第八神还 已经近在咫尺 或许还需要 一个小小的契机 便可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到达另一个境界 领略新的世界 第230章 冲出囚龙 千军万马迎界 方无明心中 欣喜的同时 也已经能清晰感知到 这方世界的最外围壁垒 果然 这方世界 变小了太多太多 真正的摇摇欲坠 脆弱不堪 宛如一个新生婴儿 此时方无明一个念头 即可崩碎这方世界 不过 经过这一小段时间的了解 方无明此时 对这方奇特的 能自动进化 退化的世界 已经产生了一些兴趣 如果真如自己所猜测的那样 那眼前这方世界 有可能成长到 无穷无尽的地步 实在不敢想象 无限 无穷尽的感念 放在那个地方 都是极为震撼的 于是 方无明理所当然的 想将这方世界收入囊中 而且 自己催动这方世界进化 只需不断运转 阴阳转升觉 即可让这方世界 自身源源不断 滋生出无穷无尽能量 并不需要自己 提供额外的能量 念及此处 方无明瞳孔 瞬间化为金色 下一瞬 方无明化身 一道一道金色闪电 直冲高空 此时 这方世界的隔绝壁垒 已经无法阻拦方 无明分毫 方无明轻而易举 冲出这方世界 一道金光一闪而逝 方无明身形 出现在一座大殿之内 方无明扫了一眼 大殿极为空旷 殿内有七个高台 每个高台之上 都有一个明亮的光球 其余六个光球直径 都差不多 接近三米左右 唯独一个光球 只有西瓜大小 不用说 这肯定就是之前 困住自己的那方世界了 方无明一抬手 直接将那个西瓜大小的光球 收入体内 以后闲暇之时 倒是可以进去运转 一下阴阳转升绝 方无明目光 落到其余光球之上 此地并不像矿区内那样 无数小光球 现在大殿内 只有这几个光球 而且都不小 方无明自然地 觉得其余六个光球 内部应该也是困着 某种强大存在 方无明思索片刻 既然这些光球 是神族所布置 里面困住的 必定是神族之敌 先带上这些光球 以备不时之虚 如果哪天真的 要跟神族开战 可以直接打破这些光球 释放出里面的强大存在 到时候 六个光球那的东西 同时被释放出来 够神族喝一壶的了 方无明再次一招手 其余六个光球 纷纷被收入体内 然而 就在方无明准备 踏出大殿 去亲眼看一看 这世界的时候 大殿外突然传来 大队人马的脚步声 方无明瞬间意识到 自己取走这几个光球 应该是触发了 某种预警机制 方无明神念 一扫而过 千军万马 土鸡娃狗罢了 要是星月神王 真如他自己之前所说 真心实意与人族联盟 也许 人族近期 还不会有什么动作 但是 现在 神族需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方无明眼中闪过杀意 一步踏出 下一瞬 已经来到大殿之外上空 此时 恢弘大气 蔓延不知多少万里的宫殿群 已经围满了神族军队 目测有数十万神族 皆是身穿华丽战甲 一看就是 神族真正的精锐 整齐列队 隐隐形成某种强大战争 人族神王 你可想起数了 真要与我神族为敌吗 方无明 正对面半空 一名脑后 六个神环的神族 缓缓开口 语气充满威胁之意 方无明扫了一眼 那神族之人 那神族身旁 还有一人 也是六环神王 看来 此地对于神族来说 极为重要 竟然有两位六环神王助手 不过 也仅此而言 方无明冷冷 望向那两名六环神王 并没有开口搭话的兴趣 我 伴随一股悦耳 且射人心魄的颤鸣 方无明脑后 七个神环 迅速亮起 瞳孔化为金色 身上衣雾飘动 长发飞舞 神王之威 盖压一切 下一瞬 以方无明为中心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能量 迅速全方位扩散 这股能量所过之处 万物陷入 绝对停滞 那两位神族神王健壮 不由得双眼一瞪 这人族神王的实力 又暴涨了一大减 那两位神族神王 对视一眼 心底已经知道 这次恐怕又出大事 那两位神族神王 没有丝毫犹豫 下一瞬 整个身体 直接化作 无数金色能量粒子 两位神族神王 原本所在 瞬间一股金色风暴卷起 眨眼间 金色风暴 迅速重新汇聚凝结 那两位神王 竟是直接融为一体 成为了一个崭新的神族 通体暗红 体表有金色符纹缠绕 最让人诧异的是 这个崭新的神王 脑后竟然有七个神环 难怪 之前方无明 还奇怪 既然神族这么重视此殿 为何不弄来一位 七环神王阵守呢 反而是两位六环神王 要知道 到了神王的境界 一个神环的差距 宛如九天之云 比之深海淤泥 说时时那时快 方无明散发的能量 瞬间就笼罩 那个神族的七环神王 果不其然 对方身周泛起 暗红色光晕 整个身体 并未失去行动能力 不过 方无明 还是能感知出来 此时那位 暗红色神族神王 仅是维持身体活动 就已经失去了 三分之一左右的战力 然而 方无明这段时间 不断研究自身力量 此时 在这个绝对停滞的领域内 自己的战力 大幅度提升 就算现在 星月神王 突然出现助阵 此战 已无学念 今日 就用神族七环神王之血 来纪念仙界 人族挣脱束缚 只听方无明淡漠冷哼一声 下一瞬 一个圆环突兀浮现于身前 圆环无声无息 缓缓转动 且慢 你若动手 那就真的站在神族对立面 你可曾想过 为何星月神王到此时还未现身 那暗红色神族神王赶紧开口 语气中甚至有些哀求之意 莫办法 眼下的情况 动手就等于陨落 方无明闻言 顿时心头一颤 一股心迹自心底生起 星月神王掌握空间 不管身在何处 只要还在神界 感到此地 只需眨眼的瞬间 即可到达 结合此前 心中隐隐的不安 方无明心中 没来由升起一个猜测 难道 星月神王偷摸前往仙界了吗 现在 仙界就在自己体内 那岂不是说 星月神王 此时正在自己体内潜伏 不错 星月神王 已经前往仙界 本来是想一探你人族神王诞生的秘密 没想到 如今却成为前置你的主要手段 你作为七环神王 不死不灭 神族无法杀死你 只能镇压囚禁 可是 仙界 可就不一定了 第231章 天节赐福 窥探人族神王诞生的奥秘 恐怕星月神王一开始 就是冲着拿仙界 要挟自己去的 七环神王 不死不灭 只能镇压 或者囚禁 那岂不是说 刚才大殿内 被自己收走的那六个光球 里面至少有一位 七环神王级别的强者吗 如此一来 自己手里也算是有了一些筹码 神族绝对不想看到六位七环 神王大闹神界的场景 要怪 就怪星月神王 对自己精心创造的囚龙世界 太过自负 念及此处 方无名眼底 杀意更胜 两极日月环 瞬间一分为二 在这个绝对禁止的世界里 无声无息 迅速穿梭 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周围神族军队 全军覆没 此地方原谦里 只剩为一个神族人 那就是那位暗红色的七环神王 那位神族神王 此时也只能干看着 无能为力 就在神族神王庆幸 对方发泄完心中怒火 或许不会再对自己动手的时候 下一瞬 这位暗红色的七环神王 双眼猛然瞪大 面露惊恐 方无名不知何时 竟然已经来到 那暗红色神王跟前 只见方无名抬手 须找向暗红色神王 在那暗红色神王惊恐的目光下 其躯体 竟然开始溢散出大量 金色能量粒子 那些溢散的金色能量粒子 无一例外 全部汇聚入方无名掌心 眨眼间便渗入方无名体内 你 你掌握的 不是时间之力吗 为何 为何你能直接 吸收我的力量 那暗红色神王 只觉得体内能量 如绝地一般 迅速衰减 境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下降 这还不是让这位神王 最惊恐的 最让他惊恐的是 眼前的神王 竟然能吸收 神族体内的能量 而且 看这样子 似乎吸收的能量 正在增强其自身修为 虽说神族人 本身就是由能量粒子构成 但从古至今 都未曾听闻 有哪个种族 可以直接吸收 神族能量的 一个七环神王 原本应该不死不灭 可如今 确实境界下跌 很快就会被全部吸收 这 这简直就是神族的克星 想到这里 那暗红色神王 想要拼死反击 可惜 为时已晚 大半个躯体 早已消失 人族神王 你会后悔的 神族必将 这半句话 是那位 暗红色七环神王 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方无明自然不会 将这种临死放出的狠话 放在心上 方无明此时 也是有些好奇 别看刚才那暗红色神王 已经全面落入下风 被死死压制 连动手都不敢动手 但方无明想要 将一个七环神王 彻底抹杀 一下子 还真找不到合适的方法 灵光一闪 想起了阴阳转生觉 毕竟最近主要都在研究这东西 试着看看 能不能吸引 对方体内的能量 没想到 还真的可以 而且 自身的修为瓶颈 似乎也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 毫无疑问 这是因为 吸收了一位 七环神王的原因 就是不知道 其他神王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来突破自身修为瓶颈呢 方无明想了想 微微摇头 其他神王 应该是不行的 不然 现在神界 应该只剩下一位 最强大的神王 因为 其余神王 都已经成为了养分 到现在 方无明 还不知道 其他神王是如何修炼的 不过 也不想去了解了 找到自己的修炼之路即可 管那么多干啥 方无明 迅速收回思绪 下一瞬 念头一动 周围无数神族尸体 皆化作金色能量粒子 疯狂会入方无明体内 哄 方无明身上 再次迸发出 强劲能量波动 确切地说 这股能量波动 是从方无明身后 第七个神环之上 迸发而出的 方无明心中 突然生起一股 强烈的感觉 自己 将要突破 而且 这将是惊天动地的 动辄千万里范围内一切 尽数化为灰烬 当然 此地是神族疆域 方无明 没有任何一点心理负担 况且 此地的神族之人 都早就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方无明 就这么在虚空之中盘坐 静心凝神 需要调整到最佳状态 才开始 最终突破 随着方无明气息内敛 周围的一切事物 重新恢复动态 高空之中 无数盔甲兵器如雨点 纷纷落下 看似场面宏大 声响巨大 却没有任何一丝生命的气息 诡异至极 等此地完全陷入安静之后 已经过去半炷香时间 嗡 方无明身后第七个神环 突然再次迸发 强横能量 紧接着 只见方无明第七个神环之上 无数细微符文 缓缓移动 好似被什么力量 给牵引着 竟是逐渐脱离了 方无明第七神环 轰隆隆 高空之上 骤然闪过树道 粗大金色雷电 方无明双目 依旧紧闭 此时 眉头微皱 对于神界修为境界突破 方无明 没有什么经验 不过 现在看来 在神界突破 竟也是有雷结一说 此时 高空之上的金色雷电 每一道都极为强横 充满毁灭气息 方无明毫不怀疑 自己要是挨上一下 估计也是皮开肉绽 不妙啊 应该多做一些准备的 不知道其他神王突破之时 都做了哪些准备 有啥要注意的不 轰隆隆 高空 又是金色雷电劈下 巨大冲击波 携带残垣断壁 席卷四方 这次金色雷电落点 距离方无明所在 更加近 金色雷电集中之处 一切事物 直接化为灰烬 眨眼间消失无踪 只留下一个 深不见底的万丈深坑 嗯 方无明很快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这 雷杰还有批骗的说法吗 喝高了 可很快 方无明又是眉头一皱 自己第七个神环之上的 那些细微符文 已经不再移动 不少符文 一半还附着在自己的 第七神环之上 一半身向外面 就像是要脱离 第七神环的束缚一般 怎么停止了 难道是能量不够吗 方无明想着想着 心中没来由生出一个 让方无明自己 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 难不成 高空之上的金色雷电 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雷结 而是专门给提供能量的赐福 方无明心中 很快就否定这个想法 谁家赐福 得拿命去承受啊 就算死不了 估计也是重伤难遇 可是 眼下情况 好像 也就只有主动 引天雷劈自己这个办法了 略微犹豫之后 方无明眼神 变得更加坚定 此时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第232章 神族 威夷 仙剑 无明先宫内 这就是仙剑人族神王曾经的居所吗 不错 是我喜欢的风格 方无明小院内 念地率先打破宁静局面 念地对面一个银白色的神族人端坐 正是新月神王 此时的新月神王 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周围天机众人 此时也是不知如何开口 也不知道眼前这两位 到底想干嘛 新月 你就不好奇 为什么会在此地碰上我吗 念地一抬手 石桌上多出一套茶具 自顾自侦查 语气中夹杂些许 轻蔑不屑 新月神王目光落到眼前茶杯之上 此茶 乃是念界独有 有加快念界人修行的功效 念地 你别忘了 我们两族目前还是联盟状态 要不是当年神族手下留情 你们念界 如何有今日 先界人族 早已跟神族达成联盟 你们念界 还是趁早退出吧 新月神王面色古井不波 念地闻言失笑 并未急于回应 喝完一杯茶水 放下茶杯之后 这才缓缓开口 手下留情 我自然知道 神族的常用伎俩 所以 我今日才会出现 念地再次举起茶杯 至鼻子下方 深吸一口气 神情很是满足 星月神王面色微变 念地说得不错 神族多年以来 对待新崛起的种族 都是恩威并失 这次对付仙界 也是如此 先出面 达成初步合作 麻痹对方 之后 釜底抽星 以仙界作为最大筹码 挟持仙界最强者 这一招 几乎屡试不爽 因为各个种族的最强者 几乎都无法眼看着自己的故乡毁于一旦 然而 眼前的念地 是个例外 当初念界 也是突然出现一位强大神王 也就是念地 星月神王 当时确实使用念界作为要挟 欲让念地为此屈服 没常想 这念地也是个狠人 根本不在乎 自己故乡如何 还说什么 您叫我赴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赴我 摆明了一副 与死网破的态度 毫不退让 最终 神族多方衡量之下 不得不退让 只能任由念界在神界发展 如今 念地的势力 虽不能与神族分庭抗礼 但也是不遑多让 万族争霸 不管是神族 还是念界 还是仙剑 单独一方势力 都难逃被毁灭的下场 这个你应该知道 合作 是唯一的希望 即使不合作 我们同出异地 也不该自相残杀 让人渔翁得利 星月神王语气坚定 一副高高在上 大义凛然的姿态 哼 这些废话 就不必多说了 你神族就是神界最大的毒瘤 明明存在先天缺陷 却极力压制其他种族发展 导致神界越来越弱 谁都可以来侵犯 现在 你跟我说 神族需要强者联盟 还有 你堂堂星月神王 竟然亲自来到仙界 这是你跟仙界合作的诚意吗 念地终于也是忍不住了 语气毫不客气 身上气势大涨 本来就看着星月神王不爽 一天天的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哇 刹那间 两位七环神王气势相互碰撞 小院防护阵法 摇摇欲坠 天机几人面色大变 从刚才两位神王的对话之中 天机几人自然是能听懂一些的 没想到 这位神族的神王 突然出现在仙界的原因 竟是打算使用整个仙界的安危 来要挟方无明吗 这让本就对神族恨之入骨的战神 独眼几人心中怒火生腾 可惜 无能为力 在场唯一有可能组织一切的 恐怕只有念帝一人 可是 目前看来 念帝跟星月神王实力不相上下 这要动起手来 仙界避讳 此时 仙界辽阔无边的疆域内 几乎都是无明先公所属 修饰数量无法计数 更有无数下剑 生灵亿亿万 天机几人不敢再想下去 这将会是一场仙界史无前例的灾难 更让人绝望的是 此时天机几人 根本无法动弹 想去往神界 将此地的情况跟方无明说清楚 也是没办法动身 就在天机几人绝望之际 下一瞬 天机几人全身气息 瞬间陷入绝对停滞 意识定格在那一瞬 整个仙界的时间 暂停 星月神王眉头一皱 心中震惊 竟然动不了了 星月神王 此时好似身处万年寒冰之内 深周空间 不停有细微裂纹出现 又不断愈合如初 此地的空间 已经不受其控制 星月神王几乎一瞬间 便已经意识到 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 星月神王 唯一还能艰难移动的瞳孔 看向对面的念地 果然 此时的念地 也是无法动弹分毫 不过 同为七环神王 星月神王知道此时的念地 应该还是有意识的 因为 此时念地的瞳孔 也是艰难移动 看到念地也是如此状态 并未让星月神王心中得到安慰 反倒是极为担忧 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就在这时 一道挺拔身影 缓缓浮现 这个身影轻松自如 是这个世界 唯一能够行动的存在 正是方无明 看到方无明的那一刻 星月神王一颗星跌落谷底 用屁股想都知道 此时的人族神王 实力已经彻彻底底碾压了自己 为什么 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神王 直接达到七环的境界也就算了 现在 直接就突破七环以上了 星月神王曾设想过 神族无数种灭亡的可能 唯独没有想到 竟会是如此离奇怪诞 从神族自家矿区中走出来的神王 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已经给神族判了死刑 再无翻盘可能 神族虽然还有一些七环神王 可是 面对七环以上的存在 再多的七环神王 也只是炮灰罢了 神族 唯一 星月神王心如乱麻之时 方无明已经缓不来到 星月神王与念帝跟前 方无明目光落到念帝身上 瞬间便知晓对方境界 竟然也是一位强大神王 不过并不是神族之人 看这架势 似乎是要跟星月神王动手 方无明心底冷哼一声 不管是出于何种居心 两位神王 竟然想在先界动手 方无明转头 目光落到星月神王身上 眼底沙一闪过 意念一动 星月神王 金色瞳孔一缩 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正快速被分解为 最精纯的能量粒子 境界断崖式下跌 不到一个呼吸 星月神王 连瞳孔都无法动弹分毫 彻底失去意识 再也无法察觉 这消失的事件 第233章 接下来 就是先界说了算 几个呼吸过后 星月神王 已经被方无明 轻松吸收完毕 但是 仅仅是一位七环神王的能量 对于如今的方无明 已经没有太大提升 不错 方无明在半炷香之前 已然成功突破到 神王第八境 第八个神环 乃是由第七个神环之上 分离出去的细微符文所组成 成就神王第八境之后 方无明对自己接下来的修行 也终于有了清晰的认知 也不复杂 就是不断吸收能量即可 就是这么简单 方无明不知道其他神王 是否也能如此简单提升境界 不过想来 几率不大 要真这么容易 那神界九环神王 岂不是满大街跑 方无明收回思绪 目光落到念地身上 此时的念地 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 甚至已经是惊恐 直接灭掉对方 为自己的修为添砖加瓦 可想了想 还是先问两句话再说 方无明意念烧动 念地的脑袋 竟然重新恢复动态 从绝对静止之中脱离出来 只是 其躯体 依旧被固定 方无明自顾自来到石桌前落座 并未开口 也不看向念地 而是看向石桌上的那一壶茶水 念地健壮 自然知道 眼前之人 这是在给自己最后一个解释的机会 当然 也是最后的活命机会 前辈 在下乃是念戒念地 此番特意前来 阻止心悦破坏仙界的 念地一股脑 说出了大概情况 特意强调了 以下自己此行的目的 方无明文言 不动声色 从念地口中得知 念戒也是如仙界一样 在神族的矿场之中崛起的 当初的念戒 也曾遭到神族各种暗算 还好 目前总算是脱离了神族的掌控 你说 你想收下面那两个小家伙为徒 在念地忐忑不安之下 方无明终于是缓缓开口 念地一致 没想到 方无明的关注点 竟然是这个 正是 下面那两个仙界人资质 无需解释 方无明抬手打断念地解释 从今以后 念戒需要无条件听从仙界调遣 方无明懒得听念地狡辩 一位外界的神王 出现在仙界 已经足以临死 不管对方有何原因 不过 念戒毕竟还是有些实力的 如今跟神族翻脸 还是不要搞得四面楚歌的好 当然 要是念地拒绝 那今天就要有第二位神王陨落了 放虎归山 可不是方无明的风格 那是自然 我此次前来仙界的目的 就是想跟仙界达成联盟 今后 念戒所有人 皆听前辈调遣 念地好似感知到了生的希望 毫不犹豫 直接答应 念戒怎么样 倒不是很关心 最主要 还是自己辛苦修炼到神王 可不想跟心悦神王一样 死得不明不白 简直轻如鸿毛 况且 如今仙界的神王 实力如此强劲 向其臣服 也不是什么太难以接受之事 方无明满意微微点头 不再开口 早有预料 只是没想到 这念戒几乎是瞬间就答应了 到底该说他是个聪明人 还是一个惜命之徒呢 方无明不再去想这些 既然如此 那你且先返回念戒 召集大军 准备屠灭神族 方无明语气淡然 所说之话 确实让念戒心头一惊 虽说仙界已经跟神族闹翻 战争是迟早的事 只是 这也太强硬了点吧 一点转环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屠灭神族 方无明话音一落 念戒发现自己整个身体 突然就重新恢复了行动能力 事已至此 念戒自然不会多嘴询问 学着仙界礼仪拱手一败之后 身形直接消失 方无明有足够的把握 这念戒不敢乱来 否则 不管他逃到何处 都将难逃一死 念戒也会因此彻底消失 就如即将消失的神族一般 剿灭神族 其中一方面 是神族确实对仙界有极大威胁 必须彻底清理干净 另外一方面 方无明其实是看中神族人体内的能量 早日修出九个神环 逍遥自在 从此以后 无人再敢造次 什么弯弯绕绕花花肠子 一巴掌过去 全部解决 又过了一会儿 方无明稍稍松了一口气 还好赶上了 不然仙界不知道会被绞成什么样 方无明意念一动 整个仙界随之重新恢复动态 天机几人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悠然举备的方无明 几秒钟过去 天机几人才面面相去 不敢置信 别傻站着了 过来喝两杯 喝完赶紧返回神剑 风雨将至 熬过去了 以后就是一片阳光明媚 方无明语气轻松 一挥手 石桌上多出几个酒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方无明就已经掌握 凭空造物的能力 现在想要什么东西 只需要一念一动即可 本来 方无明觉得 这是神王的标配能力 但截止目前看来 星月神王跟念地两人 似乎都不具备凭空造物的能力 方无明想来想去 估计是因为自己身上有系统的原因 不管了 反正好用就行 天机几人闻言 这才反应过来 没想到 方无明真的赶回仙界了 难怪星月神王跟念地两人 瞬间消失 不用说 仙界危机已经解除 想到这里 天机几人心中大石头落下 还真就想来几杯美酒 压压惊险 天机几人 也不跟方无明客气 客气反而显得生疏了 众人几杯酒下毒之后 战神这才开口 风雨将至 是何意啊 这也是在座众人心中最大的疑问 心中皆有所猜测 只是 不错 神族一而再再而三挑衅 之前 我们实力不够 只能隐忍 如今 大不一样 既然这个世界遵循的规则是 谁全都大谁说了算 那 接下来 就是仙界说了算 第234章 我们没有让你失望 经过方无明一番解释 天机几人 心中激动难掩 天机几人心底深处 其实一直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 只是 目前 仙界人族在神界 连跟神族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 这个共同的目标 也就只能暂时深埋心底 没想到啊 这个目标 竟然如此之快 就要变成现实 天机几人 毫不怀疑方无明的能力 方无明既然敢如此开口 那必定是有绝对把握的 别看方无明 平时一副默不关心的样子 他绝不会拿身边人的性命开玩笑 前辈 院外突然传来急切的声音 是凌若霜两姐妹 两姐妹一进校园 眉头紧锁 生怕一不小心 再次错过与方无明失之交臂 卢老头 单尘小白剑天心等人 紧随其后 这帮家伙 一进小院 目光第一时间落到方无明身上 然而 却无人再次开口 生怕这只是一场 再平常不过的梦境罢了 十万年 要不是无明先攻广场之上 有方无明的雕像 只怕 就算是在众人的梦中 方无明的身形 也已经模糊不堪 平日里 只能常去广场 观摩方无明雕像 以解相思之苦 今日 却看到了如此清晰 真真切切的方无明 众人视线开始模糊 好似蒙上一层水雾 十万年来 积攒的话太多太多 酸甜苦辣 百感交集 多想说一句 我们没有让你失望 然而 此时却是久久不能开口 哈哈 行了 这么煽情干嘛 大摆宴席三日 有什么话 大家好好叙叙就 方无明摆摆手 示意众人不必如此 方无明本想先动身前往神界 灭了神族 一举突破九环神王 之后再大肆庆祝一番最后的胜利 没想到 这帮家伙一来 自己的想法 也跟着改变了 罢了 人生得意虚敬欢 莫使经尊空对月 接下来三日 仙界大摆宴席 庆贺传说中的那个男人 回归无明仙宫 无数修饰不远万里 前来无明仙宫 想一睹仙界第一人的风采 连续三日 无明仙宫方圆千里 无数修饰聚集 仿佛 见到方无明一面 比任何珍宝都更加宝贵 方无明健壮 自然也不会吝啬 大手一挥 恩则天下 各种修炼资源 瞬间充斥整个仙界 仙界的仙灵气浓度 达到有史以来最为夸张的境地 如今 仙界所有河流湖泊 流淌的 不再是水 而是精纯的灵液 从此 仙界之人 不再需要为一点修行资源 动辄强取豪夺 杀人越祸 现在的仙界人 只需一心修炼即可 早日正到仙界 前往神界 为仙界人族 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回报无明仙宫斩责 仙界天道 已经不再压制人族 甚至在帮助人族提升 再加上仙界资源 空前绝后的风域 无数修饰 皆因此连续突破 整个仙界 发展亿万年 都不足以跟无明仙宫 统治下的这十万年 相提并论 整个仙界团结一心 为即将来临的大战 做足了准备 与此同时 念界 一处大殿之内 念帝大人 真的要如此吗 仙界 为何我等第一次听说呢 大殿内数十位念界强者 有劳有少 此时皆是眉头紧皱 不敢相信自己 刚才听到的 臣服于所谓的仙界 主要是连听都没听过呀 要说是臣服神族 大家心中不服 但也不会如此诧异不解呀 哼 是本帝平时对你们太仁慈了吗 还不快去准备 三日之内 念界所有强者 统统前往神界 备战 念帝面色冰冷 不想再多解释什么 要是换作之前 自己最多也就是将方无明的话带到念界 之后的事情就不再管 念界的死活 真的没那么重要 自己如今拥有的一切 皆是自己努力拼搏得来 并不欠这个世界什么 可惜 这次仙界之主 摆明了 要自己亲自带领念界 前往神界参战 自己要是不出面 只怕到时候 也难逃一死 大殿内众人 眼看念帝如此坚决 略微犹豫 还是各自下去安排 毕竟 念界 跟神族 迟早有一战 如今 也只是稍微提前罢了 神界 一处虚空星空之中 漂浮着98个栩栩如生的雕像 就在不久前 这98的雕塑其中一个 突然炸裂 毫无征兆 怎么回事 连星月都 陨落了吗 短短时间内 神族就损失了三位神王 岂有此恋 不管是谁 都必将付出他们不可承受的代价 一位神族神王 头顶七个神环 此时目自欲猎 愤怒的情绪 几乎凝为实质 不可大意啊 星月他们几个 都在同一片区域陨落 这说明 他们三个 很有可能是陨落于同一人之手 能击杀星月 只怕其实力 另一位神王 话说到一半 不再开口 然而 这位神王此话一出 不安的情绪 在此地六位神王心底滋生 七环神王 理论上是不死不灭的 就算是真的有八环神王出手 充其量也只是封印镇压 想要击杀 难度太大 几乎不可能 可如今 星月他们三人 确实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难不成 是传说中 修出九个神环的强者 确实不可大业 我们得快速召集神族所有神王 一起前往 查探究竟 所有神王 那神界疆域 如何抵御域外的那些生灵 是啊 域外的那些东西 就是一些嗜血的疯子 一旦有机会 他们就会毫不客气 冲入神界 大快躲一夜 到时候可救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要放任此事吗 诸位神王再次陷入安静 无人开口 拿不定主意 眼前的形势 怎么看都像是神族的最终大劫难 形差踏错 亿亿万年的积累 瞬间灰飞烟灭 不好 念见那边 似乎也有了大动静 什么 可恶 当初就应该不惜一切 先抹出这个隐患 现在好了 域外的那些东西 越来越多 现在 我们连一个小小的念见 都束手无策 众人各自发泄两句 再次陷入安静 眼看情况僵持不下 一位头顶七个神环的纯红色神王 缓缓开口 我有一戒 第235章 大战前夕 神剑 东部边陲之地 此地乃是念戒人的七夕之地 此时 百万念戒强者 在念帝的带领下 汇聚于此 近代即将来到的大战 百万强者 心中皆是忐忑 因为他们都知道 此次聚集的目的 正是对神族 发起灭族之战 不仅这些强者 连念帝本人 此时心中也是没底 神族底蕴雄厚 念戒之所以能存续至今 不是神族 没有能力镇压 而是因为 神族并未真正将念戒 当作一个合格的对手罢了 要是神族 不惜一切代价 不到半月 念戒就将除名神剑 念帝悬浮山巅 心中复杂 不知道此次劫难 是否能扛过去 念帝大人 仙界人族传来消息了 仙界人族让我们前去会合 准备开战 念帝心绪复杂之际 手下将领突然传来讯息 过了好一会儿 念帝才下令 大军开吧 与此同时 神界中心区域 此地方圆千万里 竟没有任何生灵 不是因为此地贫瘠匮乏 相反 此地神渊能量极为浓郁 甚至凝成红色的神渊之云 飘荡万里 红色神渊云之中 红色雷电永不停歇 而此处的地面 似乎有种强大的立场 正在有规律地 不断迸发出 穿透力极强的能量 正是这股能量 导致此地 没有任何生灵繁衍的迹象 此时 一道红色流光掠来 红色流光停留在此地半空 显出身形 正是神族一位 通体暗红的神王 哎 亿万年前 第一次发现此地 本王就有预感 此地会是神族最后的希望所在 这位神王 神情略显黯然 与其更是无奈 此地 乃是神族禁地 也是神族最主要的能量产出地 撑起了神族亿万年的繁荣昌盛 不过 福获相依 每过万万年 就需要一位神王自愿献祭 才能一直保持 此地永久充满活力 不至于衰败下去 每次献祭 都可以从中得到 一箭惊天神器 光是这件神器 就足以跟一位九环神王大能抗衡 但是 这件神器 离开此地 只能存在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之后 神器便会顿入虚空 再也无法寻回 神族漫长的岁月之中 自然也有过不少次面临大劫 也有采用过献祭之法 获取神器 化解神族劫难 但 一位神王的价值 不言而喻 整个神族 至今也不过百味 除非神族 面临的劫难 真的达到了灭族的程度 才会选择献祭之法 真想闯入其中 看一看 禁地之内 到底有什么 暗红色神王轻叹一声 也只是说说罢了 暗红色神王 就这么虚空盘坐 静等最终大战来临的时刻 那时候 他将会毫不犹豫献祭自身 获取神器 冲入战场 尽量在神器 顿入虚空之前 解决当今时代 神族所有的麻烦 在那之后 他将跟随神器 一起在神族 所有人的叩拜之下 永远离开 与此同时 神界某处山巅之上 一青年盘坐山巅 青年身周金色符纹 缓缓缓浮动 给人一种 神圣不可侵犯之感 此人 正是方无明 方无明缓缓睁开双眼 逐一时回归本体 现在 方无明已经安排好一切 只要方无明一念之间 其体内就能冲出 数百万人族大地 数百万 不错 晋升八环神王之后 方无明只需一念之间 便可将整个仙界的时间流速 提升千万倍 如今 每时每刻 仙界都有无数大地 飞升至方无明体内的天庭 这些飞升的仙界大地 无一例外 直接突破尾神一环 一些妖孽之辈 有两环 甚至三环 如今 仙界人族 史无前例的强大 已经到了反击 重获真正自由的时刻 第236章 抬手间 途径千万里 方无明身形 缓缓飘浮而起 只来了这么点人 可不够 方无明语气淡然 神王之威席卷八方 眨眼间 山崩地炼 目之所及 所有神族城池 皆化为废墟 这一切太过突然 竟无人能够阻止这一切 此时 距离方无明百里之外的高空 三十多位神族神王 纷纷从虚空之中踏出 这些神王 最低的 也顶着四个神环 虽人数占绝对优势 但此时这些神王 无意不是面色凝重 眼前的仙界人族神王 一念之间 无数神族人 瞬间灰飞烟灭 势不可当 本以为对方会先谈判一番 没想到 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众位神族神王 心中已经了然 已经没有谈判的必要了 你 赶快去禁地 告知此地的情况 快 一位七环神王当机立断 直接下令 其余神王闻言 心知接下来 怕是要有一场恶战了 这些神族神王 无意不是 尸山血海之中走出 身经百战 仅是一瞬间 就隐隐形成了 某种奇妙战阵 战阵形成之后 一尊万丈高的神族人 虚影浮现 奥利事件 方无明自然将这一切 尽收眼底 不过方无明并未太过在意 只是体内阴阳转生觉 暗暗运起 周围千万里内 所有神族人 顿时感到一股心悸 紧接着大量能量透体而出 躯体 竟然正在被分解 来不及反抗 无数神族人 已经化作一道道 五彩斑斓的流光 直冲方无明所在 这些能量不断涌入 方无明体内 看着很是庞大 实则如泥牛入海 方无明甚至感觉不到 一丝丝的保障感 方圆千万里 所有神族人的能量 加在一起 连一位神族神王的 百分之一都不及 方无明心里早有预料 也不是太过失望 刚才 也只是试一试 阴阳转生觉的 作用范围罢了 事实证明 范围有限 不过千万里 对于这个浩瀚无边的世界来说 但玩之地都算不上 还不出手 你们是在等我先出手吗 如果我先出手 只怕你们就没有机会出手了 方无明望向远处那几十位神王 淡然开口 浑身上下 透露着强大的自信 原本 方无明以为 以自己之前闹出的动静 神族怎么说 也得派出七八十位神王 来围剿自己 甚至很有可能 派出八环神王 只可惜 现在竟然只来了这么点神王 而且 最高的也就七环 方无明想了想 可能是念帝那边 一副大军开拔的姿态 应该也是吸引了不少神族神王 前去镇压吧 还行 念帝的作用 算是发挥出来了 接下来 就是自己表演的时刻了 面对方无明如此轻蔑的嘲讽 对面三十几位神王 依旧面色凝重 压根没有要开枪嘴炮的意思 一位八环神王 本就难缠 现在看来 对方貌似能直接吸收 神族人体内的能量 要不是此时在战争之中 只怕也难逃被吸收的下场 眼前之人 简直是神族有史以来 最可怕的敌人 神族三十位神王 心照不宣 直接发动攻击 轰隆隆 数万丈的神族人虚影 眨眼间突然变得凝食 宛如实体 那巨大神族躯体 举拳 轰向方无明所在 巨大的拳头 携带强劲拳风 夹杂暴鸣之声袭来 第237章 备用计划 哼 还有点样子 方无明冷哼一声 不过 还是太弱 方无明话音一落 嗡 以方无明为原点 一股奇特能量 猛然迸发向四面八方 这股能量之中 包含着几乎凝微实质的时间之力 还夹杂着阴阳之力 眨眼间 这股能量 就已席卷整个神界 整个神界 陷入绝对的禁止之中 远处袭来的巨大神族人躯体 刹那就被禁骨原地 再难动分猴 只是 那巨大神族躯体之内的三十几位神王 此时依旧还有自主意识 能感知到整个世界的奇异改变 心中皆是惊骇莫名 这种任人宰割 却无能为力的感觉 恐惧 深入骨髓 不仅如此 面对这样的强敌 只怕 这次神族的命运 将变得更加风雨飘摇 难道 今日真的就要带着无限的恐惧的遗憾 战死此地吗 众位神王 心中五味杂陈之际 方无明身前 突然浮现一轮 完美到极致的圆环 方无明意念一动 圆环瞬间一分为二 携带一往无前的杀意 冲向那三十几位神族神王 三十几位神王 毫不怀疑 要是那圆环冲入战阵之内 不出一个呼吸 只怕所有神王都得当场陨落 然而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方无明突然眉头一皱 一股强烈的危险感觉袭来 下一瞬 原本已经快要冲入战阵的圆环 直接飞回 朝着一处空无一人的虚空掠去 砰 一声巨响过后 在战阵之中的众位神王 皆是面色一喜 救兵来了 方无明眉头紧锁 此时两级日月环 正被一个通体暗红的神族人 握在手中 刚才日月环进攻的力量 七环神王都不可能如此轻松抵挡 更不用说 直接徒手抓住了 不对 不是徒手 方无明很快就发现 那暗红色七环神王手上 套着一个类似金属材质的 全套 仔细感应之下 方无明心中竟有些不安 那全套 不简单啊 方无明 想召回日月环 结果发现 日月环似乎无法挣脱 而且 有那全套的加持 那位暗红色的七环神王 丝毫不受时间禁止的影响 方无明心中暗道不妙 想不到 还是出现了最坏的结果 神族的底蕴 果然不是开玩笑的 唯一精致计 只有跑路了 方无明心中迅速做出决定 下一瞬 方无明身形突兀消失 整个世界的时间也重新恢复流动 方无明身形再次浮现 已经远离战场亿万里 但方无明知道 这点距离是不可能安全的 还得继续跑 本来这个方案 是方无明闲来无视制定的 没想到 一上来就得用上 只见方无明一抬手 一颗直径机里的光球 缓缓浮现 这个光球 正是之前方无明 从神族手中夺来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光球里面 应该关着至少一位神王强者 这些神王强者 强不强不重要 方无明看重的是这些 被困神王对神族的仇恨 把他们放出来 足以为自己 争取跑路的时间了 说时迟那时快 方无明 用力一面 光球瞬间出现裂纹 方无明随手将光球一甩 身形再次顿入虚空 第238章 无尽的屠杀 神剑 某处大城上空 方无明身形浮现 随手丢下一个光球 下一瞬 再次消失 方无明手中 只有六个光球 方无明尽量在神族大城 投下光球 而且 这些大城之间 间隔距离都极为遥远 不出意外的话 今日神界就要乱翻天了 如方无明所料 那些光球之中逃出的神王 一出来 就发现身处神族人城池之内 那是一个气啊 肺都快气炸了 堂堂神王 竟被困一万年 这些神王 形态各异 但 获得自由的第一件事 都是一样 屠杀 无尽的屠杀 神王之力 抬手间千万神族人 殒命当场 昔日繁华的城池 眨眼间被掀个底朝天 根本来不及阻止 所有神族疆域内的神族神王 今日都被调动起来 去镇压那些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神王强者们 就连那位带着拳套的暗红色神王 也被迫先去阻止那些 被放出来的神王 屠杀神族人 即便如此 神族损失 依旧史无前例的惨重 人口损失 建筑 资源等损失 简直难以计量 没办法 发疯的神王 没人能够保证 能在其没造成什么损失之前 就将其制服 这也是神族 一直不想跟其他种族神王 真正开战的原因 能结盟 就结盟 不能结盟 那就囚禁起来 此时的方无明 可管不了那么多 种族存亡之争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要是之前自己跑得慢一点 只怕整个仙界人族 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方无明深吸一口气 稍微平复下心绪 难办了 想不到 神族竟然还有这样的强者 之前听念叮那家伙说了 神族目前最强的神王 也叫七环 结果呢 七环是不错 可这也强得离谱了呀 方无明毫不怀疑 那全套真能干费自己 能不能灭了自己 那就不得而知了 嗯 此地有些奇怪 方无明反应过来 发现此地 几乎整片天地 都是血红色的 而且 方圆千万里 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生灵 不太正常 因为此地的神圆能量 极为浓郁 怎么看都不像 是什么荒凉之地呀 方无明也不是偶然来到此地 之前方无明跑路 可不是瞎跑 都是朝着神圆能量浓郁之地跑的 因为 方无明可以直接吸收神圆能量 来提升自身实力 这也是方无明最后的底牌 其他神王 不管是神族 还是其他种族 都不曾见过哪位神王 能通过这样简单粗暴的方法 来提升自身境界的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既然此地神圆如此浓郁 那就不必客气了 方无明直接化作一道金色雷电 直接劈向红色地面 没有停止 方无明一直往下钻去 越是往里 方无明躯体承受的挤压越是强烈 这种挤压很是全面 除了肉体的挤压 还有浓郁的神圆能量挤压 方无明甚至还隐隐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竟然也开始收到挤压 很是不自在 又过了一会儿 方无明终于停下 因为再往下 只怕得出事 既然已经找好了位置 那就开始 吸收 第239章 以头枪地耳 神剑 一处大城上空 一位通体暗红色的神族神王 立于虚空 脚下的神族城池 此时已是满目疮痍 仅仅半天时间 就已经造成了如今局面 神族的损失 不可谓不大 这位神王轻叹一口气 难道神族一直以来的做法 都是错的吗 可是 如果不这样做 神族又怎么能保证 那些异族神王 不会像今天这样 突然发疯 大肆屠杀呢 或许 这些神王之所以大肆屠杀 正是因为 神族不愿接纳他们 给他们自由 也许吧 这个世界 很多事物 都是必还的 没人能做到 尽善尽美 除了为自己的种族 争取最大利益之外 自己又能做什么呢 自己有什么权利 去多想什么呢 亿万年前 万族之争 一直到现在 自己好像都在被动 卷入一场又一场生死之战 麻木的战斗至今 好在 这次之后 自己就能解脱了 自己的生命 早已陷进 暗红色神王神情无比复杂 下意识低头看了看手上拳套 突然 这位神王眉头一皱 心中一股不安息来 不好 早就该想到的 自己几乎搜寻整个神界疆域 依旧寻不到 那仙界人族神王 那就只有一个地方 神族境地 境地乃是神族根基所在 绝不能出现意外 想到这里 这位暗红色神王 一步踏入虚空 消失不见 神族境地 万丈地底 方无明闭目 全力运行阴阳转生绝 周围浓郁的神源能量 疯狂涌入方无明体内 仅是一个时辰不到 方无明就感觉到自身瓶颈 似乎又开始松动了 这里 真是自己的伏地啊 想到这里 方无明加大力度 又过了一会儿 方无明感觉 此地的神源能量 已经不能满足自己 索性继续往地底冲去 随着吸收大量神源能量 方无明实力飞速提升 此时已经能够承受 几十万丈地底的压迫之力 越是往地底钻去 不知道是不是方无明错觉 方无明竟然觉得 身上的压力 正在逐渐变小 方无明没心情理会这些 赶紧继续叙收 一个时辰之后 神族境地上空 一个暗红色身影 从虚空中踏出 不好 那人族神王 竟然冲入禁地地底了 这位暗红色神王 顿时心中大吉 不妙 来不及多想 这位暗红色神王 也是直接化作一道 暗红色流光 尝试钻入禁地地底 碰 然而 这位神王 一头干在禁地地面 神王脑袋都要炸了 然而 禁地红色地面 纹丝不动 甚至一点被撞过的痕迹 都没有 此时 这位暗红色神王才知道 为何这么长时间以来 无人尝试 禁地禁地地底 或许 也有其他神族神王尝试过 不过 应该都是无功而返 之前这位暗红色神王 出于对禁地的敬重 从未尝试过 如今情急之下尝试 竟是这样尴尬的结果 不对啊 不远处那个坑洞 肯定是最近才出现的 从那坑洞之中 依稀还能感应到 那人族神王的气息 怎么他就能进去呢 难道那人族神王的躯体 强横到了这个地步吗 第240章 世间万物 一念捏造 神剑 神族禁地地底 海量神源能量涌入方无明体内 此地的神源能量 多到方无明都有些承受不住 如果非要衡量一番的话 方无明觉得 此地的神源能量 起码相当于数百万个神族七环神王 仅仅过去几个时辰 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 方无明脑后第8个神环之上 逐渐浮现细小晦涩符纹 这些符纹得到庞大充足的能量攻击 迅速脱离第8神环 在最外部 逐渐凝聚出第9神环 哇 一股强横能量波 自神族禁地地底震荡而出 方无明第9神环 彻底成型 终于 成为了神界当之无愧的第一强者 传说中的存在 方无明缓缓睁开双眼 瞳孔内金色光芒常驻 并未散去 此时 方无明眼中的世界 大变样 周围原本坚硬的红色岩石 此时在方无明眼中 静好似不再是固体 反而是众多能量粒子紧紧贴在一起 这些能量粒子 正是神源能量粒子 方无明感觉 自己只需一个念头 周围的这些神源能量粒子 眨眼间就可以重新排练 形成自己所需之物 方无明神石很快冲出地底 第一时间 发现了在外蹲守的那位暗红色神族神王 此时 那位神族神王在方无明眼里 冲其量就是一堆神源能量粒子 按照某种规律排列组合而成 念及此处 方无明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下一瞬 方无明意念一动 与此同时 神族近地上空的暗红色神族神王 也是眉头一皱 心头一紧 只见不远处虚空之中 无数红色能量粒子 汇聚组成一缕缕红色细丝 这些红色细丝 貌似正在汇聚于一处 正在交织 好似想组成什么动线 两个呼吸过后 这位暗红色神王 见到了他这辈子最难以置信的一幕 对面不远处 竟然出现了另一个字节 从气息上感应 绝对不是什么幻影或者分身之类的 就是跟自己丝毫不差 这 好在下一瞬 那个突然凝聚而成的神王 再次化为无数能量粒子 消散于虚空之中 然而 这也足够将这位神族神王 震得久久回不过神来 地底的方无明微微一笑 收回神念 果然如自己所想 即使是七环神王 也只不过是神渊能量粒子的某种特殊排列罢了 更不用说世间万物了 自己一念之间 随意捏造 此时的方无明 好像有些了解 自己身上系统的原理了 可是 为何系统会选择自己呢 世间比自己优秀的妖孽天才无数 怎么也轮不到自己吧 念及此处 方无明心中莫名地想继续往地底更深处下潜 到了如今境界 心中每个念头 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方无明所幸 也就遵循心中所想 意念一动 脚下原本坚硬的红色岩石 眨眼间化作红色雾气 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隧道 方无明直接化作金色闪电 直冲地底 不知过了多久 方无明终于落地 此处 竟是一个极为空旷的空间 一眼望去 四周都是红色的岩石 唯一有些不太一样的 是在红色雾气中 若隐若现的一个小黑点 方无明凝神望去 那个小黑点 竟是一个石桌 石桌旁边 有两个身影对坐 似乎正在对异 不知为何 连方无明都无法看清 那红色雾气之中的两人 却不知为何 心中 竟有些熟悉的感觉 第241章 令人悲伤的真相 方无明等了一会儿 发现远处那两个身影 貌似并不打算理会自己 方无明眉头一皱 身形飘浮而起 朝那两个身影飘了过去 越是靠近 方无明心中越是觉得古怪 等方无明来到那石桌不远处 方无明依旧无法看清 那两人的模样 他们脸部 好似有一层迷雾遮挡 你来了 可真够慢的 坐在石桌旁边的其中一人 突然开口 同时转过头来 直到这时 方无明终于看清其面容 方无明下意识后退一小步 说是后退 其实应该是亮翔后退 鼠师被惊到了 那人 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 在那人脸上 迷雾散去的那一刻 方无明就可以百分百确定 那人 真就是实实在在的实体 不是什么幻想 也不是什么变化之术 我说什么来着 第一次来到这里 受到一些惊吓 很正常吧 你还一直笑话我 另外一人 也是突然开口 转头看向方无明 那人 竟然也跟自己一般无二 好在这次方无明 有了心理准备 并未失态 反而是开始快速思考 行了 谁叫你们那么慢 有外挂都这么坑 新来的 叫大哥二个 那位自称大哥的人 再次开口 然而方无明眉头紧皱 并未回应 这是奇猛了吗 一下子仿佛自己之前 经历的种种都是梦境 或者说 此时 才是梦境 见方无明如此 那人撇了撇嘴 微微摇头 略显无奈 哎 要不怎么说你们坑呢 同样的系统 你大哥 我不到三年 就杀到神剑 来到此地 你二哥 虽然也是坑 但至少 也才花了几百年 你看看你 这都吞磨过去几千万年了吧 我就拿了卖了 创建一个宗门 真就那么难吗 那位一直在那滔滔不绝 说个不停 方无明 也总算是 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合着 眼前这两人 都是平行时空的自己 而且 都有系统 唯一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是 他们两个都是直接穿越到仙剑 也就是说 相同的系统任务 他们两人 只需要到大街上 拉拢几个要饭的 随便搞搞 就算是创建 宗门成功了 转头就有先帝修为 一路横推 简直不要太轻松 而自己 却连穿越的世界 都给弄错了 此时的方无明 胸中一股玉气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个 令人悲伤的真相 不对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现在的问题是 为何所有的方无明 最终都会来到此地 而且 眼前这两个家伙 看他们样子 显然并不太喜欢这里 却没离开这里 莫非 此地 只能进不能出 果然 看到方无明如此深情 那人终于也不废话了 直接说重点 别想了 纵使我们有九个环 想离开此地 也是不可能 你要不信 可以试试 你二哥 当时也就尝试了几百年吧 你看 后面还不是 老老实实坐下来下棋 那人一抬手 手中出现一个精致酒杯 举杯 一口饮尽后 才继续开口 想从此地离开 只有唯一一个办法 第242章 108个分身 那就是 要凑齐 108个我们 才能打开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别问我为啥知道 那边墙上写着呢 那人说完 随手指了指一个方向 方无明 余光顺着那人指的方向看去 那边红色盐壁之上 确实有不少文字图案 记载 那人似乎觉得 方无明的反应 太过平淡 也是没了兴趣 继续坐下 与另外一人对异 方无明眉头微皱 又过了一会儿 那两人果真 不再理会自己 也没什么敌意 方无明 也就独自去到那边 岩壁之下 仔细观摩 岩壁之上 记载的东西 半个时辰之后 岩壁之下的方无明 眉头紧锁 还真如刚才那人所说 需要在此地等待 等哪天凑了 108个方无明 才可以打开 通往另外 一个世界的大门 然后 周而复始 新来的 又得等到凑够 108人 如此说来 方无明估计 那两个正在对异的家伙 估计也不知道 这是第几批吧 接下来的时间 方无明确实尝试过 想要暴力冲出此地 可惜 都是以失败告终 久而久之 方无明心态 也放平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方无明 也自己摸索出了一些经验 能利用周围红色武器 遮挡自身 即使是跟自己实力 相差不多的强者 也无法窥探自己 方无明 来到一处角落 换来红色武器笼罩 独自鼓刀着什么 时间一天天过去 又过去了不知道多久 又有不少方无明到来 人一躲起来 角落里的方无明 也终于看出来了 为何这些人跟自己 貌似有些不太一样 这些家伙 一路顺风顺水 从穿越到仙界 再到神界 然后来到此地 用时最短的 甚至才两年半 用时最长的 也才不过五百年 所以这些人 心态跟自己相差很大 大多心高气傲 谁也不服谁 终于 凑够了一百零百人 确切地说 是一百零九人 因为这些年来 方无明一直躲在角落 导致所有人 都差不多 已经把他淡忘 果然 那一百零八人 分别找到位置占定 开始以身为正旗 推延启动 石壁上记载的阵法 阵法果然能启动 那些人 貌似也成功地传送走了 直到此时 角落里的方无明 这才从角落里走出 然而 从角落红色迷雾中走出的 可不止一人 而是整整齐齐 一百零八个方无明 这些年 方无明可没闲着 一直在汲取此地的 神渊能量粒子 捏造自己的分身 这些分身 跟自己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这些分身 完全服从自己 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因为方无明一开始就不相信 之前那些人 也不相信 红色盐壁之上所记载的东西 因为这一切实在 太过诡异 从始至终 都不知道此地 是何人所见 寓意何为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按照红色盐壁上的指引去做事 方无明不喜欢惹麻烦 当然也不喜欢被人操控 第243章 反其道而行 不过方无明 也不是完全不相信 红色盐壁上记载的东西 红色盐壁上 除了记载传送阵法之外 还有一行 意义不明的人体经脉图 在心脏的位置上 有一个特别的标记 其实在第一次 见到这幅图的时候 方无明就立刻 联想到了一些东西 在外界看来 此地乃是神族禁地 而神族禁地 一直在有规律的律动 现在结合这幅图来联想 只怕 所谓的神族禁地 只是某个神秘大能的心脏罢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很有可能 整个神界 其实只是那个大能的躯体罢了 一位神秘大能 竟然在自己的心脏位置 留下一个所谓的阵法 让来到此地的人 前往所谓的新世界 只怕新世界是假 给这位神秘大能 充当养料是真 方无明越想越是觉得 自己猜测是对的 罢了 还是赶快开始吧 方无明意念一动 107个分身 加上他自己 一共100百人 各自找好位置站定 竟也是准备启动阵法 不过 并不是红色岩壁上 记载的那个阵法 确切地说 此时方无明所不阵法 跟岩壁上记载的阵法 正好截然相反 想不管红色岩壁上 记载的阵法 到底有什么作用 通往何处 反正先反着来一下 看看有什么效果 如果是自己猜测错误 那再将阵法改回来即可 麻烦一点 总比稀里糊涂着了到要好 现在自己体内 还带着整个仙剑呢 凡事都得多考虑一点才行 随着阵法缓缓启动 哄 这次的阵法 动静明显比之前那些人的阵法 要大得多 此地空间 竟然开始微微震战起来 红色石壁 竟然隐隐有要均烈的迹象 方无明见状 一咬牙 不管那么多了 此地崩溃了最后 自己就可以逃出去了 嗡 阵法彻底启动完成 阵法中央地带 突然射出一道巨大金色光柱 金色光柱 直接轰开此地穷顶 势如破灼 这金色光柱 仿佛被压抑了无数年 携带着毁灭的气息 疯狂喷不而出 无穷无际 方无明看着这金色光柱 心底竟然隐隐有些不安心计 只怕自己被这金色光柱击中 瞬间灰飞烟灭 一颗能量粒子都难以留下 足足过了半炷香 阵法中央的金色光柱 这才散去 方无明顾不上体内虚弱 直接化作金光 冲出穷顶 离开此地 然而 这金光并不像方无明 所想象的那样 直接轰出神族境地 由于金光太过强横 竟是直接轰碎虚空 直接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一下给方无明整猛啊 之前那些人的阵法 是通往新世界 那自己这个反着来的阵法 竟然也是通往所谓的新世界 眼看着这个通道即将关闭 方无明也来不及多想 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吧 108个方无明 一起冲入那个陌生的世界 与此同时 一个混沌的洪荒世界 数万丈高空之上 突然裂开一个虚空裂缝 就好像天空被什么东西 给捅破了口子 紧接着 从那个口子 飞出108个光团 后世记载 混沌初开 108祖神 自天外而来 波洒火种 从此 人族诞生 第244章 大结局 数万年过去 方无明早已将体内世界的众人带出 一起建设这个 从未被其他文明染指过的世界 当然 方无明这么多年来 一直秉承着 甩手掌柜的原则 至于建设什么的 专业室 交给专业人去做 自己只需每天在小院里 喝喝酒 饮饮茶即可 至于数万年前 在神界的种种 刚开始 方无明倒还真挺好奇的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方无明也就懒得理会那么多了 反正此地也是新世界 真正的崭新的世界 没有什么隐藏大能操控的世界 一切顺其自然 真要说有隐藏大佬 那估计就是方无明了 不过方无明对于这些在幕后阴暗爬行的行径 不感兴趣 如今 这个世界 方无明随便派出一个分身 即可镇压整个世界 根本不需要什么算计 而且 这么多年来 由于方无明的 有意为之 并未出现什么 可以跟人族抗衡的种族 现在没有 以后 更不会有 这是一个人族未尊的世界 嘿嘿 喝酒不叫我 那怎么行 卢老头带着一帮人 来到方无明院内 方无明嘴角翘起 微微一笑 老朋友们都到齐了 开席 没办法 现在要等这帮家伙都到齐 可不容易 一个二个的 都说 要去开疆拓土 都闲不住的 别人这么说 方无明还勉强信了 可你卢老头也说 要去开荒 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嘿嘿 你看 我给你带回来什么 卢老头说着 掏出一个精致的酒壶 方无明见状 无奈摇头 果然是去寻美酒去了 好了 既然都到了 那就 开始吧 无明祖地 万年一次的盛宴 开始